神唐三才是斗罗最厉害的存在 千刃血就活该打不过唐三 五魂殿内听到手下如此吹嘘 我直接一击将它们融化 软化成亿万亡灵大军的一份 身为千刃血的哥哥 斗罗大陆唯一的死灵魂师 我决定不再低调营远 虽然现在只有二十级魂力 而且还是没有拥有魂环的那种 但是却拥有一百个二十级魂力的骷髅 战斗力能达到魂尊和魂宗之间 这就是死灵五魂的可怕之处 五魂殿内我召唤出自己的五魂 一排排骷髅战士整齐的排列 没有任何的血肉 全部都是由骨架构成 骷髅战士脑壳里面有一个灵魂之火 如同鬼火一般跳动 这灵魂之火是骷髅战士的核心 同时也是控制骷髅战士的疏敛 大殿内千刀流看着眼前的骷髅战士 瞳瞳猛然一缩 骷髅战士周围死灵气息不断移动 给人一种危险的感觉 孩子 你的五魂很强大 天赋也很高 为何之前一直不修炼 从前并不想插手斗罗大陆的孙真 现在自己的亲妹妹千刃血受到唐三的欺误 让我这个做哥哥的怎能忍 我会杀尽所有跟五魂殿敌对的人 千刀流和千寻吉文言心头一跳 猛然颤动了一下 真是好大口气 即便他作为裁决长老 都不敢说出这句话 虽然这个小家伙年纪不大 但是妥妥是一个杀星啊 以后成长起来 也不知道会将这个世界弄成什么样的 转眼间又三年时间过去 这三年都在星斗大森林里面 带着千刃血猎杀魂兽 现在已经晋升到魂宗修为 凭借死灵核心 即便不使用召唤物 也能将魂圣直接砍死 剧情也跟原著中差不多发展 千寻吉被比比东吞噬 比比东成为新一代教皇 如此千刃血也九岁了 今年他将去天斗帝国执行潜伏任务 曾经数次劝过千刃血 让他不要去执行潜伏任务 但是千刃血就是不听 虽然作为死灵法师 对感情比较冷漠 但是当千刃血离开的时候 还是非常不舍 现在千刃血离开了 那就意味着自己的弱点没有了 死灵法师一人及天灾 千刀流作为裁决长老 却唯唯诺诺连一个堂号都不敢杀 这简直太傻了 五魂殿分裂成两派权力无法集中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来当这个柜子手 第一个阶段就是提升实力 另一个就是肃清五魂殿 到时候希望比比东 不要在玉小刚身上犯杀 这些年自己搬到星斗大森林里面居住 因为身上太多秘密 况且死灵核心需要凝聚杀气才能成疼 日出而杀日落而息 经过了几年在星斗大森林杀戮 我的修为也已经晋升到了魂盛 距离魂斗罗仅剩一步之遥 召唤物数量也提升到了一千 每天一千个骷髅战士 在星斗大森林里面肆虐 但是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因为刚刚光临供奉来报 千刀流叫自己返回五魂殿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魂师大赛开始了 想必千刀流也是因为这个叫自己回去的 回到供奉殿来到千刀流面前 十几年的光阴 一个气宣昂雨的少年缓缓走出 隐隐之间露出了一股杀法之意 爷爷 千刀流抬起头看了一眼 这几年爷爷将你隐藏起来 让你与杀戮相伴 你会不会怪爷爷 不会 只有自身实力够强 才能守护自己想要守护的人 只有自身实力够强 才能杀尽一切和五魂殿敌对的人 大陆的魂师大赛就开始了 你准备一下 我想让你作为五魂殿的秘密武器 一旦黄金一代不敌就出手 咱们五魂殿必须要拿到冠军 爷爷 你知道我的性格 让我参加魂师大赛可以 但是如果我遇到跟五魂殿敌对的势力 我可不会留情 在魂师大赛上 出现了两个危害五魂殿的毒瘤 第一个是唐三 另外一个是玉小刚 这两个都是必杀之人 千刀流文言沉没了两句 死子就是一个杀星啊 这种说话的语气 哪里是争求我的意见 分明就是来告诉我 在星斗大森林无尽杀戮 身上杀气环绕 说话兼杀伐之意 净显无疑 现在千刀流也不知道 我的真实实力 总之很可怕 因为三年前千刀流就亲眼看到 骷髅战士砍死过一个魂神 罢了 千刀流忽然叹了一口气 既然是五魂殿敌对的人 那就不必手下留情 不过你要注意分寸 这是大陆高级魂师大赛 所有人都在看你 你可不能搞出什么大乱的 不必手下留情吗 那就杀个天翻地覆吧 你只听到前半句话 至于后半句话被自动忽略了 负责魂师大赛总决赛维持秩序 拥有一千名骷髅战士 能够将整个比赛场地 围得水泄不同 如果没记错的话 浩天宗的唐浩已经潜入了五魂场 到时候就不要怪我 所有跟五魂殿敌对的人都该死 现在只是魂师大赛的预赛阶段 五魂广场上 现在已经开始搭建比赛场地 四周铺满阶梯座位 中央一个巨大的赛场 身为秩序长早早就在这里不放了 魂师大赛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要肃清一切拔出萝卜带出你 产出一切跟五魂殿敌对的事 与此同时叫黄殿 李比东头戴金黄头冠 发际高高盘起 手中拿着五魂殿的权杖 站在高堂之上 下方站着的是五魂殿 如今最出色的黄金一带 圣女胡烈娜 邪月 燕 这三人是五魂殿战队的主力 李比东目光往下面环视一圈 见黄金一带来起了 玄机公布刚刚供奉殿传达过来的指令 由于特殊原因 你们这支战队没有保送资格 如果你们想参加决赛 就必须参加预赛 从预赛一步一步打上来 李比东的声音很冷 胡烈娜是他的弟子 黄金一带也是他培养出来 每一个人都天赋卓越 乃是五魂殿最优秀的天骄 现在供奉殿一指命令 就废除了胡烈娜战队的保送资格 原因竟然是供奉殿要派出一支战队参战 供奉殿是信不过黄金一带了 就连区区一个魂师大赛都要插上 那些老家伙真的是活腻了 迟早我要吞噬的那群老家伙 就像吞噬千寻集一样 胡烈娜文言 身体僵住了一脉 目光看着自己老师 非常难以置信 老师这不是早就决定好了吗 我们是保送队伍 而且整个五魂学院 也没有比我们更厉害的队伍 你该不会是跟我开玩笑吧 邪悦 验这两个人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同样疑问地看着比比 这已经不单单是保送名额的问题 而是事关黄金一带的名誉 他们感觉现在自己的脸被打 啪啪作息 我没跟你开玩笑 而且这是供奉殿的命令 供奉殿要派出一个夜风的小队参战 并且作为种子队伍 直接保送到总决赛 所以你们才要参加预赛 比比东面无表情的开头 其实供奉殿强势插手魂师大赛 不但打了黄金一带的 就连他这个教皇的脸也被打了 但是现在他却不得不听 因为他不是那群老家伙的对手 比比东的声音在黄金一带脑海中炸弃 如同巨石投入海中一样 瞬间激起万虫蜡 气氛就这样沉默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吴烈娜顿了一下 抬起头看着比比东 声音有些歇斯底里 这个夜风是谁 我听都没听过 现在居然要挤掉我们的保送名额 我不同意 邪悦点头附额 就算是供奉殿 也不能这么不讲道 保送名额是我们黄金一带 岂能是他们说挤掉就挤掉 艳势火焰灵主 脾气最为暴躁 那个夜风算什么东西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号 让他来到我面前说 看我打不打死他就是了 听着黄金一带的声音 比比东也不好受 但是供奉殿已经插手了 而且还是 千道留那个老家伙的命令 这件事情已经关盖定论了 即便他们心里不舒服 那也没有办法 别说是黄金一带了 就连他这个教皇 也改变不了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比比东隐隐之中 有一种预感 很快就变天了 这时比比东举起手 在半空中挥了挥手 制止了黄金一带的声音 好了 此事由裁决长老千道留 亲自下命令 已经无法改变 如果你们想证明自己 那就参加预赛 杀入决赛 夺取冠军 这样子 你们就能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包括供奉殿那一群老家伙 可是 胡列纳文言 明显还想再说些什么 比比东却挥了挥手 声音中有些疲惫 好了 就这样吧 我有些倦了 黄金一带 只能无奈地退出去 胡列纳憋了一肚子闷气 从教皇殿走出来 现在都还愤愤不平 真是可恶 这个叶峰是谁 别让我在决赛上遇到你 要不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燕也是暴怒一声 供奉殿的供奉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纸命令 就将我们的保送名额挤掉了 有考虑过我们的情绪吗 真是一点公平都没有 身为供奉殿长老 连公平都做不到 我 原本燕还想再说什么的 却被协约扯了扯衣袖 好了 你们两个也不要再说了 供奉殿的命令 不是我们可以议论的 而且 教皇不是说了吗 让我们杀入决赛 狐猎那文言 直接踢了咽一脚 你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们的名额被挤掉了 你半点愤怒都没有吗 邪悦淡淡的开口 虽然被挤掉了名额 我也很愤怒 但是我却比你们冷静 供奉殿的命令 明显是改变不了了 如果我们想证明自己 只能按照教皇的办法去做 转眼间半个月时间过去了 明天就是魂师大赛总决赛 总决赛在五魂殿五魂广场举行 万众瞩目 参加总决赛的队伍 基本上都提前到达了五魂城 只有一些路途遥远的队伍还没到 但是没有影响 因为他们在决赛到来之前 肯定会到达的 除非他们不想参加总决赛了 此时 叶峰正在五魂广场上 做最后的布置 他不但要以种子选手的身份参加总决赛 而且还要维护好现场秩序 工作还是非常重要的 叶峰顿了一下 心念一动 前方空间中 突然出现了五百骷髅战士 骷髅战士排列有序 组成一个方阵 骷髅之间的间距完全一致 步伐统一 另行静止 如同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 每一位骷髅战士都经过了伪装 头上戴着屏蔽头盔 全身穿上屏蔽衣服 可以隔绝别人精神力探测 你们根据地图上的防御节点站岗 务必维持好明天总决赛的秩序 叶峰淡淡地开口 这五百骷髅战士都是他的召唤物 每一位都跟自己一样 是浑圣巅峰修为 虽然他可以用死灵核心传达命令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却更喜欢用嘴来说 这样会让他感觉到 自己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和这些亡灵不一样 吭枪 五百骷髅战士整气踏一步 整个武魂广场都震动了一下 随后按照地图上的标记去站岗 东边一百骷髅战士 南边一百骷髅战士 西边一百骷髅战士 北边一百骷髅战士 还有一百流动巡逻的骷髅战士 叶峰将整个武魂广场布置得滴水不漏 那些跟武魂殿敌对的势力 一旦冒头的话 他就会以雷霆之宿灭之 叶峰弟弟 忽然背后传来一阵悦耳的声音 虽然这一道声音数年未见 但是已经记忆深刻 就像刻在心窝里面不可磨灭的记忆一样 叶峰回过头露出一个久违的笑容 都说了 要叫我哥哥 此刻 千刃雪的身体已经彻底张开 一套金色的连衣裙 从肩膀一直挂到脚踝处 肩膀处两个窝 如同玫瑰花一样绽放 透过脖子处 能看到其肌肤圣雪的皮肤 跟金色的连衣裙衬托起来 显得非常高贵 呵呵 你怎么不叫我弟弟 我个子比你高 你应该叫我哥哥 我就不叫 从小千刃雪 就跟自己这样子斗嘴 谁也不让谁 这一幕瞬间将叶峰 拉到童年的回忆中 从出生开始 自己就一直与黑暗相伴 是这个女孩 给自己唯一一道亮光 叶峰黑暗的心 早就住了一个人 之前她跟千刀刘说要守护 那就是守护这个 能给自己带来光明的女孩 片刻 叶峰沉默了一下 随后露出一抹笑容 小雪 你不是魂师大赛组委会的人吗 怎么现在 噓 千刃雪文言 脸色一变 伸出一根比羊枝还嫩滑的手指 瞬间捂住叶峰的嘴巴 然后目光往四周看了两眼 见没有任何人在周围 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去天斗帝国潜伏是绝密任务 绝对不可以有半分的暴露 叶峰 你小声点 我是偷偷来见你的 小心隔墙有耳 这时候叶峰也反应过来了 千刃雪执行秘密任务 刚有空返回五魂城 第一时间就是来看自己 这就说明了 自己在千刃雪心中 也是非常重要的 指缘赶军一回顾 使我思君朝与目 魂随君去终不回 绵绵相思未君苦 天涯地角有穷石 唯有相思无尽处 叶峰和千刃雪坐在一起 相互互诉忠常 谁言不懂相思苦 朝朝暮暮想相见 相聚总是短暂的 刹那间 一个小时便过去了 千刃雪也带返回 天斗帝国队伍中 要不然时间久了 会引发别人的怀疑 叶峰 我先回去了 嗯 叶峰微微点头 随后便目送千刃雪离开 当千刃雪完全离开了之后 他脸上的笑容 瞬间又消失了 重新恢复冰冷 他的双手早已沾满鲜血 笑容永远只为一个人绽放 就在这时 背后忽然传来一声冷冷的声音 你就是叶峰 胡莲娜带着黄金一带 刚好路过武魂广场 听到了千刃雪最后说的那句话 心底忽然炸毛了 他讨厌极了这个叶峰 叶峰抢了他的保送名额 让他多参加了十多场比赛 才成功进入决赛 虽然在预赛中 他们都是以碾压的优势 获得胜利的 但是被抢掉了保送名额 就是非常不爽 旁边的燕听说 眼前这个男子就是叶峰 也充满怒火地走了过去 好在旁边的斜月 看到情况不对 急忙忙将燕拉住了 要不然的话 双方起冲突就有点难搞了 现在大赛开幕前夕 最令人讨厌的就是窝里斗 你有诗 叶峰冷冷地反问一句 虽然黄金一带 在整个大陆中 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但是在他眼里 还真算不了什么 听说 你挤掉了我们的保送名额 你很厉害吗 本圣女命令 你将你的魂师队伍叫出来 我倒要看一下 你凭什么取掉我的队伍 胡烈娜用精神力查探了一下 看不透叶峰的修为 平白无故被挤掉名额 他自然是非常愤怒的 如果叶峰是比黄金一带厉害 就算挤掉了名额 他也不会说什么的 但是现在 自己输得不明不白的 就连自己的对方的队伍 都没有见过 胡烈娜自然是非常不服气的 无聊 叶峰冷冷地说一句 随后便准备离开 魂师队伍 他根本没有队伍 对付这群小屁孩 他一个就足矣 他为死灵魂师 一人即天灾 只有绵羊 才会扎堆成群 狼手都是一人独行的 你你 你给我站住 本圣女的命令 你没有听到吗 胡烈娜见叶峰要走 心头一急 直接往前走两步 挡在叶峰面前 给我滚 叶峰皱了皱眉 杀气闭露 独属于死灵魂师的死灵气息 透体而出 冰冷 邪恶 无情 黑暗 胡烈娜被这股冰冷的气息 冲击了一下 脸色一变 一股恐惧从脊梁处升起 额头上瞬间冷汗直冒 随之身体经不住地让开了路 邪悦和燕 也被这股气息吓了一跳 那是一股恍若深渊一般的气息 这股气息 令他们连反抗的心思都生不出来 叶峰到底是什么修为 怎么感觉 其身上的气势 比局长老还强 局长老是封号斗罗 也是陪伴他们长大的一名老者 片刻 胡烈娜忽然反应过来了 虽然心底依旧非常害怕 但是除了害怕之外 更多的是愤怒 无边的愤怒 她作为五魂殿的圣女 从来都是要封的封 要语得语的 含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里怕摔了 现在 而且这个人还叫我滚 马德 胡烈娜气炸了 目光中非常难以置信 她没有想到 五魂殿养的一条狗 居然反咬主人了 你居然吼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胡烈娜大吼一声 叶峰继续往前面走去 难得理会对方的无理取闹 在她眼里 没有所谓的圣女 如果胡烈娜惹了自己照杀不误 见叶峰还继续往前走 胡烈娜更加愤怒了 体内魂力涌动 背后露出粉红色的狐狸尾巴 声音杀意乍现 站住 本圣女命令你站住 叶峰文言 微微一顿 转过头看着胡烈娜 那死灵气息随之扑面而来 那双眼睛 黑暗且不带有任何感情 怎么说呢 就好像看向尸体的感觉 嗯 就是这样 黄金一带脸色一变 顿时浑身打了一个寒颤 经不住又后退了一步 圣女 我就是 看在你是圣女的份上 现在才不杀你 要不然的话 你早就死了 而且给你一条忠告 千万不要勾结外人 背叛武魂殿 否则的话 即便你是武魂殿圣女 我都必杀你 叶峰说完之后 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他的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脚步很慢 黄金一带 却没有一个人敢拦的 刚刚叶峰给他们的压迫感 是巨大的 甚至造成了心理阴影 这人不但修为强大 而且身上充满了杀气 目光不加带一丝感应 叶峰绝对杀过人 而且还是不止一个 黄金一带知道 如果自己在这个时候 触怒了叶峰的话 自己真的会死的 片刻之后 叶峰彻底走远了 黄金一带才回过神来 尤其是胡烈娜 直接就炸毛了 一脚踢在旁边的台阶上 但是台阶是经过 特殊加固的 可以承担封号 斗罗级别以下的攻击 一阵痴痛传来 胡烈娜猛然缩回那只臭脚 可恶 那个臭叶峰 居然不叫我放在眼里 我要杀了他 杀了他 胡烈娜气急了 胸脯一鼓一鼓的 燕走过来 抬起头看了胡烈娜一眼 顿时知道 这是自己献殷勤的时候 而且 那个叫做叶峰的 着实可恶 烈娜 叶峰实在欺人太甚了 我这去就帮你杀了他 黄金一带中 还是邪悦最冷静 现在回想起 叶峰刚刚透露出来的气息 他知道这个人不简单 连忙呵斥一声 够了 燕你给我冷静一点 现在总决赛开启再急 现在还是不要招惹叶峰了 以后 咱们有的是机会教训这个家伙 燕文言 虽然心中愤愤不平 但是也缓慢冷静下去了 哼 那我就先放他一马 等在浑石大赛上 我一定将对方打得满地找牙 夜幕降临 叶峰没有离开武魂广场 这里是总决赛比赛场地 万万不可失 他作为这次总决赛的秩序长 保证总决赛的运转 责无旁贷 而且他知道 在这场总决赛中 混进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其中一个是唐浩 另外一个 是十万年柔骨魅图小五 这让他的责任更重了 叶峰站在武魂广场旁边一处高楼处 银色的月光倾洒在其脸上 暗红色的双眸在黑暗中涌动 如同鬼火一样 注视着整个武魂广场 参赛队伍以及组委成员都到了 他除了维护秩序之外 还有保障这些参赛队伍安全的义务 虽然说在原著剧情中 总决赛前夕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但是现在因为多了自己这个变故 谁也说不准 突然 叶峰瞳孔一缩 猛然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正在凭借着夜色 缓慢向教皇殿走去 那人中等身材 黑色头发三七分开 发际线很厚 裹字脸 长得相貌 和前世那些造假的假大师差不多 这是 玉小刚 叶峰嘴角一勾 随后直接从高楼上一跃而下 在空中翻滚了两下泄力 然后平稳落在地上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想要知道 这时候玉小刚去教皇殿做什么 找比比东私会 比比东啊 我希望你不要因此犯错 玉小刚只是一个外人 如果你跟外人藕断丝连 出卖魂师大赛的情报 那我将亲手斩断你最后一丝幻想 与此同时 玉小刚来到了教皇殿前方 教皇殿是比比东的 亲信魂师军团在巡逻 虽然说叶峰是魂师大赛的秩序长 但是也管不到教皇殿 教皇殿里面是没有他的骷髅守卫的 玉小刚往周围看了两眼 现在夜幕降临了 周围没有什么人 正好是自己偷偷见比比东的好时刻 我的冬儿 当初你偷偷给了我五魂秘籍 那就是证明自己的东西 只要我能带领史莱克 在魂师大赛上夺冠 就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大师了 现在你可得再帮帮我 玉小刚收集过情报 原本是五魂殿的黄金一带的魂师队伍 获得保送名额的 现在却被替换上来了 而且换了一只不知名的队伍保送 这只队伍的成员信息全程保密 他根本查探不到 为之是最可怕的 玉小刚此行的目的是来向比比东 打探那只种子队伍的队员信息的 如果能够得到五魂殿种子队伍的信息 史莱克学院战队的胜算却大为增加 玉小刚走到守卫面前 淡淡地开口 我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大师玉小刚 求见五魂殿教皇 麻烦去通报一下 这些守卫都是比比东的亲信 正在犹豫着 是否要给比比东通报的时候 叶峰赫然带着一群黑衣人出现 这些黑衣人都是骷髅战士装扮的 因为都戴上了头盔 以及穿上防止精神力探查的衣服 所以没有人能够看穿 等等 魂尸大赛期间 禁止其他成员的人靠近教皇殿 你有什么事情 由我带交给教皇就行了 叶峰一步踏出 来到众人面前 身后跟着十位黑衣人 一时间杀气扑面而来 这些黑衣人都是亡灵 身上自带杀气 与比比东那些没见过血的守卫 有天壤之别 随着叶峰的靠近 比比东的亲信脸色变了一下 随之恭敬地点点头 秩序长 叶峰微微点头 魂尸大赛期间 外人禁止靠近教皇殿 以防教皇有危险 而等可知道 是 下次我一定不放任何人进来了 守卫正了一下 随之额头上冷汗直冒 教皇曾经给他们开过会 魂尸大赛全程由供奉殿负责 而叶峰则是这次的秩序长 拥有先斩后奏的权力 咱们也惹不起啊 叶峰眉头这才微微输 他强忍着心中的杀意 虽然说 现在他就想立马杀了玉小刚 但是师出无名 而且整个天下都在看着 他也只能等待了 等待小五在魂尸大赛上暴露 等待唐浩的出现 这样子 他就能借机肃清 一切跟五魂殿敌对的势力 玉小刚文言 身体忽然僵了一下 他没想到 自己的计划都还没开始就泡汤了 可是 如果没有拿到五魂殿种子队伍的 袁信息 史莱克的胜算渺茫啊 你是什么意思 现在连拜访教皇的机会都不给了吗 玉小刚咬咬牙开口 教皇又启示你这个外人想见就见的 赶紧给我滚 要不然的话 我就不客气了 玉小刚的尾巴一翘起来 叶峰就大概知道对方想什么了 这时候 玉小刚败剑比比东 无非就是为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看他的冬儿 第二件事呢 自然是为了魂尸大赛 只要往这个方向想 就很容易猜出玉小刚的目的了 想要得到魂尸大赛的情报 想都别想 叶峰带领骷髅战士 如同两排钢铁栅栏一样 住在玉小刚面前 你 我可不是外人 我是五魂殿的长老 玉小刚心底一阵气节 顿时好像想到了什么 从魂倒气中 拿出一块象征着五魂殿的令牌 这是五魂殿的长老令牌 当初前朝唐号送的时候 送给玉小刚的 后面比比东亲自承认了 其长老的身份 玉小刚就是凭借这块令牌 多次进入教皇殿跟比比东优惠 比比东的亲信 看到玉小刚拿出长老令牌的时候 顿时又有些琢磨不定了 这个长老令牌 好像是真的 要不要去通报一下 然而 接下来叶峰的一句话 又直接让他们否定了这个想法 五魂殿只有九大长老 而你明显不是这九大长老 这长老令牌分明就是假的 说着 叶峰一把出现在玉小刚面前 趁这个家伙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瞬间将对方的令牌抢过来 丢进系统空间中 玉小刚是他这次必杀的人 但是却不是现在 现在在教皇殿附近 一旦杀玉小刚 比比东会直接炸毛的 而且现在也不是杀玉小刚的时候 叶峰的计划 是借助这次魂尸大赛肃清一切 将那些和五魂殿敌对的爪牙 全都揪出来 然后再一一灭之 玉小刚将会是影子 听了叶峰的话之后 比比东的亲信也反应过来了 是啊 五魂殿只有九个长老 这九个长老中 根本就没有包括玉小刚 其中长老令牌是怎么来的 值得商榷 见叶峰抢了自己的长老令牌 玉小刚脸色瞬间一变 这可是他偷偷见比比东的令牌啊 现在居然被人抢了 他根本接受不了 原本想要跟叶峰拼命的 但是看了叶峰 以及叶峰身后的守卫两眼 对方明显强于自己 如果自己动手的话 只不过是找死罢了 玉小刚只能愤怒地开口 你五魂殿什么意思 我身为五魂殿的长老 你们不给我去见教皇就算了 还将我的令牌抢了 难道你们不怕 被天下人耻笑吗 想要道德绑架我 没都没有 我是死灵魂师 没有所谓的道德 却能道德绑架别人 你的长老令牌 我就替你保管了 等我找教皇何事清楚 如果是真的令牌 我会在魂师大赛结束之后 归还你 如果令牌是假的话 那么 叶峰没有将后半句话说出来 但是身上不断涌动的杀气 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 杀气扑面来 玉小刚经不住后退一步 刚刚叶峰露出来的恶杀气 令他有一股窒息的感觉 你 你们怎么这样 玉小刚畏惧地开口 想要拿回自己的令牌 却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心头经不住极了 哼 我就是这样的 给我滚吧 叶峰挥了挥手 你又我不去见教皇了 你将长老令牌还给我吧 玉小刚沉默了一下开口 滚 如果你再不走的话 那你就不用走了 鬼鬼祟祟的靠近教皇殿 还伪造长老令牌 其最可诛 叶峰的话都还没说完 玉小刚就逃命似的 拼命往远方逃跑了 这么大一个高帽子扣下来 谁顶得住啊 而且 他从叶峰身上 感到了确确切切的杀气 如果自己不走的话 那个秩序长 可能真的会杀了自己的 玉小刚在返回史莱克的营地上 脸上一阵懊悔 刚刚不但没有打探到 武魂殿的战队队员信息 反而让自己失去了长老令牌 偷鸡不成18米了 唉 玉小刚刚回到史莱克的营地 以唐三为首的史莱克七怪 瞬间围了上来 目光中带着一丝期待 唐三目光看着玉小刚 淡淡地问 老师 有打探到武魂殿种子队伍的成员信息吗 随着唐三的声音落下 剩下的史莱克六怪 也明显带着七代的目光 充满了期待 是否能打探出 武魂殿种子队伍的信息 对于他们是否能够获取冠军 非常重要 原本他们只是 有些重视武魂殿战队的 并没有真正感到害怕 史莱克七怪 一起经历了很多很多 七怪同心 他们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战无不胜 夺取这次魂师大赛的冠军的 但是他们看到武魂殿预赛的队伍时 也就是胡列纳的战队 胡列纳战队在预赛中 可谓是亮耀至极 一路斩五关锅六将 在整个预赛队伍中 没有一个人是胡列纳战队的对手 虽然史莱克 如果让他们史莱克战队 对上胡列纳战队的话 他们同样没有把握 可是 即便如此 胡列纳战队都无法获得 武魂殿的保送资格 可想而知 武魂殿保送那只种子队伍 到底有多强大 但是他们史莱克 又对武魂殿的种子队伍一无所知 所以他们才会派出玉小刚 去打探武魂殿种子队伍的信息的 小三 失败了 我都还没有靠近教皇殿 就被武魂殿的人赶了出来了 恐怕在总决赛上 我帮不了你们的忙了 在总决赛上 一切靠你们自己 玉小刚无奈地开口 他没有将刚才自己的长老令牌 被抢这件事情说出来 因为他觉得 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戴木白文言 眉头不断地跳动 史莱克奇怪中 也就他的性格是最暴躁了 哼 不就是一只藏头露脸的种子队伍吗 这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史莱克 奇怪连心 夺取冠军又有何难 不遇到那只种子队伍就算了 一旦让我遇到那只种子队伍 一定将对方打得满地找牙 唐三皱了皱眉 穆白 咱们还是别轻视对手 我们对胡莲娜那只队伍都没有把握 更不要说五魂店的种子队伍了 小五将头伸过来 淡淡地说了一声 咱们奇怪一心 不管敌人如何 我相信我们都能赢的 唐三微微点头 小五说得好 第二天早上 魂师大赛总决赛准时开幕 所有组委成员 以及参赛队伍都就位 总决赛采取的是淘太制 一共34支队伍 决出前六强 然后前六强再决出最后的冠军 叶峰作为种子选手 自然是有特权的 决赛第一轮就轮空了 第一场比赛 他不用出场 就将精力全部放在 武魂广场周围的防御上面 他知道这时候 唐浩必然已经潜入了武魂城了 只是不知道对方现在在哪里 叶峰需要做的 就是尽可能地将唐浩找出来 能找出来的话 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找不出来的话 也没有关系 他已经设计好了一切 只要将总决赛按部就班地推下去 就能够将这群以武魂殿敌队的人引出来 然后肃清一切 随着第一轮总决赛的开始 也将现场中的气氛 以及观众的气氛 推向顶点 无数人为自己看中的魂师队伍 欢呼呐喊 手舞足蹈 但是也有一些人感觉到了 这场比赛的不同寻常 比如说七宝流离宗的宗主宁风志 剑说 你看到武魂广场周围 维持秩序的黑衣人了吗 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剑斗罗文言 目光盯着那群黑衣人好一会 这才缓缓地开口 不清楚 宗主 我看不透他们 或许他们是武魂殿的秘密魂师军团 宁风志文言 眉头皱得更深了 竟然连剑书都看不清那群黑衣人 不对劲啊 在七宝流离宗的情报中 可从来都没有说 武魂殿有这么一群黑衣人 随后 又转过头 对着古斗罗问 古书 你觉得呢 古斗罗怪笑一声 我也看不透他们 但是莫名地对他们有一种熟悉感 好像对方跟我就是同类一样 不对 或许比我邪恶一点 毕竟 我身上可没有他们身上 那种邪恶的死灵气息 跟古斗罗是同类 亡灵 骨头 这场浑石大赛 越来越诡异了 看不透啊 只是希望 不要出现什么意外 宁风志在心里安慰自己一生 却不知道为什么 越安慰自己 心底就变得越慌 那种不祥的预感 就变得越来越强烈 只是他又找不到 这股不祥的预感 来源于哪里 仅仅一会儿 第一轮比赛就降下了帷幕 拥有绝对实力的队伍 分别有 胡烈娜战队 史莱克战队 新神风战队 叶峰也没有找到唐浩的踪迹 很快第二轮决赛又开始 幸运的是 叶峰再一次轮空了 一直到决出前六强的决赛 才抽到叶峰出场 他的对手 是雷霆学院战队的人 叶峰放下手头的工作 正准备往武魂广场走去 却忽然被胡烈娜战队拦住了 胡烈娜带着两个黄金一带的狗腿子 出现在叶峰面前 刚刚胡烈娜催骨拉朽击败对手 用时不到三十秒 表现可是非常亮眼的 现在不是过来耀武扬威了吗 正所谓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双方一见面就开始嘲讽了起来 胡烈娜撅起嘴巴 很凶的开口 叶峰 刚刚你看到我的比赛了吗 直接将敌方队伍秒杀 你能做到吗 挤掉了我们的种子队伍名额 却不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如果待会给武魂殿丢人现眼的话 我一定会杀你了的 即便供奉殿也护不了你 我的老师可是叫黄比比东 叶峰却懒得理胡烈娜 一个只懂得任性的小姑娘 一点挫折都受不起的刁蛮 如果没有我插手总决赛的话 你们的冠军就不保了 你还在这里自我感觉良好 你你给我站住 本圣女跟你说话 你为什么因我 胡烈娜想冲上去拦住叶峰 脑海中又浮现了昨晚的情景 顿时忍住了 那只臭叶峰可是真的敢杀人的 叶峰没有说话 只是对着胡烈娜做了一个口刑 然后就直接往比赛现场走上去了 然而 就是这个口刑让胡烈娜直接狂抓 因为叶峰所说的话 可是跟昨晚威胁自己话一模一样 他日 你若为了外人背叛五魂殿 我必杀你 可恶 妈的 我可是五魂殿圣女 怎么可能背叛五魂殿呢 这个臭叶峰实在太可恶了 如果你在总决赛中 没有什么成绩的话 看我整不整你就是了 另一边 比比东正坐在楼阁中 楼阁处于高位 坐在楼阁里面的人物 可以清晰地看到五魂广场上面的比赛 比比东看着叶峰的一举一动 心中早就不爽他了 原因无他 只是因为他从叶峰眼中 看不出任何对自己的尊敬 尤其是昨晚我亲爱的玉小刚大师来见我 居然被叶峰拒之门外了 后面比比东听到自己亲信说是 叶峰不让他们进来通报的 更是怒火中烧 什么时候供奉殿收养的人 可以管到我叫黄殿了 这可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啊 况且 你还将玉小刚的长老令牌没收了 这可是触怒到比比东逆临了 如果玉小刚没了令牌 如何来动我优惠 没想到 昨晚的事情 我都还没有找你算账 现在 你又欺负起我的弟子胡莲娜了 真当我是尼捏的不成 比比东顿时更加不爽叶峰了 暗自觉得 如果在这次比赛中 叶峰错失荆州 他就问罪叶峰 随待弹劾那一群老家伙 我可是教皇 五魂殿最高权力的人 你供奉电稿独立 不听宣不听照这是什么意思 教皇 看起来你好像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谁惹怒了你 是不是那个叶峰 我帮你杀了他 菊豆罗抬起头 看了比比东一眼 随后又低了下去 声音却阴柔的像个女人一样 专心看你的比赛吧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比比东冷冷地开口 眼睛甚至都没有看菊豆罗一眼 他只是将菊豆罗 当成一条狗而已 而一条狗是没有人权的 也不配拥有自己的尊重 菊豆罗文言 瞬间沉默了下去 虽然比比东不说 但是他心里 已经有了大概猜测 教皇恐怕不喜欢叶峰这个人 另一边 叶峰已经带着六名骷髅战士 走入擂台中 这些骷髅战士 带有屏蔽头盔 以及屏蔽铠甲 让人看不清其中相貌 跟外面巡逻的骷髅战士 有五六分相似 但是又截然不同 因为害怕被其他人认出来 叶峰专门为战队成员做了伪装 叶峰的队伍一出场 就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首先是史莱克学院玉小刚 然后新神风学院 天斗皇家学院 在场中所有人都对叶峰非常关注 这是五魂殿的保送队伍 也就是种子队伍 五魂殿的种子队伍 第一次亮相 就将众人震惊的不清 队长叶峰走在六名队员背后 脸色冷酷 看起来不善言辞的样子 那六名队员就更怪了 穿着一模一样的铠甲和头盔 并且这些都隔绝了精神力探测 众人根本得不到这些队员的信息 这些队员一上来之后 就闷在原地 一句话也不说 静静地等待 裁判宣布比赛开始 一直不说话 酷是酷了一点 可是 这也太高冷了吧 宁峰智对这个叶峰非常感兴趣 连忙转过头 对着雪清禾问 太子殿下 你是魂师大赛的组委成员 有关于叶峰队伍的信息吗 雪清禾也就是千任雪 千任雪在天斗帝国执行秘密任务 现在已经成功取代太子雪清禾 千任雪抬起头 看了叶峰一眼 这是自己的叶峰哥哥 昨晚匆匆见一面 还没有来得及问叶峰哥哥的实力怎么样 对魂师大赛有没有把握 会不会有风险 玲珑头子安红豆 入骨相思之不知 若我相思门 知我相思苦 问君安好 魂师大赛 你一定会平安胜出的吧 顿了片刻 千任雪回过神来 目光看向宁峰智 嘴角微微一笑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叶峰这支队伍的 是符合要求的 无论是年龄 还是魂师大赛的具体细则 都完全符合 宁峰智善善地收回目光 心里感叹一句 五魂殿对种子队伍的保密工作 可是做得真的好啊 看来这次史莱克学院 和天斗皇家学院 想要进入前三甲 会非常难 至于冠军的话 或许就是 那只以叶峰为首的种子队伍了 另一边 在叶峰打量着雷霆学院战队的同时 雷霆战队的成员 也在打量着叶峰 雷霆战队的队长是玉天星 是蓝殿 霸王家族在后面扶持的 能够一路杀到了决赛 其中实力自然也是不容小觑的 玉天星看着叶峰 非常认真了起来 即便叶峰队伍魂殿的种子队伍 但是自己是四大元素学院之一 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虽然种子队伍很强 但是他 还是决定要争一争 是时候 裁判的声音传过来了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玉天星目光一直在叶峰身上 警惕万分 头也不回地微微回答 准备好了 叶峰也微微点头 裁判举起法令旗 从半空中用力 猛然往下一打 随之一声洪亮的声音便传遍了整个武魂广场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比赛开始 随着比赛开始声音落下 原本玉天星还想客套一下的 没想到下一秒 他 就看到叶峰的六个队员 踢着刀上来了 他以为这是武魂 其实则是骷髅战士的骨刀 骨刀很短 只有区区半米的样子 厚度却很厚 怎么说呢 就跟菜刀差不多 啥 骷髅战士整齐往前踏一步 死灵气息扑面来 速度非常快 玉天星脸色微微一变 感到非常大压力 随后后退一步 他作为战队长 自然不会害怕 迅速向队员们布置战术 防御魂师站前方 输出魂师在中间 用力猛输出 辅助魂师在最后辅助 玉天星的安排很好 是常规比赛中的战阵 任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玉小刚目光看着玉天星的布置 也是连连点头 这是武魂殿种子队伍的第一次亮相 希望雷霆战队多坚持一会吧 这样子 自己就能分析出 叶峰队伍的成员信息了 宁峰至目光武魂殿的队员 皱起眉头 一言不发 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叶峰的六位队员 和旁边的守卫黑衣人的气息有点像 这场总决赛越来越诡异了 看来 自己这次将剑书 古书带上是明智的 踏踏 骷髅战士又一脚踏出 深周的死灵气息越来越浓烈 速度越来越快 只不过是对付一群魂宗以下的小卡拉米而已 叶峰不想浪费时间 直接操控骷髅战士冲过去 玉天星看到对方来势冲冲 连忙组织队伍进行反击 擂台上瞬间出现了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魂迹 可是这对这群魂胜巅峰的骷髅战士 根本无法造成任何影响 杀 踏踏踏 骷髅战士手中的菜刀高高举起 再次落下时 已经架在雷霆学院战队的所有成员脖子上 其中有一名骷髅战士的菜刀 更是凭借长度 直接架在两名雷霆学院队员身上 玉天星瞳孔一缩 感受到脖子处的刺痛 他不敢动分毫 因为他感觉到对方的菜刀已经切开了皮肤 挂在自己脖子上的大动脉上 如果自己再乱动一下的话 那柄菜刀就会切开自己的大动脉 命损当场 秒杀 自己居然被叶峰队伍秒杀了 玉天星喃喃一声 许是感到了什么 脸色更是火辣辣的 刚刚裤子湿答答的 自己竟然被吓尿了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啊 叶峰顿了一下 随后就带着六名队员 直接跳下了擂台 现在好戏才刚开场 雷霆学院只不过是小卡拉米而已 他的剑指的是史莱克学院 魂师大赛上不能杀人 那我杀魂兽可以了吧 小五可是十万年魂兽 只要拿捏住小五 唐三必然会发疯 到时候就能引出唐号 拔出萝卜带出泥 肃清一切跟五魂殿敌对的势力 裁判愣了两秒 这才反应过来 叶峰的队伍实在太快了 前前后后连两秒钟都没有 而且还是 直接将刀架在雷霆学院战队队员的脖子上 如此恐怖的一幕 他还是第一次见 刚刚叶峰队伍不但胜利了 而且还拥有秒杀雷霆队伍的实力 如果这不是比赛 那七人已经变成冰冷冷的尸体了 裁判高高举起旗子 洪亮的声音便传遍了全场 五魂殿种子队伍获胜 进入总决赛前六强 比赛暂停休整 明天决出大赛冠军 随着裁判的声音落下 这不但意味着 叶峰取得了胜利 还意味着决赛前六强产生了 任谁也没有想到 这次大赛 竟然以这样的方式落幕 五魂殿种子队伍 没有花里胡哨的魂迹 有的只是最简单粗暴的砍击 叶峰的队员提着菜刀 一人一刀便解决了比赛 甚至连叶峰这个队长都没有出手 不但史莱克的人惊呆了 就连五魂殿的黄金一带都惊呆了 胡烈娜待在原地 目光看着叶峰 到目前为止 他都不知道 叶峰那六名队员哪里来的 也不知道叶峰是怎么样赢得比赛的 提着菜刀上去 就能赢得比赛 是雷霆战队太弱了 还是叶峰太强了 再强也不可能被秒杀呀 除非叶峰的实力 远远超过雷霆战队的实力 一想到这里 胡烈娜瞳孔缩了一下 美眸中目光不断流转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邪悦顿了一下 第一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这个叶峰是哪里来的怪物 我怎么感觉 即便是我和叶峰战队对上 也会被瞬间秒杀的感觉 燕粗暴的冷哼一声 对着邪悦的声音有点不善 邪悦 你别老是长别人威风 灭自己志气行不行 虽然叶峰很强 但是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咱们又不是雷霆战队那一群水货 如果我们对上叶峰的队伍 胜负还未可知 胡烈娜也不知道是什么心情 沉默不语 另一边 正在楼阁中的比比东 看到叶峰这么轻易赢得了比赛 瞳孔也是猛然缩了一下 然后自嘲一声 也不知道供奉殿从哪里找来的怪物 竟然一人秒杀一支队伍 没错 是一人秒杀一支队伍 比比东作为武魂殿的教皇 自然是知道叶峰的一些内幕的 这是千道流告诉他的 叶峰是一个死灵魂师 而且是召唤系的 一个人加上召唤物 就能形成一支战队 再加上外面正在镇守武魂广场的黑衣人 也是叶峰的召唤物 比比东越想就越觉得头皮发麻 粗略估计这些召唤物都有几百了吧 世界上真的有死灵魂师吗 这也太变态了吧 比比东作为世界上首个双身武魂强者 第一次对一个后辈产生了恐惧 如果叶峰真的那么强大的话 以后自己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叶峰是天使一脉的人 根本就不遵自己这个教皇 以后也是供奉殿的天骄 供奉殿一直都想让少主千任雪上位 再加上有了这个死灵魂师 一人即天灾 以后供奉殿肯定更加嚣张了 比比东眉头微微皱起来 忽然间产生要除掉叶峰的想法 就如当初除掉千寻几一样 但是仅仅片刻就被他否认了这个想法 现在叶峰是供奉殿的蠢 可不是那么容易除掉的 就算能除掉 也必然会造成供奉殿的发疯 到时候自己还能不能坐稳教皇这个位置 都是未知数 既然不能回去的话 那我就招揽 供奉殿能够给叶峰的东西 我也可以给 一想到这里 比比东心头顿时有了计较 转过头 看着橘斗罗嘴唇倾起 月官 教皇 橘斗罗对着比比东恭敬地拱了拱手 你晚上亲自去找一下叶峰 邀请他加入教皇殿 并且将裕小刚的长老令牌要回来 比比东淡淡地开口 橘斗罗作为比比东的左右手 自然知道裕小刚的长老令牌是真的 甚至他还看到过 比比东和裕小刚在教皇殿交流五魂修炼心得 好 橘斗罗点头答应 随后好像想到了什么 连忙又问了一句 若是叶峰不愿意 该如何 比比东冷冷地回答 不惜一切代价 不惜一切代价 要回五魂殿令牌 橘斗罗正了一下 微微点头 明白了过来 只是你真的明白吗 比比东可是让你不惜一切代价 邀请叶峰加入五魂殿 不是不惜一切代价 要回长老令牌 在橘斗罗眼里 教皇早就看叶峰不爽了 但是又因为 忌惮叶峰是供奉殿的人 却敢怒不敢言 现在邀请叶峰加入五魂殿 只是一个幌子 主要目的是夺回长老令牌 顺便敲打敲打叶峰 让叶峰知道 谁才是五魂殿的最高权力者 橘斗罗暗自决定 如果叶峰识食物的话还好 如果不识食物的话 他一定让叶峰吃吃苦头 夜幕降临 五魂城好像一个正在睡醒的巨师 万家灯火点亮 城市中最为繁华的夜市 也逐渐开幕 但是有一个地方 始终漆黑如墨 那就是五魂广场 叶峰正站在五魂广场中央巡逻 他不喜欢光 骷髅战士更不需要光 相反在黑暗中 总决赛前六强已经诞生 明天就是自己计划的最后一环 肃清五魂殿的所有敌人 到时候 唐浩 唐三 玉小刚 都通通要死 只是唯一可惜的是 他找了两天 都没有找到唐浩的身影 这让他有些遗憾 如果能够提前找到唐浩 自己的计划胜算会更大一点 但是没找到 也没有关系 没有人能够阻止自己的肃清计划 所有反抗的 皆是我的敌人 叶峰就这样静静地 坐在五魂广场中央 双眸紧闭 虽然说他知道 总决赛产生意外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他依旧尽职尽责 不仅因为他是秩序长 更是因为他的计划 忽然间 叶峰紧闭的双眸 猛然张开 新红色的双眸 如同两团鬼火一样 紧紧地看着前方的黑暗处 鬼鬼祟祟的 出来吧 叶峰冷冷地开口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周围五百骷髅战士 已经开始缓慢围过来 虽然他已经感应到了 来人是菊斗罗 但是菊斗罗未必不是自己的敌人 他这辈子 只认两个亲人 第一个是养我的千道流 另外一个 是我要守护的千人血 除此之外 皆可为敌 小心点总无大错 姐姐小家伙 你警惕性不错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菊斗罗怪笑一声 随之从黑暗中走出 用那阴柔的目光盯着夜风 作者正在上推荐 求各位读者加一下收藏 以及每天追读 非常感激不尽 菊斗罗穿着一套大红色的礼服 皮肤如同婴儿一般嫩滑 相貌妖艳 如果不是喉咙中微微凸起的猴姐 人们根本看不出来 他是一个男人 菊斗罗十足的娘娘腔 有传闻 他跟鬼斗罗有一腿 有事吗 夜风并没有回答菊斗罗的话 而是冷冷地吐了一句话 他不善言辞 擅长的是杀戮 人类的世界太复杂了 如果杀戮能够解决问题 他绝对不会跟对方婆婆妈妈的 虽然不知道菊斗罗为什么来找自己 但是如果菊斗罗来找自己麻烦的话 他不介意送对方上西天 那一千名骷髅战士应该可以将菊斗罗砍死了吧 而且一旦出现意外的话 夜风还有绝杀底牌 只不过这个底牌 他给唐浩用的暂时不准备暴露 菊斗罗文言嘴角抽出了一下 目光看着夜风 你可真是很狂啊 我身为五魂殿长老 你是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的 既然比比东都让我敲打敲打你 那么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 要不然的话 有的是苦头给你吃 教皇命令你加入五魂殿 并归还玉小刚的长老令牌 哦 顿了一下微微一笑 随之那充满玩味的声音又传过来了 这句话是比比东让你说的 还是你自己说的 菊斗罗愣了一下 疑问的开口有区别吗 夜风冷冷的开口 当然有 如果是比比东让你说的 那麻烦你转告他 让他亲自来跟我说 如果是你说的 那么不好意思了 你并没有全力命令我 你菊斗罗文言嘴角气的直打啰嗦 真是好大口气啊 让教皇亲自跟你说 凭什么 难道因为你脸大 供奉殿之所以成为超然的存在 那是因为七大供奉乃是五魂殿的最高战力 而你凭什么 夜风 我希望你不要不是太决 现在 你加入五魂殿并归还长老令牌 以后咱们还有可能成为同事 现在我再问一次 你到底 然而菊斗罗的话都还没有说完 就被叶峰粗暴地打断了 不好意思 就算你再问一百遍 我的回答也是那样 加入教皇殿 别傻了 比比东那个蠢女人 为了玉小刚那个外人 屡次背叛五魂殿 身为教皇 却不以身作则 跟玉小刚藕断私连 培养了唐三那个白眼狼 后面更是将五魂殿都做没了 叶峰不但不会加入教皇殿 而且日后比比东 若为了玉小刚犯傻 那我可不会答应 在一个死灵魂师面前 没有所谓的教皇 凡是一视同仁 任何被叛五魂殿的 皆为敌 可斩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教皇被叛五魂殿 更是该杀 希望因为我重生的原因 这一事比比东 你不要再犯傻 要不然的话 叶峰在心里喃喃一声 脸上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 万年不变的黑脸 另一边 菊斗罗文言 直接冷哼一声 哼 既然你不遵教皇 不听教皇号召 那么 也该让你吃点苦头了 家 要不然 你都不知道 谁才是五魂殿真正的主子 菊斗罗冷哼一声 右手往前一握 使出五成力量 这可是一个 封号斗罗的五成力量 自然不容小觑 拿捏一个矛头小子足够了 甚至他还有些后悔 担心用力过猛 叶峰将错杀了 然后引发 供奉殿和斗罗殿的矛盾 到时候 自己就是罪人了 一道气息透体而出 然后形成数百朵粉红色的花瓣 花瓣寒光凌冽 香气飘渺 像是美丽的桃花 又像是这世界上 最可怕的杀人戾气 速度非常快 菊斗罗刻意避开了叶峰的要害 花瓣直奔叶峰双手双脚 看样子 想将叶峰吠了 叶峰感受到 菊斗罗的杀气 脸色一冷 条件反射般想要躲开 但是后面 好像想到了什么 旋即放弃了这个想法 直接站在原地 不躲不闪 任由菊斗罗的攻击 透体而过 你你怎么不躲 菊斗罗惊恐一声 叶峰的双手双脚 肯定保不住了 到时候 供奉殿问起最来的话 那就 一想到这里 菊斗罗心底 就越发恐惧了起来 可是 这时 令他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自己的攻击透体而出 叶峰的伤口 不但没有流出鲜血 反而以极快的速度愈合起来 仅仅半秒钟不到 就恢复如初 仿佛刚才那一幕 是幻觉一样 这是死灵魂师的天赋 伤害转移 伤害转移 宿主作为世界上 唯一的死灵魂师 所有受到的伤害 都转移给召唤物承受 只要召唤物不死绝 宿主便永远不会死 其实刚才菊斗罗的攻击 并非完全没有造成伤害 而是造成的伤害 都转移到了召唤物身上了 其中一个正在巡逻的黑衣人 好像忽然受到什么伤害一样 走路变得亮枪 骷髅头骨出现了些许裂缝 嗯 这便是伤害转移吗 还算不错 只要召唤物不死绝 我便是不死的 这也是我在魂师大赛上 肃清一切敌人的根本 叶峰喃喃一声 随后转过头 那新红色的双眸盯着菊斗罗 杀气炸录 含义刺骨 被叶峰盯着菊斗罗脸色一变 刺骨的含义 从脊椎升起来 蔓延变全身 那是怎么样的一双眼睛 冰冷 阴毒 邪恶 而又不含有任何感情 就像盯着一具冰冷冷的尸体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我是封号斗罗 却对一个后辈产生了害怕 老菊花呀 虽然不知道 叶峰怎么做得毫发无伤的 但是一个后辈 有什么好害怕的 如果你这想法 如果被老鬼知道了 老鬼恐怕会笑你三年的 忽然 一阵阴风传来 叹叹叹 刺耳而又整齐的脚步声 传进菊斗罗尔中 让其汗毛倒数 含义直冲脑门 此刻 他的精神力范围内 感应到一排排训练有素的黑衣人 将自己包围了 数量整整五百个 周围死灵气息弥漫 如同正从地狱世界复苏的亡灵一样 令人望而生畏 黑衣人的双眸 和叶峰诡异同步 场景变得越发诡异了起来 忽然叶峰冰冷的声音响起 菊斗罗 吓了一个机灵 如果不是怕你破坏了我的计划 此刻 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哼 菊斗罗冷哼一声 虽然刚才被吓了一跳 但是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作为封号斗罗 他的骄傲还是有的 真是大言不惭 我真想看看 你是如此将我变成尸体的 菊斗罗脸色滚烫得很厉害 刚刚他居然被一个后背威胁了 如果他这都还忍耐下去的话 就不用再武魂电混了 双眸一闪 体内的魂力 如同奔流不息的大海一样 全力调动起来 这次他可没有再留守 一拳轰出 魂力外放 粉红色的花瓣 变成恐怖的武器 向叶峰攻击过去 我不信邪了 我用全力还拿捏不了你 菊斗罗此刻已经生了杀意了 是叶峰威胁我在先的 即便供奉殿问起话来 也能找到理由解释了 还来 既然你找死的话 就怪不了我了 杀 叶峰大吼一声 身体窥然不动 不躲不避 任由菊斗罗的攻击 透体而过 然后伤害转移到召唤物身上 自己迅速恢复了起来 菊斗罗看到叶峰毫发无损 导心震荡 三观被刷 妈了 这是什么怪物 虽然他没有用魂技 但是封号斗罗全力一击 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居然毫发无损 菊斗罗第一次看到如此诡异的事情 内心震荡不已 可是 还没等他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在他精神力范围内 赫然感到 背后出现了一对骷髅战士 数量一共二十个 骷髅战士手中拿着鼓刀 身周死灵气息弥漫 右脚猛然一蹬地面 踏 随着一阵地面震动传来 十二个骷髅战士 整齐高高跃起 高举着鼓刀 猛然砍下来 全面增幅 所有召唤物提升两倍实力 二十个魂胜的骷髅战士 提升了两倍实力之后 已经达到了魂斗罗巅峰 实力非常不容小觑 菊斗罗身形一闪 虽然躲是躲开了 但是心底却更畏惧了 因为他发现这些骷髅战士的速度 竟然比他更快几分 尼玛 速度堪比封号斗罗的骷髅战士 而且还是有五百个 踏踏踏 菊斗罗还没回过神来 周围的骷髅战士又围过来了 这次不只是二十个 而是五百个 五百个骷髅战士将举斗罗包园了 这一幕就好像自己孤身在千军万马面前 其中的恐惧可想而知 妈了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死灵魂师这种职业 这也太不讲武德了 简直是开挂 踏踏踏 骷髅战士往前一步 脑壳之下 灵魂之火微微跳动 紧接着便爆发出一股更强烈的死灵气息 手中鼓刀迎风剑掌 瞬间变成一并长达十米的血色大刀 大刀上面杀气盎然 充满了狂暴气息 骷髅狂斩 橘斗罗看到这一幕 头皮发麻了 尼玛 还骷髅战士会技能 骷髅战士使用了技能 已经不弱于封号斗罗了 无边的压力从周围聚拢 无尽的寒气从脊椎升起 压得橘斗罗根本就喘不过气了 呼吸困难 窒息 要死了吗 面对这五百个骷髅战士的攻击 橘斗罗直接就被吓尿了 讲真 他只是五魂殿最弱的长老而已 真的顶不住啊 现在投降还来得及吗 橘斗罗脸色惊恐 他已经已经闻到 自己蔓延出来的欣慰了 心中也充满了后悔 为什么自己要招惹这个叶峰呢 他就是一个怪物 橘斗罗没办法 只能全力将自己的防御拉满 全力防御 剩下的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就在他以为自己即将死亡的时候 周围的攻击赫然散去 踏踏随着一声声整齐的脚步声响起 那群骷髅战士齐齐站在叶峰身后 橘斗罗正了一下 发现自己后背已经湿透了 那原本可以支撑起整个身体力量的双腿 也开始微微颤抖了起来 刚刚无边的恐惧突然间又消失 这种抽离感 他绝对不想再体验第二次 叶峰新红色的双眸睁开 冷冷地盯着橘斗罗 他刚刚收到了自己爷爷千道流的传音 让他放橘斗罗一命 以大局为重 也罢 为了自己的计划 现在确实不是杀橘斗罗的最好时机 叶峰依稀记得 在原著中 橘斗罗最后在嘉陵关拦截粮草的时候 可是在唐三的威压下 被判了五魂殿来的 希望你日后不要再犯傻啊 生是五魂殿人 纵死也不能背叛 否则将是我的敌人 不想死的话 就快滚 叶峰冷冷地开口 橘斗罗文言 一句话都没有说 就屁滚尿流地向外面走去了 等等 忽然 叶峰好像想到了什么 连忙又叫住了橘斗罗 叶峰静若寒蝉 给我回去告诉比比东 让他挖墙脚的事情少做 还有就是 玉小刚的令牌 已经被收缴了 是绝对不可能再归还 玉小刚那个外人 不配持有五魂殿的长老令牌 希望你做事三四二后行 叶峰淡淡地开口 其实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说 那就是 即便你是教皇 日后若你在玉小刚犯傻 我都必斩你 橘斗罗惊恐地点头 随后屁都不敢放一个 就迅速离开了 他害怕 如果自己再走晚一步的话 就会死在这里 此子杀气那么重 而且已经成长起来 日后天下必定大乱 橘斗罗回到教皇殿 跟比比东汇报了这件事之后 比比东勃然大怒 你不加入教皇殿就算了 还收缴了玉小刚的令牌 这让我的小刚 以后怎么偷偷来见我 你这是想死吗 真是好大的胆子 比比东当即准备 去给叶峰一点教训 一个穿着金色铠甲的男子 赫然出现了 千道流亲自出手 将这件事压了下去 他倒不是怕比比东杀了叶峰 而是怕叶峰发疯 叶峰的名字带有一个疯字 和疯字同音 一旦发起疯来 他都不一定能劝得住 或许千任雪能劝得住吧 但是千任雪不在这里 千道流对这个养子 是最为了解的 叶峰一心为武魂殿 百无禁忌 又在星斗大森林修炼了多年 一身修为早就身不可测了 武魂殿中能胜过他的人 一只手都可以数过来 总决赛开启 对战史莱克将剧情推向高潮 主角的计划会慢慢展现出来 各位读者朋友求一波推荐票 第二天早上 总决赛如约进行 武魂广场上人山人海 这些全都是魂师 普通人是不能入内的 这让叶峰这个秩序长压力更大 而且他今天要参加总决赛 胡莲娜娜一群黄金一带果然靠不住 不一会儿就被史莱克七怪打败了 新神风战队同样被淘汰了 现在还剩下叶峰战队和史莱克战队 决出最后的冠军 裁判站在武魂广场上 举起法令旗高呼一声 下面进入总决赛最后一轮 最后一轮将决出这个魂师大赛的冠军 也是最精彩的一轮 下面有请武魂殿种子队伍 以及史莱克战队上场 玉小刚看着唐三带着七怪来到擂台中央 眼睛中激勇而出泪花 小三 虽然我没为你拿回来武魂殿种子队伍的队员信息 但是我相信你依旧可以取得冠军的 因为你是全天下最厉害的大师的弟子 没有人能够比你厉害 只要你能够拿下冠军 我这个大师名副其实了 加油啊 小三 武魂广场边缘处那里有一个角落 角落遮住了黑暗 任谁也没有发现 黑暗中竟然站着一名男子 这名男子就像和黑暗融为一体了一样 如果没有人走近看的话 是发现不了的 这个便是唐浩 自从总决赛开始的时候 他便潜入武魂城了 叶峰地毯是搜索了那么多天 也没有搜出来 唐浩目光看向前方 在史莱克七怪身上转了一圈之后 然后停留在唐三身上 目光随之也变得温柔了起来 小三是自己和阿盈的爱情结晶 阿盈啊 你看到了吗 我们的孩子出息了 现在已经决出了魂师大赛前二甲 只要小三再赢一场 便能够赢得整个大陆的冠军了 唐三走到擂台中央 顿时内心倍感压力 这将是他出道以来最艰难的一战 不但敌人未知 敌人手段未知 就连敌人的实力也未知 小五含情默默地看着唐三 许是感觉到自己男孩的心底不安 轻轻地走上去 握住了唐三的手 三哥 你不要有压力 咱们七怪连心 一定可以赢得冠军的 宁荣荣等其余五人也围了过来 对着唐三微微点头 是啊 咱们七怪一心 无论如何咱们都会共进退 唐三文言 微微调整了一下心态 玄吉冷静了下来 双眸紧紧盯着对面的夜风 是啊 咱们七怪连心 还会怕五魂殿的种子队伍不成 况且 我还有唐门暗器阎望铁 阎望铁是玄天宝禄排名第三的暗器 单体攻击最强 甚至能杀死封号斗罗 唐三摸了摸袖子中的阎望铁 顿时微微心安了不少 另一边 夜风正站在五魂殿大本营中 目光环视一圈 看到那原本不问世事的供奉殿 六大供奉都到场了 这才放心不少 今天总决赛是混乱的开始 有供奉殿在自己背后撑腰 他的腰杆也能挺直了 喂 夜风 现在我们五魂殿就剩下你了 本圣女命令你 将冠军拿回来 狐烈娜目光复杂地看着夜风 虽然说他跟夜风有很多矛盾 但是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 他还是决定抛掉成剑 一致对外 黄金一带已经败了 如果种子队伍再失败的话 他们五魂殿就明意扫地了 不好意思啊 你没有资格命令我 夜风淡淡地说一句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向擂台上走去 狐烈娜文言皱了皱眉头 这个夜风真是可恶 我作为圣女都不计前嫌讨好你了 你却还这样气我 夜风带领自己的六个骷髅战士 来到擂台中央 和史莱克七怪遥遥相对 五魂殿种子队伍 静静地站在原地 窥然不动 静静等待裁判宣布比赛开始 但是却没有人敢忽视夜风队伍的存在 因为从总决赛开始到现在 夜风队伍从来都没有失败过 而且每一次战斗都是秒杀 实力成迷 也是现在的热门夺冠队伍 史莱克七怪虽然很强 但是和五魂殿种子队伍比起来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现场中的赌场投注夜风赢的占了八成 夜风抬起头 看了唐三一眼 嘴角露出一股玩味的笑容 随后又用一种看像猎物一样的目光 看向小五 魂尸大赛中有一条规则是 不能置人于死地 在原则上来说 他是不能在魂尸大赛上杀人的 但是有一个人例外 那就是小五 小五不是人 小五是十万年柔骨魅图化形 一个魂兽混入人类的魂尸大赛 这本身就是为世所不容的死罪 夜风要用小五 引出一系列跟五魂殿敌对的人 然后肃清一切 魂尸大赛是有规定不能杀人 但是要是他们非要跟我动手吗 没有规定不能反杀吧 到时候不但唐三要死 玉小刚以及唐浩都要死 夜风在五魂广场东南西北 接布置了一百骷髅战士 还有一百巡逻队伍 确保他们插翅难逃 片刻之后 裁判见双方到齐了 连忙开口问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唐三微微点头 准备好了 夜风冷冷地开口 我随时都可以 好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就宣布比赛开始了 我数三升 以洛奇为号 洛奇即为比赛开始 同时 你们也要谨记魂尸大赛规则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 切勿重伤他人 杀人 说完之后 裁判高举发令旗 然后开始倒数 当其倒数到一的时候 半空中的发令旗 猛然往下打下 比赛正式开启 史莱克七怪 迅速布置阵法走位 唐三在中间 主控制 从身上伸出六条蓝银腾 记在其余六人的腰部 脸色凝重 主攻为戴木白 马洪骏 小五 辅助为宁荣荣 奥斯卡 朱竹青作为刺客偷袭 至于他唐三呢 可控制 也可担当攻击的主力 唐三摆好攻击阵法之后 召唤出五魂 魂还之后 这才微微心安不少 将目光看向叶峰 请召唤出你们的五魂 不好意思 你还没有资格 让我召唤出五魂 叶峰嘴角微微一勾 随之死灵核心 便发出一股特殊的波动 那六位队员 就好像收到了什么命令一样 猛然往前踏一步 踏踏踏 说大话谁不会 如果你执意不召唤出五魂的话 到时候输了 可不要赖账 宁荣荣皱了皱眉头 他不喜欢这些 尽爱吹牛逼的人 不用五魂 都能打败史莱克 怎么可能 七怪连心 再加上自己的增幅 即便对方是七个魂王 也能败之 就是啊 输了不能怪我们 小五应声附和 位于中央位置的 唐三却跟两女的看法不一样 他拥有紫禁模模 看到很多其他人看不到的问题 叶峰这六位队员有问题 但是他又看不出 问题在哪里 唐三额头上大汗淋漓 非常凝重 这绝对是自己毕生之中 所遇到的最强大的劲敌 踏踏踏 叶峰嘴角微微一勾 没有回答 这一群蠢货的问题 而是直接控制骷髅战士 向史莱克七怪杀过去 史莱克七怪早有准备 面对骷髅战士攻过来 他也没有没有任何慌乱 唐三作为控制系魂师 向那六位骷髅战士呼啸而去 企图用藤腕来阻挡这六位骷髅战士的步伐 第二魂技 寄生 第三魂技 朱网束缚 第四魂技 蓝营囚牢 这一套控制技能下来 直接减缓了骷髅战士的步伐 然后 站在后方的辅助 宁戎戎开始发动增幅 魂力一动 手中顿时拖出七宝琉璃塔五魂 五魂在手中微微转动 浮现出七彩的光芒 七宝有名 一约 利 二约 速 四约 防御 一套增幅技能打下来 七宝琉璃塔悬浮在半空中 七彩的光芒笼罩在史莱克七怪上面 瞬间七怪就像磕了药一样 不但神采意义 而且变得非常猛 力量 速度 魂力 防御四维属性都增幅了很多 忽然 唐三大吼一声 木白 竹青 小五 就是现在 他们被我的蓝营藤困住了 全力攻击 戴木白 朱竹青 小五 三人文言 直接使出自己最强魂技迅速向前方杀过去 如此配合 他们七怪已经磨练了很多次了 一旦三哥发出进攻的信号 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半 叶峰抬起头 看了七怪眼 满脸都是讥讽 你真以为我的骷髅战士都被困住了吗 那只是你以为而已 杀 踏踏踏 骷髅战士猛然往前踏一步 身上环绕的蓝营藤全部碎裂 如同六头出龙的猛兽一样 手中的骨刀高高扬起 然后猛然砍下去 因为魂师大赛不能伤人性命 所以骷髅战士在进攻的时候 刻意避开了刀锋 而是用刀背向前攻击 戴木白 朱竹青 小五 三人看到骷髅战士攻击过来 脸色微变 这么快就挣脱了三哥的控制了 猛然加强魂力输出 以更快的速度 向那六名骷髅战士攻击过去 吭枪吭枪吭枪 朱竹青的猫爪 戴木白的胡爪 攻击在骷髅战士上 发出一阵金属敲击声 仔细一看 那六名骷髅战士 然毫发无伤 甚至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小五的攻腰 再加上八段摔 缠上了一个骷髅战士的脖子 想要将对方甩出去 却惊恐地发现 对方就像一座 窥然不动的山脉一样 自己根本就摔不动 怎么可能 我的八段摔 我摔摔摔 然而 即便小五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都无法摔动这一个骷髅战士时 脸色终于变了 妈了 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怪物 小心 唐三好像看到了什么 脸色忽然一变 然后变得非常难看了起来 想要去救援这三人 可是时间上又来不及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六把骨刀 对着木白 竹青 小五三人身上砍落 碰碰碰 随着三声闷响传来 三人瞬间倒飞出去 即便骷髅战士已经使用了刀背 但是其中强大的力量 依旧重伤了他们三人 戴木白 朱竹青 小五 跌落在擂台边沿上 嘴边不断吐着鲜血 这 武魂广场中瞬间一阵沉默 落针可闻 紧接着那充满震撼的声音 不断传出来了 马德 这是什么级别的攻击 怎么感觉魂王都顶不住 魂王 错了 我怎么感觉魂圣都顶不住他们的一刀 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怪物 难道说都是魂圣吗 还是说是魂斗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未免也太变态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变态年轻人 不是说魂师大赛 只允许25岁以下的魂师参加吗 武魂殿的种子队伍符合年龄要求吗 如果符合年龄要求 那未免也太可怕了 不到25的魂圣乃至于魂斗罗 等等 忽然人群之中 有些眼见的魂师 忽然看到刚刚那六名骷髅战士 身上的屏蔽铠甲被戴木白的胡肘 撕开了一脚 透过破烂的铠甲 能够看到里面漆黑的骨架 这是什么东西 骨架 亡灵 怎么回事 参加魂师大赛的不是人类 众人闻言顺着铠甲缝隙处看去 果然看到了那裸露在里面的骷髅骨架 只有骨头 没有血肉 这是怎么回事 众人窃窃私语 叫嚷着要武魂殿的一个交代 一时间 叶峰成了众使之 所有人都想知道怎么回事 武魂殿的种子队伍 居然不是人 唐三自然也看到了 那位骷髅战士 但是他却比外面的魂师更要冷静 武魂殿能让叶峰上场 那就说明 叶峰是绝对符合规则的 要不然武魂殿的脸面往哪里搁 只是这骷髅战士是怎么回事 叶峰闻言叹了一口气 哎 没想到在系统购买的屏蔽铠甲那么垃圾 竟然一拍就烂 不是说系统出品 避暑精品吗 我看未必 原本他准备等猎杀唐号时 再暴露自己是死灵魂师的 但是现在没办法了 只能提前摊牌了 摊牌了 不装了 我就是唯一的死灵魂师 与此同时 玉小刚 赤火学院 神风学院 这三家学院的院长叫嚣得最厉害 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战队 已经进入了前三强 距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 如果能在这时候 踢出武魂殿的种子队伍 他们的排名将会往前顺一名 到时候 史莱克战队就是冠军 而新神风战队就是第二 赤火学院院长 这不符合规定 魂师大赛 只能25岁以下的魂师参加 怎么一堆骷髅也参加魂师大赛了 强烈要求武魂殿 公开种子队伍的成员信息 要不然难以服众 神风学院院长 是啊 必须给我们来一个交代 其中 玉小刚就更加愤愤不平了 现在七怪进入了前二 如果能够踢出武魂殿的种子队伍 他们就是冠军了 玉小刚抬起头 往高楼楼隔处 看了一眼 比比东身穿教皇服 充满威严地坐在石板凳上 许事感应到玉小刚看不来 比比东双眸中露出一丝温柔 谁人能懂相思苦 我的小刚啊 不知道这段时间 你是否有想我 面对比比东温柔的目光 玉小刚心头一狠 猛然转过头 对着教皇冷冷地开口 教皇 叶峰的队伍成员根本不是人 请求踢出其的参赛资格 叶峰正准备摊牌 自然也看到 玉小刚和比比东之间的眼神交流 看来比比东对玉小刚 还是余情未了啊 真特么的是恋爱呢 看来不杀了玉小刚 这一份情思是无法斩断了 为了避免你对玉小刚情念深重 屡次放过唐三 导致后面培养起来唐三这个仇敌 我只能送玉小刚上西天了 当断则断 该杀即杀 恐怕连比比东和玉小刚都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玉小刚这个眼神 就被叶峰判了死刑 比比东震了一下 看着这个混乱的局面 顿时皱了皱眉头 他对供奉殿的计划越来越不满了 强行抢走黄金一带的种子名额 而且还接管了五魂广场的秩序职责 现在导致了这个局面 他很难收场啊 正当比比东想要解释的时候 叶峰淡淡的声音却先一步传过来了 既然大家都对五魂电种子队伍有疑问 那么我就给大家解释吧 我 叶峰 今年22岁 符合魂师大赛参赛规则 至于其余六位骷髅战士 那是我的召唤物 因为我是死灵魂师 主要能力就是召唤骷髅战士 你们可以将那六个骷髅战士 理解为我的五魂 现在是魂师大赛 并没有说不能使用自己的五魂吧 叶峰面无表情 之前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现在自己有能力了 一人及天灾的死灵魂师 也该公之于众了 当我诞生这一刻 整个大陆就注定会被我的亡灵笼罩 这这这 死灵魂师 召唤物 五魂广场中数万魂师文言 身体忽然僵住了一下 这世间有这个职业吗 一人召唤了六个骷髅战士 也就是说 叶峰一个人对战七人的魂师队伍 这也未免太强了吧 正当众人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时候 叶峰淡淡的声音又传过来了 为了公平起见 我才一个人参加魂师大赛的 一个人对战你们七人 但是你们似乎不理解 我这都是照顾你们 你以为若大一个五魂店 会找不到六名符合参赛规则的魂师吗 如果你们觉得不符合规矩的话 我可以再找六个人 组成一支魂师战队和你们参战 当然 我的骷髅战士肯定也还在的 因为骷髅战士就相当于我的五魂 大赛中没有说明 不能使用自己的五魂吧 这 好像确实没有规定 不能使用五魂 五魂广场上 所有魂师文言 人都骂了 他们谁能想到 还有死灵魂师这么变态的职业 一个人召唤六个骷髅战士 砍翻一支魂师战队 众人经不住窃窃私语 最后经过组委会讨论 叶峰符合参赛规则 骷髅战士乃是其五魂 魂师大赛继续 随着这一宣布落下 比赛继续 情况和唐三预料中差不多 叶峰果然是符合比赛规则的 问题是 现在七怪已经倒下去三个了 戴木柏倒在原地 虽然说还能站起来 但是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朱朱卿和小五晕倒在地 还剩下自己 宁荣荣 奥斯卡 马红俊 战斗力大大减弱 而且宁荣荣和奥斯卡 还是一个辅助 似乎失败已经注定 自己注定和魂师大赛的冠军无援 但是如果让唐三就这样子 认输的话 他又非常不甘心 右手往腰带上一摸 手中就多了三根毒针 这是唐门的暗器阎望铁 阎望叫你三根死 你活不到五根 这是唐三最强大的暗器 甚至能够威胁到封号斗罗 可惜了 原本不准备使用这张底牌的 但是为了魂师大赛的冠军 我只能拼命了 叶峰啊 如果你死在我的阎望铁之下 你也不要怪我 你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对手 只不过是生错了时代 你遇到了我唐三 注定会成为 我成功过程中的一块垫脚石 你可认输 叶峰目光看着唐三 嘴角露出一个玩味的笑容 随后不着痕迹地移动了脚步 将身体缓慢靠近了小五 小五不是人 是他肃清计划的起点 哼 现在比赛才刚刚开始 虽然你在前期遇到了一点优势 但是谁输谁赢 还说不定啊 唐三冷哼一声 他已经打定主意 用阎王铁杀了叶峰了 叶峰只有一个人 其他的都是他的召唤物 只要杀了叶峰 那么一切都尘埃落地 自己将会是最后的冠军 赢得五魂殿奖励的三块魂骨 同时 也能给自己老实证明 让玉小刚成为大陆上 名副其实的大师 哦 那我就继续陪你玩玩 以后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叶峰笑了笑 脚步又移动了几步 他距离小五的位置 已经不足三米了 一旦发生了什么意外的话 他能够瞬间抓住小五 唐三文言 目光一阵古怪 内心疑惑了一下 刚刚叶峰说的 以后没有机会了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叶峰也准备杀了我 求推荐票啊 各位读者兄弟们 叶峰可没有管那么多 现在他站在小五旁边了 并且已经控制了两个守卫 形成攻守同盟 进可攻 退可守 他的目的是 守着小五 到时候 一旦小五不是人暴露出来 唐三肯定会发疯 然后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 唐号出来就唐三 叶峰要以这个小五为影子 拔出萝卜带出泥 为五魂殿肃清一切 因为七怪中少了三人 比赛也变得简单了很多 叶峰安排三名骷髅战士 向奥斯卡 宁荣荣 马洪俊三人走过去 将他们三人秒了 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叶峰却不急了 因为这个是决赛 唐三的父亲唐号 肯定躲在五魂广场的某一个位置 偷偷观看着唐三的比赛 他需要做的 就是尽可能将唐号找出来 这样子 自己才会更占据主动 唐三 使出你的权力吧 叶峰淡淡地开口 却有些心不在焉 正在外面巡逻的骷髅战士 一遍一遍走动 寻找可疑人物 而 叶峰也时刻留意着外面的动静 他根本没有将这个比赛放在眼里 唐三太弱了 反正就是玩 只有唐号亲自出马 才值得我出全力 唐三知道 蓝银黄武魂没有用 所以就换了一个打法 以防御为主 双眸中陆紫光 意义有神地盯着叶峰 他正在寻找叶峰的破绽 忽然 唐三看到叶峰分心了 目光往武魂广场外面看去 虽然 他不知道叶峰为什么分心了 但是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唐三右手变成白玉色 夹着三根毒针 猛然成品自行 向叶峰飞过去 其中速度非常快 快到令人反应不过来 这便是他最强的单体攻击暗器 阎望铁 据说 即便是封号斗罗 一旦不注意 都会被阎望铁阴死 唐三将阎望铁扔出去了之后 心底暗自松了一口气 无论叶峰多有强 只要被阎望铁击中 都会瞬间毙命 唐三甚至都没有向叶峰看去 唐门法则 不出手则已 亦出手致人死地 叶峰肯定死在自己的暗器之下了 这是唐三对自己暗器的自信 唐三顿了一下 赫然转过头 看向自己的老师玉小刚 双眸中露出了胜利的光芒 现在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 只等裁判宣布结果就行了 我唐三终于夺冠了 没有辜负自己的老师 然而 下一秒 唐三浑身机灵了一下 脸色顿时变得非常难看 双眸中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因为没有等来裁判的声音 反而等到了叶峰的声音 怎么 阎望铁没有效果 让你很失望吧 叶峰的声音如同魔鬼一般 直接传入唐三的耳中 这 这一点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 怎么还活着 唐三顿了一下 忽然想到了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 那就是 叶峰是怎么知道阎望铁的 阎望铁是前世唐门的暗器 斗罗大陆上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包括最亲近的小五 那么问题来了 叶峰是怎么知道阎望铁的 唐三瞳孔缩了一下 忽然杀一沸腾 目光看向叶峰 就像看向一个死人一样 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秘密的 但是你已经有取死之道 唐三右脚一蹬地面 整个人就腾空而去 向叶峰冲过去 随之四个魂环相继亮起 四个魂计轮番对着叶峰输出 还有暗器 各种各样的暗器 不断往叶峰身上招呼 唐三拼命了 可惜 唐三自以为很强的拼命 在叶峰眼里啥也不是 右手五指并拢 画成一个拳头 大道质简 就这样一拳向唐三打去 颇有一种一立破万法的感觉 拳头锁过之处 所有蓝银腾腾慢崩断 撕碎 所有暗器都如同遇到了克星一样 被叶峰的拳头轰落在地 啊 不 唐三看着叶峰的拳头 在自己双眸中 如同沙包一样不断放大 内心忽然非常不甘心 这个拳头看似很慢 其实却快到极致 有一种倒法自然的味道在里面 唐三知道自己 一旦被这个拳头击中 很有可能就会失去战斗力 甚至错失这一届浑尸大赛的冠军 可是 现在 他还飞腾在半空中 无处借力 除了硬扛之外 没有其他办法 叶峰看唐三一眼 露出一股如同恶魔一般的笑容 猛然用力往下一压 速度更甚几分 唐三的胸膛 如同被炮弹击中一样 瞬间凹陷进去 紧随之的是一股剧痛传来 暗示就到飞出去了 轰隆隆 唐三落在擂台边沿上 猛然吐出了一口鲜血 目光恐惧地看着叶峰 他没想到 叶峰居然那么强大 自己明明都全力防御了 还是被叶峰的拳头 伤到了根本 不但胸膛凹陷了进去 就连体内的五脏六腑 都好像一味了一样 非常疼痛男人 吐 唐三脸色苍白 挣扎着站起来 却又猛然吐出一口鲜血 这口鲜血中 甚至还能看出 些许碎裂的内脏 这时候 叶峰略带着笑意的声音 传过来了 唐三啊 你认不认说 还来不来 唐三文言沉默了一下 那双毒蛇一般的眼眸 死死地盯着叶峰 片刻之后 他又如同斗败的攻击一样 变得垂头丧气了 现在大势已去 恐怕与冠军失之交臂了 更令唐三恐惧的是 叶峰不知道 从哪里知道自己的秘密的 这让他就像 被针尖扎一样 非常刺痛 叶峰怎么会知道我的秘密呢 必须要找个机会杀了他 唐三的目光 越发阴毒了起来 但是现在输了冠军 结局已经不可改变 沉默了片刻 故作无所谓的开口 我们史莱克认输 但是你也别得意 下次 我一定会击败你的 说完之后 唐三环顾了一眼 顿时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叶峰已经站在小五面前了 这让他皱了皱眉头 心底有一股非常不妙的感觉 叶峰怎么会站在小五面前 是故意的 还是 唐三双眸一闪 随之故作镇定地走过去 准备抱小五走下擂台治疗 毕竟现在他们已经认输了 即便叶峰再强 也不可能再对他们动手 就当唐三正想要抱住小五的时候 叶峰那略带着笑意的声音传过来了 等等 你们可以离开 但是他不行 叶峰用手指指着躺在地上的小五 小五是一只化行了的十万年魂兽 既然来了武魂广场 就别想离开了 为什么 唐三脸色大变 随后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 质问一声 其实他因为修炼紫禁魔魔的圆 因 早就看破了小五的真身 小五的本体 就是一只小兔子 但是他却不在乎 小五是自己的妹妹 亦是自己深爱的人 他愿意一步一步陪小五长大 然后相爱相恋 问世间情味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许 虽然小五是十万魂兽 但是他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小五的 小五是我深爱的魂骨啊 啊不 是深爱的人 为了遮盖小五身上的魂兽气息 唐三不惜将珍贵的仙草相思断肠红送给小五 相思断肠红拥有屏蔽魂兽气息的能力 即便是封号斗罗强者也无法看破 这也是唐三敢带小五来五魂殿 参加魂师大赛总决赛的原因 他对小五的保护太自信了 问题来了 叶峰怎么看出来小五不是人的 猜的 还是确实看出来了 唐三想了想 顿时又觉得不可能 五魂殿中高手如云 封号斗罗都有十几位 这些封号斗罗都看不出小五的真身 叶峰这个小子怎么可能看出来小五的真身 这绝对不可能的 唐三一边安慰自己 一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现在明显出了意外 即便自己急也没有用 只有冷静下来才能安全地带着小五离开 听了唐三的话 叶峰嘴角一勾露出一个细血的笑容 唐三啊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现在他也摊牌了 小五这个十万年柔骨魅兔 他抓定了 因为小五不是人 我作为魂师大赛的秩序长 有权力处理一只混进来的魂兽 随着叶峰冷冷的声音落下 顿时整个武魂广场的魂师们都满堂皆惊 小五不是人 而是一只魂兽 魂兽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死敌 如果魂师大赛上面真的混进了一只魂兽 正站在楼阁之上的比比东 听了叶峰的话之后 美眸猛然缩了一下 嘴角露出一股奇怪的笑容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比比东看了两眼躺在地上的小五 小五身上没有半点魂兽气息 但是认真一看的话 又好像有些怪异 但是也只是只有一点怪异而已 根本看不出来怪异在哪里 有趣 我都看不出小五是魂兽 供奉殿那个养子居然能看出来 真是令我意外啊 举办一场魂师大赛 能够收获一只十万年魂兽 宁峰智见书 古书相互对视了一眼 虽然说他们七宝刘离宗跟史莱克交后 但是现在情况还未明朗 他们还是决定静观其变 如果小五真的是一个魂兽的话 他们不会阻止武魂殿 但是却会将唐三救走 唐三跟宁荣荣交情颇深的 宁峰智不介意顺手牵羊一下 当然如果是不可为的话 他也不会去做 唐三听到叶峰的话 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 一股良意从脊椎直冲脑门 从头一直凉到脚 这是怎么回事 叶峰是怎么知道 小五不是人的事情 等等 唐三沉默了一下 顿时细思极恐 叶峰一语道破自己的阎王铁 现在又一语道破 小五不是人 这个叶峰是怎么回事 怎么好像什么都知道 这种什么都无法把握的感觉 让唐三很难受 但是仅仅沉默了一会 唐三心中便有了计较 也许叶峰只是猜测而已 毕竟那么多封号斗罗 都没有看出来 小五不是人 叶峰何德何能 能够看出来 退一步来说 就算叶峰能够看出来 又怎么样 叶峰又没有证据 五魂广场无数人都在看着 只要自己不承认 又没有证据 叶峰还敢当众扣人不成 一想到这里 不为所动 坚定地站在唐三身边 宁荣荣 三个 我们七怪连性 是绝对不会抛下任何一个人的 朱朱卿 即便小五是魂兽 我们也不介意 我们和你一起 将小五带回家 戴木白 男子汉大丈夫 情愿站着死 也不愿意跪着生 唐三 你这个忙 我帮定了 奥斯卡 三个 我将你当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抛弃朋友逃走的事情 我奥斯卡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我这一生问天不求地 但求一个问心无愧 不想在多年后 留下一个懊悔 空碑切 对友散 众人齐声回答 是啊 三个 我们七怪联系 咱们一起将小五带回家 唐三文言非常感动 刚刚好不容易憋回去的泪水 现在猛然又流出来 谁说男子汉大丈夫不流泪 只是还没到伤心处 长相思 空碑切 等回过神来 唐三已经泪流满面 那就让咱们七怪再战一次 纵死却无悔 杀 杀 史莱克六怪就向夜风迅速冲杀过去 各种各样的魂技漫天飞 威力甚至比刚才魂师大赛的时候 更加强大几分 可以看出此刻的史莱克六怪是真的在拼命了 可惜 这又如何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浮云 叶峰略带着笑意地看着冲过来的史莱克六怪 他甚至都没有亲自出手的打算 一来他是要在这里看着小五 二来他要全力观察周围的动静 他知道唐浩肯定在武魂广场某一个角落里盯着他 而叶峰的目标就是唐浩 至于唐三 他太垃圾了 甚至都没成为自己对手的资格 叶峰心念一动 体内的死灵核心忽然传出一道光圈 那六个骷髅战士就好像收到了什么命令一样 迅速向史莱克六怪冲过去 战斗同样是非常简单粗暴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史莱克六怪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骷髅战士打飞出去 一拳一隔 碰碰碰 连续六声闷响传来 史莱克六怪如同一个死狗一样 被打翻在地 嘴角不断渴出鲜血 真是自不量力 叶峰冷哼一声 也没有去看史莱克六怪 反而全力留意周围的动静 片刻之后 武魂广场周围还是没有丝毫动静 嗯 怎么回事 唐昊呢 根据原著 唐昊看到唐三有危险 应该霸气出场才对啊 现在怎么不见唐昊的踪影 叶峰忽然皱了皱眉头 难道说是因为唐昊发现了什么 感觉到周围有危险 然后就不现身了 叶峰沉默了一下 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 不过 唐昊啊 你觉得你能躲得了吗 既然你不愿意出现 就逼你出现 我当着你的面杀了唐三 看你 还能不能无动于衷 现在只不过是区区一个魂师大赛而已 如果我真正想要杀一个人 这个魂师大赛的规定 可约束不了我 叶峰在心头一狠 猛然带着六位骷髅战士 往唐三走去 目光很冷 杀意凌然 唐三 我是负责魂师大赛的秩序长 有责任和义务 维护魂师大赛的安全 刚刚我在执法的过程中 你不但屡次干扰我的执法 并且企图救走人类的死敌 十万年魂兽 你有罪 该死 我以魂师大赛秩序长的名义 宣判你死刑 求票票啊 各位读者老爷 看得爽的话 求支持一下 唐三听了叶峰的审判 顿时面若死灰 怎么办 现在不但救不了小五 而且还将自己的性命都搭进去了 还有什么办法吗 小五啊 你是我的爱人 亦是我的魂骨 我必须要将你救出来 可是 可是 唐三沉默了一会 没有想到任何办法 这里是五魂城 世界上最恐怖的势力 五魂殿的地盘 别说是他一个小小的魂宗了 即便是封号斗罗强者 都逃不出去 我接受不了 难道就这样 我跟小五双双陨落在这里了吗 而且还连累了史莱克学院的人 与此同时 在五魂广场西面 一片楼阁阴影中 一名中年男子和黑暗融为一体 大戴五十岁的样子 身材非常高大威猛 乱糟糟的头发变黑色 如同钢针一样 根根立起 威能四射 眼眸如同横骨魔神一般的坚毅 全身肌肉隆起 这便是唐浩 他看到自己的儿子 参加了总决赛 有出息了 目光也不再痴呆 身上的酒味也没有 曾经那个浩天窦罗又回来了 唐浩听到叶峰说要杀唐三 牙槽都几乎崩碎了 双手握着拳头 拳头上的指甲几乎陷进肉里面 无边的怒火从心中生起 自从阿盈死去了之后 唐三就是他的唯一 他亦是唐三的守护者 一个忠厚老师爱儿子的爸爸 按照他的性格 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欺负他的儿子的 可是 现在他犹豫再三 还是没有把握出手 自从魂师大赛开始 他就感觉到了 整个武魂城的不同寻常 没错 是整个武魂城 而不只是武魂广场 自从魂师大赛开始的时候 武魂城就开始戒备 城墙上的守卫不但多了 而且高级了很多 城门的门禁也变得非常严格 来往的任何魂师 都会遭到严格的盘问 这一切都预照着 即将有大事情发生 当魂师大赛开始的时候 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武魂广场的秩序 被黑衣人接管 这些黑衣人 就如同亡灵一样 不但实力强大 而且还如同机器一样 巡逻四周 戒备非常森严 唐浩看不出他们的实力 但是 当他亲眼看到一个 魂斗罗闹事者 被那群黑衣人砍死 就知道 这群黑衣人绝对不弱 这一切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在对面楼阁中 感应到了令他站立的身影 供奉殿七大供奉 包括千刀流都来了 这让唐浩头皮发麻 当初他捶死了 武魂殿教皇 跟武魂殿 可是有深仇大恨的 现在区区一个魂师大赛 怎么可能惊动 武魂殿的七大供奉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是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的事情吗 还是说 武魂殿发现 我潜入武魂城了 现在派出大军在猎杀我 唐浩想了想 顿时又觉得不可能 如果武魂殿 真的发现了自己 早就派人杀上来了 根本不会等到现在 唐浩想不明白 就干脆不想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是可以确定的 一旦他在武魂城冒泡 绝对是危险重重 甚至还能不能 活着离开都不知道 这也是唐浩一直在犹豫 要不要现身的原因 如今的武魂广场 水太深了 一个不小心 不但是小五得死 就连自己都得死 可是 当其看到叶峰 提着一柄鼓刀 朝唐三走去的时候 唐浩顿时坐不住了 小五可以死 但是唐三是他的底线 他绝不允许任何人 伤害唐三的 右手往虚空中一握 一柄新红色 带着闪电的浩天锤出现 正当他想要 不顾一切出手时 听到玉小刚的话 他又决定先观望一会 唐三啊 你不要管小五了 赶紧逃跑啊 要不然 我都救不了你了 唐浩在心里默默祈祷 看到叶峰上前 要杀唐三 玉小刚瞬间就炸毛了 唐三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亦是他证明自己理论的人 经过了这些年 跟唐三相处 玉小刚和唐三 早就青铜父子 他绝对不会让其他人 欺负唐三的 玉小刚挡在叶峰面前 一个成长路线 点歪了的罗三炮 出现在前方 这个武魂 跟蓝电霸王龙有点像 但是能力却天差地别 罗三炮的能力 跟玉小刚差不多 一个是用嘴说话的假大师 一个是只会放屁的罗三炮 叶峰 你什么意思啊 现在魂师大赛已经结束 难道你还敢杀 咱们史莱克学院的成员不成 玉小刚愤怒地开口 不是我想杀唐三 是唐三屡次干扰我的执法 骑罪客诸 叶峰往前逼近一步 踏踏身后的六个骷髅 骑骑往前一步 深周的死灵气息 直逼玉小刚 玉小刚经不住后退了一步 脸色有些恐惧 但是许事想到了什么 猛然又挺直腰杆 站在唐三面前 小五是魂兽 你可以带走 但是 唐三是我的人 求你放唐三离开可以吗 玉小刚的声音 有些歇斯底里 看向叶峰的眼睛 也变得赤红 他依稀记得 当初自己去找 比比东要种子队伍的情报 就是这个叶峰挡住自己 并且抢了自己的掌老令牌的 现在又来杀我的弟子 你还真觉得 我玉小刚好欺负的不成 玉小刚之所以敢大胆地站出来 也是因为比比东 因为他相信 比比东那个蠢女人 肯定不会杀了自己的 只要自己哀求一下 比比东就会放自己和唐三离开 叶峰文言 嘴角一勾 现在事情真的是越来越有趣了 现在都还没有将唐浩逼出来 反而跳出了一个玉小刚 那感情好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来 你确定要挡我吗 叶峰的声音很冷 如同从九幽地狱之中传来 玉小刚文言 脖子微微缩了一下 有些畏惧 但是 当他微微抬头 看到正在楼阁上面 看过来的比比东时 顿时又应气了 我就是挡你 你又能如何 难不成你还敢在众目睽睽之下 杀了我不成 叶峰嘴角微微一笑 声音中充满了玩味 我还真没有见过 居然有人会提这种无理要求 不过 我能成全你了 哈哈 玉小刚忽然疯了似的大笑一声 想要杀我 真是搞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五魂殿的客亲长老 你没收了我的令牌 我都还没有找你算账呢 现在 你居然想来杀我 那么 现在趁着五魂殿叫黄在 咱们就问一问比比东 看看我是不是五魂殿的长老 而你意图 杀害我们殿长老 又该当何罪 随着玉小刚的声音落下 五魂广场周围的守卫 以及周围的魂师们忽然一惊 玉小刚是五魂殿的长老 不是吧 他不是史莱克学院的人吗 五魂殿一直都是只有九大长老啊 什么时候多出一个长老了 众人疑惑不解 目光经不住往比比东看去 想要让比比东给出一个答案 玉小刚看在自己 站在道义之上 而且自己又是五魂殿的客亲长老 顿时变得更加有恃无恐了 正在坐在楼阁之上的比比东 听见玉小刚的话 皱了皱眉头 目光看上玉小刚 露出一丝温柔 他知道自己该出来说些什么了 要不然魂师大赛 都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的玉小刚被欺负了 没有人知道的是 虽然比比东跟前任教皇 千寻集在一起了 但是他心里一直都有着玉小刚 对玉小刚 还愚情未了 现在看到叶峰欺负玉小刚 比比东根本就接受不了 不过 他作为教皇 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偏袒玉小刚 而且 叶峰是供奉殿的人 这让他有些忌惮 叶峰 玉小刚的确是五魂殿的长老 你让玉小刚带着唐三离开吧 比比东沉默了一下开口 玉小刚是肯定要放他离开的 但是 小五作为十万年魂兽 他也是绝对不会 让对方离开的 我要是不让 又该如何 面对比比东威压 叶峰也是截然不惧 他是供奉殿的人 而且是大供奉千道流收养的 可不怕 他一个教皇 而且现在他也看透了 比比东明显在偏袒玉小刚 那么的 真的是一个恋爱脑 一颗心都系在玉小刚身上 乃至于后面一次一次地放纵 玉小刚将唐三培养成五魂殿的大敌 大结局的时候 甚至将五魂殿都被灭了 恋爱脑就是恋爱脑 一辈子都是恋爱脑 只要玉小刚还活着一天 你就会对着玉小刚犯傻对吧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就更要杀了玉小刚了 希望我杀了玉小刚之后 你能安安心心地当你的教皇 不要再犯傻了 否则的话 我的骷髅战士眼里 可没有什么教皇 一旦你背叛五魂殿 我也照杀不误 叶峰在心里喃喃一声 五魂殿是他的家 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危害五魂殿 包括教皇也不行 玉小刚听了比比东的对话 顿时更加得意了 果然还得是我的东儿 虽然我不爱你了 但是你还是爱着我 只要我略施小技 你就对我服服贴贴的 有了比比东的庇护 在五魂城中 将再也没有人能够挡住我 叶峰只不过是比比东手中 养的一条狗而已 赶在我面前嚣张跋扈 我分分钟让我的堆教你做人 叶峰 你听到了吗 教皇让你让开 给我让开 玉小刚有恃无恐 趾高气扬地走过去 走到叶峰面前 抬起高傲的头颅 举起双手 猛然往前一推 又要将叶峰推开 然后带着唐三安全离场 可惜 他还是太天真了 你以为我会怕教皇吗 玉小刚的狗爪子 都还没有碰到叶峰 叶峰的右脚就先一步动了 动若雷霆 速度非常快 后发先制 碰 一声闷响传来 玉小刚便到飞出去了 其身体在空中 划过一道半圆形的弧度 精准地落在唐三身旁 跟唐三整整齐齐地躺在一起 然后玉小刚的身体 再也忍受不住 一阵剧痛传来 嘴角一舔 鲜血便滚滚而流出 真是郭早 我说杀你就必杀你 今天就算是教皇 都救不了你 叶峰冷冷地开口 随后提着一柄骨刀 冷漠地向玉小刚走过去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在他眼里 玉小刚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玉小刚看着叶峰走过来 脸色微微变了一下 难道这个家伙真的敢杀我 不 不可能的 叶峰只是我端儿养的一条狗而已 是绝对不会背叛 五魂殿教皇的命令的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杀你了 听着叶峰毫无表情的话 已经马上伸到自己前面 寒光闪闪的骨刀 上面很锋利 刀锋已经开刃了的 如果砍在脖子上 应该一刀就砍断了吧 玉小刚终于慌了 一股莫名的寒意 从心底升起来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了起来 他有点担心叶峰不按套路出牌 毕竟自己的生命只有一次 任何失误不得 你要干嘛 我可是五魂殿的长老 比比东教皇让你放了我 你没有听见吗 这可是教皇的命令 你敢违背教皇的命令 你 教皇肯定会杀了你的 玉小刚故作镇定地开口 另一边 在楼阁之上的比比东 看着叶峰的反应 经不住皱了皱眉头 虽然叶峰是供奉殿的人 但是那么不给我面子的吗 我可是教皇 你在公众面前违背我的命令 这是想要找死吗 最重要的是 你还想杀死我的爱人玉小刚 比比东脸色冷了下去 内心非常愤怒 经不住呵斥一声 叶峰 我说了让玉小刚离开 你没听到吗 玉小刚听到冬儿为自己撑腰 瞬间又变得有恃无恐了 有多少保护我 一点都不怕 叶峰啊 你不是想要杀我吗 那你杀一个试试 看看我的冬儿会不会杀了你 然而 玉小刚小看叶峰的实力了 他是死灵魂师 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职业 虽然还没有到无敌的地步 但是普通的封号斗罗 还是奈何不了他的 单单凭一个比比东 他根本不怕 而且自己的爷爷 可是千道流的大供奉 背景也是逆天的 即便比比东 那个傻女人发起风来 他也是截然不惧 叶峰右手拿着鼓刀 猛然往前一伸 速度非常快 直接对准玉小刚的心窝 很显然 他打的主意是一击毙命 杀气凌练 即便鼓刀还没有 进玉小刚的身体 玉小刚便感觉到心脏位置 传来针扎般刺痛 这个叶峰 难道真的不怕死吗 居然公然违抗教皇的命令杀我 他怎么敢啊 玉小刚慌了 大脑一片空白 大小便都试镜了 顿时他再也顾不上什么面子 对着比比东惊恐地大叫 东儿 救我 东儿 救我 东儿 救我 许是玉小刚的祈祷起了作用 正当鼓刀还差半公分 刺破玉小刚的心脏的时候 两朵粉红色的菊花出现 挡住了骨刀的去路 紧随之 一个长相阴柔的男子 出现在叶峰面前 来人正是菊豆罗 他根据比比东的命令 来救玉小刚 本来他是不愿意来的 因为叶峰太神秘了 而且很强大 昨天晚上 他跟叶峰过了几招 都令他吃大亏了 显然叶峰不是什么善差 菊豆罗可是领教过叶峰的 骷髅战士的 这根本不是六个骷髅战士 而是整整五百个呀 如果一个不小心的话 随便是封号斗罗 都会被那群骷髅战士砍死的 虽然他不愿意 做这一份苦差事 但是正所谓 是君教臣死不得不死 比比东都下命令了 他也只能去执行 叶峰 教皇的命令 你没有听到吗 他让你放了玉小刚 菊豆罗自然知道 教皇在乎的人是谁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说得很清楚了 那就是放了玉小刚 唐三随便杀 当然 这也是教皇的意思 叶峰是供奉殿的人 比比东愿意和供奉殿 一人退一步 玉小刚看到菊豆罗出现 身体颤抖了一下 哪里还不知道 自己捡回来了一条命 现在心脏位置 还隐隐作痛 叶峰这个家伙 是准备吓死手啊 玉小刚是真的怕了 只有躲在菊豆罗身后 才能让他感到些许的安全感 是啊 菊豆罗 给我杀了叶峰 叶峰不但不听教皇的命令 而且还意图杀害五魂殿的长老 这个罪名足够他死了 玉小刚感到自己安全了 顿时恶毒的开口 然而 叶峰看到菊豆罗的出现 甚至情绪也没有任何波动 玉小刚啊 玉小刚 你也实在太天真了一点 你以为躲在菊豆罗背后 我就杀不了你了吗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就不了你 我说的 月官 你也要阻止我执法吗 叶峰冷冷地问 声音中没有加带任何感情 菊豆罗文言心里猛然一跳 说实话 他有点怕叶峰 叶峰 我知道你是供奉殿的人 供奉殿也给了你掌管秩序的权利 但是 这是教皇的命令 你就放玉小刚离开吧 至于其他人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呵呵 叶峰文言 忽然冷笑一声 放玉小刚离开 放玉小刚离开之后 让比比东和玉小刚 继续于情未了 然后培养出唐山这个大杀器 毁灭五魂殿吗 绝不会 叶峰心念一声 没有继续和菊豆罗废话 右手拔出骨刀 往前一指 盛气凌然 我说了 要杀玉小刚 就要杀玉小刚 挡握者皆为敌 我的骨刀可没有眼睛的 我的骷髅战士 也是没有任何感情的 不怕死就来 踏踏踏 擂台上六位骷髅战士 猛然往前踏一步 手中的骨刀 变成了新红色 全面增幅 斩 一如昨晚那样 骷髅战士 勇猛地向菊豆罗砍去 随后 叶峰又召唤出了六个骷髅战士 这六个骷髅战士 出现在菊豆罗背后 斩 猛然高高跳起 就像一个牛皮膏药一样 向菊豆罗粘过去 骷髅战士攻击力强大 防御能力强大 没有痛绝 是一个天生的杀戮机器 而且现在再加上 全面增幅了之后 每一位骷髅战士 都相当于魂斗罗巅峰 菊豆罗本来就是 排位比较弱的封号斗罗 这些骷髅战士 对他的威胁还是蛮大的 菊豆罗脸色一变 有了昨晚的体验 他再也不敢轻视 一朵骑荣通天局武魂冲天起 周围浮现出九个魂环 他必须全力以赴 应对这些骷髅战士 怎么回事 这些骷髅战士 怎么那么强 刚刚鼓刀 只有半只手斑长短的 现在瞬间变得数米长 难道说 这些骷髅战士 还会技能 刚刚看起来 这些骷髅战士 不显山不显水的 可是动起手来 怎么那么猛 就快达到魂斗罗巅峰了吧 普通的封号斗罗 都不会是骑的对手吧 你嘛 然后就只有我留意过 叶峰作为死灵魂师 到现在都还没有动过手吗 现在的死灵魂师 都那么强大了吗 我怎么感觉 他开了挂 世界上怎么可能 有这么强大的职业 这实在太违反平衡了 现在不只是六个骷髅战士了 而是整整十二个骷髅战士 我怎么感觉 橘斗罗有危险了呢 然而 正在橘斗罗和骷髅战士 大战的时候 叶峰趁着橘斗罗不注意 迅速向裕小刚冲过去 其中速度比封号斗罗 更快不少 现场中能够反应过来的人 少之又少 比比东则是反应过来了 但是现在 他在五魂广场旁边的楼阁中 距离裕小刚的位置 还有一百多米 虽然他的速度很快 但是迅速跨越一百多米的距离 还是需要一秒钟 然而 就是这一秒钟 就已经注定了一切 比比东看到叶峰又举起屠刀 向裕小刚的脖子抹去 顿时变得怒不饿 叶峰 敌感 如果你敢杀了裕小刚 我保证让你陪葬 比比东怒吼一声 然而 叶峰却不为所动 他说过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没有人能够救了裕小刚 右手拿着鼓刀 迅速向裕小刚的脖子抹去 甚至速度还更快了几分 但是叶峰的注意力 并没有集中在裕小刚身上 也没有集中在比比东身上 现在裕小刚已经是必死之局了 即便是比比东 也来不及救援 唯一有可能的 就是隐藏在暗中的唐昊 唐昊作为超强的封号斗罗 亦是斗罗上面的顶尖强者 如果唐昊出手就裕小刚的话 那成功率估计是五五开 只是 唐昊会为了裕小刚来冒险吗 叶峰非常期待 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根本找不到唐昊在哪里 而剧情似乎也偏离了原著的发展 唐昊并没有第一时间冒出来 而是变得迎忍耐了起来 这让叶峰的肃清事情就怕受阻 裕小刚身上的长老令牌 就是唐昊给裕小刚的 唐昊将长老令牌给裕小刚 希望裕小刚能够保护好他的儿子唐三 结果裕小刚却将这个令牌挪作他用 将之荡城和比比东约会的利器 裕小刚和唐昊两人都死不足惜 不过 叶峰更期待杀死的是唐昊 因为他是死灵魂兽 所杀的人越强 便能凝聚出更强的杀气 提升自己的死灵核心 然后升级自己的魂迹 杀死裕小刚固然可恨 但是主要目的是为了勾引唐昊出来 这一点叶峰没有忘记 叶峰手中的骨刀 叙叙向裕小刚脖子抹去 裕小刚被吓得脸色惨白 直接就尿了 嗯 叶峰微微停顿了一下 等待了那零点几秒 没有等到唐昊出现 心头禁不住有些失望 看来唐昊这个皮肤 是不愿意出来了 那么等我杀你儿子唐三的时候 你还会忍得住吗 叶峰在心里冷漠一笑 嘴角微微一勾 露出一股玩味的目光 随后他也没有留手 手中的骨刀像闪电 一般像裕小刚的脖子抹去 以骨刀的锋利程度 一旦碰到裕小刚的脖子 必然是一刀两断的结果 比比东看到 叶峰不为所动 执意要杀裕小刚 顿时慌望 裕小刚是他的白月光 也是他的精神寄托 乃至于是爱人 他是绝对不想失去裕小刚的 叶峰求求你了 你放过裕小刚吧 你放过裕小刚吧 只要你愿意放过裕小刚 无论你提什么要求 我都答应你 比比东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哀求 很难以想象 原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教皇 现在居然露出了这种 苦苦哀求的情绪 令在场的所有魂师 都目瞪口呆的 裕小刚到底是什么人 虽然值得五魂殿 教皇苦苦哀求 你们就只发现裕小刚的不对劲吗 依我看那个叶峰的身份 更是个谜 叶峰在武魂广场上大闹 除了比比东教皇 和教皇的亲信乐观之外 其他武魂殿的人 居然都没有出来阻止叶峰 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叶峰的背景很大 大到他都不用惧怕 比比东的程度 那么麻烦了 难道裕小刚真的会死吗 原本比比东不说话还好 现在因为比比东说话 而且恋爱脑的性格竟显无疑 这让叶峰更加坚定了 杀裕小刚念头 那我就一刀斩断玉小刚的脖子 以及一刀斩断你的所有执念 希望你以后 能够安安心心地做好你的教皇 忽然 比比东怒不可遏 眼睛瞪得圆圆的 一股良意从心底升起 让他浑身好像脱力一般 无力地坐回教皇座之中 只见在目之所及之处 叶峰的鼓刀就像切豆腐一样 瞬间划过玉小刚的脖子 一条血线从玉小刚脖子中 慢慢蔓延开来 下一秒 头颅和身体猛然从血线中央分离 然后头颅就被高高抛弃 飞在天空之中 洒下漫天血液 下方是一具无头的尸体 轰隆一声 掉在武魂广场的地板上 紧随着血液往下方滴落 将整个武魂广场的一角 染成了血红色 这一幕看起来异常血腥 不过 叶峰现在没有躲避 任由这些红色的血液 从他的身体洒落 将他的身体和头发染成血红色 从远处看来 他就像是一个远古的杀神一样 逼格十足 叶峰静静地站立在原地 随后一股暖流升起来 然后融合在自己的死灵核心之中 因为玉小刚太弱了 死灵核心吸收了 玉小刚的死灵气息之后 魂力以及魂技都没有升级 但是 叶峰又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武魂死灵核心壮大了一点 不知小刘无以成江河 不知魁步无以成千里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只要叶峰不断壮大死灵核心 总有一天会以量变产生质变的 而且 他冥冥之中有一种感觉 距离自己的死灵核心升级 已经不远了 或许杀死唐昊 就是自己升级的契机 随着叶峰杀死了玉小刚之后 武魂广场中瞬间寂静了几秒 就如同时空凝固了一样 后面这些反应过来的 还是比比东 你绝敢杀了我的小刚 啊 啊呀 我要让你给我的小刚陪葬 看到自己的爱人 玉小刚被一刀两断了 头颅都被踢到地上 滚了好几圈 比比东怒吼一声 杀意冲天 比比东双脚一蹬地面 整个人腾空而起 迅速向叶峰飞过来 身边一个黑色的魂环 瞬间亮起 第六魂技 永恒之创 永恒之创是比比东 非常强力的技能 而且是非常强的 单体攻击技能 其中主要效果 根据名字就能看出来 一旦这个技能 攻击中敌人 就会形成一道 永恒的创伤 创伤将无尽的蔓延 只能用魂力来抵挡 一旦魂力耗尽之后 那就只能等死了 你敢动一下试试 刹那间 一道强大的 绝世斗罗气息升起来 武魂广场中 传遍了的供奉千道流 充满杀意的声音 随着一个 披着黄金铠甲的男子 迅速向比比东飞去 可是 千道流并没有想到 比比东居然会对叶峰下手 而且是直接下死手的那种 现在才救援 似乎晚了一步 叶峰感受到比比东的杀意 瞳孔猛然缩了一下 比比东那个女人 对玉小刚真的是罪孽深重啊 只不过是杀了一个外人而已 你急什么 现在杀了玉小刚 以后你该不会再继续 在这件事情上犯傻了吧 只要你安安心心 做你的教皇 一心为了武魂殿发展 为叶峰依旧敬你为教皇 同时 叶峰心中也暗自庆幸 因为自己拥有 伤害转移这个天赋 只要召唤物不死绝 自己便不会死 这就相当于 立于不败之地了 即便比比东再强 也无法奈何自己 另一边 宁峰至看到比比东 被叶峰大下杀手 内心暗道一声可惜 叶峰绝对是年轻一代 最为出色的天才 如果不死的话 绝对是以后武魂殿的 领军人物 可惜 现在比比东 似乎有点失去理智 叶峰很大 可能是活不长的了 橘斗罗将目光看向叶峰 他倒没有像其他人的想法一样 认为叶峰必死无疑 因为他亲自领教过 叶峰的诡异 普通的攻击 对叶峰来说 根本就不奏效 希望教皇 能够杀了叶峰吧 如果不能杀了叶峰的话 此子肯定是恨上 教皇殿了 到时候 不但是教皇 就算是他越关的日子 也不好过 现场之中 所有人都以为叶峰 必死无疑了 即便是千道流 也是这个想法 因为比比东的 永恒之创技能 实在太强了 别说是叶峰了 就算是超级斗罗 都顶不住 千道流星头很冷 杀意凌然 比比东 真是活你了 先是杀了我的儿子千寻姐 现在又要杀我收养的人吗 哼 一旦叶峰死了 你这个教皇 也必定给叶峰陪葬 千道流在心里 冷冷一声 旋即又将目光 看向叶峰方向 在心里默默祈祷 会有奇迹发生 然而 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奇迹真的发生了 比比东的攻击 落在叶峰身上 叶峰甚至连身体都不动一下 任凭攻击透体而过 却毫发无伤 比比东看到叶峰 毫发无伤的样子 双眸瞪大 一副尸魂落魄 这 这怎么可能 比比东看到叶峰 毫发无伤的样子 双眸瞪大 一副尸魂落魄样子 这 这怎么可能 他可是封号斗罗啊 而且还是实力顶尖的 封号斗罗 一名封号斗罗 全力斩杀杀一名魂胜 居然杀不死对方 杀不死就算了 而且 对方还毫发无伤 这是什么情况 有这么离谱的吗 叶峰是什么实力 比比东猛了一下 旋即赶到一股 神圣的力量 迅速靠近 这股力量的压迫感很大 令其几乎窒息 就瞬间出现 如同山岳一样 挡在比比东面前 比比东 给我回去 我是老了 不是死了 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 就想杀我养的孩子 你是想找死吗 千道流怒喝一声 绝世斗罗的气息 透体而出 令比比东脸色一变 猛然后退了一步 随后心底经不住 内心一阵恐惧 千道流为斗罗的 三大绝世斗罗 实力比他强多了 即便是千道流 只是露出一丝气息 都令他受不了了 大供奉 我 比比东瞳孔一缩 转过头 目光看着大供奉 原本想要解释一下的 这是面对大供奉 充满杀气的目光 最终他还是什么都不敢说 滚 千道流大喝一声 比比东郊躯 猛然颤抖了一下 随后缓缓 向后面退去了 刚走到一半 好像想到了什么 猛然又折返回来 来到玉小刚身前 一手抓起一小刚的身体 一手抓起一小刚的头颅 抱着玉小刚离开了 只是那个双眸之中 露出一股淡淡的恶毒 敢杀我的玉小刚 我就让你死 千道流见比比东离开了 这才转过头 将头转向叶峰 满脸关切 当其看到叶峰毫发无伤时 心底顿时松了一口气 这些年来 他早就将叶峰 当成自己的孙子了 和千任雪的地位差不多 现在看到教皇 为了一个外人 欺负自己的孙子 那不是找死吗 千道流在反思 比比东真的适合当教皇吗 先是杀了自己的儿子千寻吉 然后又为了一个外人 欺负我养的孩子 叶峰 你没事吧 千道流目光看着叶峰 目光中充满仁慈 就像一个老爷爷一样 同时 心里也非常震惊 不知道叶峰 到底在星斗大森林里面 经历了些什么 竟然练就了这么一种本事 明明只有魂圣修为 却连封号斗罗都不拒 这可是要逆天啊 我没事 叶峰淡淡地开口 刚刚比比东的永恒之创 没有对他造成 没有任何伤势 比比东的永恒之创 只对活着的魂尸有用 对叶峰来说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他拥有伤害转移技能 永恒之创刚打在身上 便转移到其中一个 骷髅战士身上了 因为骷髅战士 是一个亡灵 死亡之创 只是让骷髅战士中创而已 甚至连杀死骷髅战士 都做不到 叶峰的双眸 如同鹰损一般 警惕着四周 其实他顾不上 比比东的攻击 他在乎的是 自己的计划 是否能顺利执行 是否能够将唐号引出来 然后肃清一切 他缓慢移动了一下 将控制着那十二个骷髅战士 缓慢将唐三 以及小五包围住 以防唐号从什么地方 冒出来 将他们救走 这时候 千道流往位台前面走一步 那淡淡的威压 传遍整个武魂广场 叶峰 是我收养的孩子 一世魂师大赛的秩序长 有权力肃清一切敌人 铲除潜在危险 如果你们妨碍叶峰执法的话 不但是你武魂殿为敌 更是以我供奉殿为敌 无论你是谁 我的定斩不饶 千道流站出来 是针对比比东教皇 这让一些有心人 受到一种味道 那就是 整个武魂殿 并不是铁桶一块的 看似比比东所在的教皇殿 是武魂殿的最高权力机构 其实受制于供奉殿 千道流目视了周围一圈 目之所及之处 所有魂师都低下了头 无人敢与其对视 这让千道流非常满意 随后转过头 将目光看向叶峰 缓缓地开口 叶峰 你想要做什么 就大胆去做就行了 只要是对武魂殿有利的 老头子我都支持你 乃至整个供奉殿都支持你 千道流现在也看透了 或者说是 对比比东有些不满 就这么一个纯女人 有什么资格执掌 武魂殿教皇 这个纯女人脑海里 全是恋爱脑 看见玉小刚那个外人 就走不动路了 现在即便是玉小刚 已经死了 那个纯女人 都还将玉小刚的尸体捡回去 马德 女人真的不堪大用 千道流心中 忽然产生了一股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 将叶峰培养成 武魂殿教皇 叶峰不但实力强大 而且杀伐果断 一心只为武魂殿 无论是从哪一方面来说 都比比比东 更适合当教皇 当然 这只是千道流心中 粗略的想法 至于是否扶持叶峰当教皇 还得再观察看看 爷爷 谢谢你 不过 接下来的事情 交给我就行了 你不用再上来帮我 我一个人就能搞定 叶峰淡淡地开口 千道流自然知道 叶峰是怎么想的 无非就是将这件事情 以个人的名义揽下来 不想拖累供奉殿吗 不过 叶峰啊 你也小看爷爷我了 我 千道流 身为绝世斗罗 是那么怕事的人吗 如果他们与你为敌 依旧是以我为敌 千道流在心里喃喃一声 玄其什么都没有说 直接离开了武魂广场 叶峰说了 他自己能搞定 那我应该相信他 随着千道流 和比比东的离开 叶峰重新站在舞台中央 向目光看向 如同死狗一样 趴在地上的唐三 唐三啊 现在可没有什么人 能阻挡我杀你了吧 叶峰手里拿着一柄骨刀 缓缓向唐三走过去 精神力却像一张网一样 覆盖着四周 因为他知道 只要自己对唐三动手 唐浩是绝对会出现的 这是一个阳谋 唐浩啊 你再不出现的话 你的儿子就死在我手里了 可没有什么人 能够救你的儿子了 求支持 虽然刚刚玉小刚的身体 被一刀两断了 头颅都在地面上滚了两圈 但是唐三脸上 却连半点愧疚都没有 在他眼里 只有自己和小五而已 至于其他人 都是自己可以放弃的对象 这真的很唐三 将自私自利的性格演绎到极致 踏踏 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 唐三心底猛然一沉 抬起那松叠的眼皮 往前看后方看了一眼 见到来人是叶峰 顿时亡魂接茂 那个杀神又来了吗 唐三身体僵住了一秒 随之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来 脸色惨白 就像被抽干了血似的 凉气从侥幸一直凉到头顶 谁能来救救我和小五啊 我真的不想死啊 怎么办 怎么办 虽然唐三心里很害怕 但是双眸却咕噜噜地乱转 目光在寻找五魂广场的薄弱点 想要逃出五魂广场 唐三 别做梦了 周围都已经是铜墙铁壁了 你是绝对没有机会逃走的 给我死吧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就不了你 这是我说的 叶峰冷冷地开口 其中精神力却高度集中 每时每刻都在搜寻着周围的异常 他知道只要自己杀唐三 唐浩肯定会出现的 到时候就是自己肃清计划的开端 只要唐浩出现了 自己就有理由向浩天宗开战了 什么五魂殿永步踏入浩天宗的足地 那可是自己爷爷签道流答应的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一旦确定了肃清目标 他的骷髅战士将踏平一切 将一切活着的生灵都融进自己的死灵核心 叶峰顿了片刻 忽然皱了皱眉头 嗯 唐浩还没有出现吗 真是能忍啊 叶峰甘笑一声 看来唐浩已经看破了自己的计划 但是你又能如何 如果你愿意眼睁睁地看着我 杀了唐三 那你就不出现 叶峰向唐三走过去 没有再留守 一路上 史莱克其他六怪 原本还想拦住叶峰的 但是却被叶峰直接一脚踹飞 史莱克六怪 相对于自己来说 只是一个小朋友罢了 他可以轻松拿捏对方 来到唐三面前 手中的骨刀高高扬起 对准唐三的脖子猛然挥下去 这一幕 跟杀鱼小刚差不多 同样是高举屠刀 然后一刀砍落 只不过叶峰的目标却是不一样 当才是杀鱼小刚 现在是杀唐三 但是结果却都是一样的 一旦鼓刀落下 唐三必然被一刀两断 那硕大的头颅都高高抛弃 然后滚滚地落在地面上 忽然 叶峰身体僵了一下 浑身忽然颤抖了一下 猛然站立了起来 这一幕怎么说呢 就好像是被猛虎盯上了的感觉 唐浩 这一定是唐浩 唐浩啊 你终于忍不住要出手了吗 叶峰身形一闪 从死灵空间中 猛然召唤出一具骷髅 挡在自己面前 他只来得及做这个 便看到一个新红色的锤子 正向自己砸过来 浩天锤身舟带着闪电 迎风见掌 当来到叶峰面前时 已经变成了一个长达五米 半径为一米左右的锯锤了 谁敢欺负我儿子 老子锤死他 唐浩大吼一声 浩天锤威势不减 甚至还有微微加强的趋势 刚刚他亲眼目睹了叶峰的诡异 因此这次 他没有任何留守 一出手便是全力 打的是一击必杀 父亲 你来了 救我 原本唐三已经在绝望之际 忽然看到自己父亲 如同末日之中的一道曙光 瞬间让其燃起无数希望 一如小时候那样 只要自己父亲能够出现 自己父亲那强壮的身躯 就仿佛无所不能 能够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这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让唐三双眸中充满了泪花 父亲啊 你赶紧杀了叶峰 只要你杀了叶峰 我和小五就得救了 唐三在心里默默期待了起来 宁峰志看到来人 忽然皱了皱眉头 现在越来越乱了 怎么连浩天缅下都来了 他作为七宝流离宗的宗主 跟史莱克学院交好 自然更愿意偏袒史莱克学院的 但是另一边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势力 这让他非常纠结 现在唐号出来了 这让宁峰志决定继续静观其变 比比东看到唐号出现 内心波澜不惊 现在他已经不想管五魂殿的事情了 反正有叶峰和供峰殿在 根本都不用自己出手 而且他心里顿时也产生了一股恶毒的想法 那就是希望唐号能够杀死叶峰 这样子就相当于给自己的玉小刚报仇了 千道流看到唐号出现的时候 瞳孔猛然一缩 自己儿子千寻即知死 跟唐号脱不了什么关系 他恨不得斩了对方 而且现在唐号剑指叶峰 这也让他非常担心 但是忽然 他又想起叶峰所说的话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他就行了 千道流又想到叶峰身上的种种神秘 顿时决定相信叶峰 一切静观其变 他相信叶峰能够处理好魂师大赛的事情的 而且就连比比东都杀不了叶峰 他就不相信唐号能够杀得了叶峰 另一边 轰隆隆 随着一声巨响传来 浩天锤锤在那名骷髅战士上面 骷髅战士瞬间碎裂 化成漫天碎片 然后落在地面上 浩天锤继续锤到叶峰身上 但是叶峰却毫发无伤 因为自己的被动天赋伤害转移 将自己受到的所有伤害都转移出去了 唐号啊 你终于出现了 叶峰嘴角一勾 露出一副奸济得逞的笑容 唐号的出现 让自己的肃清计划成功了一半 唐号文言皱了皱眉头 心头大为震动 不仅是因为叶峰毫发无伤 更是因为叶峰无意中的一句话 他在等我出现 为什么要等我出现 这是有什么阴谋吗 唐号心中那股不好的预感 上升到极致 甚至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但是他仅仅犹豫了片刻 便将脑海中的想法挥去了 现在无论想什么都没有用了 最重要的是将唐三救出去 反手一握浩天锤 体内的魂力不断输出 浩天锤光芒大胜 浩天锤主力量 一力破万法 我就不相信你是真正的不死 无论你是个什么东西 都必定死在我的浩天锤之下 唐号争争冷语 唐三 你给我看好了 这才是浩天锤的正确用法 我只演示一遍 唐号身体悬浮在半空中 九个魂环环绕在其身旁 让其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以力正道的神魔一样 令人看起来充满了压迫感 唐三文言 抬起头 看着如同神魔一样的唐号 心底非常自豪 父亲终于愿意 叫我使用浩天锤了 那我可要认真学了 乱披风锤法 唐号冷冷一声 心脏急速跳动 双腿开始发力 力量从双腿 开始往上面传递 先是到腰部 然后到手 再传递到浩天锤上 刹那间 浩天锤威势更强 迎风见长 仅仅片刻 便变成了一个十来米的锯锤 锯锤非常争容 上面蓝色的闪电 以及新红色的纹路不断流转 唐三 这便是乱披风锤法印 用到实战时候的真正用法 你给我看好了 唐三听到自己父亲的话 眼睛中一股神采流转 他能感觉到 自己父亲使用的乱披风锤法 跟自己的不一样 父亲的锤法运用的技巧更强 里面更加狂暴 除此之外 魂技魂力发力绝学都不一样 怎么说呢 那就是自己的更生硬 而自己父亲的则更加熟练 每一丝力气都把握到极致 很精准 原来这才是乱披风锤法的真正用法 唐三内心忽然有一种名物 同时 在心里默默期待 自己的父亲那么强大 应该可以打死叶峰吧 唐三已经将叶峰当成一生之敌了 此生不杀叶峰 斗罗如同万古长夜 我去 浩天免下发怒了 那股威压真强 隔了半个武魂广场 我都感到了内心的颤抖 那个叶峰现在可能真的死定了 那可未必 你们忘记叶峰的神意了吗 毫发无伤啊 看下去吧 我觉得 浩天斗罗更强 毕竟这是成名已久的超级高手 难道你们都忘记了吗 叶峰都还没有召唤出武魂 其中魂还也是未知数 一切都充满了神秘 胜负难料啊 叶峰看着狂暴的唐浩 嘴角微微一笑 他等待唐浩已经很久了 唐浩杀了前任教皇 若干主教乃是武魂殿的头号大敌 必须肃清 肃清唐浩以及唐浩背后的浩天宗 让浩天宗化作自己死灵核心升级的养料 唐浩 你只有这种程度吗 那你还是去死吧 叶峰冷雨 体内魂力一动 一轮漆黑的圆月赫然升起 黑色中带着蒸容的星红死 这个类似圆月的光圈便是叶峰的武魂 死灵核心 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 猛然变得乌云密布 遮住了阳光 黑暗笼罩大地 很快就变得伸手不见五指了 现场之中 只剩下唐浩浩天锤冒出来蓝色闪电的光芒 以及黑血红色的死灵核心 两股光芒照耀了整个武魂光场 不对 还有五百骷髅战士的灵魂之火的光芒 五百骷髅战士在死灵核心的照耀下 仿佛变得狂暴了起来 力量再次提升一倍不止 刚刚已经在全面增幅下 变成了魂斗罗巅峰 现在随着死灵核心的出现 战斗力再次提升 已经半步封号斗罗了 或者说就是封号斗罗级别了 啪啪啪 五百骷髅战士跟随叶峰往前踏一步 如同从地狱归来的英灵 死灵气息蔓延遍整个武魂广场 正在武魂广场上的浑尸 脸色一变 对这股死灵气息感到非常不舒服 齐齐往后退一步 紧接着 他们便看到了自己难以置信的一幕 只见叶峰站在五百骷髅战士前方 周围死灵气息环绕 上当一轮血血 旁边浮现着七个新红色的魂环 这便是叶峰的真正实力吗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叶峰只有七环魂胜 但是其却有七个新红色的魂环吗 所有魂环都是十万年级别的 这是要逆天啊 叶峰真的只有七环魂胜吗 我特马的 怎么感觉比封号斗罗都强 真是离谱 我感觉唐号这是要死啊 你们看到叶峰后面 那五百骷髅战士了吗 他们全都半步封号斗罗修为了 别的不说 单单是这五百亡灵 就能乱刀将唐号砍死了吗 妈了 越想越感觉头皮发麻 死灵魂师到底是什么类别的职业 不但能够召唤 堪比自身的恐怖召唤物 而且自身攻击力也强大的可怕 如果今日叶峰不死 他绝对会成长为 这世界上最恐怖的存在 武魂广场中所有魂师 一颗星都提起来了 目光直直注视着叶峰和唐号的战斗 这绝对是恐怖至极的战斗 唐号看到周围的黑衣人 身上的屏蔽衣瞬间吞去 露出里面骇人的骨架 脸色也是和武魂广场上 其他魂师差不多 满是震惊 以及不解 叶峰是死灵魂师 怎么能召唤出那么多 堪比封号斗罗的骷髅战士 而且叶峰的全部魂环都是红色的 这简直闻所未闻 听所未听 看到那五百骷髅战士 提着骨刀杀上来了 唐号瞳孔一缩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绪变化 心中的恐惧已经消失了 情况发展到现在 就只有两种可能了 要么就是叶峰死 要么就是自己死 妈的 吓我 我连你们前任教皇都锤死了 还怕你一个有狗 唐号大吼一声 许是给自己壮胆 然后手中的浩天锤 猛然向前方 乱披风锤法9981锤 一锤比一锤强 一锤比一锤猛 第9981锤 即便是巅峰斗罗都得退避 叶峰嘴角微微一笑 心头涌动 唐号啊 今天你必定插翅难逃 随后 头顶的死亡核心光芒大胜 周围的骷髅战士 猛然动了起来 将叶峰围在中央 将其保护起来 通过刚刚的实验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虽然他拥有伤害转移天赋 能够将自身所受到的伤害 都转移给自己的召唤物 但是自身的防御并不强 所以 转换过去的伤害 会非常大 但是相比骷髅战士就不一样了 骷髅战士浑身都是亡灵骨架 防御能力强大 用来替自己挡刀 所受到的伤害更低 这也是叶峰用骷髅战士 将自己保护起来的原因 同时 这也让他找到了之后的强化方向 那就是 不断增加自己的体质 不断增加自己的防御 做到不死不灭 一人即天灾 叶峰抬起头 看了唐号一眼 就这 随之五百骷髅战士头颅中 灵魂之光大胜 发出骷髅战士专属技能 骷髅战士手中的鼓刀形迎风见掌 速度越来越快 血色的长刀冲天起 变成一柄长达十米的巨刀 巨刀浓烈的死灵气息 冲斥而出 蓝色的符纹不断流转 如同一群来自地狱的恶魔 威势非常恐怖 踏踏踏 砍 五百柄鼓刀猛然向唐号砍去 这一幕比万刀归宗还恐怖 刀锋密集 威势恐怖 唐号位于鼓刀地狱中心 瞳孔猛然一缩 恐惧之感直冲脑门 这一幕比当初自己被千寻级追杀 还恐怖无数倍 冰冷刺骨的绝望感 让其全身肌肉都针尖般刺痛 如同是其他普通斗罗 或许连这一轮攻击都撑不过去 但是唐号是曾经镇压同辈的强者 是一个时代的弄潮 虽然现在已经落幕了 但是也不是这区区五百骷髅战士可以砍死的 魂力就像不要命一样涌出 手中的浩天锤光芒大胜 随后 浩如一座小山峰一样飞出去 三锤 九九八十一锤 轰轰轰轰 每一锤就轰击到数个骷髅战士身上 或者说是十几个骷髅战士身上 虽然骷髅战士手中的骨刀已经很强了 但是骷髅战士只是堪堪半步封号斗罗而已 或者说是刚九世纪 九世纪的骷髅战士在唐号眼里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手中的浩天锤不断舞动 浩天锤和骨刀碰撞的瞬间 骨刀如同蜘蛛网样碎裂 片刻之后便消失在天地间 就连那坚硬无比的骨架都产生了些许裂缝 头颅中的灵魂之火也黯淡了不少 很显然 刚刚唐号对骷髅战士的伤害很大 叶峰看着这一幕 心底没有半分畏惧 反而心底更加兴奋了起来 唐号越强大 那就意味着击杀唐号之后 自己能获得的奖励就越大 而且唐号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东西 死灵魂是 一人即天灾 虽然说我的骷髅战士已经很强大了 但是却从来没有人想过 叶峰才是最恐怖的存在 唐号目光环视了一圈 看着眼前这些被打退的骷髅战士 骨架裂缝 灵魂之火黯淡 他顿时知道了 这些骷髅战士受伤了 并不是无敌的 只要自己再攻击一轮 就能将这些骷髅战士送去西天 只要我能干掉这些骷髅战士 那么叶峰就不足以畏惧了 叶峰作为死灵魂师 本身并没有很强大 只是狐甲虎威而已 如果没有了这一群骷髅战士 或许叶峰啥都不是 那么现在 我唯一需要害怕的 就是武魂殿的供奉了 唐号在心里默默地盘算着 该如何带着自己儿子 逃离武魂城 宁峰志 唐号那么强的吗 浩天锤号称力量第一 就是不知道 和剑术的七杀剑比起来如何 比比东 给我杀死叶峰 唐号你给我杀死叶峰 这样子 我的玉小刚 就能大冤得雪了 我会感谢你的 千道流和其他六大供奉 看到叶峰的骷髅战士失利 陷入了危险 心头暗暗着急 顿时准备上去救援 顺便将唐号剁了 我供奉店的人 什么时候论得到外人欺负了 可是 正当他们想要出手时 叶峰忽然投射过来一股目光 让他们不要插手自己的事 大供奉沉默了一会 还是决定相信叶峰 叶峰是自己收养的孩子 这二十几年来 给过自己太多惊喜了 而且从来都没有让自己失望过 唐号啊 如果叶峰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拉你整个浩天宗陪葬 大供奉千道流 在心里喃喃一声 另一边 唐号看到自己的攻击有效果 就更加得意了 作为一个父亲 他希望能够在自己儿子面前 树立起榜样 而且这个榜样无限高大 小三 你学会了吗 这便是乱披风锤法的真正用法 唐号低下头 目光看着唐三 双眸中充满了温柔 那如同红雨一般的爆赫 传遍了整个武魂广场 我看到了 父亲 你真厉害 请父亲帮我杀了叶峰 唐三双眸亮了一下 顿时冷冷地开口 叶峰的强大 令他感到恐惧 而且还是第一个 令他感到恐惧的人 唐三觉得 无论如何 都要除掉叶峰 要不然的话 以后绝对是自己的一生之敌 小三 你放心 有我在 叶峰他活不了了 唐号在半空中冷雨 手中浩天锤 在半空中轮了一圈 随后又淡淡地开口 现在我在教你大须弥锤的真正用法 我只教一次 你给我看好了 唐号目光一缩 手中的浩天锤 直指叶峰 叶峰听着唐三父子的对话 心底有些恶心了 都是两个将死的人 还在这里演什么副辞字笑 行了 你们父子可以闭嘴了 今天你们统统告诉 唐号目光凌冽 盯着叶峰 真是大言不惭 我看死的人是你吧 现在你的骷髅战士 已经被我废了 你还有什么手段 叶峰闻言 嘴角微微一勾 露出一个邪魅的笑容 你以为骷髅战士 就是我的最厉害的手段了吗 呵呵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死灵魂师 无奈死灵魂师 行走在人间和地狱之间 亡灵复苏 阴灵复苏 掌控天地一切亡灵 乃是亡灵主宰 义人及天灾 随着叶峰的声音刚落 其第一个新红色的魂环 猛然亮起 第一魂祭 元古古龙 初级 元古古龙为召唤魂祭 能够召唤出 九头十万年级别的古魂兽 为宿主作战 银银银 一具巨大的头颅 从云海中出现 藤云架雾 和那些具有血肉的头颅不一样 这一具头颅 全部都是由骨骼铸造而成的 头颅半径超过十米 双眸如同灯笼一样 里面闪耀着血红色的灵魂之火 银银银 古龙在云海中翻滚 仅仅一瞬间 那就浮现出真面目 那是一条长达数百米的古龙 不对 不止一头 而是九头 只见九头远古古龙 在半空中翻滚 排列在一起 齐头并进 如果不是缺少一具神秘的古观 倒有一种颇向九龙拉关的场景 什么 远古古龙 而且是十万级别的 那么 唐浩有危险了 现场局势再次逆转 令众人目瞪口呆 特么的 谁能告诉我死灵魂师 到底是什么直言 麻的 这也太破坏平衡了吧 第一魂计 就是召唤九条十万年远古古龙 特么 即便是封号斗罗 也能生死了呀 这怎么打得过啊 即便唐浩再强 打不过 这一群不死生灵啊 现在他们终于明白 叶峰所说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了 一人即天灾 原来 是指召唤物无穷无尽的降临 如同天灾一样啊 唐浩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叶峰冷冷一声 其实他本身的实力更强 只是没有人能让他使用出来 即便是面对唐浩 他依旧觉得 第一魂计已经够用了 九条远古古龙张牙舞爪 向唐浩抓去 古龙爪瞬间变大 如同极其锋利的武器 竟然变得数米大 古龙爪上面 带着恐怖的地狱之火 红莲灭世 远古古龙灭世 远古古龙将这一招技能威能 演绎到极致 古龙爪配合天火降临 唐浩在这九个大家伙面前 就如同蝼蚁一样 仿佛不堪一击 轻易就被摧毁 此刻 唐浩猛然站立了一下 一股极致的恐惧 从心底升起来 这可是九头十万年古龙 妈了 一头十万年浑兽 都非常难缠了 现在足足有九头十万年浑兽 简直不给人活络啊 唐浩恐惧到极点 巨大的危机感升起来 让他心底狂跳 这个时候 必须要拼命了 否则的话 自己会被这九条古龙秒杀了的 炸环 第一魂魂 第二魂魂 第三魂魂 第五魂魂 五魂全炸 唐浩将五个炸环的魂力 全部注入浩天锤中 以至换来最纯粹且强大的力量和攻击力 一力破万法 一锤轰出 如同巨大的山脉袭来 那九条远古古龙 许是感应到炸环的威力 也不敢和唐浩硬碰 从口中吐出炙热的龙岩 龙岩如同岩浆一样 巨大的能量喷涌出 直逼浩天锤而去 轰隆隆 又一阵巨响传来 不得不说唐浩的炸环 实力还是非常强的 居然以一己之力抵九条十万年古魂兽 而不落入下风 唐浩感受到 顺着浩天锤涌现而来的力量 整个脸色微变 这股力量非常强大 他完全把握不住 虎口被硬生生撕裂开 鲜血从手臂流下 滴落在土地上 染红了一片 心底一股绝望的寒意 妈了 这是什么怪物 我这是 被反正伤了 唐浩目光往前方看去 只见那九条古龙 除了灵魂之火黯淡了一些 表面上竟然毫发无伤 这给唐浩的压力很大 大到绝望的地步 炸环可是自己最强大的攻击手段 现在对方的召唤物 竟然毫发无伤 妈了 这是什么怪物 面对风浩斗罗 面对十万年魂兽 他手中的浩天锤都没有怕过 浩天锤乃是极致暴力 无论面对任何东西 都可以一锤解决 如果一锤不行 那就再加多一锤 浩天锤从来没有让唐浩施力过 但是面对叶峰的召唤物 他真的怕了 天知道叶峰还能召唤多少亡灵出来 而自己的魂环一共只有九个 可施展不了多少次炸环 妈的 这是什么怪物 竟然逼得浩天缅下炸环 楼上格局小了 按照这种情况下去 别说是炸环了 再过一会的话 浩天缅下 可能就会直接被那九条古龙声撕了 宁峰志看到这一幕 居然有些不忍 想要亲自下场 将宁荣荣接回来 顺便拉屎来客一把 但是却被剑书和古书拉住了 因为剑书和古书面对叶峰 同样没有把握 现在他们七宝流离宗 可是中立的 叶峰也没有针对宁荣荣的意思 一旦七宝流离宗动手了 那无疑就打破了中立的局面 跟世界上最恐怖的五魂殿为敌 明显是不明智的 既然剑书和古书都不同意 宁峰志只能忍了 另一边 独孤伯看着五魂广场 随后又低下头 看了躺在地上的唐三一眼 玄机浑身身体都开始不断打哆嗦了起来 他的命可是唐三救的 救命之恩 断头可还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压有繁补之意 扬之贵乳之恩 男子汉大丈夫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 独孤伯觉得 就此时此刻 他必须挺身而出了 他无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救命恩人 被砍死 要么就将唐三救出来 要么就直接应勇就义 人活着就像蜡烛一样 总要在某一个时刻 散发出自己的光芒 哪怕为此失去性命 也在所不惜 浩天勉下 我来助你 独孤伯大喊一声 随后身影如同损鸟一样 快速向五魂广场上的其他魂师飞去 尤其是五魂殿成员密集的地方 他对自己的实力 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如果直接跟叶峰印钢的话 自己绝对不是对方的对手 但是如果唯唯就赵呢 我可是独斗罗 最擅长的是用独 对付五魂广场周围 这些小卡拉米是最合适了 独物弥漫 从五魂广场一脚升起 独孤伯的目的就是制造混乱 逼迫叶峰为位救赵 然后趁机将唐三救走 不得不说 他的计划很好 可是却正好中了叶峰的圈套 叶峰的计划是从一个兔子开始 将和五魂殿敌对的势力勾引出来 然后肃清一切 原本他以为能够将唐号勾引出来 然后杀唐号 灭好天宗就是这次魂师大赛的最好结果了 没想到独孤伯居然自己找死 主动跳了出来 那我就成全你吧 你跟着唐号一起去死吧 如果叶峰没有记错的话 援助中比比东成立了五魂帝国之后 独孤伯这个老毒物可是凭借自己的毒 对五魂帝国的魂师军团造成了巨大伤亡 这是妥妥的一个清唐三派 杀他都算是便宜他了 忽然 正在站在骷髅战士中央的叶峰 看到独孤伯接下来的动作 顿时亡魂接冒 杀气如同实质一般凝聚而出 血红色的光芒笼罩大地 愤怒 无边的愤怒 他重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这么愤怒的 只见独孤伯不知道发生风 竟然巧合地向组委会方向去投毒了 我的妹妹千刃雪可是组委会成员 你居然敢对组委会投毒 千刃雪是我心中唯一的光明 谁若敢动它 那就毁灭吧 千刃雪是我心中唯一的光明 谁若敢动它 那就毁灭吧 世间安得两全法 如果天使没了守护 那就让黑暗笼罩整个大陆 叶峰头发竖起来 身体周围散发出浓烈的死灵气息 虽然说现在阳光普照 毒辣地炙烤着大地 但是他身上却充满了黑暗 仿佛是这光明的世界中唯一的黑点 但是这个黑点有自己底线 有自己该守护的光明 纵使满天皆敌又如何 我要护你周全 叶峰身体颤抖了起来 从来没有亮过的第二魂环 突然亮起来了 他的第二魂环也是十万年的 新红色非常刺眼 这是他猎杀了无数魂兽之后 系统奖励的至强魂技 第二魂技 死亡射线 死亡射线利用体内的死灵核心攻击 将所有杀器凝聚压缩在一起 形成一道究极光线 该道光线可灭超级斗罗 现场中所有人抬起头 看到毒孤博疯狂投毒的动作 内心都非常愤怒 特么 武魂广场上都是无辜的人啊 你为了救唐三 置无数无辜的生命于不顾 再攻 中场合投毒 这简直和邪魔没有什么区别 果然 用毒的魂尸都不是什么好人 虽然说武魂广场上所有人都很愤怒 但是除了极少部分人之外 并没有多少人想帮忙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自扫门浅血 修管他人门上霜 只要不是侵犯到自己的权利 他们这一群魂尸是非常自私的 七宝琉璃宗和天斗帝国交好 宁峰智看到毒孤博过来投毒 顿时煤矿剧烈 一股愤怒从心底生起 妈了 毒孤博 你也是青天斗帝国派吧 怎么唐三出了问题 你就疯了吗 组委会可是天斗帝国的人 而且天斗帝国的太子雪清和也在其中 你连天斗帝国的太子都毒杀 那么的 你真的是为了唐三丧心病狂了 宁峰智觉得自己忍不了 转过头 对着剑书微微点头 剑斗罗好像意会到了什么 随后猛然祭出了七杀剑 向毒孤博杀去 然而 速度已经慢了一步 毒孤博已经使出第九魂祭碧灵神光 毒孤博的五魂是碧灵蛇 隆重之一 被称为万蛇之祖 其中最强的手段便是用毒 其中 第九魂祭碧灵神光 更是毒的老祖宗 可轻易灭杀一成 毒孤博使用第九魂祭 通体瞬间变成墨绿色 释放出可以俯视一切的恐怖毒物 在原著中 嘉陵关大战毒孤博 就差点毒杀了五十万五魂帝国的魂师军团 甚至连封号斗罗的五魂真身也能俯视 可想而知 其中的恐怖 这个老毒物的毒素缠上了 就距离死亡不远了 麻的 忽然我觉得我错了 刚刚我就应该出手阻止毒孤博的 没想到毒孤博为了救唐三 居然那么丧心病狂 连第九魂祭碧灵神光都使出来了 这可是能轻易毁灭一座城市的技能啊 麻的 你这是想成为千古罪人吗 可是我还不想死啊 谁能救救我 怎么办 五魂广场上乱成一团麻 所有魂师躁动起来 人人自危 有些无助的哭泣 有些会飞的魂师 迅速飞离了五魂广场 七杀剑 杀 剑斗罗大吼一声 七杀剑瞬间向毒孤博杀去 七宝刘离宗 作为青天斗帝国的宗门 是不会看着天斗帝国的太子 陨落在这里的 他正在尽全力救援 可惜 他这个七杀剑 作为天下第一杀器 却不如一人 那个人就是叶峰 叶峰的死亡射线 超越了七杀剑 超越了光速 看到即是死亡 一道红色的死亡射线 瞬间照射在毒孤博身上 甚至毒孤博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那道死亡射线 就透体而过 在身躯中央 蔓延出一条血线 从眉心处一直剖下去 将身体整整齐齐地分成两半 毒孤博眼睛睁得大大的 身体颤抖了一下 下一秒 身体就从中间裂开 变成两半 朝两边落下 血红色的血液漫天飞舞 各种污秽之物 从肚子里面流出来 看起来非常血腥 然而 叶峰的攻击 却还没有停止 第二道死亡射线瞬间来临 滋滋一阵切割声响起 毒孤博一个手臂 被奇冠切下来 第三道死亡射线 第四道死亡射线 第五道死亡射线 毒孤博被分成两半的尸体 都还没有从半空中落到地面上 就被无数死亡射线支解了 变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零件 剑斗罗看着毒孤博被支解 瞳孔猛然一缩 硬生生在半空中 停住了脚步 额头上一缕头发 被整齐切割下来 从其前面滑落 然后被死灵气息腐蚀 最后消散在天地间 特么 剑斗罗的七杀剑 一致七杀 可图封号斗罗 别说是同级别强者了 就算是越级挑战 他的七杀剑依旧照展不悟 可是 现在他的七杀剑居然在颤抖 刚刚就在一瞬间 七杀剑被叶峰的死亡射线 擦到了一丝边缘 他的七杀剑居然被冻穿了 剑斗罗看着手中微微颤抖的七杀剑 以及七杀剑上被冻穿的剑体 心生恐惧 随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七杀剑无间不摧 作为天下第一杀器 或许今天被除名了 天下第一杀器 应该是叶峰的死灵核心 那是一轮类似血红色的圆月一样的东西 里面蕴含了无尽的死灵能量 但是没有人知道 死灵核心到底是什么武魂 弃武魂 兽武魂 还是说两者都不是 是一种全新的武魂 但是无论如何 刚刚死灵核心释放出的死亡射线 都让所有人都记住了叶峰 记住了这个死灵魂尸 如同神魔一样的男人 独孤伯 这是做了什么 居然让叶峰如此愤怒 是因为独孤伯屠杀无辜百姓 叶峰才会大开杀戒的吗 可是 也不至于将独孤伯切成碎块 即便是面对唐浩的时候 叶峰也没有这么狠 难道叶峰跟独孤伯有仇 现在独孤伯 可是一块完整的零件都找不到了呀 难道说 组委会中有叶峰所在乎的人吗 特么的 叶峰真特么强大 死灵魂尸到底是什么东西 第一魂祭就召唤出 九条十万年级别的远古古龙 第二魂祭就是死亡射线 就连七杀剑也能洞穿 那么 叶峰的第三魂祭是什么 众人陷入了沉思 五魂广场中死一般寂静 目光看着站在五魂广场中央 如同神魔一样的男子 双眸中充满了畏惧 从这一天开始 所有人都知道 五魂殿诞生了一个妖孽 一个所有人都不敢招惹的存在 那就是死灵魂尸叶峰 叶峰一人即天灾 虽然刚才叶峰的速度已经很快了 在独孤伯投毒的一瞬间就杀了对方 但是还是有少量的碧灵蛇毒 扩散到组委会上 墨绿色的毒液蔓延 一些弱小的组委会成员 瞬间暴毙而亡 浑身被腐蚀到 仅剩下一块骨架 当然 修为高于魂王的魂尸 暂时抵挡住毒液的攻击 不过 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 毒素正在顺着他们体内蔓延 缓慢顺着血液流遍全身 如果没有找到解药的话 死神依旧会降临 只不过是早死和晚一点死的区别罢了 叶峰目光跨过了数百米距离 如同一尊雕塑一样 静静地看着千刃雪 千刃雪身穿天使套装 戴着天使头骨 将伪装成天斗帝国的太子雪清禾 亦是她的妹妹 叶峰看到一股毒液 浸染到千刃雪身上 双眸忽然缩了一下 心头狂跳 许氏时空凝固了一般 不 小雪 你一定会没事的 叶峰在心里喃喃一声 想要不顾一切冲过去 将千刃雪抱在怀里 然而 这时千刃雪也正好看过来 许氏看穿了自己的想法一样 猛然对着摇了摇头 这是 拒绝我的帮助吗 叶峰沉默了一下 心很痛 从前跟千刃雪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全部涌现出来 哥哥 你为什么老是藏在黑暗里 因为我喜欢黑暗 千刃雪笑了笑 那我愿意做照料你的那个人 这短短几句话 如同横骨的记忆一般 永远刻在叶峰心里 小雪是我心中唯一的光明 我绝对不会让小雪出事的 另一边 千刃雪发现自己中了碧灵蛇毒 虽然心里也很害怕 但是现在 自己正处于关键时刻 不能够暴露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用目光制止了叶峰 哥哥的计划 是肃清一切 而我的计划 是控制整个天斗帝国 送给哥哥 千刃雪想着想着 心中一阵坚毅 忽然觉得自己 似乎没有那么害怕了 叶峰抬起头 看了小雪一会 身体周围闪露出一道 微金色的光芒 很明显 是天使套装 在抵挡毒素 而且小雪 暂时也没有什么中毒的迹象 这才让叶峰停住了脚步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救人啊 叶峰暴怒一声 看到自己妹妹 有可能中毒了 而自己 又没有办法过去 陪着妹妹 心底很不适滋味 听着叶峰的话 众人才如梦初醒 五魂殿作为主办方 立马组织了专门的救援队 以及解读师 将组委会的所有中毒人员 都接走去解读了 叶峰顿时放心了不少 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虽然叶峰 很担心自己的妹妹千任雪 但是她知道自己 对解读一窍不通 还不如将之交给 五魂殿专业的治疗戏魂师 一想到这里 叶峰就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现在现场中一片混乱 自己需要做的 就是稳定局面 继续完成自己未完成的计划 五魂广场周围 在骷髅战士维持秩序的情况下 算是比较平静的 虽然有些动乱 但是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天空之上九条古龙 对着唐昊不断攻击 唐昊落入下风 逐渐不敌 叶峰不准备再出手了 唐昊在古龙的围攻下 迟早都会晕落的 自己没必要多费功夫 叶峰沉寂下来 趁着空闲 开始查看系统信息 刚才杀了独孤伯之后 系统的提示音 就叮叮叮地响个不停 只不过 刚才他没有时间查看吧 恭喜宿主 击杀封号 斗罗独孤伯 魂力获得增长 暂未突破魂胜级别 恭喜宿主 击杀封号 斗罗独孤伯 五魂死灵核心 获得一定的提升 但是暂未突破等级 恭喜宿主 击杀封号 斗罗独孤伯 所有魂环年限增加一万年 恭喜宿主 击杀封号 斗罗独孤伯 获得特殊天赋技能 所获得的奖励也是比较低的 大部分都是 只有量变没有质变 没有什么好期待的 哦 对了 还有一样可以期待的 那就是最后一项天赋技能 死而替生 死而替生 这一项技能单单 从名字上来看 就属于比较邪门的阴间技能 系统 给我介绍一下死而替生这个技能 死而替生 顾名思义 宿主有一定几率 将自己所杀死的封号 斗罗索转换成亡灵 宿主 将敌人转化为亡灵之后 该亡灵能够拥有生前的技艺 和生前的实力 但是却受制于宿主 一切听从宿主的号召 永生不可背叛 叶峰一看到这里 顿时明白了过来 这就是一个转化亡灵的技能呗 比如说 我杀了唐浩 就可以利用唐浩的尸体 将对方炼制成亡灵 供自己驱使 让其生生世世 活在自己的折磨之中 叶峰笑了笑 死而提升在自己的亡灵大军中 只能说是一般般 也聊胜于无 叶峰蹲了一下 拉开了自己的系统面板 宿主 叶峰 武魂 死灵核心 死灵魂师 召唤亡灵 可提升 现在一级 魂力 79级 所拥有召唤物 骷髅战士 79级 数量1000个 天赋 伤害转移 全面增幅 杀气凝聚 死而提升 嗯 暂时就这样吧 叶峰微微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忽然感觉到 虽然刚才击杀独孤伯的时候 没有让自己有很大的提升 但是如果击杀唐浩的话 必然会让自己 得到很大的提升 甚至连武魂 都能够升级 这让叶峰 更加期待了起来 猎杀唐浩 猎杀浩天宗 肃清一切 杀尽于武魂殿敌队的人 以战养战 终有一天 自己的亡灵大军 会笼罩整个世界 正在叶峰沉默的时候 眼角余光忽然看到 唐浩突破了 远古古龙的包围圈 从半空中俯视而下 向唐三掠去 看样子 是准备趁乱 将唐三救走 第一魂祭 远古古龙 随着叶峰冷冷的声音落下 旁边的第一个魂环 瞬间亮起来 九条远古古龙瞬间 从虚空中出现 张牙舞爪 腾云驾雾 因为吸收了 独孤伯的杀气 远古古龙比上次更强大不少 现在已经不只是十万年了 而是达到了十一万年的级别 银银银 九条古龙破空而出 恍若横骨存在 向唐浩杀去 前方九条古龙在截杀 后方又有九条古龙在追杀 前有追兵 后有虎 唐浩感应到周围的情况 瞳孔猛然缩了一下 额头上充满了冷汗 一股良意从心头蔓延变全身 又召唤了九条古龙 特么的 这完全不给人活络啊 能告诉我 死灵魂师是什么职业 刚开始召唤九条古龙就算了 可是你特么的 还重复召唤 九条又九条 谁顶得住啊 其实 不只是唐浩感到恐惧 面对叶峰的古龙 在场中的所有人都漠不变色 就连三大爵士是一千道流 内心都久久不能平静 这便是死灵魂师的真正实力呢 一人即天灾 只要叶峰还站着 就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召唤物 这实在 实在是太破坏平衡了 千道流 甚至怀疑自己 当初收养了 叶峰是不是正确的 死灵魂师召唤亡灵为所用 一人即天灾 如果叶峰走上邪路的话 可没有人能够制得住他 一念成魔 一念成佛 一个搞不好的话 整个窦罗大陆都生灵涂炭 罢了 我想那么多干嘛 永远不要为 已经发生的是后悔 只要我不负叶峰 叶峰就不会辜负我 而且还有小雪那个家伙 如果叶峰真的堕落的话 可以让小雪的天使 照亮叶峰前行的路 只是千道流 没有想到的是 如果叶峰深坠黑暗 千任雪又怎么会独往光明 天使的职责是守护 可是小雪心中的守护 和他的守护不一样 小雪只是守护一人而已 如果心中该守护的人 已经深坠黑暗 那么这个世界 就不值得守护 跟心爱的人 一起深坠黑暗吧 唐昊心头一阵惊悚感传来 全身肌肉都在颤抖 面对生死危机 他顿时顾不上什么了 再次使用了自己的最强 攻击技能 炸环 四环齐炸 包括那个十万年魂环都炸了 虽然唐昊心里也知道 炸环是自己最后底牌 一旦没有取得效果 自己便会陷入虚弱之中 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 但是没有办法 除了炸环之外 他根本没有把握 对付那十八条古龙 浩天锤得到魂环力量的注入 外表变得更加蒸容 新红色的光芒 蓝色的闪电 如同电蛇不断闪烁 周围空间刷刷作响 如同雷霆一般 在半空中炸响 虚空中些许裂缝涌涌现 浩天锤 作为天下第一气武魂 在唐昊炸环的加持下 变得无比恐怖 锤头已经变成了十多米宽 锤身长度也超过了三十米 唐昊现在已经破釜沉舟了 要么就突破重围 将唐三救出去 要么就生死当场 他名为浩天斗罗 本身就是功伐无双 无比勇猛的 现在却屡次对叶峰心生恐惧 这已经影响到他的道心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就不配名为浩天了 他必须再硬气一把 大须弥锤 轰轰轰 直接退了三条古龙 可惜 叶峰给他展示了 什么叫做人海战术 什么叫做亡灵天灾 虽然唐昊击退了三条古龙 但是还有六条古龙 再加上其背后 也有九条古龙在追击 唐昊脸色变了一下 随之浑身颤抖了起来 似乎这对大局 没有什么影响 他不怕死 但是他怕自己死后 唐三孤独无依 不过 因为刚刚他的拼命 也在古龙的包围圈中 打开了一条缺口 令他可以 顺着这条缺口 去到唐三 别 宁峰志坐在观众席位上 看着叶峰又要杀唐昊 经不住皱了皱眉头 叶峰在五魂广场上 先杀玉小刚 再杀唐昊 然后再杀唐三 这实在有些过分了 令他这个七宝流离宗宗主 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比比东教皇 你手下的人 是不是太过分了 现在可是魂师大赛 不是你们随意杀戮的对象 这句话 是宁峰志对着比比东说的 但是他话都还没有说完 就感觉到背后 传来一股冰冷刺骨的目光 这股目光没有半点生气 仿佛看像死物一样 宁宗主 我劝你七宝流离宗 莫要多管闲事 唐昊是五魂殿的仇敌 我正在代替供奉殿执法复仇 如有挡我者 死 叶峰冰冷的杀意传遍全场 声音如同从九幽传来 原本宁峰志还想继续说什么的 却硬生生跟住了 然后他就被身后的剑斗罗拉住了 只有亲自和叶峰打过照面 才会知道叶峰到底有多恐怖 现在剑斗罗手中的七杀剑都还微微颤抖 他毫不怀疑 就算是自己跟古斗罗联手 都打不赢叶峰 叶峰就是一个怪物 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们宁宗主说错话了 我澄清一下 七宝刘离宗不参与叶峰和唐昊的任何事 我们这就带着宁荣戎离开五魂城 剑斗罗和古斗罗 摁住了宁峰志淡淡的开口 说完之后 就带着宁荣戎迅速离开了 甚至连头也没有回 叶峰也懒得管他们 七宝刘离宗是一个中立的门派 只要对方不触怒到自己的利益 他是不准备和对方起冲突的 与此同时 正在半空中的唐昊刚使用了炸环 而且还是九个魂环全炸了 随着一阵力量的抽离 瞬间陷入了虚弱之中 面对张牙舞爪来的古龙 没有任何办法了 不 怎么会这样 我不能死 我要将唐三救出去 唐昊在内心大吼起来 许是回光反照一般 原本虚弱的身躯 担填出一阵温热 忽然升起一股力量 随着这股力量的出现 他的身躯就像被甘露浇灌过一样 瞬间充满力量 释放潜能 傅爱的力量是伟大的 唐昊竟然从刚才撕开的缺口中 突破出去了 迅速飞倒到唐三身边 左手抓住小五 右手抓住唐三 猛然向空中一掷 唐三和小五感到一股距离传来 瞬间化作两个小黑点 消失在武魂广场中 小三 接下来的路 为父不能陪你一起走了 请你带着我的力量活下去 唐昊声音刚收到一半 却戛然而止 他瞬间被呼啸而来的古龙追上了 古龙翻腾着 龙爪刺入唐昊的身体 血肉之躯瞬间被冻穿 然后猛然一用力 唐昊的身体猛然就被生死了 一块一块的手臂 头颅 躯干 大腿 随着唐昊被古龙撕碎 叶峰耳中也传来了久违的系统提示音 恭喜宿主击杀绝士强者唐昊 触发暴击奖励 系统已经帮宿主将将唐昊的杀器 凝聚进死灵核心 死灵核心升为二级 宿主所有召唤物的数量翻倍 魂力提升十级 所有魂环年份提升十万年 恭喜宿主获得最适合的十万年魂环 恭喜宿主获得灵犀感应技能 恭喜宿主获得解读单一个 叶峰听着系统的提示 随之体内传来一股暖流 体内的气息顿时攀升了起来 他身体僵住了一下 随之狂喜了起来 果然不出我所料 击杀了唐昊之后 让我的死灵核心提升一击 只是不知道 我的战斗力提升了多少 叶峰沉默了一下 随后右手轻轻一挥 发现在了他的视网膜中 上面显示的是个人的属性面板 宿主叶峰 五魂死灵核心 死灵魂师召唤亡灵 可提升 现在二级 魂力八十九级 魂环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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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二十万年魂环 所拥有召唤物 骷髅战士八十九级 数量两千个 天赋 伤害转移 全面增幅 杀气凝聚 死而替生 还真不错 叶峰经不住笑了笑 击杀了唐浩之后 让自己的死灵核心提升了一级 所有召唤物数量提升了一倍 单单是这一点 就足以让他的战斗力 翻了数十倍不止了 原本他只是魂圣巅峰 现在是魂斗罗巅峰 所拥有的召唤物 也是魂斗罗巅峰 而且 召唤物数量翻了一倍 这才真正的诠释了 什么叫做死灵魂师 一人及天灾 只要自己的召唤物数量足够多 自己便永远都不会死 到时候 五魂殿立国之后 他一人就能够充当所有魂师军团 一人敌一国不是梦 系统 给我解释一下 灵溪感应技能 叶峰略微带着期待问 灵溪感应 宿主专属技能 宿主可以和任意一位女性角色 绑定该技能 从而 宿主能够对对方的状态 有一股模糊的感应 能够大概感应到对方的喜怒哀乐 以及是否有危险 但是对方却不能感知宿主的状态 听着系统的解释 叶峰明白过来了 原来这个就是灵溪感应 通俗来说 就像装了一个收音机 能够收听到自己绑定女生的情绪 以及危险 叶峰双眸闪动了一下 静静地站在原地 谁也不知道 此时他心里在想什么 片刻之后 其身形微微一动 眉头舒展开来 灵溪感应必须和小雪绑定 这并不是为了感知小雪的情绪 而是为了查看小雪是否有危险 一旦小雪有危险的话 自己这个当哥哥的 可以及时救援 纵使满天皆敌 唯一要守护好 心中唯一的光明 系统 给我解释一下解读单的作用 叶峰顿了一下又问 其实他已经大概猜到解读单的作用了 但是还是找系统确认一下 以免有一些细节 自己不了解的 解读单 顾名思义是用来解读的 但是 此解读单是系统出品 系统出品 皆为精品 系统奖励的解读单 是可以解万毒的 并且能够使服用者具有毒抗性 以后万毒不清 任何毒物都无效 这 这不是为小雪准备的吗 小雪中了B0毒 现在也不知道解开没 但是现在有了解读单 那就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不但能解决小雪的B0毒 而且还能让小雪产生毒抗性 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叶峰目光环视了一眼 玄机不再犹豫 迅速向教皇殿飞去 刚刚组委会中毒的成员 就是被送到了教皇殿救治 包括千任雪 也是送到了这里 武魂广场距离教皇殿有一段距离 他在赶去教皇殿的过程中 双眸飘忽 陷入了沉思 现在 玉小刚已死 毒孤博已死 唐昊被撕碎 肃清计划已经完成了大半 唯一有点美中不足的 就是让唐三和小五谈跑了 不过 问题也不大 唐三和小五只不过是一个魂宗而已 在叶峰眼里和蝼蚁没有什么区别 想要杀他们随时都可以杀 况且 就凭唐昊那个力气 能够将唐三丢到哪里去 还不是在武魂城里面 现在他武魂城已经封锁了 唐三和小五绝对是插翅难逃 只不过是早一点死和晚一点死的区别罢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去看自己的妹妹 确定自己妹妹没事了之后 那么自己就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事情 首先追杀唐三和小五 然后再灭了昊天宗 逐步推动武魂殿立国 哦 对了 还有唐昊的尸骨也派人去捡一下 虽然唐昊已经没有一块完好的零件了 但是将唐昊的骨头捡回来 然后拼接一下 应该可以组成一具亡灵 到时候 令唐昊亡灵去追杀唐三 这一点非常有趣 叶峰想着想着 就向其中一对骷髅战士下达了命令 让其去捡唐昊的尸骨 并将唐昊的骨头拼接起来 半个钟时间过去了 叶峰来到了教皇殿面前 正想要走进去 忽然被橘斗罗和鬼斗罗挡住了 站住 教皇命令 任何人不得入内 橘斗罗因为有老鬼在 也硬气了不少 他能够和老鬼组成五魂融合剂 名字叫做两极禁止领域 那可是号称神明之下 都可以定住的神级技能 橘斗罗和鬼斗罗在一起之后 可不再怕叶峰的亡灵军团 他们之所以在门口拦住叶峰 也是比比东教皇的命令 叶峰杀了玉小刚 可是将比比东得罪死了 比比东已经将叶峰 当成仇人来看待了 不过 比比东将玉小刚头颅和身体 带回来之后 就躲在教皇殿里面 将玉小刚的头颅和尸体拼接起来 整天藏在教皇殿里面不出来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月官 老鬼 你们长能耐了对吧 竟然敢挡我 我看你是真的不怕死啊 叶峰目光 看着橘斗罗鬼斗罗 冷冷地开口 比比东 真是越来越不配当教皇了 连自己人都懒 我自认为 除了杀了玉小刚这个外人之外 没有其他地方得罪你了吧 求支持 剧情会越来越精彩 下面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 后宫推土机 行了 不能说太多 懂得都懂 都去看一下 比比东 真是越来越不配当教皇了 连自己人都懒 我自认为 我除了杀了玉小刚这个外人之外 没有其他地方得罪你了吧 叶峰喃喃一声 心头有些古怪 平时我都可以随意出入教皇殿的 现在怎么不给我进去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该不会是比比东 要对玉小刚的尸体做什么吧 还是说 要想要对付小雪 叶峰想到前面半句没觉得有什么 玉小刚只是一具尸体而已 即便比比东再变态 也不会对尸体做出什么事情 但是一想到后不具实 整个人脸色忽然变得非常难看了起来 比比东这个老女人 一直都将千刃血当成孽种 刚出生的时候 甚至还想杀了千刃血 现在该不会是 叶峰想着想着 内心忽然一阵慌乱 比比东啊 我希望你不要自悟 双脚一塌地面 就往里面窜去 其中速度非常快 身后 拉出一连串的残影 甚至橘斗罗和鬼斗罗 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橘斗罗和鬼斗罗猛了一下 然后相互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双眸中 感到深深震惊 叶峰好像变得更加可怕了 这个速度 比封号斗罗 都快数倍了吧 真是变态 等等 去追人啊 如果被比比东知道 自己连拦一个人都拦不住 可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给我站住 教皇殿可不是你能硬闯的 橘斗罗和鬼斗罗 大吼一声向叶峰追去 但是叶峰的速度非常快 又岂是他们两个 封号斗罗吊车尾 可以追得上的 除非他们使用 五魂融合伎两级禁止领域 否则的话 根本奈何叶峰不得 当他们追上叶峰的时候 叶峰已经站在 教皇殿中央了 双眸看着前方 随着前方的警务映入眼帘 叶峰浑身都气得直打啰嗦 特么的 比比东你怎么敢啊 目之所及之处 只见千刃血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隔间内 无人问津 脸色苍白 身体痛得微微卷缩起来 任由碧琳舌肌煲 而大殿中其他中毒的组委会成员 则得到最好的治疗 无数治疗魂师围着他们转 无数治疗魂迹落在他们身上 他们脸色已经恢复了红韵 这是什么情况 只治疗其他组委会成员 而不治疗千刃血 叶峰快气炸了 他早知道比比东靠不住 没想到对方竟然那么大胆 就连千刃血都不治疗 你这个教皇是不想当了对吧 五魂殿其他成员 或许不知道雪清禾的真实身份 但是比比东身为教皇 可是知道这个最高机密任务的 现在千刃血无人治疗 唯一可能就是比比东故意的 比比东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派人治疗牵雪清禾 叶峰愤怒地大吼一声 刚刚他本来想说千刃血的 但是后面反应过来连忙改口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无尽的死灵气息透体而出 在教皇殿中蔓延 这种邪恶气息 令周围的人都感到非常不舒服 如果是以前的话 他还会叫比比东教皇 但是现在的话 他不会再叫 反而比比东不配当教皇 为了于小刚这个外人公报私仇 一点教皇的样子都没有 如果不是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千刃血 除了有一点虚弱之外 并没有什么大事的话 现在他就砍了这个教皇 大胆 教皇殿可是你能够擅闯呢 橘斗罗和鬼斗罗 看着眼前这位如同恶魔一般的男人 硬着头皮上去呵斥一声 他们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虽然叶峰不是封号斗罗 但是却能够虐杀封号斗罗 无论他们再怎么小心都不过分 正当叶峰继续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比比东忽然从屏风里面出现了 这个女人依旧穿着教皇服 身上充满神圣气息 但是头上的皇冠却不见了 露出里面散乱的头发 双手中还沾着些许血迹 再结合比比东将于小刚的尸体 抱回去的事情 事情顿时变得诡异了起来 比比东抱着玉小刚的尸体回去 拼街 还是说想要干嘛 然而谁也不知道 比比东对了玉小刚的尸体做了什么 叶峰 我身为教皇 做事情还需要你教 我都还没有惩罚你大乱魂师大赛 你却跑来找我麻烦了 比比东从旁边拿出一条毛巾 将手中的鲜血擦去 速度很慢 一点都没有慌乱 有的只是无尽的冷漠 这让叶峰更加奇怪了 刚刚玉小刚死 你就哭得撕心裂肺的 现在怎么那么冷 黑话了 还是说 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发生 叶峰只是沉默了一下 便不再想 管他是什么原因 只要我手握亡灵大军 无论是谁 只要敢被判武魂殿 都可以将之统统砍死 哼 我问你为什么 不帮雪清河解毒 叶峰冷冷地开口 牙齿绷紧 许是要将比比东吃了一样 他才不管其他人死活 只要小雪安好 那这个世界就还有光明 雪清河中毒较轻 我就先救治其他组委成员了 怎么 连这个你们供奉殿都要管 比比东心头一跳 这个孽种真是越来嚣张了 我可是你的教皇啊 你这是用什么语气跟我说话 同时 比比东也有些得意 没错 他是故意不救治千刃雪的 最好就将那个孽种毒死了 反正自己做的又没错 比比东就是想这样刺激叶峰 你不是杀了我的玉小刚吗 那我有的是办法 整你身边那个孽种 好好好 好的很 居然连雪清河都不救 哼 叶峰声音越来越来 双塞随着说话间 一抖一抖的 他在忍耐 原本他以为斩杀了玉小刚之后 比比东那个女人会安心地当教皇 一心只为武魂殿的 现在看来 我错了 人一旦形成了固定认知 就很难改变了 就像狗改不了吃屎 对玉小刚恋爱脑 将千刃雪视为孽种 真的好得很 不管是谁 众生平等 我先救那些病入膏肓的人怎么了 雪清河的命就是命 其他人的命就不是命对吧 看着叶峰杰斯底里的样子 比比东心底更加得意了 刚刚你无情砍杀玉小刚的时候 可曾 由于半秒 千刃雪是你的妹妹 可跟我没有关系 堵死了就堵死了 我可不会有半分心痛 比比东 我看你是不想当这个教皇了 叶峰争冷语 怎么 你还想杀我这个教皇不成 比比东冷笑一声 心神震动 有何不可 叶峰站直腰杆 和比比东对视 截然不惧 第一魂计 已经两千骷髅战士 已经准备好 如果开杀的话 整个教皇殿 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的 叶 比比东看着叶峰周围的死灵气息 越发浓烈 瞳孔猛然一缩 忽然有些害怕 叶峰就是一个疯子 根本不按套路出牌的 敢在魂师大赛上见血 敢在众目睽睽之下 强杀玉小刚 独孤伯 唐浩 难道教皇就不敢杀吗 比比东心头一跳 也不知道为什么 要不然的话 不但他是一个笑话 就连教皇殿都是一个笑话 两人四目相对 针锋对麦芒 强大的气息透体而出 叶峰是邪恶的死灵气息 比比东是罗刹神气息 虽然两者都是邪恶气息 但是叶峰的气息 却更加邪恶 死灵气息和恶魔一样 缓慢向比比东蔓延过去 侵蚀过去 两人都非常强大 两股气息在半空中碰撞 周围甚至升起了两股气团 局势持续升级 战斗一触就发 就在这时 一阵淡淡的声音传过来 打破了两人的对峙 声音很好听 又有点虚弱 叶峰 我很难受 千刃雪是故意叫住叶峰的 虽然他也不喜欢比比东 但是同样不一样 两人发生战斗 万一万一 伤到了叶峰哥哥就不好了 千刃雪的声音 直接戳中了叶峰的软肋 小雪 小雪的声音来得很及时 现在确实不是跟比比东计较的时候 比比东杀了千寻吉的时候 千道流都选择忍让下去 很显然 现在五魂殿还需要比比东 而且我的妹妹千刃雪更重要 现在的话 还是先救治自己妹妹 哼 这次我就先放过你 希望你以后可以安心地当教皇 不要手指往外不往入 否则的话 我不介意杀了你 在我眼中 可没有什么教皇 背叛五魂殿者 皆可杀 我奉献你一句 好自为之 叶峰说完之后 就往千刃雪的隔肩走去了 他没有回头 担心自己忍不住 现在就杀光教皇殿的人 片刻之后 见叶峰已经远去了 比比东这才松了一口气 木然回首 才发现自己的后背 已经被汗水打湿了 叶峰那个疯子 给人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以后还是少招惹对方为妙 比比东喃喃一声 随之又转身走向屏风内 玉小刚的两节身体就在里面 然而 谁也不知道 他在里面做什么 叶峰走进千刃雪的隔肩 第一时间 就是派出一对骷髅战士 在附近守卫 然后 将窗帘和门都关上 用精神力在上面薄薄地裹了一层 已形成一道屏蔽封印 这道封印 可以隔绝其他人的精神力探查 小雪妹妹 叶峰眼睛看着千刃雪 整个人都定住了 目光仿佛穿越了时空 度过了春秋 静静地看着千刃雪 虽然说 现在千刃雪 已经伪装成雪清河的样子 但是依旧美得惊心动魄 袖色可参 这是自己心中唯一的光明 亦是自己要守护的存在 叫姐姐 千刃雪抬起头看了叶峰一眼 那眼皮微微抬起 但是很快又松了下去 因为中了碧灵蛇毒 但是又没有人救治 所以 现在她做这个的动作 都很吃力 我就不 你在我眼里 只是一个小丫头罢了 叶峰说着 就从系统空间 拿出解毒丹 往千刃雪口中送去 千刃雪也没有任何犹豫 微微张开嘴巴 一口就吞了下去 她对叶峰有绝对的信任 解毒丹入口即化 刚刚吞下去 那股特殊力量就起了作用 迅速被未吸收 然后顺着血液流遍身体的四肢百骸 仅仅片刻 千刃雪苍白的面孔上 就恢复了红韵 双眸中也变得更加有精神气了起来 叶峰 哥哥 给我吃了什么呀 我怎么感觉体内的毒素都去除了 而且很有活力 仿佛虚弱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千刃雪眼睛看着叶峰 目光亮了不少 秘密 反正你只需要知道 以后再也没有什么毒可以伤害到你就行了 叶峰淡淡地开口 看着千刃雪康复过来 她面探一样的脸上 露出了一股淡淡的笑容 这个笑容很罕见 千刃雪这辈子只见叶峰笑过两次 第一次是叶峰觉醒五魂的时候 另外一次则是现在 谢谢你 千刃雪文言 目光看着叶峰非常感激 心头震了一下 以后再也没有什么毒素可以伤害我 就凭这句话 她就知道刚才叶峰哥哥给自己吃的 绝对是一个无价的宝贝 客气什么 你可是我的傻妹妹 我才不傻 而且以后你也不许说我傻 否则我真的会变傻的 千刃雪脸色有些红 说话声音有些急促 仿佛很不喜欢叶峰说她傻样 千刃雪天真灿烂的样子 叶峰心头经不住又触动了一下 真不愧是日后的天使神 跟她待在一起都有一股治愈的感觉 只是 我希望你永远那么天真灿烂 小雪 要不你这次就不要再去天斗帝国潜伏了吧 那里实在太危险了 不行 我在上面潜伏了那么久 还差一点就成功 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我 说到这里 千刃雪忽然顿了一下 其实后半句话 她没有说出来 她想要拿下整个天斗帝国送给叶峰哥哥 行吧 随你了 你注意安全即可 叶峰知道千刃雪的性格也没有强求 虽然说 小雪很天真灿烂 但是平时也很倔强 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那种 摊上这样子的妹妹 叶峰只能这辈子注意点了 以后派一对骷髅战士保护小雪 再加上有灵犀感应 应该可以护小雪周全 这时候 千刃雪好像想到了什么 抬起头看了叶峰一眼 然后猛然缩回去 脸蛋有些红 叶峰 哥哥 我想要变回原来的样子 将最美的一面给你看 叶峰闻言身体莫名有一些僵硬 目光有些躲闪 片刻之后 强迫自己重新恢复平静 只是那紧紧钻紧的手出卖了他 其实他心底并不平静 随便你 还不是和小时候一样 身体零件都是一样的 叶峰哥哥 你真的是好不解风情 现在小雪长大了 自然和小时候不一样 千刃雪目光温柔地看着叶峰 虽然叶峰不解风情 但是他却没有丝毫不满 他可很了解叶峰的 叶峰 一生与黑暗为伍 感情淡薄 除了对自己有一点温柔之外 对其他人都是冰冷冷的杀气 比万年冰快还冷的那种 他知道叶峰在感情这一块 有些缺失或者不完整 所以 他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补全叶峰的爱情观 那你说不一样 就不一样吧 叶峰沉默了一下 故作平静地开口 随后 他便看到了千刃雪的真正样子 千刃雪红着脸 将天使套装的伪装卸下来 一个绝美的面孔 出现在其面前 两人距离很近 不过半米之隔 叶峰近距离看到千刃雪的模样 那是一个穿着金色背心的少女 少女脸上还有些青色 嘴角却很坚硬 微风吹拂 金色的长发飘飘 身上散发着一种难以说明的圣洁 从远处看来 给人一种 只可远观而不可泄完颜的感觉 叶峰内心被狠狠惊艳了一把 虽然说他作为死灵魂师 心中的感情早已水泥冰封 但是千刃雪是自己的羁绊 亦是自己心中唯一的光明 水泥真的封得住吗 这次近距离观察 跟上次匆匆一瞥不一样 上次只是坐在一起聊天而已 现在四目相对 彼此能听见对方的心跳 叶峰近距离观察到千刃雪的天使容颜 一颦一笑 接千动人心弦 他心跳得很厉害 叶峰哥哥 你怎么不看我 千刃雪撅起嘴巴问 心底一阵好笑 他没想到天不怕地不怕叶峰 现在居然连看自己都不敢 看到了 很美 叶峰有些慌乱的回答 千刃雪沉默了一会 忽然微微一笑 有你这样敷衍的吗 别人想要看我的天使容颜 我都不给 你倒好 给你看你都不看 现在 两人还处于一种朦胧状态 虽然相互有好感 但是始终隔着一层窗户纸 两人距离很近 但却始终相近如宾 大多数都是千刃雪在说 叶峰在听 叶峰原本就不擅长言辞 再加上那个小心肝 一直在不受控制的跳动 这让他变得更加腼腆了 叶峰哥哥 待会我要返回天斗帝国了 沉默了许久 千刃雪看着叶峰的眼睛 忽然开口 声音中有些难以形容的不舍 哦 叶峰淡淡地开口 你这个呆子 就只会说哦吗 千刃雪伸出手 经不住捏了捏叶峰的小鼻子 娜娜 那我去追杀唐三 以及那只十万年浑兽小五 等我抓到了小五 就给你当魂还 叶峰说话有些急促 借此来掩盖内心的慌乱 唐三是他必杀的人 因为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破坏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真是一个呆子 就只会杀杀杀 我是说 你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吗 哼 我不理你了 千刃雪崛起嘴巴 叶峰闻言 身体僵住了一下 他不明白 千刃雪怎么突然不开心了 好像我也没有惹他吧 正感到疑惑的时候 叶峰忽然感到自己脸上 好像被什么东西啄了一下 目光一动 忽然看到千刃雪 那如同水蜜桃一样的嘴唇 正在从自己脸上离开 叶峰身体颤抖了一下 小雪 你 你什么你 这是盖章 盖了章之后 你就是我的人了 以后你要保护好好自己 不但是为了你 更是为了我 虽然千刃雪自己也心跳得很厉害 但是他知道 叶峰就是一个呆子 如果自己不主动的话 他可能一辈子都领会不到自己的心意 叶峰沉默 脸色罕见露出一朵红韵 那颗强壮有力的心脏迅猛跳动 好奇怪哦 我的心怎么跳得那么快 好奇怪哦 小雪上一秒 不是有点生气的吗 怎么下一秒就亲我了 真的很难搞懂女的心 那你在天斗帝国 也要保护好自己 叶峰淡淡地开口 随后将灵犀感应 绑定在千刃雪身上 这样子 自己就能感知到到千刃雪的喜怒哀乐 以及是否有危险了 嗯 千刃雪回答 相见义 离别难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两人准备离开时 都有一股非常难言的不舍 但是最后 叶峰还是很下心走了出去 千刃雪伪装成雪青河了 也就是天斗帝国的太子 如果自己在千刃雪阁间里面待久了 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的 刚走到教皇殿门口 忽然看到胡烈娜 邪悦 燕三人 站在教皇殿门口 胡烈娜依旧是那个 高傲目中无人的样子 如同一个白天鹅 以为人人都会让着她 邪悦和燕分裂胡烈娜两边 邪悦面无表情 而燕则一副死舔狗的样子 无论是目光和动作 都无形中散发着一种 对胡烈娜的讨好之意 你们在这里干嘛 叶峰冷冷地问 不知道为什么 她忽然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这个废物一带 应该很怕自己才对啊 现在怎么敢站在自己前面 莫非是比比东又作妖了 胡烈娜闻言 又抬起了高傲的脖子 转过头看了燕一眼 燕 你将教皇的命令告诉她 还有教皇令也拿出来 给她看一下 好的 圣女 燕恭敬地回答 在说话的期间 对着胡烈娜 微微弯着腰 隔着老远 就能闻到了那股甜狗的味道 燕往前走了一步 站在叶峰面前 拿出了比比东独有的教皇令 放在叶峰面前晃了一下 随之开口 教皇命令 我们三人辅助你执行肃清计划 全程搜捕唐三 以及十万年浑兽小五的踪迹 呵呵 辅助我 你怕是看上了那头十万年浑兽小五吧 叶峰在心里冷笑一声 呵呵 辅助我 我怕你是看上了 那头十万年浑兽吧 叶峰在心里冷笑一声 内心动若观火 他算是看清了比比东的行径 不但为了外人对自己冰院相见 而且还对千刃血中毒 而不管不顾 现在 又想来 抢夺那只十万年浑兽吗 那只十万年浑兽 可是我的猎物 我劝你不要痴心妄想 更不要坏我的事 否则的话 我可不会 再对你手下留情 叶峰沉默了一下 狐烈娜作为武魂殿圣语 而且手中 还拿着教皇令 自己不让对方跟着 好像也说不过去 一想到这里 叶峰心底顿时有了决断 你们可以跟着我 但是必须要完全听从我的命令 否则 你们从哪里来 就回到哪里去吧 你们爱跟着就跟着吧 三个魂王而已 对自己构不成任何威胁 叶峰 我可是武魂殿圣女 而且有教皇令 你让我听你的 狐烈娜目光看着叶峰 充满了质疑 以及难以置信 不得不说 狐烈娜依旧是那么凶大无脑 还真的以为 你是武魂殿圣女 就得人人让着你啊 上次给你的教训 还不够吗 真不愧是养尊处优的圣女 连死字都不知道怎么写 等等 叶峰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原著中 狐烈娜是在杀戮之都 对唐三心生暗许的 虽然现在自己改变了剧情 杀戮之都的剧情也还没有开启 但是 狐烈娜 狐烈娜 该不会在这次猎杀唐三过程中 要暗通唐三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便你是圣女都力斩不饶 叶峰瞳孔猛然一缩 一股淡淡的杀意在身中凝聚 表情也变得凶狠了起来 如果不愿意听我的命令的话 那你就滚 你在武魂殿继续当你的圣女就行了 外面的敌人交给我 你 可恶 被叶峰凶了一下 狐烈娜眼睛红红的 我明明都退让了 都没有让比比东杀了你 你为什么还要欺负我 邪悦听到叶峰的话 脸色微微一变 但是很快又被他隐藏起来了 其实他们之所以硬着头皮来跟着叶峰 其实是为了监视叶峰 这一是因为教皇的命令 因为叶峰太强大了 让比比东产生了危机感 所以他想要得到小五的十万年魂环 以及魂骨 其实在武魂广场的时候 比比东第一眼就认出了 小五是那只十万年柔骨魅徒的后代 他得到了小五母亲的魂环 让自己变得很强大了 但是还不够 比比东想要让小五母女都成为自己魂环 这样他就更强大了 以至于可以站着跟供奉殿说话 整个武魂殿只能有一个声音 那就是他比比东的声音 所以比比东让黄金一代跟着叶峰 一旦发现小五的踪迹 他立马带人来抓捕 当然 在暗中 他也派有封号斗罗跟着胡列纳 邪悦沉默了一下 忽然收回思绪 这个是比比东亲自交给他们的任务 如果不能加入叶峰的肃清计划 那就意味着失败 这可不是他想要的 他连忙拉住胡列纳 列纳 不要胡闹 我们就听叶峰吧 邪悦将胡列纳拉到自己身后 然后对着叶峰淡淡地开口 叶峰 我们都听你的 不会给你添乱的 而且还可以帮忙 你就让我们加入肃清小队吧 还有 我希望你能管好胡列纳 别让他给我添乱 否则的话 我的骷髅战士 可不会因为他是圣女 就手下留情 叶峰冷冷地开口 好的 我会管好他的 为了完成比比东的任务 邪悦微微点头 答应了下来 叶峰说完之后 就没有再理会黄金一代 回到自己的宫殿 宫殿前方 站着一群百人的肃清小队 虽然这群肃清小队 都是浑圣修为的 但是对付唐三和那只流氓兔足够 叶峰不但用骷髅战士全程搜捕 而且还启动了这群肃清小队 进行全程搜捕 骷髅战士杀人可以 但是如果让他们找人的话 就不太在行了 有了这群肃清小队配合 更容易在五魂殿 找到唐三和小五 这群肃清小队 是供奉殿秘密培养的死士 而且是从天使军团 培养出来的实力一般 但是关键是 完全服从叶峰的命令 叶峰站在肃清小队面前 虽然他修为不显 气息内敛 但是整个肃清小队 却没有任何不服的 叶峰队长 肃清小队看到叶峰走过来 齐齐踏了一下正步 神情尊敬 刚刚千道流就找到了他们 启动了一百死士 让他们完全服从叶峰的命令 他们顿时知道 整个五魂城或许变天了 嗯 叶峰冷冷一声 随后从空间浑倒器中 拿出一张唐三和小五的画像 给他们分发下去 随之淡淡地开口 给你们一分钟时间 将画像中这两个人记住了 是 肃清小队齐声回答 黄金一带看到这一百死士时 瞳孔猛然收缩了一下 他们没想到 叶峰为了抓捕唐三 居然启动了死士 那就说明了 供奉殿也在关注着这件事 比比东想要从这群老家伙手中 得到那头十万年浑兽 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正在黄金一带沉默的时候 叶峰冷冷的声音传过来了 待会你们也跟着肃清小队一起行动 一旦发现唐三和小五的身形 立马来汇报 狐烈娜撅起嘴巴 很显然有些不服气 刚想说什么 又被邪悦拉住了 邪悦对着叶峰微微点头 好的 一分钟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肃清小队已经完全记住了 唐三和小五的图像 队长 我们已经记住 唐三和小五的画像了 随时可以行动 叶峰站在原地 一套黑色的披风 无风自动 不怒而微 那双黑中透红的双眸 从这群死士身上扫射了一圈 随后 那不包含任何表情的声音 就传过来了 立马行动 全程搜捕 一旦发现 唐三和小五的踪迹 立马汇报 除此之外 叶峰的一千骷髅战士 也在全程搜捕了 这次定叫唐三插尺难逃 肃清小队闻言 他塌塌 齐齐往前塌了一下正步 然后去执行任务了 随着废物一带 和肃清小队的离开 叶峰的宫殿 终于安静了下来 转身往宫殿里面走去 并不是说 叶峰不在乎猎杀唐三和小五 而是有了肃清小队 和骷髅战士全程搜捕 已经足够了 而 他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回到宫殿里面 里面装饰很简陋 周围都是以黑色风格为主 只有一些家具 以及蒲团 但都是黑色的 虽然有三个大窗户 但是大窗户都拉起了窗帘 阳光不能照射进来 黑暗笼罩整座宫殿 外面耗日当空 里面却伸手不见五指 叶峰走在黑暗中 不但没有感到丝毫不适 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心安 黑暗是他的老伙伴了 暗红色的双眸微微闪动 恍若两团鬼火在行动 前方是唐浩的骸骨 即便已经被远古古龙撕碎了 血肉模糊 但是里面的骨头 还是完整的 叶峰准备将唐浩的骨头拼接起来 看看能不能用死而替身技能 将唐浩转换成自己的亡灵 如果将唐浩转换成亡灵之后 到时候 让唐浩去追杀唐三 让他们上演父辞资孝的局面 那一定非常有趣吧 叶峰伸手拿出一些腿骨 拼接在躯干的尾龙骨之上 然后又拿出一根臂骨 拼接在肩胛骨之上 最后拿出头骨 拼接在脖子之上 唐浩的骷髅就重新陷于世界上 虽然说 这具骷髅不是很完整 有一部分骨头缺失 但是亡灵也不需要骨头完整对不对 即便缺少一些骨头 也不影响使用 正当叶峰准备用死而替身技能 将唐浩转化成亡灵的时候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比比东将裕小刚的尸骨捡了回去 该不会是 也会像自己那样 将裕小刚转化成亡灵吧 还是说其他 一想到这里 叶峰顿时有些后悔 当初就不应该只砍了裕小刚的头 而是要将裕小刚碾成渣 这样子 比比东就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叶峰顿了一下 决定不再想这个问题 直接发动技能 死而替身 随着魂力一动 一道黑烟透体而出 笼罩在唐浩尸骨身上 唐浩尸骨之上 头颅骨之中 亮起了一丝红色的光芒 这股光芒和召唤出来 骷髅战士的灵魂之火差不多 但是却比骷髅战士的灵魂之火 要黯淡很多 叶峰震了一下 冥冥之中有一种感觉 死而替身技能成功了 死灵核心中 也多了一条和唐浩相连的细线 自己可以随意操控唐浩的生死 不过 当叶峰想要操控唐浩的时候 却发现唐浩就像一个傻子一样 根本就召唤不动 唉 叶峰沉默了一下 他想不明白 系统奖励的亡灵转化技能 为什么那么垃圾 转化出来的唐浩都不会动 叶峰沉思了一会 他觉得 估计是跟唐浩的尸骨不完整有关 算了吧 先将唐浩收进召唤空间 蕴养一会灵魂之火 看看能不能够恢复控制 叶峰心念一动 唐浩窟窿从他眼前消失 星空流转 日月如梭 转眼间一天时间过去了 肃清小队从武魂城归来 副队长是一个名为白起的魂圣 他和黄金一带站在叶峰面前 汇报工作 副队长白起和叶峰一样面无表情 黄金一带面露沮丧 兴致不高 很显然 他们在武魂城搜捕失利了 叶峰站在众人面前 其实 在肃清小队前来汇报之前 他的骷髅战士就通过死灵武魂 将消息传送过来了 唐三和小五已经逃离了武魂城 往新斗大森林方向逃跑了 说 报告队长 唐三和小五因为不明的原因 现在已经逃出了武魂城 根据相关痕迹表明 他们正在往新斗大森林走去 副队长白起淡淡地开口 好的 我知道了 叶峰淡淡地开口 随后一挥手将白起赶出去了 武魂城早就封闭 可谓是插翅难逃 他们怎么逃出去的 叶峰想不明白 黄金一带也想不明白 这时候 狐莲娜走了进来 来到叶峰面前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忽然痛改前非 脸上的骄傲拔护拳都消失不见 变得成了一副乖巧的冷漠 叶峰 我也要跟着你去猎杀唐三 脚长在你的身上 我又没拦着你 叶峰淡淡地开口 那你是同意了 狐莲娜双眸瞬间就亮了 刚刚邪悦又跟他聊了很多 让他改变了很多想法 现在叶峰是供奉殿的大红人 而且实力高强 自己是奈何不了对方的 但是如果 如果叶峰的肃清计划失败呢 那他还有如今的地位吗 如果叶峰的计划失败了 而我在堂王补偿黄雀在后 活抓了小五 那么到时候 不仅是教皇 就连是供奉殿都会对我刮目相看 我狐莲娜才是真正的站起来了 嗯 什么 如果你说 叶峰运气好肃清计划成功 那么 我那就动一点手段 让他失败就好了 十万年魂兽 可是我老是看中的猎物 绝对不能让叶峰得到 狐莲娜思绪在心里转了一圈 已经想到了好几条毒计 反正自己的目标就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让叶峰的肃清计划失败 第二个就是抓捕十万年魂兽小五 嗯 至于自己有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 狐莲娜可从来都没有担心 比比东老师已经给了我交皇令 而且还有四个长老在暗中跟着 包括橘斗罗和鬼斗罗 叶峰的骷髅战士虽然厉害 但是橘斗罗和鬼斗罗的融合计 可不是开玩笑的 到时候 橘斗罗和鬼斗罗的融合计一开 叶峰的骷髅战士就是一堆骨头 没有任何作用 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乖乖地听话 不影响我的计划 你还是五魂殿的圣女 但是如果你背叛五魂殿 或者说破坏我的计划的话 那你这个圣女也就不用当了 叶峰冷冷地开口 其实他心中也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现在自己去猎杀唐三和小五 怎么有一种狐烈娜又会反骨的感觉 狐烈娜呀 现在你可没有和唐英经历杀碌碌 也没有对唐三情念深重 我希望你别帮助外人 否则的话 休怪我无情 我保证听话 狐烈娜淡淡地开口 为了暂时忍耐 他只能假装听话 叶峰文言有些不以为意 狐烈娜的话 他信不过 随后转过头 将目光看向邪悦 冷冷地开口 看好你的妹妹 要不然我不介意 让星斗大森林内 多三具无人认领的尸体 请放心 我会看好烈娜的 邪悦微微点头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明天凌晨五点 这里集合 咱们一同进入星斗大森林 到点急走 时间不等人 如果你们迟到的话 就不要怪我不带你 其实 叶峰听到唐三和小五桃 向星斗大森林 就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了 小五是十万年柔骨媚兔 在星斗大森林内 也是有两位好朋友的 分别是泰坦巨猿和天青牛猛 都是十万年混兽 小五和唐三逃进星斗大森林 那十有八九 去投靠大明二明那里了 到时候 自己直接去大明二明七夕之地 找小五和唐三就行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这天地之大 根本没有唐三的容身之处 所以叶峰一点都不担心 如果小五带着唐三 去大明二明那里避难 那么自己顺手 多载两个十万年混兽 一共三个十万年混兽 小雪应该很开心吧 叶峰想着想着 就顿入黑暗中 和黑暗为伍 静静等待明天的来临 第二天一早 黑暗之中 瞬间亮起两团 暗红色的亮光 随着叶峰睁开眼 在周围守护的一百骷髅战士 也睁开了眼睛 宫殿之中 如同鬼火一样亮起 踏踏踏 整齐的脚步声响起 当叶峰搞定 洗漱吃完早餐出来 骷髅战士 以及这一百肃清小队 都已经排列 整齐有序了 分成十排 一排十人 共十只小队 为了避免目标过大 叶峰将自己的所有召唤物 都收回系统空间了 反正再召唤出来 也不费事 胡莲娜他们 也非常乖 凌晨五点刚到 他们就准时出现了 叶峰 我们没有迟到吧 胡莲娜笑了笑 出发吧 叶峰没有理会对方 而是直接宣告出发 这让胡莲娜 感觉自己热脸贴了冷屁股 心头一阵狂抓 但是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心里 越发恶毒了起来 等我抓了十万年 魂兽小五之后 看你怎么嚣张 我是圣女 一人之下的圣女 到时候 让你跪在本圣女面前 唱征服 叶峰带着肃清小队 迅速进入星斗大森林 当然武魂殿的废物一带 也跟在后面 他模糊之中有一种感觉 好像他们背后 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们一样 有一种被窥视的感觉 但是 仔细一看 又什么都没有发现 叶峰思考了一会 顿时明白了 跟在自己身后的人 该不会是比比东的人吧 是保护胡莲娜的吗 呵呵 比比东啊 看来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放心吧 只要胡莲娜不惹我 我犯不着杀了她 叶峰在心里冷冷一声 虽然她还心存仁慈 但是他们 却直接想你死 叶峰 咱们就这样 一直往星斗大森林 深处走去吗 都不搜索一下吗 走了大半天之后 胡莲娜终于忍不住了 圣女的暴脾气 从心底升起 经不住对叶峰质问 叶峰不想理这个蠢女人 继续往前走去 我都知道 小五和唐三的藏身之地了 还搜索个屁 直接去目的地就行了 当然我不会告诉你 胡莲娜见叶峰没有回答 身体僵住了一下 喂 叶峰 本圣女跟你说话 你没有听见吗 虽然我说了 在行动中都听你的 但是我也有权利知道 你为什么要直接 往星斗大森林深处走去 我有知情权 旁边的燕真 不愧是死田狗 看到胡莲娜受委屈 顿时受不了了 同样走过来 对着叶峰呵斥 叶峰 圣女跟你说话 你没有听到吗 一群蠢货 如果栽在我耳边 牢牢叨叨叨的 我不介意一刀砍了你们 叶峰被这两人说烦了 声音很冷 周围之中杀意凌然 胡莲娜和燕 看到叶峰冰冷的样子 身体忽然颤抖了一下 随后又想到自己身后 可是有四大封号斗罗跟着的 这才多了一丝安全感 不过 被叶峰吓了一下之后 他们也是完全不敢说话了 这时候 邪悦犹豫了一会 顿时硬着头皮走了过来 叶峰实在太嚣张了 而且连一句解释都不解释 即便他知道为了计划 但是也觉得有些不妥 星斗大森林危机四伏 越往深处走 就越危险 叶峰一句解释都没有 就直奔星斗大森林深处 让他感到了危险 如果叶峰非要作死 那就算了 关键是自己的妹妹胡莲娜 也在这里 而且亦是五魂殿的圣女 叶峰可死 但是圣女不可死 邪悦觉得自己 作为哥哥的 必须站出来 让叶峰给一个解释了 要不然就只能让月官 和鬼斗罗他们出手吧 他可不能看着自己妹妹 堕入危险中 虽然叶峰很强 但是自己这边 有四位封号斗罗 而且这里是星斗大森林 绝不是叶峰 可以一手遮天的存在 叶峰 你就解释一下吧 就这样直奔 星斗大森林深处 让人心惶惶的 到时候 如果导致圣女出事 你在武魂殿交代不了 邪悦硬着头皮开口 其实面对叶峰他也怕 只是怕也得站出来 有些事情 总需要有人做的 不好意思啊 这个是机密 如果告诉了你们 你们提前泄密 或者说 待人截胡了我的任务 怎么算 叶峰可没有那么傻 原著中 胡烈娜就是在这里 射密给唐三的 然后导致了小五的逃跑 虽然现在剧情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历史总是 惊人相似的 虽然现在胡烈娜 不认识唐三 不存在暗通唐三的可能 但是谁又能保证胡烈娜 不会有其他想法呢 比如说 那只化形十万年 魂兽柔骨魅兔 那可是连封号斗罗 都求而不得的存在 叶峰就不相信他们 不感兴趣 你怀疑我吗 我可是武魂殿的圣女 怎么可能泄灭 至于抢你的任务 就更加不可能了 教皇只是派 我们来辅助你而已 并没有其他想法 不知道为什么 胡烈娜说到这里 忽然心 头有些慌乱 双眸也微微躲闪了起来 只是这一幕 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希望你如此 叶峰面无表情冷语 这时候 邪悦走过来 脸上微微一笑 随声附和 叶峰 我们是不会背叛你的 你就给我们透一个底 是不是你早就知道了 唐三和小五的藏身之地 所以才会直奔目的地的 没错 我早就查出了 他们的藏身之地了 见邪悦猜到了 叶峰也不再否认 就算给你们知道 又如何 没有人能够从我手中 抢走小五 好的 我们知道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可以直接吩咐我们 邪悦文言 双眸缩了了一下 里面两个眼珠子 咕噜噜地转动 叶峰果然知道 唐三和小五的藏身之地 既然如此的话 我就可以告诉教皇了 不需要你任何配合 只要你管好你的妹妹就行了 叶峰懒得理这个废物一带 如果不是对方拿着教皇令过来 他都不会让对方 加入自己的队伍 一群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家伙 而且 狐烈娜身上里里外外都透露着一股反骨的糊臭味 狗是改不了吃屎的 狐狸也是改变不了天生在骨子里头的反骨 叶峰抬起头 观察了一会周围的环境 周围古树林立 拔地而起 古树匆匆郁郁 遮住了阳光 古树的树叶已经比一人还大 这是一片从未被开发的原地森林 他观摩了一会 发现这个位置 距离大明二明所在的清澈之湖已经不远了 而且现在夜幕降临 黑暗逐渐笼罩大地 叶峰顿时决定 晚上在这里扎营 明天再继续出发 高举双手 从半空中往下落下 便吸引了肃清小队成员的注意 原地扎营休息 明天再继续出发 好的 队长 副队长白起淡淡地开口 随后便从空间浑倒器内 拿出帐篷 防裂器具出来 熟练地扎营 安排晚上直守人员 不一会儿 一个个类似蒙古包一样的帐篷 如同雨后春笋一样 慢慢涌现 白起也给叶峰安排了一个帐篷 而且是整个队伍中最豪华的 不过 被叶峰拒绝了 他不需要 与其在帐篷里面休息 还不如以地为床 以天为备 感受黑夜带来无垠的黑暗 他找到一棵最高的古树 爬上去 在树顶上找了一个舒服的树叉 躺了下去 闭上眼睛 感受黑暗 倾听自然 这样 不但能让他和黑暗融合在一起 能拥有更高的隐秘性 而且也能让他提前发现未知的风险 夜幕降临 黑暗笼罩大地 万物沉寂 寂静无声 转眼间 到了凌晨三点 叶峰的双眸瞬间睁开 如同暗红色的鬼火流转 天空中一只杏鸽正在快速逃离 杏鸽是斗罗大陆上 专门用来传递消息的魂兽 经过特殊训练 不但能日行期里 而且还能准确地将消息 传递到对应的人物身上 嗯 杏鸽 这里可是星斗大森林深处 能够在这个地方出现杏鸽的 看到我马上活抓小五 你们坐不住了对吗 这是准备放出什么消息给外界啊 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吗 叶峰沉默了一下 右手一握 出现一把黑色的鼓刀 鼓刀长三尺 里面有黑暗符文在流转 对准天空中的杏鸽猛然一致 鼓刀划过一道圆弧形的弧度 精准命中前方的杏鸽 杏鸽发出一阵悲鸣 猛然从半空中坠落 踏踏 感受到周围的异动 正在指手的肃清小队 猛然睁开眼睛 一朵朵火把亮起 瞬间点亮了整个营地 黄金一带听到声音 也从帐篷里面走出来 满脸疑惑地看着叶峰 队长 发生什么事了 白起走到叶峰面前 恭敬地回答 却将性格捡回来 叶峰的声音跟冷 好的 白起回答 这时候 叶峰顿时转过头 将目光看向看向黄金一带 尤其是在胡烈娜身上停留了两秒 声音很冷 如同在酒悠中传来 给我解释一下吧 性格是怎么回事啊 胡烈娜文言 双眸中露出了一股慌乱 她只是想趁机 将消息传递给自己的老师比比东 这样子 教皇获得小五的成功性 就更高了 万万没想到 都半夜三更了 叶峰还没睡 而且还将自己的性格打了下来 这让她心底意寒 绝对不能让叶峰知道 要不然的话 自己的下场可不会很好 你看我干嘛 难道你怀疑本圣女不成 胡烈娜双手插着腰 虽然说话很硬气 但是双眸中 却经不止一阵躲闪 最好不是你 要不然 圣女的命真的不值钱 叶峰目光看着胡烈娜 露出一股玩味的笑容 现在性格已经被射杀下来了 是不是你待会便知 当然不是我 胡烈娜不承认 邪悦也将头伸过来 随声附和 是啊 我们都是武魂殿的人 怎么可能泄露消息给敌人呢 哼 现在性格已经被我射杀下来了 是不是你们待会就知道了 叶峰冷冷地回答 反正不是我 胡烈娜吐了吐舌头 显得有恃无恐 虽然性格是他放出去的 但是里面没有写对应的人物 就算被叶峰知道了 也没有什么 况且 就算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被叶峰抓到了 又怎么了 我只是将消息告诉教皇比比东 你叶峰都需要听教皇的 这有什么问题吗 很快 肃清小队就将性格带回来了 叶峰伸手接过 目光往性格中脚步看去 顿时看到了寄在脚上的信函 嘴角微微一勾 我倒要看看 你们到底想要玩什么花样 拿下信函 微微一卷 便打来了 目光注视在上面 里面的内容便呈现出来 十万年魂兽位置已找到 请根据我的标志 速速赶来 里面的内容很短 只有区区一句话 但是里面所蕴含的信息量却很大 十万年魂兽 留下的标志 想要增派还手吗 真不愧是废物一代 居然将标志留下来了 果然是联合比比东了 胡烈娜真是不怕死啊 联合比比东 抢我的十万年魂兽 如果单单是这样的话 还最不致死 毕竟都是五魂殿的人 但是如果你勾结外人的话 那就罪无可说 这是什么 叶峰声音更冷 猛然将手中的信函 给胡烈娜扔过去 信函飘了一圈 直接落在胡烈娜手中 关我什么事 反正不是我传递出去的 胡烈娜死不承认 燕 信凤上面又没有名字 你凭什么认定是圣女所为 我可告你污蔑 邪悦点头附和 是啊 凡是要讲究证据 没有证据 就不要血口喷人 而且 咱们的队伍中那么多人 你为什么只怀疑我们 呵呵 叶峰冷笑一声 目光如同九幽一般 直接盯在黄金一带三人身上 转了一圈 这才收回目光 我叶峰做事 不需要证据 这次 我就放过你们 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 不管是不是你们做的 我都会直接杀了你们忌天 难道你还敢杀了本圣语不成 胡烈娜抬起头 目光看向叶峰 略微带着一丝畏惧 但是一想到 自己身后 可是有四大封号斗罗护法的 而且 橘斗罗和鬼斗罗的五魂融合计 足以应对叶峰的亡灵战士 顿时变得硬气了不少 你可以试试 叶峰说完这句话之后 便没有再说话 跳上树叉上 闭目养神等待明天的大战来临 如果他猜测没错的话 一切正确 此刻 小五和唐三 已经来到了大明二明的七夕之地 大明二明都是十万年魂兽 实力非常强大 而且因为种族的缘故 自己的骷髅战士估计会不管用 唯有远古古龙 才能对他们造成威胁 所以对于叶峰来说 明天绝对是一个大的挑战 鸡鸣小院 一轮出洋滑破天空 橘黄色的阳光照亮大地 叶峰睁开眼睛 肃青小队早就醒过来了 他们是死士 经受过严格的训练 生物中都调整得非常准确了 当叶峰从树上跳下来之后 肃青小队已经集结完毕了 排列有序 分列四周 叶峰来到他们前面 目光环是一圈 虽然他们都是死士 但是同样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而且是自己未来的班底 他还是不忍让他们死亡的 白起 叶峰冷冷一声 对着队伍中的副队长开口 白起的风格跟叶峰差不多 也是冰冷的冰块 脸上根本不会露出任何多余的情绪 我 在 待会去到清澈之湖之后 我要猎杀唐三和小五 你带领全体肃青小队 分列四周 防止唐三和小五逃跑 叶峰队长 不用我们帮忙吗 白起瞳孔缩了一下 见到叶峰没有让他们出手 感觉自己被轻视了 虽然心声不满 但是他们经历过了严格的训练 可谓供奉电线身 即便是心声不满 也不会表露出来 不用 叶峰摇了摇头 随后好像想到了什么 连忙要继续开口 对了 你给我好好看住 圣女他们三个 为了他们安全着想 千万不能给他们乱跑 白起自然听了董叶峰所说的话 保护圣女是次要的 看着他们 不让他们捣乱是重要的 他目光转过头 看了狐烈娜他们一眼 目光冷了下去 叶峰队长 请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好圣女的 白起在好好保护这四个字 加重了音符 让人听了之后 心声寒意 你敢 我是五魂殿的圣女 不用你的保护 你敢管我试试 狐烈娜也听出了叶峰的言外之意 连忙对着白起呵斥一声 白起闻言 嘴角微微一笑 没有回答那个脑残圣女的话 而是直接抽出了手中的大刀 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意志 这让狐烈娜气得又有些炸毛 但是后面被邪约拉住了 要不然还真会发生流血事件 只不过 这血流的是圣女的血 叶峰又宣布了几项注意事项之后 就宣布肃清计划继续推进 先猎杀唐三 活抓小五 再费好天宗 与此同时 大明二明所在的清澈之湖 小五坐在二明的肩膀上 也就是泰坦巨猿 现场中 只见泰坦巨猿 而天青牛莽 却不知为何 不见了宗命 唐三坐在清澈之湖旁边的一块巨石上 无精打采 双眸中充满了颓败 我我我 我的父亲被叶峰杀死了 而且还是被叶峰的鼓龙声撕了的 妈的 必须要报仇 此仇不报 枉为人子 小五驱使泰坦巨猿走到唐三身边 双眸中充满了忧愁 那双精致的小白腿一晃一晃的 目光时不时看向 坐在地上无精打采的三哥 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了 虽然三哥不嫌弃自己 但是小五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三哥 而且三哥的父亲 好像被那个抽叶峰声撕了 泰坦巨猿是一个高达十几米的超级猿猴 浑身肌肉横开 充满了力量感 双眸如同灯笼一般 肩膀宽阔的像一座小山峰一样 如果非要形容的话 那就和电影《骷髅岛》里面的金刚差不多 但是泰坦巨猿 却比那个金刚强大得多 小五坐在泰坦巨猿上 对着三哥安慰道 三哥 虽然令尊已死 但是你还有我 我会保护好你的 你绝对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叶峰是找不到这里的 即便叶峰找到了这里 大名二名也会教他们做人 小五 唐三文言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双眸中泪水瞬间流出来了 小五 你会不会觉得三哥很没用 不但没有保护好你 现在还要你保护 三哥 你这是说什么话啊 咱们之间还需要这么相近如兵吗 在艰难的时候 应该相互扶持 这才是刻骨铭心的爱情 小五嘴巴觉得高高的 他觉得自己的三哥 未免太过于看不起自己了 三哥是自己看到过天赋最高的人 那只臭叶峰 只不过是仗着死灵武魂的优势罢了 只要三哥再成长几年的话 绝对能够将叶峰踩在脚下 唐三文言心头又沉默了一下 随后将目光看着小五 满脸认真的开口 小五 谢谢你的谅解 而且 我可以向你发誓 像上次那样的事情 绝对不会发生了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好你的 唐三对着小五 许下了自己第一个珍贵的承诺 但是很快 他就知道自己这个承诺 有多么的可笑 因为叶峰来了 叶峰逐渐靠近了 大明二明生活的七夕之地 清澈之湖 清澈之湖 绿意昂扬 水清碧绿 却深不见底 周围古树拔地而起 唯有中央位置 空出一片位置 阳光照射下来 如同七彩虹一样 散发着七彩光芒 恍若人间仙境一般 真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 叶峰在心里感叹一番 随后缓慢靠近泰坦巨猿 因为害怕唐三逃跑 以及担心肃清小队的安全 所以他将肃清小队 都留在外面 将清澈之湖包围了起来 他孤身前往 面对泰坦巨猿 和天青牛蟒 目光往前看去 透过树叶缝隙 看到了成青之湖旁边的两人 其中一个是唐三 唐三坐在湖边的石头上 无精打采 面无表情 另一个是小五 小五坐在泰坦巨猿的肩膀上 至于天青牛蟒 则不见踪影 根据原著中的描述 天青牛蟒 是藏在清澈之湖的湖底 但是现在的话 真的不好说 叶峰也不敢确定 天青牛蟒是否在湖底 什么人在哪里 鬼鬼祟祟的 忽然 泰坦巨猿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脸色一变 两个鼻孔喘出粗气 然后举起右手 往旁边一棵苍天古树 猛然一把 那棵苍天古树 竟然被硬生生拔起来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巨大号的拖把一样 然后 猛然一用力 那棵古树 就向叶峰隐藏的方向 置过来 真不愧是传说中的 十万年魂兽 真可不弱 只是不知道 杀了你之后 会让我的死灵核心 提升多少 叶峰嘴角一勾 邪魅地笑了笑 面对投掷而来的古树 截然不惧 召唤空间中 猛然一闪 一具残破的骷髅 忽然出现 这具骷髅身上的骨架不完整 些许骨头缺失 甚至还有些骨头 出现大面积的裂缝 以及魂兽撕咬的牙印 骷髅唐号 那棵古树 撞在骷髅上面 发出一阵刺耳的咯吱声 紧接着 那古树便开始内卷 外翻 整个树干翻转过来 终究还是骨头更硬一些 是你 唐三看到叶峰出现 双眸中 瞬间变成赤红色 右手往腰间腰带一抹 唐门暗器阎望铁 瞬间出现在手上 准备冲上去 和叶峰拼命 就是这个人 曝光了小五 杀了我父亲唐号 让我现在变成过街的老鼠 人人喊打 唐三接受不了 做梦都想要杀了叶峰 右手黏着阎王铁 猛然向叶峰刺过去 可是却又无可奈何 被叶峰身前的骷髅挡住了 不知道为什么 唐三突然觉得 眼前这具骷髅有点熟悉 这个古形外貌 有点像自己父亲唐号 妈的 那个臭叶峰 该不会是将我父亲 炼化成亡灵了吧 唐三想要杀人 自己只有一个父亲 生前不得安息 被叶峰杀死了 死后还要被炼化成亡灵 生生世世 受其折磨 这是多么一种痛啊 不杀叶峰 枉为人子 唐三微微一顿 双脚一蹬地面 猛然又向叶峰冲去 左手浩天锤 右手蓝银草 唐三疯了 必杀叶峰 然而 下一秒 耳边传来了小五淡淡的话语 顿时又让唐三冷静了下来 脑海中的仇恨 如同潮水一般退去 三哥 给我退回来 你现在不是叶峰的对手 你上去的话 只会是送死 你还有我 给我冷静一点 小五大喊一声 唐三额头上 大喊淋漓 双脚往前一蹬 猛然杀住了车 是啊 连我父亲都不是叶峰的对手 即便我上去 也只是送死而已 正所谓 是君子报仇 十年未晚 叶峰啊 你给我等着 虽然现在我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河东 不用三十年 只需要三年 我必拿你向上人头来 遵纪我父亲 小五 我知道了 唐三淡淡地回答 双眸咕噜噜地往周围看去 既然打不过叶峰 那么就得想个办法逃走了 虽然泰坦巨猿是十万年魂兽 亦是星斗大森林的霸主 实力无比强大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唐三却觉得泰坦巨猿 奈何不了叶峰 必须想办法逃走了 唐三喃喃一声 小五脸色也变得非常难看了起来 叶峰真是阴魂不散 现在自己和三哥都逃进星斗大森林了 还切而不舍地追杀自己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给我死吧 虽然现在只有泰坦巨猿在 天青牛莽在外面办事了 但是小五相信二名 自从小五有记忆以来 二名就从来都没有失败过 现在也肯定可以将叶峰砍于马下 二名给我杀了叶峰 小五目露凶光 你不该伤害我三哥的父亲的 吼 泰坦巨猿文言大吼一声 那如同小山峰一样的拳头 忽然垂在胸部 发出如同磐石一样的巨大声响 人类 你很有 但是只会呈巧舌之便没有用 因为你得罪了我的小五姐 所以你该死 泰坦巨猿用精神力 在叶峰身上扫描了两秒 没有感觉到对方有什么特殊之处 修为不显 外表平平无奇的 看起来就和普通的魂斗罗差不多 一个魂斗罗 竟然妄想威胁星斗大森林的霸主 真是可笑可笑 别说是魂斗罗了 就算是真正的封号斗罗 他都硬生生捶死了好几个 废话少说 咱们手下见真章吧 这一战 咱们既分胜负 也分生死 如果你败了 不但你要死 就连小五 以及你旁边那个人类都要死 叶峰声音一冷 召唤空间内猛然一动 两千骷髅战士倾巢而出 两千亡灵 助力在生命之湖中 排兵布阵 分裂左右 整齐有序 踏踏踏 两千骷髅战士 瞬间将泰坦巨猿包围起来 里三圈 外三圈 那是一股密集到令人窒息的恐惧 什么叫做死灵魂师 死灵魂师 行走在两界之间 掌控天地亡灵 一人即天灾 这便是死灵魂师 吼 泰坦巨猿 那恍若灯笼一般的双眸 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亡灵 死气环绕 那浓重的死灵气息 蔓延遍四周 所过之处 草木皆被腐蚀 寸草不生 泰坦巨猿孔巍一缩 这个叶峰 怎么浑身散发着邪恶气息 好像有那么一点东西 泰坦巨猿 心底不由便地慎重了起来 吼 泰坦巨猿将脑海中的情绪挥去 战意凌然 即便叶峰有所诡异又怎么样 我 泰坦巨猿 星斗大森林的霸主 从来都不知道 帕子是怎么写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嚣张的人来 不过 你也到此为止了 下辈子投一个好胎 现在给我死吧 泰坦巨猿将小五 放在湖边一块石头上 猛然转过身 灯笼一般的双眸 盯在叶峰身上 其庞大的身躯直立而起 竟和人类一样站立起来 十万年浑瘦的庞大气息 尹德湖面掀起一阵阵巨浪 举起双拳 然后就向叶峰冲过来 踏踏 脚步俱阵 地动山摇 叶峰站立在原地 未曾动分毫 身后两千骷髅战士 提着刀冲上去 那巨大的亡灵气息 如同黑暗一样 席卷去 我乃亡灵主宰 你能让我一动一步 算我输 与此同时 黄金一带站在远处 看着叶峰和泰坦巨猿的战斗 心头缩了缩 内心充满了震撼 叶峰可真变态 面对一头十万年浑瘦 连脚步都不曾动一下的 不过 当他们想到 叶峰的第一魂技 就是召唤九头十万年远古古龙 顿时了然了 麻的 叶峰就是一个变态 根本不能以常理夺之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 即便小五有泰坦巨猿守护 也绝对不是叶峰的对手 最终叶峰会完成肃清计划 打败了泰坦巨猿 杀了唐三 活抓小五 这个结果 可不是狐烈娜想要的 他要让叶峰任务失败 然后自己捕捉小五 霸占这份功劳 领取奖励 现在 眼看叶峰就要成功了 狐烈娜顿时急了 既然叶峰的任务没有失败 那我就让他失败好了 转过头 双眸和邪月对视了一眼 随后相互用精神力传音 狐烈娜 邪月 咱们绝对不能让叶峰抓了小五 你有什么办法 让叶峰任务失败吗 邪月沉默了一会 咱们 咱们 只能这样了 先静观其变 等叶峰和泰坦巨猿 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 再让橘斗罗和鬼斗罗亲自出手 用武魂融合剂定住叶峰 咱们抓住小五 就迅速逃跑 狐烈娜文言 双眸瞬间就亮了 邪月的想法非常不错 不但破坏了叶峰的计划 而且还能让自己 活抓一头十万年浑瘦 到时候 看看叶峰 还敢不敢看不起我这个圣女 至于那个臭叶峰 到时候看看 能不能顺势嘎了 如果能嘎了就最好 嘎不了的话 就留他一面 毕竟来日方长 狐烈娜 就这么办 你将信息传递给橘斗罗和鬼斗罗 让他们 在适合的时机 施展两极禁止领域 邪月 好的 黄金一带达成共识 殊不知 正是他们这一个决定 让他们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叶峰站在原地 任凭骷髅战士往前冲杀 这些骷髅战士虽然很强 但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刚冲上去 就被泰坦巨猿拍飞 席卷回来 叶峰尝试了一会 大概了解了骷髅战士 和泰坦巨猿之间的差距之后 便让骷髅战士退了回来 分裂四周 镇守着 防止他们逃跑 现在是时候 尝试一下 我的第三魂技了 叶峰喃喃一声 随后一轮血色的死灵核心升起 周围悬浮着八个新红色的魂环 其中第三个魂环亮起 第三魂技 远古巫妖法师 叶峰的第三魂技 同样是召唤师技能 召唤出一个远古巫妖 巫妖跟古龙和骷髅战士都不一样 嗯 怎么说呢 古龙和骷髅战士都属于战士系列 但是巫妖是属于法师系列 是两个不同种类的召唤物 随着叶峰的第三魂环亮起 周围空间忽然被黑暗笼罩 然后空间一阵涌动翻滚 前方打开了一个空间之门 一个巫妖从召唤空间中出来 巫妖身披一套黑色的法服 手持一柄法爷的权杖 权杖上面镶嵌着一颗黑色的宝石 全身死灵气息环绕 头上裹着一条黑金 看不清脸 但是隐约可以从里面看到一朵血红色的灵魂之火在跳动 女巫 拜见主人 女巫走到叶峰面前 赫然叩手 这时候人们才发现 原来那个女巫的双腿 也是由骨头构成的 嗯 给我杀了那个泰坦巨猿 叶峰冷冷地开口 伸出右手 对着泰坦巨猿隔空一指 仿佛这是死亡一指 王林主宰亲自下令 泰坦巨猿双眸看着女巫猛然一缩 刚刚面对叶峰还自信满满的 现在心灵却经不住颤抖了起来 仿佛那个女巫是什么不可名状的恐怖 这是什么东西 恐惧不是肉体上的 而是来自灵魂层面的 因为未知 泰坦巨猿停住了脚步 满脸警惕地看着女巫 身体发毛竖起来 如同面临大敌一般 女巫转过头 看了泰坦巨猿一眼 头颅中灵魂似火不断跳动 发出一阵阵奇怪的节节声 主人 这可是十万年魂兽 如果杀死他 实在太可惜了 不如 我将他抓起来 给主人如何 你能抓住泰坦巨猿 叶峰文言 愣了一下 心底非常吃惊 虽然他早就料到了 巫妖跟传统的召唤物不一样 但是没想到 对方的能力 似乎比自己想象中更加强大 泰坦巨猿身高数十米 那庞大的身躯 如同小山峰一样 力大无穷 如果想要杀死 很容易 但是如果想要活着的话 那就太难太难了 单单是这个庞大的身躯 就几乎找不到 能够将对方关注的东西 当然可以 主人 你不要忘记我是什么了 我是远古巫妖 所拥有神奇巫术不计其数 活抓一个泰坦巨猿不在话下 女巫淡淡地开口 脑壳下灵魂之火不断跳动 如此甚好 那就给我活抓泰坦巨猿 小雪马上就进击了 正好缺少魂环 叶峰微微点头 目光一直盯在女巫身上 不知道为什么 她心底总有一种感觉 这个召唤物 好像拥有一定的感情 好的 女巫怪笑一声 随后将目光看向泰坦巨猿 泰坦巨猿感受到压力 浑身一击零 然后刹那间动起来 真不愧是森林之王 泰坦巨猿 拥有和自身身体 不相匹配的速度 虽然她体型庞大 但是速度更快 泰坦巨猿 准备以速度取胜 冲过来直接将女巫 和叶峰踩扁 毕竟这两个小不点的人类 在自己庞大的身躯面前 和一只小蚂蚁 没有什么区别 站在女巫后面的叶峰 清晰感觉到 随着泰坦巨猿扑过来 周围空间的重力产生了变化 身体就像灌了签一样 就连一动一下都困难 周围空间 似乎也发生了一定的扭曲 这是森林之王 泰坦巨猿的领域力量 重力领域 叶峰心底忽然生了一股担忧 女巫的身材和人类差不多 相比泰坦巨猿来说 实在太小了 那个小身板 能够挡得住泰坦巨猿吗 不过 很快 她就知道自己的担忧是多余了 只见女巫叨叨念一声 发出一股诡异的频率波动 随后手中的法杖往前一挥 好像触动了什么禁忌规则一样 静 随着女巫的声音落下 泰坦巨猿就像陷入了泥沼一般 速度骤停 不对 不只是陷入泥沼 而是陷入了比泥沼更恐怖的东西 要不然 泰坦巨猿那庞大的身躯 也不会瞬间骤停下来 只见泰坦巨猿骤停在原地 那庞大的身躯 就好像受到了某种束缚一样 再也难以移动分毫 吼吼吼 泰坦巨猿发出一阵震天怒吼 双拳捏成拳头 许是想要挣脱束缚 但是又无可奈何 双眸之中 男眼露出了一种恐惧 她用尽了全力 身体都只是微微移动分毫 令她更加恐惧的是 在这种恐怖的巫术笼罩下 她的心脏跳动速度 好像也变慢了 血液流动速度也变慢了 生命体征正在缓慢消失 这种诡异的巫术 跟泰坦巨猿的重力领域不一样 或者说 根本就不是一个体系上的东西 吼吼吼 泰坦巨猿喊声震天 燃烧鲜血 拼尽全力 刹那间 感觉到自己的身躯束缚少了一点 那小山峰一样的拳头 猛然向女巫和叶峰轰去 这两个蝼蚁一般的人类 应该撑不住自己一拳吧 一拳下去 一切都结束了 泰坦巨猿在心底喃喃一声 可是 下一秒 她就看到那个女巫 嘴角又开始叨叨念了起来 心底顿时生腾起一股刺骨的寒意 右手猛然用力往下压 有了力量加持 拳头的速度更快了几分 快点 快点 再快点 只要将叶峰和那个女巫杀死 就一切都结束了 然而 事情往往都会往最坏的方向发展 巫术 缩小 随着女巫声音落下 一股诡异的力量瞬间笼罩到泰坦巨猿身上 随之泰坦巨猿那庞大的身躯就开始迅速缩小 从原本的十几米高的庞大身躯 变成一个小型的猿猴 其身体比人类都还小一点 原本泰坦巨猿拥有巨大力量的拳头 现在也变得孱弱无力 根本无法对女巫造成任何威胁 泰坦巨猿看到这一幕 浑身一股机灵 身体经不住颤抖了起来 双眸非常恐惧 你尼尼 你对我做了什么 从一个巨大的森林之王 一招变成一个孱弱的猿猴 他根本接受不了 这到底是什么手段 泰坦巨猿真的怕了 如果再给他一个机会的话 他保证会抱着小五 转身就跑 但凡犹豫一秒 都是对自己生命的侮辱 小五看到 二明变成了一只猴子 身体比自己还小 身体僵住了一秒 双眸中露出一股难以置信 随后变成了担忧 二明 你怎么了 唐三看着叶峰召唤出来的女巫 身体颤抖了一下 顿时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了 自己绝对不是叶峰的对手 现在必须想个办法逃跑 刘德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天知道叶峰到底有多恐怖 叶峰身上一共有八个红色的魂环 也就是八个十万年魂技 现在已知的只使用了三个 分别是第一魂技 远古古龙 第二魂技 死亡射线 第三魂技 远古巫妖 那么后面的魂技呢 一律未知 天知道叶峰到底有多强 唐三越想就越害怕 这个叶峰真的不是人 原本他以为自己是重生者 来到斗罗大陆之后 可以凭借自己的唐门优势 快速成为斗罗大陆上顶尖的存在 现在看来自己错了 只要叶峰还在一天 自己就永远活在对方的阴影之下 永无出头之日 唐三对泰坦巨猿 没有什么感情 泰坦巨猿变成猴子 就变成猴子了 只要我能带着小五 成功逃出去就行了 只是路在何方 面对叶峰的亡灵大军 我又如何能跳出去 唐三看着将自己里 三圈外三圈包围的骷髅战士 心底生腾起无尽的绝望 女巫是一个没感情巫妖 一击得手之后 没有任何停滞 又使出下一个巫术 巫术 万古囚牢 随着女巫的声音落下 地面上忽然传出一阵咔嚓咔嚓声 巫术跟黑漆漆的骨头拔地而起 将泰坦巨猿环绕其内 构建成一座漆黑色的囚牢 将其牢牢困在其中 万古囚牢是女巫用巫术打造的囚牢 能够困住十万年级别的魂兽 现在泰坦巨猿被关在了里面 就别想出来了 女巫做完这一切之后 脑壳下的灵魂之火 变得暗淡了很多 全杖上的宝石也光芒暗淡 显然这个召唤物不是无限使用的 有一定的冷却时间 主人 我已经将泰坦巨猿活抓了 现在有些虚弱 就先回召唤空间恢复了 女巫刚刚说完这句话 还没有等叶峰反应 那身形就如同马赛克一样 变得模糊 下一秒便直接消失了 哎 叶峰刚想表扬一下女巫 没想到对方那么快 一点都不持久 看来女巫这种召唤物 跟法师差不多 消耗很大的 平时并不适合召唤出来日常使用 只能将之荡成一张出奇制胜的底牌 这也幸亏天青牛莽不在湖里面 要不然 女巫都没有力量在战了 叶峰充满脸笑意地朝唐三走去 嘴角勾起一个神秘的弧度 今天就是唐三的死期 小五和泰坦巨猿都是小雪的魂环 真是一个丰收的日子 唐三看着叶峰走过来 心底颤抖了一下 虽然很害怕 但是知道害怕无用 只有沉着冷静才能寻得一线生机 他右手中攥着一张阎王铁 一旦逃跑无望 就准备拼死一搏 小五转过头 目光看着三哥 双眸中经不住流下了眼泪 自从来到人类世界之后 他就遇到了自己的三哥 第一次遇到自己的真爱 现在还没有尝过爱情的味道呢 这一切就被叶峰破坏了 小五有些接受不了 他是化形的十万年魂兽 一旦被人类抓住的话 自然知道是什么命运 那就是成为人类的魂环 魂骨 为什么会这样 我还没亲过我的三哥 我也还没有帮我的母亲报仇 小五双眸眼泪滚滚流下 心里非常伤心 片刻之后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与其便宜其他人 还不如便宜三哥 到时候 如果逃跑无望的话 就献祭给三哥 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三哥 让三哥带着自己的力量活下去 就在这时 令众人都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 胡烈娜那个叛徒 见不得叶峰的好 竟然发动内斗 帮助唐三这个外人逃跑 橘斗罗和鬼斗罗 忽然在远方升起来 升腾到半空中 迅速接近了战场 橘斗罗召唤出 奇尔通天菊五魂 鬼斗罗召唤出鬼魅五魂 两者一出现 就没有任何流情 直接使用五魂融合剂 两极禁止领域 他们的五魂融合剂 就像是产生了 某种特殊的化学反应一样 以两者为中心 产生了一股灰色的光圈 这股灰色的光圈瞬间蔓延 如同光芒一样扩散 扩散到肃清小队 骷髅战士 泰坦巨猿 小五 唐三 身上 在橘斗罗和鬼斗罗的 五魂融合剂下 周围的一切都定住了 当然 其中是不包括胡烈娜他们的 两极禁止领域 就是那么变态 不但神明之下的强者 都可以定住 而且还是可以分敌我的 可以定住敌人 但是自己人却能活动自如 这便是橘斗罗和鬼斗罗 结合在一起的恐怖之处 在原著中 如果不是鬼斗罗和橘斗罗 死得早的话 或许后面的嘉陵关大战结局 都会彻底改写 任凭唐门联盟的大军再多 一个两极禁止领域下去 然后再用天使军团冲杀一下 再多的唐门大军都得跪 圣女殿下 赶紧去将小五和泰坦巨猿抓走 这个叶峰太诡异了 我可顶不住多久 橘斗罗鬼斗罗 对着狐烈娜大吼一声 额头上经不住冷汗直冒 双手微微颤抖了起来 妈的 叶峰道到底 是什么怪物 我只是定住了一个魂斗罗而已 怎么感觉好像 定住了一个绝世斗罗 不对 是比定住了绝世斗罗还困难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五魂融合剂 至少能定住十几分钟 乃至于半小时的 但是现在的话 能定住几十秒就不错了 叶峰可真是一个变态 都不知道隐藏了多少实力 好的 狐烈娜微微点头 她也知道事态紧急 没有废话 就直接冲过去 和斜月 燕三人将小五捆绑起来 然后又来到泰坦巨猿面前 想要将泰坦巨猿一起弄走 毕竟泰坦巨猿也是一头十万年浑兽 而且还被叶峰关注了 不带走 白不带走 但是 他们发现自己 竟然带不走泰坦巨猿 巫术囚就像世界上 最坚固的宝石一样 固定在地面上一样 无论他们怎么用力 都无法一动分毫 他们只能无奈地放弃 狐烈娜路过唐三身边时 由于好奇 抬起头 看了唐三一眼 这便是唐三吗 好像挺帅气的 五官精致 棱角分明 双眸凶巴巴的 挺好看的 很适合当自己的宠物狗 白痒 狐烈娜盯了唐三两秒之后 脸色变得红乎乎的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忽然改变了自己原本的想法 唐三长得那么帅气 如果就这样死去 着实可惜了 罢了 本圣女就饶你一命 让你跟着本圣女吧 邪悦 将唐三也带上 狐烈娜淡淡地开口 因为叶峰被定住了 没有人跟自己唱反调 仿佛他又变成了 那个一人之下的少女 顿时飘了起来 什么 烈娜 咱们不杀唐三了吗 邪悦闻言 难以置信地问 不杀了 我身边正好缺一个随从 唐三正好合适 以后就让唐三跟着我了 狐烈娜丝毫没有认识到 自己说的话有什么不对 烈娜 这恐怕不妥吧 唐三只是一个外人 而且是五魂殿必杀之人 如果你将唐三带在身边 恐怕 恐怕会有人说闲话 原本邪悦 还想继续说些什么的 却直接被狐烈娜打断了 邪悦 就连你也不听本圣女的话了吗 邪悦一阵语色 仿佛被神妖跟住了一样 不是 我只是觉得 将唐三带走有些不妥 不如咱们杀了唐三吧 哼 唐三只是得罪了叶峰而已 凭什么得罪了叶峰 就得判死刑 我说要放了唐三就放了唐三 什么时候 我这个圣女说话都没用了 不是 烈娜 咱们真的不能这样做 这样做 和背叛五魂殿 没有什么区别了 滚 唐三这个人 我要定了 原本狐烈娜 都没有那么想保唐三的 但是现在听到邪悦 处处跟自己作对 顿时更加铁了心 要保住唐三了 或许这就是少女的叛逆心理 听了狐烈娜的话之后 邪悦非常无奈 自己这个妹妹 似乎是太过于刁蛮了 就连五魂殿必杀之人都敢要 这个臭唐三 有什么好的 都没有旁边那个 艳看的顺眼呢 不过 狐烈娜铁了心 要将唐三带走 她也没有办法 虽然说 大家都是五魂殿的黄金一代 但是狐烈娜作为五魂殿的圣女 地位是比自己高的 换句话说 就是她要听狐烈娜的 圣女 快走 我们快顶不住了 这时候 半空中传来橘斗罗催促的声音 我知道了 狐烈娜对着橘斗罗微微点头 随后又将目光看向唐三 见邪悦没有动作 顿时用目光向艳示意 艳可是一个十足的舔狗 狐烈娜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她没有半分犹豫 走到唐三面前 拿起两捆绳子 捆住了唐三 然后轻轻一晃 抛在自己背上 烈娜 好了 狐烈娜正想要点头 忽然眼角余光看到叶峰 叶峰正直直地站在原地 同样被钉住了 那俊美邪魅的面孔 甚至比唐三更要帅气几分 再加上古铜色的皮肤 显得非常男人 绝对是妥妥的美女杀手 不过 狐烈娜却对叶峰 没有任何想法 因为 她心里早就将叶峰当成了敌人 甚至还想要杀了叶峰 自然好感不起来 等等 狐烈娜举起手 指住了正想要往外面走的邪悦和艳 随后走到叶峰面前 嘴角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现在可是危机四伏的星斗大森林 好像死几个人也是正常的吧 如果叶峰死在星斗大森林里面 我再将叶峰的死 嫁祸给那个泰坦巨猿 那么 即便供奉殿 也挑不出自己毛病 狐烈娜嘴角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拿出了一把长长的匕首 对准叶峰的心脏位置 狐烈娜这个动作 可是将邪悦吓了一跳 叶峰是供奉殿的人 是不受黄殿管辖的 现在圣女居然想要杀了叶峰 这这 这是万万不可的呀 圣女抢叶峰的任务 活抓抓十万年魂兽 还可以说是 年轻人之间的相互斗争 但是如果杀了叶峰的话 性质就截然不同了 同门相互残杀 无论在哪里 都是一个禁忌的存在 列纳 叶峰杀不得 邪悦 我看你是越来越烦了 本圣女想要杀个人 你都要阻止我吗 狐烈娜掘起嘴巴开口 声音中带着一丝淡淡的娇称 不是 叶峰这个人比较特殊 她是供奉殿的红人 如果她死在 兴斗大森林里面 我们会很麻烦的 哼 这有什么麻烦的 难不成 他们还敢杀我 这个圣女不成 而且 这里是兴斗大森林 死两个人 再正常不过了 你就别管我了 叶峰我是杀定了 唉 我的傻妹妹 虽然说在 兴斗大森林里面 死两个人很正常 但是我怕你杀不了叶峰啊 或者留下蛛丝马迹 到时候 我们就麻烦了 而且 教皇比比东 都杀不了叶峰 你觉得你一个圣女 能杀得了叶峰吗 叶峰又是那么好杀的吗 我的傻妹妹啊 不得不说 你还真的是太天真了一点 邪悦在心里喃喃一声 想要阻止胡烈娜 却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 胡烈娜猛然伸出手 手中的匕首 就像一条长长的钉子一样 对着叶峰的心脏位置 猛然刺进去 扑哧 匕首起柄没入 但是却没有任何鲜血流出 这让胡烈娜僵住了一下 然后又猛然抽出匕首 又向叶峰另外一个致命处戳去 扑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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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烈娜一共刺了十几刀 手都砍累了 等目光再次向叶峰看去时 却看到叶峰身上的伤口 全都恢复如初了 仿佛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胡烈娜人都骂了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根本就杀不死啊 怎么会这样 这一刻 胡烈娜心里终于慌了 虽然叶峰被定住了 但是还是有意识的 能够感知到外面所发生的一切 杀不了叶峰 那就麻烦了 叶峰是真的敢杀圣女的 快走 胡烈娜连续喃喃了三声 然后快速向星斗大森林外面走去 叶峰就是一个魔鬼 根本就杀不死的 他是一刻都不敢再待在这里了 邪悦和燕连忙快速跟上 片刻之后 黄金一带迅速远离了成青之湖 橘斗罗和鬼斗罗的五魂融合计 也在这个时候失效了 这就好像原本被暂停的时间 长河重新启动 缓缓地往前流去 世间万物重新启动了起来 哥哥 叶峰晃了晃脑袋 活动了一下身体 骨头关节处 发出哥哥的声音 目光看向胡烈娜离开的方向 杀意凌然 周围的死灵气势不断涌动 森林之中 无风自动 一股股恐怖的气势 向周围蔓延开来 叶峰冷笑一声 很好 真不就是胡烈娜 全身的每一块骨头 都透露着反骨的味道 不但抢走了十万年浑兽小五 而且还要将唐三收为自己人 难道你不知道 唐三是五魂殿的仇人吗 面对一个仇人 你非但不杀 反而要将对方变成自己人 这不是任仇做亲吗 呵呵 真是该死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当初 我跟你说过的一句话 一旦你背叛了五魂殿 我必杀你 现在的话 也到了该实现承诺的时候了 我说了 必杀你 就必杀你 即便是你的老师比比东亲自出马 也就不了你 叶峰这些骷髅战士 收尽系统空间 正准备带领肃清小队 去追杀胡烈娜的 却忽然发现 自己的召唤空间 居然能够装下活物泰坦巨猿 旋即直接将泰坦巨猿丢进去了 至于这个问题 叶峰也有些难以理解 他的召唤空间 只能存放亡灵等召唤物 怎么现在连魂兽也能装了呢 该不会 是和女巫凝聚那个囚牢有关系吧 有了那个骨头囚牢 就能将泰坦巨猿 收进召唤空间 叶峰隐约觉得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 走 咱们去杀人 在星斗大森林内 所有都是我们的敌人 包括圣女狐猎娜 统统都杀无赦 叶峰对着手下的死士 冷冷地开口 好 白起回答 正在这时 背后忽然传来了一阵地动山摇 叶峰转过头一看 体现一个和泰坦巨猿 差不多的庞然大物 浑然出现 其速度非常快 所过之处 如同牛离过地面一样 无数古术瞬间被推抖 这边 是另外一头星斗大森林霸主 天青牛莽 天青牛莽 因为一点事情 离开了自己的栖息之地 刚回来的时候 就感应到了小五和二鸣出事了 内心暴怒 到底是谁 居然敢伤害二鸣和小五姐 吼吼吼 天青牛莽发出震天怒吼 来到湖边时 却发现 小五和二鸣已经不见踪影 只剩下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人类 站在原地 天青牛莽心急如焚 一想到 二鸣和小五姐 很有可能遭遇了不测 一颗星顿时沉了下来 她跟二鸣和小五 认识了十万年了 其中 情义比天还高 吼吼吼 天青牛莽内心暴怒 仰天大吼 引得周围一阵阵矩阵 无数古术的树叶被震落 落在叶峰身上 地上 原本叶峰以为自己 接下来会有一场恶战 毕竟 二鸣和小五消失了 天青牛莽的发泄对象 就只剩下自己了 可是 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天青牛莽压根就没有鸟榻 天青牛莽低下头看了一眼 随后便迅速向狐连那方向追去了 唉 叶峰沉默了一下 我看起来就那么善良吗 天青牛莽一点都不怀疑在案发现场的自己 反而跑去追狐烈娜了 不过 仔细一想 叶峰又觉得很合理 天青牛莽看到二鸣和小五消失了 第一时间肯定是去救人的 哪里还有空搭理自己 如果这样的话 事情就变得有趣了 狐烈娜呀 或许不用都不用我出手 天青牛莽就可以灭了你 真是天道循环 报应不爽 叶峰心念一声 随后带着肃清小队追了上去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现在自己才是那个黄雀 唐三 狐烈娜 他们通通都得死 叶峰追上去 送他们最后一程 与此同时 狐烈娜和邪月 燕 他们三个快速往星斗大森林 外面走去 前方两大封号斗罗长老在开路 后面有橘斗罗和鬼斗罗在护航 他们的行进速度非常快 但是相比在暴怒中的天青牛莽来说 还是差了很多 双方的距离正在迅速接近中 啪啪啪 吼吼吼 忽然他们身后传来一阵震天的怒吼 以及地洞山摇的脚步声 他们脸上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 这是 十万年魂兽 怎么又来了一头十万年魂兽 而且还是直奔我们来的 月官 鬼魅 待会那头十万年魂兽追上来的话 你们两个就再次施展五魂融合剂 将他们定住 掩护我逃跑 狐烈 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动静 脸色微微一变 但是很快又舒展开了 圣女 暂时恐怕无法再施展两极静止领域了 因为五魂融合剂 是有冷却时间的 刚刚已经使用了 短时间就无法再次使用 橘斗罗沉默了一下 脸色有些发苦 他感觉到 后面追来那头十万年魂兽 比刚才的泰坦巨猿刚强 而且不是强一星半点 而是强很多 搞不好 他们这次 真的阴沟里翻船了 那怎么办 我可不管你们 你们必须挡住后面那个十万年魂兽 掩护我逃走 哪怕是你们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狐烈娜傲娇的开口 正在前方开路的海龟斗罗和圣龙斗罗 听了狐烈娜的话 也是微微皱了皱眉头 这个圣女怎么不讨喜呢 我讨厌她 吼吼吼 这时候 天青牛蒙猛然一个加速 双方距离就迅速拉近了 在双方距离还剩下一百米的时候 天青牛蒙双脚一蹬地面 猛然往前一跃 身体竟然腾空而起 从半空中横跺而过 等到再次落下时 已经落到狐烈娜等人前方 将逃离星斗大森林的路彻底堵死 橘斗罗 鬼斗罗 海龟斗罗和圣龙斗罗 站在狐烈娜面前顶着压力 四大封号斗罗 脸色顿时变得非常难看起来 这头天青牛蒙 比他们想象中还要聪明 先将他们的退路解死了 除了战斗之外 别无他法 天青牛蒙 牛手蛇身 牛头直径至少也超过了四米 蛇身的程度超过了百米 双眸如同灯笼一般朔朔放光 眼珠子已经变成了红色 周围杀气炸露 两个比水桶还大的鼻孔 喷出两行粗气 大明 快来救我跟三个 小五看到天青牛蒙出现 原本暗淡的双眸瞬间就亮了 小五姐 你放心 我马上就来救你 而至于这些侵犯你们的人 全部都得死 天青牛蒙 蒸蒸冷语 现在 他是动了真正的杀星了 他是星斗大森林的霸主 之前看到无意闯入的人类 都会念其修行不义 放他们离开的 但是现在 这些人类竟然敢打小五姐的主意 那就全部都毁灭吧 青天牛蒙 面对四位封号斗罗 却半点不拘 因为种族的原因 他的战斗力比想象中更要大 对战这四位吊车尾的封号斗罗 还是绰绰有余的 当然 前提是 他们没有施展五魂融合技 双方的战斗 逐渐进入白热化 然而 他们不知道的是 叶峰已经悄然出现在他们身后了 他看着前方的混战 痛定思痛 总结经验 决定在周围布下天罗帝王 将所有人一网打尽 第一魂祭 远古古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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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银 叶峰咬咬牙 连续使用了四次第一魂祭 脸色有些惨白 连续使用四次二十万年魂祭 消耗有点大 每一个魂祭 召唤九条远古古龙 四个技能 一共召唤了三十六条远古古龙 第一只远古古龙 潜伏在东部 一旦看到黄金一带和唐三 丽莎无赦 第二只远古古龙 潜伏在南部 一旦看到黄金一带和唐三 丽莎无赦 第三只远古古龙 潜伏在西部 一旦看到黄金一带和唐三 丽莎无赦 第四只远古古龙 潜伏在北部 一旦看到黄金一带和唐三 丽莎无赦 两千骷髅战士在周围潜伏待命 叶峰将一切都布置下去了 旋即爬上一棵高耸路云的古树上 这棵古树很高 站在上面能够清晰地看到 橘斗罗和天青牛莽之间战斗 目光巡视了一圈 唐三 胡烈娜 小五 这些目标人物全都在 整整齐齐的 这让叶峰嘴角微微一勾 露出了一个罕见阴冷的笑容 所有人都在这里啊 那就实在太好了 我正好一网打尽 让你们死得整整齐齐的 另一边 四大封号斗罗和天青牛莽的战斗 进入了白热化 废物一带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胡烈娜时不时看着唐三 目光古怪 时不时发出嘖嘖声 也不知道在干嘛 邪悦和燕则看住十万年魂兽小五 相比唐三而言 小五才是令他们升级加薪的好东西 只要能够将小五带回武魂殿 赏赐肯定少不了 胡烈娜溜了一回唐三之后 目光就往周围看去 四大封号斗罗和天青牛莽之间的战斗 已经逐渐露出颓势 胡烈娜想要提前离开这里 忽然 胡烈娜眼角余光 往东南角方向 惊鸿一瞥 整个人瞬间僵住了 双眸中露出了一丝恐惧 只见 目之所及之处 远处一棵古树树顶之上 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该身影披着黑色长袍 在阳光的照耀下 如同阳光下的污点 显得格格不入 因为距离太远 看不清面孔 但是穿黑色长袍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叶峰 叶峰 那个是叶峰 怎么可能是叶峰 叶峰怎么可能那么快追过来 胡烈娜身体开始微微颤抖了起来 身上冷汗直冒 等她回过神来 后背的衣衫已经全湿透了 刚才我还拿匕首捅了叶峰来的 以叶峰牙字必报的性格 自己根本就不会有活路 叶峰该不会是来杀我的吧 怎么办 胡烈娜越想越感到绝望 邪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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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烈娜的声音非常惊慌失措 就像一个受惊的小兔子 六神无主 烈娜 怎么了 邪悦走过来 发现胡烈娜脸色苍白 非常难看 颤抖那冷汗已经将全身衣服都打湿了 快 快 快带我离开 因为过于害怕 不但声音结巴 而且还有一种微微颤抖的破音 邪悦感到有些奇怪 原本天不怕地不怕的圣女 现在怎么会害怕的瑟瑟发抖呢 刚刚我一定是看错了 邪悦顺着胡烈娜的目光看去 顿时看到了 助力在树顶之上 如同神魔一般的叶峰 这是 叶峰 邪悦脸色一变 她的反应也和胡烈娜差不了多少 脸色苍白 莫名的寒意 刚刚自己可是妹妹 还想要杀叶峰来的 现在叶峰追过来了 绝对不会放过我们 怎么办 邪悦 你没听到我说话吗 赶紧带我走 胡烈娜的声音中都带着一丝哭腔 好 我这就带你走 邪悦也是害怕到极点 根本不敢再在这里做任何逗留 戴上燕 小五 唐三就迅速往包围圈外面走去 胡烈娜被保护在中间 菊豆罗 这里就交给你们几位长老了 务必拦住天青牛莽和叶峰 我们就先离开了 胡烈娜淡淡地开口 其声音中 言外之意非常明确 你们四大豆罗 必须掩护我逃跑 哪怕是付出你们的性命 然而 胡烈娜的话都还没有说完 两个黑影猛然从半空中坠落 速度非常快 如同被人用距离摔下来的一样 轰隆隆 坠落在地上 严陈滚滚 片刻之后露出了真面目 那是海龟豆罗和圣龙豆罗 这两位豆罗身上的铠甲已经破损 海龟豆罗双手被拍碎了 圣龙豆罗双腿被拍碎了 两人身体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 很显然 在天青牛莽的对战中 已经身受重伤 胡烈娜看着这两位豆罗摔下来 身体猛然僵了一下 难道说 四大长老都不是天青牛莽的对手 他心底更加恐惧了 脚步不停 迅速离开 扑通 忽然又一声巨响传来 橘斗罗和鬼豆罗也被天青牛莽打成了重伤 从半空中掉落在地上 天青牛莽也受了重伤 那巨大的牛头 就好像被什么削去了半边一样 灯笼一般的双眸也瞎了一个 吼吼 天青牛莽大吼一声 嘴角吐出一口鲜血 鲜血如同溪流一样 在半空中滑落 虽然天青牛莽也受伤了 但是状态却比四大豆罗好很多 还拥有一定的战力 胡烈娜看到这一幕顿时慌了 这些炮灰都死了 谁来保护自己这个圣女啊 月官 鬼妹 你们给我站起来啊 我命令你站起来保护我 胡烈娜声音中有些歇斯底里 橘豆罗 两人强撑着站起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也不喜欢这个圣女了 圣女的性格确实 确实太令人讨厌了 圣女 我们已经失去战斗力了 恐怕 没有能力保护你了 现在只有叶峰可以救你 举斗罗收到一半 嘴角又可出一大口鲜血 叶峰 叶峰 他怎么会救我 来杀我还差不多 胡烈娜摆着脸 心底有些后悔 如果刚才不是自己做的话 叶峰应该会救我吧 但是现在的话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叶峰应该也在了附近了 要不 要不 你求一下叶峰 向叶峰认错 这样 叶峰也许会救你 毕竟 咱们都是武魂殿的人 橘斗罗淡淡地开口 哼 月官 你不要再说了 叶峰不会救我的 他还巴不得我死呢 这时候 一声冷不丁的声音忽然传过来了 叶峰身穿黑色长袍 在树林中走出 嘴角露出一股淡淡的笑容 还算 你有自知之明 自从你那反骨的胡臭威露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叶峰嘴角一勾 双眸一直盯在天青牛蟒身上 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 是因为天青牛蟒也快死了 牛头都被削去了小一半 鲜血就像河流一样不断喷涌而出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即便天青牛蟒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也撑不了多久 叶峰是来收拾烂摊子的 天青牛蟒可是自己给小雪预定的魂环 如果在这个时候死了 反倒有些不美了 你 如果你杀了我的话 教皇比比东可不会放过你的 胡莲娜有些嘴硬的开口 气得舌头都打结胸脯一鼓一鼓的 教皇 叶峰文言嘴角勾起一个弧度 那你可以试试看 教皇就不就得了你 我是千道流收养的人 手握裁决权杖 职责是肃清五魂殿一切敌对的人 而你已经背叛了五魂殿 该杀 我 我是圣女 怎么可能背叛五魂殿呢 胡莲娜死不承认反驳 呵呵 好 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 你 胡莲娜 抢小五 意图杀害同门 放走五魂殿敌人唐三 而且还意图将仇人变成自己手下 这还不是背叛五魂殿吗 以上罪名结合在一起 足够你死了 胡莲娜文言 顿时语色 不知道该怎反驳 就算你说的是事实又怎么样 我可是五魂殿圣女啊 你只是五魂殿的狗而已 狗凭什么费主人 你不怕死吗 胡莲娜抬起高傲的头颅 双眸中显露出一股不服气 这是她心底的真实想法 不过 她不敢说出来 因为叶峰是真的敢杀圣女的 这时候 旁边的菊豆罗 迈着颤颤巍巍的步伐 来到叶峰面前 为胡莲娜苦苦哀求 叶峰 胡莲娜是五魂殿的圣女 我知道她有罪 但是罪不至死 求求你放过她 鬼斗罗 是啊 求求你放了圣女 作为圣女 有些任性是正常的 叶峰没有理会对方的求情 援助中 就是这样的 胡莲娜在猎魂行动中 暗通唐三 导致猎魂行动失败 小五从围攻中逃跑 后面回到五魂殿后 比比东高高高拿起 轻轻放下 只是向征信惩罚了一下 胡莲娜 就放过对方了 哪有这样的好事 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叶峰觉得 比比东根本不配当教皇 对待五魂殿的人 都不能惩罚分明 过分偏爱圣女 这根本就难以服众 只不过 现在叶峰执掌裁决令 可轮不到比比东出手了 今天废物一带 就会全死到这里 另一边 邪悦见橘斗罗和鬼斗罗的求情 叶峰没有任何反应 他顿了一下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好像做出了什么决定一样 脸色变得坚毅 随后连忙走到叶峰面前 还没有开口说话 就扑通一声 跪了下去 虽然说 男人上跪天地 下跪父母 其他人均不跪 但是此刻 邪悦为了自己的妹妹 他愿意放弃自己的尊严 他也知道 胡莲娜很任性 也犯了错误 但是无论如何 胡莲娜是自己的妹妹啊 邪悦是那个守护胡莲娜的人 他是无论如何 都无法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妹妹 被叶峰杀死的 叶峰 求求你放胡莲娜 我愿意替胡莲娜去死 如果你非要杀人的话 就杀我吧 说完之后 邪悦双眸中 情不自禁地 留下了两滴眼泪 谁说男儿有泪不清谈 只是还没到伤心处 站在旁边的燕 见邪悦愿为胡莲娜去死 好像心底被触动了一下 双脚动了一下 扑通一声 也紧跟着 跪在叶峰面前 如果邪悦的命不够的话 那就再加我一个 求求你放过胡莲娜 胡莲娜震了一下 目光先是看了一下 橘斗罗和鬼斗罗 然后又转过头 看向自己的哥哥邪悦 最后将目光 看向自己的田斗燕 好奇怪哦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你们为我求情 我的心很痛哟 我可是圣女 怎么会心痛呢 他们为我死 不是应该的吗 一时间 胡莲娜心底 生了一丝后悔 如果自己没有那么任性 没有背叛五魂殿的话 那么自己 是否还会 是那个一人之下的圣女 但是现在的话 恐怕 人总是要为自己错误埋单 不止他们要死 你们废物一代 也统统要死 无论是谁来求情 都没有用 叶峰手持一柄鼓刀 向胡莲娜缓慢走过去 走到胡莲娜面前 看着那个漂亮的脸蛋 没有任何犹豫 对着胡莲娜的脖梗 锋利的鼓刀 斜向上销上去 不 求求你了 不要杀圣女 橘斗罗 鬼斗罗 海龟斗罗 圣龙斗罗 斜月 燕 这几个人脸色大变 纷纷施展魂迹 想要阻挡叶峰 可惜 叶峰早就料到了他们的动作 体内魂力一动 勾动召唤空间 忽然间 一排骷髅战士 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前面 既然你们敢挡我 那就一起死吧 叶峰没有任何怜悯 直接下达了屠杀的命令 十位骷髅战士 齐齐对着黄金一代 以及四大封号斗罗 举起了屠刀 扑斥 斩 叶峰右手微微一用力 就将胡莲娜的头颅 斜向上削了下来 一个精美的瓷娃娃 面孔从半空中飘起 然后往地面上坠落 这么漂亮的脸蛋哦 现在已经变成了尸体 应该不会有人 对其尸体有想法吧 与此同时 除了四大封号斗罗之外 邪悦和燕也是 直接被骷髅战士秒杀 邪悦被拦腰砍断 燕被劈成了两半 鲜血流满了一地 五魂殿黄金一代全死 至于那四个封号斗罗 这点骷髅战士 还杀不了他们 橘斗罗和鬼斗罗 看到五魂殿的黄金一代 全部身死 就连五魂殿的圣女 都被砍下了头颅 顿时变得怒不可遏 他们想要联手杀了叶峰 但是因为身受重伤 又无能为力 五魂殿的圣女死了 天塌了 这可是五魂殿的圣女啊 叶峰怎么敢 啊 吃着五魂殿的饭 反手将圣女杀了 麻的 橘斗罗脸色很冷 目光杀意凌然 胸脯微微鼓动 现在都还无法平静下来 叶峰 你居然敢杀了五魂殿的圣女 等我回到五魂殿 必然会禀告教皇 让教皇将你处于极刑 你死定了 鬼斗罗义愤填膺 同仇敌忾 别以为你是牵到留守养的人 就可以胡乱杀人 即便圣女有错 又怎么样 应该交给教皇处置 而不是你在乱杀人 叶峰文言 嘴角微微一笑 这个不用你们禀告 我自会提着圣女的头颅 送上教皇殿 比比东身为教皇 却不以身作则 交出这么一个反骨的胡莲娜 我倒要问问教皇 面对这么一个反骨的少女 一个背叛五魂殿的少女 该不该杀 面对橘斗罗和鬼斗罗的话 他却没有半点害怕 虽然自己不是裁决长老 但是已经得到了裁决长老迁倒流的授权 裁决令都还在系统空间里面了 所有跟五魂殿敌对的人皆可杀 包括圣女 教皇 教皇算什么 现在玉小刚都死了 如果他还敢犯傻什么的 又或者搞什么其他动作 裁决令在手 我可是连教皇都敢杀的 橘斗罗和鬼斗罗听了叶峰的话 脸色大变 特么 这是疯了 你杀了教皇的弟子就算了 还要将胡莲娜的人头送给教皇 麻的 疯了才会做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这也太无法无天了吧 橘斗罗和鬼斗罗憋红了脸 眼睛赤红 如果目光能杀人的话 叶峰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可惜 他们身受重伤了 根本无法奈何 这时 另一边 天青牛莽听见叶峰和几位封号斗罗的对话 整个人都骂了 他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这是在战斗中啊 你们在旁边 开会什么鬼 一点都不将我这个星斗大森林霸主放在眼里 吼吼吼 给我死 天青牛莽大吼一声 踏踏 猛然向叶峰杀过来 现在二弟泰坦巨猿消失不见 小五被抓 这一切都是眼前的人类造成的 杀杀杀 必须杀了他们 刚刚叶峰在说话的时候 他也在恢复体力 作为十万年魂兽 生命力以及恢复力都是非常强的 现在已经恢复了五六成实力了 迟缓领域 天青牛莽毫不犹豫地使出了自己拿手的领域技能 迟缓领域能够让敌人的速度降低30%到50% 这个技能并不是为了进攻 而是为了防止敌人 叶峰看了一眼天青牛莽 皱了皱眉头 领域又是领域 泰坦巨猿是重力领域 天青牛莽是迟缓领域 两者都是差不多的 相对于其他封号斗罗来说 或许很强 但是对于我来说 却不过如此 叶峰正准备陪天青牛莽玩一玩时 眼角余光好像看到了什么 身体猛然僵住了 只见唐三拿出一把小刀割断了身上的绳子 然后又捏手捏脚走到小五旁边 帮小五松开了膀 然后迅速往外面走去 嗯 唐三 你真的是半课都没有消停啊 现在叶峰也忽然醒悟过来 天青牛莽使用迟缓领域 是为了限制自己的速度 给唐三和小五创造逃跑的条件啊 打得真是好算盘 叶峰皱了皱眉头 虽然他在外面埋伏了远古古龙和骷髅战士 但是让唐三离开了自己的视线 他还是感到非常不安 唐三是气韵之子 走路喝水都能得到机缘的存在 他不想到时候再出什么幺蛾子 旋即转换目标 向唐三追去 天青牛莽看到叶峰转换了目标 顿时怒了 大吼一声 那巨大的身躯不断抖动 许是在蓄里一样 下一秒 从牛手中喷出一道长长的能量波 能量波对着叶峰杀过来 叶峰停住了脚步 转过头 看了天青牛莽一眼 既然你那么想玩 那我就让远古古龙陪你玩玩好了 看你的一身骨头硬 还是我的远古古龙硬 叶峰冷笑一声 魂力一动 体内的死灵核心 瞬间发出一道轻微的声音 随着这个轻微的声音响起 正在远处潜伏的远古古龙 好像受到了什么信号一样 迅速往远方冲过来 迎迎迎 龙鸣震天 整整十条十万年远古古龙 将天青牛莽包围了 吼吼吼 天青牛莽牛手中 发出一阵阵阴波 许是在宣泄自己的领地 震慑远古古龙 但是古龙却截然不惧 不断往天青牛莽逼近 那道能量波打在古龙身上 竟然没有任何效果 就被消灭了 天青牛莽浑身一击灵 忽然全身传来一股战力感 刚刚面对人类四位封号斗罗的时候 他都没有畏惧 可是 现在面对十条远古古龙的时候 天青牛莽是真的慌了 为什么自己的攻击无效 这些不死生物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听那个年轻人的号召 天青牛莽百思不得其解 内心充满了绝望 现在他终于知道了 二帝也许就是这样子消失的 人类那边诞生了一个了不得的存在 虽然天青牛莽很想阻止叶峰 不要让他去追捕小五 但是他被这十条古龙缠住了 自身难保 实在没办法兼顾对方了 然而 叶峰将古龙召唤出来之后 就往唐三追去了 有这十条远古古龙陪天青牛莽 完足够了 现在还是正式要紧 要是被唐三和小五逃跑了 就麻烦了 他是在周围布置了骷髅战士和古龙 但是潜伏的位置比较远 中间还有一块方圆五公里的空间的样子 也就是说 任凭唐三怎么逃跑 也只能在这方圆五公里内 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唐三是无法逃出自己的包围圈的 如果是其他人 叶峰可以肯定对方肯定逃不出去 但是唐三是气运之子 这一切都不好说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叶峰亲自追杀 另一边 唐三正牵着小五的手 迅速往星斗大森林外面跑去 两人脚步如风 频率飞快 直接跨过草丛 绕过大树 迅速往外面走去 小五正在快速奔跑 没有留意到脚下有一块石头 脚板轻轻跨过去的时候 被那个小石头绊了一下 忽然静止往地上摔去 地面上有一块尖尖的巨石 如果掉下去的话 非要毁容不可 啊 小五吃痛 发出一阵尖叫 唐三眼疾手快 右手微微一用力 将小五拉住 要不然的话 让小五摔在地上 就麻烦了 小五 怎么了 唐三关切地问 三哥 刚刚我被石头绊了一下 没事吧 我摔到脚了 痛痛痛 唐三走过来 伸出右手 脱起小五的小白鞋 轻轻脱下 目之所及之处 脚踝处一阵通红 迅速红肿了起来 唐三看到这一幕 脸色一沉 现在可是逃亡的 关键时刻 小五摆到脚了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还有希望逃跑吗 三哥 你先逃走吧 叶峰的目标 是我 你先逃走 我为你拖延时间 叶峰得到了我之后 就不会再去追你了 小五双眸中 露出了一阵水雾 小五 你说的是什么话 自从咱们相遇开始 就心连心了 要么一起生 要么一起死 咱们即便是死 也不分开 唐三咬咬牙 随后双手抓着小五的手 猛然往后面一抛 将小五背上 然后迅速往外面逃跑 小五闻言 内心一阵感动 三哥 三哥 也喜欢我吗 生死不离 至死不欲 这土味情话 再加上在生死危机的渲染下 小五都快感动哭了 原本他以为三哥知道 自己是浑瘦的身份之后 会对自己心生芥蒂的 但是现在的话 这一份担忧全消失了 三哥是真正爱我的 又怎么会在乎 我是什么身份呢 爱情都是不分年龄 不分种族的 不在乎老少 但是正是如此 让小五更加铁定了心 要想办法 给三哥创造机会逃跑 既然三哥 都可以对我不离不切 那我为三哥去死 又何妨 小五抬起头 目光看着唐三的侧脸 双眸中露出了一阵水雾 三哥 谢谢你 然而唐三没有回答 脚步迅速往前冲 周围的树木不断倒退 他要抓住这个 唯一逃跑的契机 只有活着 才有从头再来的机会 才有报仇的机会 唐三 你往哪里走 突然间 背后传来一阵如同鬼魅一般阴冷的声音 紧接着 叶峰就出现了 叶峰穿着一套黑色的长袍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正在迅速追过来 两者的距离 已经不足二百米 唐三和小五文言 顿时被吓得亡魂接冒 脚下虎虎生风 迅速逃跑 即便他们的速度已经够快了 但是和叶峰的距离 还是在不断靠近中 叶峰的速度 要比他们要快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迟早会被追上的 三哥 要不你就放我下来吧 叶峰的目标是我 我可以帮你拖延一点时间 小五转过头 看了叶峰一眼 随后双眸中的眼泪 经不住流下来了 我跟三哥 才刚刚捅破一层窗户纸 现在又要被迫分开了吗 真的是太难了 绝不 小五 你就别说了 我唐三还沦落不到 让一个女人来保护的地步 而且 我的性格也不会这样 男子汉大丈夫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 我宁为瓦碎 不为御全 唐三傲骨争争 说得那么正气凌然 其实没有人知道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呵呵 叶峰甘笑一声 看着唐三的嘴脸 心底就想笑 你是真的深爱着小五呢 还是深爱着小五的魂骨呢 不过 现在 现在轮不到你们二选一 你跟小五 都必须死在这里 不对 是唐三死 小五当千刃血的魂环 此时 叶峰距离唐三 不足一百米了 给我死吧 叶峰拿出一柄骨刀 对准唐三的后背 猛然用力 一致过去 对待敌人 他可一点都不会认辞的 虽然小五在唐三的背上 但是他不觉得 唐三也会舍得 让小五死 唐三肯定会为小五 挡下这道攻击的 唐三听到背后传来的呼呼声 转过头看了一眼 瞳孔猛然缩了一下 对叶峰恨得咬牙扯耻 叶峰 你真的可恶 如果这次我不死 他日我必杀你 可惜 你没有他日了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叶峰嘴角微微一笑 脚步顿时继续加快 迅速接近双方的距离 也跟叶峰预料得差不多 唐三看到背后 呼呼而来一把骨刀 第一反应是往旁边躲避 但是骨刀的速度太快了 根本就躲避不及 唐三脸色微微一变 来不及多想 瞬间将背后的八猪毛 寄了出来 八猪毛 是人面魔珠掉落的 外腹魂骨 也是现在唐三 最为得力的武器 在此一生中 给了他非常大的帮助 甚至 在最后 唐三的八猪毛 还净化成了海神八翼 八猪毛八根骨头立起来 做成一个盘旋转 就像一个护盾一样 护在小五身前 下一秒 骨刀到了 叶峰所制出的骨刀 是经过了死灵气息淬炼的骨刀 不但锋利至极 而且还带有能够腐蚀肉体的死灵气息 一旦被击中的生灵 会自动附带一种类似破伤风的效果 但是这种腐蚀的效果 会比破伤风更恐怖百倍 啪 唐三脸色顿时变得非常难看了起来 他能感觉到 虽然自己将叶峰的攻击挡下来了 但是自己最重要的外腹魂骨却断了 经过这些年的融合 八猪毛外腹魂骨 早就像唐三真正的骨头一样 跟他全身融合为一梯了 现在八猪毛被骨刀整齐划断 跟自己的身体分离 掉落在地上 一股钻心的疼痛传来 唐三的五官瞬间扭曲成麻花 那股灵魂在天上飘 令人生不如死的疼痛感 他发誓 绝对不想再体验第二遍了 然而 唐三这头也不敢回 挡住叶峰的攻击之后 借助这股反冲力量 迅速往远处逃去 三哥 小五看着三哥断裂的八猪毛 瞬间哭了 眼泪就像没关上的水龙头一样 哇啦哇啦地流下来 这一定很痛吧 小五伸出手摸了摸三哥八猪毛断裂的地方 上面鲜血缓慢了下来 小五 没事的 你的三哥能顶住 三哥一定会带你逃离这里的 唐三脚步不停 迅速往前走去 周围的草丛以及树木迅速后退 嗯 我相信你 小五还累开口 有福如此 七何求 小五已经打定主意了 如果事情真的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他会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祭给三哥 自己让做三哥的魂魂魂骨 忽然 正在快速奔跑的唐三脚步一致 差点将小五从自己背上抛出去 怎么说呢 这就好像一辆正在全速行驶的高铁 忽然间将刹车踩死的感觉 唐三浑身颤抖地看向前方 只见前方树林中 埋伏着一排骷髅战士 骷髅战士密密麻麻 数量竟有数百之巨 排列整齐 如同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 更令人恐怖的是 上方还匍匐着九条远古古龙 而且这些古龙都是十万年级别的 唐三看着前方的景象 内心一阵绝望 前有猛虎 后有恶狼 我还有生路吗 如果有生路的话 生路又在哪里 来不及多想 唐三双脚往地上一蹬 原地来了一个急转弯 利用冲力 往前一铲 完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动作 九十度转弯 换了一个方向 继续逃命 随着往前走 周围的树木变得茂密 里面杂草丛生 匆匆郁郁遮住了阳光 周围的虫鸣鸟兽全部消失了 死一般寂静 仿佛走进了什么猛兽的地盘一样 这让唐三冷汗直冒 作为唐门子弟 对于特殊气息非常敏感 眼前这种情况显然不对劲 但是他又不敢停下步伐 唐三双眸往周围不断扫视 希望能够找到心中觉得怪异的地方 以及那微不可及的出路 现在叶峰步步紧逼 除非有外力插手 否则自己根本不可能逃跑 唐三眉头皱得越来越深 一个个念头在脑海中闪过 随之又被他否定了 如果这里有一头高级浑兽就好了 这样子 我就够将这个局势搞乱 只有混乱 才能有机会逃跑 如果能够将仇恨拉到叶峰身上 让那只浑兽来挡住叶峰 那就更好了 许是唐三的祈祷起了作用 当他走到一片密林里面 子吉摩摩紫光大圣 如同一个虫谋者一样 看着前方 前方森林寂静 万籁无声 古树拔地而起 草丛横生 虽然表面上一点异常都没有 但是唐三的子吉摩摩 却却感觉到了一股异常 仿佛这片密林里面 有一只浑兽在盘踞着一样 这种感觉说不清楚 但是冥冥之中就是有 仿佛是虚无缥缈的直觉一样 唐三心底一跳 眼睛中露出一股不易察觉的光芒 希望我的感觉没有错 如果前方密林中 真的藏有一只强大的魂兽 或许我能够看到 一丁点逃跑的希望了 唐三转过头 对着小五低声地开口 抓紧我了 嗯 小五轻 声音一声 双手抓紧三哥的肩膀 双腿紧紧夹住 眼睛看着三哥 目光复杂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一秒 两秒 三秒 唐三在静静等待着 估算着叶峰和自己的距离 以及那片密林的距离 他要将那只魂兽的仇恨 吸引到叶峰身上 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 忽然 唐三脚步一顿 在心里喃喃一声 就是现在 猛然转过头 眼睛看着越来越接近的叶峰 身形微微一顿 右手轻轻抖了一下 一只袖剑就从手臂上滑下来 对准刚刚自己感觉到异常的地方 也就是自己猜测 那里藏有魂兽的地方 然后唐三毫不犹豫地 往袖剑上面的机关按了一下 现在 自己和叶峰 以及那只魂兽 呈三脚姿势 只要袖剑击中那只魂兽 就能将仇恨吸引到叶峰身上 嗖 一声破空声响起 袖剑直直往前射去 片刻便就消失了 好像前方什么都没有 然而 下一秒 前方空间中 却出现了一股墨绿色的液体 紧接着 密林便被掀开神秘的一角 隐藏在这里的一个巨大的魂兽 缓慢出现 率先露出来的是一个邪恶的人脸 人脸下方有八个敷衍 然后就是下方的八根长毛 面目可憎 看起来非常丑陋 这便是五万年修为的人脸魔珠 人脸魔珠是森林里面的邪恶杀戮者 以吞噬为生 万物都可吞 隐匿性强 因为种族的原因 能够越级挑战 实力非常强大 人脸魔珠 叶峰看着这只人脸魔珠 愣了一下 人脸魔珠高度超过十米 宽度超过五米 体重估计有半吨 等等 这是导致当初小五献剑的魂兽啊 这只人脸魔珠怎么出现了 该不会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意味着小五也会献剑 叶峰不确定 但是 无论小五会不会献剑给唐三 他也无所谓 因为他有的是手段 看来 虽然因为自己重生的原因 大多数时间线以及剧情已经改变 但是现在看来 历史好像会自动修正 剧情总是会偏向原著中那样发展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事情就有意思了 正当叶峰想要绕开人脸魔珠 去追杀唐三的时候 唐三却更精明 一个滑铲 从人脸魔珠侧面划过 然后迅速消失在森林里面 这明显是计算好的 因为唐三消失了 那只人脸魔珠的仇恨 自然拉到了叶峰身上 那只人脸魔珠嘶吼了一声 便挡住了叶峰的去路 大腹翩翩的腹部忽然涌动了一下 一股绿色的珠网忽然出现 静止朝叶峰捆过来 很显然 这只人脸魔珠已经将叶峰当成了猎物 找死 叶峰皱了皱眉头 心念一动 前方出现了一排魂斗罗级别的骷髅战士 整齐排列在人面魔珠面前 十个骷髅战士举起手中的骨刀 齐齐往前砍去 手起刀落 前方的珠网瞬间被瓦解 虽然随之而来的 还有很多毒液攻击 但是骷髅战士全身都是骨架 这些带有腐蚀性的毒液 根本没有用 人面魔珠剑第一次攻击无果 顿时停住了手中的动作 那排整齐的副眼 奇怪地盯着前方 人面魔珠不是一只愚蠢的浑兽 反而非常聪明和狡猾 眼前这些弱小的人类 怎么会出现了那么多骷髅呢 而且这些骷髅都不弱 人面魔珠是准备将叶峰当成猎物 但是也要看这只猎物 自己能不能啃得下 叶峰可没有跟这只人面魔珠浪费时间 对骷髅战士洽达了诛杀命令之后 就朝一旁的唐三追去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追杀唐三 以及那个十万年柔骨兔 如果自己跟那些人面魔珠在这里纠缠 浪费时间就是愚蠢 而 那只人面魔珠也没有继续攻击 而是如临大敌一般 看着前方的骷髅战士 这些骷髅战士给他的压迫感都很强 人面魔珠心底 竟然产生了一股畏惧的感觉 因为没有其他东西阻碍 叶峰快速靠近了唐三 两者的距离已经不足二十米 唐三拼命往前跑 双脚都磨出血泡了 脚板基本上变成了一坨烂肉 布满了小石子和一些尖锐的东西 双脚就像灌了签一样沉重 但是唐三却没有发放弃 继续往前逃跑 更没有任何想要抛弃小五的想法 忽然 唐三僵住了一下 双眸看着前方内心充满了绝望 并不是说前方没有路了 而是前方的路被人挡住了 一排排精锐的骷髅战士 以及匍匐在地上的古龙 横在前方前进的路上 你妈 刚刚我不是换了一个方向逃跑了吗 怎么还是能遇到叶峰的召唤物 妈的 叶峰是真的一点活路都不给自己留啊 现在唐三终于明白过来了 叶峰早就在这片区域 布下了天罗地网 无论自己往哪个方向走 都会遇到叶峰的死灵召唤物 上天无门 东南西北无路 唯一一条路便是在下方 地狱路 忽然 唐三停住了脚步 双眸赤红 凶狠地盯着叶峰 左手蓝银草 右手耗天锤 既然无法逃跑的话 那就拼命吧 我唐三作为唐门子弟 即便是死也要从你身上咬下一口肉 这个时候 正在背上的小五 也没有在吵闹着要下来 也没有在说什么安慰的话 现在叶峰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情况已经很明朗了 无论是三哥 还是自己都活不了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就献祭给三哥吧 十万年魂兽献祭 即便是封号斗罗强者 也无法打断 这样子 至少我不但可以活得体面一点 而且还能让三哥 带着我的力量活下去 三哥得到我的力量加持之后 应该有更大的机会逃逃吧 死吧 叶峰没有跟他们废话 提着鼓刀就冲上去了 准备亲自斩杀唐三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反派死于话多 他可不会这么蠢 就算要嘲讽一下唐三 也是等自己将唐三杀了 然后再对着唐三温热的尸体开嘲讽 毕竟 很快自己跟唐三就是生死之交 活人和尸体的交情 右手提着鼓刀就向唐三砍去 现在唐三就是一个战武渣 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对手 唐三瞬间亮起了四个魂环 四个魂祭向叶峰打过去 手中的浩天锤也制出去 现在已经唐三 也是没有办法了 直接将手中的一切手段都打过去 然后又捏出一张阎望铁 向叶峰扔过去 叶峰嘴角一阵嘲讽 根本没有将唐三的攻击放在眼里 自己有伤害转移技能 只要召唤物没有死绝 他便不会死 退一万步来说 即便自己没有伤害转移技能 以唐三那个三角猫功夫 也伤害不了自己 叶峰的鼓刀看起来 没有什么狐狸花哨的特效 但是却有一种一粒破万法的感觉 直接将唐三打过来的魂祭 全部湮灭 然后如同闪现一般 下一秒就出现在唐三面前 唐三躲避不及 只能侧身躲避 鼓刀瞬间落下 在其肩膀上披下了一条裂缝 如果不是他躲闪得快 可能整条手臂都会被卸下来了 三哥 小五僵了一下 脸色大变 随后走过来抱着三哥 双眸中泪水滚滚而流 眼睛一直盯着唐三 一种悲意环绕在深周 我没事 唐三说着 正想要爬起来 却被小五突然摁住了 小五目光盯着三哥 好像要将三哥的相貌 磕在心窝里面一样 叶峰的攻击又到了 那把犀利的鼓刀直接对准了唐三的头颅 许是想要将唐三一刀两断 小五 小心 唐三看到叶峰的攻击来了 脸色一变 想要推开小五 用自己的身躯替小五挡刀 然而 却忽然间被一股距离摁住了 唐三抬起头一看 忽然看到了满脸笑意的小五 小五的笑容很温柔 双手却使劲摁住他肩膀 不给他任何动作 小五 你这次准标干嘛 唐三看着小五 忽然感觉这种情况很不对劲 就好像自己心爱的东西 马上就要离自己而去一样 这让唐三很慌 这种慌张甚至超过了死亡 小五 不要 唐三拼命挣扎 想要推开小五 然而 这时候小五已经引动了本源的力量 一道光圈忽然扩散出去 将自己和唐三笼罩住 这便是十万年浑瘦的主动献剂 一旦献剂仪式开始 会形成一个光圈 保护住献剂的人 除非献剂仪式完成 否则的话 无论是谁也无法打扰 即便是封号斗罗强者 也无法中断献剂仪式 坑枪 一道金属敲击声响起 叶峰的刀攻击在献剂光圈上面 如同攻击在这世界上最坚硬的金刚上面一样 根本没有任何效果 小五看到被自己保护着的唐三 本源力量正在燃烧 生命的气息开始逐渐变得薄弱 体内的能量开始献剂到三哥身上 小五嘴角终于露出了一股淡淡的笑容 三哥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十万年浑瘦主动献剂给人类 也不要你的魂骨我只要你活着 唐三大吼一声不断挣扎 想要打断献剂仪式 然而 唐三的话刚说完就被小五打断了 三哥 你先听我说 我的时间不多了 当初阿颖姐姐就是献剂给你的父亲唐浩的 让你的父亲唐浩拥有了十万年红色的魂环 现在我决定了 我也得一切献剂给你 让你拥有唯一一个十万年魂环 你带着我的力量好好活下去 一定要逃脱叶峰的追杀 只是 以后我可能不能再陪着你了 唐三双眸中露出了泪水 心头痛得撕心裂肺 好像有人拿着一把尖刀对着他的身体 不断地进行千刀万剐一样 不 不 怎么会这样 我接受不了 小五啊 你是我深爱的人啊 也是我未来的妻子 我不要你献剂给我 我要你活着 活着 另一边 叶峰看着小五主动献剂给唐三 嘴角微微一勾 献剂仪式一旦开始就无法打断 必须献剂给你的三哥 谁说的 你的献剂经过我允许了吗 你可以献剂 但是只能献剂给千刃雪 你不是说献剂一旦开始就无法中断吗 那今天我就让你看一下 我如何打断你的献剂 叶峰目光看着小五露出一股淡淡的笑容 谁给你献剂的 我允许了吗 没有我的允许 献剂是不允许的 叶峰嘴角微微一勾 嘴角上扬 小五是他预定给千刃雪的魂魂魂骨 怎么可能半路崩举呢 魂力移动 一轮红色的血月赫然升起 这便是他的死灵武魂 死灵武魂是由杀气和死灵气息构成的 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圆形的 但是没有人知道 他的死灵武魂是可变化的 可变为剑 可变为枪 可变为一切气武魂 嗯 可以将死灵核心当成是气武魂的变种 只不过 从来没有人有资格 让他动用自己的武魂的神意 现在是他第一次使用死灵武魂的神意 叶峰右手用力一握 死灵武魂外形忽然变化 原本血月般的形状突然拉长 往两边伸展 如同弯月形态 然后一展 猛然伸直 变成三尺剑锋 剑锋无柄 长剑当空 剑体上蔓延出血红色的纹路 看起来如同一柄真正的地狱之剑 周围沸腾着恐怖的死灵气息 血红色的光芒照亮了全场 唐三挣扎了数次 都无法打断小五的陷剑 陷剑之光就如同无坚不摧的屏障一样 牢牢地保护着陷剑仪式的进行 这让他内心非常绝望 小五啊 我不要你为我陷剑 活在一个女人的保护下 算什么男人 小五 我要你活着 唐三喃喃一声 感受到叶峰的想法之后 忽然转过头 将目光看向叶峰 看着叶峰赤红色的剑体 不知道为什么 双眸中却隐隐露出一股期待 他希望叶峰能够打断小五的陷剑 就小五一命 不得不说 这还真是令人讽刺 原本唐三应该是最恨叶峰的人 现在居然沦落到 让一个仇人来救小五的地步 叶峰由死灵武魂转化成的血剑 拥有无坚不摧 破甲 穿透等特性 别人无法打断十万年魂兽的陷剑 但是却不包括叶峰 血剑拖着一股长长的长芒 直指小五 剑身未知 其中恐怖气息便扑面而来 小五心头一抖 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得起来 因为他从叶峰的血剑上 感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 怎么说呢 他有陷剑之光保护 本应该如同有一个能量防护照护身一样 若如同在娘胎养水中一般 感到非常安全才对的 现在却让他感到了危险 这意味着 即便自己有陷剑之光保护 也并非是绝对的安全 这让小五浑身瑟瑟发抖了起来 十万年魂兽陷剑仪式不可断 这是他传承记忆中的内容 自古以来 从来没有人能打破这个规律 叶峰居然想打断我的陷剑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小五不相信 也是受不了 感受到叶峰的意志 小五为了躲避陷剑中断的风险 猛然加速了陷剑过程 本源精血加倍燃烧陷剑 原本陷剑的光芒也由白色变成了红色 这意味着陷剑正到了关键时刻 陷剑的时间也大大缩短 小五要将自己的一切陷剑给三哥 变成三哥的魂魂魂骨 用特殊的方式永远陪伴着三哥 可是 此时 血剑却到了 那股恐怖的暗红色光芒 直接盖过了小五身上的陷剑之光 暗红色笼罩大地 另一边 天青牛蟒跟远古古龙的战斗也落幕了 他一个十万年魂兽 怎么可能打得过九条十万年古龙呢 毫无疑问的是 天青牛蟒败了 而且是一败涂地 被摁在地上不断摩擦的那种 天青牛蟒那庞大数百米的身躯 被远古古龙撕得千疮百孔 如果不是他是叶峰给千任血玉钉的魂环 他早就死了 不过 虽然天青牛蟒还没死 但是双眸中却显露出浓浓的绝望 作为十万年魂兽 他自然知道落在人类手中的命运是什么 忽然 天青牛蟒赶到南北部传来一阵血红色的光芒 其中还带着一股淡淡的悲鸣之意 以及熟悉的十万年柔骨魅吐的气息 这是 小五姐陷阱了 天青牛蟒正了一下 那千疮百孔的身躯赫然直接暴动了起来 疯狂了起来 他想要去救小五姐 但是他刚有动作 就直接被那九条古龙摁住了 古龙的力量很大 直接将他压得趴在地上 根本动弹不得 这 天青牛蟒无奈 只能流下了绝望的泪水 唐三双眸紧紧盯着叶峰的血剑 双手握住拳头 指甲都掐进了肉里面 鲜血顺着拳头老捡出流下 却浑然未觉 我亲爱的小五啊 你一定可以活着的 轰隆隆 唐三眼睛看着叶峰手中的血剑 目光中充满了某种特殊的期待 血剑攻击到小五的陷阱之光上面 一声巨响传来 那从来没有被人打破过的陷阱神话 此刻被人打破了 红色的陷阱瓶 如同蛛丝网一样 迅速裂开 随后化作漫天碎片 消失在天地间 而小五呢 因为陷阱被打断 遭到了反噬 巨大的能量风暴倒卷而来 小五嘴角一甜 猛然吐出了一口鲜血 随后便晕了过去 小五的修为气息也发生了变化 原本是魂中的修为 现在却硬生生跌落到魂尊境界 献祭本来就是燃烧本源力量 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他人的过程 虽然现在献祭过程被中断了 但是有一些本源能量 燃烧了就是燃烧了 永远无法再找回来 叶峰抬起头看了一眼 见小五已经晕了过去 顿时心念一动 忽然从召唤空间中 召唤出五百骷髅战士 骷髅战士团团将小五锁住 包围在一起 并且将唐三包围住 让小五和唐三插翅难逃 上次的错误 他可不会再犯 他甚至想直接将女巫召唤出来 对着小五使用万古囚牢 然后将小五收入自己的召唤空间内 这样才是真正的保守 只不过 叶峰又想到 召唤女巫的过程有一定的冷却时间 如果现在将小五收入召唤空间了 就无法将天青牛蟒收入召唤空间了 既然如此的话 为了防止麻烦 他准备将小五和天青牛蟒聚在一起之后 再用女巫将她们一起收入召唤空间 至于唐三 那自然是杀无赦了 唐三看到叶峰打断了小五的陷阱 双眸忽然亮了一下 小五终于不用死了 随后他活动了一下身体 正准备松了一口气 忽然间听到周围的动静 脸色顿时变得非常难看了起来 以自己和小五为中心 周围猛然出现数百骷髅战士 骷髅战士训练有素 排列有序 将他团团围住 骷髅战士浑身环绕着一种死灵气息 面目可憎 看起来非常邪恶 他们都是魂斗罗巅峰修为距离 封号斗罗仅有一步之遥 实力极为恐怖 别说唐三只是魂宗修为了 即便他是封号斗罗 面对那么多骷髅战士也得跪 这可真的是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插翅难逃了 唐三很害怕 很恐惧 他害怕自己就这样死了 以后都见不到小五了 唐三身体颤抖了一下 也不知道是哪根神经搭错线 他突然想通了 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活着 只要能够活着 便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和小五在一起 成为结发夫妻的机会 一想到这里 唐三扑通一声 直接跪倒在叶峰面前 叶峰 我唐三愿意臣服于你 生生世世是你为主 可否给我一条活路 唐三有些悲愤 虽然第一次说出如此屈辱的话 但是在求生的欲望下 却说得非常利索 半点结巴都没有 原本他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的 从未想过叶峰真的会答应 毕竟在他眼中 叶峰一直都是一个杀法果断 不按套路出牌的人 叶峰没有直接回答 嘴角微微一勾露出一股淡淡的笑容 现在在生死存亡之际 你虚伪的性格终于露出来了吗 原著中 很多人都被唐三虚伪的表面坑了 后面唐三成神之后 更是将这种小人的性格发挥到极限 叶峰心念顿了一下 忽然将手中的骨刀停了下来 刀锋距离唐三的脖子 仅剩下半厘米 那锋利的死灵气息 已经让其脖子上露出一丝血痕 原本他是想直接杀了唐三的 虽然唐三在他眼里 只是一只蝼蚁而已 但是他还是觉得杀了保险 但是在刚刚一瞬间 他心中产生了其他想法 小五和青天牛蟒 以及泰坦巨猿 都是叶峰为小雪准备的浑环浑骨 现在有一个问题 现在千刃雪也就浑王巅峰修为而已 根本没有能力吸收十万年浑环 即便将这三头十万年浑兽给千刃雪 千刃雪也吸收不了啊 刚刚小五的献祭给了叶峰灵感 既然千刃雪无法直接吸收十万年浑环 那么就让这三头十万年浑兽 主动献祭给千刃雪 嗯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唐三还真暂时不能杀了 因为叶峰知道小五的软肋是唐三 只要拿捏住唐三 逼小五先知给千刃雪并不是什么难事 然后再用小五来逼大明二名献祭 一想到这里 叶峰顿时决定了下来 让唐三再多活一段日子 等逼小五献祭给千刃雪之后 就是送唐三上路的日子 你这种蝼蚁不配臣服于我 只不过 你应该庆幸自己有一个好女朋友 是小五让你可以多活一回 叶峰嘴角微微一笑 唐三文言身体僵了一下 半秒之后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身体忽然发疯了 各种暗器 各种魂祭往叶峰身上丢 你是个疯子 想利用我逼小五献祭给你 唐三的头脑也是很灵活 略微转了一圈之后 顿时想到叶峰的邪恶想法 他想要找叶峰拼命 但是他的攻击 要像蚂蚁挠挠痒一样 根本无法对叶峰造成任何伤害 叶峰毫不躲避 轻轻一挥手 就将唐三的攻击 全部消散得无影无踪了 你猜对了一半 我是准备用你来要挟小五献祭 只不过 献祭的对象不是我 而是我妹妹 你 你休想 唐三杰斯底里的大吼一声 双眸赤红 整个人就像疯了似的 麻的 小五献祭给我 我都拒绝了 你还想让小五献祭给别人 特麻的 就连我自己 都舍不得让小五献祭 特麻的 唐三现在想杀人 万万没有想到 刚刚中断了小五对自己的献祭 转眼间 小五却要成为别人的祭品 这是多么的一种痛啊 唐三心都碎了 真是郭躁 叶峰可不会惯着唐三 现在给他多活着一回 都很不错了 还像那疯狗一样 在这里乱蹦乱跳 真叫人烦心 叶峰呼噜呼噜地 一耳八子扇过去 一股距离传来 唐三的脖子都被扇歪了 两颗门牙往前蹦出来 静止掉落在地上 仔细一看的话 那下巴都红肿起来 骨肉往里陷进去 骨头都脱臼了 下巴就像要跌出来了一样 你 唐三正想要继续说些什么 但是因为下巴脱臼了 嘴角漏风 说话也是含糊不清 这时候 叶峰冷冷的声音又传过来了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现在就给我闭嘴 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我不让你干的东西 你一样都不要干 否则的话 后果你应该知道的 虽然因为小五的原因 我暂时不准备杀你 但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可不是死亡 而是生不如死 如果你非要发疯的话 我可以将小五 变成公交车给你看 叶峰的一番话 让唐三彻底冷静下来 叶峰就是一个疯子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做出来的 他根本无法想象 如果叶峰真的将冰心御劫的小五 变成一台公交车 那他会发疯到什么样子 但是 即便唐三再怒不可遏 他也无可奈何 叶峰的实力 对于他来说 是碾压级别的 唐三只能用那种 疯狗式的目光盯着他叶峰 如果目光能够杀人的话 叶峰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叶峰看到唐三安静下来了 旋即向远古古龙下命令 让其将天青牛蟒拖过来 到时候 他用女巫将他们一并收入系统空间 然后 自己就该返回武魂殿 将胡莲娜的头颅 送给比比东教皇了 不一会儿 一片黑影从天空中笼罩过来 如同乌云一般 遮住了天空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阵阵拖拽声 叶峰抬起头一看 只见天空中九条古龙 环绕着中间天青牛蟒 不对 不是环绕 而是撕咬 撕咬着 将天青牛蟒拖拽过来 天青牛蟒双眸黯淡无光 蛇身尾巴断了半截 牛手被削去了半边 面如死灰 无比的绝望 在九条十万年古龙的看守下 即便是死亡 也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终于来了 叶峰喃喃一声 随之嘴角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旋即魂力一动 旁边一个新红色的魂环瞬间亮了 周围空间一阵连依 如同波纹一样扩散 随之一个女巫从空间通道中走出来 女巫本体是巫妖 拥有不可思议的巫术 可以将它们收入召唤空间 女巫依旧那么诡异 人狠话不多 出来之后 直接按照叶峰的指示 对着天青牛蟒 小五 唐三 使用巫术万古囚牢 完事了之后 返回召唤空间了 这让叶峰沉默了一下 他怀疑 女巫有点像另外一个世界的产物 不但感情丰富 而且修炼体系 也跟斗罗的完全不一样 叶峰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准备下次召唤女巫出来的时候 尝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办法 跟着女巫学习巫术修炼体系 罢了 现在想这些好像有点远 现在还是先将天青牛蟒 小五 唐三 收进召唤空间吧 叶峰心念一动 顿时将他们收进召唤空间 第一阶段肃清计划完成 咱们立刻返回五魂殿 叶峰对着肃清小队 冷冷地开口 虽然第一阶段肃清计划已经完成了 但是他却高兴不起来 主要原因是 因为五魂殿 自己宰了五魂殿的圣女 回到五魂殿之后 还有一堆麻烦是在等着自己 如果比比东还是死心不改的话 教皇的位置也应该换人做了 收到 肃清小队队长 摆起恭敬地回答 随后 他们便收拾残局 消失在星斗大森林中了 叶峰带来的这一百人肃清小队 带来的时候多少人 带走的时候就多少人 一个不少一个不多 只不过 圣女以及黄金一代却永远的消失了 叶峰没有杀菊斗罗 鬼斗罗 两个蝼蚁而已 他还不放在眼里 而且他也找不到杀菊斗罗和鬼斗罗的理由 他身怀裁决令 能够肃清一切敌 但是严格来说 菊斗罗和鬼斗罗并不是自己的敌人 只是他们被比比东蒙蔽了 跟错了主人罢了 如果将他们放进大牢里面改造 还是五魂殿中的中流砥柱 叶峰返回五魂殿过程中写了两封信 第一封是写给千道流的 信中说明了自己任务顺利 捕捉了十万年魂兽 以及圣女狐烈娜背叛的情况 他拿了千道流的裁决令 自然要跟千道流汇报情况的 虽然他手中有权 但是也不能乱杀无辜 第二封信是谁给自己妹妹千人写的 在信中说 给他准备了一件神秘的礼物 让他抽空返回五魂殿 另外一边 菊斗罗和鬼斗罗 拖着重伤之躯 连滚带爬 逃回到了教皇殿 之所以那么焦急 更不要说他们只是一个小小的长老了 菊斗罗和鬼斗罗回到教皇殿 身上的铠甲已经破碎 露出里面千疮百孔的身体 脸上布满了鲜血 就连五官都看不清了 他们连滚带爬回到教皇殿 脸色苍白 焦急的上气不接下气的 比比东站在教皇殿之上 皮肤很好 白皙 弹指可破 适合打交 身披教皇服 头顶带着一顶皇冠 手中拿着教皇权杖 充满高贵 不怒而威 比比东双眸看着菊斗罗和鬼斗罗 尤其是看了对方重伤之躯一眼 随后便皱了皱眉头 他不甘心菊斗罗和鬼斗罗的死活 只关心他们有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他必须要得到小五 获得对方的魂环魂骨 这样实力才能大大增加 到时候为自己在五魂殿增加一部分底气 为了十万年魂兽小五 原本计划是比比东亲自出手的 等狐烈娜将消息传递回来 他就带领亲信 亲自前往星斗大森林捕捉小五 可是 没想到 他没等到狐烈娜将信息传递回来 反而等到了重伤凭死的菊斗罗和鬼斗罗 任务完成了吗 比比东面无表情 声音很冷 因为当他看到重伤的菊斗罗和鬼斗罗时 心里就隐隐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没 菊斗罗文言 浑身一击灵 身上两百多块骨骼都在不自主地打寒站 刚刚他们只是想着怎么举报叶峰杀圣女的事情 却忽略了他们没有完成教皇的任务 而且圣女的死也和他们脱不了关系 换句话来说 现在他们可是撞在枪口上 如果比比东暴怒的话 甚至他们也要死 一想到这里 菊斗罗和鬼斗罗浑身颤抖 便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这时候 比比东冷不丁的声音忽然又传过来了 那就是任务失败了 文言 菊斗罗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感觉到身上每一块骨骼都是冷的 整个人就像置身于冰箱里面一样 眼睛根本不敢看上比比东 但是又很清楚的 只是包不住火的 犹豫了一会 菊斗罗还是决定如实相告 是的 任务失败了 菊斗罗的声音有些结巴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传信 我给你的命令不是 找到小五的宗介 然后立马传信给我 让我亲自去捕捉小五的吗 比比东文言 心中暴怒 如果没有小五 这个十万年魂兽 对他可是非常不利 甚至在武魂殿中 教皇的地位都微微可及 我 不是我不想传递信息给你 而是叶峰将信格射杀下来了 我们根本没有机会传递消息 菊斗罗和鬼斗 罗支支吾吾 失败就是失败了 你们就竟会找借口 比比东扬起高高的权杖 许是想终结了 这两个废物的生命 但是想了想又忍住了 菊斗罗和鬼斗罗本身就身受重伤了 可受不住自己的任何一次攻击 等等 忽然 比比东目光网菊斗罗和鬼斗罗周围 看了一眼 瞳孔猛然一缩 好像想到了什么 一股良意瞬间从心底直升脑门 狐烈娜娜 圣女娜 黄金一代 该不会是 比比东心底好慌 黄金一代是他花费了无数心血培养起来的 可是自己班底 以后班倒千家的关键性存在 等千家那群家伙老死了之后 比比东会将武魂殿的所有核心人员 替换成自己的亲信 到时候他的权力就是巅峰 但是现在黄金一代竟然消失了 这能让他不慌吗 月官 鬼妹 我问你 圣女呢 怎么没有看到圣女回来 还有邪悦和艳 比比东问 圣女 她 举斗罗和鬼斗 罗支支吾吾 不敢出声 但是他们又知道沉默无用 只是包不住火的 正当他们想要硬着头皮 将事情说出来的时候 门外忽然传来夜风那玩世不恭的声音 没有砸带任何表情 这让他们微微松了口气 让我来告诉你吧 圣女已经死了 黄金一代也死了 他们统统都死了 声音刚落 穿着一身黑袍的夜风 忽然出现了 其手中 提着一个头颅 脸上杀气侧路 死灵气息 在身体周围环绕 什么 闻言 比比东 脸色顿时变了 手中的权杖 猛然举起来 猛然往地面上一砸 轰隆隆一声巨响传来 焦黄垫周围的地板 轰然如蜘蛛网一样 往周围碎裂 然后地板 翻滚起来 如同被牛离过一样 严陈翻滚 如果不是后面 比比东反应过来 收了一部分力 恐怕整座焦黄垫 都要塌了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黄金一带全都死了 而且是我杀的 夜风 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正如橘斗罗所想的那样 夜风也知道 自己杀圣女这件事情 肯定是瞒不住的 与其不管不顾 让比比东将这件事 捅到自己爷爷那里 还不如自己亲自来解决了 别人怕比比东 他可不怕 居然是你杀圣女 那你该死 必须死 比比东心头怒不可遏 体内的魂力暴动 双生五魂露出来 两个面目可憎的蜘蛛 出现在教皇殿 其中还伴随着恐怖的邪恶气息 只不过这种邪恶气息 相对于夜风身上的死灵气息来说 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了 其实比比东也没有想到 夜风居然如此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就承认了是他杀的圣女 这让比比东 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 面对暴怒的比比东 夜风非但不害怕 嘴角微微一勾 反而露出一股邪魅的笑容 我还以为你听到我杀了黄金一代的时候 会不顾一切攻击我呢 现在看来 你比比东也有顾忌的地方啊 成熟了很多 至少没有我强杀玉小刚的时候那样 发疯了 比比东 难道你就不问问 我为什么要杀狐烈娜吗 夜风嘴角勾起一个弧度 见比比东没有说话 又接着开口 你身为教皇 应该知道 我的职责是什么 裁决令就在我身上 我可以肃清五魂殿内外一切敌人 拥有先掌后奏的权利 比比东闻言 整个身体都在不断颤抖 胸脯一鼓一鼓的 就连说话声音都变了 变得有些杰斯底里 好一个裁决令 那你给我说说 你凭什么杀五魂殿的圣女 如果你今天不说出一个好歹来的话 即便是千道流来为你求情 你都必须给我死 比比东恨透了夜风 自从夜风出现了之后 就一切都诸多不顺 不但自己的小刚死了 而且圣女也死了 橘斗罗和鬼斗罗看到夜风出现 心头暗自松了一口气 如果不是夜风出现的话 可能他们都无法活着 走出教皇殿 这一切都罪规祸首 都是夜风 他们自然不会客气 直接在旁边对着夜风 进行口诛笔伐 是啊 教皇 这个夜风无法无天 根本没有将你放在眼里 就算圣女是有一点小任性 犯下了一点小错误 但是夜风也不应该杀了圣女啊 圣女隶属教皇殿 应该交给由教皇处置 我们都劝过夜风了 他非不听 反而强杀了圣女 我觉得现在必须杀了夜风 要不然难以服众 就算夜风拥有裁决令 也不能这样做 胡莲娜可是五魂殿的圣女 五魂殿的牌面所在 现在这样杀了圣女 让你的脸面往哪里搁 夜风没有机会 橘斗罗和鬼斗罗的话 现在他有必杀胡莲娜的理由 如果比比东还是灵丸不灵的话 教皇之位是该换人了 他手中有裁决令 有这个权利 夜风之所以带着胡莲娜的头颅 来教皇殿 也是对比比东的一种试探 随后夜风抬起头 看了比比东一眼 将圣女的头颅扔在地上 那徐徐的声音随后转过来了 胡莲娜 朱砂同门 抢任务 私通五魂殿敌人唐三 甚至还想将唐三收为自己人 这一切都说明了胡莲娜 已经背叛了五魂殿 所以该杀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问局斗罗和鬼斗罗 甚至可以去星斗大森林调查 所以 你就杀了圣女 比比东冷冷地开口 难道说 不该杀吗 如果你这都还偏袒圣女 我会怀疑 你是否还适合当五魂殿的教皇 你教出了这么一个反骨的弟子 不但不反省自己 而且还在质疑 供奉殿裁决令的决定 比比东文言 心底气炸了 胸口就如同一个气球一样 缓慢膨胀起来 这股气彻底放不出去了 夜风深具裁决令 背后站着裁决长老千道刘 以及供奉殿 而且 胡莲娜犯上那么多错误 确实也该杀 虽然比比东恨的牙齿都崩碎了 但是还真的不敢动夜风 夜风杀圣女 合理合规 有正有据 他根本挑不出什么毛病 如果他还在这件事情上为难夜风的话 恐怕供奉殿就会跳出来了 等等 我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好过的 比比东好像想到了什么 目光瞬间亮了少许 我听说 你在星斗大森林 活住了三头十万年魂兽 现在请你将它们交出来吧 你知道的 我身为武魂殿教皇 有权力分配这三头十万年魂兽的归属 想要这三头十万年魂兽 夜风嘴角微微一笑 忽然止住 双眸中露出一个刺骨的冷意 你可以试试 看看我手中的亡灵答不答应 夜风说完之后 就直接转过头离开了 泰坦巨猿 天青牛马 小五 这三头十万年魂兽 都是他亲自捕捉的 跟比比东屁事 心中居然厚着脸皮过来 想要分享胜利的果实 门都没有 这些都是夜风 留给自己妹妹千人雪的礼物 而且 比比东违反规则 派黄金一代 月官 鬼妹 欲要截胡自己的任务 他又不是不知道 他不跟比比东计较这些 都不错了 比比东还想厚着脸皮过来 分享胜利果实 凭什么 就凭你脸大吗 踏踏踏 夜风一步一步往外面走去 脚步声很清晰 在寂静的教皇殿中 落真可闻 可是 这时候却没有任何一人 敢拦叶风的 局斗罗鬼斗罗 这两个人本身就身受重伤了 想要蓝夜风 更是不可能 比比东看着夜风离开的样子 气得不行 胸脯一鼓一鼓的 心头一阵火大 无名的愤怒 让他几乎气得吐血 双手紧紧抓住手中的权杖 双眸喷火似的 此时 即便比比东将牙齿都快要崩碎了 但是他依旧不敢动 除了忌惮夜风之外 更是因为他感受到了 千家的那个六亿天使的神圣气息 千寻击死了之后 能够拥有这么强大的六亿天使气息 只有大供奉那个老头了 至于千刃血那个丫头 并不在五魂殿 呵呵 没想到供奉殿那么重视夜风 千道流居然在暗中看着 这才是让比比东 敢怒而不敢动的真正原因 片刻之后 比比东感觉到千道流的气息消失了之后 心头震怒 手中的权杖猛然又砸在地面上 叫黄殿一阵颤动 上面的横梁都掉了几根下来 麻的 真的是欺人太甚 杀了我的圣女 而且还一个十万年魂兽都不分给我 比比东怒不可遏 迟早我会让将你们千家全都赶了 真的欺人太甚 现在 他得不到十万年魂兽 对于接下来的计划非常不利的 他必须另想一些其他办法来补救了 另一边 叶峰离开了教皇殿之后 就直接返回供奉殿了 教皇殿和供奉殿只是隔了几百米而已 也不需要多久 回到供奉殿之后 他第一时间就去看望千道流 或者说是他的便宜爷爷 他跟千人雪一样 叫千道流爷爷了 叶峰非常感激千道流 再怎么说 没有千道流 就没有这一世的自己 依稀记得他 刚刚降生在斗罗大陆 无依无靠 而且还是落在千人雪的婴儿床上 那时候千寻吉还想要杀了我来的 是千道流将我救了下来 并且将我抚养长大成人 爷爷 叶峰走到千道流的天使殿里面 轻轻敲了一下门 显得非常礼貌 不一会儿 里面就传来了千道流淡淡的声音 声音中气十足 一点都看不出是年迈的迹象 甚至可以从声音中听到些许期待的声音 很显然 他很看好叶峰这个后人 叶峰 进来吧 叶峰文言轻轻往前一步 推开大门走了进去 千道流坐在蒲团上 闭目养神 看到叶峰走进来 金色的双眸忽然睁开 像是有两道光芒喷射出来 随后皱了皱眉头 片刻才舒展开 因为刚刚 他从叶峰身上感受到了一股纠集的邪恶气息 这让他非常不舒服 爷爷 我已经成功抓捕了小五 泰坦巨猿 天青牛莽 准备逼这三头十万年浑兽 献祭给小雪做魂环 我做的还算不错吧 叶峰淡淡的开口 虽然他在信中 已经跟千道流说过一次了 但是还是觉得 要当面说一下比较好 毕竟 老头子还是需要尊重一下的 嗯 做的不错 即便是我年轻的时候 都无法做到 生情三头十万年浑兽 更不要说 逼迫十万年浑兽献祭了 千道流文言 嘴角微微抖动了一下 岂止是不错 简直是逆天了 我不会告诉你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都还没有突破到封号斗罗 顿了一下 许是想到了什么 又接着问 让这三头十万年浑兽献祭给小雪 有把握吗 叶峰回答 其中有一头浑兽 有百分百的把握 另外两头不好讲 千道流文言 心头又猛然跳了一下 这百分百的把握 是认真的吗 真牛逼 除了给叶峰竖起大拇指之外 千道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身为十万年浑兽 肯定有自己的骄傲的 大部分都是宁死不屈的 叶峰可以有一头百分百把握 真的 虽然你做事 爷爷放心 但是爷爷还是要提醒一下你 要注意好保护措施 不能让那些十万年浑兽 伤害到小雪 我会的 叶峰淡淡地回答 目光看了千道流一眼 有些奇怪 随后又将目光收回去了 这个做好保护措施 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千道流顿了一下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忽然双眸看向叶峰 神情有些严肃 叶峰 也有一个严肃的问题要问你 你必须给我如实地回答 嗯 你问 叶峰回答 你觉得小雪怎么样 千道流目光一直盯着叶峰 捕捉着其身上的微表情变化 显得非常凝重 什么怎么样 叶峰有些不理解 就是你觉得小雪人怎么样 人很好的 就是有时候有些犯傻 叶峰对感情比较冷漠 并没有捕捉到千道流的言外之意 这给千道流一阵抓紧 都快急死了 叶峰怎么像一个木头一样 根本就听不懂呢 我是问你喜不喜欢小雪 千道流捉急地问 当然喜欢 小雪可是我的妹妹 这时候叶峰终于察觉到哪里不对劲了 但是感情这种东西还真不好明说 所以他微微装傻了一下 你 千道流文言 一阵气节 叶峰怎么就没有抓到重点呢 都快将他这个老家伙挤死了 玄机再也不拐弯抹角 直接开门见山问 叶峰 我想将小雪许配给你 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将小雪许配给我 叶峰将千道流这句话重复一遍 顿时经不住心头一跳 脸色罕见露出了一股淡淡的红韵 他跟千刃雪青梅竹马了十几二十年 如果是对千刃雪毫无感情 是不可能的 他也知道自己对千刃雪有一种淡淡的倾诉 但是这始终隔着一层窗户纸 两人之间的感情什么的 全都规规矩矩的 现在猛然被千道流撕开了这一层遮羞布 这让他有些无所适从 千道流捕捉到叶峰脸上的一丝红韵 顿时知道有戏 千刃雪作为千家的唯一后人 既是五魂殿的少主 又是天使的唯一继承人 原本千道流是不会让千刃雪这么快嫁人什么的 因为爱情只会影响千刃雪成神的速度 可是事事无绝对 现在他遇到了叶峰这个变态 嗯嗯嗯 一般不让千刃雪嫁人 但是叶峰不是一般人 而是一个变态 连三头十万年魂兽都能活抓的存在 门星自问 即便是他自己亲自出手 都没有把握直接活抓三个十万年魂兽 这足以说明叶峰的优秀 优秀到无人能及的地步 所以千刀流愿意破格将千刃雪许配给对方 怎么 不说话 这么害羞的吗 那我就当你默认好了 千刀流看了叶峰两眼 见叶峰浑身不自在 当场就替叶峰答应了下来 这 叶峰沉默了一下 怎么 你不同意 千刀流看着叶峰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我五魂殿大供奉亲自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你 你竟然敢不答应 这不是 不是 只是我不知道小雪的意见 爷爷 你还是先问过小雪再说吧 叶峰红着脸 将心中的犹豫说了出来 她的五魂是死灵五魂 一生注定与黑暗为伍 注定与亡灵作伴 注定余生沾满黑暗 与杀戮为生 小雪的五魂是六一天使 是神圣守护的存在 小雪会甘愿跟随我堕落吗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也是叶峰心中的担忧 这个你可以放心 小雪是我看着长大的 而且充满纯真 在我面前根本藏不住秘密 我可以打包票 小雪绝对也是喜欢你的 听见叶峰答应了 千道流连忙松了一口气 只要叶峰答应了 那么事情就等同于成了 至于千任雪那边 千任雪喜欢叶峰 可是供奉电人尽皆知的事情 现在自己将小雪许配给了叶峰 如果小雪知道了之后 都不知道会有多开心呢 爷爷 你还是先问过小雪再说吧 叶峰笑了笑回答 虽然她对千任雪心生情愫 但是如果千任雪不同意就算了 她也不勉强 女人对于她来说 只是一种调味品 如果有的话 那自然最好 如果没有的话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你不是让小雪回来五魂店了吗 到时候 我就亲自问一问小雪 让你可以放下这个心 千道流显然很高兴 从蒲团上走下了 来到了一个橱柜前方 打开柜门 从里面拿出了一瓶 珍藏了三十年的美酒出来 嘴角的笑意 却从来都没有停过 叶峰 为了庆祝你 成为我的孙女婿 咱们来好好喝一杯 千道流将美酒的瓶盖拧开 原本想要用酒杯的 但是后面想想 只是用酒杯的话 完全体现不了 自己内心的喜悦 玄机又将酒杯放下了 换成那种巴掌般大的碗 爷爷 小雪还没答应呢 现在咱们就喝酒 是不是有点不妥 我怎么感觉 你好像着急卖孙女一样 叶峰目光古怪 但是还是接下了大碗 在上面倒了满满一壶酒 哈哈 放心吧 小雪会答应的 咱们只是提前庆祝一下 说完之后 千道流仰起头 将满满的一碗美酒 灌下去 那酒烈烈的味道 就顺着喉咙 直接落到肚子中 刚开始很烈 有点辣 但是很快就变得香醇了起来 有叶峰这个金龟絮 千道流也能安心了 以后可以安享晚年 叶峰沉默了一下 许是被千道流的豪气感染了 顿时直接抓起网 往喉咙里面 就咕噜咕噜地灌下去 直接喝了一个大满灌 两人对着山花开 一杯一杯赴一杯 我醉欲眠亲切去 明朝有一抱擎来 叶峰和千道流 喝了好几瓶烈酒 却没有丝毫喝醉的感觉 反而越喝越高兴 仿佛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一样 后面两人 更是一瓶一瓶喝了 半小时之后 叶峰和千道流坐在一起 两人终于不喝酒了 叶峰这时候 才开始聊起 这次他来找千道流的正事 爷爷 我下一个阶段的计划 要跟你说一下 什么计划 千道流文言 心头 一跳 刚刚有些微醉的状态 现在猛然清醒过来了 上次叶峰说的肃清计划 可是在五魂广场上大杀四方 现在整个天下都知道 有叶峰这一号人物了 现在又有新的计划 该不会 又搞什么核爆级别的计划吧 千道流感觉自己的老骨头 可经历不起次次这样折腾了 是这样的 上次魂师大赛 我不是诛杀了五魂店的敌人唐浩吗 我想了一下 斩草必须除根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叶峰淡淡地开口 说得非常轻松 就像再说 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一样 仿佛灭上三宗之一号天宗 好像吃饭喝水差不多 你要灭号天宗 千道流正了一下 旋即反问 脑海中封尘的记忆 随之传过来 当初他可是跟唐晨承诺过 以后不踏入号天宗半步的 正是因为他重承诺 前任教皇被唐浩锤成重伤 五魂店才没有攻打号天宗 现在 叶峰又提出了灭号天宗 这让千道流有些犹豫 是的 既然身为五魂店裁决 那就应该铲除五魂店一切敌 号天宗已经是敌人了 那就该杀 这应该是裁决的职责 叶峰冷冷地开口 千道流犯傻 他可不会犯傻 既然已经是敌人 就灭其九族 扬其骨灰 不会给对方任何崛起的机会 千道流文言 沉默了一下 虽然叶峰说得没错 但是他心里总有些过意不去 因为他是一个很重承诺的人 当初答应了唐晨 五魂店永不踏入号天宗半步 如果现在让叶峰灭号天宗 岂不是背信弃疑 叶峰 这个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其中有一些复杂的原因 千道流淡淡地开口 叶峰抬起头 看了自己爷爷一眼 无尽地冷意透体而出 就是这种感觉 太蠢了 在原著中 但凡千道流硬气一点 将号天宗灭了 也不至于杨虎为患 将五魂店做没了 明明可以灭号天宗的 瞻前顾后 唯唯诺诺 真不像是五魂店裁决长老的所为 只是片刻 叶峰就将这股冷意收回去了 无论怎么讲千道流 都是自己的爷爷 是将自己养大的人 叶峰的恨 只对敌人 要将温柔留给自己人 你需要信守承诺 而我不需要 你不敢杀的人 就交给我吧 叶峰在心里喃喃一声 这一世由我守护五魂店 五魂之光 必然响彻整个大路 爷爷 对待朋友 才需要信守承诺的 对待敌人则不需要 你身为裁决长老 应该比我更清楚 该怎么样处理敌人吧 千道流闻言沉默 叶峰抬起头 看了千道流一眼 随后那淡淡的声音 又传过来了 既然爷爷不愿意 当这个柜子手 那就让我来 我也不会让爷爷为难的 灭浩天宗 我一人足矣 叶峰声音很冷静 而且冷静中 带着一股笃定 这无疑是告诉千道流 浩天宗我灭定了 这是告知你 而不是跟你商量 另一边 在叶峰脸色阴沉的时候 千道流忽然到一股 邪恶的气息扑面来 让他脸色微变 些许危险的感觉 从心底传来 千道流内心非常震惊 叶峰到底强到什么程度了 怎么连我都感到了危险 千道流眼睛和叶峰对视了一会 旋即叹了一口气 罢了 既然你铁了心 要灭浩天宗 那就灭浩天宗吧 爷爷 又岂是那么怕事的人 你就用武魂殿的名义行事即可 如果你搞不定的话 我们供奉殿 这群老骨头 也可以活动活动 千道流被叶峰感染到了 确实如此 自己身为裁决长老 本应已扫清武魂殿一切敌为己任的 现在却唯唯诺诺 对待敌人都还信守那个所谓的诺言 真是可笑可笑 之前是我这乡了 如果不是叶峰提醒 恐怕我都忘记自己的职责 是什么了 叶峰文言双眸瞬间亮了 目光诧异地看着千道流 他没想到自己一番话 居然让千道流清醒了 真是不容易啊 知错能改 是莫大焉 只要千道流能跟自己统一战线 灭好天宗 就是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到时候 不但能清除武魂殿的敌人 而且我的死灵武魂 也能凝聚杀气进化 好的 谢谢爷爷 我必然会将这个任务 完成得漂漂亮亮的 无论好天宗男女老少 还是病庸妇复残 全部杀光 一个不留 叶峰的声音 铿锵有力 质地有声 好一个一个不留 看着叶峰离开的背影 千道流在心里感叹一声 够狠 有手段 而且一心为武魂殿 也许叶峰比我更适合当裁决长老 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千道流有一种 想要退位养老的感觉 叶峰做得真的比他好 不如就让叶峰来当 这个裁决长老如何 不过 现在叶峰离开了 这个退位让闲的想法 只能留下一次再跟叶峰讲了 与此同时 外界也将叶峰的事迹传遍了 灭唐号 杀毒姑勃 活抓三头十万年魂兽 无论其中的哪一件事迹 都足以震惊 整个斗罗大陆 叶峰不但实力强 够狠 而且不按套路出牌 无论是上三宗 还是下三宗 都非常恐惧 五魂殿出现了一个绝世天骄 将迎来一个辉煌盛世 如果说 之前见到五魂殿 要进三分的话 那么现在就要进六分了 上三宗之一 七宝琉璃宗 宗主宁峰至 从五魂城 回到七宝琉璃宗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重申一遍 七宝琉璃宗 永远保持中立 不参与任何势力的纷争 同时 宣布 七宝琉璃宗必宗三年 这已经是第二个 因为五魂殿 而必宗的宗门了 七宝琉璃宗 一周时间过去 千任雪收到了 叶峰的信息 就立马处理手头的工作 找借口从天斗对国回来了 叶峰哥哥 从来都不会写信给自己的 平时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也不会联系自己 现在居然破天荒地写信过来 说要送一件礼物给自己 千任雪听到这个消息 有些喜不自胜 虽然他外表坚毅 但是其实却是一个小女人来的 现在情愫初开 满脑子都是叶峰的身影 却因天斗潜伏的任务 而不得不分开 这别说到底有多谋人了 现在才分别区区几天 但是千任雪 却感觉好像过了无数个春秋 他恨不得立马飞奔回去 见到自己的叶峰哥哥 好在 现在终于回到武魂殿了 叶峰哥哥在做什么呢 好激动哦 千任雪回到武魂殿第一时间 就是朝着叶峰的宫殿走去 刚走到门口 许是想到了什么 他忽然放轻了脚步 捏手捏脚地走过去 显然是想给叶峰一个惊喜 叶峰的宫殿很简单 周围就一个暗机 一个蒲团 一张凳子 一张床 此刻 他正在蒲团中修炼 精神力中 忽然感觉到 有一个人在缓慢靠近 心头一紧 正准备召唤 无尽骷髅 但是 感应到那股熟悉的气息之后 顿时眉头又微微舒展开来了 不过 他也没有戳穿千任雪 假装不知道 他回来了 继续自顾自得在修炼 千任雪 走到叶峰身后 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 双眸中 顿时露出脚侠的笑容 一如小时候那样 伸出双手 捂住叶峰的眼睛 千任雪 来 猜猜我是谁 叶峰 不用猜了 是千任雪妹妹 千任雪 哼哼 猜错了是姐姐 千任雪撅起嘴巴 微微一笑 双眸认真的看着叶峰 叶峰跟小时候差不多 依旧是自己喜欢的模样 风格气质冷冷的 令人超喜欢的 叶峰停止了闭目养神 转过头 看着千任雪 此时 千任雪穿着一套蓝色的连衣裙 金色的头发随意飘在后脑勺上 显得非常高挑 亭亭玉立 大长腿穿着巴黎世家的黑丝 狱卒穿上了 华伦天奴的高跟鞋 简直是一个 活生生的美人胚子 小雪妹妹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叶峰心不在焉地问 目光有些躲闪 如果是之前的话 她跟小雪相互闹 倒没有觉得 有什么 相互开玩笑 什么的都可以 但是现在的话 千道流 可是向小雪许 配解了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 叶峰看到小雪 心跳得有些厉害 很难再保持平常心 或许是掺杂了些许 男女之情在里面 哼哼 你不是说有礼物 要送给我吗 听到你说有礼物 要送给我 我就特意赶回来了 感动吧 千刃雪站在叶峰面前 虽然比叶峰低了一个头 但是丝毫掩饰不了 其中的魅力 就是迷死人 倾国倾城的那款 但是即便千刃雪 如此倾国倾城了 站在叶峰面前 依旧有一股逊色的感觉 并不是说叶峰 长得很帅气 而是那股气质 那股冷酷的气质 拿捏得非常到位 气质比那些 超一线的欧巴明星 国民老公强多了 别的不说 就这一手 绝对是无数美少女的杀手 当然 我已经都准备好了 礼物绝对会让你满意的 叶峰目光 看在千刃雪身上 精神力扫描了一下 现在千刃雪才六十级 但是还没有获取第六魂环 也就是还是魂王巅峰的样子 现在最多只能吸收一个魂环 叶峰一共给千刃雪 准备了三个魂环 可以直接将其堆到魂斗罗了 至于最后一个 晋升封号斗罗魂环 他想给千刃雪 准备无限接近 一百万年的深海魔金王 在千刃雪还没有回来的时候 叶峰就给那三头 十万年魂兽做过测试了 他用小五威胁 泰坦巨猿和天青牛猫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这两个都是森林之王 星斗大森林的霸主 心中的傲气还是有的 虽然小五是他们的小五姐 但是如果想因此 让他们献祭给其他人类的话 泰坦巨猿和青天牛猫 可不会那么容易答应 叶峰沉默了一会 最终还是决定 让小五献祭给小雪 这是最保险的做法了 只要拿捏住唐三 小五必然会被吃得死死的 让小五献祭并不是什么问题 娜娜娜 你赶紧拿来吧 我可是期待了很久 千刃雪伸出双手放在叶峰面前 嘴角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唉 叶峰沉默一下 我现在还没跟小五谈好呢 恐怕要明天才能给你 你先回少主殿休息一下 再跟千刀刘爷爷 好好聊一聊吧 千刀刘爷爷好像有话要对你说 说到这里 叶峰脸色猛然红了一下 因为他想到了千刀刘说 要将小雪许配给自己的事情 也不知道小雪这个丫头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会露出怎么样的囧态 哦 好吧 千刃雪文言双眸暗淡了一下 随后又露出一股亮光 其实我这次从天斗帝国回来 也给叶峰哥哥准备了一份礼物 只不过 我也要等明天才能将这份礼物给到你 千刃雪对着叶峰眨了眨眼 露出了脚下的光芒 行吧 叶峰心底暗自有些期待 这恐怕也是小雪第一次送给我礼物吧 该是什么礼物呢 真的令人着急啊 叶峰又跟千刃雪聊了一回之后 就让千刃雪离开了 而叶峰则准备给小五做思想工作 让小五献祭给千刃雪 他走到宫殿底部 往一块空白的衣柜上 在上面掏了一下 许是触碰到了什么机关 顿时传来一阵轰隆轰隆的机械声 打开了一个地门 那是叶峰专门修建的地下室 在里面可以做一些不见得光的东西 密封性超级好 而且已经加了符纹 即便下面的人喊破了喉咙 在外面也根本听不见 而且叶峰在里面布置了层层守卫 跟地牢差不多 一旦被关进了里面 就别想得出来了 叶峰顺着蜿蜒的楼梯走下去 走到一个阴暗平台中停下了脚步 心念一动联系召唤空间 前方便出现了两个万古囚牢 其中一个万古囚牢里面关着小五 另外一个万古囚牢里面关着唐三 因为在里面闷了很久 小五和唐三重见天日 内心都有一种喜悦的表情 但是当他们看到叶峰时 顿时脸上的喜悦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仇恨 以及一副想要杀人的目光 唐三杰斯底里双眸中充满了杀气 叶峰求求你了 求求你放过我 我父亲唐浩是浩天宗的人 我的大伯是浩天宗的宗主 只要你放了我 我什么都答应你 小五目光看着叶峰也是暗恨 他明明记得自己已经献祭给三哥了 不知道这个臭叶峰到底使用了什么手段 居然将无人能破的陷阱之光都打破了 臭叶峰 你放了我的三哥 我也是什么都答应你 叶峰文言 微微一笑 伪君子性格暴露了吗 真不愧是唐三 你微微自己求饶 而小五是为你求饶 可想而知 那么多人讨厌唐三是有原因的 叶峰直接无视了唐三 走在小五面前 嘴角露出一个邪魅的笑容 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吗 小五沉默了一下 心里有些纠结 不知道该不该答应 这时候旁边的唐三杰斯底里的声音就传过来了 小五 你不能答应他 叶峰就是一个变态 不可以 唐三有点想发疯 他知道叶峰的想法的 叶峰居然想要让小五主动陷阱 这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事情 真是过躁 叶峰文言皱了皱眉头 然后直接走过去 用一块胶布 直接将唐三的嘴巴封住了 唐三嘴巴被封住 世界瞬间安静下来了 没有唐三来干扰自己 忽悠小五陷阱给小雪并不是问题 叶峰微微一笑 随后转过头 用细血的目光看着小五 你是答应呢 还是答应呢 他重复问了一句 是不是如果我放了你的三哥 你就什么条件都答应我 叶峰玩味地笑了笑 而且还故意在什么条件都答应这几个字加重了语气 其中言外之意不言而喻 随着叶峰的目光看过来 小五心头忽然一慌 他自然知道 一旦自己答应了叶峰 那便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自己的清白很有可能就保不住了 但是 除了答应这个臭叶峰 又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没了呀 现在我和三哥都深陷淋雨 如果我不做出点牺牲的话 可能两个人都会跪在这里 嗯 为了三哥 我什么都愿意做 一想到这里 小五双眸目光逐渐变得坚定了起来 在天愿作笔一鸟 在地愿为连里之 愿为西南风 尝试入军怀 我若为农死 独生为谁施 欢若见连时 棺木为农开 三哥 你经常说 要带我去看全世界 可是 你不知道的是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啊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是 什么条 剑都可以 但是 你必须要放三哥 小五咬咬牙开口 声音中带着一丝倔强 获得三哥周全 这个便是他的底线 没问题 在我眼里 唐三只是一个蝼蚁而已 如果你什么时候答应我的话 我会留他一条狗命 叶峰回答 刘氏肯定会留一条狗命的 只是这个世界上 有一样东西叫做 生不如死 不知道你可听过 那你怎么保证 我答应了你之后 你会遵守诺言 放过三哥 小五不蠢 想了想又问 这个 我没法保证 你只能去读 读我会实现诺言 毕竟 现在你也没有其他选择对不对 叶峰玩味的笑了笑 他拿捏住了小五的命脉 就是这么硬气 爱答应不答应的 一副吃惊了小五的样子 我 我确实别无选择了呀 小五文言 咬了咬牙 转过头 用双眸看向三哥 这个时候 碰巧三哥也正好看过来 双眸中含着泪水 对着小五不断地摇头 三哥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小五忽然回过头头 对着叶峰重重地点头 为了三哥 别无选择 那你要我干什么呢 小五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脸色忽然有些红 但是 很快叶峰的回答 就让他知道 自己想歪了 献祭给我妹妹 叶峰面无表情地开口 献献献 献祭 小五文言 浑身猛然颤抖了一下 双眸睁得大大的 就连呼吸也加重了好几分 原本我还以为 你想要我的身子 没想到 你想要的是我的浑黄浑骨 好像也差不多 这样我反而 还能更体面一点 没错 叶峰微微点头 好 我答应你 但是我献祭完成之后 你必须放我的三哥 小五点头 放心 既然我答应了你 就肯定会放你的三哥的 我对唐三那个蝼蚁 没什么兴趣 小五听到叶峰 蛮不在乎的样子 心底反而放心了不少 叶峰见小五已经答应了 顿时没有再说什么 直接将唐三 连同万古囚牢 一起收进召唤空间 现在他没空管唐三 先让小五献祭给小雪 然后覆灭浩天宗 等覆灭了浩天宗之后 唐三的爪牙基本上没了 到时候 就将已经废掉的唐三放出去 这也算是实现了诺言 另外一边 千任雪从叶峰的宫殿出来之后 顿时往供丰殿走去 不知道为什么 脸上有些心事重重 刚才叶峰说 爷爷有话要对自己说 那到底是什么话呢 怎么会这么碰巧 叶峰哥哥要送我礼物 千道流爷爷也有话要跟我说 是关于天使神的 还是关于五魂殿少主的 哎 想不通 千任雪想了一会之后 实在想不通 干脆就不想了 反正待会见到千道流爷爷的时候 千道流爷爷也会亲自跟我说的 令千任雪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爷爷 竟然将自己许配给叶峰了 千任雪来到供丰殿了 忽然看到千道流爷爷 正在和金鳄爷爷正在下棋 上面摆着一幅黑白围棋 其中白子完胜 黑子完完败 金鳄 大哥 你的棋翼又长进了很多 现在我都还没有看懂你的棋盘 就被你杀得落花流水了 千道流 二弟 其实我这个围棋棋翼 都是叶峰教我的 之前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走法 金鳄愣了一下 叶峰 她对叶峰也是非常赞赏的 作为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 唯独叶峰特殊 就好像生而知之者 一降临到供奉殿 就什么都会 而且天赋逆天 这才过了短短几年 这已经可以虐杀封号斗罗 活捉十万年浑兽了 这一份战绩 在年轻一代中 无人能敌 以后绝对是能够成神的存在 金鳄 我就说嘛 你的棋翼 怎么会长进那么多 原来是叶峰教的 等改天 我也要去向叶峰学两手 然后过来反杀你才行 千道流 甘笑一声 这时候 绝美的千刃雪忽然出现 亭亭玉丽的身材 走进供奉殿里面 让这两个老头 内心也是一阵惊艳 两位爷爷 你们又在吹嘘叶峰了 叶峰有那么强吗 哈哈 金鳄溺爱地笑了笑 叶峰是个特殊的孩子 确实有点强 千刃雪撅起嘴巴 胡说 虽然叶峰在修为这方面 比较强一点 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 都是小雪占优的 好不好 金鳄爷爷挣了一下 随后又哈哈大笑一声 在他眼里 千刃雪少主 就是一位小孩子来的 没有必要跟对方计较太多 这时候 千刃雪忽然走到千道流淮里 嘴角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爷爷 我听叶峰说 你有话要对我说对吗 千道流文言 身体猛然僵住了一下 特么 你不讲武德 什么叫做 我有话要对对小雪说 我都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 你就将小雪叫过来了 这不是坑我吗 不过 现在箭在弦上 也不得不发了 千道流沉默了一下 转过头 向金鳄示意了一眼 然而 金鳄就像没有看到一样 直接转过了头 唉 千道流没有办法 只能跟小雪明说了 小雪 爷爷问你一个问题 希望 你能认真回答我 嗯 无论爷爷 问我什么问题 我都会很认真地回答的 千刃雪说完之后 用手从口袋里面 拿出一张毛巾 往千道流的额头上 轻轻擦了擦 爷爷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你额头怎么流汗了 爷爷跟小雪说话 都那么紧张的吗 千刃雪嘴角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那双大眼睛 一闪一闪的 显得煞世可爱 嗨嗨 可能太热了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重要的是 接下来爷爷问你的话 千刀流老脸一红 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 他还是第一次 做月老这个角色 有点紧张是很正常的 那爷爷你问吧 千刃雪用那双大眼睛 看着千刀流 现在还有点大大咧咧的 丝毫不知道 他的爷爷已经将他卖了 要将他嫁为人妇 小雪 那你觉得叶峰怎么样 千刀流期待地问 挺好的呀 我很喜欢叶峰哥哥 千刃雪回答 那爷爷就将你许配给叶峰哥哥了 你没有意见吧 什么 千刃雪文言 身体猛然僵住了 抬起头 用那双大眼睛 看着自己爷爷千刀流 爷爷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是认真的了 怎么你不愿意 看着千刃雪惊讶的样子 千刀流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愿意 怎么会不愿意呢 我早就想嫁给叶峰哥哥了 原本我还担心 爷爷你不同意呢 现在实在太好了 嫁给叶峰哥哥 可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呀 千刃雪高兴地 从千刀流怀中蹦起来 那双小脚鸭跳来跳去 围绕着千刀流不断乱转 高兴地像那孩子一样 这 千刀流这才松了一口气 果然跟自己猜测的差不多 小雪是早就喜欢上叶峰了 只是我为什么会紧张呢 那就好 上周我就已经跟叶峰说好了 叶峰也同意娶你 等过一段时间 我跟金乐爷爷挑选好黄道吉日 你们俩之间就把婚礼定下来 千刀流不容置疑地开口 这么急 千刃雪僵了一下 当然急了 如果爷爷再不将你嫁出去的话 叶峰可能就要成神了 时光不带我呀 千刀流小声咕嘟一声 随后好像又想到了 这样说不妥 便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爷爷 刚才你说什么 千刃雪疑惑地问 刚才千刀流说话声太小了 他只听到一些模糊的字眼 好像什么嫁不出去什么的 没什么 爷爷 只是说叶峰是个好男人 你们之间尽快订婚 让我心里也能踏实下来 后半生就有人照顾你了 不用爷爷再操心了 哦 说到这里 千刀流忽然有一些伤感 怎么说着说着 就有一种要嫁女的感觉呢 不对 叶峰也是五魂殿的人 又不是将千刃雪架出去 伤感什么呢 哦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明天送给叶峰哥哥的礼物 就要改一改了 千刃雪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脸色忽然变得很红 嗯 随便你了 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我可管不着 千刀流说完之后 又转过头去跟金额下棋了 行吧 我得好好准备一下 送给叶峰哥哥的礼物 不能太随便 也不能太贵重 但是又必须要显示我的心意 到底送什么好呢 叶峰哥哥又会送什么礼物给我呢 千刃雪想着想着 双眸忽然发亮了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有趣的内容 嘴角忽然发出一阵嘖嘖嘖的声音 星空转移 日月如梭 转眼间第二天就来临了 千刃雪非常期待 一大早就从少主店 跑到了叶峰店里面去了 这时候 叶峰正在打坐 看到千刃雪进来 那双眼睛忽然睁开了 目光注视到千刃雪身上 看到千刃雪含情默默的样子 叶峰顿时知道答案了 千刀刘爷爷肯定和小雪说了 要将她许配给自己 要不然的话 这个小姑娘不会那么心花怒放的 怎么说呢 之前就两个人是相互暗恋 但是无论是谁也没有捅破这一层窗户纸 但是现在的话 这一层窗户纸捅破了 两人的关系 也从暗恋升级为情侣 目光自然就变得寒情脉默了 小雪 昨天千刀刘爷爷 又跟你说我们的事情了吧 嗯 说了 我也没想到 爷爷居然将我许配给叶峰哥哥你了 我实在太开心了 说着千刃雪就想冲上去 给叶峰一个温暖的怀抱 叶峰感到有些不自然 微微往后退了一步 小雪 咱们还是先看一下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吧 并不是说叶峰不喜欢千刃雪 而是她身坠黑暗 双手沾满鲜血 对一切都变得小心翼翼了起来 尤其是对自己喜欢的女生 更是无比小心 生怕一不小心就伤害到了对方 还真是一个呆子 罢了 那我就先看看 你到底给我准备的什么礼物 千刃雪感到有些好笑 她觉得叶峰的感情太不完整了 现在千刀刘爷爷都将她许配过来了 叶峰都还是那么害羞 莫 就是这个 我给你准备的十万年魂环 这是一头十万年魂兽柔骨兔 他已经答应献计给你了 说完 叶峰直接就拉开了旁边一个笼子上的黑布 露出了里面的柔骨兔 那正是小五 因为害怕千刃雪居心不忍 叶峰让小五变成柔骨兔的模样 这样献计的就是一头魂兽 而不是一个人 至少心里比较好受一点 千刃雪文言转过头 目光看向那个背观起来的柔骨兔 柔骨兔毛是纯白色的 有一双长长的耳朵立起来 看起来有些可爱 但是双眸中却带着仇恨的凶光 很显然 这只小兔子并不是自愿献祭的 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 千刃雪眼里只有叶峰 除此之外 他都不在乎 叶峰所预料中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千刃雪没有露出任何怜悯之心 反而内心狂喜 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 整个人高兴得像一朵花一样绽放 十万年魂兽 主动献祭 魂环 魂骨 这实在太好了 千刃雪发自心底的高兴 之前每次他看到叶峰哥哥的魂环是红色的 心底就有一阵羡慕 作为妹妹的 他并不想比哥哥的差 哎 不对 我不是姐姐吗 怎么潜意识将自己当成妹妹了 还真是被叶峰带歪了 千刃雪猜测过很多种可能 什么礼物都猜测过 唯独没有猜到 居然是十万年魂环 十万年魂环的珍贵性是毋庸置疑的 很多封号斗罗都没有十万年魂环 现在 叶峰哥哥居然将十万年魂环送给自己 千刃雪有些喜不自胜 沉默了一会又开口 叶峰哥哥 这个礼物实在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现在你是魂斗罗巅峰 马上就晋升封号斗罗了 等你晋升封号斗罗的时候 正好可以使用这个十万年魂环 虽然千刃雪也很想要这个魂环 但是他又觉得叶峰哥哥比他更适合这个魂环 真是傻丫头 虽然十万年魂环很珍贵 但是永远不及你的万分之一 我送你 你就收下便是 叶峰不容置疑地开口 脸上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 说句实话 这些魂环对他无用 他只需要无限杀戮 便能获得系统奖励的魂环 可是 可是你晋升封号斗罗也要用啊 千刃雪还有些犹豫 现在我都有八个红色的魂环了 你觉得我还会缺这个十万年魂环吗 叶峰反问一声 见千刃雪没有回答 连忙又接着解释 你放心融合就是 等我晋升封号斗罗的时候 我自然会找到更合适的魂环 那好吧 千刃雪闻言 心中的担忧缓缓消失 眼睛一直看着叶峰哥哥 感到心底暖暖的 那事不宜迟 开始融合吧 叶峰笑了笑 好 千刃雪微微点头 盘膝在地上 静静地等待献祭的来临 随后 叶峰将目光看向柔骨兔 柔骨兔你人化的目光中 好像明白了什么 显得可怜楚楚的 很清楚自己的命运到来了 为了三个 柔骨兔没有在任何犹豫 直接就发动献祭仪式 十万年魂兽的气息爆发出来 一道红色的献祭之光 瞬间笼罩在千刃雪身上 燃烧本源 凝聚魂环 将自己的一切奉献出去 力量缓慢凝聚在千刃雪身上 千刃雪感受到来自献祭的力量 闭上眼睛 缓慢地等待献祭仪式的结束 因为叶峰提前跟五魂殿说过 所以五魂殿上上下下 虽然感应到十万年魂兽的气息 但是并没有感到太过于惊讶 叶峰站在旁边 如同木头人一样 静止得一动不动 眼睛一直看在千刃雪身上 他在为小雪护道 一旦出现了什么危险 他可以及时救援 时光荏荏 虽然献祭需要的时间比较久 但总有结束的时候 三小时过后 千刃雪闭着的眼睛忽然睁开 金色的光芒照耀四周 融合成功 千刃雪微微漂浮起来 白皙的狱卒离开地面 金色的光芒照耀四周 背后六异天使轻轻地煽动 修为随之开始攀升 从刚开始的魂王巅峰 晋升到魂帝 魂帝初期 中期 一直到76级 魂力才停止下来 十万年魂环 以及前期的积累 加起来直接让他提升了六异魂力 叶峰瞬间看呆了 此刻 千刃雪漂浮起来 再加上绝美的面孔 以及背后的六异天使翅膀 恍若天使降临 再加上身体周围 散发出一种非常治愈的神圣气息 这让叶峰心跳微微加速 虽然说 千刃雪代表的是神圣和守护 自己代表的是邪恶和地狱 但是好像没有人规定 神圣和邪恶不能在一起吧 叶峰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小雪 内心感到很惊艳 那水泥冰封的内心 被打开了一个阔口 这一刻 他竟然想张开抱抱千刃雪 但是叶峰性格比较冷漠的 或许是性格使然 让他刚诞生了这个念头就 被他压下去了 叶峰哥哥 你看什么 叶峰嘴角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随后从半空中落在地上 那狱卒赤着脚踩在地上 白皙红润的 如同一只天使在迎面走来 不乏款款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股迷人的清香 没看什么 叶峰老脸有些红 心跳越来越快了 哼哼 叶峰哥哥你就是嘴硬 你就承认一下 就是在看小雪会死呀 而且 小雪也不是不给你看 爷爷已经将我许配给你了 以后你就是我的唯一了 千刃雪砸了砸嘴 唉 叶峰闻言 沉默 他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憋了片刻之后 只憋出了一句 恭喜你融合十万年魂环 哼哼 你真是一个木头 一个呆子 如果以后再这样的话 我就不理你了 千刃雪崛起嘴巴 小天使有些生气 叶峰哥哥 好像天生就有点性格缺陷 现在自己都主动到这个程度了 叶峰还是像个木头一样 真是令人着急 唉 叶峰沉默 他有点不理解 不是刚刚还好好的吗 怎么脾气说变就变了 我好像也没有惹你生气吧 就在叶峰沉默的时候 千刃雪目光正好看过来 看着叶峰刀削一般的面孔 贱目心眉 五官冷酷 嘴唇红润且鲜红 这可是一个诱人大帅哥啊 不知道为什么 心底忽然有一股冲动 下一秒 千刃雪就对着叶峰的大嘴巴亲了上去 M 这 M 这 叶峰身体僵了一下 瞳孔猛然放大 好奇怪哦 心跳怎么那么快 已经超过危险线了吧 结吻可真会窒息的 叶峰有些笨拙 正当气渐入佳境的时候 千刃雪却忽然转身离开 突然而来的抽离感 让叶峰感到有一丝失落 哥哥 千刃雪像风一样 猛然远离了叶峰 虽然心底怕得要命 脸色也红得要命 但是却要装作心底很平静的样子 嘴角露出一股得意的笑容 叶峰哥哥 小雪的味道如何 千刃雪笑着问 他知道 叶峰是一个性格不完整的人 尤其是感情这一块 更像是有某种缺失 叶峰心跳久久不能平息 双眸看着千刃雪 胸脯一股一股的 小心肝像是跳出来了一样 很好 但是下次不能这样了 毕竟咱们男女有别 叶峰憋了片刻 实在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 只能装作自己是千刃雪的哥哥 摆出一股当哥哥的面孔来 这样子 才能掩盖他内心的不平静 这有什么的 小雪都都是你的人了 你还犹豫什么 千刃雪目光看着叶峰 一直在笑 这是他的初吻 他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触电的感觉 但是他却强作镇定 现在 咱们还没结婚呢 好像这样不太好 行了 不逗你了 刚刚 你给了我一个这么珍贵的礼物 我自然也要回你对不对 刚刚的初吻 就是礼物的一部分 而且我 还有另外一样东西要送给你 说完之后 千刃雪又手往口袋蹭了一下 手心中顿时多了一个锦盒 锦盒是金色的 周围包装很精致 一看就不是什么反品 这是什么 叶峰问 你打开就知道了 千刃雪回答 叶峰不客气 双手接过锦盒 非常期待地打开锦盒 刚打开 里面就露出了一股金色的光芒 其中强悍的气息 射人心魂 片刻之后 光芒散去 目之所及之处 是一颗金色的戒指 叶峰认的这个戒指 名字叫做天使之剑 当初千刃雪 还给他把玩过呢 天使之剑是 千刀流流给千刃雪的保命之物 里面不但拥有空间浑倒器 存储物品的功能 而且还拥有天使神殿大祭司 全力一击的力量 当遇到危险的时候 就是一个保命符 这 我不能要 叶峰言正一词地拒绝 虽然心里非常感动 千刃雪真的将自己视为唯一 连保命的底牌都送给了自己 亦是相当于将自己的命 送给了自己 这样的女友 我又怎么能要你保命的底牌呢 千刃雪 哼哼不许拒绝 叶峰 可是 那是 你的保命底牌啊 你给了我 那你的生命安全 如何保证 千刃雪 我有了你啊 你会护我周旋就行了 真是一个大聪明 叶峰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 但是看到千刃雪 倔强的样子 顿时知道自己 根本拒绝不了 千刃雪 也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小姑娘 时光荏荏 叶峰跟千刃雪的关系 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虽然两人之间 没有什么突破性进展 但是亲密程度 却提升了好几个等级 在武魂殿这一段时间 千刃雪 每天都跟自己腻在一起 一起闲看庭前云卷云书 一起闲看庭后 花落花开 两情若是九长时 每天都是家道相逢 相敬如命 转眼间 又一周时间过去了 因为千刃雪 在天斗帝国有潜伏任务 所以又要被迫分开了 两情若是九长时 又何必在乎朝朝暮暮 短暂的分别 会让感情更加浓郁 日久迷新 千刀刘爷爷说的 挑选黄道吉日 也只能作罢 因为千刃雪 有更重要的任务去执行 在分开的时候 叶峰派给千刃雪 一对骷髅战士 让其荡成亲信 带回天斗帝国 这些骷髅战士 都是精英骷髅战士 虽然他们只有 魂斗罗巅峰修为 但是战斗力 却可以打败 普通的封号斗罗 有了这一对骷髅战士的护卫 叶峰相对 也安心了不少 而且最重要的原因 唐三已经被他抓住了 千刃雪不会再为之犯傻 亦不会被唐三戳破伪装 没有了唐三这个心腹大患 千刃雪应该能成功毒杀雪叶大帝 登基天斗女皇 千刃雪离开了之后 叶峰也开始干自己的正事了 第二阶段肃清计划开启 覆灭浩天宗 他冥冥之中有一种预感 只要灭了浩天宗 他的死灵武魂 必然再次升级 而且还能晋升封号斗罗了 到时候 他手下的亡灵数量 会进一步加多 义人 敌义国 并不是问题 叶峰孤身从五魂殿 前往浩天宗 他没有用到五魂殿的义兵义足 除了不想给五魂殿添麻烦之外 更多的是不需要 身为死灵魂师 从来都不怕人多的 浩天宗只不过是用锤子的蟒夫而已 叶峰最擅长的就是 以蟒夫制止蟒夫 你强我却要比你更强 他唯一担心的就是 不能途径浩天宗 导致了漏网之鱼 如果有漏网之鱼的话 那还真的是后患无穷 夜幕降临 叶峰在天斗城周围的一个酒店住了下来 现在已经到了天斗城 距离浩天宗已经不远了 但是他并不准备直接上浩天宗 在酒店内 叶峰将唐三召唤出来 此时唐三已经神情悲靡了很多 双眸眸中除了绝望 还有淡淡的死意 虽然现在 叶峰已经将他从万古囚牢放出来了 但是唐三却不敢逃走 叶峰略带着笑意地看着唐三 旁边站着一个裤向唐浩的骷髅 那个骷髅手中还拿着一个左臂骨在随意把玩 左腿骨中散发着淡淡的柔骨吐气息 很显然 这是小五献祭之后掉落的魂骨 哎呀 唐三看着叶峰眼眶剧烈 想要杀人 他妈的 将我父亲变成了骷髅 将我的未来妻子献祭出去 连魂骨都不放过 妈的 你已经有取死之道 唐三眉矿剧烈 却又无可奈何 叶峰的强大不是他可以想象的 他甚至连叶峰的一个召唤物都打不赢 我也很绝望啊 这时候 叶峰忽然转过头 眼睛看着唐三 玩味一笑 随后 从骷髅唐号中 拿过那一截小五的魂骨 放在手中把玩 唐三 你过来 我有话要跟你说 干嘛 唐三挣了一下 顿时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这个臭叶峰只会折磨我 往我的伤头里撒盐 让我过去会有什么好事 但是 现在人为真板 我为鱼肉 也由不得拒绝啊 唐三无奈地走过来 在距离叶峰一百米的时候 却无论如何都不肯再靠近了 双脚都在打仗 虽然说 叶峰杀了他父亲 逼得他的爱人陷阱 他内心非常愤怒 但愤怒又能如何 现在冲上去跟叶峰拼命 那只会多一具尸体而已 这不叫做送命 而是送死 唐三不会这么傻 他已经决定好了 先假装沉服 忠心跟着叶峰 到时候叶峰放松警惕了之后 他就找个机会逃走 等以后 有足够实力之后 再回来报仇 只要活着 就一切都还有机会 没干嘛 就是让你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吗 叶峰轻轻地笑了笑 对着唐三勾了勾手 这可将唐三吓得不轻 身体轻轻颤抖了一下 然后条件反射就要后退 可是后面又想到 如果叶峰想要杀自己 无论自己有没有靠上去 都逃跑不了 把心一横 唐三直接走到叶峰的身前 此时距离叶峰半米不到 也就是进入了致命区域 一旦叶峰开始攻击的话 他连躲避的机会都没有 叶峰 你可别乱来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而且 你答应了小五 会放过我的 你做人不能背信弃义 唐三颤颤巍微微地开口 放心 我是很守诚信的人 答应了小五 会放过你 自然就会放过你 消去双手双脚 将你做成人棍 也是放过你吧 这可没有背信弃义 叶峰笑眯眯地开口 随后伸出手 放在唐三的后脑勺上 能清晰感应到 唐三的身体 微微颤抖了一下 但是很快又冷静了下来 不得不说 唐三的后脑勺 还是挺舒服的 就像一个二哈狗一样 哎 不对 二哈狗还会摆尾呢 唐三只会用一副 仇人的目光看着我 这和二哈狗都不如 你怎么能这样 唐三听了叶峰的话 心头猛然一急 如果自己被消成人棍了的话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心头除了绝望之外 更多的是对叶峰的愤怒 以及替小五的不值 我都说了叶峰不可信 不能献祭给他妹妹 你非要献祭 现在好了吧 不但你的命没了 就连你的三哥 都要被消成人棍了 唐三不敢看叶峰 只是看着叶峰手中 那根小五的魂骨 双眸绝望 而带着一丝死一丝 哈哈 刚刚我开玩笑的 看把你紧张的 放心吧 我暂时没有 将你消成人棍的打算 只要你好好听我的话 乖乖的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可不会特别针对你 叶峰把玩着小五的魂骨 淡淡地开口 原本他是将小五的魂骨 也送给千刃雪了 但是千刃雪 有天使套装 所以不要 这根魂骨就留在他手里了 真的 露出一股难以置信 紧接着亮光就亮了不少 当然是真的 那我保证听话 嗯 我让你过来 主要是向你问几个问题 叶峰顿了一下 开口 什么问题 你知道有什么办法 将昊天宗宗门外面的弟子 召集回来吗 虽然叶峰调查了 关于昊天宗内外弟子的清单 但是还是很难做到一国端 昊天宗宗门之内的人 很容易杀 但是在外面执行公务的人 就很难杀了 如果有办法令他们主动 回来就好了 你要灭昊天宗吗 唐三正了一下 脸色顿时微微一变 昊天宗可是他父亲的宗门 虽然自己父亲现在被杀了 但是也是自己以后 崛起的根基啊 如果叶峰将昊天宗连根拔起了 那对自己肯定非常不利 当然 昊天宗唐号击杀武魂殿前任教皇 现在也该付出代价了 现在 我只是复仇而已 代表的可是正义的一方 正义 正义个锤子 唐号击杀千寻集 只是个人所为 跟昊天宗有什么关系 而且 好像没有杀死千寻集吧 然后你就实现连带责任 朱连九族 死灵魂是叶峰 你可真是一点人性都没有啊 唐三心头气得直打啰嗦 脸蛋上的五官都微微扭曲了起来 心头直冒火 见过霸道的 可没见过那么霸道的 武魂殿大供奉 依旧是千寻集的父亲 都没有管这件事 你多管闲事干嘛 唐三 现在我问你话呢 你怎么不回答 难道说 你想要变成人棍了 这时候 叶峰笑眯眯的声音传来 让唐三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 虽然心底很愤怒 很委屈 但是还要表现出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要不然的话 现在自己就活不下去了 主人 我在听 我也是刚知道 昊天宗不久 之前我父亲一直都没有 跟我说过昊天宗的事情 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可以将昊天宗 在外面办公的弟子 召唤回来 看着叶峰 充满杀气的样子 唐三求生欲满满 都不用人叫 直接就交主人了 哈哈 叶峰干笑一声 右手在唐三的后脑勺 不断撸啊撸 刚才那声主人叫得不错 也是这声主人救了你的命 下次记得 迅速回答我的话 否则的话 我不介意 将你变成人棍 好的 主人 唐三回答 这时候 叶峰看到唐三没有用之后 便没有再管唐三 开始自顾自的 思考了起来 如果没有办法 一锅端的话 确实很难做到 斩草除根 既然阴谋不成 那我可不可用羊谋呢 叶峰顿了一下 顿时生了一个主意 阴得不行 那我就来羊的 先将昊天宗围起来 广而告知 想要昊天宗 以及自己 在昊天宗上的亲人活命的 那就迅速返回昊天宗 当然 有多少人响应的 就不知道了 也算是撩算于无吧 昊天宗现在封山 大部分宗门弟子 都在宗门内 在外面办公的 应该很少吧 等等 说到封山 叶峰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一个在原著中 很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 那就是昊天宗 一直避山 一只狗 躲过了猎魂行动 狗到了大结局 甚至 唐三求他们出山 他们都不愿意 一直到后面 唐三从唐晨手中 拿到了昊天令 然后才逼好天宗出山 后面参加了嘉陵观大战 但是 即便如此 昊天宗 也是滑水的存在 只有唐孝和唐昊是真正处理了 其他人 基本上都在滑水 参加完嘉陵观大战之后 又返回昊天宗避山了 为啥要避山呢 为啥要滑水呢 七宝流离 宗臣心断壁 古戎战死 上三宗辅助第一宗门 名存十亡 蓝殿霸王龙家族 经历了猎魂行动 几乎灭亡 都参加嘉陵观大战了 哎 作为上三宗最强的昊天宗 这么能狗的吗 叶峰叹了一口气 原著中 说昊天宗 是因为唐浩击杀了千寻 害怕五魂殿报复 才选择毕山的 但是事实又真是如此吗 如果叶峰记得没错的话 万年之后 昊天宗已经成为 窦罗大陆上面最强的宗门 一直狗到了世界第一 一直狗到了世界最强 这其中很明显 有些不为人知的原因 或者说是秘密 现在他将唐浩杀死了 唐浩和昊天宗的宗主 可是兄弟啊 但是昊天宗 依旧不闻不问 现在整个窦罗大陆都被传遍了 昊天窦罗 唐浩复仇的打算 妈的 真的能狗 是真的能狗 还是有其他特别的原因 昊天宗数百年之前 一直镇压整个窦罗 其中威名甚至比五魂殿还强 现在搬到了天窦城附近 连真正的足地都没有曝光过 就一直选择狗 这真的不得不令人怀疑其中目的 叶峰想不通 但是心中已经暗中警惕了起来 这个昊天宗那么能狗的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唐三 你有听说过 昊天宗有什么异常吗 或者说 昊天宗选择毕山的原因 叶峰刚说完 就微微一笑 问唐三也是白问 他现在还是一个小唐三 根本不会知道 这么机密的事情 看来只能让我去打探一下了 报告主人 我不知道 唐三沉默了一会开口 这次他真的没有骗人 他是真的不知道 行吧 就这样吧 叶峰说完之后 又将唐三收进召唤空间内 骷髅唐号有些寂寞 需要儿子陪伴 我就让他们整整齐齐好了 第二天 叶峰就来到了 天窦城五魂殿分店 向那里的店主发布了任务 重点调查昊天宗 选择毕山的原因 不是他谨慎 而是这个狗盗昊天宗 确实不对劲 躲过了猎魂行动 对外界不闻不问 被逼出山之后 然后再不断滑水 嘉陵关大战中 还实现了灵伤亡 万年之后 就变成世界上最强的宗门了 妈的 真的很怀疑 昊天宗毕山的原因 叶峰在五魂殿上 发布调查任务 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毕竟昊天宗已经毕山了 想要从一个封闭的昊天宗中 得到消息 那可是非常困难的 叶峰决定 在天窦城等一周 看看一周后 有没有什么收获 如果没有收获的话 就直接上去昊天宗 将昊天宗横推了 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而导致毕山的 我一路横推过去 叶峰脑海中 隐隐之中有一个想法 如果这个想法是真的话 就能解释昊天宗 为什么那么能狗了 但是如果如此的话 那么昊天宗的危险程度 可能要提升数个等级 事件而完美毕山的 可真不是一般人 能够想出来的 叶峰在天窦城内 又等了一周 果然跟他料想的差不多 五魂殿的探子 根本没有找到 什么有用的情报 都说昊天宗 是因为害怕五魂殿报复 而选择毕山的 因为害怕报复 而毕山吗 那我现在就来报复你 叶峰喃喃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然后直接就往 昊天宗方向走去 因为他并不熟悉路 只记得昊天宗 在天窦城旁边 大概一百公里的样子 前世的记忆 也有些模糊了 毕竟 谁记得该怎么走去昊天宗啊 看小说 都是一笔带过的 所以 叶峰又将唐三放出来了 让唐三带路 哦 对了 还有骷髅唐号 虽然骷髅唐号已经死了 但是被炼制成了骷髅 还是拥有一定意识的 只不过被炼制废了 不能行动而已 叶峰将骷髅唐号 放在召唤空间内 酝养了数周 但是其中灵魂之火 还是非常微弱 骷髅唐号 甚至连动一下 所以 这时候 唐三就派上了用场 唐三抱着唐号的骨架 骷髅唐号负责指引 虽然他们的速度很慢 但是依旧找到了正确的路线 正在缓慢 往昊天宗走去 三天之后 叶峰在骷髅唐号的指引下 来到了一座巍峨的山脉面前 前方的山脉高耸入云 下半山阳光明媚 风顶之处 却白雪挨挨 冰天雪地 海拔越高 气温越低 能够让这个山脉山顶处 呈现冰雪天气 可想而知 这座山到底有多高 骷髅唐号 只是这座山峰顶之处 便是昊天宗的入口之处 叶峰在原地助力了一会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忽然敏锐地察觉到 这里的天地能量 要比其他地方要浓郁 甚至比五魂殿的天地能量 都更加浓郁 嗯 这里游离的能量 怎么那么强 昊天宗 可真是占据了一个宝地啊 能够长期在这里 修炼的话 魂力提升速度 肯定比外界要快 难道说 这就是昊天宗选择狗的原因 还是说 叶峰心底 盈盈有些猜测 但是又不确定 主人 你怎么这么确定 昊天宗就在这座山脉上 我们都走了三天了 或许我们走错路了 也说不定 唐三抱着骷髅唐号 气喘吁吁 虽然怀中这个骷髅 是自己的父亲 但是他依旧有些少抱怨 麻的 真TM的重 这三天 唐三吃尽了人间疾苦 家人们 谁懂啊 天天抱着死鬼父亲 爬山 关键是 这还真是鬼 不对 是骷髅 这是唐三不可承受之中 不会错的 昊天宗 必然在这座山脉之上 叶峰笃定地开口 你怎么那么肯定 唐三问 因为是你父亲到所的 活人有可能背叛 也有可能说谎 但是 你父亲是一个亡灵 只是我的召唤物而已 是绝对不会对我说谎的 行吧 唐三文言 目光黯淡了不少 表情也变得 有些垂头丧气 唉 看来是没有机会 将消息传递给昊天宗了 没错 刚才的一切都是 唐三在伪装 他只是在动动小心思 耍小聪明 想要将这个消息 传递给昊天宗 让昊天宗提前逃跑 或者说提前做好准备 但是 可惜他的计划没有成功 叶峰没有给他 留任何机会 眼看 现在就在昊天宗山门前了 唐三心底有点崩 我父亲死了 我的爱人陷进了 难道现在我大伯的宗们 又要去死吗 亲人祭天 法力无边 我都寄了好几个亲人来 怎么我还是那么辣 唐三内心非常崩溃 叶峰和唐三走到了山脉顶部 一路上并没有遇到什么风险 连魂兽都没有看到一只 等到山顶的时候 叶峰深呼吸一声 天地间游离的能量 随着呼吸进入自己体内 他能够清晰感觉到 这里的能量浓郁程度 比山脚更胜数倍 到底怎么回事 都还没有去到昊天宗 就感应到 这恍若实质一般的天地能量 难不成昊天宗的地址 还是什么宝地不成 还是说他找到了什么 可以增加天地能量的东西 等等 这该不会是昊天宗一只狗的原因吧 叶峰心底略微有些明误 但是又不是很确定 但是如果自己猜测是对的话 那我自己灭昊天宗就灭对了 两人继续往前走 走到了一处断崖处 断崖处 藤云架雾 云雾环绕 下方是无尽的深渊 旁边立着一块石碑 石碑用仓镜有力的毛笔字 写的一句话 前方乃是昊天宗地见 由于昊天宗已经避山 谢绝任何来访 请所有访客 见到此石碑 请立刻返回 否则昊天宗无法保证你的安全 唉 叶峰看到这个石碑 猛然又叹了一口气 这昊天宗可真是狗 单单从这个石碑中就能看出 先里后兵 柔和的手腕中又带着一丝铁血 恐怕一般人见到这个石碑的时候 都会原路返回了吧 也算是如此 才让昊天宗这个老六 一直狗到了大结局 一直狗到了万年之后 成为整个窦罗大陆最强盛的宗门 罢了 昊天宗的所有秘密 都将由我掀开 现在想那么多都没有用 还不如亲自去求证 眼睛往前看去 前方是万丈深渊 但是石碑旁边桥搭着几根锁链 几根锁链在云雾环绕 看不到尽头 叶峰知道 只要爬过这几根锁链 到达另一端的山峰 那便是昊天宗的宗门所在地 看什么 赶紧抱着你父亲 往锁链另一端爬去啊 感受到唐三看过来的目光 叶峰皱了皱眉头开口 主人 我可以不去吗 要么我就一脚踢你下着万丈深渊 唐三文言脖子缩了缩 顿时不敢再犹豫 将骷髅唐浩固定在自己背上 然后双手抓住锁链 就迅速往前面爬去了 叶峰跟在一起后面 抓着锁链也就往前面爬去 片刻之后 叶峰和唐三落在另外一端山顶上 刚从锁链上跳下来 就被两个穿着 浩天宗服装的魂王围住了 不知道阁下是何人 竟然敢擅闯浩天宗 难道没有看到 外面石碑上的蚊子吗 其中一位魂王弟子问 双眸中充满了警惕 似乎下一秒 便会直接大打出手一样 我叫叶峰 我旁边这位叫做唐三 唐三怀中抱着的是唐浩的骷髅 现在是送唐浩给你们认祖归宗的 麻烦让你们的宗主唐孝 出来拜见一下 叶峰淡淡地开口 他没有一见面就喊打喊杀 如果刚见面就直接杀上去的话 那显得是太僵硬了一点 毕竟传统美德 先礼后兵还是要有的 唐浩?唐三? 浩天宗之前确实有唐浩 但是现在已经被逐出山门了 唐浩的一切都跟浩天宗无关 你们赶紧离开吧 否则的话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 其中一位魂王冷冷地开口 我真的只想进去见一下唐笑 叶峰淡淡地开口 滚 那两位魂王直接吼一声 手中祭出两把浩天锤 很显然准备动武了 而且 叶峰刚刚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刚才这两位魂王的守门弟子 已经偷偷往旁边一个特质的开关摁了一下 很显然 他们已经将信号传递出去了 现在叫我们滚 恐怕 你们压根就没想过 让我们离开吧 当我们爬回锁链之上 进退围谷的时候 你们再派出强者过来击杀 兵不认血 就解决了两个敌人 这可真是一个好计划 不过 这一切都只是叶峰的猜测而已 他决定再试探一下对方 嘴角露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笑容 让我们回去可以 但是你们该不会等 我们在锁链上进退围谷的时候 击杀我们吧 随着叶峰的声音落下 那两位魂王瞳孔猛然一缩 这个正是他们的计划 他们利用这个计划 击杀了无数进入浩天宗的人 现在浩天宗必删了 入山即死 这可是那一位亲自下达的命令 毕竟浩天宗的秘密不可暴露 这可是关浩天宗百年基业 关系到浩天宗万年之后 是否能成为大陆上最强大的宗门 叶峰的注意力 一直都留在这两位魂王身上 自然看到了这两位魂王的微表情 这两位魂王的微表情有些不自然 而且违反了人类正常反应的习惯 很明显 就是就是被自己猜中了慌乱的表现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也没有必要留守了 叶峰体内的死灵武魂猛然震动了一下 下一秒 那两位魂王守山弟子 肉身瞬间爆裂开来 无数鲜血剑满了一地 看起来颇为血腥的 但是叶峰却没有丝毫怜悯 双眸中只有无尽的冷漠 既然已经确定了是敌人 那就必须连根拔起 现在他之所以还没有动手 是想看一下 昊天宗这么能狗的秘密是什么 但是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叶峰已经确定了 昊天宗碧山绝对是另有秘密在的 并不是在原著中所说的那么简单 只是昊天宗将这个秘密保护得非常好 即便是在原著中都没有记载 主人 这这这 咱们就这样杀了昊天宗的弟子 会不会有麻烦 唐三内心也是一阵畏惧 他不是害怕昊天宗灭亡 因为他知道 自从他将叶峰这头恶狼带到昊天宗的时候 昊天宗的覆灭就在所难免了 而且他害怕自己也像这两位守山弟子一样 死得不明不白 身体突然暴力而亡 现在他的活着 可是小五用生命换来的 他要带着小五那一份好好的活下去 然后才有机会复仇 怕啥 别忘了咱们的目的 咱们的目的就是来覆灭昊天宗的 咱们不但要杀了守山弟子 就连昊天宗的其他成员都统统要死 说完了这句话之后 叶峰就没有再理会唐三 然后身体周围浮现出一个新红色的魂环 魂环猛然亮了一下 第一魂祭 圆骨古龙 九条圆骨古龙瞬间从召唤空间中出来 九条古龙横在天空之上 发出一阵阵龙吟 其中声音之大 令人耳膜震动 古龙飞在叶峰前方 低下那巨大的头颅 轻腻地蹭向叶峰 难以想象 这九头恶龙 虽然连一条养蛇的宠物狗一样 在叶峰面前 低下高傲的头颅 摇头摆尾 等候着他们的主人叶峰 进一步命令指示 你们潜伏在断崖之中 无论是谁经过这个断崖 都格杀勿论 叶峰死灵五魂微微一动 对着这九条古龙下达了第一道指令 随后 古龙面对着下方的断崖 一跃而下 腾空而落 落在断崖底部潜伏起来 此刻 整个断崖 顿时变成了世界上最为可怕的境地 九条远古古龙封锁 无人可进出 并且 他还故意将那些连接两个山峰的锁链砍断 浩天宗的人没有了锁链的衣杖 他们的五魂都是浩天锤 没有飞行功能 除了封浩斗罗能够短暂飞行之外 其他低级别的魂师 基本上已经觉得逃跑的可能 而且 里面埋伏了九条远古古龙 而且还是十万年级别的 封浩斗罗也不可能横断横渡这两边断崖 可以说 浩天宗插翅难逃 这是叶峰覆灭浩天宗的第一步 为了防止浩天宗的人逃跑 唐三看到这一幕 瞳孔猛然一缩 但是他又不敢说什么 叶峰果然够狠 将浩天宗的逃跑的路线直接堵住 这是准备将他们一锅端了 叶峰做完这一切之后 才有空停下来 对着刚才那两位魂王进行检查 其实刚才他刚来到浩天宗山门之外 就察觉到这里的天地能量异常 其中能量浓度竟然又提高了几倍 恍若实质一般 在这里只要微微一呼吸 便能感觉到体内的魂力流转速度加快 如果能够在这个风水宝地里面修炼 肯定修为是一日千里 叶峰沉默了一会 越来越肯定内心的想法了 浩天宗苟住不出 肯定是另有秘密的 现在这浓郁的天地能量 似乎就说明了什么 叶峰在这两位魂王爆裂的身躯旁搜索起来 走到其中一根断腿旁边 强忍着内心的恶心 开始翻着起里面的口袋 都是一些浩天宗令牌 以及任务指令之类的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正在叶峰失望的时候 忽然间 他从口袋之中找到了两块硬邦邦的东西 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两块乳白色的石头 石头拳头般大小 呈椭圆状 就跟平时在河边的石头差不多 这是什么东西 叶峰疑惑了一下 按道理来说 两位魂王 该不会将普通的石头放在身上才对 精神力透体而出 凝聚在这两块石头身上 他顿时察觉到了一丝异常 似乎这并不是简单的石头 因为里面蕴含了非常庞大的魂力能量 等等 这该不是魂石吧 魂石是记录在传说中的特殊石头 里面蕴含的非常强大的魂力能量 人类可以通过吸收魂石内的魂力 来提高修炼速度 而且还没有任何副作用 毫不夸张的是 只要魂石的数量足够多 就可以在极短时间内 将一个普通魂石堆到魂斗罗级别 至于封号斗罗 或者封号斗罗以上 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魂石只对封号斗罗以下的魂石有效 怎么说呢 魂石就像修仙世界的灵石 其中作用原理是一样的 一想到这里 叶峰瞳孔猛然一缩 心脏剧烈跳动了起来 他早就在五魂殿秘籍中 见过这种神奇的魂石 但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真正的实物 而且当初五魂殿也曾经派出无数兵马 去查找关于魂石的所在 但是均一无所获 可以说魂和是和仙草一样珍贵的存在 有存在于世间 但却不被人所知 魂石作为辅助修炼的稀有战略物资 是一个宗门强大于否的底蕴 一旦被人发现 必然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没想到在这里居然发现了类似魂石的东西 这样叶峰心头猛烈跳动 强忍着心头的激动 开始验证起魂石的真未来 一到精神力 透入魂石体内 随后体内的魂力也融入魂石体内 缓慢引动内部的能量 将里面的能量引导出来 如果魂石为真的话 必然能从中引出能量 从而提高自己的魂力 69 死灵魂狮推输斗罗同人文 死灵魂狮推输斗罗同人文 书名 斗罗 重生人面魔珠 多子多福 这是一本后宫类的书 多子多福类型 开车开到飞起 女神的推土机 一心只为生孩子 感兴趣的读者 请一步搜索去看看 北明成为斗罗大陆的一只人面魔珠 而且还是唐三的第三魂魂 得知剧情 很快唐三就来追杀他了 怎么办 正在这个时候 北明觉醒多子多福系统 后代天赋逆天 成长逆天 并且能够反馈到宿主身上 若干年后 唐三来猎杀人面魔珠 一只遮天蔽日 带着地狱之谋的黑暗珠王在等着他们 随着时间推移 北明成为了星斗大森林之主 帝天是他的小弟 古月娜是他的老婆 而此刻 已经成神的北明 已经将目光瞄准天上的神剑 我的孩儿 且随为父杀上神剑 灭掉罪人唐三 下一秒 叶峰便感觉到一股精纯的能量 从手中的魂石传递过来 体内的魂力开始缓慢增高 刚刚因为使用第一魂剂而消耗的魂力 在魂石的作用下 瞬间又被补满了 满血复活 叶峰顿时确定了 手中这两块石头 是魂石无疑 确定了之后 身体微微颤抖了起来 该不会是浩天宗毕山的真正原因 就是为了这些魂石吧 魂石乃是一个宗门底蕴所在 可以让一个宗门 传承千年不朽 轻则镇压 一个时代 重则传承万古 难怪浩天宗 一直苟着不出 万年之后 就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宗门了 原来是如此 叶峰忽然间有一种名物 或许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的 原来浩天宗是想独吞魂石 偷偷发育 然后无敌于天下 呵呵 人们都以为浩天宗低调 不问世事 其实则有吞并天下之心 这一波忍耐浩天宗做得不错 所有人都小看了浩天宗 等等 叶峰如果浩天宗内有魂石的话 那岂不是发现了相应的矿资源 灵脉 不对 应该说是魂脉 如果我能够将浩天宗 所拥有的所有魂石抢过来 然后将其搬回五魂殿 给五魂殿的五魂学院使用 那么就可以迅速培养出 一大批魂斗罗强者 到时候 五魂殿就会拥有绝对的优势 一代一代比别的宗门强 只要利用好这个优势 就可以让五魂殿的威名更甚 叶峰越想越激动了起来 甚至连身体都微微颤抖 就在此时 忽然一阵禁风传来 人为之一声怒喝 就传过来了 来者何人 敢杀我浩天宗弟子 我怕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叶峰被打断思绪 心头微微有些不悦 转个身 向声音来源看去 只见来者 是两位封号斗罗 其中一位是女的 另外一位是男的 女的是二长老 唐青青 二长老长得非常好看 是浩天宗六大长老中 唯一的女性 为人比较温和 而且知书达理 年轻又是美女装扮 让人看得颇为顺眼的 男的是三长老 唐淑明 三长老手中拿着一把扇子 身体看起来 就像个侏儒一样 或者说是一个小孩子 平时不怎么说话 但是当当出生怒喝的 却是三长老 因为他感觉到 浩天宗死了两位弟子 这让他怒不可遏 这两位弟子 是他看着长大的 现在却死在歹人手中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我叫叶峰 如今带着唐浩的尸骨 返回浩天宗的 同时 请你们浩天宗赴死 叶峰冷冷地开口 他再也没有掩盖心中的目的 因为该了解的 都了解得了 而且 来人是两位封号斗罗 可不会是那么容易说话的 斗罗大陆强者为尊 有时候 用拳头说话 比用嘴说话更有用 你 三长老脸色一变 听了叶峰的话之后 一股愤怒 从心头涌了出来 他活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敢请浩天宗赴死的 刚开始他以为 敢口放狂言的事 是一个封号斗罗 或者说是影视强者 但是当目光注视到叶峰身上时 双眸中顿时露出了一股轻视 就平面 一个魂斗罗 真是搞笑 我怕你是来浩天宗送菜的吧 没错 就是我 虽然我只是一个人 但是我是死灵魂师 一人及天灾 一人灭你们浩天宗 全宗足够了 叶峰冷冷地开口 随后没有再跟三长老废话 一轮红色的圆轮五魂升起 八个新红色的魂环浮现出来 第二魂环直接亮起 第二魂计 死亡射线 死灵五魂瞬间发出两道死亡射线 其中一道射向三长老头颅 另外一道射向二长老的腹部 之所以这样做 叶峰是想留下一个活口 他准备逼问一下 关于生产魂石的山脉在哪里 然后再开展自己的肃清计划 千寻级的死应该有人负责 小心 看到死亡射线出现 二长老反应最快 大喝一声 想要提醒三长老 却已经晚了一步 三长老对叶峰本来就很轻视 而且他没有想到 叶峰竟然会突然抱起杀人 心里也一点防备都没有 死亡射线 看到极为命中 速度已经达到了光速 根本不是没有任何防备的人可以躲避的 新红色的射线 直接击中了三长老的头颅 如同西瓜一样 爆裂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而是整个头颅都被巨大的能量消去 二长老只能看到 三长老的头无头尸体 三长老手中还握着一柄浩天锤 很显然 当他反应过来想要还击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被射线毁去了头颅 二长老同样躲避不及 腹部被死亡射线贯穿过 只不过在叶峰刻意留下活口的情况下 二长老并没有死亡 只是身受重伤而已 扑通一声 二长老站立不稳 脚跟一软 瞬间跪倒在叶峰前方 他手中召唤出浩天锤 身体周围亮出九个魂环 二长老没有红色魂环 也就是没有十万年魂环 这只能算是普通的封号斗罗罢了 即便是叶峰一个人都能战胜对方 随后心念一动 一排整齐的骷髅战士瞬间出现 密密麻麻 如同蝗虫一般 认真一数的话 竟然不多不少 刚好一百个 叶峰慢慢地走到二长老前方 嘴角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就建议你不要反抗 省一点力气 以免遭受皮肉之苦 毕竟你如此极品的身体 可经不起我的摧残 踏踏 叶峰恍若神魔一般 走到二长老前方 二长老许是将叶峰的话听进去了 并没有对叶峰进行攻击 心底既畏惧又愤怒 阁下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杀好天宗的人 我好天宗必善已久 从来不参与外界的纷争 应该也没有惹到你吧 我都说了 我叫叶峰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呢 至于我为什么杀你好天宗的人 自然是为了复仇 叶峰走到二长老前方 看了二长老的侧脸一眼 说句实话 其实二长老长得挺好看的 只不过 他有了天使小雪 对其他人就再也看不上了罢了 我可不记得好天宗跟你有什么仇 二长老沉默了一下开口 叶峰文言嘴角一勾 轻轻地吐出了一句话 是唐浩 当初唐浩重伤了千寻疾 我是来复仇的 二长老文言身体僵了一下 忽然沉默了下去 随后又淡淡地开口 我们已经将唐浩 提出好天宗了 唐浩所犯下的罪错 跟好天宗无关 你为什么要针对我们好天宗 真是过躁 叶峰有些不耐烦了 伸出右手 那锋利的指甲 向二长老的脖子捏去 二长老想要反击 这直接被叶峰笨住了 这种普通的封号斗罗 对于叶峰来说 根本毫无威胁 而且 刚才二长老已经受伤了 叶峰右手 捏住二长老的脖子 冷冷地开口 刚才你问了我那么多问题 现在该换成我来问你了 记住一句话 我问你答 不要说什么废话 否则的话 叶峰没有继续说下去 只是那充满玩味的目光 在二长老完美的郊区上面 上下扫视 虽然他有了小血 对于其他女人并不感兴趣 但是 如果对方激怒了自己的话 他不介意摧残对方 一个是冰清玉洁的美女 一个是公交车 你自己选吧 二长老感受到叶峰邪魅的目光 顿时也是领会到了 叶峰想要表达的意思 虽然他没有想到 公交车那么残忍 但是也想到了 忤逆一个男人会有什么下场 你问 只要我知道的 我通通都告诉你 只求你能够放过我一面 二长老声音颤抖地开口 他努力了几十年 才修炼成封号斗罗 在生死威胁面前显得非常害怕 他担心自己就这样死了 没有办法看遍世间繁华 你太多话了 我问你答 除此之外 多余的一个字都不要说 而且 你也没有求饶的机会 你只能赌我能大发善心 到时候会放过你 叶峰右手 从二长老的脖子上轻轻一动 来到了那漂亮的脸蛋前方 这个脸蛋那么漂亮 一旦我将它撕碎 应该会哭好几天吧 好 我一定将我所知道的 一切都告诉你 二长老身体又颤抖了一下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脸蛋上的锋利的指甲 只要叶峰一微微用力 就能将他的脸蛋撕破 他心头非常恐惧 这时候 叶峰淡淡的声音传过来了 第一个问题 你们浩天宗的魂石从哪里来的 闻言 二长老的身体猛然僵住了 与魂石有关的一切 都是浩天宗的禁忌 也是浩天宗最大的秘密 叶峰是怎么知道魂石的 刹那间 二长老犹豫了 浑身就大喊淋漓了起来 因为魂石是浩天宗的最大机密 一旦将浩天宗的秘密暴露出去 下场并不会比现在好多少 一时间陷入了犹豫 进退为谷 如果帮浩天宗保守秘密的话 现在就立马死 甚至还会受到非人的折磨 但是如果将浩天宗的秘密暴露出去的话 那无疑是鱼虎谋痞 不对 应该是卖宗求活 而且他还不敢肯定 出卖了浩天宗 叶峰就会放过自己 这也是非常冒险的一个选择 就在二长老进退为谷的时候 叶峰那玩世不恭的声音又传过来了 怎么 不回答我的话 你想清楚不回答我的话的后果了吗 叶峰冷笑一声 右手往下一滑 重新落在二长老的脖子上 猛然一用力 瞬间在二长老的脖子上画出一条血线 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 紧紧片刻 便将二长老的长老服装染红了一片 二长老浑身一机灵 身体猛然颤抖了起来 一个是立马就死 一个是狗活者 不用想都是选择狗活 没有 叶峰大人 我告诉你 二长老身体猛然一阵机灵 声音没有丝毫停顿 而是接着回答了叶峰的问题 声音非常急速而又清晰 求生欲满满的 浑石是浩天宗最大的秘密 除了宗主和六大长老之外 没有其他人知道 浑石是一种矿资源 是唐孝率领劳工在浩天宗后山的山脉 挖出来的 矿资源 挖出来的 后山 看来这一切跟我想的差不多 叶峰顿了一下 顿时做出了决定 他准备先去浩天宗的后山 将这一座魂脉控制起来 先将这些魂脉和魂石收入囊中 然后再灭浩天宗 魂石这种战略性物资 叶峰肯定要先将其掌握在手中的 其中的重要程度 甚至比灭浩天宗更要高一级 还真是不错 原本我只是想单纯来灭掉浩天宗的 没想到 竟然得到了意外的惊喜 叶峰嘴角微微一笑 浩天宗中的后山在哪里 罢了 你现在就带我过去 是 二长老微微点头 声音和动作都变得非常乖巧 现在也半句废话都没有了 叶峰顿了一下 将刚才放出来的一百名骷髅战士 重新收回召唤空间内 刚刚他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有些长了 必须先离开这里 要不然等号天宗的人 发现这里的异常 他可能就没有时间去寻找魂脉 以及魂石了 叶峰跟在二长老后面 迅速往号天宗的后山走去 当然 唐三也颤颤巍巍地跟在后面 因为有二长老的带路 这一路上都非常顺利 虽然时常遇到盘问的弟子 但是都被二长老一句话打发了 片刻之后 叶峰跟在二长老后面 来到了一座圆形的山谷后面 这座山谷是人工挖出来的 周围充满了挖掘的痕迹 四周失联在一起的环形山脉 底部有数个入口 入口处还有号天宗的弟子 在守门 时常有挖矿的人 从矿洞里面用拉车 将魂石拖出来 然后交给一个人来清点 在旁边是一个堆积如山的魂石堆 叶峰只是看了一眼 瞳孔猛然收缩 没想到号天宗 这里竟然有那么多的魂石 这可是一波大风收啊 发达了 发达了 二长老抬起头 看了叶峰一眼 虽然他不知道 叶峰心里在想什么 但是也知道没有人 能够拒绝魂石的诱惑 随后在旁边提醒叶峰一句 别看矿洞防守松散 其实有两位封号斗罗 在旁边暗中守护的 就连宗主唐孝 也可能在这里看守 我奉劝你一句 希望你不要打魂石的主意 要不然丢了性命 可就不好了 你再叫我做事 叶峰声音一冷 目光盯着二长老 身体周围杀气极露 二长老被吓得猛然一个 机灵心底 传来一股窒息的感觉 感觉好像死神在脑海中飘过一样 三魂七魄都被吓 了 不敢 二长老扑通一声 就直接跪下去了 不是他不想挺直腰感 而是真的害怕得不行 腿都软了 根本就支撑不住 我错了 二长老跪在叶峰面前 猛然扣了一个响头 头颅额头位置撞击在地面上 发出一阵咚咚的声音 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 不对 没有下一次了 叶峰收回目光 顿时不再理对方了 准备封锁整座魂脉 二长老也不敢再作妖 魂脉是生产魂石的地方 是战略性物资 叶峰看到第一眼的时候 就确定要将这个魂脉 占为己有了 因为他们是偷偷走过来的 没有被耗天宗的人发现 正当叶峰想要召唤出骷髅战士 和古龙封锁这一片区域时 耳边忽然传来一阵 窃窃私语的声音 让他停止了接下来的动作 其中一个中年声音 声音苍尽有力 充满强健的音质和响度 而且充满威严 一看就是耗天宗内的高层 再结合身上的服装 是耗天宗宗主唐孝无疑 另外几个声音 有些微微诺默 虽然没有畏惧 但是一副以唐孝 马首是瞻的感觉 很 明显是耗天宗 剩下的几位长老 都可以分得不菲的魂石 但是也必须记住一件事情 让你们每一脉的人 都必须保守好秘密 不要将魂石的秘密泄露出去了 同时也不能让这批魂石 流落在耗天宗以外的地方 否则的话 你们应该知道后果 四长老 放心吧 宗主 我们是耗天宗的老人了 而且卖下的人 也是跟我们一起忠心耿耿的人 再加上耗天宗 已经封山了 魂石的秘密 不可能泄露到外面 五长老 我们自然知道 魂石的重要性 当初宗门选择必山 不就是因为魂石吗 世人只知道 浩天宗因为畏惧五魂殿而避山 不知道我们有吞并天下之心 先短暂的避山 等到我们再次出山时 立定已经成为 窦罗大陆最强的宗门 六长老 老四和老五说的都非常不错 同时 我觉得应该安排一些核心弟子 进入魂脉里面修炼 里面天地魂力更加浓郁 如果能够在里面修炼的话 必然能够事半功倍 唐孝微微一挥手 这几位长老所说的话 让他微微放下了心 浩天宗一直都保守好魂石这个秘密 甚至不惜上演了 唐浩击杀前任教皇的把戏 这一切只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归隐罢了 一想到这里 唐孝猛然一阵心痛 因为前几天他收到了在外办公的弟子的书信 信中说明了 浩天斗罗唐浩已经在五魂殿战死 不对 准确一点来说 应该是被一个名叫做叶峰的死灵魂尸杀死 最后甚至连尸骨都不能魂归故里 这是多么悲伤的一件事情 他和唐浩被称为浩天双星 是是同一个爹妈生的亲兄弟 现在唐浩居然被人杀死了 他如何能不愤怒 他真的想立马带领浩天宗的弟子 杀上五魂殿 为浩帝讨一个公报 不过 即便是愤怒又能怎么样 他知道浩天宗的底蕴还不够 是斗不过五魂殿的 同时 他也非常痛恨那个名叫做叶峰的魂尸 因为叶峰不守规则 才会导致唐浩的死亡的 你们供奉殿的大供奉 都说了 毕生不再踏入浩天宗 你TMD 还专门猎杀浩天宗的人 这实在是太不按套路出牌了 后面唐浩又秘密收集了叶峰的资料 发现叶峰是一个是世界上 最为诡异的死灵魂师 五魂是一个诡异的光轮 里面拥有强大的召唤能力 能够召唤出无穷无尽的亡灵 给他战斗 唐浩非常忌惮 一将对方列入了必杀的名单里面 叶峰杀死浩帝之仇 不共戴天 行吧 咱们都散去吧 明天再派人来 收拾轻扁魂石 将魂石分发出去 让咱们浩天宗的后辈 都迅速成长起来 这样就能迅速为我们遮风挡雨了 对了 这两天 我们大家都小心一点 不知道 为什么我心里老有一股不祥的感觉 随着唐笑的声音落下 他和那四位长老的脚步声逐渐远去 短暂离开了矿山的区域 叶峰没有犹豫 直接召唤出死灵五魂 肃清计划第二阶段 现在开始启动 两千骷髅战士给我出出出 远古古龙给我出出出出 两千个骷髅战士 助力在矿山的山谷之上 他们排列有序 分列两旁 有点像排兵不振的士兵一样 全都是由骨架构成的 没有一丝血肉 但是唯独有一个诡异的地方 就是脑壳上面有一朵灵魂之火 正在熊熊燃烧 如同鬼火一般跳动 踏踏踏 两千骷髅战士 整齐地站在叶峰面前 等待着叶峰下一步指令 银银银 一阵嘹亮的龙鸣声传来 九条古龙助力在天空之上 在半空中不断盘旋 环绕着叶峰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以表达臣服之意 这是什么 怎么那么多亡灵出现 这是出了什么事了吗 很明显是出大事了 咱们赶紧报告浩天宗宗主 有人要入侵浩天宗了 正在山谷底部矿山里面 挖洞的浩天宗弟子 脸上大便 随时拉响了警报 刺耳的铃声传遍了整个浩天宝 叶峰看着下方浩天宗弟子的动作 嘴角微微一勾 他知道 自从他的召唤物出现那一刻起 便无法再隐瞒自己的踪迹 但是他也不再准备隐瞒 现在先抓紧时间 将魂脉占据了 然后就是自己的猎杀时刻 五百骷髅战士 负责封锁矿山 潜入矿山底部 将浩天宗的弟子全部杀光 五百骷髅战士 负责警戒 任何靠近矿山的人 全都格杀勿论 五百骷髅战士机动 负责特殊情况支援 剩下五百骷髅战士 原地待命 九条远古古龙 在天空中盘旋 任何靠近矿山的空中单位 都立马击杀 随着叶峰的指令落下 这些骷髅战士 就像是最忠实的死士一样 开始严格地执行 起命令来 开始杀落 原本在挖矿中的弟子 开始全部被骷髅战士追杀 这些弟子 一般都是魂王 以及魂帝级别修为 魂圣和魂斗罗的狠手 根本不是这些骷髅战士的对手 仅仅一会儿 正在矿山里面挖矿的地区 被屠杀了三分之一 片刻 唐笑和三位长老连妹而来 看到来人是叶峰的时候 顿时变得怒不可遏了 正所谓是仇人 见面分外眼红 但是 一声愤怒过后 顿时又冷静了下来 因为目之所及之处 出现了两千魂斗罗巅峰的骷髅战士 以及九头十万年的古龙 单单是这两样东西 这不是他们浩天宗可以匹敌的 虽然浩天宗底蕴很强 世上三宗中最强的宗门 一共有八名封号斗罗 但是唐浩和大长老已经死了 也就是说 活着的就只有六位封号斗罗了 不对 三长老已经不见踪影了 现在二长老又被叶峰控制着 他所能调动的封号斗罗 也就只有四位而已 根本无法匹敌这九头远古古龙 或者说 即便是能战胜这九条远古古龙 都会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 唐笑双眸中不断闪动 不断盘算着 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的办法 首先呢 他可以肯定来人是五魂殿 那个不按套路出牌的 人名字叫做叶峰 全天下也就只有叶峰拥有死灵魂师了 其次呢 这是叶峰现在封锁了矿山 必然是发现了魂石的秘密 而且周围召唤出了那么多召唤物 恐怕是来者不善啊 唐笑非常忌惮 他可是清楚耗帝的天赋的 单论天赋肯定在自己之上 而且修为也相当不弱 即便是如此 也被叶峰强杀了 可想而知 叶峰的强大 他真的不想跟叶峰硬碰硬 但是现在的话 叶峰又发现了昊天宗最大的秘密 这可是昊天宗内传承的根基所在 亦是昊天宗成为天上第一宗门的梦想 这让唐笑非常犹豫 其实 杀人灭口是最好的办法 但是又有传言 叶峰是杀不死的 当初在五魂广场比比东亲自出马 都杀不死叶峰 想着想着 唐笑发现自己的额头上 已经布满了汗水 没有等唐笑开口说话 叶峰的声音就率先一步传过来了 你就是昊天宗宗主唐笑吧 叶峰助立在原地 面对四位封号斗罗 截然不惧 反而露出一股完美的笑容 目光紧紧盯着唐笑 我是 你就是叶峰 嗯 叶峰点头 随后好像想到了什么 转过头将目光看着唐三 唐三你告诉你的大伯 我们来昊天宗的目的 唐三文言身体猛然刷了一下 紫色的双眸微微闪动 心里有一阵狂抓的感觉 为什么是我 我也是被你逼的 被你逼良为娼 但是现在 被你这么一说 好像我跟你同流合污 一起来灭好天宗一样 虽然唐三不愿意 但是他知道 一旦自己按照叶峰的吩咐去做了 就相当于彻底站在好天宗的对立面 但是他又更加清楚 一件事情 叶峰的命令不容拒绝 否则的话 迎接自己的将是彻底的死亡 在叶峰面前 从来都没有选择题 而是送命题 既然如此 我也只能做一回狗腿子了 希望大伯不要怪我 我也只是为了自己能够活着 大伯 我主人是来替前任教皇千寻级复仇的 请你们浩天宗复死的 什么 还真是大言不惨 虽然你的亡灵很强 但是我们浩天宗也不是吃素的 想要请我们去复死 还真的是好大的口气 既然是这样的话 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你想要拿老夫的性命 得先问过我手中的浩天锤 同不同意 唐孝听了唐三的话之后 一阵沉默 他是认得唐三这个孩子的 相貌跟唐浩和阿盈 有七八分相似 很明显是唐浩和阿盈的后代 现在怎么跟叶峰同流合污了呢 谁是亲人 谁是敌人 你都分不清是吧 唐孝心头一阵心痛 自己小时候还抱过唐三呢 没想到唐三就将仇敌 引到浩天宗上面来了 唐孝很想问浩帝 他这个儿子是否天生反骨 但是 情况到了现在 也容不得他再考虑了 因为叶峰的骷髅战事 和天空中那九条骨龙 已经开始动了起来 咱们非得拼个你死我活吗 这个世界是利益至上 我们浩天宗发现了魂脉 里面有大量的魂石 如果你愿意和我们和平共处的话 我愿意将一部分魂石分享给你 唐孝考虑了一会开口 虽然他心中也充满了怒火 很想当叶峰仔了 但是他又必须为整个浩天宗着想 遇上叶峰这种变态 他真的没有什么胜算 叶峰是死灵魂师 一人及天灾 不但可以源源不断地召唤出亡灵 而且自身战斗力也高得可怕 再加上不死这一条属性 基本上可以说是毫无弱点 唐孝根据自己收集到的资料 冷静地分析了一会之后 觉得浩天宗根本没有胜算 或者说胜算很低 所以才会有刚才那一句委屈求全的话 魂脉中还有很多魂石 他愿意跟叶峰分享一部分 来换取浩天宗的安宁 原本唐孝以为叶峰会答应的 毕竟 虽然叶峰是魂师 但是也是以利益为主的 只要利益给到位了 很多东西都会发生改变 很可惜 他遇到的是叶峰 叶峰根本不为所动 唐孝啊 不得不说你 真是很傻很天真 我将你们浩天宗的人全杀了 魂脉和魂石还不是照样是我的 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呢 而且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自从你们选择跟五魂殿为敌那一刻起 就必须遭到五魂殿的肃清 我身怀裁决令 肃清你们正是我的职业所在 叶峰冷冷地开口 既然如此的话 那咱们便战斗吧 唐孝双手一拍 顿时周围出现一排排整齐的黑衣人 这些黑衣人全身被黑衣包裹着 气势非常强悍 仔细感应的话 竟然达到了魂斗罗境界 数量竟然有一千只具 这不是 叶峰看着眼前的浩天宗弟子 瞳孔猛然缩了一下 这些浩天宗弟子 看起来就十几二十岁的样子 但是修为却达到了魂斗罗 甚至大部分都是魂斗罗巅峰 心头有些颤抖 好像浩天宗风山没有多久吧 这么快就利用魂石 培养出上千名魂斗罗了 这真是令人可怕 如果不是魂石只对封号斗罗以下级别的强者有效 叶峰甚至怀疑站在自己面前的 不是一千名魂斗罗了 而是一千名封号斗罗 不过 跟一个死灵魂石来比数量的话 绝对是一个愚蠢的行为 叶峰看到周围出现了那么多浩天宗的弟子 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亮出自己的死灵武魂 八个新红色的魂环浮现出来 第一个魂环闪烁 远古古龙 给我出出出 银银银 最大的龙银从天空中响起 又有全新的九条古龙被召唤出来 它们都是十万年级别的 古龙在半空中穿梭 身躯长达上百米 张牙舞爪 面露凶下 但是这些古龙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 全部都由骨头构成 没有一丝血肉 看起来更加阴森恐怖 随着这九条古龙的出现 再加上刚刚在天空中的九条古龙 现在天空中已经一共有十八条古龙了 唐笑抬起头 看了一眼 人都骂了 刚刚九条十万年的古龙 他都还有信心尚且一战 但是现在一共十八条古龙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都是碾压的 这还打个毛线 直接投降得了 一点胜算都没有 四长老 五长老 六长老 看见在半空中张牙舞爪的古龙 它们的反应跟唐笑的差不多 人都骂了 果然传言中非虚 死灵魂狮就是斗罗大陆上 最打破平衡的存在 我讨厌死灵魂狮 只要有死灵魂狮这个职业在 人数什么的通通都没有意义 因为对方的亡灵比你更多 妈的 这打毛线啊 叶峰目光看着丝毫不敢动的 浩天宗的人 嘴角勾起一个神秘的弧度 死灵魂狮就是这一点好 完全可以用数量压死人 眼睛转了一圈之后 重新聚在唐笑面前 嘴角露出一股淡淡的笑意 唐笑可是他的猎物 叶峰我的系统是无限杀戮系统 只要杀戮便能变强 杀了唐笑之后 自己的死灵五魂 应该能得到新一轮的净化的吧 唐笑被叶峰盯得心底发毛 你你你 你老是借助这些召唤物 有什么意思啊 有本事你就跟我单挑 叶峰目光看着唐笑 心底一阵嘲讽 你当我傻吗 能群殴为什么要单挑 唐笑 叶峰沉默了一会 顿时决定不再跟唐笑废话 嘴角微微一勾 祝你好运 如果你们能够从这几条 古龙的攻击中活下来 我给你单挑的机会 说完之后 叶峰打了一个响指 那十八条远古古龙 顿时领悟到主人的意思 全都张牙舞爪 向昊天宗那四位封号斗罗扑去 而叶峰呢 则转过头向矿山里面走去 刚刚在矿山里面 猎杀的骷髅战士传的信息 矿井里面的所有昊天宗弟子 都被屠杀殆尽了 但是在里 发现一批紫色的浑石 这批紫色的浑石中 带有非常强悍的能量 跟那些普通白色的浑石不一样 这大大勾起了叶峰的兴趣 叶峰决定亲自进入矿井里面看看 他往矿洞里面走去 矿井挖得不是很深 有一条蜿蜒的小道 可以直接通到矿井底部 有骷髅战士在前方开路 他也不用担心矿洞崩塌什么的 一路往前面走 矿洞周围搭上了固定的木棍 能够支持矿洞 能够挖得更深 矿洞周围布满了鲜血 偶尔能够看到几具 被杀死的浩天宗弟子 不过 叶峰双眸中却没有任何怜悯 这些浩天宗的弟子 全都该死 既然他们选择了跟武魂殿为敌 除了自己以及自己在乎的人之外 其他世间万物都可杀 走到矿洞的尽头 那里有一个圆形的木拱门 推开走进去之后 一道紫色的亮光忽然照耀出来 目之所及之处 里面全是紫色的矿晶 矿晶充满了紫色 其中带有一丝丝亮光 叶峰走到矿晶前面 伸出手放在眼前的矿晶 顿时驱动魂力 尝试将里面的能量吸引出来 仅仅片刻 他便感觉到自己的身上的魂力 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这种紫色的魂石提升速度 可能是普通白色魂石提升速度的十倍 而且他隐隐之中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 这些魂石能够提升封号斗罗级别的修为 只不过 在这里找不到人来验证 但是可以确定一点的是 眼前这些都是高级魂石 数量非常少 只有木拱门后面才有一点点矿脉 即便是将全部挖下来 可能也是只有几百块紫色的魂石而已 叶峰心念一动 周围突然出现了十几个骷髅战士 这些骷髅战士手中都拿着一柄古刀 然后对着墙上就开始开凿 砰砰砰 叶峰看到这些紫色魂石如此珍贵 准备将它们全部敲下来带走 如果这些紫色魂石 能够对千道流和其他供奉叔叔有效就好了 供奉殿这些人都修炼了很久 他们的积累已经够了 但是一直困在某个境界无法突破 如果有这些紫色魂石 给他们踢灵门一脚 很有可能晋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片刻之后 这些骷髅战士 顿时向所有紫色魂石都敲下来了 一共有五百块紫色魂石 叶峰全部将之全部放入空间魂倒器中 随后便往矿洞外面赶 也不知道唐笑那几个家伙 被古龙生撕了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得陪他们好好玩一下 逼他们将所有浩天宗的外门弟子召集回来 以锅端了 叶峰从矿洞里面出来 目之所及之处 外面一片狼藉 几乎被战斗打成了一片废墟 唐笑等封号斗罗迎战十八位条古龙 其中那三位封号斗罗长老已经身受重伤 肉身都几乎被撕碎了 只在旁边苟延残存地活着 唐笑倒是挺令人意外地 利用自身的身法 以及强大的浩天锤 跟那些古龙在周旋的 虽然身上也挂了彩 但是并没有太多的伤痕 真不愧是浩天双星之一 这一份天赋也没有谁了吧 比起唐浩来也丝毫不差 下方那些魂斗罗弟子 则和骷髅战士战斗 局面也是一面倒的趋势 骷髅战士追着浩天宗的弟子来看 根本无法阻止骷髅战士的攻势 怎么说呢 或者 这并不能算是一场战斗 而是屠杀 单方面上面立屠杀 叶峰嘴角一勾 猛然将目光看向唐三 只见此刻唐三身体颤抖得很厉害 双眸露出红色的胸光 身体周围已经布满了杀气 看着浩天宗的人一个一个死亡 唐三心头就气得直打哆嗦 无名的愤怒在心底不断盘旋 只想他一直理解不了 气急攻心 但是现在的话 他好像有点能理解了 浩天宗虽然毕山了 但是有野心的唐三 一直都将浩天宗 当成是自己的根脚 亦是自己未来成长过程中 助力的存在 但是现在 这一切都被叶峰破坏了 唐三气得牙齿 都快要崩碎了 但是又无可奈何 叶峰目光看在唐三身上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唐三这么生气 在心里就非常高兴 甚至还有些得意 果然快乐都是建立在 别人的悲伤之上的 唐三 你不用害怕 放心吧 我暂时不会杀你的 因为我答应了小五 留你一条狗命的 唐三没有说话 只是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这时候 唐笑好像留意到 叶峰的存在了 猛然抛弃了这些古龙 转个身来 对着叶峰发动攻击 身体迅速飞过来 手中新红色 带着闪电的浩天锤 如同一座大山峰一样 向叶峰砸来 叶峰脸色未变 背后一道血红色的圆轮升起来 那是他的死灵五魂 你这是找死 叶峰冷冷一声 圆轮忽然发生变化 由圆形 忽然变化成一柄枪 血红色的长枪 名字叫做血枪 血枪如同地狱之矛 上面全是毁灭信息 里面带着疯狂的符文 符文也是最红色的 仿佛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一样 给人一种邪魅的妖艳感 叶峰 既然你不给我们浩天宗活路 那么即便我身死 也要拉上你垫背 唐浩冷冷地开口 手中的浩天锤不停 声音中威势更甚 想拉我垫背 就你也配 今天我倒想看一下 你的浩天锤有多硬 叶峰对着外面的古龙摆了摆手 那些古龙收到了叶峰的命令 顿时停下了攻击 盘旋在天空之中 腾云驾雾 目露凶向地看着下方的唐浩 如同一个最忠实的侍卫一样 等待着主人新的命令 一旦主人的命令来临 就立马从半空中俯冲而下 将对方撕碎 叶峰手中一握 将血枪掌控在手中 死灵的气息随之爆发开来 让他看起来 好像从地狱归来的神魔 面对攻击而来的浩天锤 他截然不拒 猛然抬起头 手中的血枪随之对着浩天锤捅上去 虽然他也知道 跟一个锤子比力量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 但是他就是想试试 想要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而且他拥有伤害转移技能 只要召唤物不死绝 便不会死 也不用担心自身生命安全问题 轰隆隆一阵巨响传来 叶峰手中的血枪向浩天锤撞去 发出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 一股巨力传来 但是却毫发无伤 伤害转移发生的作用 将自己身上受到的伤 转移到其中一名骷髅战士上面 骷髅战士脑海中的头脑盖 出现了一丝裂缝 叶峰伫立在原地 手中拿着血枪 有些微微颤抖 现在以他的实力 根本打不赢唐笑 唐笑是97级超级斗罗 现在他只是魂斗罗巅峰而已 面对一个超级斗罗 实属有些艰难 如果不是他有伤害转移天赋 刚刚那一击 可能自己已经身受重伤了 殊不知 唐笑心中更加震撼 虽然在刚才的对峙中 他是取得了胜利 但是他也受到了不轻的伤势 血枪具有破甲的效果 竟然连带着隔山打牛 血枪上面的死灵之力 透过耗天锤攻击到他身上 让他全身猛然打了一个寒碜 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 但是在死灵气息的影响下 他的反应速度 却变慢了很多 而且 更令唐笑恐惧的是 叶峰虽然真的是毫发无伤 怎么可能 他明明只是一个魂斗罗 怎么可能会毫发无伤呢 唐笑有些怀疑人生 随后又想起了 叶峰在武魂广场上 遭到其他斗罗的攻击时 也是毫发无伤的 身体直接僵住了半秒 麻的 这怎么打 叶峰都是无敌的 而且还拥有那么多召唤物 继续打下去 也只是送而已 还来吗 叶峰嘴角微微一笑 身后浮现着八个新红色的魂环 全都是十万年魂环 到目前为止 他只用过前三个魂环 还没有人能够逼到他使用第四个魂环的 唐笑心底恐惧到极点 即使留在这里的话 肯定也是死路一条 六代长老都没了 他也不是什么愚蠢的人 非要跟浩天宗共存亡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现在 他只想逃离这个地方 唐笑没有再说话 而是转身就跑 叶峰也没有去追 而是对这个十八条古龙下令 对浩天宗进行全面屠杀 因为他在浩天宗山门处的断崖上 也埋伏了九条古龙 如果唐绍想要逃跑的话 那必然会遭到那九条古龙的伏击 到时候必死无疑 叶峰站在原地陷入了沉思 到此为止 浩天宗内所有人都基本上死光了 肃清计划第二阶段也到此为止 接下来 就该立财决殿了 没错 叶峰之所以来灭浩天宗 主要是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去五魂殿做事 肃清五魂殿的敌人 第二个目的就是立财决殿 如果他没有任何攻击的话 比比东是不会同意他立财决殿的 但是现在肃清了浩天宗为五魂殿除去了一个大敌 这一份功绩足够立财决殿了 叶峰在浩天宗内待了一周 将浩天宗上上下下的所有东西都翻了一遍 将所有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都收集起来 带回五魂殿 至于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他准备将之复之一具 让之跟着这数千浩天宗的弟子化作灰烬 永远深埋在这座山脉上 浩天宗上男女老少全都被杀了 后面叶峰在浩天宗上 找到了一个类似浩天令一样的手谕 然后他就伪装唐孝的笔记 向浩天宗在外办公的地址 发出了召集令 让他们返回浩天宗 虽然在外办公的弟子 一般都是比较弱的弟子 对五魂殿造不成任何威胁 但是野草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养虎中为患 能够斩草除根 最好就斩草除根 如果实在有一些不被发现的浩天宗弟子 那就算了 又过了一周时间 陆陆续续有在外办公的外门弟子 接到假冒的手谕之后 返回浩天宗 叶峰统统都将他们处死了 然后又留下五百骷髅战士 在矿山中镇守里面的魂脉 等他回到武魂殿之后 会派出新的弟子过来接管魂脉 到时候 他就能将这些骷髅战士收回去了 至于唐孝 两周前 唐孝就被埋伏在断崖下方的古龙撕碎了 让叶峰的魂力增加了不少 死灵武魂也再次升级 现在 他能召集五千名魂斗罗巅峰的骷髅战士了 但是魂力依旧没有升级 仿佛到了瓶颈一样 叶峰待在魂斗罗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始终都没有突破封号斗罗 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只能暂时不管这个问题 等回到武魂殿成立才决定之后 到时候 再查一下秘籍 看看自己迟迟没有突破封号斗罗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天早上 叶峰和唐三从浩天宝走出 直接原路返回武魂殿 这一次的收获已经够大了 他不想在外面节外生枝 所以 一路上 叶峰并没有停留 仅仅半天的样子 他就返回到武魂城了 然后直奔供奉殿走去 他要将自己在浩天宗所做的事情 告诉自己的爷爷 供奉殿的大门没有关 宫殿内 只有大供奉和光灵供奉在 大供奉是天使神殿的大祭司 装扮依旧跟之前的差不多 穿着一套大供奉套装 显得颇为威严 光灵供奉穿着一套大红袍 97级超级斗罗 擅长使用寒冰之力 是供奉殿里面 最擅长使用弓箭的人 不过也是一个十足的老顽童 平时非常贪玩 小时候 叶峰就经常跟光灵供奉 一起去星斗大森林里面打练 千道流爷爷 光灵爷爷 叶峰直接走了进去 正在千道流和光灵旁边 不卑不亢地开口 虽然声音中有些冷淡 但是最基本的礼仪还是有的 叶峰 你来了 看来 你去浩天宗的计划完成得非常不错 千道流抬起头 看了叶峰一眼 淡淡地开口 哦 爷爷 何以见得呢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叶峰有些好奇地问 虽然他灭了浩天宗 但自认为自己没有走漏消息 那还用说吗 我收养的孩子出手 灭一个浩天宗 还是简简单单的 千道流笑了笑 其实他是猜的 不过 他不认为自己会猜错 因为叶峰的强大 令他都感到忌惮 而且 叶峰是死灵魂师 义人即天灾 虽然浩天宗里面 还有很多弟子 甚至封号斗罗 也有六七位 但是叶峰 可是能够无尽召唤 骷髅的存在 第一魂魂 更是能够召唤 十万年的远古古龙 他一个浩天宗 根本挡不住 真不愧是我爷爷 对我挺了解的 叶峰笑了笑开口 随后顿了一下 抬起头看了一眼 千道流爷爷和光临爷爷 我这次回来 除了汇报一下任务之外 还有两件事情 要跟供奉殿说的 哦 你说 千道流心头一跳 人都骂了 就是这种味道 每次叶峰这样说的时候 都意味着要搞事情了 求求你省省心吧 你都是千任雪的未婚夫了 还一点都不省心 刚去浩天宗 搞完事情回来 现在又来搞新事情对吧 千道流在心里诽谤一声 虽然他很讨厌 每次都要给叶峰擦屁股 但是对于自己 收养这个孩子 还是挺喜欢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浩天宗发现了浑石 浩天宗后山那里 就有一座矿山 矿山里面的魂脉 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浑石 说着 叶峰就将自己收集到的 紫色魂石拿了出来 并且给千道流爷爷递过去 千道流爷爷闻言 瞳孔猛然缩了一下 双眸中露出一股难以置信 眼睛睁得大大的 此话当真 魂石是斗罗世界的一个传说 作用跟灵石差不多 魂石里面蕴含有丰富的魂力 魂石吸收了魂石里面的魂力之后 修为会得到大幅度的增长 五魂殿寻找的魂石很久了 一直都没有找到 没想到 他居然在这时候听到了魂石 魂石可是一个宗门的重要战略物资 这让他如何不激动 爷爷 你眼前这个就是紫色魂石 是不是真的 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浩天宗还有无数类似的魂石 只不过那些魂石的品质低一点 是白色的 而不是紫色的 看着叶峰笃定的样子 千道流顿时知道对方有地放食 激动地从叶峰手中 拿过一块紫色的魂石 然后就开始尝试 吸收里面的魂力了 光临爷爷也非常激动 同样拿了一块紫色魂石过来吸收 将魂力导入魂石里面 将魂石里面的能量引导出来 仅仅一刻钟过去 千道流爷爷和光临爷爷 顿时高兴地跳起来 几十年以来 他们都来没有露出过 那么高兴的笑容了 这真的是魂石 赚大发了 而且这种紫色的魂石 对封号斗罗的魂力 也有一定的提升 叶峰 你真的是我们武魂殿的复兴 只要武魂殿有了这些魂石 作为基础 足以领先斗罗其他宗门数个时代 千道流和光临 高兴地像的孩子一样 爷爷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而且我准备 无偿献蝶武魂殿使用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叶峰笑了笑开口 哦 什么 条件 千道流心中的高兴 忽然退却了不少 前面半句话不是重点 后面的才是重点 而且他又很了解 叶峰的性格 可是半点亏都吃不得的人 而且为人足够狠 恨不得将天捅破 就叶峰这种性格 所提出来的条件 恐怕会很难办 我要在武魂殿 设立一个裁决殿 千道流文言 正了一下 他就是裁决长老 但是武魂殿中 只有教皇殿 供奉殿 以及长老殿 从来没有裁决殿的 裁决长老 也只有一位 现在叶峰居然想要成立裁决殿 他有点不明白 意欲何为 哦 那你详细说说心中所想 叶峰顿了一下 随之开口 爷爷 如今我也长大了 也想为武魂殿出一份力 但是现在 我在武魂殿中 却没有担任任何职位 所以 想要成立裁决殿 给给武魂殿和爷爷分担一下 千道流顿了一下 沉默了下去 没有说话 反而是旁边的光灵供奉 将话接过来了 叶峰长大了 想要为武魂殿做事 这是好事情 我们应该支持他 光灵依旧像小时候一样 给叶峰支持 充满仁慈而又可爱 这时候 千道流淡淡的声音传过来了 那你想成立什么样的裁决殿呢 裁决殿是裁决长老权力的延伸 其中作用跟裁决长老差不多 但是权力却更加大 首先我说一下裁决殿的职责 在裁决殿里面没有教皇 圣女 少主 供奉之分 他的职责只有一个 那就是 肃清所有一切跟武魂殿敌对的人 只要确定了是武魂殿的敌人 那么万物都可杀 叶峰说到这里 声音停顿了一下 如了如动嘴巴 滋润了一下喉咙 声音又继续传过来 同时 裁决殿也拥有肃清内部敌人的权利 比如说 如果我觉得教皇不称职 或者做出了对武魂殿有害的事情 我有权利罢免教皇的职位 甚至可以有权利击杀教皇 牵到刘文言 眉头皱成了穿字 说句实话 现在武魂殿挺稳定的 在教皇比比东的治理下 也在蒸蒸日上 他很喜欢这种稳定的感觉 但是现在叶峰却提出了 要成立裁决殿 一旦成立裁决殿 必然会动到长老殿 以及教皇殿的蛋糕 比比东 以及那九位长老 可不会那么容易答应 其中涉及了很大的权利博弈 这不是他喜欢看到的 叶峰抬起头 看了一眼千道刘爷爷 顿时猜到了对方的想法 千道刘爷爷的理念 跟自己不一样 千道刘秋文 当初自己儿子 被比比东吞噬了 都能忍下去的人 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 懦夫所为 做事情都唯唯懦懦 实则有失裁决长老的风范 叶峰的理念比较激进 他希望通过改革 让武魂殿 走进更辉煌的时代 甚至他还想推动武魂殿 成立武魂帝国 最后达到普天之下 莫非黄土 率土之兵 莫非黄尘的地步 日月所召之处 皆为武魂殿国土 这个裁决殿 是他手握权力的存在 以后如果比比东犯傻 他就可以罢免比比东 还真是非成立不可了 而且叶峰沙昊天宗有功 发现魂石有功 还有一系列 其他的功劳 再加上自己是供奉殿出生的 爷爷还是千道刘 只要得到千道刘爷爷同意 在武魂殿内成立裁决殿 基本上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即便教皇和长老 反对也无效 叶峰 这个裁决殿非得成立不可吗 我觉得武魂殿里面 有裁决长老已经够了 而且我这样裁决令给了你 相当于你就是上一任裁决长老了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陷入内耗之中 果然是如此 听了千道刘的话之后 叶峰顿时知道自己的爷爷又懦弱了 虽然没有明确拒绝自己成立裁决殿 但是说话语气以及话语间 都侧面说明了不同意 当然 裁决殿还真是非成立不可了 就算爷爷 你现在不同意我 我也会想办法暴力成立裁决殿 叶峰不容智慧地开口 千道刘懦弱 连杀自己儿子的仇人都不敢杀 比比东恋爱脑成就了玉小刚 制造了武魂殿的头号大敌 长老殿以及供奉殿殿 都有某种陷在骨子里的懦弱 改革势在必行 只有改革才能改变武魂殿 甚至改变整个斗罗大陆 现在斗罗大陆 还是被天斗帝国和日月帝国把持 里面充满了贵族以及皇室的气息 平民难以出头 人世间充满黑暗 各种愚民暴政 比起前世的人类文明来说 差得不是一心半点 甚至可以说斗罗大陆上 还算不上一个文明 只是在蛮夷的自我厮杀的原始时代 只有在万年之后浑倒科技的发展 才有那么一点文明的迹象 当然 这倒也不是说叶峰想要为那些平民出头 而是他想要将这个世界 变成自己想要那个样子 这时候千道刘淡淡的声音又传过来了 叶峰 你永远都是那么强势 这样内耗有什么意义呢 叶峰摇了摇头 爷爷 不是我强势 而是你太懦弱了 改革才能让五魂殿进步 五魂殿想要光耀万事 那就必然变成一柄剑锋 团结一致 将所有障碍都清除 这样 五魂殿才会迎来一个真正的盛世 千道刘文言 许是心头被触动了一下 深深地沉默了下去 是我太懦弱了吗 也许吧 老了 叶峰有手段 有魄力 更加杀法果断 甚至比比比东更有能力 当然也更狠 罢了 如今的时代是年轻人的 我就将它交给年轻人吧 老一代的想法 不应该成为年轻人思想的禁锢 叶峰 我同意 你成立才决定 但是比比东教皇那边 可能会有些麻烦 到时候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叶峰文言 心头大喜 嘴角经不住露出淡淡的笑容 只要供奉殿答应了 五魂殿其他部门都问题不大 要知道 七大供奉联合在一起 可是能够罢免教皇的 那太好了 谢谢爷爷 叶峰激动地开口 只要设立了才决定 他心中的一些想法 也可以实现了 既然五魂殿不愿意前进的话 那我就推着他前进 这个世界 也是时候该改变了 推动五魂殿立国 才能改变那该死的贵族制度 让五魂殿之名 响彻天下 他是一名死灵魂师 拥有无穷无尽的亡灵 只有在大型的战争中 才能彰显出自己的意义 既然世界不改变 那我就改变整个世界 不用客气 谁叫你是我的孙女学 而且刚才你那句话 深深打动了我 或许这些年我真的太懦弱了吧 千道流叹了一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 心底忽然陷入了一股内疚之中 也许当初 自己看到自己儿子 被比比东吞噬的时候 态度能够强硬一点 或许结局都会有所不同吧 或许当初 自己带领供丰殿的兄弟们 杀上好天宗 为自己的儿子报仇 或许结果也会有所不同吧 懦弱吗 好像我真的有点懦弱 很高兴 爷爷你能够明白到自己的不足 懦弱只会滋生腐败 令那些刁民 骑在你头上 只有将自己打造成剑锋 令敌人恐惧 五魂殿的疆土 才会不断扩张 叶峰蒸蒸冷语 爷爷老了 希望以后五魂殿会更加强盛吧 你的杀气太重了 与我们天使 一脉的教义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决定 是对还是错 千道流喃喃一声 说话也有一些这一句 那一句的 声音有点百搭 爷爷 你放心 这绝对是你最正确的确定 在我的目光中 已经看到了 五魂殿持枪侧马 成立五魂帝国 天下莫敢不从 希望如此 千道流叹了一口气 随后 叶峰便离开了 他已经确定好这件事了 接下来就等千道流 爷爷安排就行了 等安排好之后 才决定成立 那就是他大掌宏图的时刻 叶峰回到自己的宫殿 然后盘西在蒲团上 开始第一次认真的修炼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缺少修炼功法的原因 每次他修炼的进度都很慢 而且 上次他图了浩天宗满门 魂力也没有升级 只是死灵五魂升级了而已 叶峰开始考虑 是否要找一个高级功法 来修炼一下 斗罗大陆上的功法 也太拉垮了 要么就自创 要么就靠系统奖励了 随着时间推移 一周时间瞬间过去了 虽然叶峰的修为 有了一定的增强 但是并没有产生质变 叶峰也不急 缓慢地等待着 忽然 一位红衣主教走过来 跟叶峰说 五魂殿召开最高会议 让叶峰去参加 叶峰双猛猛然睁开 终于来了 跟着红衣主教 来到供奉殿 供奉殿上方 坐着大供奉千道流 左右分别是比比东 以及金鳄斗罗 下面分成两圈 第一圈是供奉殿的供奉 第二圈是长老殿的长老 第二圈末尾位置 还多了一个 穿着紫色长袍的教官 这个便是五魂学院 现任院长 这部分 就是五魂殿核心中的 绝对核心 叶峰 你来了 千道流坐 在高台之上的供奉座上 率先地露出一个 和蔼可亲的笑容 叶峰正想要回答 旁边就传来了长老们 窃窃私语的声音 魔雄长老 真是好大面子 让我们全部人 再等你一个 鬼报长老 就施压做事情 都不分轻重缓急的 现在是供奉殿 召开的至高会议 就连这都迟到 实在是太没礼貌了 举斗罗和鬼斗罗 相互对视了一眼 他们没敢再说话 因为他们是知道 叶峰的变态的 现在站出来 做跳梁小丑的话 很容易就会被对方打脸 比比东脸色阴沉 目光看了叶峰一眼 露出一丝狠毒 随后又收回目光了 就是这个叶峰杀了我的小杠 此仇不报 我就不叫比比东 很快了 现在我正在参加罗刹九口 等到罗刹九口完成 我就是人间无敌的罗刹神 别说是叶峰了 就算是供奉殿的天使一脉 也通通都得死 比比东脸色越想越阴沉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供奉殿那群老家 我一直都不问世事的 现在却一反常态 召开最高会议 这绝对是另有原因的 比比东心里 有一股非常不好的预感 叶峰自然也听到了周围 这些长老的窃窃私欲 而且也感受到了 比比东杀人一般的目光 但是他却浑然不在意 现在这些人都看不起自己 是因为自己在武魂殿内 没有救人任何职位 而且这些大多数 都是比比东的犬牙 但是 等到财决殿成立之后 这一切都会有所改变 千道刘爷爷 叶峰恭敬地对着 千道刘报了报权 随后站在旁边的位置 静静等待着最高会议的开始 千道刘举高双手 在半空中 从上面往下面一滑 众人便安静了下来 既然都到齐了 那么会议就开启吧 会议主要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关于浩天宗的 第二件事是关于叶峰的 说到这里 千道刘声音顿了一下 目光向下方环视了一圈 真没有任何人不敬 也没有任何人打断自己的话 心头非常满意 随后又接着开口 浩天宗的唐浩 杀死咱们前任教皇千寻集 此乃大仇 我儿一直含冤未雪 但是现在大仇都报了 我收养的孩子叶峰 一人 一武魂 上浩天宗 图浩天宗 灭宗主唐孝 并且发现了战略性物资 此乃大功 按照武魂殿的功勋规则 是可以获得家赏的 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随着千道刘的声音落下 惊恶淡淡的声音率先传过来 叶峰的功绩不可磨灭 礼应该赏赐 供奉们 该赏 长老们 该赏 千道刘顿了一下 随后将目光看向比比东 脸带笑意地问 不知道教皇是怎么觉得的呢 请发表一下意见 比比东现在恨不得杀了叶峰 哪里会同意赏赐叶峰 但是现在是供奉殿主持的 他又不得不与之虚与伪仪 叶峰确实做得有功 该赏 比比东说完之后 忽然又沉默了 因为他必须要找到一个赏赐给叶峰 要不然千道刘肯定会问 供奉殿不问世事 明面上还是自己这个教皇 掌控武魂殿 用人的任免 以及一些重要的赏赐 都必须通过 他这个教皇的认证 比比东顿了一下 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 叶峰是供奉殿的人 平日里形势嚣张 跟一个真正的供奉也没有区别了 而且手中握着裁决令 其中权力甚至比普通的供奉更要大 不如 就赏赐叶峰一个供奉吧 这样子 看似叶峰得到了非常不错的赏赐 但是其实什么都没有得到 供奉殿的权力没有任何变化 只不过是多了一个供奉之名罢了 各位供奉 各位长老 叶峰对武魂殿所做出的贡献 所有人都不可磨灭 而且 叶峰从小在供奉殿长大 不如我们就利叶峰 为第八位供奉如何 随着比比东的声音落下 整个宫殿内瞬间沉没了一下 许是空间凝固了 所有人眼睛睁得大大的 双眸中露出了一股难以置信 更有浓浓的羡慕 武魂殿的供奉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了 甚至都不受教皇的管辖 平时也不问世事 一心修炼 提高修为就行了 而且 其中的福利高得可怕 可以说 在场中的每一位长老都 想要晋升为供奉 但是 这并不是想就可以了 想要晋升供奉的话 必须要拥有强大的实力 并且要为武魂殿做出贡献 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 供奉殿的供奉 一直都是七位的缘故 想要晋升供奉的话 实在是太难了 现在叶峰才区区二十岁出头 就被赋予供奉之位了 不仅是最年轻的供奉 更是无上的荣誉 如果是他们的话 肯定考虑都不用考虑了 毕竟这实在太大诱惑了 任谁也抵挡不住 我不同意 还莫等迁道 留开口说话 叶峰就高呼一声 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因为他担心自己的爷爷 又会懦弱 到时候如果真的像 比比东所说的 只给自己一个供奉来当的话 那他恐怕会哭死 供奉就是虚职 类似克卿长老 虽然名头大得很 但是基本上无权插手 武魂殿的运作 当然某些特殊情况除外 毕竟供奉殿太强了 是超然无外的存在 如果他们想要插手的话 其他人也阻止不了 如果七位供奉联名的话 甚至还可以罢免教皇 呵呵 想得真好 居然想用这样的虚枝 来打发我 我要的可不是供奉 而是成立才决殿 我的一言堂 这样才有能力 推动成立武魂帝国 以及在那些纯女人恋爱脑饭的时候 可以实施斩立绝 随着叶峰的声音落下 宫殿内又再一次陷入了寂静 任谁也没有想到 如此香薄薄的供奉 无数人求而不得的供奉 叶峰竟然想都不想 就拒绝了 比比东脸色也变得更加阴沉了 他没想到 叶峰的胃口会那么大 现在连供奉之位都满足不了了吗 难不成 你还想要我的教皇之位不成 比比东手中的权杖 轻轻住在地面上 虽然没有说话 感到了一丝压力 教皇明显是 叶峰的贪得无厌感到不满了 千道流面不改色 目光看向叶峰 叶峰目光也正好看过来 其目光非常坚定 哎 爷爷差点又懦弱了 既然如此的话 爷爷就全力支持你吧 哦 叶峰 既然你不同意的话 那你想要什么职位 可以大方说出来 然后大家一起商讨 友好协商 叶峰看了千道流一眼 将目光收回去 看来自己猜测的不错 千道流听到教皇给自己供奉之位 又准备懦弱了 如果不是自己坚决的话 恐怕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除此之外 千道流还是一个戏精 明明早就知道自己的目标是 成立裁决店 却还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而且装的还那么像 该不会是戏精附体了吧 我要在教皇殿 供奉殿 长老殿之外 设立一个全新的机构 名字叫做裁决店 裁决店有权查阅五魂殿的一切 可以翻阅一切典籍 在裁决店中 没有教皇 圣女 长老 供奉之分 只要犯错了 那就得付出代价 裁决店 你们可以理解为一个监管机构 对内 砍叛徒 对外 肃清敌人 叶峰争争冷语地开口 声音非常笃定 似乎在说某些既定的事实一样 而且没有半分商量的口吻 李比东听到叶峰 想要成立裁决店 自然是第一个不同意的 毕竟他是教皇 谁会想自己头上 多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呢 裁决店看似没有参与五魂殿的决策 但是却能监管五魂殿 罢免教皇 这权力真的是大的可怕 正当比比东 想要表达反对意见的时候 千道流淡淡的声音 却先一步传过来了 我看可以 但是具体细节 还需要商讨一下 叶峰想要为五魂殿出一份利益 也是好事 金鹅供奉 我也同意 原本五魂殿只有裁决长老 而无裁决店 所做的事情 终究不够完美 如果有一个裁决店 监管五魂殿的话 可以避免腐朽 铲除敌人 光临供奉 我也同意 叶峰最近做出的成绩 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他有能力建立裁决店 到时候 能让五魂殿变得更好 降魔供奉 我也同意 原本比比东 是想严正一词 拒绝叶峰的无理要求的 但是现在七大供奉 都发表意见了 全票赞成 好像我这个教皇 现在反对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时候 千道流淡淡的声音传过来了 教皇 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 那这件事 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比比东顿了一下 目光阴毒地看着叶峰 冷笑一声 既然七大供奉都答应了 那又何必来问我 我答应就是 千道流假装 没有听懂比比东的阴阳怪气 直接就拍板了下来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 那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五魂殿在供奉殿 教皇殿 长老殿的基本上 新设立裁决店 叶峰为裁决店的店长 我兼任副店长 裁决店是一个新成立的部门 全程由叶峰负责 如果叶峰 想要抽掉各个部门的精英 希望你们能够配合好 不要给我打马虎眼 否则五魂殿的铁律可不会留情 虽然千道流不安逝世 但是这打一棒 给一个密枣的做法 也敲打了很多人 令很多人都畏惧了起来 长老殿非常无奈 但是也无法反对了 我等一定遵循大供奉的命令 比比东冷笑一声 我也会好好配合好叶峰的 长老和教皇都满脸答应了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的 不过 这些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裁决店成立了 供奉店成立了之后 自己的一切计划 便可以实施了 正当北明沉默的时候 比比东冷不丁的声音 忽然传过来了 既然裁决店已经成立了 那手中没些活干也不行 不如 我就将武魂学院 这个板块的工作 交给你吧 到时候 你负责培养武魂店的年轻一代 比比东冷笑一声 他让叶峰 负责武魂学院的工作 肯定是不怀好意的 武魂学院这个板块的工作 在教皇店中 算不上太重要的工作 交出去就交出去了 而且武魂学院中 全是他的亲信 比比东想要借这个机会 给叶峰一个下马威 虽然叶峰的实力很强 但是作为一个 莫得感情的死灵魂师 在感情这一块上 肯定有着某种缺陷 让叶峰去当一个莽夫可以 但是如果让其去管理 一个偌大的武魂学院的话 可能就有心无力了 虽然比比东的想法很好 但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 偷鸡不成十把米了 迁道刘文言 没有回答比比东的话 反而将目光看向叶峰 叶峰 你觉得呢 我没有问题 正好 我想调查武魂学院相关事情 当初魂师大赛 如果不是我出手的话 武魂店的就荣誉扫地了 我听说武魂学院的种子队伍 除了黄金一代之外 都是看连选择的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玩乎之手 叶峰冷冷地开口 随着叶峰的声音落下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 就是武魂学院的院长 院长姓马 叫做马院长 马院长是作者编造出来的 至于原著中的武魂学院的院长 是否姓马 已经无从考究 马院长听到叶峰的话之后 身体猛然一个机灵 随之颤抖了起来 他很清楚 现在武魂学院已经腐败不堪 当初的种子队伍 更是存在着很多的内幕 根本经不起调查 黄金一代 并算不是武魂学院最强的 但是却是武魂学院里面最有后台的 之前在魂师大赛中 原本他以为黄金一代 铁定能够获得冠军 所以就任由他们胡来了 没错 当初挑选种子队伍之外 都是黄金一代 凭借主观议员挑选的 或者说是随机挑选的 这才导致了 武魂学院的种子队伍中 除了黄金一代之外 根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 原本马院长就为了这件事 充满了内疚感 现在又听到叶峰重新提起这件事 顿时双腿都微微打战了起来 他只是一个魂斗罗而已 根本不够叶峰杀啊 怎么办 马院长差点都被吓死了 这时候 叶峰的目光正好看过来 马院长更是差点就被吓妙了 那股杀人般的目光 差点就跪下去 马院长 我只是在说武魂学院的事情 并不是真正的针对你 你双腿在抖什么 北明略带着笑意地看着对方 声音中充满了玩味 我我 我没懂 只是肌肉不由自主地颤动 马院长结结巴巴地开口 那就最好 刚刚我还以为你 做了什么亏心事呢 不过 如果你真的做了什么亏心事的话 我的裁决店可不会放过你 刚刚你也在会议上 应该知道 我的职责是什么 北明嘴角微微一勾 成立裁决店的第一件 就是仙展武魂学院 武魂学院 作为武魂店的直属学院 亦是天才的摇篮 可谓是重中之重的地方 之前却一直都没有重视 诞生了腐朽 这可是叶峰不能忍受的事情 年轻一代 可是未来的摇篮 只有年轻一代强 才是真的强 怎么会 我可是一心为了武魂学院的 根本没有做什么亏心事 马院长颤抖地回答 最好如此 叶峰说完之后 又沉默了一下 将目光看向千道流 现在是千道流举办的供奉会议 最后的拍板 肯定是需要千道流拍板的 千道流目光 在这群长老和供奉之间转了一圈 见都没有人反对 顿时就决定了下来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按照教皇所说的 以后将武魂学院这个板块的工作 交给供奉店负责 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下来 长老和教皇还等着叶峰出丑吗 自然不会反对 就这样 供奉店举办的最高会议 就这样结束了 叶峰成立了裁决店 他没有在武魂店原有的建筑上 挑选几栋建筑来当裁决店的底盘 而是选择重新建立裁决店 选址在供奉店隔壁 背靠星斗大森林 这里是魂师的世界 建造建筑的速度 自然也不是前世可以比的 短短两个月 便有一栋宏伟的建筑拔地而起 名字叫做裁决塔 裁决塔借鉴镇邀塔的灵感建造 一共分为九层 其中第一到第五层军事监狱 第六层到第九层 则为裁决店的办公地点 叶峰是裁决店的至高 自己一个人独享第九层 在裁决塔建立的时候 他也没有闲着 利用手中的权力 在武魂店内运转 很快就搭建起了裁决店的班底 裁决店共分 一店主 一副店主 108位裁决室 叶峰站在第九层裁决塔 目光看着下方 108位裁决室 现在他们正倾巢而出 全力彻查武魂学院腐朽的事情 然后再用魂石将武魂学院 打造成全天下天才的摇篮 裁决店内 没有专门的守卫 而是全部用骷髅战士来代替 这些铁血的骷髅 给人很大的安全感 这也是裁决店 跟武魂店其他部门 车水马龙 以及案机上所存放的案件 顿时一个头 两个大 虽然说他的智商在线 但是也分身乏力 现在 当了裁决店的店长才知道 原来还有那么多迫事 需要他去处理的 每天都被这些反物缠身 这可并不是叶峰所喜欢的 所以他顿时萌生了一个招聘一个人 代替自己处理这些琐事的想法 他不是一个磨叽的人 想做就做 叶峰直接从裁决塔走下来 往武魂学院走去 这一个月时间内 裁决店已经做了充分的调查 武魂学院确实是已经腐朽 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个 教书育人的地方了 而是一个贵族权柄滋生之地 在这里 没有所谓的公平 甚至参加魂师大赛的种子队伍 都是随之筛选出来的 而武魂学院的马院长 难辞其咎 叶峰此行去武魂学院 不仅是为了招聘一名助手 更是直接清算武魂学院 让武魂学院 便回最初教书育人的地方 裁决店和武魂学院的位置并不远 都在武魂场之内 叶峰仅用了半小时 就到达了武魂学院 武魂学院建设的很宏伟 周围都是各种极其奢华的建筑 拔地而起 尤其是中间一个碉堡式的建筑 建筑共分六层 每一层都代表着不同年纪的学生 这个碉堡式的建筑 是武魂学院最重要的场所教学楼 旁边建有一个巨大的演武场 演武场中挤满了武魂学院的学生 所有人都站在上面 马院长站在舞台最上方 下方是武魂学院学生所列的方阵 各个年纪的学生都有 只见马院长如了如嘴巴随之开口 你们都是我们武魂学院的学生 亦是武魂店的天才摇篮 从今天开始 学院所提供的修炼资源 天才地宝通通翻倍 你们都给我用尽全力修炼 每一位学生都争取在一个月内 晋升一个等级 马院长之所以让修炼资源翻倍 是因为他察觉到了裁决店 正在频繁调查武魂学院的仓库 其中仓库是他在管理的 当初教皇不管 他便饱足私囊 私吞了很多修炼资源 现在武魂学院换成了裁决店负责 这个裁决店的店长 似乎不是那么好对付 马院长顿时在想补救措施 刚刚给学生们提升修炼资源 这就是他所提供的补救措施之一 我擦 院长大人 你终于大发慈悲了 将修炼资源翻倍 那我今年肯定可以直接提升魂王级别 这个铁攻击终于下蛋了 爽啊 能够获得双倍修炼资源 看来今年我不用留纪了 武魂学院的所有学生 瞬间一阵沸腾 在后方观看着马院长表演的叶峰 顿时看不下去了 之前从来都没有提升过修炼资源 现在裁决店才决定接手管理武魂学院 你就提升修炼资源 如果说其中没有猫腻的话 就算是狗都不相信 不过 叶峰并不擅长扯皮 而是一个实干家 现在也不想跟对方进行扯皮 而是准备用最简单 最直接粗暴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叶峰腾空一跃 从地上跳起 在半空中缓慢滑落 落在地面上 正好稳稳地站在舞台之上 忽然眼睛睁大 就像塞进了一个咸鸭蛋一样 满脸不可思议 这人是谁 怎么出现在舞台上 而且还跟马院长站在一起 这该不会是搞事情的吧 马院长才刚答应 给我们翻倍修炼资源 咱们都小心一点 说话慎言 小心祸从口出 说句实话 我挺好奇 出现在舞台上那个人的身份的 与此同时 马院长看到叶峰出现时 身影猛然就抖了一下 好像世界上震动最厉害的频率计一样 一股莫名的寒意 从脊椎处直升脑门 非常难看 马院长甚至还有些想哭 才决定的店长怎么出现了 恐怕是来者不善了 马院长是开过至高会议的 所以知道叶峰是谁 跟其他那些吃瓜的听众感官 完全不一样 我都快被吓死了 你们还在好奇 马院长颤颤巍巍的走到叶峰面前 叶峰大人 不知道你光临舞魂学院 有什么问题呢 叶峰站在原地 没有回答马院长的话 现在舞魂学院已经腐朽 到处都是讲后台 讲贵族 讲为人处事 真正的天才已经埋没 根本无法出头 这样他都挺气愤的 上岸第一件先斩舞魂学院 让舞魂学院成为舞魂店 真正的天才摇篮 两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我希望你 能够退任舞魂学院院长的位置 然后回家安心养老 要不然后果你是知道的 你也知道我的职责 以及我的职位 如果我没有证据 不会站在这里跟你说话 当然 如果你认为我没有证据 也可以跟我死磕到底 叶峰说完这句话之后 没有接着说下去 而是略带着笑意的盯着马院长 现在对舞魂学院的改革 势在必行 他得感谢比比东 将舞魂店的未来 送给了自己 等他完全掌控舞魂学院之后 将无数魂石堆上去 舞魂店将会迎来真正的盛世 马院长闻言 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自从才决定成立之日起 他就预感到 这一日终究会来临了 但是没想到 这一天会来得那么快 一点补救措施 都不给他补 沉默了一会 马院长就像泄气的皮球一样 浑身都充满了一股绝望 以及愧疚 如果当初我尽职尽责 做好院长的责任和义务 没有保重私囊 也没有任由黄金一带随意乱来 没有让贵族之风四行 或许最后的结果会不一样吧 马院长心里有一丝后悔 我愿意听从才决大人的命令 你是一个明智的人 交代一下就下去吧 我会接管过你舞魂学院院长之位 后面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 叶峰抬起头看了马院长一眼 马院长还算拾去 没有挣扎 要不然 他会让他知道 才决店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 随着叶峰的声音落下 舞魂店上其他学员以及学生 瞬间炸锅了 如同一颗最大当量的核弹在人 钟乍响 他们伸手扣了扣耳洞 难以置信地听到这个消息 眼前这个人是谁 到底有什么权利 舞魂学院一直都是教皇比比东 亲自管辖的 眼前这个人好大口气啊 一来到舞魂学院 就让舞魂学院的院长下台 演舞场上所有人窃窃私语 与马院长不一样 他们没有去开过供奉会议 并不知道叶峰是财决店店长 马院长文言垂头丧气一声 浑身传来一股酥柔感 好像被抽光了所有力气一样 但是他要咬咬牙坚持着 举起双手 从半空中往下一挥 现场中所有人就安静下来了 马院长的声音中带有一种皮态 各位 我旁边这位叫做叶峰 是财决店的店长 现在舞魂学院归财决店负责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我即将卸任舞魂学院院长这个职位 到时候负责给叶峰交接好工作 至于新院长 以及舞魂学院其他工作事项 全部交给财决店负责 虽然马院长也不愿意就这样退休 但是没有办法 很多东西根本没有办法弥补的 做错了事情 就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现场中 和比比东料想中的情况截然不同 原本比比东是想用舞魂学院来为难叶峰的 但是没有想到叶峰凶名在外 来到舞魂学院之后 轻松就接管了舞魂学院 类似下马威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相当于白将舞魂学院送给了叶峰 叶峰竟然就笑纳了 在舞魂学院马院长的介绍下 舞魂学院很容易就接纳了叶峰 然后干脆就给叶峰当成了这次的主持人 叶峰站在舞台上 往下面巡视了一眼 现在舞魂学院新任院长 他还没有选好给谁了来继位 他只好暂时担任代理院长的职位 当然 他也不可能一直都当院长 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现在裁决店的事情 都让他们忙得焦头烂额了 舞魂学院的事情 就更加忙不过来 各位 我是裁决店的店长叶峰 现在我暂代院长一职 宣布两件事 第一件事 建立舞魂学院天交榜 按照榜单设立修炼资源制度 排名越靠前 所获得的奖励就越高 甚至还能获得魂石奖励 在舞魂学院不相信眼泪 也不相信贵族 只要你实力足够强 就可以获得足够多的修炼资源 并且有机会加入裁决店 第二件事 下周裁决店将举办精英赛 舞魂学院内部前三甲的成员 将会分别获得一块十万年魂鼓奖励 并且有机会加入裁决店 第三名之后 奖励各种各样的修炼资源 精英赛不设立任何限制 只看最后的结果 谁胜谁负 随着叶峰的声音落下 舞魂学院中瞬间又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这一场风波丝毫不弱于 刚才废舞魂学院院长的风波 叶峰刚上任 宣布这两件事 就赢得了大部分学员以及老师的认可 按照排行榜分配修炼资源 既能保证了最大程度的公平 而且又能激发学员们的修炼热情 再有那个精英赛 居然奖励十万年魂鼓 这可是所有人想都不敢想的 大部分封号斗罗都没有十万年魂鼓 而他们只需要赢得比赛 就能获得十万年魂鼓 其中的诱惑可想而知 别说是学员们了 就连是舞魂学院的老师 都对大赛的奖励充满了贪婪 只不过叶峰的比赛规则中 可不包括老师 这些老师已经耗尽了全力 在未来中成就有限 叶峰重点培养的是未来一代 学员们看上叶峰的目光顿时不一样了 一个个目光是炽热 仿佛看向自己的偶像一般 叶峰年轻 而且又是裁决店的店长 现在裁决店已经成为 舞魂店中最热门的部门 很多年轻一代都想要加入裁决店 真的吗 那实在太好了 我一定要在精英赛中取得前三的成绩 不是为了十万年魂鼓 而是为了能够加入裁决店 你这实在太诱惑了 刚刚我还觉得 马院长的修炼资源翻倍 已经很令人心动了 现在叶峰所提出的规则 更是令人沉迷 始终无法自拔 难道就我一个人觉得学院变卷了吗 原本什么是很轻松活跃的学院风 现在却变成了内卷 一切凭借实力说话 这样子 对我这些贵族实在不太友好 是更卷了 但是又更公平了 一切凭借实力说话 所有人都有出头的机会 虽然有一些贵族 不喜欢叶峰的宣布的做法 但是还是大部分人都认可的 叶峰目光一直都留意 炎武场上的学员 当他目光看到队伍最后方 一个穿着灰色衣服清秀的女学员 目光忽然亮了少许 因为刚刚他从对方身上了 感到了一股强烈的波动 这波动甚至达到了魂王境界 然后这股波动便消失了 等叶峰再次看过去时 对方竟然只有大魂师修为 但是他又无比确定 刚才自己绝对不会看错的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答案只有一个了 那就是那位穿着灰色衣服的女学员 在藏桌 而且连他都看不穿 其真正的修为 可想而知 其绝对有过人之处 叶峰顿时萌生了 想要招聘对方 作为自己小助理的想法 让他代替自己处理 才决定的杂物 但是想要成为自己的小助理 可不会那么简单 除了要拥有超强的实力之外 还要拥有非凡的头脑 以及吞并天下的野心 马院长 队伍最后穿着灰色衣服 那位女生叫什么名字 叶峰不动声色地问 马院长抬起头看了一眼 报告叶峰大人 你所说 那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女生 叫做月琉璃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生 不值得过多关注 叶峰文言 脸色僵了一下 这武魂学院的院长 做得真是非常不称职 居然没有连月琉璃的藏桌 都没有看出来 不过 马院长的教学生涯 也该到头了 给我重点留意一下这个学生 如果可以的话 重点培养 不要让他在武魂学院 受到任何委屈 刚说到一半 好像想到了什么 连忙又摆了摆手 算了吧 还是由裁决店的人看着吧 叶峰已经信不过 武魂学院的院长了 武魂学院需要彻底改革 一切贵族制度和皇室制度 都要不得 是 马院长微微点头 随后 叶峰便带领两位裁决使 一直来到了武魂学院资料库 在里面翻阅关于武魂学院的 发展状况 以及人员名单等信息 一切都需要重塑 他要找出最强的七人 将其打造成武魂殿七怪 叶峰重点翻阅了月琉璃的信息 月琉璃 出生地 武魂城贫民窟 武魂 血月 魂力 三十六级魂尊 培养潜力 低 血脉纯度 不明 家庭信息 父母信息均未知 小时候是被野狼养大的孩子 后面来到武魂城之后 被一名乞丐收养 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 进入了武魂学院 叶峰扫了两眼 月琉璃的信息重归重举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是他坚信 刚才自己的感觉 是不会错的 对方就是一个在藏桌的灰姑娘 其中 实力应该可以问鼎 武魂学院学院的前三甲 当初在种子队伍中 居然没有选到月琉璃 这可真是讽刺 武魂学院的强者学员 没有选上 反而选上了那些米虫 之前黄金一带 和武魂学院 真的有问题 叶峰又看了两眼之后 便将月琉璃的信息拿走了 并且重点让一位裁决使 关注月琉璃的情况 如果考核合格的话 他就选择月琉璃 作为自己的裁决助力 替自己处理一些杂事 当然 大方向还是他来抓的 回到武魂殿之后 叶峰就往供丰殿走去 虽然现在他成立了裁决殿了 但是还是经常去看 自己的爷爷的 毕竟 自己可是拱了千刃雪 这颗大白菜 看看千道流爷爷 还是可以的 供丰殿大门敞开 千道流坐在供丰殿座位上 平时他都不会离开这里 因为旁边就是天使殿 他是天使殿的大祭司 必须守护好天使殿 千道流前方 站着一位红衣主教 红衣主教许事有些畏惧 声音有些微微诺诺的 目光有些躲闪 其实他的身份 不只是红衣主教 更是裁决殿的 108位裁决使之一 当初叶峰一手提拔起来了的 但是少有人知道的是 这名红衣主教 亦是千道流的亲信之一 他负责侦查比比东 和蓝店霸王龙家族的动向 今天刚刚好有重大发现 原本想要禀告 裁决殿店长的 却被千道流发现了 提前拉来了供丰殿 原本叶峰 想要直接走进去的 但是看到自己的裁决使时 顿时停住了脚步 站在大门阴影处 隐藏自己的身影 直觉告诉他 这里面肯定会有大秘密在里面 千道流前手扶着额头 眉头皱得很深 刚刚红衣主教给他讲的消息 实在是太震撼了 如果这个消息为真 并且被叶峰知道的话 这个世界必然会大乱起来 这可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叶峰在五魂殿成立了裁决殿 已经导致五魂殿内卷很厉害了 如果再听到这个消息的话 千道流沉默了一下 忽然开口 刚刚你说的 可是真的 红衣主教沉默了一下 随之重重地点头 副殿长属下所说的句句属实 我才觉使名下的人 亲眼看到了比比东 每周都偷偷前去蓝殿霸王龙家族 具体事项不明 而且蓝殿霸王龙家族频繁易动 好像跟天斗的皇室 和新罗帝国的皇室来往密切 其中不知道隐藏了什么秘密 许是害怕千道流不相信 红衣主教又将刚才所说过的话 重新复述了一遍 躲在门口阴影处的叶峰 也将这件事 一字不落地听了下来 不过 他暂时不准备出现 因为他想看看自己的爷爷 是否已经改变 是否还和之前那么懦弱 比比东 蓝殿霸王龙家族 这两件事拼在一起 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上岸第二件的目标 似乎是有了 这时 千道流沉默了一会 忽然将目光 看向眼前这个裁决时 露出一股和蔼可亲的笑容 小牛啊 你跟了我多久啊 红衣主教不明所以 内心渐渐有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从小便跟着大供奉 我的命也是大供奉救的 那就好 当初我也没有亏待你 所以 我让你帮我做一件事 你也肯定会答应我的对吧 千道流继续笑了笑问 当然会 即便大供奉 叫我现在去死 我也在所不辞 红衣主教说话声音 铿锵有力 虽然他也很怕死 但是知道 这是一个难得表示忠心的机会 所以 没有任何犹豫 就直接说了出来 反正说谎又不用钱 何乐而不为呢 那就好 那我需要你保守秘密 不要将比比东和蓝电霸王龙之间的事情 告诉叶峰 甚至不能告诉才绝电的其他人 千道流脸上依旧挂着一个笑容 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但是 那位红衣主教看见了 却好像看到了一个充满笑容的恶魔一样 似乎 如果自己敢说一个不字的话 恐怕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但是他又有些犹豫 才绝电的店长可是叶峰 叶峰可不是什么善差 而且 才绝电自从成立之日起 就是叶峰的一言堂 他们这些裁决使 也是仅需对叶峰负责 千道流只是一个挂名 或者说是虚职 现在千道流让红衣主教所做的事情 无疑是被判了才绝电 这是万万不可饶恕的 而且他很清楚叶峰的手段 如果被叶峰知道了之后 他根本没有任何活路 红衣主教脸色皱得很深 眉毛经不住 开始一步一步地颤动 现在 他陷入了一个进退为谷的境地 似乎 前一步是地狱 后一步也是地狱 片刻之后 千道流看到红衣主教没有任何反应 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怎么 我说话 你没听到吗 还是说 你准备违背我的话 千道流冷冷地开口 他始终恪守天使一脉的祖训 身为天使 就该肩负天下苍生 守护这一方世界 能够破格让叶峰殿成立裁决殿了 都是很难得的一件事了 成立裁决殿 意味着很多都需要变革 而他比较喜欢稳定 现在红衣主教汇报这件事 甚至会比成立裁决殿更可怕 如果被叶峰知道了 不但比比东会遭到清算 就连蓝殿 霸王龙家族 以及两大帝国 都会遭到波及 这可是真正的天下大乱啊 叶峰灭掉了浩天宗 浩天宗是一个封闭的宗门 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比比东 蓝殿霸王龙 天斗帝国 新罗帝国 这些都是斗罗大陆的大人物 一旦动了他们 整个斗罗大陆都会颤抖几下 嗯 怎么说呢 就是跟用最大当量的核弹 投入大海里面没有什么区别了 千道流犹豫了一会 终究还是软弱了 他不希望 这来之不易的稳定 又被破坏 导致世界大乱 红衣主教听到千道流的话 猛然一击灵 如同即将待宰的积压一样 浑身骨头都在不断打颤 冰冷的寒意 如同将灵魂都冻着了一样 令人感到非常窒息 红衣主教还不想死 面对逼人的千道流 红衣主教心中 最后一丝底线都消失了 我答应你 将这件事烂在肚子里面 绝对不会给叶峰说 嗯 这才是好孩子 千道流脸上重新恢复了笑容 仿佛方才冷面虎不存在一样 他依旧是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家伙 而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闻言 红衣主教松了一口气 原本悬在心头的一颗大石 瞬间放了下来 虽然他不知道 自己的选择对不对 但是至少 现在不用死了 大供奉 那咱们应该怎么处理 蓝殿霸王龙家族的事情 红衣主教想了想问 千道流双手敲打着座椅上的扶手 双眸动了动 交给我处理吧 蓝殿霸王龙家族 不是准备联合起来 发动动乱吗 那我就用五魂殿的身份 给他们施压 有了五魂殿的施压 我就不相信 他们还能联合起来 听了千道流的话 红衣主教还没开口 叶峰心头就微怒了 爷爷啊 你怎么又懦弱了呢 这样 不好 很不好 叶峰一步踏出 没有隐藏自己的身影 从阴影中出现 站在供奉殿中央 距离千道流紧紧半米 两人四目相对 针尖对脉盲 爷爷 为什么这是施压 而不是毁灭 叶峰冷冷地开口 看着眼前的叶峰 千道流瞳孔猛然缩了一下 他不知道 叶峰是怎么出现的 但是能够从对方身上 感到一股淡淡的危险 而且 他心里有一股 非常不妙的感觉 叶峰怎么会在 这个时候出现呢 该不会是什么 都听到了吧 叶峰 你什么时候来的 有没有听到什么 我早就到这里了 该听到的都听到了 不该听到的也听到了 我确实没想到 爷爷你居然又一次软弱了 叶峰冷冷地回答 千道流文言 叹了一口 你也不要怪爷爷 爷爷只是比较喜欢稳定 不喜欢杀戮 所以 这件事 就交给爷爷 来处理如何 我保证 将其处理得妥妥当当的 不行 我作为裁决店的店长 可没有供奉 教皇之分 虽然你是大供奉 但是也无权阻止我调查 一旦确定了 他们都是敌人的话 我会将他们一一毁灭 叶峰并没有嘴下留情 虽然他不怪懦弱的千道流爷爷 但是心头依旧感到非常失望 原本一味成立才决店之后 千道流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不再懦弱 变得杀伐果断 带领供奉店前进 没想到 还是这个结果 果然 千家都是一群改不了的脑残 千道流懦弱 千寻吉跟唐浩比锤子 千任雪利爱脑 种种因素结合起来 千家失去五魂店的统治 将五魂店交到外星人手中 也不足为奇 甚至最后还让这个外星人 将五魂店做没了 这个世界不相信眼泪 懦弱便是原罪 叶峰 你就不能听爷爷的一次吗 咱们天使一脉的教义是守护 为天下苍生着想 而不是杀戮 你这么倔强 引起世界大乱 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不能 而且 爷爷我不想再听这些懦弱的话 如果你 还是这么懦弱的话 以后我永远都不会踏入供奉店半部 希望你好自为之 说完之后 叶峰挥了挥手衣袖便离开了 千道流现在都还没搞明白 这个世界根本不值得守护 守护是对的 但是只能守护自己人 不要说什么守护世界的话 因为那是最蠢最蠢的话 斗罗大陆是强者肉食的世界 不是奥特曼打怪兽 没有所谓的世界英雄 哪怕是有 那个英雄的脚下 也曾经沾满了鲜血 回到裁决店之后 叶峰没有废话 就开始干涉了起来 为了避免刚才这种情况的发生 他发布了更加严格的裁决使录用制度 以及更加苛刻的惩罚制度 将裁决店打造成自己的一言堂 叶峰没有撤去千道流副店长的职位 只是将边缘化 毕竟 千道流实在是太懦弱了 根本不能胜任裁决店副店主的职位 然后他又派出裁决使 对比比东 蓝店霸王龙家族 天斗帝国 新罗帝国 这四方的实力 进行了深入调查 严密监控 一天之后 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一个由自己亲自提拔起来的裁决使 走到叶峰面前 恭敬地拱了拱手 双眸看着叶峰 一一发光 因为过于激动 而呼吸有些急促 没有人知道的是 裁决使的偶像就是叶峰 所以看到了叶峰 他才会表现得那么激动的 调查有结果了吗 北明轻声地问 报告店主 已经有调查结果 裁决使淡淡地开口 这名裁决使叫做光头 头脑很凸 地中海发型 是他亲自提拔起来的 也可以说是叶峰的亲信 光头办起事来 他也很放心 直接将调查结果说出来吧 好的 裁决使出动 全力调查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异动 一共调查到了三点 裁决使举起手 右手竖起三根手指 每说完一点 便将一个手指放下来 第一 蓝电霸王龙家族 跟新罗帝国密切往来 好像在密谋着什么 最近好像有一群新罗人 出现在蓝电霸王龙家族附近 但是无法调查出他们的目的 以及到底是谁 叶峰听到这里 猛然顿了一下 现在事态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新罗帝国的人 已经到了蓝电霸王龙家族 使团都来了 呵呵 再结合蓝电霸王龙家族最近的动作 不难可以看出 蓝电霸王龙家族 是想联合新罗帝国和天斗帝国 共同对付武魂殿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来 敢跟武魂殿作对 我看你是想命长了 叶峰心头一冷 已经将蓝电霸王龙家族 打上死刑了 宁可杀错一千 不放过一个 一旦确定蓝电霸王龙家族是敌人 那便全部图知 一个不留 叶峰顿了一会 随之又问 有调查到新罗帝国的使团中 都有谁吗 不清楚 他们都蒙着脸 而且有众多高手跟随 属下不敢靠得太近 也看不到他们的真面目 行吧 好像无论新罗帝国的使团是谁 也不是那么重要 反正就是两个字 毁灭而已 叶峰摆了摆手 让财爵使继续说下去 财爵使抬起头 看了叶峰一眼 随后那淡淡的声音就传过来了 第二 比比东带着玉小刚的尸体 去了蓝殿霸王龙家族 然后又返回武魂殿 并且其中往返多次 行踪诡秘 谁也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 随着财爵使的声音落下 叶峰瞳孔猛然一缩 爆发出难以置信的目光 比比东带着玉小刚的尸体 回蓝殿霸王龙家族 落叶归根 魂归故里 还是其他目点 比比东是一个极其骄傲的女皇 除了对玉小刚忠诚之外 对其他人全都不感冒 也从来没有踏入过 蓝殿霸王龙家族 现在突然带着玉小刚的尸体 去蓝殿霸王龙家族 怎么想有些诡异 正所谓 世事出反常必有妖 叶峰敏锐地 察觉到这件事情 不会那么简单 难道说 重点还是在玉小刚的尸体上面 这里是斗罗大陆 虽然是玄幻世界的下水沟世界 但是毕竟是玄幻世界 死人在一定条件下 是可以复活的 妈了 比比东 该不是对玉小刚的尸体有想法吧 还是说 要复活玉小刚 如果是这样的话 比比东真的不配当教皇 像玉小刚这种假大师 有什么好的 即便玉小刚已经变成了尸体 你都还对他念念不忘吗 叶峰心里冷语 身为裁决店的店主 现在他需要做的 就是找出相关证据 一旦确定了 比比东不再适合当教皇 那就召开裁决会议 罢免比比东教皇之位 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继续讲 叶峰声音冰冷 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看来事情比自己想象中更加严重 也更加难缠 第三 根据我的调查 蓝殿霸王王家族的组长玉元振 也派人去邀请天斗帝国了 只不过天斗帝国的太子雪清禾 并没有理会玉元振 以上便是我调查的所有信息 裁决使说完之后 就静静地站在原地 等待叶峰的下一步命令 同时呢 眼睛也经不止往叶峰看去 他最崇拜的人就是叶峰了 现在能够跟自己的偶像近距离接触 他自然很高兴 你先下去吧 自己妹妹千人雪假扮的 怎么可能鸟蓝殿霸王龙家族 不过 现在信息已经很明朗了 蓝殿霸王龙家族 就是想联合两大帝国 其中主要目的 也不难猜测 那就是为玉小刚报仇 跟武魂殿为敌 叶峰决定亲自前前往蓝殿霸王龙家族看看 一旦确定是敌人 那便全部毁灭 叶峰直接启程 往蓝殿霸王龙家族走去 骑着远古古龙 从天空中呼啸而过 仅仅半小时不到 就来到了蓝殿霸王龙家族的地盘 从天空中呼啸而下 能够清晰看到整座城镇 这座城镇在天斗帝国的一处城市内 亦是蓝殿霸王龙家族的族人生活所在地 整座城镇都是蓝殿霸王龙家族的 威望达到了顶点 所有魂师以及平民 对蓝殿霸王龙家族都非常敬仰 蓝殿霸王龙家族 对这座城镇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蓝殿霸王龙家族 作为三上宗之一 还是有上三宗的底蕴的 虽然蓝殿霸王龙家族现在日渐衰落 但是依旧是最强的兽武魂 浩天宗是最强弃武魂 七宝琳宗是最强辅助武魂 蓝殿霸王龙家族是最强兽武魂 叶峰从一个偏僻的角落降落 刚走到城镇中央便听到城镇中 周围的人正在议论纷纷 其中大多数言论 还是针对武魂殿的 武魂殿真是欺人太甚 竟然将育元镇的儿子玉小刚斩杀了 我也很不服气啊 无缘无故将大师杀死 这还有没有人权 这还有没有王法 难道说就是因为武魂殿强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哎 武魂殿太横行霸道了 希望家主能够给我们一个交代 顺便给玉小刚报仇 你们说话小声点 小心祸从口出 怕什么 这里是我们蓝殿霸王龙家族的底盘 他们武魂殿如果赶来这里的话 老子第一个冲上去跟他拼命 叶峰听着周围的言论 皱了皱眉头 他没想到 蓝殿霸王龙家族 居然将武魂殿丑化到这种程度 明明是玉小刚阻碍自己执法 自己才将玉小刚杀掉的 什么叫做无缘无故 这深谙白躁真是厉害 不过 叶峰也很明白一件事情 言论都是上层的掌权人控制的 现在自己所听到这些言论 很有可能就是蓝殿霸王龙家族所放出来的 蓝殿霸王龙家族啊 你真的准备进攻武魂殿吗 不得不说 你真的很勇 叶峰没有理会这些人 穿过城镇 叶峰走进门口 遇到蓝殿霸王龙家族的人阻拦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没有和蓝殿霸王龙家族的人起冲突 而是转了一圈之后 找到一个隐秘的位置 然后直接翻过围墙 跳了进去 以叶峰现在的修为 完全可以不惊动任何人 而潜入内部 他穿着黑色的长袍 长袍无风自动 脚步声微不可擦 往中间那座最高大上的宫殿 潜伏过去 宫殿门口处 用仓劲的毛笔字写着 蓝殿霸王龙家族主殿 主殿中周围 由八根柱子组成成重结构 八根柱子将威厄的宫殿支撑起来 再结合周围奢华的装修 看起来颇有一种真正的豪华宗门的感觉 叶峰绕过守卫 靠近主殿 忽然看到前方站着一排奇装异服的守卫 虽然这些守卫中 已经将身上的新罗帝国标志剔除了 但是那种异国的风格 以及奇装异服 还是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来 这是新罗帝国的人 果然蓝殿霸王龙家族 已经跟新罗帝国勾搭上了吗 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干嘛 叶峰没有引起守卫的任何注意 来到了主殿窗口的位置 眼睛透过窗口缝隙望过去 耳朵贴在窗口边 站在主殿中央的是一位 意气风发的白发老人 虽然外表看起来很老 但是双眸却一意发光 身材魁梧 给人一种很强势的感觉 如果猜得没错的话 这个人就是预言证了 蓝殿霸王龙家族的组长 战力超级高 凭借真龙关 能够一击击杀普通封号斗罗 预言证对面 站着一位气宣昂语的少年 少年眉心有一个淡淡的王字印记 相貌跟戴木白有七八分相似 这人便是戴木白的亲哥戴维斯 因为生在皇族 一旦生便为了继承皇位而不断斗争 所以两人关系并不和睦 戴木白也是为了躲避皇室战争 而逃到了天斗帝国 预言证嘴角微微一笑 恭敬地走到戴维斯面前 欢迎戴维斯皇子率领使团 前来蓝殿霸王龙家族考察 戴维斯挥了挥手 直接开门见山 咱们废话就不说了 直奔主题吧 我奉父皇之命 前来跟你会谈 你真的有把握 联合天斗帝国 一起进攻武魂殿 没错 这个便是戴维斯使团 来考察蓝殿霸王龙家族的原因 原本武魂殿就是天下第一势力 现在因为叶峰横空出世 其中实力之强 让两大帝国都感到了危机 后面更是收到消息 昊天宗被叶峰灭掉的时候 更是成为了导火索 天下所有势力人人自危 畏惧武魂殿 担心武魂殿什么时候 又会将他们灭了 在这股危机的高压下 他们才会想抱团取暖 先下守围墙 先一步将武魂殿除去的 当然有把握 我已经派人前去联系血液大地了 等联合了天斗帝国之后 再去联合弃保琉璃宗 咱们一起去攻打武魂殿 必然能够将武魂殿覆灭 玉元镇板上钉钉的开口 说话声音非常笃定 仿佛是一个口墨 一个钉子 他没有告诉戴维斯 他联系天斗帝国的太子雪清和 已经失败了 先将新罗帝国稳住再说 联合起来 给玉小刚报仇 玉元镇之所以下定决心 跟武魂殿作对 除了自己儿子玉小刚被杀之外 更重要的是 得到了一个神秘人的授意 那就好 请你尽快将天斗帝国的使团 约过来一起交谈 看看如何将武魂殿这个毒瘤除去 还这个世界一个朗朗乾坤 请皇子大人再丢我几天时间 我必然会将天斗帝国的使团约过来 玉元镇对着戴维斯拱了拱手开口 希望你不要让我等太久 否则的话 结果你是知道的 戴维斯冷冷地开口 随后搂着旁边一位冷艳的女子 往自己休息的房间走去 这名冷艳的女子叫做朱竹云 跟朱竹青是双胞胎姐妹 正在窗外观看的叶峰 看到戴维斯要走 顿时也顾不上隐藏身影了 直接从阴影中走出 冷漠中透露着一股杀气 新罗帝国王子戴维斯 你不要着急走啊 我才刚当到这里 这股声音很冷 甚至没有加带任何感情 戴维斯文言身形猛然一顿 转个头一看 顿时看到了叶峰的身形 瞳孔猛然一缩 你到底是谁 想要干什么 因为新罗帝国战队没有进入总决赛 戴维斯没有看到最后叶峰大杀四方的情景 自然也认不出眼前的叶峰了 御元镇看着叶峰出现的瞬间 瞳孔猛然一缩 身形就微微颤抖了起来 因为他最近都在收集五魂殿的情报 对眼前这个男人可清楚得很 眼前出现这个男人便是叶峰 五魂殿新成立的部门裁决店的店长 五魂是死灵五魂 拥有召唤无穷无尽亡灵的能力 以身修为深不可测 同时 亦是当初杀死玉小刚的真正凶手 御元镇即便化成灰 也认得对方 我是谁 我是裁决店叶峰 刚刚你还和蓝店霸王龙家族一起在讨论 如何灭掉我来的 叶峰嘴角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脸上没有带任何表情 让人看不出任何喜怒 戴维斯身体猛然僵了一下 随时转过头 看了御元镇一眼 双眸中露出一股浓浓的忧怨 特么 蓝店霸王龙家族办事这么不靠谱的吗 我跟你只是偷偷的会面 都还没有开始商量 该如何灭五魂殿 五魂殿的人就找上门了 而且还是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叶峰 戴维斯有一股大事不妙的感觉 虽然出访蓝店霸王龙家族 已经将能带过来的高手都带过来了 但是面对五魂殿 依旧有些发慌 毕竟 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事里没有之一 看着叶峰出现 戴维斯脸上露出一股尴尬的笑容 表面上不动声色 内心却暗自戒备了起来 目光向珠珠云示意 让周围的护卫都包围过来 戴维斯很清楚 叶峰出现在蓝店霸王龙家族 那就意味着 自己跟蓝店霸王龙家族的密谋 已经暴露了 他随时都有可能遭到五魂殿的攻击 但是并没有太过于慌乱 因为他是新罗帝国的王子 而且是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戴木白基本上已经退出皇位竞争 可以说他就是太子 虽然叶峰很恐怖 但是敢对新罗帝国的太子动手吗 新罗帝国可是拥有百万大军的 如果叶峰敢撕破脸皮的话 必然叫五魂殿生灵涂炭 刚刚我们是开玩笑的 你不必当真 戴维斯干笑一声 虽然他知道叶峰不会相信他的话 但是很多时候两 大势力交锋的时候 只需要给对方一块遮羞布 事情便会缓和很多 御元镇沉默了一会之后 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虽然他想要替御小刚报仇 但是现在这个想法才刚刚萌芽 都还没有开始实施 就被正主找上门来了 这可是非常不妙啊 是啊 刚刚我们只是在闲聊 你并不必当真 御元镇负贺一声 你们还真当我傻吗 敢密谋对武魂殿动手 却不敢承认吗 叶峰冷笑一声 右手猛然一挥 一排骷髅战士猛然出现 整整一百个骷髅战士 排列有序 站在叶峰身后 他们没有血肉 只有骨架 再加上脑壳下面的灵魂之火 不断跳动 看起来有些诡异 场面气氛瞬间绷紧了 御元镇文言 身体猛然僵了一下 说话那么直接 是准备撕破脸皮了吗 真不愧是财绝电店长 如此不安套路出牌 一点面子以及后路都不给人留 咱们就是在闲聊 并没有针对武魂殿的意思 莫非才决定的店长 还能因为这个 就杀了我们不成 御元镇冷冷地开口 现在言论自由 说话还违法不成 原本他以为 叶峰最多就口嗨一下 根本不敢动手的 可是 他还是低估了叶峰的霸道 恭喜 你猜对了 可惜没有讲 叶峰嘴角微微一勾 能够用拳头办事 绝对不用嘴 右手一握 死灵武魂升腾而起 两端变得尖锐 演化成一柄长枪 长枪是黑色的 上面包含着恐怖的毁灭气息 既然已经决定是敌人 那就只有毁灭 你 太无法无天了 你旁边那位 可是新罗帝国的皇子 难道你连新罗帝国的皇子 都敢杀不成 御元镇身体气得不断发抖 但是他也很明白 如果叶峰发起风来 蓝殿霸王龙家族 可挡不住对方 蓝殿霸王龙家族 已经没落了 后继无人 现在就只剩下 他跟御罗免 这两位顶梁住了 并且他们都没有 突破封号斗罗 这让蓝殿霸王龙家族 更加没有话语权了 甚至一度被外人 踢出上三宗之列 现在面对一个 连唐号都能杀的怪物 蓝殿霸王龙家族 真的挡不住 现在他只能 狐假虎威 将新罗帝国的皇子 带为斯拉下水 让对方投鼠忌气了 在我眼里 没有新罗帝国皇子之分 只有敌人以及朋友 既然你们已经是敌人了 那就直接毁灭 叶峰冷冷地开口 随后用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的想法 手中血色长枪 猛然对着戴为斯刺去 先杀戴为斯 再杀御元镇 毕竟 御元镇这个家伙 留着还有用 叶峰想要知道比比东 将御小刚的尸体 送回蓝殿霸王龙家族之后 还做了一些什么 比比东对着御小刚的尸体 做了什么 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而御元镇 很有可能是 唯一的继承人 戴为斯看到红色长枪 直奔自己脑门而来 顿时被吓得亡魂接冒 那股死亡的窒息感 环绕在心脏位置 让他浑身都颤抖了起来 第一次直面死亡 可真是不好受 同时 戴为斯嘴角也气得直打啰嗦 我可是新罗帝国的太子啊 你怎么敢对我动手 而且还半分犹豫都没有 难道你真的不怕新罗帝国愤怒吗 戴木白愤怒的咬牙咧齿 很快就被这恐怖的杀气滋醒了 叶峰真的敢杀自己 如果再不让黑老出手的话 恐怕 黑老 还不出手吗 戴为斯惊恐地大吼一声 主电横梁之中 忽然跳下一名全身被黑衣包裹的男子 身形如同鬼魅 动作非常灵活 男子的武魂是一柄剑 身体周围浮现着九个魂环 很明显 这个叫做黑老的人 是一名封号斗罗 而且是原著中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封号斗罗 黑老手中的长剑 往前一挥 挡在血色长枪前面 碰 两者碰撞 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敲击声 黑老后退了半步 而叶峰却纹丝不动 黑老低下头 看了一眼 自己双手中流下来的血液 虎口裂开 刚刚自己的手臂 都差点被血色长枪的威力送走 心中难掩露出一股震撼 叶峰实在太强了 即便是普通攻击 他都有点受不了的感觉 殊不知 叶峰根本都还没有开始用力 不过 他也没有后退 他的命都是戴为斯救的 职责就是给戴为斯护道 现在戴为斯有危险 作为护道者 他义不容辞 哪怕是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叶峰 要不咱们就到此为止如何 你放戴为斯离开 咱们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而且我也可以保证 从今往后 新罗帝国绝不与武魂殿为敌 黑老如同山脉一样 挡在戴为斯前面 鲜血顺着虎口处 滴落在地面上 他真的怕了 刚刚叶峰展现出来的修为 完全有能力 将这里的所有人都杀光 如果戴为斯死在这里的话 等新罗帝国的皇帝知道之后 都不知道会有多愤怒吗 别废话了 你们一个都逃不掉 既然选择了与武魂殿为敌 那便没有后悔的机会 叶峰没有继续废话 手中的血色长枪 猛然又一次出 这次他没有再留守 直接动用了八成的力量 既然如此的话 那咱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黑老心底一冷 瞬间凝重了起来 目光如同阴损一般盯着叶峰 这绝对是他有史以来 最难的一次战斗 而且 还只能胜利 不能失败 因为一旦战败的话 不但他会死 就连戴维斯也会死 该拼命了 黑老喃喃一声 随后一个黑色的魂环亮起了 他使用了自己最强的攻击技能 第九魂技 人剑合一 黑老和武魂融合在一起 变成一柄金色的巨剑横在上空 金光闪耀 照耀了整个宫殿 看起来攻击力颇为不凡 金色巨剑直奔叶峰的血色长枪 只有这种程度吗 叶峰感到对方的攻击力不强 只能勉强算是普通的封号斗罗 而对于这种普通的封号斗罗 他从来都是秒杀的 心念一动 全力运转死灵气息 汇聚在死灵武魂 也就是血色长枪上面 血色长枪就好像得到什么养料一样 枪体迎风剑掌 一柄巨大的毁灭之枪就出现 血色长枪笔直而来 徐氏划破了空间 一道道音爆声伴随而起 跟那柄长剑撞在一起 轰隆隆 一声巨响传来 下一秒 长剑便被击溃 血色长枪击溃长剑之后 攻势丝毫不减 直接往前捅去 黑老想要躲避 已经来不及了 血色长枪就像一个钉魂钉一样 静止穿过了黑老的胸膛 巨大的后座力传来 让其瞬间倒飞出去 被钉在宫殿中间的神子位上 鲜血流塔下 随之黑老的生命体质缓缓消失 双眸却真的大大的 死不瞑目 戴维斯看到黑老 直接被叶峰钉死在神子位上了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 黑老可是陪伴他长大的人 不但是自己的护道者 更是如同父亲一样的存在 现在黑老却死了 他有点接受不了 怎么会这样 你竟然敢杀了黑老 我要让你死 让你死 戴维斯有些杰斯底里 但是这个世界 并不会因为谁接受不了 就迁就谁 黑老死了 便是永远死了 片刻之后 戴维斯缓慢冷静地下来 因为他知道于事无补 作为皇子 他控制情绪的能力 还是很强的 黑老是他所带过来的第一高手 既然黑老已经死了 那么就意味着 这里所有人都不是叶峰的对手 如果继续留在这里的话 肯定是死路一条 现在该思考 该如何逃跑了 留着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只要回到新罗帝国 系上了新罗帝国的皇位 再卷土重来 将武魂殿被覆灭了 也未可知 可惜 他没有想到的是 叶峰压根就不准备放过他 高举血色长枪 猛然又一枪刺出 枪尖直指戴维斯的心脏位置 御元镇看到如此一幕 脸色一变 瞬间从惊恐中清醒过来 麻的 这可是新罗帝国的太子啊 你怎么敢杀的 戴维斯代表的是新罗帝国的脸面 一旦死在天斗帝国的国土上 轻者引发严重的外交问题 重者引发战争 御元镇根本无法想象 如果新罗帝国的太子死在这里 那么新罗帝国会有多愤怒 最关键的是 戴维斯还是他邀请过来的 如果戴维斯死了的话 他蓝殿霸王龙家族也难辞其咎 叶峰 枪下留人 这可是新罗帝国的太子啊 万万杀不得 御元镇一边快速地开口 一边召唤出蓝殿霸王龙武魂 迅速向戴维斯飞去 企图将戴维斯救下来 然而 叶峰的动作却丝毫未停 甚至速度更快了几分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可能还会忌惮戴维斯太子的身份 但是叶峰不会 身为武魂殿的裁决长 只要确定了是敌人 一律皆可毁灭 无论对方是太子 还是什么的 枪下留人 呵呵 我杀的就是新罗帝国太子 叶峰冷冷地开口 双手像弹簧一样猛然一弹 血色长腔的速度更快了 直奔戴维斯心脏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戴维斯心脏处 多了一个碗口般大小的血洞 随之倒下 新罗帝国太子死 戴维斯眼睛还睁得大大的 满脸难以置信 恐怕 他到死前一刻 都还没有想明白 叶峰为何这么无法无天 我可是新罗帝国的太子啊 你半点犹豫都没有就杀了 这时候 玉元镇救驾来迟 来到戴维斯面前 可惜 戴维斯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怎么会这样 死了 新罗帝国的太子死了 怎么可以死了 那蓝殿霸王王家族怎么办 该怎么样承受新罗帝国的怒火 你为什么杀了新罗帝国的太子 难道你是真的不怕死吗 玉元镇对着叶峰杰斯底里的嘶吼一声 我是裁决殿的殿长 在我眼里 没有太子和平民之分 既然你们选择跟武魂殿为敌 那就必然会料到是这个结局 现在不是我怕不怕死的问题 而是你们蓝殿霸王龙家族 还能不能继续活下去的问题 叶峰冷冷地开口 随后不再客气 直接开启杀戮模式 死灵核心微微一震 一股特殊的声波忽然传出去 那些骷髅战士就像接受到什么指令一样 高高举起手中的骨刀 向蓝天霸王龙家族的弟子杀去 杀杀杀 然后 一轮惨绝人寰的屠杀就开启了 吹又生 一旦确定是敌人 必将不在手下留情 啊 不 你不能杀这些蓝殿霸王龙家族的弟子 那可是蓝殿霸王龙插族的根基啊 不能杀 预元镇看到骷髅战士在周围屠杀 双眸变得赤红 想要冲上来跟叶峰拼命 但是又被叶峰以及周围的骷髅战士 直接打飞出去 叶峰都可以秒杀刚晋升的封号斗罗了 更不要说预元镇这个连封号斗罗都不是的蝼蚁了 预元镇的拼命对他半分威胁都没有 正当预元镇想要再次冲上来拼命的时候 耳边却忽然传来了叶峰冷不丁的声音 玉族长 你就那么着急去送死吗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要不咱们换一个地方好好聊一聊 叶峰邪魅地开口 现在是时候搞清楚 比比东将玉小刚的尸体带来蓝殿霸王龙家族 是为了什么了 他是裁决殿的殿长 除了要清除五魂殿外敌之外 更要监管内部审判叛徒 如果比比东不再适合当教皇 杀我蓝殿霸王龙的弟子 那我跟你拼了 预元镇歇斯底里的大吼一声 没有理会叶峰的话 双眸赤红 充满仇恨的目光 召唤出蓝殿霸王龙武魂 双手双脚如同疯狗一样 向叶峰拼命 作为蓝殿霸王龙家族的组长 看到家族内的弟子被如此屠杀 哪里还能受得了 然而下一秒 一股失重感传来 预元镇便感到自己脖子上 好像多了一只大手 这只大手将其脖子牢牢牢牵住 然后微微用力一提 双脚便离开了地面 他被叶峰像林小姬一样拎起来 预元镇有些彷徨 双手双脚六神无主似的 在周围乱抓 然而在叶峰高大威猛的身躯面前 却无可奈何 他运用魂力 想要化作蓝殿霸王龙武魂真身 可是叶峰手中 又渗出一股恐怖的死灵气息 将他的真身打断 他尝试了各种努力 都无法逃脱叶峰的魔爪 你尼尼 你放我下来 预元镇挣扎了一会 见没有任何作用 也逐渐冷静了下来了 这个臭蜘蛛 远比自己想象中要强大 自己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 即便挣扎也没用 只是在自取其辱而已 放你下来是不可能的了 如果你老实回答 我几个问题 我可以考虑 给你蓝殿霸王龙家族一条生路 叶峰看了一眼手中的预元镇 冷冷地开口 叶峰的话 如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让预元镇双眸瞬间就亮了 作为蓝殿霸王龙家族的一族之长 他自己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 但是他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蓝殿霸王龙家族覆灭 他想要蓝殿霸王龙家族 能够活下来留下心火相传 他不能让蓝殿霸王龙家族 葬送在自己手里 你真的可以放过蓝殿霸王龙家族 预元镇声音有些颤抖 当然可以 叶峰面无表情地开口 我答应放过蓝殿霸王龙家族而已 而我手下的骷髅战士可没有答应 我说话从来都是一言九鼎的 嘿嘿 那你如何保证 预元镇不是傻子 仅仅沉默了片刻 便想到了这个问题 我无法给你保证 你只能赌 赌我会放过蓝殿霸王龙家族 而且现在也由不得你犹豫 因为每过一秒钟 蓝殿霸王龙家族就多几个伤亡 如果你再犹豫久一点的话 恐怕蓝殿霸王龙家族的弟子都死光了 预元镇闻言目光往旁边看去 骷髅战士正在家族内 毫不留情地屠杀 手起刀落 在仅仅数秒钟之间 又多了几个家族弟子死亡 各种惨叫声 呼喊声 求救声 不绝于耳 哎呀 我的家族啊 预元镇在心里嘶吼一声 顿时什么也不犹豫了 迅速而又清晰地答应了下来 我说 我说 无论你问什么我都讲 求求你 不要再杀我族的弟子了 叶峰嘴角得意一笑 他早就知道 预元镇会答应了 有些人就会这么见 你不给他一点苦头吃 是不会答应的 但是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还要吃这个苦头呢 叶峰有些想不明白 随之叶峰挥了挥手 让骷髅战士停止屠杀 然后拎着预元镇 进入了旁边一个房间 他问玉小刚和比比东之间的事情 属于保密的事情 暂时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叶峰进到房间里面 就房门关了起来 随手一扔 将对方扔在地面上 碰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预元镇在地面上 摔了一个狗吃屎 但是他却丝毫不敢愤怒 连滚带爬 站起来来到叶峰面前 如果他有尾巴的话 恐怕会像一个哈巴狗一样 不断摇头霸尾了起来 叶峰大人 我说 我什么都说 只要你能给我蓝殿霸王龙家族 留下传承 叶峰嘴角微微一勾 嘴角露出一个笑容 随之问 比比东是来过蓝殿霸 龙家族吗 来这里为了什么事情 叶峰问出自己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他最重视的问题 比比东作为武魂殿的教皇 一举一动间 皆影响着武魂殿的发展 他的必须重视 玉元镇闻言 脸色微微一变 比比东来蓝剑霸王龙家族 应该是最高级米来的 怎么就走漏风生了呢 唉 玉元镇沉默了一下 脸色变得越来越难受 一边是自己最大的秘密 一边是蓝殿霸王龙家族的族人 两者只能保一个 玉元镇的心 就像裂开了一般难受 陷入了一种 进退围谷的情形 没错 在一周之前 比比东是扛着玉小刚的尸骨 来到了蓝天霸王龙家族 向他要了一个冰金棺材 这个冰金刚才能够保持 尸体万年不化 尸身不服 原本玉元镇是 不准备理会比比东的 但是 比比东又向他泄露了 一个惊天大秘密 那就是 玉小刚有复活的可能 只有得到冰金刚才 将玉小刚的肉身保护起来 他就有一定机会 复活玉小刚 最后的结果呢 虽然是不言而喻的 玉元镇得知自己儿子 有复活的机会时 感觉天空中忽然晴朗了 生活的一切都有了盼望 直接就将冰金棺材 给了比比东 后面他又将这件事情 列为蓝天霸王龙家族的 最高机密 或者说是禁忌 所有人都不能谈起这件事情 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最终还是暴露了 所以 让玉元镇非常难受 见玉元镇迟迟没有答应 叶峰更加肯定了一点 那就是 玉元镇肯定知道些什么 既然玉元镇知道内情 那事情就好办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密不透风的口 如果有的话 就是你翘得不够厉害 怎么 在蓝天霸王龙家族 和你的儿子面前 你选择牺牲蓝天霸王龙家族 而保存你的儿子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外面的大屠杀应该继续了 叶峰目光看着玉元镇 笑了笑开口 声音中充满了玩味 每一个人都是有弱点的 玉元镇作为蓝天霸王龙家族的组长 有两个弱点 第一个就是他的儿子玉小刚 第二个弱点就是蓝天霸王龙家族 而相对于第一个弱点来说 第二个弱点明显更加重要 在大局面前 叶峰相信 玉元镇会做出明智的选择的 果不其然 下一秒 耳边就传来了 玉元镇淡淡的声音 我可以告诉你 不过 我告诉你之后 你一定要放过蓝天霸王龙家族 要不然 我变成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叶峰扣了扣耳洞 他听到这句威胁 都听到耳朵起简了 好像每一个人都喜欢说这么一句 变成鬼都不会放过你 当初灭好天宗的时候 唐笑好像也说了这么一句话 只会放狠话有什么用 真是一个软骨头 磨磨叽叽的 如果你再废话的话 我保证会将蓝天霸王龙家族的每一位弟子 都屠杀殆尽 玉元镇闻言 身体轻轻颤抖了一下 他没有怀疑叶峰的话 叶峰就是一个恶魔 连新罗帝国的太子都敢杀 杀尽蓝天霸王龙家族的人 根本不会有半点仁慈 玉元镇沉默了一下 就将比比东和玉小刚之间的秘密说了出来 不过他没有那么傻 没有将全部秘密说出来 而是有选择的说一部分 有真有假 真中夹带着假 假中夹带着真 真真假假 真假难分 这才是谎言的最高境界 比比东确实带着玉小刚的尸体 来过蓝天霸王龙家族 比比东来这里的目的 只是为了借一具冰金棺材而已 他借完冰金棺材之后 将玉小刚尸体放进棺材里面 随后就离开了 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比比东也没有跟我说 玉元镇缓缓地开口 尽量让自己说话平静一点 哦 叶峰文言嘴角微微一勾 情况跟自己预想中差不多 果然如此呢 比比东啊 你还是贼心不死 我让你安心当五魂殿教皇 你不当 非要对玉小刚这个尸体 有想法对吧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下一步你应该是准备复活玉小刚吧 如果我没有成为裁决殿的话 或许还真有可能被你这个计划得逞了 但是现在的话 我提前发现了你的计划 你就准备迎接审判吧 裁决殿作为五魂殿的监管部门 没有教皇圣女供奉之分 只要犯了错那便惩罚 即便比比东作为教皇 也不能豁免惩罚 比比东将冰金刚才和玉小刚带去哪里了 叶峰沉默了一下 又转过头对着玉元阵问 玉元阵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或许回了五魂殿吧 那你还知道些什么 通通说出来 叶峰声音忽然高了几分倍 双眸一直盯着玉元阵 射人心魂 其他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已经将我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你了 求求你了 放蓝殿霸王龙家族一条活路 玉元阵说话的时候 脸上的微表情有些不自然 手心紧紧捏在一起 额头上也带着一丝汗水 玉元阵还是紧张了 依旧是在说谎 你确定真的没有什么要交代了吗 如果被我发现你说谎的话 后果你是知道的 蓝殿霸王龙一族 从此从斗罗大陆上除名 叶峰目光盯着玉元阵 嘴角露出一股完美的笑容 他知道了玉元阵说谎之后 故意诈一诈对方的 那充满威严的声音传进来 玉元阵骨隔肌 经不住颤抖了起来 身体猛然升起一股寒意 难道叶峰真的知道些什么 还是说叶峰知道我在说谎 还有命里没有告诉他 亦或者是在炸我 玉元阵犹豫了片刻 决定来一个死不承认 反正玉小刚的事情 除了比比东和我之外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只要自己不承认的话 叶峰就没有办法 叶峰大人真的没有了 我将我知道的所有事情 都告诉你了 玉元阵咬咬牙开口 目光中非常坚定 装作一副真的样子 可惜他不是老戏骨 演戏根本没有到位 叶峰早就看穿了 玉元阵在说谎 哦 根据我的调查 比比东来蓝店霸王龙家族 借冰金棺材的目的 是为了复活玉小刚吗 叶峰笑了笑开口 其实这里说话的内容 只是他的猜测 是用来虎玉元阵的 不过这一招百事不爽 只要自己猜出了真正的答案 那么作为园主 肯定会慌乱 从而就能从对方的反应中 猜出自己的对不对了 果不其然 下一秒 叶峰耳中就传来了 玉元阵调剑反射的声音 你你你 你怎么知道的 玉元阵说完之后 好像忽然察觉到了什么 连忙伸出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心头一阵懊悔 自己的嘴怎么那么不严呢 将自己老底都暴露出来了 这可如何是好 玉元阵举起手 不断地扇着自己的嘴巴 可惜说出去的话 就像泼出去的水 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果然如此 叶峰笑了笑 该知道的事情 他都知道了 现在找到了比比东不作为的证据 可以给比比东一个称职之罪 好好的 教皇你不当 去复活一个敌人 或者说是复活自己的爱人 你可真敢啊 你的前夫千寻几的尸骨 都还没寒呢 现在 你为了一个尸体 做出背叛前夫的事情 可真是好得很 将恋爱脑 发挥到极致了 就这么一个恋爱脑的女人 有什么资格当五魂殿的教皇 叶峰已经决定了 等回到五魂殿 就召开裁决会议 公开审判比比东 虽然凭这一点 没有办法让比比东 卸任教皇之位 但是能够给比比东 一个教训也好 顺便将玉小刚的尸体毁了 免得比比东再犯傻 玉元镇知道叶峰 知道了真相之后 顿时面如死灰 他知道 凭借叶峰的手段 自己的玉小刚 绝对没有再复活的可能了 玉小刚啊 是我害了你 现在他只希望 叶峰能够信守诺言 放蓝殿霸王龙家族一条生路 叶峰大人 我该知道的 都已经告诉你了 你能不能放两天 霸王龙家族一条生路 哪怕是留下传承也好 玉元镇苦苦哀求 双手抱着叶峰的大腿 如果磕一个有用的话 可能他会磕到地老天荒 可以 但是 我需要你帮忙指证比比东 你在审判会议上 将比比东所做的事情 详细说出来就行了 叶峰双手拇指交替轮动 嘴角露出一股玩味 我说话从来都是一言九鼎的 只是我的骷髅战士就不知道了 我答应你 我什么都答应你 玉元镇点头 如同小鸡点米一样 生怕叶峰一个不答应 将蓝殿霸王龙家族全灭了 那就行了 接下来 我会将你收入召唤空间中 到时候需要举证的时候 再将你放出来 叶峰说完之后 就不等预元镇反应 直接召唤出女巫 用万古求劳锁住预元镇 收入召唤空间中 就这样 蓝殿霸王龙的事件 就完成得差不多了 将新罗帝国的太子戴维斯杀了 粉碎了蓝殿霸王龙家族 想要联合两大帝国 进攻武魂殿的计划 而且查获了比比东的秘密 这个任务非常成功 叶峰大手一挥 从召唤空间中 再召唤出一千骷髅战士 然后这些骷髅战士灵魂之火 跳动了一下 就开始不断屠杀蓝殿霸王龙家族的弟子了 我算是履行承诺了 毕竟都不是我动手的 怪不了我 叶峰将他们杀完之后 就直接返回武魂殿了 第二天 裁决殿顶层 裁决会议 除了主要人物叶峰没有到场之外 下方都占满了武魂殿的核心人物 比比东站在最前方 手持一柄教皇权杖 穿着一套金色的教皇服装 看起来非常神圣 而且有一股太后母仪天下的感觉 威严十足 虽然比比东就这样站在原地 但是周围都有一股破人的气息 周围的供奉和长老 自觉远离了一米 左手边是供奉 七位供奉站立在原地 大供奉千道留为其手 周围六大供奉在后面 供奉是叶峰邀请过来的 右手边是九大长老 九大长老穿的是红色的大红袍 这是怎么回事 裁决店不是刚刚成立吗 怎么就要召开裁决会议了 是出什么大事了吗 不知道啊 是叶峰主办的 我们只是硬邀过来的 叶峰也没有提前说 裁决会议是做什么的 邀请我们来开裁决会议就算了 特别叶峰人呢 人都不见了 让我们来这里干等 这么大牌 如果我们不来的话 就会说我们以老卖老 但是我们来了 你们后生的反而不来 一点尊老挨幼都不懂 叶峰真的是很没有礼貌 就让我们在这里等着 虽然几位供奉跟叶峰比较亲近 但是叶峰迟迟没有出现 这也让他们颇有微词的 金额转过头 将目光看向千道流 禁不住开口问 大哥 你是裁决店的副店长 你知道叶峰这次召开裁决会议 是为了什么吗 老丸同光临供奉也将头伸过来 嘴角笑了笑 是啊 你是裁决店副店主 肯定知道一些什么内幕的 提前告诉我们 让我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想摩供奉点头附和 是啊 以叶峰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我有一种预感 这次的裁决会议 可能会捅破天 千道流听着几位供奉的话 嘴角轻轻一抿 经不住叹了一口气 心中非常无奈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啥 几位供奉文言 瞬间睁大了眼睛 心头非常难以置信 大哥 你不是裁决店的副店长吗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我看你是骗我们的吧 真没有骗你们 你们知道 叶峰这个孩子的性格的 非常倔强的 自从上次出了一点误会之后 叶峰就将我排斥出去了 虽然我现在还是名义上的副店长 但是已经没有任何权利了 裁决店的所有事情 都不会跟我说了 千道流无奈地开口 唉 几大供奉文言 也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很明显 他们也是很清楚叶峰的性格的 就在这时 门转轴转动的声音响起 裁决店大门被人缓缓打开 外面的光线驱散黑暗 众人窃窃思欲声 瞬间停止了下来 所有人转过头 将目光看向后方 只见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帅气男子 从门外缓缓走进来 这便是叶峰 叶峰面容有些青涩 看起来就是十八九岁的样子 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忽视对方 除了叶峰是裁决店的店主之外 更重要的是叶峰的实力 因为叶峰的实力过于强大 所以 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叶峰从门后 缓慢走到裁决店正中央 目光看着已经到期的供奉 以及长老 心底微微吃惊 我不是说了九点开会的吗 怎么你们全都到了 难道我迟到了 叶峰皱了皱眉头 随后抬起头 将目光看起裁决店后方的挂钟 时间不快不慢 现在秒针才刚刚走完一圈 意味着 此时正是九点整 随后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我不是说了九点整 才开裁决会议吗 你们怎么都提前来了 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长老们和供奉们文言 心底一阵狂抓 他们谁开会不是提前一点来的 就只有你是一个怪胎 正好踩点来的 不对 好像叶峰说的也没毛病 的确是我们早到了 我们不应该怪他的 不对 特吗 我好像被叶峰绕进去了 这时比比东挥了挥手 抬起头 看了叶峰一眼 别废话了 你要召开裁决会议 就赶紧开吧 咱们的时间都是非常宝贵的 彼此都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比比东的党语文言 也是微微点头 橘斗罗 鬼斗罗 以及剩下几位长老 都目光不善地看着叶峰 一股淡淡的威压 朝叶峰涌去 但是叶峰却不以为意 嘴角夸张地裂开 快要伸到耳朵处了 笑容充满了玩味 如你所愿 裁决会议正式开始 说完之后 叶峰就转过头 将目光看向比比东 随后又转过头 将目光看向千道流 那声音才缓缓传过来 我先来汇报一下我的工作 裁决店旗下的裁决使来汇报 蓝店霸王龙家族 意图联合两大帝国 对五魂殿下手 所以 我亲自出马 将蓝店霸王龙家族灭了 叶峰轻描淡写地 将整个过程汇报出来 却让在场的 所有人都心惊胆跳的 蓝店霸王龙家族 作为上三宗之一 其中肯定是有底蕴的 现在却被叶峰直接灭了 好像灭的不是上三宗 而是一个阿猫阿狗一样 他们心底非常震惊 即便是这个时期的比比东 也没有这么狠 蓝店霸王龙家族 只不过有一点敌对之意 便灭人家全宗 这实在太霸道了 供奉店相互对视了一眼 然后没有说话 静静等待着叶峰的下吻 比比东听到蓝店霸王龙家族时 心底莫名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该不会是玉小刚的事情 被发现了吧 不过 作为教皇 肯定不能怂的 而且 他自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密不透风了 即便叶峰再厉害 也找不到自己的证据 你们才决定 这是什么意思 开裁决会议 就是为了公布这个消息 还是说想要奖励 得到我们的表扬 比比东雍容华贵 竹唇倾起 那冷热嘲讽的声音就传过来了 叶峰猛然转过头 瑞丽的目光看着比比东 嘴角弥漫着一个蛋 蛋的笑意 教皇大人 不好意思 你猜错了 肃清外敌 是我供奉店的职责 现在开裁决会议 是关于另外一个问题 而且跟教皇大人你有关哦 跟我有关 你什么意思 比比东心头一跳 那股不祥的预感 更是到了极致 你说呢 叶峰玩味地说一声 然后往前走一步 来到千道流面前 声音不疾不虚地开口 大供奉 你可曾记得裁决店的职责 千道流文言 转过头 看了比比东一眼 给了对方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 现在叶峰成立了裁决店 他这个供奉也讲不了什么 只是希望比比东 没有做出太出格的事情 否则的话 叶峰真的敢罢免教皇之位 而且在武魂殿内 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止 裁决店 队内监管武魂殿 查获叛徒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没有教皇 供奉 长老之分 对外可肃清强敌 清除有害武魂殿的一切敌人 说得好 那么请问供奉大人 如果教皇犯错的话 我有没有资格管吗 叶峰笑了笑问 裁决店可监管武魂殿 这其中包括教皇 但是凡事得服众 你得拿出对应的证据来才可以 千道流声音刚落 就被比比东打断了 原因是他非常不爽 教皇殿一直都是武魂殿权力的最高的机构 就连供奉殿都无权插手 现在一个裁决店居然站在他头上 拉屎拉鸟 这让他如何受得了 大供奉 裁决店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如果什么东西都给裁决店管的话 那么我这个教皇还要不要做 干脆教皇之位都给叶峰当算了 千道流沉默 虽然他也觉得叶峰管得太多了 比比东去蓝店霸王龙家族干什么 根本轮不到裁决店管 只要比比东为了武魂殿好就行了 叶峰 比比东是武魂殿的教皇 是咱们武魂殿的脸面所在 如果没有背叛武魂殿什么的 这一切就先过了吧 不 大供奉 裁决店成立的初衷就是这样的 如果因为比比东是教皇就有所偏袒 决店的工作怎么做 叶峰转过头 冷笑一声 随后又开口 既然教皇犯错的话 那我们就更加应该按照规矩办事 咱们武魂殿的法律高于一切 而不是这个教皇 千道流沉默 其实他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因为他知道叶峰非常强势 如果今天不没有达到目的的话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好 那你给我说说 我到底犯什么错 比比东眉头皱起来 声音非常冷 自从他成为教皇以来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妈的 就算我是真的犯错了 那也轮不到你管 而且比比东是认为自己并没有犯错 他去蓝殿霸王龙家族 只是为了借冰金棺材 又没有背叛武魂殿 这何错之有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他对玉小刚这件事情上 有失云妥 叶峰也绝对不可能得到证据 因为这件事情 只有他跟蓝殿霸王龙家族的 组长玉元镇知道 其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的 玉元镇为了玉小刚 也不可能背叛自己 好 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 叶峰心念一动 从召唤空间中 将玉元镇放了出来 然后开口 这个是蓝殿霸王龙家族的组长玉元镇 他会将比比东所犯的一切都说出来 各位供奉 长老 你们可以听一听 大家可以来听一听 比比东是否真的犯错 说完之后 叶峰低下头 将目光看向玉元镇 现在你将这一切都说出来吧 我会遵守承诺 放你们蓝殿霸王龙家族一条生路的 好的 玉元镇微微点头 眼角余光不走痕迹地 看了比比东一眼 然后收回了目光 他也不想将玉小刚的事情说出来 但是为了蓝殿霸王龙家族的传承 迫不得已才这样做 希望你们不要怪我 比比东看玉元镇出来的时候 心头猛然一慌 瞳孔一缩 体内魂力涌动 条件反射般就想将玉元镇击杀了 如果玉元镇将自己的事情说出来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有人正在 恐怕够自己喝一壶的 但是比比东犹豫了片刻 还是缓慢将魂力收了回去 且不说他击杀玉元镇的计划成功与否 这里是裁决殿 五魂殿的长老和供奉全都聚在了这里 如果他击杀了玉元镇 那岂不是不打自招 此地无银三百两 到时候恐怕跳进黄河里面都说不清了 比比东脸上变得更加慌乱了 虽然有些慌乱 但是不至于害怕的地步 因为他是五魂殿的教皇 五魂殿的脸面所在 即便有些小错误又怎么样 难道叶峰还敢罢免自己这个教皇不成 这也是比比东硬气所在 就在这时 玉元镇没有在犹豫 深呼吸一声 调整了自己的情绪之后 关于玉小刚的一切便说了出来 是这样的 当初比比东教皇来找到我借冰金棺材 说要存放玉小刚的尸体 只要将玉小刚的尸体保存完好 比比东就有把握将玉小刚复活 玉元镇通俗一懂地将事件的始末说了出来 没有任何添油加醋在里面 比比东听完之后 脸色顿时变得非常难看了起来 想杀了玉元镇的心都有了 玉元镇真是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儿子呀 竟然完完整整地将事情始末说了出来 叶峰嘴角微微一笑 略带着笑意地看着比比东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事情确实如玉元镇所说的 但是又怎么样 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错的 比比东强做镇定的开口 他是知道叶峰的手段的 现在被叶峰掌握了证据 恐怕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了 现在铁证如山 你都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那好 我就一一告诉你 你身为五魂殿教皇 却对玉小刚的尸体感兴趣 一心只为复活玉小刚的尸体 连五魂殿都不管了 难道你没有错吗 而且 你的前夫千寻姬才刚死里面 你就为了一个尸体 做这样的事情 难道你没有错吗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既然你已经嫁给了我们千家 那就生是我们千家的人 死亦是我们千家的鬼 剩下你对一个尸体感兴趣 不但是对千寻姬的不忠 而且 但是对不起我们千家 亦是背叛了千家 一顶高帽子扣过去 李比东脸色瞬间惨白了起来 眼睛有些畏惧地 看向千道流 看到千道流面无表情 似乎没有过于生气的样子 心中这才淡定了不少 虽然比比东 作为五魂殿的教皇 但是背叛千家 这顶高帽子 还是不敢戴的 虽然他现在是五魂殿的教皇 但是终归只是一个外星人 如果千道流认为 就是背叛了千家的话 恐怕即便自己有通天之能 也会被千道流击杀 所以 你想要怎么样 要罢名我这个教皇之位吗 比比东气得咬咬牙的 但是又不好在长老和供奉面前发作 他觉得 遇到了叶峰之后 就一切都变得诸多不顺 好像叶峰就是自己的死对头一样 那倒不至于 你所犯的错误 只是一个普通错误 按照裁决店的法律 只是对你加以成绩而已 根据以上事实 裁决店决定对你做出以上成绩 第一 交出玉小刚的尸体 让裁决店摧毁 第二 失于棍行 以锦笑游 什么 比比东身体微微颤抖起来 胸脯一股一股的 牙齿紧紧咬在一起 许是要将牙罐咬破一样 叶峰所说 这两点他都接受不了 第一点要摧毁裕小刚的尸体 他是绝对不允许的 裕小刚是他的爱人 他已经失去裕小刚一次了 绝对不允许失去裕小刚第二次 而且裕小刚的尸体 是他复活裕小刚的希望 如果连尸体都没了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第二点棍行 那就更加可怕了 这是要打教皇吗 麻的 比比东无法想象 一旦被叶峰失行棍行之后 那他如何在五魂殿里面立足 根本没有任何脸面的 作为教皇 五魂殿最高无上的权力所在 却被叶峰毒打 那是自己 还如何当五魂殿的教皇 呵呵 想要打我 那你可以试试 比比东冷遇 随后心念一动 身体周围忽然出现了16个魂环 他是双生五魂 还差最后两个魂环 就是满配了 另外一边 千道流经不住心头一跳 叶峰这个孩子真是大胆 居然想打教皇 那是不允许的 即便他觉得比比东有犯错 但是打教皇的话 确实有点过分了 叶峰 比比东是我们的教皇 亦是五魂殿的两面所在 你想要打教皇的话 恐怕有些不合适 要不换一个惩罚方式吧 将比比东教皇 尽足千寻及灵堂 让其给千寻及忏悔 如果我说不能 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裁决殿成立之初 就说了 没有教皇供奉长老之分 现在不可能因为比比东 是教皇就偏袒他 要不然 我裁决殿的工作 也就无法做了 说完之后 叶峰随之拍了拍手掌 一群骷髅战士 随之抬了一个棺材进来 这口棺材纯白色 周围散发着冰冷的雾气 棺材上方是冰克符纹 随着棺材进入裁决殿 周围的温度都下降了几度 这个便是冰晶棺材 里面装着裕小刚的尸体 叶峰开始裁决会议的 另一个目的 就是一将比比东 调离教皇殿 然后自己派人进去 将裕小刚的尸体带出来 比比东看到叶峰 将冰晶棺材抬进来 脸色终于变了 变得非常难看了起来 万万没有想到 叶峰居然趁着自己 来开裁决会议的时候 将裕小刚的尸体找到了 这可真是非常不妙啊 叶峰 如果你动了裕小刚的话 我铁定让你陪葬 比比东冷冷地开口 体内的魂力叙事待发 他接受不了 叶峰在自己面前 摧毁自己爱人的尸体 我是裁决店的店长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我就是摧毁裕小刚尸体 我看你怎么拉我陪葬 说完之后 叶峰猛然一道魂力打出 冰青棺材上面的棺材板 顿时横飞出去 露出里面保存良好的裕小刚尸体 裕小刚尸体有些泛白 脖子上还有一条拼接的血线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伤痕 比比东将裕小刚的尸体 保存得真的非常好 如果不是自己发现了他的计划 还真有可能将裕小刚复活成功 作者在《努力更新》中 现在推荐两本好看的书 第一本是热血沙伐类型 第二本是后宫类型 开车都开上火箭了 绝对爽 各位读者 如果觉得不够看的话 请搜索阅读一下 书名和简介都放在下面了 书一 斗罗堕天使 我以禁忌称帝 黑暗文 斗罗大陆 堕天使 重生为不死祖师 不死生物始祖 从天斗帝国皇陵走出 建立不死皇朝 以禁忌称帝 千任雪甘愿做祖师的侍女 祖师却请比比东来赴死 一个纠集王朝的极限 到底在哪里 普天之下 莫非黄土 日月所照之处 皆是天斗国土 神族 统统给我臣服 简介无力 请一步看正文 书二 书名 斗罗 重生人灭魔珠 多子多福 北明成为斗罗大陆的一只人灭魔珠 而且还是唐三的第三魂魂 得知剧情 很快唐三就来追杀他了 怎么办 正在这个时候 北明觉醒多子多福系统 后代天赋逆天 成长逆天 并且能够反馈到宿主身上 若干年后 唐三来猎杀人灭魔珠 一只遮天蔽日 带着地狱之谋的黑暗珠王在等着他们 随着时间推移 北明成为了星斗大森林之主 帝天是他的小弟 古月娜是他的老婆 而此刻 已经成神的北明 已经将目光瞄准天上的神剑 92 死灵武魂 推书 斗罗同人文 92 死灵武魂 推书 斗罗同人文 死灵武魂 推书 斗罗同人文 作者已经修改了上一章 在努力更新中 现在推荐两本好看的书 第一本是热血杀伐类型 第二本是后宫类型 开车都开上火箭了 绝对爽 各位读者 如果觉得不够看的话 请搜索阅读一下 书名和简介都放在下面了 书名 斗罗 重生人灭魔珠 多字多福 北明成为斗罗大陆的一只人灭魔珠 而且还是唐三的第三魂魂 得知剧情 很快唐三就来追杀他了 怎么办 正在这个时候 北明觉醒多字多福系统 后代天赋逆天 成长逆天 并且能够反馈到宿主身上 若干年后 唐三来猎杀人灭魔珠 一只遮天蔽日 带着地狱之谋的黑暗珠王 在等着他们 随着时间推移 北明成为了星斗大森林之主 帝天是他的小弟 古月娜是他的老婆 而此刻 已经成神的北明 已经将目光瞄准天上的神剑 我的孩儿 且随为父杀上神剑 灭掉罪人唐三 比比东猛然飞过来 想要保护玉小刚 却慢了一步 夜风体内死灵气息 喷涌而出 瞬间覆盖棺材体内的 玉小刚的尸体 死灵气息 如同世界上最强的硫酸一般 瞬间渗入玉小刚的尸体 开始强腐蚀 仅仅半秒钟不到 玉小刚的尸体便化了 皮肤如同浓水一般 直接化掉 仅剩下一具阴森白骨 正在飞过来的比比东 脸色忽然变了 心脏里面好像多了一股刮骨刀 不断对着心脏 来回消 可真是心如刀割 一股巨大的疼痛传来 比比东五官瞬间扭曲了起来 他对玉小刚的爱 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第一次 玉小刚被叶峰强杀 第二次 玉小刚扎都没了 比比东越想越愤怒 一股恐怖的黑色魂环亮起 使用出了招牌式攻击技能 因为上次使用死亡之窗 并没有取得作用 现在使用的是 他最强大的攻击技能 空间撕裂之深渊斩 试魂珠黄前方两把碧绿色镰刀 赫然合起来 形成两刀绿色的光刃 交叉向叶峰砍去 现在 他可没有任何留守了 千道流和金鳄 看到比比东再采决电发疯 赫然听到叶峰的传音 说不用他们管 顿时 他们就没有再动手了 说句实话 叶峰是供奉电出来的 虽然有时候非常狠 也做得非常过火 但是关键时刻 他们还是会力顶叶峰 叶峰看到比比东攻击过来 嘴角露出一股笑容 他拥有伤害转移 根本就不带怕的 右手猛然一握 从系统空间中 拿出一条长棍 下方是蛇身 看起来就像是盘龙棍一样 空间撕裂直深渊斩的攻击 瞬间到了 直接透体而过 叶峰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伤害都转移到 其中一个骷髅战士上面 其中有一句骷髅战士 天灵盖裂开 灵魂之火寄灭了 只是没有任何人发现罢了 还来吗 看见比比东没有说话 叶峰嘴角诡异一笑 随后又补充了一句 比比东 蓄意攻击裁决电电掌 最佳一等 战棍行多加一倍 现在立刻执行 那恐怖的声音 瞬间覆盖了整个裁决店 裁决店内所有供奉 长老都听到这个声音 他们无一不变色 因为其中 竟然蕴含了恐怖的大道法则 耳膜中嗡嗡作响 大供奉眼睛睁得大大的 看着叶峰 原本想要阻止一下的 但是后面仔细想了想 虽然叶峰很强 但是只是一个魂斗罗而已 绝对不是比比东的对手 叶峰拥有不死之身 比比东奈何其不得 但是叶峰同样奈何 比比东不得 这件事 或许不用自己 插手都行 然而 千道流 还是低估了叶峰的实力 只见叶峰第四个魂环赫然亮起 其中一股恐怖的能量释放出来 无穷无尽的死灵气息 蔓延遍整个裁决店 第四魂祭 死神的叹息 嗡 一股源自心底的哀叹传来 直逼比比比东而去 如同世界上最恐怖的悲悦一样 让人听了 经不住想要自觉 一股恐怖的死灵法则 笼罩在比比东身上 比比东心底漠然一痛 好像什么东西被剥夺了一样 修为瞬间下降 不对 准确来说 是被封印 原本比比东是96-97级之间 超级斗罗的 瞬间被封印了大半魂力 现在 他还剩下90级左右的魂力 也就是刚刚晋升封号斗罗的样子 比比东脸色一变 这是什么技能 居然能够直接封印我的大半修为 比比东心底 顿时冰冷了起来 正想要远离叶峰 叶峰却以一种诡异的速度冲过来了 手中的盘龙棍用尽全力 对着比比东的屁股一棍打下去 一棍 叶峰一棍打在比比东的屁股之上 那恐怖的力量 将比比东横飞出去 嘴角吐出一口鲜血 你敢打我 比比东顿时怒不可遏 浑身上下都在不断颤抖 他作为教皇 无论去到哪里 都是受人尊敬的存在 现在居然被叶峰 当着众多长老和供奉的面打 简直一点面子都没有了 叶峰没有说话 而是直接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想法 手腕一抖 铁棍猛然抽打出去 铁棍犹如洗净铅滑一样 焕发出万丈光芒 猛然又一棍打出 两棍 碰 又一声巨响传来 比比东猛然向屋顶飞去 将顶端的天花砸开一块 直接飞了出去 妈的 你居然敢打我 那我跟你拼了 比比东大吼一声 一个黑色的魂环亮起 瞬间变成了一只邪恶的猪神 蜘蛛通体墨绿色 八条腹腿 以及一排邪恶的腹眼 看起来异常可怕 这个东西 体型超过了五米 高度大概有十米 就像一个小型怪兽一样 暴怒地向叶峰冲去 天啊 这是什么情况 教皇被打了 打出五魂真身了 谁敢打教皇 这里是裁绝殿 该不会是叶峰吧 众人窃窃嘶语一声 然后猛然看到 那个如同神魔一样的身影 从裁绝殿飞出 手中还拿着一根铁棍 浑身冒着恐怖的死灵气息 天啊 这还真是叶峰 叶峰为什么要打教皇呢 这是犯了什么错吗 太过分了 教皇是我们五魂殿的牌面 现在被叶峰这样搞 唉 五魂殿主教 弟子们虽然心中有不解 但是他们也没有权力和能力 参与这件事 所以只能在旁边缓慢地看着 死亡之创 吸血诛刺 朱皇分身 比比东怒不可遏 直接将能使用的魂技 都丢出去了 妈的 今天我就跟你拼了 我就不相信你是杀不死的 虽然比比东这些魂技 基本上都是天底下最强的一波了 即便是封号斗罗 乃至于极限斗罗 都不敢迎接 可是 那么的 叶峰就是一个怪胎 不止要迎接 而且还不躲不避 如同神魔一样 既能中央走出过了 所过之处 所有魂技都扔在其身上 不过 诡异的是 叶峰竟然毫发无伤 不好意思 今天我不但要打你 而且还要让你知道 在五魂殿中 是纪律高于一切 而不是教皇 即便教皇犯错了 一样得责罚 说话间 叶峰已经出现在比比东面前了 因为比比东的实力受到了限制 现在无论是速度 还是战斗力 都不如叶峰 面对扑面来的铁棍 比比东根本就躲不开 三棍 这一棍打出 连同比比东魂技都打灭了 比比东又一次倒飞出去 而且 这次飞行的方向 是一群高大巍峨的建筑中 仔细一看 这不是教皇殿还是什么 妈了 叶峰 从才决殿开始打教皇 一直追着打 追到了教皇殿 这么无法无天的吗 刚刚你们没有听说吗 叶峰说 五魂殿的纪律高于一切 我倒觉得这样挺好的 人是无法做到绝对公平的 但是纪律可以 只要定下规矩 即便是教皇也得遵守 我觉得叶峰做得非常不错 千道流 金鳄和几位供奉 看着叶峰追着比比东打 没有丝毫留守的意思 顿时一阵错愕 这是什么情况 叶峰这么强 一个魂斗罗 居然不知道怎么弄 将比比东的修为限制住了 现在只有区区九十几左右的修为 千道流深呼吸一声 顿时想要上去制止叶峰 比比东是五魂殿的颜面 他是不会让叶峰 走出太出格的事情的 说得好听点 那就是千道流喜欢稳定 不喜欢变化 说得不好听的就是 千道流懦弱 不作为 金鳄转头 看着千道流一眼 大哥 我觉得 现在你不适合上去劝架吧 要不然 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光临斗罗将头伸过来 微微点头 是啊 再怎么说 叶峰也是供奉殿的人 金鳄 是的 我觉得叶峰办事 虽然狠了一点 但是还是很有分寸的 不会做出一些难以挽回的事情 供奉殿的人 千道流文言 喃喃一声 心底好像被一股暖流击过 心头如同被打开两外 一个缺口一样 有了全新一种名物 这让他停住了脚步 四棍 五棍 六棍 三十棍 最佳一等 追加三十棍 第六十棍 第六十棍打出 比比东直接跪倒在教皇殿前方 屁股位置已经血肉模糊 浑身变成了一个血人 很明显 他已经身受重伤 虽然说 叶峰将力度把握得非常好 能够知道怎么打 才会令人醉痛 而且又没有伤到本源 但是即便如此 在六十棍棍心的持续打击下 比比东还是身受重伤了 再加上气急攻心 直接就晕了过去 叶峰行星完毕之后 内心并没有太多感觉 他作为五魂殿的人 一切只为了五魂殿惩罚比比东 只是因为比比东做了不义的事情 作为教皇 却不务正业 非要恋爱恼 现在只是给比比东小友惩戒 如果比比东再不改的话 他会考虑罢免比比东的教皇之位 叶峰惩罚了比比东之后 这件事 也算是告一段落落了 叶峰也可以闲下来 专注于修炼提升修为 然后下一个阶段 就是推动五魂殿立国 但是这可以找到一个好的理由才行 毕竟立国可是一件大事 没有好的理由 直接宣布立国的话 很容易遭到其他人的针对 斗转星移 转眼间 一周时间过去 叶峰都在裁决店内修炼 经过一周时间的修炼 魂力又增长了一些 但是不多 现在 他修炼增长的速度非常慢 远远没有杀路来得快 但是现在叶峰越找不到人去杀 五魂殿的敌人都已经被灭得七七八八了 虽然还有一些小卡拉米 但是对叶峰来说 根本没有什么帮助 他必须要击杀封号斗罗级别以上的强者 才能够迅速增长魂力 在斗罗大陆第一步封号斗罗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 所以叶峰也非常苦恼 一边想尽快提升而已 另外 一边又找不到人杀路了 罢了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那就去星斗大森林再杀一波好了 星斗大森林深处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名字叫做核心圈 核心圈是星斗大森林里面真正的秘密 盘踞着的很多二十万年以上的凶兽 那些凶兽的实力都比超级斗罗更强 如果能够击杀他们的话 叶峰的实力肯定会迅速增长 九十九级极限斗罗也未可知 正在叶峰沉默的时候 忽然间外面走进来一位裁爵使 裁爵使身穿的是蓝色的裁爵服 脸上有些焦急 手中拿着一个信封 何是如此惊慌 叶峰张开双眸 冷冷地问 报告店主 天斗皇宫加急传来快信 裁爵使双手将手中的信呈起来 放在叶峰面前 原本叶峰有些不在意的 但是 听到是天斗皇宫传过来的快信之后 脸色忽然变了一下 双眸猛然张开 快速从图团中站起来 从裁爵使中接过快信 迅速展开 便迫不及待地 看向快信里面的内容 叶峰哥亲起 我是小雪 在天斗皇宫中 我敏锐的嗅觉 到了一丝不正常 好像我伪装太子的身份 已经被人看破了一样 心中有一股非常不祥的预感 所以我决定提前发动天斗宫变 叶峰哥哥 请你祝福我成功吧 如果我成功的时候 就可以将整个天斗帝国 都收入囊中 然后送给你 如果万一失败的话 我也有刺屯长老和蛇猫长老保护我 还有派给我的骷髅战士 我也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所以请不要记挂我 最爱你的小雪镜上 这封信的内容很短 上面用捐秀的字迹写着 只有叶峰才能看得懂的字 这字体是叶峰闲着无聊 交给千刃雪的 是之前在一个伪蓝色星球上面的 简体文字 除了他们两个之外 斗罗大陆上面其他人都看不懂 叶峰看完之后 忽然沉默了 除了有些疑惑之外 更有浓浓的担心 上一章已经修改 天斗帝国是 发生了什么变故吗 小雪作为武魂殿的天使少主 一出生就站在了所有人的顶点 而且身上还带有天使套装 按道理来说 是绝对不会有人看出千刃雪的身份的 除非是出现了反骨 或者说是背叛者 如果是如此的话 千刃雪恐怕会有危险 叶峰顿时心乱如麻 今生已经许清 你可不要出神妖意外啊 恰巧的是 千刀刘和金鳄两人顿时两手走了进来 原本一向淡定的两大供奉 现在眉宇之中 却是微微皱起来 眼神有些心不在焉 好像在为某种事情担忧一样 看到叶峰在裁决店中央 千刀刘也顾不上什么三步并做两步 仿佛缩地成寸一般 瞬间跨越十几米 距离出现在叶峰眼前 叶峰 出事了 我留在天斗帝国中的探子汇报 天斗帝国频道和七宝流离中 以及破之一族的杨无敌联系 大军一开始缓缓调动 很有可能天斗帝国中 发生了某种异动 尤其是根据探子回报 千刃雪身边的守卫忽然多了一些 这让我心里有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叶峰抬起头看了一眼千刀刘 双眸中有一丝抱怨 正是因为千刀刘顿不作为 已经懦弱 才会将千刃雪送到天斗帝国的 要不然千刃雪在武魂殿 可是真正的天使少主 这可浪费了千刃雪多少青春和天赋 我早就说了 不应该将千刃雪送去天斗帝国 你们非要不听我的 现在知道担心了吧 叶峰冷冷地开口 因为他怕有骷髅战士 在千刃雪身边 而且还有灵犀感应 知道千刃雪现在暂时没有危险 叶峰 现在说这些没有用了 咱们现在还是想想 该怎么样将千刃雪接回来吧 千刀流言语之中有一丝交集 千刃雪可是他签加最后一条毒苗 如果出了事的话 他真的没有办法面对列祖列宗了 不用想了 我亲自去保护千刃雪 没有人能够比我更合适的了 叶峰不容智慧地开口 交给其他人的话他放心不过 如果天斗真的发生了宫变 那可是有上百万士兵的 他是死灵魂师 可以无限召唤 一人及天灾 无疑是最适合的 千刀流微微点头 我跟二哥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供奉殿这一群老家伙 虽然不惧天斗帝国 但是 你作为千刃雪的未婚夫 无疑更合适 金额点头负荷 是啊 所以 我和大哥才会来找你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你就赶紧出发吧 嗯 我自有分寸 千刃雪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了 我保证 将它完好无损地带回来 其实刚才叶峰就准备出发的了 但是千刀流和金额的到来 让他微微停滞了几分钟 死别给千刀流和金额之后 叶峰来到裁决店楼顶 召唤出一条远古古龙 骑到古龙的背上 一条庞然大雾 便迅速从五魂城上方飞过 十万年魂兽的威亚 让很多五魂城的子民 匍匐在地 但是他们却没有过于害怕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 知道那是裁决店店长 召唤出来的亡灵 相反 他们看到古龙的出现 反倒觉得非常安全 五魂殿越发强盛 他们在五魂城生活 才更加安宁 叶峰直奔天斗帝国 再加上有些星级 赶路速度非常快 在天黑之前 就赶到了天斗城 果然跟千刀流的情报中差不多 现在天斗城 就犹如一个强大的军事堡垒 五步一哨 十步一岗 随处可见的天斗帝国士兵 正在街道上不断巡逻 原本小摊小贩已经消失不见 街道上非常冷清 虽然街上巡逻很多 但是却难不倒叶峰 叶峰没有顾及其他的 直接往太子府走去 与此同时 太子府宫殿内 千刃雪关上房门 便走向后院的水池 水池是他专门建造的温泉 平时一个人闲着无聊 就在这里泡温泉 刚才他已经让属下将水温调好了 水池中水雾弥漫 水面上些许玫瑰点缀 清香传来 将千刃雪的身体 映入水中 形成了一个倒影 只见倒影中的千刃雪 非常好看 其实他已经恢复了女儿身 肌肤圣雪 手臂如同白脸藕一样 眉心中带着一丝清晰的天使印记 身穿一套金色的比基尼套装 金色的套装和白皙的皮肤 相互结合在一起 让千刃雪看起来非常诱人 下方是金色的短裙 圆润的大白腿露在空气中 白皙红润的小脚丫 和地面上轻轻接触 留下许多水的印记 千刃雪顺着台阶 缓缓落入水池中 那亮丽的身影 在清澈的池水照应中 变得更加白皙了 玉衣以及金刚缓慢退去 千刃雪下半身浸泡在水中 右手撩起些许玫瑰花 任由水滴从手臂中滑落 双眸中带着一丝惆怅 每当到这个时候 他都寂寞难耐 脑海中经不住浮现出叶峰的身影 众望同一月 相思是佳人 叶峰哥哥 你现在过得好吗 是否已经收到 我寄给你的信了 你可以放心 小雪在这里过得挺好的 等小雪并不认写地 拿下天斗帝国之后 就将天斗帝国送给你 以后咱们就再也不分开好不好 叶峰潜入天斗皇宫 如入无人之境 现在已经到了太子府 举目向周围看了一眼 太子府的所有侍卫 以及婢女都被亲了出去 寂静无声 他在宫殿内找了一圈 没有找到千刃雪的身影 心底一沉 顿时顾不上其他了 直奔后院而去 正在泡温泉的千刃雪 听到宫殿里面 传来微不可查的脚步声 心头一跳 一股恐慌的情绪 从心底蔓延 他已经吩咐了所有侍卫 以及婢女了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他们都不可以进入太子府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这个脚步声是谁 恐怕是来者不善啊 该不会是来刺杀自己的吧 千刃雪从旁边轻轻一扯 将一条玉金裹在自己身上 然后捏手捏脚地 藏在水池旁边的一个假山上面 准备等待那个潜入者到来 趁其不备 给他 命一击 叶峰迈动脚步 走到温泉边 正准备向四周查看 却忽然感到 背后一阵进风传来 脸色微微一变 太子殿里面还有人 叶峰脚步一顿 斜跨一步 犹如凌波微步一样 凌空转过弯 向后方来人攻击过去 忽然感觉到了身后的熟悉气息 叶峰双眸微微一亮 连忙将手中的力气卸去 这个人竟然是小雪 他是绝对不会伤害小雪的 然而 虽然叶峰已经将攻击收回去 但是千刃雪却没有 因为叶峰为了潜入天斗帝国 已经经过了一番乔装打扮 现在只是跟千刃雪碰巧见面 千刃雪自然不可能 一下子就将叶峰认出来 无耻小贼 给我去死 千刃雪冷哼一声 手中的匕首迅速向叶峰的面门擦去 虽然叶峰拥有伤害转移技能 只要召唤物没有死绝 他便不会死 但是看着这把匕首 在他瞳孔中放大 还是条件反射般 做出了规避的动作 身子微微往后一仰 伸手便条件反射般 两个人便向后仰去 那白色的浴巾随之飘落 盖在两人身上 一股暧昧的气息 瞬间蔓延开来 千刃雪失去了平衡 也是静止往前跌去 恰巧的是 两人是面对面的 而且两人的身高几乎齐平 两个人的红唇之间 瞬间触碰了一下 两人眼睛睁得大大的 内心泛起一股涟漪 心跳猛然枷锁 犹如一个小麋鹿 在心脏里面撞来撞去一样 粉红色的红韵染上面孔 白皙的皮肤 而且是贸然来临 她们都显得很害羞 有些难以为情 虽然平时千刃雪 大大咧咧的 但是她平时 只是一个小女人而已 而且心中才有所属 心海已经被那一个人填满 现在贸然失去了初吻 除了有一种 特异的感觉之外 更多的是有一种 对不起叶峰的感觉 好像失去了初吻 便是背叛 而叶峰看起来 比千刃雪更加紧张 原本骄傲冷漠的身躯 现在变得柔软了起来 浑身上下 都开始放出了一股迷人的红色 原本她就是一个心理不完整的人 对感情这一块非常薄弱 以及冷漠 千刃雪是她心中唯一的光明 亦是她心中最神圣的存在 刚刚她居然亲了千刃雪 这这这 叶峰扇出热汗 密布整个额头 看着千刃雪瞪大了眼睛 仿佛空间凝固了一般 血液流动停止了 心跳停止了 一时间竟然忘记了动作 无耻小贼 你居然敢亲我 我要杀你 千刃雪怒不可遏 娇喝一声 那恐怖的气息 便向叶峰袭去 双手微微一抖 手中的匕首 如同毒蛇一般 直奔叶峰的面门 匕首犹如小黑点一样 迅速在叶峰的双眸中放大 叶峰脸色又变了变 小雪 是我 随着叶峰电声音大小 千刃雪就好像 被一股闪电击中一般 浑身颤抖了一下 猛然开始停止下来 这个声音她非常熟悉 是她梦年锁魂的声音 虽然叶峰伪装了一个皮囊 但是那独特的音色 千刃雪还是第一时间 就将叶峰认了出来 叶峰哥哥 是你 千刃雪明媚的双眸中 忽然真的大大的 看着眼前这个既熟悉 而又陌生的面孔 嗯 是我 不过 你这个小姑娘也太狠了吧 幸亏是我 如果换一个人的话 可能都直接被你送走了 叶峰强忍住内心的忐忑 缓缓地开口 谁知道你会来找我 而且不提前告诉我 哼哼 千刃雪许事撒娇一般开口 她在天斗帝国 一直装作很坚强 只有在叶峰面前 才能露出那小女人心态 唉 你的意思是 我来找你是不对的了 那我现在就打道回复 叶峰轻轻一笑 随之准备推开千刃雪 虽然千刃雪体重很轻 在叶峰面前 就犹如一根鹅毛一般 但是一直承载着千刃雪的重量 这还是有点不太礼貌 关键是 男女瘦瘦不轻呢 虽然刚刚轻了一下 但是如果玩过火了 那就不好了 随着叶峰的声音落下 千刃雪心头一阵紧张 顿时急了 叶峰可是他教师梦想那个人 每天晚上寂寞 难耐思念的那个人 现在好不容易才和叶峰见面 他又怎么会让叶峰离开呢 别别 我当然喜欢叶峰哥哥来找我 我还恨不得叶峰哥哥 每天跟我腻在一起呢 这样子就能保护好我了 而且还能让我在天斗公辩中 有更大的把握 千刃雪白溪的双手一急 顿时往前伸去 抱住了叶峰 锁过街市一阵柔软 叶峰眼睛猛然睁大了一下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特么 你悠着点呢 叶峰深呼吸一声 将心中的激动 平缓下去 这才缓缓地开口 小雪 我知道你是很欢迎我了 但是你能不能先从我身上下去 毕竟这样子 被人看见的可不太好 哦 千刃雪如梦初醒 这时候才发现叶峰在自己身下 而他一直抱着叶峰 连身形都没有动过 脸色顿时变得很精彩了起来 浑身上下都变得通红 这实在太羞人了 千刃雪恨不得在地上找一条缝钻进去 女人要矜持啊 刚刚我那么大大咧咧的 叶峰哥哥 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 千刃雪如同触电一般 身体以一种诡异的速度 从叶峰身上弹起来 然后低着头 双眸看向地面上 双手不断交替地捏着衣袖 其实 千刃雪是非常害羞的 刚才不但抱了叶峰哥哥 而且还得了叶峰哥哥的初吻 这种感觉 好像好好 叶峰哥哥的初吻 终于被小雪夺走了 叶峰哥哥 刚才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请你不要怪我好不好 千刃雪脸色红红的 声音有些难以为情 不知道是因为刚才袭击叶峰的事情 还是因为初吻的事情 又或者是两者的友 唉 叶峰沉默了一下 目光看向千刃雪有些古怪 男女在一块 好像都是女生吃亏的吧 现在听到你说这句话 怎么好像我吃亏了一样 没事 我不怪你 叶峰看着千刃雪可怜兮兮的双眸 轻轻地吐出了这一句 那就好 我就知道 叶峰哥哥最好了 会一直宠着我的 千刃雪一秒变脸 原本皱着的面孔 瞬间如同鲜花般绽放 脸上的可怜兮兮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活泼 以及天真的气息 随后好像想到了什么 连忙又问 叶峰哥哥 你怎么来找我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看我了呢 收到你的信息 担心你的安全就来找你了 对了 你说 你的身份可能暴露了 这是怎么回事 叶峰举起头 看着千刃雪绝美的面容 脸上有一股赏心悦目的感觉 千刃雪作为天使少主 无论相貌还是皮肤都是一绝 就连他这个早就水泥 冰封的心都泛起阵阵液 很治愈的感觉 犹如春风徐来 温暖我心 我也不清楚 我就是感觉不对劲 不止周围的守卫多了 而且皇宫里面一些人 对我也开始默默戒备了起来 好像发生了什么一样 因为情况有变 我准备提前实施计划 将雪叶大地杀了 继承地位 千刃雪听到了这句话 兴致瞬间拉塌了下去 额头漂亮的皮肤上皱褶起来 些许波纹挂在上面 叶峰双眸皱起来 心中如同闪电划过 正如自己上次猜测一样 没有了唐三的紫迹磨眸 别人是看不穿千刃雪真身的 唯一有个可能 便是出现了内鬼 而且 这个内鬼 很有可能是破之一族的族长杨无敌 破之一族 之前是浩天宗的附属家族 现在听到浩天宗被灭 说不定反水 背叛了五魂殿 将千刃雪的秘密暴露了出去 雪夜大地的慢性毒药 就是杨无敌研制的 杨无敌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 而且拥有动机 小雪 你觉得 会不会是杨无敌出卖了你 叶峰轻声地问 我也不确定 杨无敌看起来挺乖的 一直帮我忠厚老实地研制慢性毒药 我对他了解不多 千刃雪眼中的忧愁更甚了 叶峰抬起头 看了一眼 心底有些心痛 千刃雪这个小姑娘 一个人来到异国他乡 执行危险重重的潜伏任务 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很坚强了 虽然看起来千刃雪外表很强大 但是终归是一个 想要有依靠的小女人而已 现在没事了 我来了会保护好你的 嗯 千刃雪说着 抬起头 看了叶峰一样 眼睛红扑扑的 心跳得非常快 忽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想要抱抱叶峰 说做就做 虽然心里有些颤抖 但是还是撞着胆走上去 双眸中带着一丝寒情默默 猛然从后背抱着叶峰 叶峰感受到身后的柔软 身体猛然颤抖了起来 他从来不尽女色 现在还是第一次 但是他没有躲 千刃雪是自己的未婚妻 抱一下不是正常的吗 忽然 外面传来一阵淡淡的声音 是一个醇厚的男生 声音中没有加带任何感情 太子殿下 里面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好像听到了 里面有动静 叶峰和千刃雪文言 身体猛然僵住了 相互对视了一眼 随后两人都自觉地平住呼吸 降低心跳 以防外面的人发现泥端 千刃雪将魂力覆盖到喉咙上面 发出太子雪清禾的声音 但是外面那个守卫 似乎不愿意离开 一直在门口位置徘徊 太子殿下 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要不你还是让我进去检查一下吧 要不然 我实在放心不过 你这是找死吗 本太子让你退下 千刃雪板起面孔 声音忽然冷了下去 自从太子府周围 多了一对陌生的护卫 他办事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好像做什么事情 都会被人盯着一样 就比如现在 好的 那我就先下去了 太子殿下保护好自身安全 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的话 可以叫我 我一直都在的 外面的守卫 说完支句话之后 脚步声就渐渐远去了 千刃雪连忙松了一口气 他潜伏在天斗帝国 每天都过着这种如履薄冰的生活 实在太累了 现在自己的爱人在怀中 有一股想要休息一会的感觉 夜幕降临 夜已深 本来叶峰想要离开的 虽然外面的守卫很多 但是如果他想要离开的话 很显然 没有人能够发现得了他 但是千刃雪说什么都不让他离开 说什么 好不容易来一趟 身体都没雾热就离开了 有些舍不得 叶峰只能住了下来 等待明天一早再逃出去 只是身体就像一根木头一样 站在原地 看着前方仅有一张的床 心中非常难以为情 今不止在想 今晚我应该睡哪里 睡沙发吧 好像又有点疏远 毕竟他跟千刃雪已经订婚了 两人是未婚夫妻关系 是可以睡在同一张床上的 但是如果睡床吧 他又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千刃雪 虽然心中早已水泥冰封 但是对于男女之事 还是略知一二的 就怕到时候忍不住 将千刃雪吃了 叶峰沉默了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睡沙发 因为他觉得 睡床的话不太好 小雪 你早点休息 今晚我在沙发上修炼一晚就行了 叶峰淡淡地开口 浑湿的精神力远比一般人强大 通宵修炼一晚 并没有什么影响 甚至效果也和睡觉差不多 第二天依旧充满了精神 啊 千刃雪文言 心底有些失落 看着前方还算宽敞的大床 容纳两个人绰绰有余 不知道为什么 心底竟然有些期待 小时候都是跟叶峰哥哥在睡一起的 现在长大后 怎么不可以了呢 不行 我要和叶峰哥哥一起休息 千刃雪心中一横 猛然做出了决定 脸色变得红彤彤的 千刃雪心中一横 猛然做出了决定 脸色变得红彤彤的 前世今生 他作为一个女人 还是第一次要求 跟一个男的睡在一起 虽然心里非常难以为情 但是一想到能够跟叶峰哥哥在一起 就干尽十足 活力无限 叶峰哥哥 床还够宽敞 你跟我一起休息吧 咱们小时候都是这样的 千刃雪伸出鲜鲜玉手 抓住了叶峰的手臂 然后就往床上拖 他心跳很快 血液流动加速 一种特殊的荷尔蒙分泌 太子府中弥漫着一股暧昧的气氛 因为过于紧张 以及忐忑的原因 千刃雪不敢看叶峰的眼睛 只好笨拙地拖着对方往前走 以掩盖内心的紧张 叶峰此刻就像木头一样 就站在原地不动 任凭千刃雪推着往前行 然后倒在床上 窗帘缓缓关上 一夜匆匆过去 他们就像两根木头一样 相敬如冰地度过了一晚 什么都没有发生 第二天一早 叶峰就告别了千刃雪离开了 因为白天皇宫里面人来人往 而且太子还要上早朝 很容易被人发现 而且叶峰也要去调查一下 看看是谁出卖了千刃雪 千刃雪会在一周后发动宫变 到时候 七宝琉璃宗和独孤伯杨无敌都会来 叶峰觉得自己 可以先将杨无敌除去 无论杨无敌是不是内鬼 都不重要了 如果提前将杨无敌除去了 那么天斗帝国的宫变的成功率 就会高很多 从皇宫出来之后 叶峰在天斗城走了一会 禁止来到五魂殿分殿 五魂殿作为斗罗大陆上 最为恐怖的势力 无论是在哪一座主城 都建有分殿 分殿主要负责帮助平民觉醒五魂 让平民拥有通过修炼 改变阶层的机会 分殿中记录了关于杨无敌的信息 自然也有破之一族的家族所在位置 叶峰得到信息之后 便马不停蹄地 往破之一族的足地走去 先去将杨无敌宰了 看看能不能改变一下东西 先削弱反抗的力量 然后扶持千任雪登上地位 这是叶峰的目的所在 叶峰来到天斗城边缘位置 那是东边靠近城市五十公里 距离星斗大森林三十公里的位置 破之一族的足地就存在于这里 距离浩天宗宗地不远的位置 在上古时期破之一族 可是浩天宗的附属家族 虽然因为浩天宗的封山 四大家族已经脱离了浩天宗 但是对浩天宗之间的关系 还是有点暧昧的 要不然 在原著中 五魂殿立国之后 四大家族也不会成为唐门的爪牙了 叶峰没有犹豫 直接召唤出骷髅战士 将这个破之一族的足地给围了起来 破之一族中没有封号斗罗坐镇 想要灭掉对方 这些骷髅战士已经足够了 五百骷髅战士在正前方 五百骷髅战士在左边 五百骷髅战士在右边 五百骷髅战士在后方 前后左右严丝合缝 将破之一族完全包围起来 就连一个苍蝇都无法逃脱出去 因为这里是天斗帝国的底盘 如果在这里拖久了的话 恐怕会大打不利 屠杀直接开始 甚至没有一丝犹豫 破之一族就像是屠夫 破之一族的弟子就是戴宰的鸡鸭 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骷髅战士手起刀落 就有无数破之一族的弟子 被砍下头颅 魂归故里 叶峰也没有闲着 直奔破之一族的主殿走去 那里是族长经常待的地方 杨无敌应该在那里 他要先将杨无敌干掉 破之一族的主殿 做得比武魂 逊色很多 甚至有点简陋 只有一栋五层高的平房 叶峰刚刚赶到这里 顿时看到在这里破之一族的守卫 其中有一个是守卫队队长 武魂是杀戮枪 修为达到了魂斗罗境界 将叶峰拦住了 叶峰也不急 反正现在骷髅战士 已经将破之一族包围了 杨无敌根本不可能 走出自己的包围圈 你们的组长杨无敌在哪里 叶峰用精神力扫视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杨无敌的身影 顿时有一股大事不妙的感觉 杨无敌怎么会不在这里 守卫队长没有说话 直接抽出杀戮枪 便往叶峰杀了过来 其中八个魂环亮了起来 声音横得咬牙彻齿的 很明显是准备拼命的架势 叶峰皱了皱眉 既然你不说的话 那就给我去死吧 叶峰身形往左一偏 然后在半空中拐了一个弯 右手并拢 成掌刀 他是一个亡灵 体内的骨架以及肉身 都是非常强悍的 这用血肉之躯凝聚而成的掌刀 跟真正金刚铸造而成的利刃差不多 一刀劈下 那位守卫队队长便死得不能再死了 杀掉了队长之后 叶峰在破织一族的足地收割了起来 目之所及之处 只要是活着的生物统统杀掉 但是 等他寻找了一番 忽然发现 杨无敌竟然不在家族之内 嗯 那杨无敌会在哪里呢 该不会是 许事突然想到了什么 叶峰脸色大变 然后猛然往天斗城走去 杨无敌不在家族内 很有可能天斗的功便会提前发生 到时候 千任雪就危险了 希望我的猜测是错的吧 叶峰喃喃一声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还是发生了 就在骑回到天斗城城墙外面三公里的时候 忽然停住了脚步 因为在他的精神力中 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前方的密林中 埋伏了一对密密麻麻的人 其中全都是魂斗罗级别以上强者 还有一位顶尖的封号斗罗 隐藏其中 怎么会有人在城外埋伏 该不会是真的出现了意外吧 叶峰心急如焚 顾不上埋伏在周围的伏兵 想要绕过去 跟对方井水不犯河水 他快速前进 走了五百米之后 发现前方又是伏兵 而且是围成一圈的魂施 魂施中夹带着天斗帝国的士兵 这些伏兵竟然将整个天斗城都封锁了起来 任何人都无法进出 到了现在 叶峰哪里还不知道 天斗城出大事了 很有可能就是千任雪暴露了 杨无敌那群家伙要对千任雪动手 麻烦了 叶峰看到天斗城都被皇家的伏兵包围了 而且强大的魂施军团环绕左右 心中更乱了 每时每刻都在担忧 既然都将天斗城围起来了 他也没有再忌讳自己的身影 直接现身静止往天斗城走去 天斗城周围伏兵那么多 正好说明天斗皇宫出事了 叶峰必须尽快回到小雪身边 虽然说小雪身边有蛇毛和刺豚两位长老在守护 而且还有自己的骷髅战士 但是难保不会出现意外 天斗城外伏兵重重 那就足以说明雪夜大地动真格了 叶峰刚走到一半 虚空之中忽然传来一声悠悠的声音 阁下 走得那么匆忙 可是要去哪里 随着声音落下 前方忽然出现一对老夫妇 为首的是一名妇人 看起来六七十岁出头 满头白发 双眸熠熠发光 皮肤保养得很好 全身上下有一种婴儿般的白皙 其右手握着一根长长的舌头拐杖 身体周围九个魂环在律动着 旁边一位侍主龙杖的老人 手中拿着一个龙头拐杖 龙杖和舌杖有些相似 但是又有不同之处 总的来说 龙杖比舌杖更加高端以及豪华 但是其中的攻击力 孰强孰弱就未可知了 那名老人身体周围 依旧浮现着九个魂环 叶峰看着眼前这两人 目光盯在舌杖和龙杖上面 心底颇为吃惊的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这两人就是龙宫和舌坡了 江湖称盖世龙舌 龙宫名梦鼠 五魂龙杖 舌坡名朝天香 五魂舌杖 他们有一个恐怖的五魂融合计 名字叫做龙舌合一 即便在魂圣时期 都能战胜普通的封号斗罗 但是现在龙宫舌坡 居然达到了封号斗罗修为 这是叶峰没有想到的 心底颇为意外 难道说 是因为自己穿越过来的原因 让剧情发生了变化 龙宫舌坡都晋升封号斗罗了 还是说龙宫舌坡另有变化 不过 想那么没用 如果仅仅只是这两个封号斗罗的话 可挡不住自己 我要去天斗城 望两位行个方便 叶峰冷冷地开口 声音有些冷 杀气环绕在四周 他已经在强忍着自己的杀意了 如果对方能够让自己过去 那双方都安好 而且自己还能省时间 但是 如果对方不让自己过去的话 那就只能大开杀戒了 你去天斗城做什么 舌坡冷冷地问 这个不用你管 哦 那你恐怕去不了 这段时间 天斗城里面可能出现暴乱 雪夜大地已经下令任何人 不能进出天斗城了 望你能理解老神 舌坡淡淡地开口 叶峰身体周围杀气浓郁 绝对杀过不少人 而且有一股淡淡的压迫感传来 舌坡并不敢侵蚀对方 如果我非要去呢 叶峰冰冷地开口 目光看向龙宫和舌坡 就像看向两个死人 那就不好意思了 得掀过我们这一关 就你们两个 恐怕还挡不住我 随着叶峰的声音落下 周围猛然窜出一阵见识 嗖嗖嗖 一声声清脆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 密林里面就出现了一排密密麻麻的皇家士兵 以及穿着不明服装的魂师军团 这些魂师军团 最低修为都是魂圣 他们将叶峰团团围住了 如果再加上这些呢 龙宫舌坡猛然一笑 虽然他们看不透叶峰的修为 但是即便叶峰再强 也绝对不会是他们两个 再加上五千魂师军团的对手 不怎么样 叶峰冷语随后没有再说话 而是心念一动 将两千骷髅战士召唤出来 骷髅战士浑身由骨架构成 全身除了灵魂之火之外 都是冰冷的骨架 两千骷髅战士列队在地上 排列有序 分列左右 跟龙宫和蛇婆的五千魂师军团相对 但是纪律却更严明 修为更高 每一位都达到了恐怖的魂斗罗巅峰境界 随着叶峰召唤出两千骷髅战士 龙宫和蛇婆脸色终于变了 身体如同一根木头一样 一动不动地僵在原地 他们自然听说过叶峰大名 斗罗大陆上唯一的死灵魂师 一人及天灾 能够召唤无尽骷髅 年仅二十左右 就能砍杀浩天斗罗 灭好天宗和蓝殿霸王龙家族 上三宗被灭两个 从而冠绝天下 其中凶名甚至比比比东更甚 你是叶峰? 龙宫蛇婆惊恐地问 虽然他们也晋升了封号斗罗 但是距离浩天斗罗这种绝世强者 还是差了一点东西 叶峰可是妥妥的一个杀神 连唐号都能斩杀的存在 他们不认为自己能够打得过叶峰 正是本人 叶峰冷语 龙宫蛇婆脸色微微一变 但是很快又冷静了下来了 虽然叶峰很强 但是他们是听从天斗帝国血液大帝命令的 不能让任何人靠近天斗城 就算 你是叶峰又如何 我们龙蛇合一 未必就一定说 龙宫蛇婆强作镇定 他们是魂师队伍中的领头人 作为一个领头人 气势必须要足 在敌人面前不能害怕 要不然这群魂师军团就无法领导了 蛇婆高举手中拐杖 从半空中往下面轻轻一打 冷喝一声 全体都有 给我杀 魂师军团收到了指令 如同严格的士兵一样 排兵布阵 向叶峰压过去 最前方一排是防御型魂师 也就是所谓的坦克 第二排就是攻击型魂师 第三排是远程攻击型魂师 最后一排是各种加Buff和治疗的魂师 各种各样的兵种非常齐全 很明显 这些狐魂师军团是根据最高规则配置的 如果在战场上 就是无坚不摧的部队 轻易攻占一成的存在 但是 虽然这群雄师很强大 但是在叶峰的召唤物 是根本就不够看 叶峰的召唤物是亡灵 是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 每一次手起刀落 都会带走几条鲜活的生命 龙宫蛇婆也没有闲着 两人将手中的拐杖 往半空中一丢 两人异口同声地高呼一声 龙蛇合一 蛇杖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在半空中挥舞 魂力流转其中 一圈一圈强大的魂力扩散而出 蛇杖的力量充斥左右 龙杖在半空中 和蛇杖相互呼应 然后手尾相连 形成一个巨型拐杖 有点似龙似蛇 但是又飞龙 飞蛇 看起来非常怪异 但是又充满诡异的和谐 其中所散发出来的劲道 非常强 叶峰瞳孔微微缩了一下 看来自己真的小看天下人了 以为唐号这样的 才是真正的强者 从来没有正眼瞧过龙宫蛇婆 没想到龙宫蛇婆 晋升封号斗罗后会那么强 单单凭借这个气息 恐怕都是顶尖的封号斗罗了 虽然说不一定能够比得上唐号 但是也相差不远了 想要真正击杀龙宫蛇婆 恐怕还真得浪费一定的时间 但是 我是死灵魂师啊 傻子才跟你单打独斗 你们很强 那我就让我的召唤物 九条古龙陪你们玩玩 叶峰干笑一声 然后一个新红色的魂环 猛然亮起 刹那间 天地破碎 苍穹之上 出现一道裂缝 这道裂缝是新红色的 通过光面 能够看到里面 无穷无尽的地狱世界 然后九条远古古龙 便从裂缝中迅速飞出来 身长近乎百米 九条古龙爪 在半空中飞舞 那双 如同灯笼一般的双眸 凶神恶煞 静止盯着龙宫蛇婆 龙宫蛇婆身形 猛然抖了一下 虽然他们晋升了封号斗罗 但是依然没有见过 如此恐怖的十万年魂兽 据说 一头十万年魂兽 就能虐杀普通的封号斗罗了 这里可是有整整九条啊 怎么可能打得过 龙宫蛇婆心里 忽然闪过一阵绝望 那么你从来都没有告诉我 这是与五魂殿 最狠那个人为敌啊 龙宫蛇婆沉默了一下 他们知道 自己断然无法在这九头古龙的围攻中活下来的 所以心里顿时有了沉浮之意 蝼蚁尚且偷生 更何况 他们已经修炼了数十载 付出了青春 付出了努力 后面的时间正是享乐的时间 现在竟然要命折于此 他们有些不甘心 蛇婆转过头 跟龙宫对视了一眼 虽然两人都没有说话 但是他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对自己的另一边 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以及默契 仅仅对视了一眼 便能猜到对方的心意 随后两人相互点头 他们知道当断则断 既然知道是必死之局 那为了活命就得投降 食食物者可以免除皮肉之苦 叶峰大人 老身不再阻拦 你去天斗城 并且臣服于你 求求你能放老身一命 龙宫率先对着叶峰跪下来 虽然男儿西夏有皇宫 但是在真正的生死面前 可管不了什么西夏黄金了 就算是直接断臂都行 当然 前提是不能动他的孙女 孙女孟依然可是他们的命脉 蛇婆也缓缓对着叶峰跪下来 声音中再也没有半点傲气 而是变成了一副奴才的模样 说话也唯唯诺诺的 是啊 叶峰大人 我们只是听杨无敌的命令 让我们在这里阻断 进入天斗城的道路 却从来没有想过 要与你为敌的 如果我们提前知道 叶峰大人 你要来的话 就算给我们一万个杆子 我们也不敢来伏击你啊 我跟龙宫商量过了 老身修炼数十载 如果就这样死去 未免太过于不甘心了 所以 我们愿意臣服于你 残生伺候在你左右 你让我们干嘛 我们就干嘛 绝对不会半点忤逆你的意思 叶峰文言 不为所动 甚至都没有鸟龙宫舌婆 现在才臣服 是否已经晚了一点 现在炮台已经铺开 正准备指导黄龙 你却直接告诉我 你不敢了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现在臣服晚了呀 彻底变成 我死灵核心的净化养料吧 如果你能让我 晋升封号斗罗 我肯定会给你们立一个墓碑 将你们的尸体 抬回异寿学院 让你们能够得以安息 叶峰走到一条远古古龙面前 双脚在地上用力 猛然往前一跳 顿时落在古龙的背上 扶摇上 直接往天窦皇宫飞去 虽然天窦皇宫 是禁飞的 但是他不认为 有人可以拦得住 自己的古龙 虽然叶峰离开了 但是他的召唤物还在 就如同最忠实的程序一样 正在不断搏杀 两千骷髅战士 不断屠杀魂师军团 八条古龙 围着龙宫舌坡 直接暴力将这两位 封号斗罗生斯了 所用的时间 仅仅一刻钟而已 叶峰刚飞到皇宫外面 便感知到天窦城外的伏兵 已经全部 被自己的召唤物 消灭殆尽了 他没有减速 而是迅速召唤古龙往前飞去 直奔太子府 小雪的安危重于天 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回到小雪身边 与此同时 天窦城皇宫中 在杨无敌的反水下 天窦帝国和七宝琉璃宗 联合在一起 发动一场宫变 这场宫变的目的 就是铲除太子雪清禾 以及雪清禾的所有语义 因为他们知道 雪清禾是假冒的 雪业大帝听到自己的太子 被人杀了 而且还来了一个冒牌货 自己还培育对方数年 顿时勃然大怒 这场宫便就是雪业发起的 太子殿周围已经叠血万里 血流成河 里面房门紧闭 外面数万大军 将太子府包围起来 大军最前方站着的是雪业大帝 以及七宝琉璃 宗宗主宁风制 破之一族族长 之一族族长 立之一族族长 欲之一族族长 敏之一族族长 剑书 雪清禾旁边有两位封号斗罗守着 而且还有一对魂斗罗的护卫 单单依靠皇家魂师军团 恐怕很难攻破太子府 你出手吧 事不宜迟 时则生变 宁风制沉默了一下 转过头 对着旁边一位男子开口 见到陈兴 五魂七杀剑 九十七极强攻系巅峰斗罗 乃是七宝琉璃宗最强的斗罗 好的 宗主 陈兴微微点头 随后一步踏出 一尘不染雪白色的长袍 随风飘荡 浑身瘦削 如同一柄冲天起的利剑 锐气十足 单单站在那里 就给人一种不可匹敌的感觉 一 一阵当间斗罗想要动手的时候 前文修改 改成骑着古龙直奔太子殿 天空之中 忽然传来一阵刺耳的龙吟 声音很强 震得众人耳膜生痛 十万年魂兽的压迫感 忽然出现在天斗城的上空 一些实力微弱的士兵 直接匍匐在地 面露恐惧 他们生于和平年代 哪里有见过如此恐怖的巨物 银银银 天空中 龙吟不断 其中恐怖的声浪席卷而来 巨大的阴影 如同一艘航空母舰一样 逐渐笼罩在众人上空 众人抬起头一看 看到是叶峰的专属作驾 脸色微微变得难看了起来 脸上充满了惊恐 雪叶大地抬起头 看着天空中飞过来的古龙 虽然双腿都在微微打颤 但是他却面无表情 丝毫看不出有 四 作为一国帝王 他拥有的城府 以及气量都是极品的 完美隐藏自己内心的想法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雪叶只是看了一眼 便认出来了 那是武魂殿的裁决长 凶名非常甚 据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浩天宗和蓝殿 霸王龙家族 就是叶峰灭掉的 按照这种情况下去 天斗帝国被武魂殿侵占 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因此 他接到杨无敌的告密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想将千刃雪 擒拿下来 关押在大牢里面 作为人质 他调查过了 千刃雪是教皇比比东 和千寻级的儿子 亦是武魂殿的天使少主 长老殿和供奉殿 基本上都是拥护千刃雪的 只要他能够得将千刃雪抓住 将千刃雪当成人质 质子 必然能够跟武魂殿谈判 保护天斗帝国十年无恙 况且 千刃雪假冒天斗的太子 这可是自己送上门来的 他不好好废物利用一下 还真的是对不起死去的雪清河 雪叶大帝有一点没有想到的 那就是 明明他们收到消息之后 都第一时间动手了 为什么武魂殿的裁决长 还是能够第一时间赶来救援 而且 他在天斗城周围设下了埋伏 无论任何人都无法进出天斗城 叶峰的速度 怎么还是那么快 那可是两名封号斗罗啊 难道蒋叶峰 在那么短时间内 就将两名封号斗罗杀掉了吗 这让雪叶大帝 内心有些惊恐 虽然他已经将七宝流离宗 请来助阵了 但是叶峰凶名在外 恐怕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唯金之计 只能迅速将千刃雪拿下了 这样 他们才有谈判的资本 还不让你的人速速动手 雪叶大帝对着宁峰志大吼一声 宁峰志闻言 身体僵了一下 看着上方的古龙和叶峰 心头一狠 猛然对着身边的古斗罗和剑斗罗 微微点头 两大封号斗罗便向太子府掠去 宁峰志知道 叶峰就是一个杀星 上三宗都被勤灭了两个了 还剩下七宝流离宗 虽然说七宝流离宗保持中立 但是中立不代表着安全 只要没有臣服武魂殿 都有可能被武魂殿灭掉 事已至此 他也只能一路走到黑了 叶峰看到七宝流离宗 针对天使少主 可不会放过他们 未经之计 只能尽快将千刃血擒拿下来 才能让叶峰投鼠忌器 剑斗罗和古斗罗身体周围 亮起九个魂盒 封号斗罗的气息散发出来 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往太子府掠去 麻的 找死 你们七宝流离宗想要干嘛 非要与武魂殿为敌吗 既然如此的话 我发誓 必然图进你七宝流离宗 叶峰看到古斗罗和剑斗罗迅速向太子府走去 顿时怒不可遏 小雪的就在太子府里面 你们对小雪动手 这可是动了我的逆龄啊 龙有逆龄 处之即死 叶峰背后忽然升起一个血色的圆轮 圆轮酷向月亮 上面有诡异的符纹在流转 身体周围浮现出九个新红色的魂环 天啊 叶峰什么时候晋升封号斗罗了 而且还是九个十万年魂环 魂环十万年满配的封号斗罗 这到底有多强啊 剑施能顶住吗 好强 十万年古龙的强大都令我很惊讶了 没想到叶峰更强 叶峰听见下方的一轮 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是九环封号斗罗了 怎么升级了呢 他疑惑了一下 目光瞥了一下系统面板 顿时明白过来了 原来刚刚屠杀破之一族的时候 所有死灵气息凝聚在一起 再加上前段时间灭好天宗 蓝殿霸王龙家族所凝聚的杀戮 现在终于量变引起质变了 自动升了一级 现在他的系统面板是这样的 宿主 叶峰 武魂 死灵武魂 三级 魂力 九十级 魂魂 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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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所拥有召唤物 骷髅战士 九十级 数量五千个 天赋 伤害转移 全面增幅 杀气凝聚 系统面板下方 还有几条温馨提示 恭喜宿主所杀戮凝聚的杀气 达到了晋级要求 自动晋升为九十级 恭喜宿主的武魂达到晋级要求 已经晋升为三级武魂 三级死灵武魂 已超越斗罗大陆上面的所有武魂了 位列第一 检测到宿主晋升九十级 获得系统奖励十万年魂环 宿主的所有魂技提升一级 叶峰只是匆匆一瞥 便强忍住心底的激动 收回目光了 刚刚的升级 真的是及时雨啊 现在天斗宫便可能 好好玩一玩了 叶峰晋升到九十级封号斗罗之后 不但是自身的实力 达到了爆发性增长 召唤物的实力 也得到了爆发性增长 它的所有召唤物 都是跟自身同等级的 现在它晋升了封号斗罗 那就意味着 所有召唤物都晋升了封号斗罗 召唤空间中 可存放着整整五千个封号 斗罗级别的封号斗罗 这 无敌了 叶峰飞到一半 忽然停住了脚步 略带着笑意的 看着看着剑斗罗和古斗罗 现在所有骷髅战士 都晋升封号斗罗了 也就是讲 但是有二十个 还是能挡住剑斗罗和古斗罗了 果不其然 当骷髅战士飞到太子府 正准备对千刃雪动手的时候 太子府的大门忽然碎裂 分裂成四五块 从中飞过来 四散而开 这让正想破门而入的剑斗罗 和古斗罗脸色一变 心底顿时生了一股不好的感觉 紧接着 里面二十把骨刀猛然举起 血色的长红迎面来 死亡的气息环绕左右 其中恐怖的力量升腾而起 不好 剑斗罗和古斗罗 没想到 里面竟然还有封号斗罗 而且 一来就是二十个 他们直接被砍模糊了 连忙使用魂力进行阻挡 可惜根本来不及了 二十把骨刀 携带着封号斗罗的能量 直接砍落 虽然剑斗罗和古斗罗 已经第一时间 采取措施进行处理了 但是依旧吃了一个不轻的暗亏 两人迅速暴退 眼睛看着那突然出现的 二十个骷髅战士 脸上经不住露出一阵惊骇 即便剑斗罗和古斗罗 都见惯了大风大浪 但是被眼前这骷髅战士 吓得不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召唤物都晋升封号斗罗了 麻的 这召唤物 是跟召唤主同一个等级的 现场中所有人 看清楚情况之后 心头都瑟瑟发抖了起来 死灵魂师这个职业 实在太影响平行了 虽然他们 都往高里评价死灵魂师了 可是死灵魂师的强大 却依旧还是一遍一遍地 刷新众人的认知 剑斗罗和古斗罗如遭雷击 两人待在了原地 一时间 竟然不敢动了 虽然那二十个骷髅战士 只是普通封号斗罗 但是数量太多 即便他们再强 也不可能一下子 就将千刃血捉住的 因此 他们很清楚 自从叶峰出现了之后 天斗宫变 他们就输了 叶峰的压迫感 实在太强了 叶峰趁着他们不注意 在半空中翻滚了两下 从半空中落到地面上 然后静止进入了太子府的大门 在此过程中 其他魂师军团的人 竟然无一人敢拦截 走进里面 目光看了一圈 他就看到 倒在地上的千刃血 千刃血脸色苍白 双腿软倒 倒在蛇毛长老的怀里 另外一位刺屯长老 同样躺在旁边 脸色苍白 似乎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千刃血看到叶峰走过来了 双眸瞬间就亮了 原本他一个人在异国他乡 心里充满了恐惧 再加上现在天斗宫变 全部人都对他充满了恶意 一个人在这里 那得有多绝望啊 但是随着叶峰的出现 好像在绝望之中 看到了一道光 心中充满了温满 叶峰哥哥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嗚嗚 千刃血想要站起来 身上却受伤了 一个亮腔 又倒在蛇毛斗罗怀中 别动 叶峰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三步并坐两半 来到千刃血面前 往前轻轻抱了抱千刃血 因为他不善言辞 所以不擅长言辞 只是伸手往千刃血精美的脸蛋上 微微擦拭了一下眼泪 千刃血这个小姑娘 眼泪顺着脸蛋滑落 早就哭成了泪人 叶峰看着千刃血的样子 心底一阵阵脚痛传来 紧紧抱住怀中的家人 拥抱在怀中 无论是谁 只要动了我的小雪 我都必然让他们付出代价 叶峰在心里冷冷一声 旋即将千刃血缓缓地放下 放在蛇毛怀中 蛇毛长老 麻烦你保护一下小雪了 好的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蛇毛长老微微点头 叶峰心念一动 召唤空间内的所有骷髅战士 都召唤出来 浮现在天窦城皇宫上空 因为骷髅战士 也晋升了九十级封号斗罗 所以能够飞行了 太子府周围的广场 容纳不了那么多骷髅战士 就让其飞在半空中 密密麻麻 如果红色警戒里面的火箭兵一样 亡灵席卷整座太子府 死 五千封号斗罗 而且还是召唤物 妈了 这谁打得过呀 无论是天窦帝国的人 还是七宝刘梨宗的人 看到上空的五千具骷髅战士 心底都闪过深深的畏惧 这简直不是人啊 尤其是宁峰志 抬起头 看着前方的骷髅战士 眼眸不断闪动 无限悔意从心中诞生 我 我怎么就答应了 雪叶大帝的邀请了 现在如何是好 有了叶峰 这个变态在 根本没有任何人 敢和五魂殿为敌啊 这骷髅战士军团 直接横推了整个斗罗大陆 都行 妈的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个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家瓦上霜 当初我怎么就想了 这么一个馊主意呢 现在好了 七宝刘梨宗 还能不能活着 都不知道 尤其是 当宁峰志 想到七宝刘梨宗的传承 要葬送在自己手里 就觉得没有任何脸面 去面对列祖列宗 七宝刘梨宗吗 刚才是你们伤的小雪吧 叶峰冷宇 背后浮现出来的死灵武魂 忽然发生变化 从圆轮状 变成了长枪状 长枪是血色的 由死灵武魂变化而成 并没有具体的名字 因为是血色的 叶峰喜欢将之称为 红色长枪 宁峰志现在吓都被吓死了 哪里敢接这句话 现在叶峰怒火中烧 无论是谁先出头 都会被这五千封号斗罗 打成马蜂窝 叶峰 我们只是听从雪叶大地的命令 过来辅助他们 抓捕反贼的 并没有想到 千任雪是武魂殿的人 一旦我知道 千任雪是武魂殿的人 就算你给我一千个胆子 我都绝对不敢这样做 宁峰志紧紧沉默了一下 就决定让雪叶大地 当成替死鬼 正所谓是 死平僧不死道友 你放屁 如果不是你们 七宝流离宗 和破之一族来告密 我又怎么会做出 如此愚蠢的事情 雪清河是天斗的太子 现在是 以后是 永远都是 雪叶大地听到宁峰志的话 瞬间就愤怒了 直接怒斥一声 胸脯一鼓一鼓的 也开始推卸责任了起来 没办法 不推卸责任 就是死 依依依依依 叶峰看着他们两个的相互争吵 差点都笑抽了 狗咬狗骨对吧 真是有趣 可惜 你不知道 自从你们动了小雪开始 便只剩下一个结果 无人生还 无论是雪叶大地 还是七宝流离宗 统统都要死 结果都是一样的 而且 现在他们也不想再跟他们扯皮了 听他们扯皮 也没有用 直接干过去 毁灭就是了 叶峰抬起头 看了七宝流离宗 和雪叶大地眼 刚刚你是怎么让雪叶大地恐惧的 那么现在 我就怎么令你们恐惧 以及绝望 叶峰并不准备 直接就将他们杀了 因为这样太便宜他们了 他要让他们 慢慢地品尝绝望 见到陈兴 听说你的七杀剑很强 是天下第一剑 今天我们来比划一下 如果你能够剩我半子 那我就放七宝流离宗一条生路 否则的话 七宝流离宗全灭 叶峰冰冷地开口 声音中没有任何怜悯 也没有任何感情 陈兴是现在最强的人物了 也是你们的精神支柱 如果我将陈兴击杀了 嘿嘿 随着叶峰的声音落下 周围众人忽然禁不住惊呼一声 全灭七宝流离宗 你可真敢说出口 但是 当他们看到上空中 悬浮着五千封号斗罗 顿时又很自觉地闭嘴了 完全不敢说话呀 叶峰可真有实力的 谁说话就谁死 七宝流离宗宗主宁峰志文言 脸色变换了一回 顿时变得非常难看了起来 特么 这真是欺人太甚 如果不是叶峰的实力足够强 他早就抱起猎杀他们了 宁峰志又没有其他办法 毕竟形势比人强 他不得不配合叶峰 如果没有配合叶峰的话 就会死 但是如果让剑叔去跟叶峰打的话 那又跟送死没有什么区别 叶峰可是一个变态 当初只是魂斗罗修为 就能干掉浩天斗罗了 浩天斗罗和剑斗罗 只不过在伯仲之间 如果非要斗起来的话 谁胜谁负还未可知 不过 宁峰志沉默了一下 就知道这个是七宝流离宗 唯一的生计了 如果剑斗罗战胜叶峰 那么七宝流离宗就能活 否则的话就会死 但是宁峰志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虽然他身为一宗之主 但是让剑叔去送死的事情 他还是说不出口的 抬起头 和剑叔对视了一眼 其中复杂的情绪在眼中闪过 心中思绪如电 陈兴好像也感应到宁峰志的想法一样 然后没有多说什么 他知道现在他是他贡献的时候了 残生半辈子 跟七宝流离宗都有感情了 他又怎么会眼睁睁看着七宝流离宗毁灭呢 他需要有人做的 现在七宝流离宗需要他了 他肯定会站出来 古斗罗听了陈兴的声音 内心顿时肃然起敬 一股特殊的情绪从心底升起 经不住说了一声 老陈 双眸中情绪非常复杂 跟陈兴那么久了 他对自己这位老友还是非常了解的 他没有去劝什么 因为他知道 即便是自己的话 也会这么去做的 但是奈何自己是防御戏魂师 跑上去跟叶峰战斗 就是送菜的份 古斗罗只能爱莫能助了 这时候 宁峰治淡淡的声音传过来了 剑说 拜托你了 务必要胜利 要不然 七宝流离宗就没有了 宁峰治声音中 带着一丝宁众 既然剑斗罗都开口了 他自然希望对方能够全力以赴 为七宝流离宗做出贡献 现在全部希望都系在剑斗罗身上了 放心 宗主 我会全力以赴的 陈兴点头 既然如此的话 那咱们就开始吧 叶峰嘴角微微一笑 然后往前走两步 手中有死灵武魂变化成的血色长枪 猛然又发生变化 两边变扁 画成一柄长剑的样子 两端开刃 长剑 三尺剑锋 同样是血色的 上面诡异的死灵武魂流转 手柄和剑体链接处 幻化出一颗血红色的宝石 宝石是人心魂 红光闪耀 你的武魂也能变成剑 陈兴看着叶峰 脸色微微一惊 死灵武魂当初变成了枪 现在又变成了剑 可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 可以无限变化的吗 当然 你用的是剑 那我就用剑跟你一较高下 叶峰冷冷地开口 只有用敌人一样的东西 你的死灵武魂可真是 真是神奇 剑斗罗憋了一会 才憋出这句话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开始吧 叶峰说着 手中的血色长剑 猛然一剑批出 其中凝聚了死灵气息 杀气纵横 直接横飞过去了 剑斗罗 瞳孔一缩 看向叶峰 知道这是叶峰的试探攻击 但是他却不想试探了 而是准备直接动手 瞬间使出全力 跟对方应拼一技 看看能不能取得先手 获得优势 九个魂环释放出来 黄 黄 紫 紫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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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个魂环环绕其中 但是跟叶峰的九个魂环相比 却相差太多了 叶峰的魂环 清一色的新红色 看起来非常刺眼 相互对比的话 伤害非常大 第九魂技 神魔两斩 陈兴直接使用了自己最强的魂技 但是心中却没有什么高兴 因为他知道 叶峰就是一个变态 世界上都在传叶峰是打不死的 当初他在魂师大赛上面 也见识过了 叶峰等于是不死 七杀剑呼啸而出 恐怖的杀气 如同一条长虹 直接灌上去 如同一柄灭尸之剑 直指叶峰 第九魂技呢 叶峰轻笑一声 心念一动 刚刚劈出去的血色长剑忽然消失 便回血色圆轮 红光再闪动了一下 随之又再次变成了长剑 第五魂技 死灵杀戮 血色长剑爆发着红光 其中恐怖的光芒在流转 一股比剑斗罗更加恐怖的气息蔓延开来 剑斗罗脸色一变 他没想到 叶峰的反应那么快 竟然请客之间就换了招数 尤其是当其看到叶峰 第五魂环亮起来的时候 就知道事情坏了 虽然叶峰只是使用了第五魂技 但是 这可是十万年魂技啊 其中的恐怖 恐怕比自己的第九魂技还要强 叶峰嘴角诡异一笑 手中长剑猛然压下 直接斩下去 碰 两柄长剑碰撞在一起 发出一阵巨响 那恐怖的冲击波 往旁边扩散出去 正聚集在太子府周围的人 被冲击波波及 猛然后退了数步 目光惊骇地看着前方 下一秒 他们顿时梦了 因为他们看到剑斗罗的七杀剑 就像豆腐渣一样 直接被血色长剑削去 一剑两段 其中一端在剑斗罗手上 另一端直接静直 往地面上跌下去 什么 七杀剑居然断了 这怎么可能 七杀剑不是号称天下第一剑吗 能够跟浩天锤比肩的存在吗 现在怎么断了 麻的 死灵武魂 到底是什么武魂 竟然那么恐怖 我完全看不懂了 死灵武魂就是一个圆轮 但是却能变化出各种各样的形态 楼上你格局小了 死灵武魂的核心 是召唤无穷无尽的骷髅 变化其他形态 只是附带功能 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死灵武魂也太过强大了吧 这么影响平衡的东西 怎么可能存在世界上 看着手中被折断的七杀剑 剑斗罗将在原地 仿佛周围的空间都凝固了一样 心底久久不能平静 这可是七杀剑 七杀剑号称天下第一剑 跟浩天锤齐名 甚至更强 现在却被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武魂 一剑斩断了 这怎么可能 剑斗罗根本就不相信 也不愿意相信 可是手中的断剑 又像真的一样 折断在其手中 铁一般的事实 下一秒 剑斗罗嘴角一口鲜血喷出 脸色苍白如纸 鲜血在天空中弥漫 如同血雨一般洒落 落在众人头顶 将下方的所有人都染成了血人 武魂是魂尸的根本 是魂尸的力量之源 现在七杀剑被毁了 他也连带身受重伤 现在还能站立都不错了 双腿很软 体内的魂力随着七杀剑的折断 而开始缓慢消散 重返天地间 剑斗罗七杀剑被毁 还道于天 剑斗罗还在坚持 想要强忍着不让自己跌下去 然而下一秒 还是坚持不住了 七杀剑被毁 相当于武魂核心被毁 随着一声魂力缓慢散去 剑斗罗的头发也开始缓慢 变得花白起来 眉头中布满了波纹 仿佛瞬间从一个年轻力壮的中年 变成了一个年老垂慢的老年 其中光阴跨越了无尽岁月 古斗罗看到剑斗罗的狼狈 连忙飞过来 一把扶住了剑斗罗 声音中带着一丝担忧 老陈 你怎么了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 剑斗罗这才回过神来 看着手中的断剑 喃喃自语一声 我的七杀剑断了 修为被废了 古斗罗看了陈兴手中的断剑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剑斗罗 任谁遇到了这种事情 都会不高兴 现在剑斗罗的剑没了 武魂核心没了 那就相当于直接被废了 曾经叱咤风云的剑斗罗 现在变成了一介废人 但凡是个人都接受不了 没事 你还有我吗 曾经你为七宝刘梨宗 发光发热过 以后你就在七宝刘梨宗 安心地养老吧 古斗罗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安慰 叶风嘴角弥漫出一股笑意 然后缓慢地走过来 手中的血色长剑拖在地上 一步一步 踏踏踏的脚步声不断传来 给人的压迫感非常强 不好意思 你说了 按照我们的约定 七宝刘梨宗 从今往后不复存在 宁风至闻言 脸色瞬间刷白起来 一股彷徨从心底升起来 他真的很害怕 害怕七宝刘梨宗 就此葬送在自己手里 叶风 求求你了 给我们七宝刘梨宗一个活路 宁风至走在叶风面前 苦苦哀求 如果磕一个有用的话 恐怕他会不断地磕了 叶风嘴角一笑 看着宁风至脸色苍白的脸 以及微微打颤的双腿 现在你终于知道害怕了 当初你欺负千人雪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害怕 现在已经晚了 叶风已经决定 在场的所有人统统都该死 只不过 都求饶了 他可以跟对方再玩大一点 既然你想保存七宝刘梨宗 那么咱们再玩大一下如何 我指出一件 如果你身边那一位 封号斗罗古斗罗 能够活下来的话 我可以放七宝刘梨宗一条生路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古斗罗 封号古 五魂为古龙 被誉为封号斗罗中的最诡秘 防御能力极强 纵横斗罗那么多年 至少有人能够破了七防御的 但是在叶风眼里 却是远远不够看的 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赌约 是想要将其保留的封号斗罗都废了 让他们感受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绝望 我 宁风志文言 沉默 看着叶风那略带玩味的笑容 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但是随便意识到了又能如何 他根本没有办法跟叶风对抗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强者才有资格制定规则的 宁风志也很清楚 古斗罗对上叶风 那就是送死 按照刚才叶风使用出那一件来看 古斗罗根本就挡不住 明知道是必死 他也不想让古书去送死了 这时候 叶风见宁风志没有说话 那淡淡的声音又传过来了 怎么 不想跟我打赌 那就全杀了吧 说着 叶风手中的长剑猛然一颤 一股特殊频率的波动传出 顿时上方的封号斗罗 好像就收到了什么指令一样 灵魂之火光芒大盛 手中的鼓刀提起来 直指前方的七宝流离踪 其中的压迫感 简直令人窒息 这可是五千骷髅战士啊 宁风志差点被这股强悍的气息 压到跪下来 这时候 古斗罗赫然放下沉心 缓慢走过来 冷冷地开口 好 那我跟你赌 如果我胜利了 请你务必实行诺言 放过七宝流离踪 古斗罗直接迎面朝叶风走去 单单从外表来看 古斗罗面黄肌瘦面如枯搞肌肉 皮肤都非常干瘪 就连脸窝也深陷进去 怎么说呢 如果非要形容的话 就是那种排骨精 没有任何肌肉 只有骨头的那种 但是从外形来看 整个身体的骨架 却非常大的惊人 衣服就像是完全用骨头架子 撑起来的 声音有些嘶呀 古斗罗 其实是修炼修歪了的斗罗 看起来跟骷髅战士也差不多 但是却比骷髅战士 更加有生机一点 很好 我就佩服你的勇气 剑斗罗的线已经断了 现在到你了 只要你能挡得住我的一剑 我就放你们七宝流离踪一条生路 我说话算数 叶峰嘴角微微一笑 他根本不将古斗罗当人 剑斗罗都挡不住他的一剑 更不要说古斗罗了 他只不过是更享受那种绝望的快感 而且他也没准备遵守什么诺言 毕竟是我答应你的 但是我的召唤物没有答应你 我的召唤物是 没有受到这种限制的 给你三分钟准备一下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叶峰漂浮在太子府上空 就这样静静地站在上方 却没有任何人敢忽视 叶峰作为死灵魂师 已经是目前地表最强的魂师了 即便是99级 极限斗罗也不一定能够在叶峰中 占得了便宜 毕竟不死 以及无穷无尽的亡灵 令人非常难缠 古斗罗往前一步 一条古龙瞬间召唤出来 呼啸天地 其大小只不过50米有余 与叶峰召唤出来的古龙相比 少了一倍有余 就像一个小卡拉米差不多 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的 古斗罗冷冷地开口 我不需要准备 也不需要你的任何怜悯 是可杀不可辱 如果我死在你手中 你只能说是我记不如人 但是如果我成功接住了你这一招 希望你能放过七宝流离宗 到时候我们七宝流离宗 永不会与五魂殿为敌 宁峰智也非常聪明 抓住了这个话头 附和了一声 是的 古斗罗所说的话 能够代表我所说的话 只要你愿意放过七宝流离宗 七宝流离宗 保证永不与你为敌 你们说这个问题根本毫无意义 因为你不可能接住我的一剑 叶峰面无表情 哼 真是大言不惭 虽然你一剑砍了剑斗罗 但是剑斗罗并不擅长防御 在防御这块 反而我更擅长 剑斗罗挡不住你的一剑 并不代表我也挡不住 古斗罗尽量让自己心情平静 说话也是徐徐说出来的 因为一个平静的心境 能够让他的防御能力 以及战斗能力发挥到极致 只要能够超常发挥 他还是有五成的几率 能够接住叶峰一剑而不死的 哦 那便试试 叶峰没有再跟他废话 一剑挥出 其中一个十万年魂环亮起 第五魂祭 死灵杀戮 他将死灵气息 注入血色常见中 血色呈现上面的符纹 如同蝌蚪一样不断抖动 剧烈的红色光芒流转四周 红光弥漫 如同将整个天空 都染成了血红色 夜幕降临 月亮已经悄然升起 但是在这诡异的红色灰映之下 上空的月亮 竟然由银色 变成了诡异的血红色 一股绝望的情绪蔓延开来 让整个太子殿附近 甚至整个天斗城 所有人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霾 仿佛什么禁忌要诞生一样 不妙地预感在心头 不断撞来撞去 让所有人都想要逃离天斗城 仿佛天斗城里面 存在什么灾祸一样 天上的月亮 怎么变成了血红色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感觉我的心在跳 请你认真看清楚 并不是月亮是血红色的 而是月亮被红色的淋浴 染成了红色 这种诡异的源头 明显是来自天斗皇宫 天斗皇宫里面 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吗 先是雪夜大地宣布 天斗城封城 所有人禁止禁出 然后月亮又被染成了血红色 我曾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想要逃离天斗城 你还不祥的预感 聪明的人已经收拾好行李了 就算你收拾好行李 你觉得你能逃离出去吗 你就是一个大聪明 真正聪明的人 早就已经躲在避难所 或者地下室里面了 古斗罗看着夜风 又使出了同样的一件 心里不但有任何轻视 毕竟刚才自己的兄弟 剑斗罗就是被这一件废了 他不认为 自己会比剑斗罗更强 所以必须全力以赴 不仅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七宝琉璃宗 古斗罗体内的魂力 不要命的输出 先是一个黑色的魂环亮起 一股恐怖的黑色气息 便弥漫出去 但是这种黑色跟夜风的红色 就有点小屋见大屋了 第九魂技 骨质领域 随着第九魂技使用出来 在黑色气息笼罩的领域内 出现了无穷无尽的白骨 白骨跟骷髅战士中的骨头 有点相似 但是又有点不一样 古斗罗所召唤出来的白骨 全是能量构成的 并不是真正的骨头 这些无穷无尽的骨头 可以相互拼接 相互攻击 相互防御 无论任何东西或者力量 进入领域之内 所有骨头都会凝成一股绳 全力进行防御 这也是古斗罗的可怕之处 一般人连他的领域都破不了 更不要说打败他了 不过 面对夜风这个变态 古斗罗并不敢掉以轻心 即使用第九魂技 估计领域的话 实在太不安全了 古斗罗新面一动 又有几个魂技使用出来 第四魂技 古墙 这是一个防御力极高的防御技能 用能量换化成无尽的骨头 然后形成一道坚硬的墙壁 来阻挡敌人的物理攻击 或者精神攻击 第六魂技 古之盾 古之盾的作用跟第四魂技差不多 都是一个顶级防御技能 能够用骨头构成一个盾牌 来进行防御 现在 虽然古斗罗已经叠了三层防御 但是他觉得依旧不保险 然后又继续使用起自己 能够使用的技能 第七魂技 古分身 随着第七魂技的使用 他用能量凝聚成几个 跟古斗罗一模一样的分身 数量一共有十个 这一招技能 原本是偏向攻击技能的 但是现在古斗罗管不了那么多了 将几具分身叠加在一起 依旧有不逊的防御能力 在关键时刻 能够救自己的命 古斗罗最后古化神龙 这是古斗罗最强大的技能 古斗罗一共叠了五层防御 心里才微微心安 现在 即便叶峰再强大 也不可能将自己的五层防御全破了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叶峰未免也太变态了一点 另外一边 虽然叶峰已经使用出了技能 但是他并不着急攻击 而是充满笑意地看着古斗罗 仿佛猫戏老鼠一样 他给足时间古斗罗准备 在古斗罗以为自己万无一失的时候 在以催朽拉枯的方式 直接摧毁古斗罗的信心 当叶峰看到古斗罗脸上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他心里顿时明白 古斗罗已经准备得七七八八了 嘴角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一共叠加了五层防御 你非常不错 这还真是一般人都破不了你的防御 只可惜 你的对手是我 你这五层防御在我眼里 什么都不是 你确定不用再加多几层防御吗 古斗罗听 叶峰的话之后 人们又给自己添加了几个buff 虽然他觉得叶峰在侮辱他 但是 人总得认清事实 叶峰有骄傲的资本 而自己既不如人 这怨不得谁 叶峰体内魂力微微一顿 随后便疯狂运转起来 漂浮在半空中的血色长剑 迎风剑掌 瞬间变成一柄长达十米 宽达三米的 超级巨剑 血色凌空 滑破天地 巨大的恐怖气浪 向古斗罗迎面砍去 刚刚迎上古斗罗的第一重防御 也就是最外环的骨质领域 无穷无尽的骨头 挡在血色长剑前进的路上 然而在血色长剑面前 却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如同催朽拉哭一样 直接被摧毁 又如切小葱豆腐一样 一剑砍过去 将无穷无尽的骨头破开 第一重防御宣告被攻破 紧接着是第二重防御 然后是第三重防御 第四层防御 全程没有任何阻隔 瞬间到达了最后一层防御 古化神龙 也就是古斗罗的本体 这才产生了一丝微微的阻隔 但是根本无济于事 仅仅坚持了半秒钟不到 便直打古斗罗眼前 看到眼前这个恐怖的攻击 古斗罗心魂揭冒 恐慌的情绪在心里不断生腾起来 想要逃跑 却又根本没有办法逃跑 因为叶峰的血色长剑 就像装了追踪器一样 无论他怎么躲避 都能追着他看 古斗罗没有办法 只能躲开 要害位置硬扛叶峰的攻击 现在 他是已经化成古龙了 庞大的身躯长达五六十米 就算硬扛叶峰一击 只要不被击中要害的话 也很大 可能不会死亡 所以说 接下来就看运气了 希望叶峰说 只出一剑 那就只出一剑吧 要不然 我这一身老骨头 还真的顶不住 死了 一声血肉破碎的声音传来 古斗罗化身的巨大骨龙 忽然被砍掉了一脚 从脖子往下 硬生生被削去了三分之一血肉 连同带一只龙爪 都被砍下来了 龙爪从半空中跌落 血雨纷飞 与红色的死灵气息灰映 显得特别悲伤 龙爪落在半空中时 失去了活力 其中附在上面的魂力 也开始逐渐消散 龙爪如同马赛克一样 一阵蠕动 片刻之后 变成了一只手臂 手臂很修长 外面一层皮包骨 这便是古斗罗的手臂 叶峰一剑 消去其一条手臂 古斗罗顾不上体内的疼痛 脸上露出一片喜悦 双眸爆发出一股亮光 因为他接住了叶峰的一剑 虽然没了一条手臂 但是终究还活着 对不对 而且还能换得 七宝琉璃宗一线生机 古斗罗觉得自己直了 甚至嘴角都微微弥漫着笑容 然而 没等他高兴多久 耳边就传来了 宁峰至满脸担忧的大吼 古说 小心后面 古斗罗脸色一变 然后顺着声音往后面看去 看到了后面的场景时 顿时亡魂接茂 只见背后的血色长剑 在半空中拐了一个弯 然后又向自己砍过来 而且 这次直接砍向自己头颅 因为刚才疏忽大意 现在已经来不及躲避了 刹那间 古龙的头颅 便和血色长剑碰在一起 然后就直接被削去 巨大的头颅 高高飞起来 如同灯笼一般的双眸 长得大大的 些许不甘心的目光盯着夜风 刚刚你不是说 只出一剑吗 你不讲武德 虽然巨大的龙头 已经被砍下 但是短暂之中 还有生机存在上面 那颗巨大的龙头 还能开口说话 没错 我是说了 只出一剑 刚才那个 只是剑拐弯而已 我并没有出第二剑 所以我并不算违反承诺 夜风嘴角笑了笑 你 古斗罗被气得不行 巨大的无头古龙 瑟瑟发抖 然后 古龙龙头 和那庞大的身躯 就逐渐失去生命体征 从半空中的跌落 魂力逐渐消散 他也从古龙真身中 恢复了人形状态 其中一半是如同西瓜一般的头颅 掉在地上 甚至还在地面上滚两圈 另外一半是无头尸体 落在地面上 双手双脚 还在无意识地乱动 这一点 有点像蛇的尾巴 虽然蛇已死 但是尾巴依旧会无意识地乱动 场面一度寂静 仿佛凝固了一般 所有人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 看向夜风充满了惊恐 麻的 这就是一个妖念 一剑让剑斗罗断剑 一剑让古斗罗断臂断头 七宝琉璃宗两位守护者 一死一废 从今往后 彻底跌出上三宗的行列 剑斗罗正在旁边调膝 看看能不能够重新凝聚七杀剑五魂 让自己恢复一部分实力 但是忽然间 一颗巨大的头颅滚过来 定睛一看 竟然是自己的兄弟 古斗罗的头颅 剑斗罗顿时有些接受不了 正当剑斗罗 想要不顾一切冲过去的时候 却忽然被身边的宁风之拉住了 剑说 冷静一点 咱们根本不是夜风的对手 现在你冲上去 只是送死而已 虽然宁风之看到古斗罗被一剑疗手 心底也非常难受 以及愤怒 但是他更加理智 上空五千封号 抖罗的骷髅战士 还在威胁着 谁敢乱动啊 这不是找死吗 剑斗罗文言 也逐渐冷静了下来 是啊 现在我只是一个废人而已 修为被废 根本没有了反制能力 还能怎么办 根本斗不过夜风 所有人看到夜风那么厉害 都对夜风感到非常恐惧 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形势瞬间逆转 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夜风嘴角微微一笑 转过头 看着宁风志 不好意思 你们七宝 刘立东又输了 我才觉店店长说话算数 说是灭你们全宗 就必然灭你们全宗 现在开杀 随着夜风的声音落下 周围的骷髅战士 瞬间行动起来 每一位骷髅战士 都举起骨刀 对着七宝琳宗的人 屠杀了起来 七宝琳宗带了三百弟子 来支援天斗帝国 这些全部都是 七宝琳宗的精锐 因为七宝琳宗的直系弟子 都是辅助魂师 五魂七宝琳塔 因此 他们每一位 都会搭配一个强弓系魂师 从而组成攻防组合 可惜 这一些在北明的 骷髅战士面前 都显得不够看 骷髅战士 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修为 虽然因为没有魂环的原因 攻击力比较欠缺 但再怎么说 也是一位封号斗罗 灭他们 如同灭狗 手起刀落 一刀一个小朋友 宁峰智 看着夜风的召唤物 正在屠杀七宝琳中的弟子 脸色愁姿剧烈 心如刀割 这些弟子 都是他亲自看着他们长大的 每一位都如同亲儿子一样 都是他的心头肉 现在夜风的骷髅战士 在屠杀七宝琳中的弟子 那就像是拿着一把刀 在其心中 不断刮其心头肉一样 其中的痛可想而知 但是宁峰智 在夜风强大的武力压迫下 却无可奈何 根本就斗不过对方啊 七宝琳中的两位守护者 一死一废 根本就失去了抵挡能力 怎么办 如果让七宝琳中死去的英灵 知道自己 将七宝琳中作媒 如果单单是七宝琳宗被灭 其核心弟子能够活下来 七宝琳塔血脉还有的传承 那可能还是好事情 但是如果七宝琳血脉都没有了 让七宝琳塔血脉彻底消失在世界上 那才是真正的恐怖 想着想着 因为过于恐惧 心底猛然一阵战力 其中的恐惧不能自己 浑身上下被寒意笼罩 绝对不能让七宝琳宗 毁在我手上 宁峰智嘴角喃喃一声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双脚微微一弯 猛然对着夜风磕了下去 眉心磕到地板上发出一阵碰碰声 寓意为五体投地 夜风大人 求求你了 放七宝琳宗一条生路 只要你愿意放过七宝琳宗 七宝琳宗愿意全宗臣服于你 宁峰智屈辱的开口 现在他也不在乎什么面子了 能够让七宝琳宗的血脉 延续下来再说 要不然若干年后 七宝琳塔的血脉都没有了 那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夜风闻言 嘴角微微一勾 七宝琳宗全宗臣服 嗯 这一点还是挺诱惑的 七宝琳宗是一个辅助的宗门 五魂七宝琳塔 能够给战斗魂师增幅非常大的 如果能够得到七宝琳宗的臣服 好像也不错 右手一挥 骷髅战士停止了杀戮 就在刚刚短短的一瞬间 现在已经干掉了百分之七八十的七宝琳宗弟子 现在还剩下一半不到了 你刚刚所说的话 当真 夜风轻声问 当然是真的 宁峰智文言 好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不断点头 现在可是七宝琳宗活下去 最后的契机了 如果他这都没有把握机会的话 那干脆直接找一块臭豆腐撞死算了 那好 如果七宝琳宗真的愿意全宗臣服于我 那必须答应我四个条件 然后七宝琳宗可活 可留下血脉传承 夜风已经想到 该如何处理七宝琳宗了 以后五魂殿肯定是要立国的 一旦立国之后 后端的辅助支援就显得特别重要 如果七宝琳宗臣服了 那还是能够发挥出很多作用的 而且七宝琳宗和浩天宗不一样 浩天宗传承的五魂是浩天锤 是强弓类魂师 换一句话来说 就是不安定的因素 如果让浩天宗臣服的话 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反骨 然后就会变得很麻烦 但是七宝琳宗不一样 七宝琳宗的所有直系弟子 基本上都没有攻击力 让他们当工具人 给五魂殿的将士增幅 并不会担心反骨的问题 宁峰智猛然又往地上磕了两个 神情微微激动 别说是答应四个条件了 很好 正所谓是实时误者为俊杰 你们七宝琳宗会办事 那么我就先跟你说一下 七宝琳宗臣服的条件 叶峰大人请讲 宁峰智问 第一 我要你的宝贝女儿宁荣蓉 当我的暖床丫鬟 以及专属辅助魂师 说完之后 叶峰略带着笑意地看着宁峰智 宁荣蓉是宁峰智的心头肉 只要自己将宁荣蓉拿捏到手上 将之当成人智 就不用担心宁峰智不乖乖就范 而且宁荣蓉的武魂 已经晋升为九宝琉璃塔 其中的增幅更加可怕 对自己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而且 叶峰还有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想试一试 看看宁荣蓉的增幅 对自己的其他召唤物有没有作用 如果九宝琉璃塔比较神异 能够对自己死灵武魂进行增幅的话 那自己的战斗力 可不是提升一点点那么简单 荣蓉 宁峰智听到这个令人梦魂锁魂的名字时 顿时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了起来 荣蓉是她的掌上明珠 就连她自己都没有欺负过 现在要送给叶峰当暖床丫鬟了吗 她自然知道当暖床丫鬟会有什么命运 不但要照顾叶峰的饮食起居 而且 贞结很大可能也是保不住的了 如果叶峰是娶了宁荣蓉 或者那宁荣蓉为妾 她都不会说半句话 但是 作为暖床丫鬟的话 确实有点 接受不了 这时候 叶峰略带着玩笑的话 又传过来了 别的不说 她就是吃定七宝 刘梨宗了 怎么 不愿意 如果你不愿意 那么不要勉强 我这个人很好说话的 随着叶峰冷不丁的声音 在其脑海中响起 宁荣蓉猛然打了一个寒战 这可是一尊杀神啊 根本不会跟自己那么好讲话 恐怕只要自己说一个不字 对方就会继续杀戮了吧 到时候 七宝刘梨宗血脉都无法保留 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 宁荣蓉还是很好做出选择的 或者说 根本没得选 我答应你 嗯 真乖 那我接下来说第二个要求 七宝刘梨宗沉服了五魂殿之后 所有直系弟子 必须全宗加入五魂殿 跟任意一位五魂殿 强攻系魂师绑定组队 与强攻系魂师共存亡 叶峰淡淡地开口 这个也没问题 宁荣志回答 第三 七宝刘梨宗加入五魂殿之后 必须参加五魂殿的婚配 男的选择女的 进行组合生孩子 女的选择男的 进行组合生孩子 连续三年生孩子 也就是一共生下三胎 这个生孩子 是叶峰临时想出来的主意 刚开始他并没有这个想法 只是在想 该如何控制住七宝刘梨宗 后面就想出了这个办法 古代士兵对待俘虏就是如此的 快速将俘虏和自己的人进行婚配 组建家庭 将他们同化掉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按照这种办法 不出三年 就可以将七宝刘梨宗的 所有直系成员都同化完毕了 到时候 再将所有诞生的子嗣 进行洗脑式教育 不用多久 七宝刘梨宗便会完全消失 变成五魂殿的一部分 即便是七宝刘梨宗的后人 亦只会将自己当成五魂殿的人 这样做 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让七宝刘梨宗的血脉 快速繁衍 给五魂殿 迅速制造一批辅助魂师 宁峰智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 浑身都颤抖了起来 叶峰这一招比 釜底抽薪还狠 这可是想要将七宝刘梨宗通化 若干年后 七宝刘梨宗就直接没了 但是也没办法了 为了保存血脉 也只能这样了 我答应你 很好 那么最后一个条件 那就是 你们要给五魂殿一个投名状 叶峰目光一直盯着宁峰智 他没有将话说得很明白 但是他相信宁峰智肯定会听懂的 宁峰智微微点头 答应了下来 前面那么苛刻的条件 他都答应了 这个只是一个投名状而已 他又怎么会不答应呢 而且他也很清楚 这个投名状是什么 无非就是让七宝刘梨宗是君罢 雪叶大帝杀五魂殿的天使少主 五魂殿是绝对不会让雪叶大帝活着的 因此雪叶大帝必须死 但是叶峰又不想亲自杀雪叶大帝 毕竟会背上一个是君的骂名的 所以就让他们七宝刘梨宗动手 宁峰智手中拿着一柄长剑 一步一步地往雪叶大帝走去 虽然他只是一名辅助魂尸 但是雪叶大帝不但身中慢性毒药 而且修为连魂王都没有 根本就不是宁峰智的对手 其他一些护卫 也被叶峰的骷髅战士清除了 爱卿 你要杀我吗 雪叶大帝看着宁峰智托着长剑 缓慢走过来 心中并无所谓的畏惧 自从刚刚叶峰将五千召唤物 召唤出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预示到后果了 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时候 来终结自己的 竟然不是五魂殿人 反而是天斗帝国的 交好七宝刘梨宗 没错 五魂殿要给一个投名状 我就只能拿你祭天了 我也是逼于无奈的做法 希望你在黄泉路上 不要怪我 说实话 宁峰智也有些居心不忍 没有过什么暴政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话 实在没有办法了 来吧 希望我的死 能够帮你保存 七宝流离宗的血脉 这样的话 我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雪叶大帝 真不愧是拥有大帝风范 即便是死到临头了 依旧临危不乱 一副谈笑风生的样子 看着雪叶大帝的反应 宁峰智微微好受了一点 走到雪叶大帝面前 顿时再也没有犹豫 右手举起长剑 将之对准雪叶大帝的心脏 然后猛然一用力 将长剑往里面推去 扑刺 一阵肌肉骨头 被切开的声音响起 雪叶大帝感到心口位置一痛 眼睛睁得大大的 然后就失去 知觉了 宁峰智将雪叶大帝的心脏摧毁了 雪叶大帝倒在地上 缓慢失去了生命体征 天斗帝国国王 就此生死 宁峰智猛然将长剑抽出 然后左手揪住雪叶大帝的头发 右手拿着长剑一剑劈下 随着些许阻隔传来 他便将雪叶大帝的头颅砍了下来 然后将雪叶大帝的头颅高高举起 高呼一声 雪叶大帝已死 我 七宝刘离宗 将拥护天斗太子雪卿和即位 随着宁峰智的声音落下 周围残存天斗帝国的士兵 以及还没死去的将领 全部跪倒在地面 一副臣服的模样 他们也没有办法啊 这么简单明了的趋势 还是能看懂的 想要活 就必须臣服 我等愿意臣服 宁峰智抬起头 往四周看了一眼 见没有人反对的 心里微微点头 随后 走到叶峰面前 淡淡地开口 这个投名状 你可满意 嗯 还算满意 叶峰笑了笑 宁峰智也是一个聪明人 跟聪明人说话 就是简单明了 根本不需要自己过多操心 现在基本上 一切都给千任雪摆平了 只需要千任雪登基称地即可 叶峰往下方一飞 来到太子殿下方 缓慢走到千任雪身前 千任雪被蛇毛长老扶着 虽然脸色苍白 但是眼睛却睁得大大的 所有心神都系在自己身上 那个如同红苹果一般的脸蛋 看起来煞是可爱 令人经不住想要咬一口 叶峰走到千任雪面前 举起手 放在千任雪眼睛前方 轻轻挥了挥 千任雪却好像呆住了一样 根本一动不动的 傻丫头 你在看什么 这么入迷 叶峰倾笑一声问 蛇毛斗罗看到叶峰过来了 便很自觉让出位置 让给叶峰照顾千任雪 然后站在两旁 如同奴才一样 在等待着他的主人吩咐 啊 千任雪愣了一下 随后清醒过来 条件反射地说了一句 刚刚我在想你 你刚才在想什么 叶峰僵了一下 有些意外 我 没想什么了 不过 刚刚叶峰哥哥 你就我的样子 真的很帅气 那是否有迷到你 怎么会 就算你再帅气 也只是属于小雪一个人的 没有什么迷不迷的 千任雪歪着头 想了一会回答 哦 真的是这样吗 叶峰抬起头 看了千任雪一眼 肉眼可见 千任雪的脸上有些慌乱 很明显 事实跟他所说的 很有可能是不一致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 这时叶峰淡淡的声音 又传过来了 咱们还是先别说 这件事了吧 现在雪叶大帝刚死 我们必须帮其善后 啊 怎么帮雪叶大帝善后 千任雪猛了一下 有些不明白叶峰的意思 傻孩子 你的目标 不是拿下天斗帝国吗 现在我帮你拿下了 接下来的工作 自然是帮你继承地位了 叶峰理所当然地回答 既然千任雪想要当女帝 那我便做女帝身后的女人就好了 啊 哦 千任雪小头一缩 有些呆萌的回答 同时 心头又有些激动 兵不认雪 拿下天斗帝国 是他一直以来的目标 虽然过程有些曲折 但是结果是美好的 他终于能够拿下天斗帝国了 只是当初 他是伪装成太子雪清禾的 现在自己的身份被戳破了 他也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身份 继承天斗帝国的皇帝了 叶峰哥哥 你觉得我该以什么身份 继承地位呢 千任雪问 用千任雪继承女帝即可 叶峰自然知道千任雪在担忧什么 千任雪担心 以真正的身份 继承地位 名不正言不顺 到时候 很有可能会遭到阻力 不过 一切有我在 自然不用担心这些东西 这样可以吗 用雪清和太子的身份 可能会简单点 千任雪顿了一下 歪着脑袋回答 当然可以 谁敢反对你 那我就杀谁 这女帝之位 必然是我家小雪的 听着叶峰霸气的声音 小雪脸色瞬间就红了 经不住出言反驳 谁是你的的小雪了 你呀 叶峰理所当然 我才不是 千道流已经将你许配给我了 那你就是我家的了 哼哼 那只是口托承诺 咱们连订婚一室都还没有呢 这么快就想占我便宜 休想 千任雪在和叶峰的交流中 心情愉悦了不少 再加上有辅助浑尸在旁边治疗 现在身体周围的伤势 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这不是迟早的事情吗 不行 你必须娶了我 我才是你的人 千任雪对这一点很执着 虽然心早就所属叶峰 但是女孩子该要的东西 却一样都不能少 比如说 那个最神圣的婚礼 更是一点都少不得 行行行 这件事情你说了算 现在咱们先说继承地位的事情 叶峰拗不过千任雪 只能敷衍地回答一声了 那我听叶峰哥哥的 就用千任雪的身份继承地位 很好 叶峰嘴角微微一笑 他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亲自造就了一个女帝 而且是千古以来第一位女帝 原本第一位女帝应该是比比东的 但是现在被千任雪抢先了一步 关键是 这位女帝还是自己的女人 叶峰一想到这里 心里就莫名有一股成就感 叶峰又转过头 看着宁峰志 现在宁峰志手中都还拿着血液大地的头颅 周围的人全都跪倒在地 他们都是弱者 无法反抗命运 只能静静地等待命运的审判来临 宁峰志 刚刚你听到了吧 我家小雪说 要以千任雪的身份 继承天斗地位 你去安排一下 如果如有反抗的 一律杀无赦 宁峰志听完之后 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 这真是一个恶魔呀 又想要让我来当这个柜子手吗 而且 这并不是什么好差事啊 血液大地刚死 而且还是被杀的 到时候天斗国土之内 肯定乱世将至 各类楚侯并起 各种将军 拥兵自立 想要在这个时候 平定动乱 扶持天使少主 继承天斗皇帝 而非皇族雪家的人 其中难度可想而知 退一万步来说 即便他能够平定这一切 他都会永远背负骂名 子子孙孙 遭受万事的唾骂 这件事 怎么看都是一件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说句实话 宁峰志并不想答应叶峰 但是不答应 好像又不行 好的 宁峰志回答得有些无奈 这时候 叶峰淡淡的声音又传过来了 对了 雪叶大帝 还有一位皇子 名叫雪崩 还有一位公主 名叫雪科 这两位都是雪家 皇室宗亲 这两件事 也交给你了 你们七宝琉璃宗 提这两位的头颅来见我 到时候 我考虑还你家的宁荣荣自由 要不然后果 你是知道的 好 宁峰志回答 现在他知道 无法反抗 也学乖了 无论叶峰提什么要求 他都答应下来 反正结果 都是一样的 处理完这一切之后 叶峰就抱着千任雪 离开了 现场中有宁峰志在处理 不用他再费心费力 等到宁峰志处理好了之后 他再带千任雪 去登基称帝就行了 当然 他也知道 现在天斗城 正是动乱之际 而宁峰志 以及七宝琉璃宗的弟子 都是辅助细魂师 没有什么战斗力 想要平定一切 排除万难 让千任雪 继承地位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 他就留了一百骷髅战士 给宁峰志 让宁峰志去处理这一切 有了这一百骷髅战士 亦是一百封号斗罗 基本上都是百分百的事情 无论动乱 来得再怎么激烈 再怎么强大 都可以暴力镇压 第二天早上 叶峰带着千任雪 来到天斗城的街道上 原本因为军事管制 而空无一人的街道 现在解除管制了 就陆续有一些 胆子大的小摊小贩出来 摆摊了 民以活为天 摆摊做生意 就是他们活着的根本 你永远无法低估 那些小摊小贩 对赚钱的预想 小雪 现在才早上九点 这么早就拖我出来干嘛 我都还没有睡够呢 叶峰有些抱怨的开口 千任雪走在街道前方 而她被千任雪牵着手 缓慢地跟在其后方 手臂是相互挽着的 看起来就像是一对情侣一样 因为千任雪 来到天斗帝国之后 一直都是以雪清河的身份试人 现在恢复了千任雪真身 天斗城内 也没有人能够认出她的身份 恐怕这些平民百姓 也没有想到 以后那个站在权力顶点的女帝 竟然在登基前几天 如同平民一样在街道上逛街 叶峰哥哥 你怎么那么懒 现在都九点了 都太阳晒屁股了 哪里还早了呢 早起的虫子被鸟吃 小雪 让你早起是为了你好 千任雪满不在乎叶峰的想法 那双大眼睛 咕噜噜地在周围转来转去 自从来到天斗帝国之后 她都从来没有逛过街呢 现在无论说什么 都必须好好逛一逛了 小雪 你这是想让我被鸟吃对吧 好家伙 我将你当成亲妹 你却想我死 啊不 应该是早起的鸟儿有虫翅 千任雪脚步顿了一下 脸色有些红 右手挽着叶峰的衣袖 却无论如何都没有拿开 随后好像想到了什么 又抬起头 那双大大的眼睛看着叶峰 叶峰哥哥 你好像不对劲 我哪里不对劲了 又准备咒诅我对吧 不是 叶峰哥哥 难道你没有觉得 你自己变得开朗很多了吗 之前一直都没有跟我开玩笑的 就连说一句话都腼腆 现在却跟我说的有来有往 而没有半分不是 千任雪认真想了一下回答 我觉得我一直都是这样 叶峰刚刚说完 就被千任雪拖进了一间衣服店 这是一家女装店 里面全是女生专卖衣服 在天豆城非常火爆 很多女生都很喜欢这一家服装店 千任雪去房间里面是衣服了 叶峰就站在门口等 忽然 门口来了一群穿着靓丽的女生 都穿着天豆皇家学院的校服 看样子都是天豆皇家学院的学生 每一位脸上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像极了人们的白月光 可惜 叶峰早已水泥冰封 除了早已心有所属的那一个人之外 其他女生皆不能入气法眼 叶峰只能对她们都视而不见 然而 叶峰可以对这群浑身散发着 和而猛气息的女生视而不见 但是这一切浑身散发着 和而猛气息的女生 却不能对叶峰视而不见 她们眼睛全都盯着叶峰身上 露出一股如狼似虎的表情 有些饥渴 好像几十年没有见过帅哥一样 哇塞 这位是哪里来的大帅哥 我在天豆城生活了十几年 都没有见过如此帅气的帅哥 这位帅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帅的帅哥 那个脸蛋 那个身材 这也太男人了吧 我喜欢 这是老娘的菜 叶峰听着她们的窃窃私语 声音越来越近 很快就来到了她面前 那是一群魅力超群的女生 穿着也非常前卫时髦 属于那种非常诱人的女生 帅哥 你叫什么名字 咱们可以认识一下吗 我叫柳妍妍 咱们认识一下吧 貌妹问一下 你有女朋友吗 叶峰被她们围住了 正想说些什么 刚试完衣服出来的千韧雪 看着这一群围在叶峰身边的女生 顿时炸毛了 虽然千韧雪平时大大咧咧的 好像什么都不在乎 但是这群女生居然想挖她的墙角 这一点根本忍不了 不好意思 她是我男朋友 你们让一让 随着千韧雪这一句话响起 那群女生顿时传来了一阵心碎声 甚至还能隐隐听到她们在说 这么好看的一位帅哥居然被人糟蹋了 真是暴殿天物 不过 既然叶峰已经明草有主了 她们也没有大胆到明抢的地步 心中有些不爽 就直接离开了女装店 走吧 我们返回皇宫 千韧雪有些紧张地开口 刚才不是说逛街吗 叶峰问 我改变主意了 千韧雪不讲理地开口 废话 叶峰哥哥那么帅气 才刚刚在天豆城走两步路 就这么招风影蝶了 如果自己再继续逛街的话 恐怕叶峰哥哥就会被人拐走了 两人肩并肩往皇宫走去 刚回到皇宫 叶峰耳边忽然传来了 宁峰痴淡淡的声音 叶峰大人 这位是宁荣荣 以后便是你的暖床丫鬟了 哦 叶峰闻言 脚步一顿 转过头 顿时看到了那一位天之娇女 只见宁荣荣穿着一套浅蓝色的连衣裙 全身上下都露着一股高傲 双却有些红 脸上带着泪痕 好像刚刚才哭过 不得不说 虽然宁荣荣是傲娇了一点 但是身材还是非常极品的 叶峰略微看了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她主要是将宁荣荣当成人质 并非真正的暖床丫鬟 她已经有了小雪 对其他女人都不感兴趣 那行 让宁荣荣跟在我身边吧 叶峰淡淡的开口 宁荣至喉咙如动了一下 目光深邃的 看了一眼宁荣荣 有些担忧的开口 我只要那么一个女儿 希望你能够善待荣荣 放心吧 只要宁荣荣安安分分地 做好本职工作 我还不至于动她 而你们七宝流利宗 则放心 加入五魂殿吧 到时候 你肯定不会后悔的 叶峰挥了挥手 现在五魂殿的实力 已经今非昔比了 而且天窦宫变 千任雪称帝 现在已经是五魂殿 最佳的立国时机 等千任雪称帝之后 她便会回五魂殿 推动立国事项 一统天下指日可待 如果七宝流利宗 战战兢兢为五魂殿服务 到时候立国之后 分给他们一块独立的土地 也不是不可能 好的 谢谢叶峰大人 说到这里 宁荣志对着旁边的宁荣 融使了实眼色 示意宁荣荣跟上叶峰的步伐 结果宁荣荣却像 没有看到一样 直接扭过头 连看都不看叶峰一眼 双眸中挂着泪水 宁荣荣早在魂师大赛中 就见过叶峰了 叶峰就是一个无感情的杀神 自己跟在叶峰身边 是绝对不会有任何幸福的 但是自己父亲非要 将自己送过去 说什么 事关七宝流利宗血脉传承 这让宁荣荣非常崩溃 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啊 什么结婚生子 什么暖床丫鬟这种事情 她一直以为距离 自己非常遥远 莫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临了 而且还是需要她 去当自己仇人的暖床丫鬟 这比杀了宁荣荣还难受 宁荣荣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 这才勉强认可了这件事情 但是当看到叶峰的时候 身影瞬间就退缩了 虽然叶峰长得很帅气 但是两个肩膀宽阔的 就像一个山脉一样 妥妥的一个大块头 而自己可是一个小身板 到时候暖床的时候 岂不是被叶峰欺负死 宁荣荣越想心底就越羞 父亲 我不要当叶峰的暖床丫鬟 宁荣荣鼓起勇气说了一句 荣荣 这由不得你了 你忘记我曾经给你说过的话了吗 宁荣志淡淡地开口 生于大宗门 有时候会给你公主一般的生活 但是有时候又是非常无奈的 因为 某些时候 必须以大局利益为重 不能任由其性子来 宁荣荣文言沉默了两久 心中无奈 最后只能屈服了 乖巧地跟在叶峰后面 是啊 除了给当叶峰的暖床丫鬟之外 我又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千人雪看到 叶峰收了宁荣荣成暖床丫鬟 心里也没有吃醋 作为叶峰的正牌女友 这么一点气量还是有的 而且她觉得 即便宁荣荣坐得在 也不可能取代自己的位置 心中就释然了 夜幕降临 叶峰得到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千人雪登基的时间确定了 那就是明天 明天千古一地 千人雪将会昭告天下 到时候或许会有流泻事件 但是叶峰不在乎 只要小雪喜欢 天斗帝国就是小雪的 任何人挡在前面 都只能说躺壁当车而已 叶峰在宫殿内蒲团坐着 并没有和千人雪住在一起 两人都还没有订婚 是不会发生一些超有益的事情的 宁荣荣也很乖巧 躺在叶峰的床上 当起了暖床丫鬟的角色 一张被子盖在其身体上 粉装玉车的狱卒半路在外面 看起来颇为诱人的 被窝中的宁荣荣 微微颤抖 被子起伏 慢起阵阵涟漪 作为七宝流离宗的公主 她还是第一次 当一个陌生男子的暖床丫鬟 其中紧张之意可想而知 只不过 叶峰好像对她这一位绝世有物 视而不见 在蒲团上坐着 气息均匀 身体周围散发出一股淡淡的事 似乎陷入了沉思 叶峰现在只想一个事情 那就是五魂殿如何立国 她杀了新罗帝国的太子 又帮助千任雪兵不认血地 拿下了天斗帝国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五魂殿也该宣布立国 将天下统一了 只有天下大同 再无战争 才能开创一个属于人类的真正大事 只是如何立国这件事情 恐怕有些麻烦 在五魂殿中 她跟比比东的关系 到了势同水火的程度 到时候五魂殿立国 该是谁出任第一任皇帝呢 这个问题得认真考虑一下 片刻 叶峰有些眷了 暖好床了吗 那冷不丁的声音 忽然在宁荣荣耳边响起 宁荣荣郊躊猛然一阵 莫名地聚意升起 抓着被子的双手变得更紧了 暖暖 暖好了 宁荣荣舌头就像打劫了一样 口舌不清晰 脸蛋瞬间潮红起来 人生第一次 她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难道今天 我就要失去清白了吗 既然已经暖好床了 那你就出去吧 这里不需要你了 叶峰冷冷地下达了逐客令 现在她真的有点困 想要好好休息一下 并没有其他的想法 叶 你晚上不需要我服务 宁荣荣惊呼一声 目光中有些难以置信 在她做暖床丫鬟那一刻 就知道自己的命运了 就是好好伺候叶峰 现在叶峰居然不需要她的服务 这让她心里有些空落落的 想啥呢 以为我会对你见色起义 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 我对你这个平平的家伙没兴趣 说是让你当我的暖床丫鬟 那就安安心心做好本职工作就行 叶峰抬起头 看了一眼宁荣荣 顿时知道对方误会了 哦 片刻 宁荣荣才如梦出行反应过来 从床上一个蜻蜓打挺坐起来 双脚蹭在地面上的拖鞋上 双眸中露出一丝微微的亮光 得知叶峰不需要自己生孩子 她心里总空落落的 想要做些什么 以免叶峰觉得自己不称职 那让我帮你更衣吧 啊 叶峰闻言 身体猛然僵了一下 如同一道闪电在心底划过 脸色泛出些许羞红的涟漪 在千刃雪的引导下 她才刚刚装载了一下情感模块 水泥冰封的心多了些许缝隙 她就像情多初开的初歌 同样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在五魂殿中 她也是一人独来独往的 连丫鬟都没有接触过 叶峰条件反射般 想推开宁荣荣 男女瘦瘦不轻呢 你在干嘛呢 随后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叶峰顿时没有再拒绝了 而是张开双手 任由宁荣荣给自己服务 她的感情缺失了一部分 或许多尝试一下 这些涉及心灵的动作 会她恢复 结果 宁荣荣也是出歌 笨手笨脚的 两人磨蹭了半小时 都没能救济 最终叶峰还是自己换上睡衣的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叶峰刚睁开眼睛 就看到娇贵的宁荣荣 正在搓衣板上跪着 嗯 这也不是贵搓衣板 而是这样在搓衣板上洗衣服 比较方便 宁荣荣看见叶峰醒过来了 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叶峰大人 我已经帮你准备好早餐了 就在桌面上 你吃完早餐 就去看千润雪的登基仪式即可 我正在帮你洗衣服 叶峰目光看向宁荣荣 宁荣荣双手在搓衣板上 搓衣服 白嫩的小手手都变成了红色 如此金贵的双手 恐怕是第一次做这种粗糙的活吧 不过 她并没有说什么 性格使然 只要是面对自己不熟悉的人 就不会说些什么 随后转过头 看向这满满一周的早餐 有糕点 粉面 肉类 蔬菜类 不得不说 宁荣荣用心了 特么 如果宁荣荣知道了 肯定会来一句 这不是MMP吗 如果你不是拿七宝流离宗的全宗性命 作为威胁 我特么会用心吗 叶峰吃完早餐之后 就第一时间来到千润雪旁边 今天是千润雪的登基仪式 天下三六九教的人都会来临 到时候 免不了流血事件 他这一位当哥哥的 自然要力挺千润雪 此刻 千润雪正在金鸾殿后面一个宫殿中 周围三个化妆师 环绕左右 用各种粉红玉带装饰千润雪 将其打扮成天底下第一位女帝 千润雪化成了本体 依旧是女儿身 在化妆师的打扮下 变得更加高端 大气 神圣 仔细一看的话 倒颇有一种女皇的气势 叶峰目光直直地看着千润雪 竟然看呆了 千润雪穿上金色的龙袍 头顶戴着皇冠 没心处天使印记微微发亮 金色相互辉映 再加上那绝美的面孔 简直是美到爆炸 千润雪好像也略有所感样 这个时候 猛然转过头 顿时看到了在门口处 那个熟悉的身影 心底一阵跃却了起来 直接从化妆椅上站起来 向叶峰冲过去 叶峰哥哥 你来了 叶峰看到怀中的家人 现在都还有些猛 原本她的反应速度 都已经是非常快的了 即便是封号斗罗 都能从容地躲开 现在怎么躲不开一个千润雪呢 要知道 现在的千润雪 可是连魂胜都还没达到啊 我的反应 怎么这么慢了吗 叶峰搞不懂 很快 她的脸色就变得通红了起来 这个臭丫头 你是不知道 自己的身材有多诱惑对吧 她的身体不断触动 小雪 你快放开 你化的妆弄到我身上了 叶峰不好意思推开千润雪 顿时找了一个借口 而且这个借口也是真的 千润雪的粉底口红这些东西 确实也蹭在其身上了 我不介意 千润雪笑了笑 看着叶峰脸红的样子 双眸中露出一丝脚霞 她总觉得 叶峰害羞的样子 很有趣 可是我介意啊 叶峰嘴角抽动了一下 面对这个如虎一般的女人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总不能将对方甩下去吧 小雪 别闹 等会你还得登机呢 现在把妆弄花了 待会登机一试怎么办 急什么 妆花了 大不了再不过 而且 今天我是女皇 一切都我说了算 千润雪就这样抱着叶峰 说什么都不肯下来了 看那样子 就像是小女人一样 丝毫没有女帝的风范 叶峰无奈 也只能让着千润雪了 等千润雪闹够了之后 就会慢慢地从上面下来了 果不其然 大概过了两分钟的样子 千润雪就从叶峰身上下来了 因为叶峰一动不动的 就像一个木头一样 一点都不好玩 半小时后 一位护卫走了进来 跪倒在千润雪面前 恭敬地开口 女皇陛下 现在及时已到 而且各位大臣已经到齐 宁峰志让我来告诉你 可以进行登机仪式了 好的 我知道了 千润雪微微点头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 她还是很喜欢做女帝的自己的 现在化妆完毕了 女帝风范展示出来 随后转过头 看了叶峰一眼 看到叶峰微微点头时 千润雪感到非常心安 叶峰跟着千润雪来到金鸾殿 金鸾殿人潮汹涌 各个势力都派有代表来了 除了中间的两排天斗帝国的大臣之外 夏三宗 学院 各大王国都派有代表来 其中最给了的就是供奉殿了 大供奉千道流带队 七大供奉全部坐在金鸾殿中 为千润雪撑腰 至于比比东 则暂时没看到 不过 想想也是 比比东都将千润雪当成孽种 又怎么会过来见证千润雪的登基仪式呢 千润雪小时候 来到天斗帝国臣服 浪费了十几年光阴 浪费了天赋 其中就很大 可能是比比东造成的 宁峰志已经镇压了天斗皇室雪家的人 雪崩皇子这些青族 全都被处死了 那些想要产生叛乱的 也被连根拔起 能够在金鸾殿上的人都是 经过书筛选的人 以确保千润雪登基仪式顺利举行 雪夜大地已死 天斗不可一日无亡 经重大臣商议 一致决定千润雪为天斗帝国新一任女皇 宁峰志充满威严的声音 在金鸾殿中响起 众多大臣全都静入寒蝉 完全不敢说话 因为这几天发生了天斗动乱 但凡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都直接被震杀了 留下来的人都是比较乖的 天斗的皇族是姓雪 千润雪是姓千 但是现在没什么人 对这个问题有疑问了 千润雪女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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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斗帝国在女皇的带领下 必然会更加强盛 将土开阔万里 永垂不朽 洪亮的声音在金鸾殿中回荡 其声音之大 震耳欲聋 射人心魂 叶峰已经偷偷将金鸾殿周围的守卫 都换成自己的骷髅战士 数百骷髅战士在金鸾殿周围巡逻 他相信应该没有人想要触犯自己的眉头吧 枪打出头鸟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小丑跳出来 他不介意将对方直接镇压了 不过 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整个金鸾殿中都是只有一个声音 那就是此刻千润雪登基 当为第一任天斗女皇 千润雪看到周围没有人反对 除了感到非常激动之外 还感到肩膀上沉甸甸的责任 整个人的心态也变得不一样了 在古代帝皇 可是上传天厅 下馆黎明的人皇 人类的气韵都凝聚在皇帝身上 他往前站一步 目光在下方扫视了一圈 朱唇清起 我 千润雪 将统帅天斗江土 称第一任女皇 而后二世 万世 直至万世 上乘天命 下馆黎明 为万世开太平 为圣祭网绝学 以诱我天斗国运 永世昌盛 造福万民 从今天起 改号为尚武 人人皆可修魂师 新大业 立万世不朽之功 千润雪的声音 响彻整个金兰殿 所有人都心神渲染 都有一种感觉 好像这个皇帝不错 原本千润雪 不是那么会说话的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坐在皇座之上的时候 一切都水到渠成了 好像说话 都饱含了大道真言 某种无上法则在环绕 说得好 吴王万岁 万岁万万岁 天斗重臣 全都跪倒在地 神情尊敬 一缕缕淡淡的信仰气韵飘出来 凝聚在千润雪身上 让千润雪看起来 许是浑身冒金光 全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神圣 受天斗权杖 随着天斗祭祀的声音响起 两名司仪抬着一柄杖 缓缓出现在金鸾殿前方 天斗权杖 是天斗帝国最高权力的象征 只有获得权杖 才是一个得到认可的帝皇 宁峰志为了这柄杖 可差不多杀戮了近万反叛的人 权杖通体金色 长度三米有余 中间如同龙身一样 带着些许蜿蜒 其中金色的符纹 就像蝌蚪一样不断抖动 直接蔓延在上方 杖头处是一个雕刻的龙头 龙嘴位置 镶嵌着一颗金色的宝石 也不知道 是什么材质制成的 据说 权杖是世代流传出来的 上面带有无上的秘密 一旦有皇帝能够破解其中的秘密 就能一统天下 可惜 天斗传承数十世 均没有人能够解开这个秘密 后来 权杖已经成为了一个身份的象征 祭祀 走到司仪面前 双手捧起权杖 刀刀念了几句 也不知道是什么咒语 女皇 请接权杖 好 千任雪站起来 一步踏出 来到祭祀面前 双手接过权杖 当其双手触摸到其中权杖时 刹那间 异象顿声 嗡 一道神秘的声音 在众人心底响起 如同天道魔影一样 震撤天斗每一位臣民 皇宫苍穹之上 晴空万里 万里无云 一条青色的巨龙 从权杖之上 盘旋而起 高耸入云 虽然只是虚影 但是依旧非常壮观 雄伟不易 只见青色巨龙高树百丈 不知己许 在皇宫上方穿梭 盘旋 这 这是天斗气韵化龙 而且还是青色的巨龙 这 这可真是天佑我天斗 祭祀好像看透了些许天机 双脚跪在地面上 匍匐在地 此刻 看起来 他就像是一名真正的信徒 异象顿声 气韵化龙 这可是得到气韵的认可呀 天斗女皇 我们在女皇的带领下 必将繁荣昌盛 建立万事工业 女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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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民匍匐在地 看着前方的气韵之龙 身体都微微颤抖了起来 心底非常激动 气韵化龙 得到气韵的庇护 这可是第一任史皇帝才有的待遇啊 现在千刃雪结果权杖时 竟然产生了异想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天斗大星 此刻 他们对千刃雪登基的情绪 消除了一些了 也许千刃雪 真的比雪叶更适合当天斗皇帝 叶峰看着天空中的气韵青龙 虽然他不懂气韵 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 但是从祭祀的话中 不难看出 千刃雪登基 得到了人族气韵的认可 雪家从此以后 彻底成为过去世了 千刃雪手持权杖 金光闪闪 将整个金鸾殿 都染成了金色 所有大臣如沐在神圣之光中一样 纷纷变得神清气爽 龙精狐猛 活力无限 体内一些影集 统统都在这股金色的光芒照耀下治愈了 可惜 这道光芒来得快 去得也快 要不然 任由这些臣民在感悟 体内的修为 恐怕会直接晋级的 众爱卿 城门厚爱 我能成为天斗女皇 在这里 我要宣布一件事 那就是册封国师 国师是一国的老师 地位甚至能和皇帝等同 能够鞭策帝国发展 制定谋略 国师的位置 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里 我推荐叶峰 为天斗帝国的国师 你们应该没有 谁有意见的吧 随着千刃雪的声音落下 众多大臣身体猛然抖了一下 倒不是说 因为害怕千刃雪 而是因为叶峰这个名字 人的名 树的影 叶峰这一尊杀神 斗罗大陆唯一的死灵魂师 能够召唤无穷无尽的召唤物 一人及天灾 谁敢反对啊 怕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等没有意见 众人一口同声地开口 我等没有意见 众人一口同声地开口 千刃雪目光在众人中转了一圈 见没有人反对 当场就将这件事拍板了下来 既然没有人反对 那么这件事情 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叶峰听到千刃雪的话 双眸闪动了一下 忽然感到有些意外 但是也没有反对 我老婆都当女皇了 那对我当的国师 也很正常嘛 千刃雪登地的过程 比想象中更要顺利 根本没有小丑跳出来打脸 这让叶峰的种种准备 都成了无用功 登基仪式继续 千刃雪又按照 刘成陆续宣布了一些新规则 比如说 低税兵 斗贵族 万民皆可觉醒武魂 叶峰听了之后 大呼震惊 这些大多数理念都很先进 比那个五千年古国 实践得来的经验差不多 千刃雪 真是和比比东不一样了 比比东修为高 贵为武魂帝国的帝皇 但是却没有治国之能 在原著中 比比东成立武魂帝国之后 就逐渐被唐门联盟搞没了 也没有得到明星的拥护 但是千刃雪 在天斗帝国当太子 已经潜伏了十几年 这未曾不是一种修行 能够给予她非常丰富的治国才能 所以刚刚登上地位 就能发布出一系列规则 这可真是令叶峰刮目相看 登基仪式持续了一天 终于结束了 千刃雪这个小姑娘登上地位 都不知道有多高兴 结束的时候 竟然来一个大赦天下 夜幕降临 叶峰在金鸾殿里面 布置好守卫之后 就准备离开 虽然说千刃雪是她的未婚妻 但是同样是天斗的女皇 在身份这一块 必须有些忌讳 小雪 我去会客店休息吧 金鸾殿可是你的寝宫 如果我留在这里 被人看见了可不好 叶峰看着眼前这个家人 巾帼须眉 高贵神圣 给人一种只可远观 而不可泄完的感觉 这些都令她非常心动 她觉得小雪很美 无论是外表 还是内在气质 叶峰哥哥 我给你安排了床 你就住我旁边就可以了 现在我刚刚成为女皇 肯定有很多想要把乱反正的人 难保没有人会刺杀我 如果你不在的话 我没有安全感 千刃雪走到叶峰面前 那双大眼睛微微抬起 跟叶峰的眼睛对视 这被别人看了 会有人说闲话的 叶峰有些犹豫 我不怕 谁敢说我闲话 那我就杀了他 好吧 那我就留下来保护你 听了叶峰的话 千刃雪脸上 这才露出了笑容 虽然她已经是女皇了 但是依旧对叶峰哥哥非常依恋 依旧会像小时候那样 想要跟叶峰哥哥腻在一起 叶峰坐在寝宫里面 盘膝在地 强忍住心底的躁动 强忍住自己不去看千刃雪 可是真的忍得住吗 每当她想要进入修炼状态的时候 脑海中都会浮现出 千刃雪神圣的样子 思念经不住流出 恐怖的欲望从心底诞生 她的心乱了 殊不知 千刃雪的心更乱 她一颗心早就 系在叶峰身上了 而且千刀刘爷爷亲自定下的婚约 这让他们无论做什么 都名正言顺 都是合法的 女人的好色程度 永远超过了男生 千刃雪躺在床上 看着盘西在蒲团上的叶峰 辗转反侧 睡意全无 叶峰哥哥 你在干嘛 我在修炼呢 叶峰淡淡地回答 你说谎 你周围连一点魂力波动都没有 怎么可能是修炼呢 叶峰文言 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被千刃雪抽出穿了 所以也没有再装了 张开双眸 走到旁边一张桌椅前 坐到沙发上面 沙发很柔软 坐在上面很舒服 茶几上放有一壶酒 我正在找状态 找到状态就修炼了 嘻嘻 我也睡不着 要不你陪我聊聊天吧 千刃雪轻笑一声 然后从床上走下来 穿着非常清凉 跟游泳的比基尼差不多了 叶峰看着走到自己面前晃悠的千刃雪 目光瞬间就直了 只见千刃雪穿着一套金色的吊带睡裙 睡裙是宽松舒适宽 上面两条丝带从肩膀上跨过 跟白皙的皮肤累在一起 本身就弹指可破的皮肤 显得有些红润 睡裙只在大腿位置 将小腿以及玉卒完美展现出来 睡裙其他什么都没有 乍一看 给人一种朦胧的感觉 由爆琵琶半遮面 千呼万唤使出来 近距离跟千刃雪接触 一股迷人的清香 钻入自己的鼻孔 令他有一些悬崖勒马的感觉 那怎么聊什么 叶峰强忍着内心的躁动 不让千刃雪看出异样 聊什么都可以 要不咱们喝一杯吧 好 两人相互给对方蒸了一杯酒 抬起头 相对而逝 然后一饮而尽 他们都仿佛有说不尽的话 但是又一切都在不言中 在酒精的作用下 千刃雪脸色红扑扑的 周围气息有些糜烂 看起来颇为诱人 酒果然是令人堕落的 最规祸首之一 嗯 等天斗稳定下来 我就返回五魂殿了 我作为裁决店的店长 可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叶峰微微点头 现在可是推动五魂殿立国的 最好时机 只要五魂殿宣布立国 然后再和天斗强强联手 这个世界上 绝对不会再存在其他生意 啊 留下来陪小雪不行吗 千刃雪文言 眼睛瞬间就红了 假酒喝多了 身体有些微醉 一些动作也比较大胆的起来 忽然 转过身 将自己娇小的身体 钻进叶峰温暖的怀抱中 现在不是陪你了吗 而且我也还有事情要处理 叶峰淡淡地开口 好吧 那你今晚陪小雪好不好 千刃雪红着眼睛 满怀期待地看着叶峰 好 叶峰目光有些躲闪 不知道为什么 心底忽然有些害怕 心跳非常厉害 该死的 早知道 我就不喝酒了 叶峰哥哥 吻我 叶峰哥哥 吻我 千刃雪寒情默默地开口 脸蛋早就红到脖子根 所有一切都水到渠成 终究抵不过真情的浇灌 两个嘴唇包裹在一起 两人仿佛化作天地 引发种种悸动 两人双眸中军只有对方 叶峰抱着千刃雪的腰肢 忘乎所以 时光如梭 斗转心仪 第二天早上 叶峰睁开眼睛 看着躺在自己身边的家人 双眸中露出一丝温柔 千刃雪衣服完整 昨晚除了亲一下之外 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 两人的刹车技巧 还是可以的 叶峰哥哥 千刃雪睫毛 微微一动 金色的双眸睁开 一眼就看到了 自己喜欢那个人 目光微微亮了少许 幸福就是每天醒来 能够看到自己的爱人 在自己的枕边 醒了 嗯 千刃雪脸色有些红 感受到叶峰强有力的心跳 不再敢去看叶峰 将那个娇小的头颅 埋在叶峰 坚实的胸膛上 那咱们就起来吧 叶峰脸色也火辣辣的 水泥封不住了 嗯 千刃雪也感到不好意思 两人起来之后 就在天斗皇宫视察了起来 毕竟其中一个作为国王 另外一个作为国师 都是天斗帝国的实权人物 他们的工作相当不少 再加上现在新皇刚立 正是动乱最多的时候 正所谓是 新官上任三把火 天斗帝国 在叶峰和千刃雪的治理下 一切变得整整有条 越发强盛了起来 另一边 教皇殿 比比东正 从修炼中醒过来 双眸中 邪恶气息流转 教皇殿被邪恶气息笼罩 恶毒 邪恶 欲望 欺罪 各种各样的气息 在里面发酵 分散所有 在这一段时间 比比东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 并且 托叶峰的福 他在继承罗沙神的进度 往前前进一大截 现在已经可以动用 部分罗沙神的力量了 如果现在 再对上叶峰的话 他有信心 能够破了叶峰的不死之身 但是 比比东并没有着急报仇 因为叶峰这个人非常神秘 他有些吃不准 在没有绝对的把握面前 是不会再和叶峰正面硬刚了 不过 虽然硬刚不行 但是不代表不可以来阴的 比比东怪笑一声 将头上那双黑色的尖角收起来 前方两把镰刀 也逐渐在其面前消失 教皇殿内的邪恶气息 就好像受到了某种召唤一样 缓慢融合静体内 气息提升了一大截 老菊花 老鬼 何在 教皇陛下 随着比比东的声音落下 两位长老进到教皇殿 对着比比东恭敬的开口 其中一个阴柔 如同婴儿一般的皮肤 另外一个躲在黑影中 形同鬼魅 两人抬起头 看了比比东一眼 内心有些惊锯 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 比比东的实力又变强了 再加上比比东被叶峰打了之后 有些反复无常 他们有些害怕比比东 给我汇报一下 叶峰最近的动作 比比东冷冷地开口 教皇陛下 我们是要对叶峰动手吗 橘斗罗硬着头皮问 这个不劳烦 你们管了 你们只要回答我问题就行了 听着比比东不善的声音 橘斗罗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 但是不敢再说什么 连忙回答教皇的话 禀告教皇陛下 叶峰祭灭了蓝殿霸王龙家族之后 又去到了天窦帝国 发动了宫变 架空天窦帝国 沙光雪家皇族 强力千认雪为天窦女皇 橘斗罗说到这里 声音顿了一下 心底微微有些骄傲 虽然所侍奉的主子不同 但是叶峰所做的事情 实在太亮眼了 作为五魂殿的一份子 他也是感到余有容焉 什么 你说叶峰灭了天窦皇族 强力千认雪为女皇 比比东文言 顿时勃然大怒 如此暴力灭异国皇室 这言论对五魂殿可谓是大大的不利 难道他不知道水能在舟 亦能复舟吗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妈的 如此灭异国皇族 怎么都不跟我商量 这根本就不将 我这个教皇放在眼里 其实比比东 如此愤怒是有原因的 因为叶峰的自作主张 破坏了他的计划 比比东正在密谋渗透五大公国 现在都还没有取得胜利 你就将天窦帝国都踹了 那五大公国必然会有所察觉 到时候 他再想兵不认雪地 拿下五大公国就没那么容易了 是的 教皇陛下 菊斗罗颤颤巍巍地回答 他不明白教皇陛下因什么而愤怒 叶峰将亲任雪莉为女皇 这不是好事情吗 都是五魂殿的人 没必要那么敌视吧 但是心中的话 他终究没敢说出来 呵呵 好啊 居然一声不响 就将我的计划破坏得干干净净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也不必要客气了 比比东在心里喃喃一声 心中顿时生了一条 借刀杀人的毒计 虽然叶峰是裁决店的殿长 但是教皇才是权力至高 如果教皇没有犯错的话 即便是裁决店殿长 都得听从自己的调领的 老菊花 你立马去找叶峰回来 说五魂殿有重要任务 交给他去做 这 教皇陛下 叶峰会听我们的命令吗 菊斗罗沉默了一下 冷冷地开口 你尽管去做就行 如果叶峰不听我命令的话 那么正好 上次战棍之仇 我都还没报呢 比比东的声音越发阴冷 尤其是想到上次 自己当众被叶峰战棍 体内的罗刹气息就有些不稳 无尽的邪恶 蔓延整个教皇殿 菊斗罗和鬼斗罗感到自己 仿佛置身于地狱中 周围无尽邪恶 许是有恶魔在潜伏 一旦自己稍微动一下 就会被无尽的恶魔吞噬 教皇大人确实变了 菊斗罗和鬼斗罗一动不敢动 正所谓是 半君如半虎 稍有不慎就万劫不复 片刻之后 比比东体内的邪恶气息 才稳定下来 菊斗罗和鬼斗罗后背 都被汗水打湿了 刚当他们感觉自己 已经到鬼门关走了一趟 仅遵教皇命令 菊斗罗和鬼斗罗 齐声回答 另一边 叶峰正准备从天窦城 返回五魂殿 千刃雪已经在天窦城站稳脚跟 而且自己派了三百骷髅战士 作为千刃雪的亲卫 在安全这一块 已经没有任何问题 他也得返回五魂殿处理 才决定的事情了 有两件事 急待他处理的 第一件事 就是五魂殿力国的事情 第二件事 就是考核比比东看看 是否还适合当教皇 如果不适合当教皇的话 就罢免比比东 将教皇之位 还给天使少主算了 叶峰没有着急回去 天成远古古龙飞过来的 回去的时候 他却选择了徒步 一边走 脑海中一边在思考一些事情 上次走得太匆忙了 说要选择一位代理人 代替自己处理 一下繁琐的事物的 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 现在回去之后 一定要先将这件事情处理了 时光荏荏 转眼间 一周时间过去了 叶峰终于从天窦城 返回到了五魂殿 回到五魂殿之后 他第一时间 就是往五魂学院走去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那一位名为月琉璃的学员 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就对方能不能通过自己的考核 成为自己的代理人了 刚走到一半 橘斗罗和鬼斗罗 便出现在叶峰面前了 两人一脸戒备 双腿绷紧 仿佛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 就会直接退走 如果是之前的话 他们还有可能单独来见叶峰 但是现在的话 橘斗罗和鬼斗罗 基本上是形影不离了 因为他们怕死 叶峰太变态了 只有他们的五魂融合剂 才能克制一二 叶峰 教皇大人找你 橘斗罗淡淡地开口 哦 教皇找我有什么事吗 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那就等我从五魂学院 回来的时候 再去见比比东 叶峰停住了脚步 眉头微微皱起 虽然心底有些情绪 但是如果教皇找她的话 她还是要给面子的 毕竟 教皇才是五魂殿的权力之高 不能因为自己 作为才觉殿殿残 就蔑视教皇之位 要不然会引人诟病的 至于具体是什么事情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教皇说有很重要的任务 要你亲自去办 我建议你 还是现在亲自去一趟吧 要不然教皇发怒的话 就不好了 橘斗罗淡淡地开口 因为叶峰很好说话 所以她也放松了不少 不知道为什么 她心底有一种错觉 似乎叶峰比比比东 更加好说话 自从比比东被叶峰打了之后 就变得喜怒无常了 即便是他们这种左右臂 都不敢待在比比东左右 以免比比东一个不小心 就将自己赶了 行吧 那我就走一趟吧 叶峰笑了笑 然后直接转过头 往教皇殿方向走去 比比东这个时候找自己 恐怕不会有什么好事情 该不是公报私仇吧 此地距离 焦皇殿的距离并不远 不过区区几百米 叶峰静止走过去 一分钟不到 就出现在焦皇殿里面了 比比东坐在焦皇座 手持一柄三米长的群杖 面目也变得丑陋 可增了起来 身体周围 些许邪恶气息散发出来 叶峰抬起头 看了比比东一眼 瞳孔就禁不住缩了起来 因为比比东周围 邪恶气息弥漫 给了他一种危险感 这种感觉 即便是他之前倒流爷爷 也没有感到过 叶峰略微一想 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看来在自己的打击下 比比东进一步堕落 反而加快了 继承罗刹神进度 现在比比东有些飘 恐怕距离 完成罗刹九口 已经不远了吧 也不知道 现在的比比东 能不能破了我的天赋 技能伤害转移 拜见教皇陛下 叶峰对着比比东 微微拱了拱手 虽然他对比比东不敢冒 但是面子工作 还是需要做的 叶峰 你在灭天窦皇族的时候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搞得我在五大公国的计划 全都变得很被动了 比比东的声音 有些微怒 但是还在理智的范围内 这让叶峰有些诧异 原本他以为比比东 因为上次战棍的事情 紧紧于怀 趁机公报私仇的 没想到 没有样子做 反而在质问自己 不过 无论怎么样 叶峰都不怕比比东 我之所以灭天窦皇族 强力牵任雪女帝 可是因为天使少主有危险 不得已而为之 作为五魂殿的敌人 灭天窦皇族 乃是我才决殿的职责所在 叶峰说话声音 铿锵有力 传遍整个教皇殿 橘斗罗 鬼斗罗 以及长老殿的其他几位长老 也在这里 他们听了叶峰的话之后 顿时都觉得 没有任何毛病 虽然他们被教皇拉拢了 是属于清教皇这一派 但是心里还是有一把称的 谁占领谁为五魂殿着想 就帮谁 而且 事关五魂殿的天使少主 他们都是看着天使少主长大的 自然对少主更轻 虽然叶峰行事冲动了一点 但是为了拯救天使少主 而且最后不知不觉 将天窦帝国收入囊中 这一份结果 这一份成绩 但凡是一个人 都挑不出毛病来 你 比比东无比愤怒 但是面对叶峰的说辞 又说不出什么话来 干脆就直接不说了 毕竟 他召叶峰过来的目的 也不是问责的 而是借刀杀人 想要借机除掉叶峰 好 这件事情就先过了 你破坏我计划的事情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但是我这里有一件事 必须由你亲自去办的 叶峰文言 冷笑一声 他知道这个才是 比比东的真正目的 现在图穷比现了吧 什么事情 你说吧 前段时间 我派遣了一队 魂师精英军团出海 去到了一个名叫 海神岛的地方 然后惨遭里面的 原住民海魂师的杀戮 现在我们五魂殿 需要复仇 以牙还牙 以齿还齿 报一箭之仇 我一一考量了一遍 觉得最适合的复仇领队 就是你了 所以命令你带领一对 魂师军团杀入海神岛 为五魂殿复仇 比比东冷冷地开口 公报私仇吗 叶峰在心里嘲讽一声 他自然也感觉到了 今天的比比东 跟以往不一样了 身体周围邪恶气息环绕 力量也提升了不少 刚刚提升些许修为 你就出来报仇对吧 关键是 现在叶峰还没有办法反驳 教皇作为明面上 五魂殿的最高掌权者 拥有调动五魂殿的 一切的能力 包括裁决殿 也在教皇的调遣范围内 虽然叶峰作为裁决殿的店长 依旧在比比东的管辖之下 如果没有正当理由的话 是没有办法拒绝比比东的调令的 不过 他也没准备拒绝 你不是 想要借刀杀人吗 如果我能出色 将海神岛的任务完成了 那么我在五魂殿中的地位 肯定更高了 到时候强行立国的阻力 相对于也会比较少很多 看见叶峰沉默 比比东还以为叶峰怕了 嘴角勾起一个弧度 冷笑一声 比比东不认为叶峰可以拒绝自己的调令 相反来说 如果叶峰真的拒绝了自己的调令 那么他反而会更加高兴 叶峰作为裁决殿店长 最近的行为都是公正言明 战战兢兢 一心只为五魂殿的 但是如果叶峰公然违背自己的命令 他就能捉住叶峰的痛脚 让叶峰失信于人 怎么 裁决殿店长 你一直没有说话 似乎对我的调令有什么意见吗 还是说 你根本就没有准备完成我的任务 比比东冷冷地开口 随着比比东的声音落下 周围几位长老也应声附和 跟着看向叶峰的目光 也变得有些不善了起来 没有 刚刚我在想 如何才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叶峰笑了笑 那就是你答应海神岛复仇任务了 比比东冷笑一声 目光有些意外 当然 为了五魂殿 我亦不容辞 叶峰答应得很干脆 海神岛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 再加上是海神的传承之地 里面有神器 有海女 有海魂师 甚至还有一些奇特的仙草 他去覆灭海神岛也未曾不可 在援助中 唐三就是去到了海神岛 继承了海神神位 才能推翻五魂帝国的统治的 如果没有海神神位 没有这一切 外挂一般的加成 唐三根本上不可能覆灭五魂帝国 从这个方面来说 海神岛也是五魂殿的敌人 既然是敌人的话 那就应该毁灭 叶峰可不会将任何威胁留下来 本来他就想抽一个时间 去海神岛 将海神岛灭了 没想到 比比东突然将自己调过去 现在只是将这件事情提前了而已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叶峰觉得自己去海神岛的话 只要注意两个人就行了 第一便是海神岛大祭司波赛西 波赛西市99级海魂师 跟千道流爷爷是同一个级别的 如果跟对方对战的话 叶峰并没有太大把握 另外一个便是海神投影 也可以说是海神的神念 海神征服了大海 信仰成神之后 本体就飞升神界了 但是依旧留下一道神念 来守护他的传承之地 一旦海神岛发生了危险 那么海神神念就会出现 那就好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你准备一下 三天后就出发吧 比比东嘴角露出一副 奸计得逞的笑容 根据罗刹神的传承记忆 海神岛并不是简单的地方 而且是海神的传承之地 比比东让叶峰去征服海神岛 是想借刀杀人 即便退一万步来说 即便借刀杀人不成功 他也可以将叶峰调离五魂殿核心 等叶峰回来的时候 才决殿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而且 叶峰回得了来吗 好 叶峰微微点头 随后便直接告辞了 来叫黄殿耽搁了一下 以至于他没有去到五魂学院 现在得先去五魂学院 找到一个代理人才行 要不然每件事情 都要视力轻微的话 那种感觉实在不太好 在叶峰去天斗城之前 就已经吩咐了五魂学院的新院长 让他们将魂石等修炼资源分配下去 现在又过去个把月了 五魂学院的学生 应该得到了这的提升 半小时之后 叶峰就出现在五魂广场上面 身穿一套黑色长袍 脸上裹着面巾 让人看不清脸 他就是想隐藏身份 过来偷偷接触 一下自己的目标人物 月流离 如果他上次没有感应错的话 月流离应该是一位 隐藏修为的学员 如果对方能够符合自己口味 他不介意花大价钱培养对方 让对方成为才决定的代理 脉动脚步往前走 五魂学院的所有学员 都在认真修炼 因为叶峰大量倾斜修炼资源 再加上制度的改革 曾经的贵族风被严格整顿了 这一切都是靠实力说话 能者上不能救下 叶峰目光在训练场上掠过 训练场上不满训练的学生 其中有几位 更是突破到了魂王的境界 这让他颇为意外的 五魂殿才刚刚改革个百院 就已经诞生了 堪比黄金一代的强者 叶峰非常意外 继续往前面走 前方有一块巨大的石碑 石碑上记录着 一个一个学员的名字 名字从上往下排序 视为乾隆榜 目前五魂殿最强大的年轻一代 此时 两位学员正站在石碑面前 抬起头 看着前方的石碑 微微出神 叶峰将目光看过去 两人中正好有一人 是自己的目标人物 月琉璃 叶峰静静地靠过去 没有说什么话 而是静止走到两人身后 他们之间的对话 就淡淡地传过来了 月琉璃的闺蜜 贵尾 琉璃 以你的实力 完全可以拿下乾隆榜榜首的 你怎么屈身 在第三的位置呢 贵尾歪着头 看着前方 双眸中有些不解 明明可以拿下乾隆榜榜首 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的 为什么不能 月琉璃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目光从上往下看下来 然后笑了笑 目秀于灵 封闭催之 乾隆榜榜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贵尾 当然重要 修炼资源多了不少 月琉璃 确实是多了一点修炼资源 但是乾隆榜第三的资源 于我而言 都已经够用了 贵尾 好吧 我理解不了你哈哈 如果我有你这个实力 早就拿下乾隆榜榜榜首了 那可多威风 到时候还会被 财决店高层注意到 到时候 如果有幸能够加入财决店 那就更加高兴了 月琉璃文言 微微汗手 没有在说话 而是直接沉默下去 那双清澈 而又炯炯有神的双眸 波澜不惊的样子 谁也不知道他心里 在想些什么 叶峰听到这两位女人的聊天 心头颇为震惊的 现在乾隆榜发布 一切修炼资源都是 按照乾隆榜发布 可以说榜单就是一切 心性确实了得 叶峰使用精神力 往月琉璃身上查探了一下 忽然感觉到对方身上 好像有一层柔和的力量一样 精神力一接触到上面 瞬间就被弹开了 根本看不透月琉璃的修为 月琉璃感到背后 好像有一双眼睛 在注视着自己一样 向前微微转动 眼睛往后方看去 顿时看到了一位 穿着黑衣的男子 脸上同样被裹了一层黑金 看不清脸 你是谁 月琉璃娇和一声 身体经不住 往后退三步 双眸如同阴谋一样 盯着眼前的男子 充满了戒备 她的闺蜜贵位 倒没有显得那么小心翼翼 看见叶峰的出现 甚至往前走一步 嘴角微微张开 目光充满好奇 她有一种想要 将对方脸上的面 筋拉下来的冲动 但是又想到 这样做非常不礼貌 所以才将手缩了回来 只是她一点 也不怕生的样子 就站在月琉璃和叶峰的中间 双手插着腰 这个女人有点唬 快说 你到底是谁 是哪个班的学生 怎么装束如此奇怪 叶峰见到 被这两位女生发现了 嘴角微微一笑 挤出一个尴尬 而又不失礼貌的笑容 我不是这里的学生 而是裁决店的人 我对你们非常感兴趣 现在正式邀请 你们加入裁决店 不知道 你们意下如何 裁决店一成立 就是巅峰 在武魂店中 拥有非常高的威望 早就成为了 武魂学院中的香伯伯 无数年轻学员 想要加入的对象 寻常学员听到有机会 加入裁决店 恐怕都高兴得叶不能魅了 怎么说呢 这种感觉就像 你在高中中 辛苦读了三年书 最后成功考入 清华北大 并且在清华北大 当教授一样 如果能够加入裁决店 无论是名誉 还是个人的社会地位 都能得到很大的提升 贵魏眼睛睁得大大的 目光先是在叶峰面前看了看 然后又转过头 将目光看向自己的好闺蜜 琉璃怎么不说话 这可是加入裁决店机会啊 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了 我的好闺蜜 你快点答应他 我都快急死了 贵魏急了片刻 见琉璃 就像一根木头一样 根本没有什么反应 连忙伸出手 轻轻地推了推对方的衣袖 琉璃 你快点答应啊 这可是加入裁决店的最好机会 月琉璃沉默了一下 虽然加入裁决店非常诱惑 但是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 不会连眼前这位的身份 都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 就稀里糊涂地答应对方 要不然就算被对方卖了也不知道 你是谁 能将真实身份亮出来吗 叶峰看到琉璃的表现 顿时心中更加满意了 面对这个巨大的诱惑 还能恪守本心 冷静分析 没有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月琉璃相比其他学生来说 显得成熟了很多 办事也比较稳重 无疑是能够胜任 自己带领人的位置的 叶峰伸出右手 将脸色的黑金拿下来 一个薛宇轩昂的帅气男子 顿时出现在在其面前 虽然他不一定是最帅的 但是肯定是最冷酷的 那种的冷酷美 可真是可以迷倒 千万少女的那种 我是叶峰 贵魃看到眼前这名男子时 脸蛋刷一声红了 目光有些难以置信 叶峰可是他的偶像啊 现在自己的偶像 却出现在自己面前 而且是以这么一种 特殊的方式 他表示有被惊喜到了 同时 心底也对自己 闺蜜非常羡慕 因为自己的闺蜜 能够得到自己偶像的亲爱 这可是三生修来的福分 只可惜这个人不是自己 叶叶叶 叶峰 才觉垫垫长 贵魃眼睛睁得大大的 月琉璃 虽然比贵魃淡定一点 但是同样非常意外 他没想到 堂堂财绝垫垫长 居然邀请自己 加入财绝垫 这实在太令人意外了 你为什么选择我 没有原因 只因为我缺少一名代理而已 叶峰笑了笑 月琉璃文言 心中有些不适滋味 原本他还以为叶峰 看上了自己的才华 或者说看出了 自己隐藏的修为 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只因为 缺少一名代理而已 简单一点来说 叶峰找的是一名工具人 这时候叶峰淡淡的声音 又传过来了 成为我的代理人的话 我会将财绝 店中绝大部分的事物 都交给你打脸 到时候 你手中掌握的资源 以及权力 都是寻常人一辈子 都无法得到的 可以说 是一步登天也不过分 就看你愿不愿意 加入财绝店了 我愿意 财绝店店长 亲自邀请我加入 如果我都不加入的话 那我还是人吗 月琉璃嘴角罕见 露出了一股笑意 他从一个底层 一步一步爬到这一步 可真是非常不容易 现在 好不容易有一个 一步登天的机会 他自然不会错过 那欢迎你加入财绝店 叶峰微微一笑 其实他早就料到了 无论是哪一位学员 都不可能拒绝财绝店的诱惑 客气了 以后希望我能成为 一个合格的代理人 为财绝店排有解难 哈哈 真乖 现在 你们先跟我回财绝店吧 一会 我会派人来武魂学院 将你的档案调走 以后你就是财绝店的人了 叶峰淡淡地开口 好的 月琉璃微微点头 随后跟在叶峰后面 回到了财绝店 看到周围高大上的财绝店建筑 以及装潢的 充满富丽堂皇的大殿 美眸中精彩连连 他是穷苦的孩子 还是第一次看到 如此高大上的建筑 双眸往周围不断看来看去 充满了好奇 以后 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你可以在财绝店里面 挑选一间房间 来居住 看着月琉璃居树的样子 叶峰嘴角露出了一个 温和的笑容 真的可以吗 月琉璃文言 双眸瞬间亮了不少 当然可以 以后 你就是我的代理人了 肯定得有牌面的 以后你不止 有专属的房间 还会有专属的办公地点 谢谢你 别说谢了 既然你都加入了财绝店 那你身上 隐藏的一些秘密 也应该告诉我了吧 比如说 你真正的修为是多少 你又是如何隐藏 自身的修为的 叶峰带着月琉璃 一边说话 一边往财绝塔的顶层走去 顶层是叶峰的 专属办公地点 但是从今天开始 在顶层上工作的人 又会多以为 啊 月琉璃文言 脚步一顿 双眸中闪过一丝犹豫 自身的修为 可是他身上最大的秘密 怎么可以说出去呢 面对叶峰的问询 他变得进退围固了起来 叶峰转过头 看了月琉璃一眼 许是看出了 对方的犹豫一样 嘴角微微一笑 你大可放心 我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而且 我不会贪图你的任何宝物 我想要知道 你的真实修为 只是为了以后 我能更好地分配工作 而且我知道你的真实修为 可以根据 你自身的身体属性 帮你打造一条 真正通向极限斗罗的道路 当然 如果你实在不想 将身上的秘密说出来 我也不会勉强 只是在以后的工作中 你将无法在裁决店的核心工作 因为裁决店的核心 需要每一位同事 都是清清白白 家底清静的 月琉璃文言 那微微皱起的额头 忽然微 微书展开 许是在心里下了什么决定一样 直接就开口说话了起来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不能告诉别人 嗯 叶峰点头 你保证 我保证 得到了叶峰的保证 月琉璃心头这才放心不少 目光往周围看了一圈 现在 他们已经来到了裁决店顶层 周围除了他们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人 月琉璃微微汗手 竹唇倾起 那略带着清脆的声音就传过来了 我刚刚近身浑胜了 当然和店长相比 我还是差远了 月琉璃一边说话 一边将挂在其胸口上的玉佩拿下来 那个玉佩名字叫做龟熙玉佩 能够掩盖自身身上的修为 除非99级极限斗罗 否则根本看不出 他的真正修为 龟熙玉佩是月家的传家宝 因为家道中落 现在月家仅剩月琉璃一个人 这个传家宝自然落在他手上了 随着月琉璃将龟熙玉佩拿下来 北明也能够清晰感应到 其身上的修为 那股强悍的波动 比一般的浑胜更强 北明眼睛睁得大大的 内心难掩震惊 他看过月琉璃的档案 年仅18岁 18岁就晋升魂圣了 这可是真正的天骄 历史上 还有人能做到这种程度的 绝对比什么黄金一点强多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 当初的武魂学院 有多么的腐败 一切修炼资源 都向黄金一带倾斜 充满贵族风 官僚风 平民根本无法出头 就像月琉璃这种平民 在原著中 竟然没有展露头角 反而在黄金一带的光环下 泯灭众人 这可真是可悲 根本不懂得怎么样管理 大大宠爱黄金一带 学院风盛行 让真正有能力的人 泯灭众人 夜风心念一动 顿时生意中 要将月琉璃重点培养的冲动 月琉璃无论天赋 还是相貌 都是天下一绝 将其培养成自己的亲信 将来成为武魂殿的中流砥柱 这一笔买卖 还是非常划算的 你可以将你的武魂 以及魂环给我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 月琉璃说着 便心念一动 将武魂召唤出来 随着一阵强悍的气息升起 一轮红色的血月 静止升了起来 周围浮现着七个魂环 并且 最后两个魂环 还是黑色的 可想而知 月琉璃的修为 相当不弱 你的是血月武魂 应该走的是幻术 以及强宫的路线吧 夜风心底 忽然乐开了花 月琉璃竟然是万中无一的 血月武魂 自己可真是捡到宝了 历史中每一次出现 血月武魂 都是时代的引领者 正是 月琉璃微微汗手 血月武魂在史上都是禁忌 但是夜风一句话 就说出了血月武魂的主要特性 还是让其刮目相看的 武魂和实力都非常不错 等我有空了 帮你打造一条 专属的修炼路线 夜风从空间魂倒器中 拿出一袋紫色的魂石 递过去给月琉璃 紧接着开口 这些魂石你拿去修炼 月琉璃文言 顺着夜风手中的魂石看去 瞳孔猛然缩了一下 紫色的魂石 那可是传说中 最高级的魂石 价值无价 即便晋升到封号斗罗之后 依旧也能够使用 这让月琉璃感到有些受宠若惊 夜店主大人 这些都是给我的吗 月琉璃有些难以置信地问 是的 就当是我给你的投资 你放心使用即可 谢谢店主 夜风文言嘴角抽动了一下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微微皱起眉头 心底有些不悦 要不你叫我夜风哥哥吧 老听到你说店主 听得有些生分 我 这样子好像不好吧 月琉璃双眸微微亮了一下 然后又暗淡了下去 虽然他心里有些异动 但是对现实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夜风是五魂店的店主 而他只是一个工具人而已 根本无法跟夜风相提并论 又怎么敢乱人亲戚呢 这有什么不好的 你就说愿不愿意就行了 夜风很少有情绪波动 现在看到月琉璃 确实给他一种如同亲人的感觉 所以他才顿生了 将月琉璃说为甘魅的想法 我愿意 月琉璃心头涌动 好像被夜风的真诚打动了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那就行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代理人了 以后裁决店的大部分工作 就交给你了 夜风带着月琉璃 来到自己曾经办案的案机上面 指着上面一堆 急待处理的任务 好的 夜风店长 月琉璃微微点头 现在 你还叫我夜风店长 该改口了 是 夜风哥哥 听着月琉璃悦耳的声音 北明终于舒服了不少 至少没有显得那么生分 有什么不懂的 随时过来问我 我在旁边的房间修炼 好的 夜风哥哥 月琉璃乖巧地开口 然后就开始处理裁决店相关的事物了 当然 现在 月琉璃只是一个啥都不懂的小白 夜风让他帮忙处理这些事情 只是给他锻炼的机会 最后还需要夜风审核一遍 才能将这些审批事项决定下来 时间匆匆而过 斗转星仪 转眼间 三天时间过去 到了夜风出发前往海神岛的日子 夜风经过三天的养精蓄锐 无论是精神 还是战斗力 全都恢复巅峰了 此行去海神岛复仇 他有必胜的把握 他来到码头上面 比比东安排的魂岛船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魂岛船全身上下布满钢钉 钢钉主要有两个作用 其中之一是具海盗 其中之二是防止海魂兽的攻击 魂岛船身长500米 中间一个鬼帆 船舱舱控制室内 放置了驱动能源 魂岛船航行行时 能够通过魂力控制魂岛船的运行方向 日行千里 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夜风先一步 踏上甲板上 身后带着一对30人的猎杀小队 猎杀小队是教皇安排过来的人 全部都是魂斗罗级别强者 说是用来协助夜风完成复仇的 至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夜风一共带了两个人去海神岛 其中一个是唐三 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代理人月流离 他带唐三去海神岛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看看唐三能不能触发海神九考 如果唐三触发了海神九考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跟在唐三身后 不断截胡唐三的机缘就行了 最后再将唐三的海神三插几 海神神位 等等 统统抢过来 结果可真是舒适 至于月流离 他带月流离去海神岛 主要是想要带对方去见见世面 顺便照顾一下自己 如果一个女的都没有带过去的话 那就阳气太重了 对身体不好 月流离不但可以养眼 而且关键时刻 还可以作为奴婢来使用 夜风哥哥 咱们现在是去哪里 月流离加入了裁决店之后 整个人都变得开朗了很多 说话声音如同百灵鸟一般 让人听了感到非常舒服 去海神岛 给咱们武魂店死去的兄弟报仇 夜风笑了笑回答 随后对着船舱上的驾驶员示意 可以启航了 哦 那夜风哥哥 肯定可以将海神岛毁灭的 月流离声音带着些许崇拜 他跟其他武魂学院的学生差不多 多多少少都有些崇拜夜风 只是他的崇拜 没有那么明显而已 那可不好说 此行危机重重 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因为海神岛非常神秘 是海神的传承之地 说到这里 夜风微微一顿 目光看着月流离 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想逗一逗眼前这个小姑娘 怎么 难道说你怕了 如果你怕了 可以下船 继续回到裁决塔 当我的代理人即可 哼 我才不怕 月流离举起双手的拳头 两颗虎牙微微露出来 夜风微微微一笑 正想要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 魂岛船忽然开动了 一阵螺旋桨 以及机器的磨合声响起 魂岛船瞬间往大海深处驶出 速度非常快 从远处看来 就像是一个蒸融的巨兽 迅速奔向无尽的大海 另一边 唐三听了夜风的话之后 一直都没有说话 因为其心中 好像感应到了某种召唤一样 海神岛 海神传承之地 那是不是意味着 可以得到海神的传承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或许我可以努力一下 看看能不能得到海神的传承 如果能够得到海神的传承的话 就很有可能摆脱夜风的控制 到时候 继承海神 东山再起 为自己的父亲和小五报仇 唐三心里越想就越高兴 对这次海神岛之行 充满了期待 仿佛海神岛 就是自己的真命之地一样 夜风站在浑岛船的船头甲板上 浑岛船速度非常快 以每小时一千公里的速度前进 无尽浪花机勇而起 惊涛拍案 浑岛船却没有丝毫摇曳 夜风站在船头上 如同双脚已经生根了一样 随着浑岛船纹丝不动 无垠的大海中 景色很美 天海一线 将天空和大海分隔开 浑岛船如同一夜偏舟 放进双眸 却不能看进天海的景色 忽然 在大海的尽头处 出现一个小黑点 刚开始 小黑点只有拇指头般大小 然后迅速放大 充斥众人的眼球 夜风哥哥 前方的黑点就是海神岛了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 月琉璃已经走到夜风身边了 夜风穿着黑色的长袍 他穿着白色的长裙 一起站在船头甲板上 举目远眺 是的 前方就是海神岛 待会咱们登陆海神岛的时候 你留意一下 看看有没有听到什么神秘的声音 或者开启什么考验 试验 如果有的话 就告诉我 如果夜风没有记错的话 海神岛作为海神的传承之地 每一位陌生人登上海神岛 都会降下考验 从一考到九考不等 最高的就是海神九考 如果能够通过海神的考验 便能成为海神岛的子民 或者选择离开 但是如果没有通过考验呢 那么结果就只有死了 好的 夜风哥哥 月琉璃微微点头 目光看着前方 静静地等待海神岛的来临 说实话 他对海神岛没有什么感觉 跟着夜风过来 也只是见见世面而已 没有其他太多的想法 唐三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 海神岛也如同争容的巨兽一样 张开倾盆大嘴 许是能够将眼前所有的一切 都吞噬了一样 海神岛迎着阳光 边沿路出淡淡的荧光 看起来就像一个半圆形的弧状 又如同一个浮在半空中的巨龟 不知道为什么 随着船只越来越近 他能够清晰感应到 心中那股召唤越来越强烈了 是海神吗 海神让我继承其传承 唐三疑惑不解 但是心中却经不住激动了起来 他有一种预感 在这一趟海神岛之行 他能够得到不错的收获 夜风和月琉璃站在船头鬼帆上 举目远眺 他没有太多的想法 既然比比东的任务是毁灭海神岛 那就彻底五千骷髅战士压境 将海神岛彻底打沉了就是 相反 夜风还隐隐有些期待 海神岛里面一共有七圣柱 加上波赛西的话 一共八位封号斗罗 他的系统是杀戮系统 只要无限杀戮便能变强 如果将海神岛灭了 那么自己的死灵五魂 肯定会再次提升一个等级 到时候实力更强 回到五魂殿的时候 强行立国就问题不大了 正在沉思的时候 忽然 大海中传来一阵巨响 巨响如同河豹一样 在众人耳边响起 无数海浪从大海中升腾 一条条海柱飞跃而起 海浪飞溅 魂岛船如同一片青舟 在大海中不断摇曳 仿佛下一秒 便会被大海湮灭 叶峰哥哥 这是怎么回事啊 月琉璃伸出手 轻轻抓住叶峰的衣袖 双眸中露出些许恐惧 虽然平时她的表现非常强大 但是始终只是一个小女人而已 在这种未知的大海中 遭遇如同海难一样的场景 她还是需要一个男人依靠 不要慌 只是咱们遭遇了 大海中的海魂兽罢了 双脚紧紧盘住甲板 将魂力全力输入甲板中 将甲板稳住 叶峰冷冷地开口 现在在无垠的大海中 遭遇海魂兽的攻击 其实她也很难处理 毕竟自己不是海魂兽 在其精神感应下 魂岛船下方有一头 五十余米长的邪魔虎金王 邪魔虎金王在大海中掠动 与其不断旋转 速度飞快 如同恐怖的利剑 在大海中穿梭 时而攻击魂岛船的甲板 这才是导致船只摇曳的根本原因 好的 月流离微微点头 按照叶峰的指示 将魂力流动在双脚处 双脚就像生根了一样 死死地盘住甲板 魂力随着甲板流动 将这一艘偏周固定 稳稳地向前方行驶 其他复仇小队的成员 也学着叶峰的模样 分布魂岛船各处 将魂力输入甲板中 努力稳定船只的平稳航行 吼吼 大海深处猛然一阵怒吼 船体顿时剧烈颤动了起来 可恶 那头虎金王 一直攻击我们船只的底盘 现在船体 已经给被捉穿一个大洞 报告 船体漏水 现在正缓缓地下沉 全力抢修 必须将洞口不起来 叶峰听到周围焦急的声音 顿时知道 必须将海底那头邪魔虎金王处理了 要不然 他们都还没有行驶到海神岛 这艘船就彻底扒了 琉璃 你看着船 我下去看看 叶峰说完之后 顿时顾不上什么了 泛起些许浪花 月流离文言 双眸中一阵担忧 正想要说些什么的 却看到叶峰已经跳下去了 顿时将原本想要说的话 咽了回去 海水进没了身躯 叶峰落到大海中 没有感到太大的不适感 用魂力将自己漂浮在大海中 双眸看着前方 顿时看到了此行的罪规祸首 邪魔虎金王 邪魔虎金王体长超过50米 体格格格外巨大 灰色的表皮 金属光泽不断闪耀 邪魔虎金王看到叶峰落入大海中 双眸红光乍现 忽然张开倾盆大口 往前一伸 那黑色巨口 就如同黑洞一般 吞噬一切 在邪魔虎金王眼里 叶峰只是一个小一点的虫子而已 都不够自己一口 他自然不将叶峰放在眼里 而且 大海是他的领地 叶峰脸色未变 大吼一声 畜生 原本念你修行不易 想要放你一条生路的 但是 你却执迷不悟 攻击魂岛船 今天就是你的继任 叶峰心念一动 一千骷髅战士顿时呈现出来 如同排兵不振一样 排列在自己前方 这些骷髅战士 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邪魔虎金王 只是十万年魂兽 自然不是这一千骷髅战士的对手 邪魔虎金王 看着骷髅战士灵魂之火涌动 脸色微微一变 因为他能从中感觉到 这些骷髅战士 都是封号斗罗 跟自己的修为不相上下 虽然说 因为这里是大海的原因 邪魔虎金王有信心 骷髅战士横在邪魔虎金王面前 让邪魔虎金王顿时有一种 立马掉头就走的冲动 阁下 饶命 我乃深海魔金王手下 看到你进入我的领地 才无意攻击的 我绝对没有冒犯之意 邪魔虎金王将现实看得很清楚 知道不是叶峰的对手 连忙求饶了起来 看着邪魔虎金王 停下了攻击的动作 叶峰嘴角微微一笑 刚刚攻击我的魂岛船的时候 怎么没有半点留守 现在终于懂得求饶了吗 而且 还用深海魔金王的名头 虎甲虎威 现在才求 妈 晚了 不但你要死 就连深海魔金王都要死 叶峰的系统是杀戮系统 只要无限杀戮 就能变强 他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如果将邪魔虎金王 和深海魔金王都杀了 获得杀戮点 提升修为 哪怕是只提升一点 胜率也能提高几分 阁下 你未免也太猖狂了 我的老大深海魔金王 可是无限接近百万年成神的魂兽 岂是你想要杀就能杀的 邪魔虎金王 嘴角抽动 倾盆大口 不断闭合 周围鱼器不断煽动 改变大海水流的流向 大海就像一个活的流体 这些环境的改变 能够阻碍周围的骷髅战士行动 让其更容易逃跑 看着这个庞然大物 有些恐怖 那不是真好吗 据说 百万年魂兽的魂环是金色的 正好我还没有金色的魂环呢 叶峰笑了笑 他已经决定 先深海魔金王一族全灭了 哦 对了 深海魔金王好像还有一个萌萌的女儿 叫做蓝佛子 这可千万不能漏了 斩草虚除根 叶峰是一个只信杀戮的人 只有杀戮才能改变世界 让自己变得更强 懦弱只能被人欺凌 杀戮才能让人恐惧 你 大言不惭 虽然你有很多骷髅战士 但是在我老大面前 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轻易就能灭杀的存在 邪魔虎金王对深海魔金王有一股盲目崇拜 在大海 深海魔金王就是最强的魂兽了 如果海神岛不是有海神投影驻扎 也早就被弃攻下来了 那就拭目以待吧 不对 你是看不到这一幕了 叶峰笑了笑 你想要杀了我 邪魔虎金王声音微微颤抖 这不是很明显吗 叶峰笑了笑 你 邪魔虎金王感受到叶峰丝毫不掩饰的杀意 双眸转了一圈 内心一阵恐惧 顿时毫不犹豫地迅速往后撤 刘德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在逃跑的同时 他又猛然睁开嘴巴 声带不断震动 沿着水域发出一阵特殊的声波 声波是一种特殊的信号 能够给深海魔金王传讯 叶峰可管不了 邪魔虎金王那么多 如果他能够将深海魔金王引来 那就更加最好不过了 能够让他少些麻烦 直接就将邪魔虎金王和深海魔金王一起杀了 将他们死得整整齐齐的 骷髅战士的速度非常快 在水中如同巨大的核潜艇一样 引动强大的水流波动 因为体积比较小 所以运行速度非常快 仅仅片刻 就追到了邪魔虎金王后面 邪魔虎金王感受到深厚的波动 脸色大变 与其不断煽动 将速度提升到极致 但是即便如此 依旧不能摆脱这群骷髅战士 而且 这群骷髅战士数量太多了 逃跑着逃跑着 就不经意间被对方围了上来 现在邪魔虎金王的逃走空间大大减少 内心更加绝望了 啥 忽然间 有一对食人的骷髅小队追了上来 手中猛然扬起鼓刀 鼓刀高高扬起 虽然在大海中 鼓刀的速度以及攻击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影响不大 邪魔虎金王全力躲避 躲避不了的 那鼓刀就砍在其身上 庞大的身躯忽然出现了伤口 三到数米长的血口展现出来 新红色的血液染红了整个大海 邪魔虎金王一阵吃痛 猛然大吼一声 恐怖的声波扩散 大海内部不断爆炸 海浪滔天 周围的虾兵蟹将 弱小的海魂兽 看到曾经霸主暴怒 全都匍匐在地 非常恐惧 有一些海魂兽 已经准备逃离这一片海域了 不过 这也正好激怒了邪魔虎金王 邪魔虎金王猛然调转头颅 对着这群骷髅战士 爆发出两道技能 邪魔虎金之射 邪魔虎金碎牙斩 第一个技能是群体控制技能 能够无视敌人的物理防御 强制眩运敌人三秒 这里跟王者游戏里面的眩运类似 第二个技能是群体攻击技能 攻击力强大 威力颇为不俗 是邪魔虎金王的得意技能之一 能够瞬间爆发出无穷无尽的红色光刃 向敌人发动暴风雨一般的攻击 一道光运闪过 骷髅战士丝毫没有影响 因为他们都是骷髅 没有脑子 自然就不会被眩晕 紧接着 就是邪魔虎金王的第二个技能了 十万年魂兽全力爆发出的技能 攻击力还是非常逆天的 瞬间就攻击这群骷髅战士了 虽然骷髅战士的防御能力很强 但是在这种无差别的攻击下 还是令他们全身上下受了不少的伤 断胳膊少腿 各种骨头零件被削下来的也有不少 但是骷髅战士只是召唤物 他们没有痛觉 只会懂得杀戮 即便骷髅骨架已经受伤了 但是他们依旧执行着夜风的攻击指令 脑壳底部灵魂之火不断跳动 变成了新红色 就像磕了药一样 瞬间变得狂暴了起来 手中的骨刀猛然又高高举起 从半空中猛然砍落 杀 骂了 邪魔虎金王看着这群疯狂的骷髅战士 全身都骂了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居然能够无视自己的眩晕 邪魔虎金王活了十来万年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因为无法强制眩晕骷髅战士 这让他想借机逃跑的机会失败了 虎金领域 虎金领域是邪魔虎金王的领域技能 充斥狂暴和疯狂 能够影响周围的人心智 很可惜 他的对手只是一群骷髅战士 而且是没有脑子 没有心脏的那种 根本就没有受到其领域的影响 可恶 你就非得赶尽杀绝吗 邪魔虎金王忽然对着叶峰嘶吼一声 双眸中闪露着红光 因为他骷髅战士狂追不已 逃跑无望 他心底已经绝望了 既然你非得让我死 那就拼命吧 即便我死 也要从你身上啃下一口肉 狗被逼急了都会跳墙 更何况是虎金王 我一直都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说杀你 那就必杀你 叶峰轻笑一声 然后心念一动 骷髅战士排兵布阵 迅速向周围散开 然后将邪魔虎金王包围了起来 其实 对付邪魔虎金王 这个区区十万年魂兽 是用不到那么多骷髅战士的 不过 为了确保杀死邪魔虎金王 还是多用点骷髅战士 比较保险点 两千骷髅战士像蝗虫一样 向着邪魔虎金王冲去 手中拿着鼓刀 灵魂之火跳动 看起来如同来自地狱的战士 像邪魔虎金王不断撕咬着 邪魔虎金王虽然很强 但是终究双拳难敌四手 骷髅战士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即便邪魔虎金王是大象 但是已多了同样咬死相 仅仅十分钟不到 骷髅战士就将邪魔虎金王分尸了 而叶峰体内感到一股暖流 新出现了一个系统面板 系统面板是经过优化升级版的 上次它提升了之后 系统面板才出现了优化 宿主 叶峰 武魂 死灵武魂 三级 距离下次升级所需要的杀戮点一百万 杀戮点 五万六千二百五十四 魂力 九十级 魂环 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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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拥有召唤物 骷髅战士 九十级 数量五千个 天赋 伤害转移 全面增幅 杀气凝聚 刚刚他能清晰看到系统提示 杀死邪魔虎金王 一共增加了一万杀戮点 也就是杀死一头十万年魂兽 就能获得一万杀戮点 距离五魂升级 需要十万杀戮点 也就是讲 他还需要再杀五头十万年魂兽就足够了 叶峰猜测 如果猎杀二十万年的凶兽 很有可能就是获得两万杀戮点 但是 具体他还没有猎杀过二十万年魂兽 所以 这个问题无法验证 谁敢欺负我的手下 忽然 海面上一阵大吼 震得叶峰双耳发震 其中声音之大 如同惊雷 周围一些弱小的虾兵蟹将 顿时纷纷爆裂开来 叶峰将骷髅战士收回去之后 顿时从大海里面升起来 目之所及之处 那是一位极为帅气的男子 穿着一套黑色的魔精服 两个肩膀宽阔的就像是山脉一样 但是双眸却只有一个眼睛 据说其中一只眼睛是被海神投影戳瞎了 因为瞎了之后 他就再也不敢侵犯海神岛了 这个便是深海霸主 援助中 无限接近一百万年的魂兽 深海魔精王刚刚听到邪魔虎精王的求救 所以速度带上了自己的族人 往事发地点赶过来 他一共带了五个十万年的深海魔精 以及几头七八万年的邪魔虎精 深海中大部分的厉害的海魂兽 都聚集在此周围了 叶峰抬起头一看 看到此行的 正主终于出现了 嘴角露出一个淡淡的笑意 抛去十万年深海魔精王不谈 单单是其那五头十万年魂兽手下 就可以让他的死灵核心提升一级了 这一行收获颇丰的 将他们全杀了 化作自己噤声的养料 我杀的 你想要怎么样 叶峰嘴角笑了笑 在他眼里 仿佛眼前这些海魂兽 不是凶猛的野兽 而是自己一个个经验包 因为心底高兴 所以话也就多说了两句 敢杀我深海魔精王的手下 我看你怕是活腻了吧 深海魔精王 胸脯经不住鼓动 他纵横大海那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 敢如此跟自己说话的人 他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衅 如果不将北冥杀了 恐怕难解心头之恨 不过 如果他看到叶峰刚刚召唤出来的 两千骷髅战士 恐怕就不会那样说了 这个家伙就是一个变态 即便深海魔精王是最强的海魂兽 但是想要搞定这两千骷髅战士 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不是我活腻了 而是我准备送你上路 刚刚我都跟邪魔虎精王说了 不但要杀他 而且还要杀你 现在 你送上门来了 正好我可以省事不少 叶峰盯着前方的深海魔精王 脑海中各种念头闪过 面对深海魔精王这头大海的霸主 他思考的重点 不是如何击败对方 而是如何防止对方逃跑 打败对方不难 但是如果想要击杀对方 那就太难太难了 哈哈 想要杀我 真是搞笑 这恐怕是我这辈子 听过最大的笑话了 在大海中 除了海神那个老不死之外 没有人能够杀得了我 不过 人类你也成功惹怒了我 我决定全部将你们埋在大海中 让你们日日夜夜对着我忏悔 深海魔精王冷语 说话间 嘴角婴儿肥下巴不断跳动 独眼像蜈蚣一样不断抖动 看起来有些凶残 说着 深海魔精王便 直接动手了 准备来一个 先下手为强 虽然他表面上蔑视敌人 但是在战略上 却打起十二分精神 以免阴沟里翻船 深海怒浪 鲸鱼白尾 深海魔精王英阳护补双魂 和不断转动 无穷无尽的魂力蜂拥而出 连续使用两个技能 一条上百米长的鲸鱼尾 在深海中出现 如同山脉般巨大 大海海浪不断上冲 海啸不断 大海在嘶吼 叶峰看着金鱼尾 夹带着海浪 如同山脉一样袭来 脸色顿时 变得非常难看了起来 这一招的攻击范围太广了 不但覆盖在上面 也覆盖在魂岛船上面 虽然说 叶峰拥有伤害转移技能 只要召唤物不死绝 他便不会死 但是如果魂岛船 被深海魔精王毁了的话 他从武魂殿带过来的人 恐怕很难能够在海难中活下来 你这是找死 叶峰冷哼一声 顿时愤怒了 心念一动 第一魂环瞬间亮起 一声声恐怖的龙银 划破空间 天空中出现一道裂缝 裂缝不断扩大 远古古龙的龙爪 身躯缓慢出现了 九头十万年的远古古龙 龙笑震撤天地 挡在魂岛船前方 远古古龙施展出 强大的十万年魂迹 如同人墙一样挡在前方 面对山脉一般巨大的魔精尾 丝毫不惧 碰碰碰 一阵阵剧烈的碰撞传来 古龙如同撞击上 世界上最快的高铁 那上百米庞大的身躯 猛然被击溃 无数骨头碎裂 其中迎面五头远古古龙 被虎金王正面击中 那巨大的古龙头颅瞬间破碎 灵魂之火 紧紧坚持了片刻 便直接熄灭了 其余古龙也有不同程度的摧毁 叶峰看着眼前的古龙被摧毁 心头微微有些震惊 深海魔精王 作为深海的霸主 还是有点东西的 他的召唤物 还是第一次被摧毁 而且是毫无悬念的那种 那么 按照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能否战胜深海魔精王 在结果未出来之前 还真是未可知 不过 幸运的是 魂倒传宝珠了 他从武魂殿所带过来的毁灭小队 还活着 深海魔精王那只毒眼 微微闪动一下 看到叶峰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将九头远古古龙召唤出来了 并且成功挡住了自己的攻击 他也感到非常意外的 他是深海霸主 无限接近百万年的魂兽 战斗力已经达到了半神 或者说是三级神的级别 刚刚虽然是试探性攻击 但是也用了七成的力气 叶峰都能挡住 这充分说明了 叶峰整个人非常不简单 有点东西 不过 接下来 你又该如何抵挡 深海魔精王冷哼一声 阴阳互补双魂和不断转动 也就是他的金珠 魔精目掏斩 这是一个单体攻击 将极致水魂力凝聚出来 形成一柄巨大的砍刀 朝着敌人砍去 可攻破所有防御魂技 杀伤力极强 即便是绝世斗罗也会被一击秒杀 99级极限斗罗也会身受重伤 叶峰脸色不变 甚至没有任何恐慌 因为他拥有伤害转移技能 根本无需进行防御 反正对方是杀不死自己的 还不如直接开启攻击 一轮血色的圆轮升起 死灵武魂微微震动了一下 发出特殊的波动 然后五千骷髅战士就尽数召唤了出来 五千骷髅战士出现 助力在原地 排兵布阵 直接将深海魔精王包围起来 深海魔精王看到眼前的骷髅战士 脸色终于变了 这些骷髅战士实在太多了 而且全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修为 他这辈子都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封号斗罗 这能不畏惧吗 而且深海魔精王根本不知道 叶峰是怎么做到的 骷髅战士应该是属于亡灵行列 人类怎么会有魂师 可以召唤出无尽的骷髅呢 魔精怒涛战形成一个巨大的刀刃 向前方砍去 速度非常快 跟骷髅战士碰撞在一起 沿途上的骷髅战士全都被清空 直接被劈成了两半 就在刚刚那么一瞬间 就有上百名骷髅战士死亡 只不过他们都是亡灵 并不会真正死亡 现在只是灵魂之火寂灭 等战斗结束之后 收回召唤空间酝酿 不用多久就能恢复过来 虽然刚刚深海魔精王 对骷髅战士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但是骷髅战士也趁着这个间隙 靠近了深海魔精王 并且将其团团包围了起来 狂暴 卡 数千骷髅战士举起手中的骨刀 对着深海魔精王砍去 刀一冲天 全都将其凝聚在一起 形成毁天灭地的能量 深海魔精王瞳孔一缩 心底经不住产生了一股窒息 这五千骷髅战士凝聚在一起的攻击 竟然让他产生了一股危险的感觉 深海魔精王不敢大意 混合不断转动 使用出自己最为得意的群攻技能 魔精海域 这个是深海魔精王的一处领域技能 能够在这片海域形成一个特殊的空间 这是非常强的一个反制骷髅战士的手段 双方的攻击就像是两两军队了一样 骷髅战士和魔精在相互攻击 魔精的数量比较多 但是攻击力比较弱 骷髅战士比起来有些半斤八两的感觉 因为双方爆发出大战 整个海域都在不断震动了起来 海神岛制造有瞭望塔 他们在瞭望塔上 看到大海里面的异动 连忙将之告诉了大祭司波赛西 波赛西亲自来到海岸线上视察 看到是深海魔精王和未知的人类相互攻击时 他们并没有选择战队 而是在坐山观虎斗 他们海神岛跟深海魔精王是死敌 两者都在争夺 谁才是正在大海的统治者 至于另外的人类 另外这一群人类 他们并不认识 看到这个装扮 应该是从内陆来的 跟他们海魂师不是一路的 他们也不准备动手帮忙 叶峰看到骷髅战士不断倒下 心底忽然生了一股不妙的感觉 第一次在战斗中 他失去了人数的优势 这让他非常不悦 罢了 既然深海魔精王那么难缠 那就让其看看 我的第五个技能好了 叶峰的第五技能 从来没有人见过 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逼他 使用出第五个技能的 第五魂技 死神降临 随着叶峰的声音落下 忽然前方空间中出现的 一道巨大的阴影 一个手持死亡镰刀 浑身被阴影遮住的人物出现 身影非常巨大 这便是从亡灵世界召唤出来的死亡之主 绰号叫做死神 98级的巅峰斗罗 虽然死神只是98级 但是真正的战斗力 却远远不止 死亡之主 由死灵气息凝聚而成的能量体 拥有非常恐怖 而且诡异的技能 可占99级极限斗罗 而且关键是 速度足够快 能够千里之外 夺取敌人首级 因为骷髅战士 和深海魔精双方久攻不下 叶峰准备利用死神 进行斩首行动 只要将深海魔精王杀了 那么眼前这些深海魔精领域 便不复存在了 这是什么东西 深海魔精王声音忽然颤抖了一下 突然出现的死神 给他一股非常大的威胁 尤其是被那双深红色的双眸盯着 就好像死神将至一样 灵魂都将要离体而出 其中恐怖的威胁 让其全身都站立起来 这是死神 拿你命的存在 叶峰冷笑一声 随后举起右手 对着深海魔精王摇摇一指 死神 给我杀了他 姐姐 好的 召唤主 死神怪笑一声 那庞大的身影猛然动了起来 身体隐藏在黑暗中 眨眼之间便消失了 如同幽灵一般 他是世界上最牛的杀手 等死神再次出现时 已经出现在深海魔精王的头顶 手中的死神 弯刀向深海魔精王的头颅割去 快 速度实在太快了 深海魔精王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那柄死神弯刀就挂在其头颅上了 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 令其全身都颤抖了起来 旋即 他将所有魂力都凝聚在其脖子处 使出自己最为强大的防御技能 魔精屏障 一道由大海水属性元素构成的恐怖防御屏障 便形成 银色的光幕闪绕在其脖子上 深蓝色的大海符纹 仿佛这便是无间不摧的防御墙 铿锵 一声巨响传来 死神镰刀犹如优雅的舞蹈 在此其中飞舞 仅仅片刻 那死灵气息便攻破了深海魔精王的防御 禁止砍在深海魔精王的脖子上 但是因为此时死神镰刀上面所附带的力量 也被魔精屏障消耗殆尽 死神镰刀的攻击力很弱 直接就被深海魔精王的脖子夹住了 找死 深海魔精王暴怒 虽然刚刚他挡住了 但是那股死亡的气息 却在其脑海中不断盘旋 刚才发生了什么 刚才我差点就死了 被人一箭撩手 深海魔精王体内 金珠封了般旋转 无穷无尽的魂力释放出来 身形一闪 从人形直接切换成魂兽状态 一头巨大的魔精横在大海之上 庞大身躯长度达到了200米 通体呈现为蓝宝石般的色彩 头部只有一只巨大的眼睛 直径三米开外 另外一只巨眼瞎了 据说是被海神戳瞎的 嘴部露出长长的獠牙 那是令人发寒的牙齿 倾盆大口如同一座山脉一样 轻轻一吸 大海中的虾兵蟹将全都被吞下去 来者不惧 如同黑洞一样 吞噬 无尽的吞噬 深海魔精王就是依靠这一招 在深海中纵横 迅速提升到99.999万年的 巨口里面是血红色的 如同岩浆一样流动 又如同血红色的符纹 叶峰看到深海魔精王变化成本体了 眉头经不住皱起来 深海魔精王的本体 虽然灵活性变低 但是抗打击能力更强 防御力更强 攻击力也更强 如果单单是第五魂纪的话 恐怕干不过深海魔精王 死神只是一个顶尖的刺客 即便是99级极限斗罗 也很容易被他秒了 但是深海魔精王变成本体之后 不但身躯巨大 而且防御能力巨大 对死神这种刺客限制太大 刺客最怕的就是坦克了 现在深海魔精王 就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坦克 实在太肉了 刺客根本打不动 叶峰心底有些忌惮 真不愧是深海霸主 无限接近神级的强者 不过 你防御能力强大 但是不知道你的法抗怎么样呢 叶峰微微一笑 旁边一个新红色的魂环 瞬间亮起来 第三魂纪 远古巫妖 女巫再次从空间裂缝中钻出来 手中拿着一柄法杖 头戴一顶红色的帽子 帽子很高 视为高帽 其他的一身黑色的巫师服装装扮 看起来有些妖艳 主人 好久不见 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 女巫刚刚出现 周围的骷髅战士 就不自觉地远离了几步 仿佛女巫是什么禁忌一样 配合死神 杀了深海魔精王 叶峰对着深海魔精王 冷冷地开口 他跟深海魔精王之间的战斗 已经够久了 说不定 海神岛的人正在看戏 死神将深海魔精王杀了 那实在是一大幸福的事情 好的 主人 如你所愿 女巫往后踏一步 身体便缓缓漂浮起来 手中的权杖往前一挥 幽灵一般的黑光 顿时冒出来 如同将周围的光芒都吞噬了一样 巫术 削弱 一道光圈发出 笼罩深海魔精王 顿时不但行动变得迟缓了 就连战斗力也被削弱了 体型大有好处 但是也有弱想 机动能力太弱了 根本没有办法躲避 巫术缩小 随着第二个光圈发出 深海魔精王已经有些慌了 刚刚被光圈套中 他至少降低了三层的战斗力 现在又来一个buff 现在又来一个 可是 无论深海魔精王怎么躲避 都没有办法躲过去 因为两百多米的体型实在太大了 而且 光圈是成圆弧状扩散的 想要将其躲开 太难太难了 去死吧 魔精怒掏斩 既然已经躲不开了 那就只能拼命了 阴阳互补魂和疯狂旋转 强大的魂力 凝聚成一柄强大的光刃 光刃速度很快 甚至比光圈更快几分 深海魔精王明显 想要一击将女巫杀掉 女巫这种法师 技能太诡异了 而且有一种防不胜防的味道 然而 女巫却完全不将 深海魔精王的攻击放在眼里 嘴角微微一勾 法杖上传递出恐怖的能量 巫术 静 女巫颇有一种 言出随法的味道 随着一道光圈闪过 深海魔精王攻击过来的光刃 如同受到什么阻隔一样 前行的速度越来越慢 当其来到女巫面前时 已经彻底失去了力量 化作点点星光 消失在这里 深海魔精王看着眼前这一幕 身体仿佛被定住了 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攻击 会被对方如此简单地破解 这怎么可能啊 深海魔精王眼睛睁得大大的 对眼前这一幕非常难以置信 他看不透女巫的修为 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吗 怎么能够发出如此诡异的技能 然而 死神在这时候 却忽然看到了机会 身形一闪 直接瞬移到深海魔精王脖子处 手中的死神弯刀再次高高举起 对准魔精王的脖子 此时 女巫的光圈攻击又到了 深海魔精王庞大的身躯 接触到这个光圈之后 体型瞬间缩小 紧紧片刻就变成了一条小金鱼 体型不过是人类手掌般大小 深海魔精王感受到 身体的变化顿时亡魂接茂 怎么会这样 我的身体 怎么会变得那么小 深海魔精王同时感应到 不但是自己的身体变小了 就连是自身的战斗力也变弱了很多 这就相当于套上了一个更大号的 削弱 buff 深海魔精王感受到身体这种状态 忽然感到很彷徨 他纵横大海那么多年 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诡异的状态 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很虚弱 内心有些恐惧 如果再这样子下去的话 恐怕自己真的会死在 叶峰的召唤物手上 深海魔精王顿时萌生了退意 不是说他打不赢叶峰 而是叶峰的召唤物太过于诡异了 他根本不想跟叶峰纠缠 然而 当深海魔精王回头时 顿时被吓得亡魂肩帽 脖子处传来的刺痛 仿佛利刃在拉锯脖子一般 非常疼痛 这是死神那个家伙 死神怎么来看我身后 这个该死的召唤物 深海魔精王脸色大变 叶峰召唤出来的死神这个召唤物 是一个顶尖的刺客 对自己的威胁极大 尤其是死亡镰刀那柄武器 周围是死灵气息环绕 这种死灵气息 对有生命的生灵极其不友好 能够腐蚀血肉 使其失去生命 深海魔精王对死神镰刀有些忌惮 然而 现在他却看到 死神镰刀高高举起 已经对准了自己的脖子 深海魔精王想要躲避 但是却来不及了 死神镰刀的速度非常快 短短一瞬间便来到了他脖子处 而且 他的身体被女巫缩小了 现在就是巴掌般大小的小鲸鱼 防御能力低下到极致 根本就抵挡不住死神镰刀的攻击了 啊 不 深海魔精王大吼一声 甚至内心非常后悔 为什么自己要招惹叶峰了 如果当初没有招惹叶峰的话 恐怕现在就不会落到如此下场了 但是现在后悔已经没有用了 叶峰的召唤物死神猛然一用力 死神镰刀就像锁魂的钩子 静止地将深海魔精王的生命收割去 一个头颅高高扬起 无穷无尽的鲜血喷涌而出 染红了整个大海 深海魔精王死 昔日的深海霸主 陷在魂归故里 头颅和身体掉入大海中 成为大海中其他虾兵蟹酱进化的养料 只剩下一个金色的魂环浮现在大海中 叶峰看着眼前金色的魂环 心中顿时有了主意 这可是无限接近百万年的魂环 如果能够将这个魂环吸收过来 变成自己的魂环就好了 而 能够这样做的 只有系统 叶峰没有任何犹豫 双眸飘忽 沉浸进系统空间 对系统开始询问了起来 系统 我能吸收这个金色的魂环吗 将这个金色的魂环放在这里 实在太浪费了 叶峰已经是九十级风号斗落 而且已经拥有了九个魂环 所以无法再吸收眼前这个金色的魂环 声音刚落 系统冰冷的电子合成声就传过来了 宿主 因为你已经是满配的魂师 所以无法吸收新的魂环 你可以将这个魂环回收给系统 然后系统给你身上任意一个魂环 升级为金色魂环 不过 我觉得宿主你现在最重要的是 将深海魔精王的尸体打捞上来 因为深海魔精王身上 可是有一个百万年级别的魂骨 叶峰闻言身体猛然僵了一下 系统的话让他如梦惊醒 是啊 深海魔精王身上还有将近百万年的魂骨 我擦 差点就忘了 叶峰大手一挥 一千名骷髅战士顿时潜入大海 对于深海魔精王的尸体打捞了起来 因为深海魔精王的尸体已经受到女巫的诅咒 只有巴掌般大小 打捞起来异常困难 现在暂时还没有结果 叶峰就先将眼前的魂环处理了 系统 回收眼前金色的魂环 经过系统检测 眼前的魂环是无限接近百万年魂兽深海魔精王的魂环 价值非常高 可以换取一枚同为金色的魂环 是否确定让系统回收 确定 叶峰大声地开口 回收成功 宿主可以选择自身身上任意一个魂环进行升级 任其变成百万年级别的金色魂环 我选择第九个魂环 叶峰大声地开口 随之死灵武魂召唤出来 身体周围浮现出九个新红色的魂环 无疑不散发着强大射人心魂的气息 宿主的第九个魂环提升成功 恭喜宿主的第九魂环已经变成了百万年的金色魂环 无论是技能以及攻击力都翻了数倍 叶峰感觉到一股淡淡的暖流 在身体周围流过 没有任何痛苦 魂环就提升成功了 这个系统还是非常适合穿越者的 能够让宿主无痛升级 这一点让他非常开心 叶峰低下头一看 身上一共浮现着九个魂环 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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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尤其是第九个魂环 看起来非常刺眼 一个金色的魂环 叶峰心里非常高兴 因为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第九魂纪 其中战斗力已经超越了极限斗罗 可达到半神境界 只是这个作为他的底牌 他不会轻易亮出来 而且到目前为止 还从来没有人逼他使用出第六魂纪 以及第六魂纪以后的技能 系统打开系统面板 叶峰嘴角充满笑容 今天可真是大丰收 不但获得深海魔晶王的百万年魂环 而且还能获得百万年魂骨 除此之外 他通过杀戮收集到的杀戮点 现在应该也够死灵武魂升级了 果不其然 刚刚展开系统面板 就有一条信息弹了出来 恭喜宿主击杀无限接近百万年魂兽 深海魔晶王 获得五万杀戮点 已经满足死灵武魂升级要求 请宿主自主选择时间升级死灵武魂 叶峰不急着升级 而是将目光从上往下看 紧接着就看到了自己个人属性 宿主 叶峰 武魂 死灵武魂 三级 世界上唯一一个死灵魂师 距离下次升级所需要的杀戮点一百万 杀戮点 十万零六千二百五十四 已经满及死灵武魂升级要求 魂力 九十级 魂环 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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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金 所拥有召唤物 骷髅战士 九十级 数量五千个 天赋 伤害转移 全面增幅 杀气凝聚 叶峰将自己的个人 信看了一圈 心底有些满意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死灵魂师 能够拥有这个属性的话 那绝对是非常强大了 也不需要再犹豫 直接升级就是了 系统帮我提升死灵武魂的等级 是否确定提升死灵武魂 一旦确定提升死灵武魂 将扣除十万杀戮点 我确定 直接帮我升级吧 好的 如你所愿 现在帮宿主升级中 死灵武魂升级成功 恭喜宿主死灵武魂 由三级提升到四级 恭喜宿主所有魂环提升一万年 恭喜宿主召唤物的数量提升三千个 目前一共可以召唤八千个骷髅战士 恭喜宿主 所有攻击力和战斗力都直接翻倍 恭喜宿主获得天赋技能 咫尺天涯 叶峰听着系统这一连串提示音 心底都差点笑开了花 系统实在太给力了 虽然杀戮系统需要无限杀戮才能升级 但是系统给的奖励太强了 这个系统能处 叶峰再次翻开自己的个人属性 此时个人属性也发生了些许变化 宿主 叶峰 武魂 死灵武魂 四级 世界上唯一一个死灵魂师 距离下次升级所需要的杀戮点五千万 杀戮点 6254 没有满足下一级死灵武魂升级要求 魂力 九十级 魂环 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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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金 所拥有召唤物 骷髅战士 九十级 数量八千个 天赋 伤害转移 全面增幅 杀气凝聚 咫尺天涯 叶峰看着系统面板陷入了沉思 他估摸着自己现在的战斗力至少提升了数倍倍不止 作为灵魂师 他的主要战斗力来源就是召唤物 召唤物越强 他就越强 召唤物数量越多 他也越多 除了质量这一块的提升之外 单单是数量都提升了三千骷髅战士 这绝对是质的飞跃 叶峰对系统的其他奖励都没有太大的疑问 唯独对最后一项奖励 有些疑问 系统最后一项奖励是一项技能 名字叫做咫尺天涯 单单从名字上来看的话 他猜测很有可能是一项空间类的技能 但是具体也不好说 还需要问过系统 让系统给予详细的解释才知道 系统给我介绍一下 最后一项天赋技能 咫尺天涯 随着叶峰的声音落下 系统冰冷的声音传过来了 报告诉主 咫尺天涯是一项天赋技能 而且是空间类的 其主要作用一共有两个 第一个便是能够在短距离内瞬移 第二个便是能够在长距离内传送 但是瞬移和传送都需要相应的锚点 才可以精确进行 要不然诉主便会迷失在 茫茫无尽的空间之中 叶峰听了系统前半句话时 差点就高兴地跳起来 因为他作为死灵魂师 基本上是无敌的存在 但是短版也很明显 机动性比较弱 速度比较慢 换一句话来说 那就是逃命的本事很弱 但是系统现在奖励的咫尺天涯技能 无疑是补全了他这个弱点 拥有了瞬移和传送 保命能力大打加强 系统真的是我的义父 所奖励的东西都是我可以用的 而且也是我急需的东西 这一点实在太人性化了 跟其他穿越者的系统不一样 那些系统动不动就抹杀 但是杀戮系统不会这样 它完全是为了诉主着想的 这样的系统 才真是叶峰所需要的爹 但是当叶峰听到 系统所说的后半句话时 忽然又皱了皱眉头 心底充满了疑惑 系统所说的 想要实现直尺天涯技能 而需要所谓的锚定 他根本不知道 所谓的锚定是什么东西 系统 什么是锚定 能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吗 当然可以 诉主可以将锚定比喻成定位 诉主必须先认识到那个地方 对那个地方 有一个位置的定位 才能够传送和顺移过去 比如说 如果诉主从来没有去过海神岛的话 即使天涯技能 是无法将诉主传送到海神岛的 原来是这样 听了系统的话之后 叶峰顿时明白了过来 原来锚定就是定位 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 系统 我明白了 好的 如果诉主有什么疑问或者需要 可以随时唤醒我 系统说完这句话之后 就直接沉默了下去 叶峰也从沉思中 缓慢清醒了过来 感受到自己脑海中 多了一段记忆 那段记忆 正是关于 咫尺天涯使用方式的技能 身体肉身 也变强了很多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体内运转 让他冥冥之中 有一种感觉 即便他不依靠召唤物 也能独自战胜巅峰斗罗了 只不过现实中能否单独战胜巅峰斗罗 他也不好说 毕竟他没有亲自实验过 与此同时 一对骷髅战士陆续从海中跳上来 其中有一个双手中 拿着一块湛蓝色的躯干魂骨 这便是深海魔精王身上 掉落的百万年魂骨 在原著中 这一块百万年魂骨 可以说是魂骨装备中的天花板呢 亦是最牛的存在 当初唐三就凭借这一块魂骨 得到了不少帮助 要不然 他不可能战胜天使神和罗刹神联手 叶峰伸出右手 从骷髅战士手中接过躯干魂骨 现在躯干魂骨已经缩小 里面带着部分深海魔精王的气息 或者说是 残留着部分深海魔精王的灵魂 一旦有人吸收这块魂骨的时候 深海魔精王的灵魂就会出来作乱 魂骨作为人类的装备之一 人类融合进体内之后 外观会发生变化 变成完全契合眼泪的躯干魂骨 同时 里面也会附带种种强大的技能 平时人类世界中但凡出现了十万年魂骨 都竟得各大势力争夺 可以说万金难求 价值无限 然而 叶峰现在手中却拿着一块 无限接近一百万年的躯干魂骨 头骨为尊 躯干为王 躯干魂骨是非常珍惜的魂骨 甚至比头骨更加稀少 叶峰拿起来观摩了两眼 顿时决定将其融合进自己体内 当然 他并不是为了魂骨里面的技能 而是觉得自己身体融合了魂骨之后 会变得更加坚固 变得更加耐操 这样子 他的防御能力就会变得更强 到时候再配合伤害转移这个技能 简直是绝配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能够杀死自己 如果有人知道 叶峰准备利用百万年魂骨 作为自己的防御骨头 不知道多少人会大骂叶峰爆天天物 谁告诉你 百万年魂骨是这样用的 叶峰越想越激动 顿时再也按捺不住心底的心情 心念一动 再次将系统唤醒 系统 我准备融合百万年魂骨 因为其中太过于凶险了 你能直接帮我融合吗 正所谓是 欲试不绝 问系统 没有什么是系统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的话 就是系统不愿意帮你解决 报告宿主 系统不能帮宿主融合百万年魂骨 叶峰听到系统的回答 双眸中带着一丝暗淡 失望之意一扬雨表 这是系统第一次拒绝它 正当叶峰想要关闭系统面板的时候 系统那淡淡的电子合成声又传过来了 虽然我无法帮宿主 直接融合百万年魂骨 但是我可以在你融合过程中提供一定的辅助 以确保宿主能够成功融合百万年魂骨 叶峰瞬间来了兴趣 张开双手获了获 系统 你能给我提供什么辅助 屏蔽痛绝 增加成功率 还可以帮宿主镇压反抗的深海魔晶王残留的灵魂 叶峰僵了一下 身体顿时高兴地跳起来 系统实在太懂我了 虽然没有帮我直接融合 但是给我提供了这三个技能 这相当于直接帮我融合也差不多了 没有痛绝 再加上融合的成功率提高 让叶峰在融合过程中直接没了任何风险 他可以直接大胆地融合就可以了 系统 我现在就要融合 麻烦你帮我辅助一下 好的 宿主 如你所愿 叶峰听到了系统冰冷的合成声之后 便将自己反锁在房间内盘吸在蒲团之上 引动体内的魂力 汇聚在手中深海魔晶王的躯干魂骨上面 先是试探性融合 将体内的一些魂力融合进躯干魂骨中 试图将躯干魂骨炼化 刚开始时 遭到了深海魔晶王残留的灵魂反抗 但是系统及时出手了 一道玄之右玄的神秘力量 覆盖在深海魔晶王残留的灵魂上面 瞬间灭杀了深海魔晶王的残灵 让叶峰融合的过程中更加顺利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 转眼之间 已经过去了半天了 但是叶峰还在融合躯干魂骨中 很显然融合一块百万年级别的魂骨 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如果没有系统的辅助融合 可能融合过程中 还会变得更加困难 一直到了晚上 叶峰才将魂力全部贯穿躯干魂骨 缓缓将魂骨融合进自己体内 顺利完成了融合过程 他感觉到一股强悍的力量 在体内不断流转 体内骨骼得到了数十上百倍强化 防御能力大大提升 如果说 之前他能够硬钢封号斗罗 而骨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现在他的骨头 而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了 融合了百万年魂骨之后 叶峰的骨头 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脱变 叶峰从房间中缓缓走出 走到魂岛船的甲板上 因为刚才在大海中发生了厮杀 将附近海域的所有海魂兽都赶走了 现在大海上是一片平静 除了波浪的翻滚声之外 再也看不到任何海魂兽 随着船只的继续前进 距离海神岛也越来越近 月琉璃看到叶峰走出来 双眸瞬间就亮了 他依稀望不了 刚才叶峰跳入大海中 击杀深海魔金王 以及邪魔虎金王的身影 那实在太帅了 以一己之力击败深海霸主 这一点是绝对可以自傲的 就连月琉璃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随着时间推移 他越来越迷失本心了 双眸中满是叶峰 恍惚之间 已经化作叶峰的小迷妹 叶峰感觉到月琉璃的目光 一直盯在自己脸上 他感到有些别扭 毕竟他活了十几年 也就千刃雪用过这种目光看着自己 琉璃 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的脸看 我的脸上有花吗 还是说没有洗干净 叶峰笑着问 如果是之前的话 他肯定不会问出这个问题 因为在情感部分 他有一定缺失 但是 现在自从他有了千刃雪之后 心中缺失那一部分情感 便缓慢地被补全了 叶峰也变得越来越开朗 不再是之前那种冷冰冰的样子了 你的脸没花 但是很帅气 我一时间看呆了 月琉璃沉浸在叶峰的梦境中 丝毫没有意识到 刚才自己说了什么 只是条件反射就说了出来 叶峰沉默 脸蛋上罕见地露出了一抹红韵 现在的女孩子 都这么不要脸了吗 光明正大的看盯着男孩子来看 难道 你不知道我已经是有未婚妻的男人吗 看来男孩子出门在外 也要学会懂得保护自己 看着叶峰脸上的不对劲 月琉璃也逐渐地反应过来了 当他想到刚才自己所说的话时 顿时羞愧难耐 眼睛就像闪电一般 瞬间收回了目光 他恨不得在地上找一个洞钻进去 这实在太羞人了 以后还怎么面对叶峰啊 月琉璃啊月琉璃 平时你都是一个非常简点的女生 现在怎么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呢 月琉璃也没有解释 因为他知道这种事情 越解释就越解释不清 而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难道直接跟叶峰说 刚才自己开玩笑的吗 谁会相信呢 叶峰也感觉到 现在气氛有些尴尬 连忙转移话题 接下来 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就是进攻海神岛 彻底将海神岛毁灭 海神岛中有两样东西 需要我们注意的 其中一个就是大祭司波赛西 另外一个就是海神投影 哦 月琉璃呆萌的回点点头 随后又说了一句 不过 叶峰哥哥你那么厉害 而且拥有无穷无尽的召唤物 咱们也不需要惧怕海神岛 直接用骷髅战士 将整个海神岛都包围起来就行了 我真有此意 用骷髅战士直接封锁海神岛 让海神岛彻底毁灭 叶峰冷冷地开口 叶峰敲定毁灭海神岛的规则之后 顿时下令原地休整 现在天色已暗 黑夜中会加带着危险 而且危险系数比白天要高得多 他不愿意冒这个险 还不如养精蓄锐 等明天 直接用召唤物大军将海神岛包围 彻底封锁海神岛 顺我者昌 你我者亡 既然已经确定了海神岛为武魂殿的敌人 那便彻底将对方毁灭 叶木降临 叶峰用餐完毕 然后在甲板上荡着海风 静静地站在鬼帆身上 任由春风拂面 冰冷的海风吹在脸上 双眸飘忽 心中越发思念 此刻他就像一个出肠禁骨的小男孩 无论心里还是眼里 满脸都是自己心爱的那个女孩 思念越来越深 是谁说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起在乎朝朝暮暮 难道说 爱情不是朝朝暮暮 相互粘在一起的吗 叶峰吃尽了相思的苦 抬起头看向天窦城方向 根本无人懂他的心思 忽然 叶峰感到肩膀处 被人披上了一件皮雕大衣 皮雕是用狐狸的毛发制造而成的 上面软乎乎的 披在身上非常舒服 叶峰转过头看了一眼 双眸中有些吃惊 原来是自己招收的代理人月琉璃 琉璃 这里海风很大 你怎么不在房间里面休闲 叶峰哥哥 我看到你在这里有些担心你 所以就来陪陪你了 虽然我不知道 你心里在想什么 但是我知道 如果有人陪在你身边的话 你会感到舒服很多 月琉璃上的时候开口 他小时候就被自己父母抛弃 一生中缺少陪伴 后面长大了 他算是与野狗为伍 月琉璃渴望的就是亲情以及陪伴 自从叶峰认他为妹妹之后 水泥冰封的心就缓慢融化开了 叶峰是他的第一个哥哥 亦是他心中想要保护的人 真是一个傻丫头 怎么那么煽情呢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你所说的话挺让人感动的 叶峰笑了笑 忽然伸出手 对着月琉璃的鼻孔轻轻弹了弹 许是没有想到叶峰会如此大胆 月琉璃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叶峰偷袭了 感受到鼻子处传来的触感 月琉璃的脸色顿时变得非常 多姿多彩了起来 时而红得像滴血一样 时而又露出一丝罕见的称怒 叶峰哥哥 你怎么可以碰人家鼻子 我妈妈说了 鼻子只能给我心爱的人碰 月琉璃眼睛红红的 泪水在不断打滚 唉 哪里学来的封建迷信 叶峰皱了皱眉头 女人果然是个麻烦的东西 该不会是让我对她负责吧 我已经有了小雪 是绝对不会做对不起小雪的事情的 就在叶峰不知所措的时候 月琉璃那略微的得意的声音 随之传过来 生活中露出一些狡猾的光芒 叶峰哥哥 开玩笑的 你是我的哥哥 我既然不会介意这一点小事情 月琉璃笑了笑 看着月琉璃满脸笑容的样子 叶峰微微出神 她没想到 琉璃还有这么活泼的一面 根据她调查的信息 琉璃是一个孤儿 为人孤僻 不擅长说话 修为藏桌 她眼前这个琉璃性格 会有些不一样 跟天真活泼的少女无差 而且还带有一丝腹黑 琉璃 你现在的表现 好像跟武魂学院的档案不一样啊 在档案中记录 你是一个孤僻的人 那叶峰哥哥 你觉得我孤僻吗 月琉璃反问一句 大眼睛一闪一闪的 没有 至少比我开朗多了 叶峰笑了笑 那不就行了吗 叶峰嘴角抽动了一下 双眸眼眉紧跟着跳动 不知道为什么 她忽然对月琉璃的出生 感到了好奇 琉璃 你能跟我说说 你小时候的事情吗 叶峰好奇地问 月琉璃听了这句话之后 好像勾起了什么 不好的回忆一样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 叶峰抬起头看了对方一眼 顿时好像看出了 对方的小心思一样 温和地开口 如果有什么难言之隐就算了 我也不是很想知道 月琉璃双手抓着衣袖 眼睛变得坚毅起来 浑身的魂力有些不稳 但是很快 又冷静了下来 这也没有什么 告诉你也无妨 我从小就被父母抛弃 曾经与野狗争食 曾经也做过乞丐 任何地贱的活也做过 后面我在一个小山庄里面 被一堆农夫收养 农夫对我很好 将我势如己出 吃喝用堵都给我最好的 我觉得找到了真正的家 也成功了融入了那一个家 将自己当成那个家的一份子 但是好景不长 因为我家的村庄 靠近星斗大森林的原因 在我六岁去五魂垫分店 觉醒五魂那天 等再次回到村庄的时候 收养我的父母死了 邻居死了 整条村的人都死了 后面我在这条村里面 跪了三天三夜 在里面寻找线索 终于让我找到 谁杀了这条村的凶手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发誓 一定要将凶手杀了 但是我却很无能 现在修炼了十几年 却完全不是那个凶手的对手 情道深处泪激流 月流离说着说着 便低声哭泣了起来 眼泪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 从脸颊滑落 浸湿了其中衣裳 叶峰闻言沉默了一下 然后给月流离帝 去了一张纸巾 他没有想到 月流离年少的时候 居然会有这么悲惨的一面 你能告诉我 凶手是谁吗 或许我可以帮到你 真的吗 月流离双眸亮了一下 声音中带着些许难以置信 当然是真的 我叶峰说话 从来都是一言九鼎的 而且你加入了裁决店 也算是我的直属手下 我总不能让我的手下吃亏 对不对 听了叶峰的话之后 月流离渐渐放下了心房 将自己当初从村子中 调查到的信息告诉了叶峰 凶手是一头拥有邪神钩大老虎 后面我加入武魂学院之后 查过点击 这头大老虎的名字叫做 按摩邪神虎 按摩邪神虎 叶峰闻言 身体猛然愣住了 脑海中封尘的记忆随时打开 按摩邪神虎是星斗大森林里面 一头非常邪恶的魂兽 拥有光明黑暗等 总共六种属性 并且拥有吞噬天赋技能 能够通过吞噬而变强 在原著中记载 按摩邪神虎 大概是一头六至七万年的魂兽 但是因为种族优势的原因 按摩邪神虎能够凭借六至七万的修为 比肩十万年魂兽 人类的封号斗罗都不是其对手 如果是按摩邪神虎 这一头魂兽的话 确实不好搞 只是他心中有些疑问 按摩邪神虎不是在星斗大森林深处吗 怎么会活跃在人类的村庄 而且还将整个人类的村庄屠杀了 正所谓是 事出反常必有妖 叶峰猜测其中肯定还会有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正是因为这个信息差 所以导致按摩邪神虎暴走 除此之外 你还调查到什么信息吗 知不知道按摩邪神虎 为什么要图了你们的村子 没有了 月琉璃摇了摇头 双眸瞬间暗淡了下去 他还以为叶峰是因为害怕 进入危机四伏的星斗大森林 才故意说出这些话推脱的 不过 他也不怪叶峰什么的 人个有志吧 按摩邪神虎本身就跟叶峰哥哥没有关系 哦 这样啊 那等我们海山岛结束之后 我亲自带你去找按摩邪神虎复仇 顺便问问他为什么要图村子 叶峰淡淡地开口 听到这里 月琉璃才发现 原来是自己误会了 内心一阵羞愧 我怎么会那样想叶峰哥哥呢 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好的 谢谢你 其实叶峰哥哥 你不用对我那么好也行的 我不是对你好 我对所有人都一样的 只要是才决电的人 我都很互端 叶峰笑了笑 哦 时光燃燃 转眼间 一夜时间过去了 叶峰一大早就站在魂岛船的鬼帆上 今天是进攻海神岛的日子 也是他第一次选择挑战海神投影的日子 他非常重视 早早就醒了 昨晚也睡得很浅 目光看着前方的庞然大物海神岛 心底经不住生一股无力感 这可是有海神投影庇护的岛屿啊 他进攻海神岛 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 一不小心 还有可能阴沟里翻船 只是有些东西 终究需要做出了断的 确定了是武魂殿的敌人 那就应该给予对方毁灭 无论对方强大于否 而且 叶峰还隐藏了无数底牌 到时候 谁输谁赢 还真是未可知 叶峰心念一动 死灵武魂从背后缓缓升起 一轮 圆轮缓慢升起来 死灵武魂提升到第三集 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武魂了 甚至比神界神灵的武魂品阶更高 他是死灵魂师 只有将死灵武魂召唤出来的时候 才是其最强状态 叶峰决定 以自己的最强状态 覆灭海神岛 不给海神岛任何喘息的机会 八千骷髅战士倾巢而出 召唤到魂岛船甲板上 排兵列阵 密密麻麻 方方正正 横平竖直 仅仅一会儿 魂岛船就因为太重了 而下沉了几公分 甲板上也站满了骷髅战士 叶峰没有办法 只好让这些骷髅战士 全都潜入大海 缓缓向海神岛游去 二千骷髅战士包围海神岛东边 二千骷髅战士包围海神岛南边 二千骷髅战士包围海神岛西边 二千骷髅战士包围海神岛北边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召唤了九条远古古龙和女巫同行 与此同时 海神岛海岸线上 海女斗罗正在海岸线上 百无聊赖的巡逻 或者说是巡海 巡海是海神岛的风俗 目的是为了瞭望大海 及时观察海魂兽的动静 防止海魂兽进攻海神岛的 刚开始 海神岛还会受到海魂兽的骚扰 但是随着海神大人大发神威 将深海霸主深海魔晶王的一只眼睛戳瞎了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海神岛撒野了 海神岛也成为了大海中唯一的圣地 所有海魂师的圣地 海神岛上的所有人都信仰海神 对海神有盲目的崇拜 海女斗罗无聊地在瞭望塔上 盘膝在塔顶 开始缓缓修炼 反正现在巡海也只是一个摆设 根本不会再有任何东西敢挑战海神岛的威严 忽然之间 海女斗罗眼角余光 匆匆瞥了一眼大海深处 整个人顿时如同遭到了雷击 浑身僵住了 他难以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这一定是幻觉 怎么可能有人敢进攻海神岛呢 海女斗罗伸出双手 揉了揉眼睛 刚刚看到的东西依旧还在 而且还在以一种巨大的速度 接近海神岛中 该死 昨天那艘浑岛船怎么进攻海神岛了 海女斗罗沉默了一下 顿时知道自己大意 昨天波赛西就亲自交代了 一定要留意那艘浑岛船的动静 结果 今天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 现在陆地上的人类 已经驾驶浑岛船杀过来了 只见 目之所及之处 大海深处 无法自动 滔天海浪翻滚 密密麻麻 一个个黑点迅速往海神岛靠近 海女斗罗不知道这些黑点是怎么来的 但是她知道 此刻海神岛麻烦大了 海女斗罗不再犹豫 从空间浑岛器中 拿出一个如同海螺一样的浑岛器 立网里面吹 海神岛特制的警报声便吹响了起来 一级警报 刺耳警报声响遍整个海神岛 海神岛上所有子民听到这个声音时 都暗自向海神祈祷了起来 祈求海神保佑他们平安 历史上只有深海霸主深海摩金王 进攻海神岛的时候 海神岛拉响过一级警报 除此之外 一级警报从来没有响过 现在一级警报声再次响起 意味着海神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警报声才刚刚响了一会 身处海神岛的波赛西迅速反应过来 带领七圣柱火急火燎地赶到海岸线之上 波赛西手中拿着权杖不怒而威 站立在海岸线瞭望塔之上 如同定海神针一样 让所有海神岛子民心头大定 大祭司波赛西已经出现了 困难终会过去 海神会庇佑其子民 永安福寿 风调雨顺 所有入侵者都会不得好死 波赛西身后站着七圣柱 每一位气息都非常强大 不属于任何一位封号斗罗 因为他们都是海魂师的缘故 在大海中能够发挥出更加强大的攻击力 比起大陆上的风号斗罗 他们只强不弱 海女 汇报一下情况 怎么拉响一击警报啊 波赛西冷冷地问 她也是非常愤怒 在海神岛驻守了大半辈子 早就将海神岛当成自己的家了 现在却有人要入侵自己的家 这让她如何不愤怒 海女斗罗脸色不变 从瞭望塔上一跳下 落到波赛西前方 没有任何犹豫 就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说了出来 报告大祭司 昨天观察到那艘来自大陆的浑岛船 向我们海神岛发起进攻了 而且 而且 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亡灵生物 现在我们海神岛 已经被无穷无尽的亡灵生物包围了 海女斗罗在汇报的时候 顺便回忆一下 然而就是这个回忆一下 让她全身都颤抖了起来 那么 来进攻海神岛的 并不是普通的亡灵生物啊 而且 气息不弱于自己的存在 换一句话说 那就是 这些亡灵生物都是封号斗罗 整个海神岛都只有七个 封号斗罗而已 加上大祭司才八个 现在看着前方密密麻麻的亡灵生物 海女斗罗根本无法想象 也不敢想 那么 面对如此多的亡灵生物 咱们海神岛的出路在哪里 波塞西文言 沉默了 没有再说话 而是跳上瞭望塔上 观看起最新的情况来 目之所及之处 海岸线上 海浪翻滚 海啸拍案 密密麻麻的黑点 从远方机舍而来 速度非常快 因为距离比较远 她看不清是什么东西 但是依稀能够看到 对方是没有任何血肉的亡灵 那恐怖的骨架上面 只有一个灵魂之火 在这些亡灵后面 有一艘魂岛船 正在徐徐向着海神岛驶来 速度不快 但是因为看不透魂岛船 给人一股神秘感 这时候 海女斗罗猛然走到波塞西旁边 满脸担忧地开口 大祭司 前段时间 我们海神岛杀了一群来自大陆的魂师 你说 现在海神岛遭到了人类的进攻 会不会是那群大陆的魂师过来复仇 波塞西文言 身体僵了一下 忽然转过头 目光看着海女斗罗 声音非常旺 怎么回事 你们杀了从大陆来的魂师了 波塞西很清楚 海神岛和大陆隔着无尽的大海 大海是海神岛的第一道防御屏障 也算是一个到达海神岛前的考验 一般人根本到达不了海神岛 一旦他们到达了海神岛 那就证明 他们不是普通的魂师 如果杀了他们的话 恐怕会有很大麻烦 是的 大祭司 我们看到他们鬼鬼祟祟的 后面被抓住了 又跟我们说是大陆来的 准备和海神岛做贸易 在后面 手下就跟这群大陆魂师起了冲突 咱们就下令杀了这群大陆的魂师了 海女斗罗说完之后 抬起头 目光看了波塞西一眼 声音有些忐忑地问一句 大祭司 我们是不是闯祸了 波塞西沉默了一下 原本皱着的面孔忽然舒展开 然后再猛然叹了一口气 杀了就杀了吧 现在在纠结这些问题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你能回忆一下 你杀掉那群大陆的人 身上都带有什么标志吗 海女歪着头 双眸飘忽 脑海中的记忆 如同拼图一样 缓慢组合起来 渐渐地就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那群大陆魂师胸口处 都带有一个图案 图案是由六个图形组成的 分别是龙 剑 锤 皇冠 鬼 菊花 说到这脸 海女斗罗顿时如同电击 好像猛然想起了什么 嘴巴睁大大的 脸色阴沉了下去 之前他以为那群大陆的魂师 是来闹事情的 就没有留意对方身上的图案 而且 对方衣服上的图案有些小 就算看到了 也不会当作有特殊意义的事情思考 现在仔细一想 特么 这不是五魂殿的标志吗 想到了 你怕是疯了吧 连五魂殿的魂师都敢杀 波赛西怒不可遏地 对着海女斗罗怒吼一声 他是真的愤怒了 如果说大陆上唯一一个 令海神岛招惹不起的势力 那必然是五魂殿了 五魂殿作为大陆上最恐怖的势力 不但能跨越无尽的大海 到达海神岛 而且 单单封号斗罗就有十七位 比海神岛多了一倍 五魂殿的大供奉千道流 作为三大极限斗罗之一 更是令波赛西都忌惮不已 大祭司 我真的不知道 那群大陆的魂师是五魂殿的人 如果我知道他们是五魂殿的人 我绝对不会杀他们的 海女斗罗有些畏惧地 目光躲闪地看着波赛西 他很久没有见到大祭司愤怒了 现在是自己给海神岛招来了祸端吗 海龙斗罗转过头 看了大祭司一眼 附和一声 大祭司 如果你要怪 就怪我吧 当初我也在现场 而且还是我下令 让他们动的手 海望斗罗 是啊 我也在现场 如果你要处罚的话 就连我一块处罚了吧 七圣柱几大斗罗 都纷纷给海女斗罗求情 七圣柱分别管辖海神岛名下 七座城市之一 虽然他们不常聚在一起 但是感情却是最深的 甚至七圣柱一心 你 你们啊 真的想气死我 罢了 以后再找你们算账 我先看一下 现在进攻海神岛的 是不是我的老朋友千道流 如果是千道流率兵 进攻海神岛的话 可能还能免出一场战争 波赛西对着七圣柱挥了挥手 既然人都杀了 现在追究责任 也没有任何意义 先将眼前的入侵者退去再说 波赛西魂力一动 双脚一蹬地面 顿时身形升腾而起 飞到半空中 千道流 千道流 是你在船里面吗 千道流 千道流 是你在船里面吗 随着波赛西的大吼 巨大的音浪 如同波纹一样扩散出去 然而魂岛船中 却没有任何回应 波赛西耳边 除了回声之外 其他什么都没有听见 难道说 不是千道流 那么 不是千道流的话 又会是谁呢 当初千道流和唐晨两人一起 追求我 怎么也会对我有些感情才对啊 波赛西脑海中 回想了一遍 武魂殿中除了千道流之外 都不是自己的对手 如果不是千道流的话 那么这场战斗 可能会好办很多 时候 外面的骷髅战士 距离海神岛 却越来越近了 现在肉眼已经看清楚 骷髅战士的全副模样了 就是一群彻头彻尾的亡灵 因为海神岛与世隔绝 根本就没有了解到大陆的信息 他们还停留在武魂殿 千道流最强的时代 根本没有听说过叶峰的名号 如果他们稍微消息灵通笔下的话 恐怕就会知道 这些亡灵 都是来自大陆上唯一一个死灵魂师 叶峰 海神做起大白 魔魂大白沙 看到越来越近的骷髅战士 脸色变得很难看 心头也非常焦急 他是海神的做起 海神飞升神界之后 将他留下来 让他镇守传承之地 现在看到大陆的人类 来进攻海神岛 这让他根本就受不了 一股无名的愤怒从心底升起来 他绝对不会允许 任何人进攻海神岛的 毕竟 那是海神的传承之地 大白还幻想着 只有他帮海神镇守好海神岛 海神就会有一天 从神界下凡将其接上神界 然后然后 大白走到波赛西面前 淡淡地开口 大祭司 既然魂岛船那边没有人回应 不如就让我过去交涉谈判一下 看看如何 不行 太危险了 而且 你是海神的做起 海神岛中不能少了你的存在 波赛西想都没想 就直接拒绝了 他知道去谈判的风险 魂岛船中的神秘人 能够拉起无数的亡灵大军 半句话都没有说 就直接将海神岛封锁起来 进出不得 这种做法很霸道 根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或者说 对方根本就不准备跟你谈判 主要目的 就是过来毁灭海神岛的 如果自己的推算正确的话 那么如果大白过去谈判的话 那绝对是一个有来无回的 送死行为 可是 大祭司 我已经决定了 而且 如果我不去谈判的话 这件事情 你们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了 难道不是吗 大白笑着反问一句 他已经做好准备 要牺牲自己 换取海神岛的平安了 大白的话 让波赛西身行 猛然又僵了一下 好像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除了去谈判之外 他真的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 这些无尽的亡灵 都是封号斗罗境界的 如果真正打起来 他们海神岛 没有任何胜算 即便他们几位封号斗罗 不害怕 但是海神岛上其他子民 肯定会生灵涂炭 至于海神投影 也就是海神遗留下来的神念 那就更加不要指望他了 自从上次海神投影 击退了深海魔精王 戳下了深海魔精王一只眼睛之后 已经虚弱了很多了 现在还在恢复中 而且如果海神岛 没有再生死存亡最后一刻 海神投影是不会出手的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不去谈判的话 自己还能怎么办 波赛西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如果对方接受谈判的话 很有可能免除了一次 避数的战争 如果不接受的话 想到这里 他没有继续想下去 因为这个话题实在太沉重了 这时候大白淡淡的声音 又传过来了 大祭司 你就不要劝阻我了 我意已决 而且这种事情 总要有人来做对不对 而我就是最适合的那一个人 大白的话 让波赛西心头非常触动 隐约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大白说的是对的 这种事情确实需要有人去做 既然如此的话 波赛西抬起头 看了大白一眼 忽然有些居心不忍 大白 你真的确定了吗 如果你确定了 我就不再阻拦你 祝你凯旋归来 为海神岛免出一场战争 但是同时 我也必须提醒你 如果你去跟那些大陆的人谈判的话 生还的可能性很小 而且谈判的成功率也很小 我意已决 随时做好了 为海神岛献身的机会 即便成功率再小 也是有成功率对不对 只要有成功率 就值得去尝试 大白目光坚定地开口 行吧 那你去吧 说到这里 波赛西好像想到了什么 忽然又从空间混倒器中 拿出一个拇指头般大小的海螺 这个海螺名字叫做通讯海螺 只要往里面输入魂力 对着其说话 就能将说话的内容 传导到另外异端的通讯海螺上面 简单一点来说 就是跟蓝星上的电话差不多 这种混倒器在海神岛 一共也只有三对而已 现在波赛西将通讯海螺递给了大白 可想而知 对大白的重视 大白 这个通讯海螺你拿着 如果你去到了敌方的混倒船上 出现了什么意外的话 又或者说 有什么风险的话 就直接用通讯海螺告诉我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去营救你的 海龙斗罗 我们海神岛 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海女斗罗 感谢大白为海神岛的付出 我代表海神岛全体子民 谢谢你了 海星斗罗 我们所有人都会 铭记你的英勇世纪的 祝你平安归来 大白文言 心头涌起一股暖意 忽然觉得自己这样做值得了 海神岛上都是一群可爱的人啊 自己现在可是在保护 这一群可爱的人 为了正义献身 又有什么呢 只是不知道 当海神再次回到 传承之地的时候 还会不会再次想起 他有一个超可爱的座器 名字叫做大白 大白目光往海神岛上众人 深深看了一眼之后 猛然转过头 他双手缓慢地往大海中 那艘浑岛船飞去 虽然大白心中无比愤怒 对那群人类的入侵行 愤怒无比 但是却时时刻刻 在心底提醒自己 千万不能冲动 因为自己是去谈判的 主要目标是帮海神岛 免除一场战争 愤怒无济于事 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加恶化 朝着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 大白举起双手 尽量让浑岛船上的人类 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危害 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近 大白看着下方密密麻麻的骷髅战士 而且还是带着 是人心魂的封号斗罗气息的 令人更加胆寒 特么的 这些到底是哪里来的亡灵 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 横推了整个斗罗大陆 都可以了吧 大白越往前走 心头就越颤抖 但是令他意外的是 这些骷髅战士并没有攻击自己 其实这个自然是叶峰的杰作 他跟骷髅战士灵魂之火相连 能够转移到骷髅战士视角 俯瞰整个海神岛的动静 并不动声色 故意先将大白放过来 引军入瓮 再将对方杀了 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 来者是那条魔魂大白杀 也就是海神的作气 这无疑是武魂殿潜在的敌人 既然是敌人的话 那就必须将之毁灭 大白小心翼翼地来到魂岛船前方 此时距离魂岛船 还有一百米 一百米的距离 却恍若天折 目光往前看去 前方是一艘巨大的魂岛船 长度超过五百米 如同一条张牙舞爪的恶龙 无比恐怖 魂岛船上面的情景看不清 周围笼罩着迷雾 掩盖一切 只能看清朦朦的一个轮廓 等等 大白心头猛然一缩 目光看向后方时 浑身顿时颤抖了起来 因为迷雾的身后 隐约能够看到 古龙隐藏其后 古龙体长更是超过百米 横在天空之上 如同龙神降临 魂岛船背后的是什么 古龙 还是幻觉 就当大白以为是幻觉的时候 忽然感到 背后传来一阵低声神圣的龙银 龙银在耳边环绕 血脉的压制在体内顿上 大白身体微微颤抖 这源自血脉伸出的压制 令他非常难受 努力想要维持身体平静 但是却做得非常困难 直到龙银消失的时候 大白才恢复了平静 这绝对不是幻觉 目光看着魂岛船背后的迷雾 浑身上下充满了惊恐 魂岛船的主人 到底是什么来头 能够驱使无穷无尽的骷髅战士 并且还有古龙护航 神灵都没有这个牌面吧 大白走到了这里 心底深深明白了一件事情 或者说已经深深绝望了 这艘魂岛船 就像是比自己高一个维度的生灵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海神岛 一旦骑跟海神岛开战 海神岛必然生灵涂汰 血流成河 没有半点胜算 这更加坚定了 大白不顾一切谈判的决心 他想尽自己的一分力量 尽量保存海神岛 想着想着 大白就感觉体内充满了力量 缓慢地向魂岛船飞去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正当大白想要继续前进的时候 魂岛船上赫然传来一声娇和 爱者何人 所谓何事 月流离站在魂岛船鬼帆之上 盯着远处的魔魂大白沙 大白听见远处的声音 身体猛然僵了一下 旋即停住了脚步 然后用一种尽量无害的声音 淡淡地开口 我是大白 海神岛派过来的使者 本着和平而来 希望和你们的首领谈一谈 月流离心念一声 自己叶峰哥哥说得真准 海神岛真的有人来谈判了 那你过来吧 我们店主正在里面等着 月流离淡淡地开口 声音中没有带着半点异样 大白文言 一阵狂喜 刚刚魂岛船的人类 居然约他进去谈判 这意味着有谈判的可能了 到时候谈判好了 海神岛的人 就有可能存活了 大白越想越激动 连忙往前面跑去 飞快上到魂岛船上 双脚踏在甲板上 踩着上面坚实的甲板 心头多了些许安全感 目光似是 在甲板上却没有了那种迷雾 反而看起来异常清晰 就像装了多倍放大镜一样 能够对周围海域的情况 了如指掌 周围一对骷髅战士 忽然围了过来 骷髅战士只有骨骼 没有血肉 就这样站在上面 好像一种另类的铁血战士 近距离 观察骷髅战士心中的压迫感 更强 双眸空洞 里面是血红色的灵魂之火 手中拿着一柄血色的骨刀 骨刀寒光闪闪 且充满血色纹路 如果地狱之刀一样 专门割断死者的残魂 大白赶到周围那些骷髅战士 全都盯住了自己 一旦自己产生什么异动的话 就会瞬间遭到 这群骷髅战士真正的血洗 大白纹丝不动 生怕因为自己错误的行为 给这群骷髅战士 产生了错误的信号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恐怕他自己会后悔终生的 正当大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的时候 月琉璃缓慢走了过来 琉璃穿着一套白色的碎花裙 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 声音中非常冷漠 你跟我来吧 我们店主在里面等着你 月琉璃轻声开口 然后走在前面提前做好引路 大白连忙跟上 他知道自己此行 肯定是龙坛虎穴 但是没办法了 他必须要勇敢 有些事情必须要他去做才行的 好的 大白跟在月琉璃身后 一句话不说 因为随着继续往里面走 周围的骷髅战士 数量已经越来越多了 通道两旁 全是充满杀气的骷髅战士 敢从这里走过去的话 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试想一下 如果你在秦朝兵马俑里面 行走的感觉是怎么样 而且这些兵马俑还是活的 并且每一位都拥有封号斗罗能力 能够轻易杀死你 大白内心充满了畏惧 但是现在也没有退路可言了 片刻之后 大白来到魂岛船中部的一处大厅 大厅中全是骷髅战士 分裂四周 是人心魂 令他意外的是 和他想象中不一样 这次进攻海神岛的首领 不是那种修行了上百年的老头 也不是镇压了一个时代的领军人物 而是一位少年 一位年轻到过分的少年 叶峰身穿一套黑色的长袍 却难掩面容上的稚气 一看上去 只是普通的十来岁的少年 但是面容上却带着一股坚毅 双眸好像历经沧桑一样 看上去很带感 但是略带着稚气的面孔相比 却没有任何违和感 叶峰坐在专属座椅之上 旁边站着一队毁灭小队 毁灭小队全是魂斗罗强者 分裂左右 这可真是充满压迫 阁下你好 我是海神岛派过来的代表 是想跟你聊一聊 看看是否有什么误会的地方 大白开门见山的开口 声音中没有带任何愤怒 反而是一种讨好的姿势 你 你是一只魂兽 叶峰轻轻吐出这一句话 然后对着旁边的骷髅战士 使了实眼色 其实这就是他动动手前的一个借口而已 两者的阵营不一样 其实 自从大白踏入魂岛船那一刻起 命运就已经注定 那就是毁灭 叶峰可不是什么仁慈的人 绝对不会因为 大白看起来像是一个娇滴滴的美女 就放过对方 反而 魂蜡手催花 在他眼中 没有什么美女 只有朋友和敌人 只要确定了对方是敌人 无论对方长得多么柔和 外表多么漂亮 结果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彻底的毁灭 大白听了叶峰的话之后 浑身猛然一个机灵 虽然 他登陆魂岛船 之前已经想过种种可能了 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这种情况 刚刚见到大陆人类的首领 谈判都还没有开始 他才刚刚释放出些许善意 那位名为叶峰的首领 瞬间就直接点破了这些魂兽的身份 这一点既让他非常震惊 也非常害怕 震惊的是 叶峰居然能够看透他的身份 大白的本体是魔魂大白沙 因为是海神做起的原因 他受过海神的祝福 已经跟人类没有什么差别了 体内的魂兽气息全都散尽 即便是封号斗罗也无法看破自己的身份 现在怎么出现了例外呢 不过 这也恰恰说明了 叶峰拥有过人之处 实力非常强大 其中神秘难以想象 大白感到害怕的是 叶峰居然如此难以说话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 恐怕不会那么顺利 海神岛想要免除战争的可能性 又低了好几分 阁下 虽然我的本体是一只魂兽 但是 我是海神岛的守护神 在海神岛中担任重要的角色 也是海神岛大祭司波赛西 委托过来跟你谈判的 大白声音有些急 说话却非常清晰 眼睛一直盯在叶峰身上 双眸中充满了真诚 他没有做任何戒备的动作 因为他知道这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你不配跟我谈判 非我足类 齐心必毅 既然你是魂兽 那便永远毁灭吧 正好我将你杀了 看看能不能爆出魂环和魂骨 叶峰轻轻一拍手掌 周围的骷髅战士顿时行动起来 就连他带过来的毁灭小队都非常激动 召唤出魂 亮出所有魂环 向大白攻击过去 他们同样没有任何怜悯之心 大白乃至于海神岛都是魂殿的敌人 而且大白还是魂兽 自古以来 人类和魂兽便是死敌 没有任何调和的可能 人类猎杀魂兽是应有之意 大白脸色一变 感受到周围的杀意 他知道挣扎无用 连忙跪在地上 头颅重重扣在地板上 阁下 海神岛真的无意跟你们为敌 求你撤下大军放过海神岛一命 无论你们想要什么条件 我们海神岛通通都答应你 大白跪在地上卑微的开口 声音中充满了祈求的味道 然而 很可惜 遇上了叶峰这个丝毫不讲道理的杀神 毁灭吧 我不需要你们的任何条件和承诺 只是单纯想毁灭你们海神岛而已 叶峰冷冷地开口 右手一握 死灵武魂的圆 轮 忽然变成了血色长枪 他准备亲自动手 以免大白发疯的时候 对这艘魂岛船造成破坏 你 你你你 难道你不知道 海神岛是海神的传承之地吗 你这样做会触怒海神岛 大白听到叶峰不留任何余地的话 从中听出了叶峰的决心 心头顿时涌现出一股绝望 如果这群大陆来的人类 非要毁灭海神岛的话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即便我死 也会从你们身上啃下一口肉 就算变成恶鬼 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大白在心里恶狠狠地想着 心里已经有了拼命之意 那又如何 神界跟繁界的道路的 已经熔断了 神界的神不能下凡 海神留在海神岛上地 只不过是一抹投影而已 能够奈我何 今天我说了 要毁灭海神岛 那就必定毁灭海神岛 叶峰手中的血色长枪 一枪捅出 没有任何留情面 直指大白的面门 大白浑身一击灵 一股死亡到窒息的味道升起 他想要躲避 然而却无可奈何 因为周围的骷髅战士 以及毁灭小队 已经向他围过来了 再加上周围的空间窄小 大白躲无可躲 只能使出自己最强的技能 准备跟叶峰对轰一击 然而突然感觉到全身 好像被套上了控制buff一样 根本使不出任何能力 然后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叶峰刺过来的血色长剑 在自己眼球中不断放大 大白用尽全力 都只能将自己头颅 微微偏转一点 可惜 叶峰早就预料到了 大白这个动作 右手猛然一弹 手中的血色长枪 好像会拐弯一样 在半空中划过一个幅度 盯着大白的头颅 继续追击 这次 大白无法躲开 血色长枪 就像捅像一个大西瓜一样 直接将大白的头颅洞穿 巨大的力量 让其头颅炸开 红白之物流满了一地 至此 海神做其大白生死 刚刚大白身上的虚弱控制buff 是隐藏在暗中叶峰的 召唤物女巫的杰作 叶峰看着大白的无头尸体 并没有太多感触 他杀过的人太多了 跟杀鸡和杀鸭没什么区别了 更不会有任何怜悯 大白死去了之后 旁边浮现出一个新红色的魂环 以及一根蓝色的右腿骨 魂环是技能 魂骨是装备 只不过是区区十万年的技能和装备而已 现在叶峰已经完全不需要了 他体内有百万年 深海魔晶王的躯干魂骨 已经让他的身体防御能力 大大提升了 这个十万年的魂骨 真的看不上 就算叶峰要吸收魂骨 也只考虑 二十万年级别以上的凶兽 不过魂环和魂骨可不能浪费 系统给我回收魔魂大白杀的十万年魂环 叶峰一边淡淡地开口 一边将魂骨收起来来 十万年魂骨一直都是有市无价 无论是拿回去送朋友 还是拿去拍卖 都能让自己大赚一笔 丁回收成功 宿主可以选择替换身上任何一个魂环 或者换成杀戮点 不替换 给我换成杀戮点 叶峰淡淡地开口 他身上的所有魂环都是最适合的 而且都是十万年以上的 根本不需要替换 换成杀戮点 早点提升死灵武魂 增强实力 才是王道 好的 宿主 恭喜宿主 获得一万杀戮点 听着系统提示音 叶峰嘴角微微一笑 虽然杀戮点不是很多 这也算是聊胜于无霸 叶峰哥哥 地面很多血 已经脏了 我帮你清理一下吧 月琉璃拿着一块抹布 身穿超短裙 半蹲在地面清理了起来 唉 叶峰看了两眼 便转过头去了 脸色红红的 琉璃可真是劲 极品美女 就是极品美女 就连搞卫生都那么好看 不过 她也没有拒绝琉璃 因为地面确实脏了 让那些骷髅战士清理卫生 哪里有月琉璃清理养眼 叶峰盘戏在地上 装作在修炼的样子 其实内心极为不平静 但是她又知道自己 不能对不起小雪 心中都不知道 念了多少次大慈悲咒了 魔魂大白沙 死在人类浑倒船上 没有发出任何动静 甚至连一丝海浪 都没有翻滚起来 就直接没了 尸体都被抛下大海 成为万物净化的养料 大白到死 也没有来得及吹响海螺 没有来得及报信 另一边 波赛西没有收到大白的报信 心中难免有些担忧 时间已经过去了小半小时了 怎么还没有消息传来 海神岛上 要说最关心海神岛的生死存亡的 就只有大白和波赛西了 这两位都是跟海神最亲近的人 一位是海神做旗 一位是海神大祭司 他们比谁都想阻止这一场战争 波赛西站在海岸线上 带眉微微皱起来 双眸盯着前方 目不转睛 双手经不住攒起来 一股清凉传递出来 大祭司 大白吉人自有天相 肯定会没有事情的 海龙斗罗抬起头 看了波赛西一眼 淡淡地开口 是啊 现在才过去半小时 不用担心 谈判这种事情 半个小时怎么可能搞定 有些长的谈判 可能经历一周乃至几个月 海女斗罗附和一声 希望如此吧 波赛西轻轻叹了一声 总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要发生一样 你们注意到了吗 刚刚还在前进的亡灵骷髅 现在好像停止了推进了 难道说大白谈判成功了 为我们海神岛 避免了一场战争 旁边一位正在时刻 观察海神岛的斗罗 满脸震惊地开口 波赛西以及七圣柱文言 身体猛然僵了一下 然后抬起头 向大海中望去 果真是如此 那些骷髅战士 已经停在距离海神岛 五百米左右的位置 不再前进 他们心中 禁不住生腾起一阵喜悦 骷髅战士停止了前进 那就说明了 大白的谈判 很有可能已经有结果了 而且还是好的结果 殊不知 这是叶峰发出的迷惑信号 他想再休息一天 再去进攻海神岛 虽然现在进攻也可以 甚至不费什么事 但是登陆大海的过程中 还是有一定危险的 战争一旦打起来 自己的骷髅战士 可能会没事 但是身边的毁灭小队 和月流离 就无暇顾及了 海神岛做一个 屹立了无数年的恐怖势力 岛内肯定有一定防御措施的 比如说 浑岛炮什么的 叶峰决定等 晚上凌晨四点再进攻 凌晨四点 是黑夜的最暗时刻 穷仓降下无尽云雾 将大海包裹起来 这个时候 海神岛就会变成一个瞎子 他们登陆海神岛 会更少伤亡 时间冲冲而过 转眼间 就到了凌晨四点 大海在云雾的笼罩下 周围一片白茫茫的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可见度 仅仅只有十米左右 但是浑岛船上 却灯火通明 叶峰带领全体成员 集合起来 他没有再动员 只是一个一个地下达命令 然后所有人 就翘无声息地 向海神岛前去 原本停在五百米开外的 骷髅战士 在这一刻 也开始缓慢动了起来 所有动作 都小心翼翼的 所制造出声音 也是微不可擦 因为整晚都没有 收到大白的信息 波赛蜥一整晚都没有睡 站在海岸线上 眼皮有些松叠 精神状态也差了很多 举目望去 大海中白茫茫的一片 可见度极低 基本上看不清周围的情况 但是波赛西精神力 比较敏感 他隐隐感到 大海里面不对劲 好像有什么怪物 正在接近海神岛一样 来人 给我投放照明弹 波赛西飞起到半空中 右手全杖一挥 忽然狂风大作 像海面上的迷雾吹去 就像拖把差不多 静止将前方的云雾退去了 给人一种拨开云雾 见青天的感觉 嗖嗖嗖 几声破空声响起 海神岛上魂岛炮 顿时打出上百枚照明弹 照明弹在天空中爆开 如同一个辉煌的烈日 将海岸线周围方圆千米 乃至于周围千米大海海域 都照得亮如白昼 波赛西瞳孔缩了一下 身体猛然颤抖了起来 只见目之所及之处 大海上出现密密麻麻的 骷髅战士 这些骷髅战士 行进速度非常快 眨眼间 双方的距离 已经约过了400米 300米 200米 100米 骷髅战士背后 在骷髅战士后方 同样是急速向海神岛前进着 嫡系 波赛西大吼一声 拉响警报 整个海神岛顿时 陷入了一阵混乱 但是因为白天 他们已经动员过了 所以 海神岛上的正规军 很快就组织城方阵 形成有战斗力的杀戮队伍 七圣珠一闪 猛然出现在波赛西身边 跟目光颤颤 但是却非常坚定 他们是海神岛上 最强的战力 是要跟海神岛共存亡 大祭司 白天的时候 不是好好的吗 现在这群骷髅战士 怎么像疯了似的 拼命进攻海神岛 还用问吗 肯定是大白谈判失败了 麻烦了 突然那群大陆的人类进攻 听着七圣珠的谈论声 波赛西没有任何说话 冷眼看着前方 现在骷髅战士 已经越过了 混岛炮的攻击线 也就是距离海神岛 已经不足一百米了 混岛炮的最佳攻击范围 是三百到一千米 有一句话 不是这么说的吗 两米之内刀块 两米之外枪块 波赛西心敌 闪过一股寒意 这群大陆上的人类 看来是铁了心要覆灭 海神岛了 居然如此狠 大白恐怕也死了 想着想着 波赛西双眸中 就充满了仇恨 海神武魂闪绕 在其身后 九个魂环射人心魂 既然战争无法避免 那便战斗吧 海神岛有海神的庇佑 那群大陆的人类未必 能拿下海神岛 七圣珠 你们别废话了 赶紧组织海神岛的海魂师 准备迎战强敌 波赛西声音 咆哮一声 海岸边巨量翻滚 浪花飞溅 如同水浪一样 滔天水柱 冲天而起 九十九级极限斗罗的威势 竟然恐怖如斯 是 事与海神岛共存亡 七圣珠齐声回答 叶峰站在船头甲板鬼帆之上 目光看着前方的海神岛 以及飞在半空中的波赛西 嘴角经不住 露出了一股玩味的笑意 波赛西和叶峰的目光 触了一下 身体猛然一抖 那一是一双 不加带任何感情的目光 充满冰冷 邪恶 以及杀戮 怎么说呢 就像是一双猛兽的眼睛 猛兽是没有感情的 也不会跟你谈什么 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杀戮 阁下 请问 你是代表大陆上 哪一方的势力 为何要侵犯海神岛 波赛西冷冷地开口 五魂殿 裁决殿殿长叶峰 我是来复仇的 叶峰略带着笑意的开口 现在已经越过了炮击线 海神岛的魂岛炮 已经失去了作用 他也不急 反正骷髅战士 已经将整个大海都封锁了 海神岛上 任何一位海魂师 都无法逃跑 波赛西听到五魂殿 这三个字时 心念一声 果然如此 当他听到海女斗罗说 他们杀死了 带有五魂殿 标志的魂师队伍时 就知道 来侵犯海神岛的 肯定是五魂殿了 原本他以为 是千道流在带队 攻打海神岛 毕竟海神岛 作为三大极限斗罗之一 跟自己是齐名的存在 如果五魂殿 要攻打海神岛 就只有千道流 亲自出手 才能将海神岛拿下 结果 万万没有想到 来人居然不是千道流 而是裁决 垫垫长叶峰 叶峰年轻得过分 波赛西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五魂殿竟然有叶峰 这么一位恐怖的人物 他能够感觉到叶峰 以及其手下的骷髅战士 都不强 只不过是 刚刚打到封号斗罗境界而已 也就是九十至九十一级之间 但是数量却太多了 随便 波赛西作为九十九级极限斗罗 也没有把握 能够战胜所有骷髅战士 不对 不是没有把握 如果没有奇迹出现的话 而是海神岛必败 对于我手下 杀了你们五魂殿的人 我感到非常抱歉 只要你们能够放过海神岛 我们愿意给你们 做出任何补偿 波赛西无奈地开口 这些话 你就不用再说了 刚刚那条魔魂大白沙 已经说过了 我们是为了覆灭 海神岛而来 即便你们 再废话也没有用 叶峰说着 将对着旁边一位 毁灭小队的队员 微微点头那位 毁灭小队的队员 顿时领悟到了 叶峰的意思 只手一抛 将无头的魔魂大白沙的尸体 向波赛西扔去 两国往来 不斩来使 一旦斩了来使 那便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叶峰将魔魂大白沙的尸体 扔上海神岛 让气氛更加紧张了起来 海神岛上 无数子民 以及魂尸队伍怒不可遏 大白是海神岛上的守护神兽 他们每一位 都非常敬重大白 然而 没想到大白 却便回了一具尸体 而且被敌人用这种方式 扔了回来 简直是奇耻大辱 海神岛 作为海神的传承之地 因为海神的庇佑 上来都是风调雨顺 即便海魂兽 也不敢进攻海神岛 现在这群大陆来的人类 竟然屡次挑战海神岛的底线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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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兴奋海神岛的人 都必须付出代价 给大白复仇 这时候 波赛西没有被海神岛上 群情激昂的子民所影响 而是彻底冷静下来了 他作为海神岛上最高首领 一举一动间 就影响着海神岛的生死存亡 因此 他必须慎重地 做出每一个决定 叶峰看到波赛西 忍了下去 看到大白的尸体 而无动于衷 心中高看了波赛西两眼 波赛西作为海神岛的大祭司 能够忍受耻辱 这股气质颇为难得 忽然 叶峰产生了一个想法 波赛西作为海神岛的精神支柱 如果自己正面击败波赛西的话 海神岛一定会陷入一片混乱 到时候可能还会引出海神投影 叶峰作为强者 完全可以制定规则 不用看人脸色 他沉默了一下 略带着笑意地看着波赛西 要不我给你一条路选择 你看如何 什么路 原本准备拼命的波赛西 听了叶峰的话 将原本拼命的架势收回去 海神岛本来就处于劣势 一旦爆发战争 基本上是必输无疑 如果有的选的话 谁又愿意战争呢 你跟我切磋一下 咱们生死不限 不设规则 致死方休 如果我输了 五魂殿保证撤军 而且对之前的事情既往不救 但是如果你输了的话 那我就不但要你的命 而且还要整个海神岛陪葬 叶峰冷冷的话语 传入众人耳中 让众人无比愤怒 这也太欺人太甚了 你说了 就只是退军而已 如果赢了 却要整个海神岛陪葬 太过分了 海神岛无数子民敢怒而不敢言 抬起头 将目光看向波赛西 除了海神之外 波赛西就是他们最信任的人了 他们等波赛西做决定 无论波赛西做出什么决定 他们都跟海神岛共存亡 波赛西文言 双眸微微亮了一下 随后又按道下去了 刚开始听到叶峰的话 他还感觉自己占到了大便宜 毕竟 现在叶峰表面上的实力 就是90至91级封号斗罗而已 实力弱得过分 而自己则是99级极限斗罗 90级之后 每提升一级 战斗力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跟叶峰可是差了9级左右 这可以说 云尼之别了 直接秒杀叶峰都不过分 但是后面波赛西冷静下来之后 顿时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叶峰只有90级 却敢叫嚣自己这个99级极限斗罗 如此异常的举动 通常只有两种可能 其中一种就是叶峰是傻子 另外一种便是 叶峰有绝对的实力 认为能够战胜自己 无论怎么看 叶峰都不可能是傻子 因此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那就是叶峰对自己的实力 有绝对的自信 想着想着 波赛西心底经不住颤抖了起来 叶峰起表不扬 看起来也非常年轻 却没想到对方居然那么狗 以封号斗罗初期 迎战极限斗罗吗 真不知道你是愣头青 还是怎么样的 虽然波赛西心底没有轻视 但是也不惧怕封号斗罗初期的叶峰 如果99级 被一位90级左右的打败了 那他干脆一头撞死算了 历史上都没有那么变态的妖念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希望你输了之后 能够遵守诺言 带领亡灵战士退去 并且发誓 永不侵犯海神岛 波赛西犹豫了一会 冷冷地开口 这场挑战 无论如何 他都得见 接受了叶峰的挑战 海神岛还有一线机会 避免战争 但是如果不接受的话 以叶峰杀神一般的性格 估计会直接毁灭海神岛 既然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不拼一拼呢 万一成功了呢 就能免去这一场战争 这可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我不可能说 叶峰笑了笑开口 虽然他心底也没有把握 但是嘴上却不能锁 只不过是区区一个极限斗罗而已 算得了什么 唐昊这种镇压一个时代的领军人物 还是不是被我斩杀了 叶峰在心里安慰自己 万一呢 波赛西皱了皱眉头 叶峰的话令他很不舒服 没有万一 叶峰笑了笑 你玩我 波赛西杀意沸腾 海神五魂环绕其后 周围浮现出九个魂环 嘿嘿嘿嘿嘿嘿嘿 红 面对即将暴走的波赛西 叶峰不敢大意 除了海神之外 波赛西就是对他最大威胁的人 在援助中 波赛西号称海洋无敌 甚至能够调用整个大海之力 攻击对手 实力非常可怕 如果不是叶峰 拥有无数底牌 再加上拥有不死之身 他还真的不想招惹波赛西 因为这实在太冒险了 不过 因为叶峰是死灵魂师 可召唤无尽窟窿 只要召唤物不死绝 他便不会死 正是如此霸道 而又强大的实力 让他无法再低调 决定亲自挑战一下波赛西 即便最后说了 也能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叶峰身形一闪 从魂岛船上悬浮起来 飞倒到跟波赛西同一个高度 目光辟靡地看向对方 然后 一轮血色的圆轮升起 浮现在半空中 九个新红色的魂环 显得非常刺眼 因为叶峰的 都是十万年魂环 相比之下 看起来波赛西逊色 可不止一筹 波赛西瞳孔 猛然闪了一下 心底同样非常震惊 尽管他已经往高里 评估叶峰的战斗力了 可是未曾想到 还没有开始战斗 叶峰就让他大吃一惊 九个魂环都是十万年的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史上就这么一位吧 波赛西强行将心中的 震惊压下去 然后重新评估 叶峰的实力 能够拥有九个 十万年魂环的斗罗 绝对不能将之 当成普通斗罗来看待 否则的话 会吃大亏的 波赛西心念一动 决定先下手为强 关于叶峰的实力 单单凭借猜测无用 还是要试一试才知道 第一个黑色魂环亮起 强大的魂力涌动 将大海都引动了起来 大海如同海啸一样 不断翻滚 违反重力地向上旋转 形成一条巨大的水龙卷 水龙栩栩栩如生 长达百米 体表坚硬的灵甲 异翼发光 赢 一声巨大的龙银传来 水龙便张牙舞爪 旋转着向夜风冲去了 这一招是水龙卷 既有点像龙 又具有旋转的特性 能够将敌人卷入水中 借助大海之力 彻底灭杀敌人 虽然这只是波赛西的试探性攻击 但是攻击力却丝毫不弱 作为海洋无敌的海魂师 在大海上战斗 本来就有加成的 巅峰斗罗 或者是普通的极限斗罗 想要接下他这一招 估计够呛 夜风脸色未变 右手一握 顿时将死灵武魂握在手中 血色圆轮也迅速发生变化 变成一柄血色的长剑 虽然说夜风是死灵魂师 主要战斗力 都是在召唤物上面 但是今天他想尝试一下 个体战力 到底到何种程度了 反正 自己拥有伤害转移 血色长剑如同活过来了一样 提表血色纹路不断流转 跟是人心魂的恶魔差不多 血色长剑迎风剑掌 仅仅片刻便变成了 十多米长的大宝剑 斩 血色长剑在死灵武魂的加持下 攻击力更是变得更加异常可怕 不逊色于普通的魂迹 大海力量至柔 血色长剑至刚 以刚硬击碎柔软 两者相互碰撞 终究是夜风更逊色一筹 水龙卷住了血色长剑 将其攻击力消磨殆尽 然后继续往前冲 水龙卷张牙舞爪来到夜风面前 恐怖的龙爪向夜风的身体撕去 想要将夜风的身体撕碎 夜风嘴角始终带着笑容 反手一握 血色长剑化作圆轮 回到其手中 然后又变成血色长剑 用力猛然往前一掷 血色长剑便绕过了水龙卷 向波赛西杀去 明面上 这是一种以伤换伤的打法 但是 夜风拥有不死之身 所以最后受伤的 铁定只有波赛西一个而已 波赛西感到邪恶的气息扑面来 心神微微颤抖 许是感觉到不妙 一个黑色的魂环顿时又亮了起来 第六魂技 海藏 这是波赛西的空间技能 随着他的权杖举起来 天地变化 斗转星移 两人都陷入了一种诡异的空间波动中 一个黑蓝色的黑洞赫然出现 形成一道水龙卷 黑洞的吸力很猛 在强大的大海之力下 夜风根本没有办法反抗 连人带血色长剑都被吸进去了 黑洞的空间完全封闭 除非夜风的实力完全超过波赛西 否则绝对没有打破的可能 这一招技能主要就是将敌人闷死 一番天旋地覆之后 夜风才回过神来 看到自己进入了一个特殊的空间 空间周围一片虚无 没有任何东西在里面 甚至连光线都没有 夜风心底一沉 刚刚他居然忘记了 波赛西还有这些恐怖的技能 导致现在阴沟里翻船了 波赛西作为99级极限斗罗 而且还号称海洋无敌 还是有点东西的 夜风手持血色长剑 用尽全力对着特殊空间猛然一击 在血色长剑的攻击下 周围就像是水纹一样 微微向四周荡开 然后又重新回归沉寂 任何效果都没有 这让他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起来 如果单单从魂力上面来说 现在自己绝对不是波赛西的对手 因此想要打破这个特殊的空间 就基本上不可能 夜风知道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麻烦中 如果不能从这个特殊空间出去的话 恐怕自己会遭遇毕生以来 最危险的生死危机 怎么办 夜风沉默了一会 知道自己跟波赛西的差距之后 顿时准备动用自己权力了 先将这个诡异的空间破开再说 夜风先是亮起一个血红色的魂环 将自己最强大的攻击技能释放出去 死亡射线 然而 结果却差不多 在这个特殊的空间内 他的攻击基本上都是无效的 根本就无法打破 怎么办 夜风想着想着 额头中顿时大喊淋漓了起来 只要魂力没有波赛西强 便无法打破这个特殊的空间 那我怎么样才能让我的魂力 比波赛西强吗 办想之后 夜风顿时有了主意 只要比波赛西的魂力强 就能打破这个特殊的海藏空间 好像没有限制说 只是我一个人的魂力吧 既然如此的话 或许 我可以轻易破掉这个特殊空间 第一魂技 远古古龙 第一魂技 远古古龙 第一魂技 远古古龙 夜风连续使用了三个技能 十万年远古古龙 忽然出现在海藏的特殊空间内 一阵阵龙凝传来 无数回响在空间内响起 震耳欲龙 好火箭 能否打破海藏的特殊空间 就靠你们了 你们都给我给力一点 夜风对着眼前这二十七条古龙 喃喃一声 二十七条十万年古龙组合在一起 魂力应该抵波赛西强了吧 而且还有我 二十七条古龙得到夜风的命令之后 抬起头 发出一阵龙银 巨大的声浪在空间内不断回响 然后纷纷吐出龙岩 聚在一起 形成一个半径上百米的能量巨球 猛然向特殊空间边缘砸去 夜风在旁边也没有闲着 将死灵力量全都输入死灵武魂中 死灵武魂所化的血色长剑 剑鸣不断颤动 配合能量巨球 攻击特殊空间边缘 很快两者相撞 顿时爆发出一阵极光 极光非常刺眼 让其禁不住半闭其眼睛 与此同时 波赛西看到自己的攻击得逞 已经将夜风收入了特殊空间中 嘴角禁不住露出一股淡淡的笑容 刚刚他还以为夜风很厉害 有多么的了得 结果只不过是如此而已 看到夜风被大祭司海葬了 顿时手舞足倒了起来 无尽的喜悦浮现在脸上 每一位海神殿子民都是脸带喜悦的 因为大祭司将夜风打败了 他们海神岛将免去一场战争 太好了 大祭司 你这是太厉害了 居然在数招之内 击败了夜风 那是 你也不看看 波赛西是谁 波赛西是咱们海神岛的大祭司啊 没有两把刷子 能够坐得到这个位置吗 刚开始我就觉得大祭司赢定了 不是因为别的 就是因为大祭司是海洋无敌 夜风算什么东西 一个名不见传的小伙子而已 跟我们大祭司提携都不配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百米之外 在列队着的骷髅战士 我怎么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好像战斗还没有结束 你给我闭嘴吧 如果你不懂说话的话 那就别说 是啊 长别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的话 就不要说了 夜风已经被大祭司海葬了 必死无疑 咱们不需要担心什么 正在海神岛上所有子民 都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 波赛西顿时脸色大变 因为他察觉到自己的海葬空间中 里面诞生了一股巨大的能量 这股巨大的能量 已经超越了他极限斗罗的所有魂力总和了 这怎么可能 波赛西眼睛睁得大大的 心底开始颤抖了起来 明明夜风只是封号斗罗初期的修为 怎么可能爆发出极限斗罗的实力呢 波赛西疑惑不解 刹那间 波赛西上空出现了一道极光 天空裂开 如同蛛丝网一般不断蔓延 不一会儿 他构建那个特殊的空间便轰然碎裂开来 空间破碎 碎片化作能量消失在天地间 叶峰从特殊空间中出来 意气风发 注尽而立 剑中强大的气势扑面而来 这还不是令人最恐惧的对方 最恐惧的是 叶峰身后居然出现了一排远古古龙 远古古龙身躯长达百米 从特殊空间中扑腾而出 龙爪一爪踏出 空间不断颤抖 其中威势非常强 很明显已经超越了十万年魂兽的威亚 这不可能 你不是一个人吗 怎么会出现二十几条远古古龙 波赛西内心震撼 眼睛睁得大大的 魂狮的力量之源是五魂 能够根据五魂来判断魂狮所拥有的力量 叶峰的五魂是血色常见 应该是属于强弓系魂狮 怎么会召唤出那么多古龙 等等 波赛西忽然有了一个惊恐万分的猜测 围攻海神岛这些亡灵 该不会都是叶峰召唤出来的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叶峰未免也太可怕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 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强大的职业 波赛西不断在心里安慰着自己 随着叶峰从特殊空间中破解而出 海神岛上所有子民 脸上的得意顿时戛然而止 世界上最令人绝望的事情 就是先给你看到希望 然后再将你心中这点希望彻底摧残 海神岛上所有殖民都蒙上了一股阴霾 七圣柱更是全部都召唤出了五魂 目不转睛地看着叶峰跟波赛西的战斗 他们海神岛需要的是战争胜利 一旦波赛西失败 不顾一切冲上去将波赛西救下来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这些远古古龙只是我的召唤物而已 叶峰得意地笑了笑 现在他就是要摧毁波赛西骄傲的自尊心 这 你的五魂不是血色常见吗 波赛西那你精神地问 谁告诉你我的五魂是血色常见的 叶峰笑着反问 那你能告诉我你的五魂是什么吗 波赛西瞳孔一缩 目光越来越畏惧了 叶峰这个人实在太神秘了 如果不是他身后是海神岛 他真的不愿意跟叶峰为敌 叶峰正准备开口 自己刚刚收的小助理月流离的声音 就缓缓传过来了 叶峰哥哥的五魂是死灵五魂 是斗罗大陆上唯一的死灵魂师 能够召唤无尽骷髅为其战斗 听了月流离的声音 叶峰经不住给月流离点赞 这个小助理真的非常不错 原本我正愁着怎么样解释 没想到月流离却无形中 帮我完成了这个装逼 正所谓是无形的装逼最为致命 叶峰觉得这个逼装的恰到好处 而且很爽 原本他不理解 为什么那些强者总喜欢装逼的 但是现在理解了 因为真的爽啊 死灵五魂 死灵魂师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强大的职业 波赛西喃喃的两声之后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那双湛蓝色的双眸 盯在叶峰身上 努力稳住自己的道心 死灵魂师 只是拥有数量庞大的召唤物而已 或许本身实力并不强 如果我杀死了死灵魂师本身 那么这些召唤物就失去了驱动力 那么是不是海神岛的救了呢 波赛西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死灵魂师拥有无穷无尽的召唤物 那么唯一的弱点 就是死灵魂师本身了 一定要杀了叶峰 波赛西咬咬牙开口 他觉得已经洞察到了死灵魂师的弱点 殊不知 在叶峰这里根本没有弱点 按道理来说 本体确实是心灵魂师的弱点 但是叶峰的天赋技能伤害 转移完美补全了这一点 只要召唤物不死 他并不会死 海神的凝视 这是一个控制类型的技能 随着波赛西声音的响起 一道蓝色的光芒照向天空 海神虚影在天空中呈现 然后生出一只蓝色的巨手 这只蓝色的巨手控制性非常强 能够将方圆百公里内的敌人都抓回来 拉近波赛西的身边将其虐杀 波赛西想要杀死叶峰 那么就必须先将对方抓过来 海神的凝视这个技能 恰恰好是控制技能 叶峰看着眼前蓝色这只巨手越来越近 脸色眉 任何变化 右手举起猛然 血色长剑 奔腾而出 如同遇见高手一样 将手中的长剑飞出去 手中却没有闲着 第二魂技 死亡射线 叶峰体内魂力疯狂运转 三道充满死灵气息的射线 猛然直射出去 因为时光 所以看见则命中 那只蓝色的巨手 以及波赛西 瞬间被死亡射线击中 先是蓝色的巨手被击毁 然后就击中了波赛西 一道血红色的射线 直接投入了波赛西的体内 波赛西脸色大变 感受到一股毁灭的气息 冲进了体内 将自己的细胞撕裂 毁灭体内的一切生机 顿时顾不上其他 波赛西动用体内所有魂力 将死亡射线全都包裹住 企图用自己的魂力 一步一步地磨灭死灵射线 同时 他在体内用魂力 凝聚了99层防御 尤其是心脏和大脑位置 更是波赛西重点防御的部位 修炼到了他这个境界 99级极限斗罗 只要核心要害 没有被摧毁是很难被杀死的 然而 波赛西还是低估了 叶峰死亡射线的威力 死亡射线在其体内横冲直撞 仅仅瞬间就摧毁了 他99%的防御层 他的魂力在死亡射线面前 所取代的防御效果非常弱 怎么办 要死了吗 忽然波赛西爆发出 强大的求生欲望 硬生生横溢了一点 用魂力将死亡射线 脱离了自己的要害 但是即便如此 他也付出了非常巨大的代价 只见波赛西脖子以下的肩膀 全部被死亡射线削去 连带一只手臂和一只脚 都被砍下来了 怎么说呢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身体 都被削下来了 切口非常光滑 如同被激光切割一样 里面的内脏和肠子 都外露出来了 看起来异常可怕 但是却没有鲜血流出 因为死亡射线 是毁灭性的能量里面 加带了重重的死灵气息 能够摧毁肌肉的细胞 波赛西切口表面上的细胞 都已经直接碳化了 鲜血根本流不出来一点 七胜柱看到波赛西 被削去三分之一的身体 内心感到一股嗖嗖的凉意 在他们眼中 波赛西已经是最强大的了 只要在大海上 没有人是波赛西的对手 可是在这一刻 他们的信仰有些崩 波赛西要被叶峰打败了吗 武魂殿从什么时候 开始出现了一个 这么变态的妖念 简直不给人活络啊 不过 相对于心中的震惊 他们还是更在乎波赛西的安全 七胜柱开始不讲武德了起来 只见他们七位封号斗罗 相互对视了一眼 然后迅速飞过去 将波赛西包围保护起来 七胜柱所有人脸上 都充满了担忧 波赛西就是他们 海神岛上的定海神针 现在这一颗定海神针 却直接被一个 叫做叶峰的男人摧毁了 海女斗罗胜前 扶住波赛西 猛然让旁边的治疗魂师 对波赛西开始治疗 无数治疗魂师释放技能 一道道治愈的圣光 投射在波赛西身上 波赛西的身体开始恢复 那被消去的身体 也开始缓慢长出来 治疗魂师的治疗能量 虽然很强 但是有一些东西一旦失去了 即便再怎么治疗 也回不来了 波赛西的双手双脚 都被叶峰暴力摧毁了 现在经过治疗 并没有再长出来 只是波赛西的魂力 以及身体其他部分 已经治愈了 叶峰略带着笑意地 看着波赛西 他没有阻止海神岛上的魂师 对波赛西进行治疗 听说过猫捉老鼠吗 猫捉到老鼠 不会一下子就将老鼠咬死 反而会给老鼠机会 让老鼠诞生逃跑的希望 让老鼠不断挣扎 然后再一步一步地 将老鼠的所有希望摧毁 让老鼠陷入无尽的绝望之中 最后才会将老鼠杀死 成为猫的晚餐 叶峰现在就是这种心态 他想要摧毁海神岛 但是又想在摧毁海神岛之前 让海神岛上 所有人都感受绝望 或许他的心态 已经不正常了 而是一种扭曲的变态 叶峰心中有一个大胆的计划 那就是 先将海神岛的七圣柱 和波赛西征服 然后让他们的自己 进入海神殿 将海神的神器 海神三叉戟取走了 还有海神的传承神位 嗯 要不要传承海神呢 至于这个问题 叶峰想都不用想 就是拒绝的 虽然说 海神是一级神 在神界中 已经算是非常强悍的神体 但是叶峰可是死灵魂师 所有能力 都偏向于召唤类型的 跟海神所拥有的能力 是截然不同的 两者的修炼路子 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贸然继承海神神位的话 很有可能会和体内的死灵气息 产生冲突 叶峰从来没有想过 继承海神神位 在他的计划中 自己未来成神 就只有两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 就是继承召唤之神的传承 开启召唤之神九口 第二条路线 发展信仰 自创神位 这两条路线 都非常艰难 甚至可以说是 地狱级别的 虽然说斗罗大陆上有召唤之神 但是谁也不知道 召唤之神的传承在哪里 甚至有没有召唤之神都知道 这一切 只能靠运气 自创神位 那就更难了 看到波赛西伤势 基本上已经恢复 叶峰双眸恢复了清明 将脑海中的一切念头抛去 充满玩味地看向波赛西 咱们还继续战斗吗 只要你能够战胜我 刚才的赌约依然有效 七圣柱 以及海神岛上其他子民 听了叶峰的话之后 脸上顿时露出一阵关切 大祭司 七圣柱轻轻呼唤了一下波赛西 目光看在波赛西身上 满脸担忧 表情也有些复杂 面对叶峰这种如此强敌 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如果说 刚才他们还有信心跟叶峰一战 但是自从叶峰 破开了波赛西海藏特殊空间之后 心中便不抱任何希望了 特吗 别的不说 就是叶峰身后翱翔着的 二十几条远古古龙 他们就不是对手了 远古古龙修为肯定超过了十万年 再加上种族的优势 这些远古古龙 可能能够虐杀九十五至九十六级的斗罗 他们七圣柱 根本反抗不了一点 波赛西脸色阴沉了一回 其实刚才 他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趟了 虽然叶峰的修为不高 但是战斗力却高得可怕 而且所有技能 都是十万年级别以上的技能 不但强大无比 而且防不胜防 想要击杀叶峰的可能性非常低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一刻 波赛西居然想退缩 他真的害怕了 害怕被叶峰无情地杀死 可惜 他根本退无可退 因为他背后就是海神岛 是海神岛上千千万万的子民 咱们继续吧 波赛西无奈地说出这句话 他的自信心已经被叶峰摧毁了 很难再次发挥出全部力量 现在 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海神投影了 只是海神投影你 什么时候出现呢 想着想着 波赛西心中忽然诞生了一丝抱怨 七圣柱和海神岛其他子民 听了波赛西的话 顿时一股悲意升起 心底非常难过 但是又无可奈何 他们全都退后十公里 全都面朝波赛西 匍匐在地 嘴巴喃喃 不断闭合 顿时开启了无声的祈祷 我心爱的海神大人呀 我是你的信徒 现在海神岛正在遭受强敌入侵 咱们无力反抗 求求你快点显灵吧 救我们于水火之中 就像当年 你击退深海魔精王入侵一样 海神岛上所有居民贵岛在地 不断祈祷 虽然波赛西在治疗魂师的治疗下 身体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但是右手右脚 依旧永远失去了 左手拿着拳杖 魂力移动 咬咬牙 率先发动攻击 海神领域 这是一个领域技能 当初 海神赐予波赛西的 能够将大海之力 转化为自己的攻击力 并且可以吸收大海的能量 来补充自己魂力 海神领域 就是一个可攻可防的领域 威力颇为不俗 随着波赛西启动领域 正片大海都涌动了起来 无数海浪翻滚而起 海中的虾兵蟹将不断逃离 蓝色的极光在大海亮起 和波赛西的力量相互呼应 此刻 波赛西变得非常强大 恍若一个叠满buff 无限蓝的大boss 毫不夸张地势 在大海中 没有什么人是波赛西的对手 即便天空无敌千道流 和地面无敌唐城来了 也没有用 可惜 他遇到的 却是叶峰这个变态 死灵魂师 一人即天灾 本身叶峰就是开挂的 一个正常修炼的魂师 怎么可能打得过一个开挂了的怪物呢 波赛西将叶峰的威胁程度 提高了一个级别 他知道叶峰的变态 如果自己不猛攻的话 是很难拿下对方了 因此 他毫不犹豫地亮起第九个魂环 亦是他唯一金色的魂环 十万年魂环 会得魂师配备两个技能 波赛西的十万年魂环 同样有两个魂技 其中一个是海神禁锢 能够禁锢敌人 另外一个是海神召唤 动用全身的实力 召唤海神投影降临 用海神投影代替自己战斗 波赛西犹豫了一下 还是选择海神禁锢 只要能将叶峰禁锢住 那么胜利的天平 就依旧是向海神导倾斜的 海神禁锢 刹那间 天地间出现一道极光 无数光芒从天空迸发 光芒中隐隐可见 无穷无尽的锁链隐藏其中 此乃海神锁链 一旦被此魂迹击中 将会直接封印对方的魂力 除非波赛西亲自解开 否则对方就会变成一个 彻头彻尾的废人 终生无法使用魂力和武魂 即便是封号斗罗 也无法倾免 而且 海神禁锢是附带法则的禁锢技能 一旦发动 便直接锁定对手了 根本无法躲避 叶峰看着波赛西的动作 经不住皱了皱眉头 现在他一点都不敢拖大了 波赛西的魂迹 实在有些诡异 而且控制性极强 一不小心很容易 阴沟里翻船 而且 通过这一次战斗 他也很清晰地 认知到自己的实力了 最多就能够跟超级斗罗比肩 甚至巅峰斗罗 也能斗一斗 但是 如果对方是极限斗罗的话 他恐怕就无能无力了 毕竟双方差距实在太大了 虽然说他凭借自己的 无穷无尽的召唤物 以及伤害转移天赋技能 能够跟波赛西无无开 也就是 谁也奈何不了谁的地步 第三魂迹 远古巫妖 叶峰周围空间 忽然出现一阵涟漪 空间开始出现裂缝 一个戴着红色高帽 手持法杖的巫妖 从里面走出来 这是叶峰的召唤物之中 智商最高的召唤物 也是唯一的人形召唤物 他将之取名为女巫 主人 很久没有不见 女巫走到叶峰面前 恭敬地拱了拱手 双眸非常人性化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亡灵界的召唤物 别废话了 帮我干掉波赛西 叶峰看到天空之中 无穷无尽的锁链 正在向自己扫射过来 里面带有禁锢的力量 如果自己 被这个诡异的技能击中 他可没有把握 能不能挣脱波赛西的禁锢 或者说是魂力封印 他作为死灵魂师 拥有不死之身 这类禁锢类技能 是他最害怕的了 波赛西连续两次使用禁锢类技能 绝非偶然 很有可能是洞悉了自己的弱点 现在也是时候结束这一场战斗了 好的 主人 女巫话音刚落 举起手中的权杖 猛然往前走一步 然后举起手中的权杖 挡在叶峰面前 他是叶峰的召唤物 第一任务 是先保护自己的主人 然后再击杀敌人 叶峰因为忌惮波赛西的控制技能 连忙又召唤出数百个骷髅战士 让他们团团挡在自己面前 给自己一些缓冲的空间 巫术 破旺 巫术 驱除 巫术 净化 女巫手中权杖 散发着圣人的红光 紧接着 三道光圈从权杖中散发而出 那诡异的巫术跟魂迹不能 更加诡异 以及无法阻挡 三道光圈和天空中的海神锁链 相互接触 没有任何碰撞的声音传来 许是没有任何作用一样 然而 下一秒 前方原本天空中 蒸容的海神锁链 顿时缓慢消失了 没错 就是消失 如同冰雪融化一般 一点一点消失在天空中 叶峰站在骷髅战士后方 看到女巫破解波赛西的海神禁锢技能 连忙松了一口气 刚刚她能够感觉到禁锢技能 已经锁定在她身上了 一旦自己被波赛西禁锢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感受到天空中的海神锁链 正在缓慢消失 波赛西脸色顿时变得非常难看了起来 眼前这个 用什么什么东西 全新的召唤物 怎么几道光圈 就将自己的魂迹毁掉了 波赛西理解不了 也接受不了 这可是自己的第九魂迹啊 亦是她最强大的技能 现在居然被一个召唤物破了 简直就是奇齿大辱 也开始担忧了起来 原本他们一直以为 海洋无敌波赛西大祭司 肯定会取得战争的胜利的 但是现在情况却不容乐观 叶峰的召唤物不但数量非常多 而且还非常诡异 熟圣熟赋还真是不好说 虽然他们陷入了震惊之中 但是女巫不会 女巫是叶峰的召唤物 只会忠实地执行自己主人的命令 主人的命令是杀了波赛西 那就必须杀了波赛西 女巫将手中全杖一抛 全杖悬浮在半空中不断旋转 庞大的邪恶之气释放出来 女巫嘴角阵阵有词 一个个恐怖的巫术释放出来 巫术 虚弱 巫术 魂力缩减 巫术 魂力封印 巫术 远古封印 女巫有点像言出随法的得道者 嘴角每说出一句话 便会散发出一个圆形的光圈 偏偏光速又是这个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基本上看见就命中了 而且光圈是以圆形不断扩散出去的 面积非常大 即便波赛西有心想要躲避 都根本躲不开 波赛西很快就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状态不对 魂力 体力 精神力被大幅度减弱 就连武魂都像是被封印起来一样 基本上联系不上 其实因为波赛西是极限斗罗的原因 女巫的巫术效果已经大打折扣了 如果她不是极限斗罗的话 恐怕会直接被女巫封印掉 女巫是来自邪恶世界的远古巫妖 曾经跟炼金师以及巫师学习过巫术 其中强大是无所置疑的 而且根本不能用斗罗世界的修炼体系 来评估女巫的实力 因为女巫的修炼体系 跟斗罗的根本不是同一个 女巫修炼的是巫术 走的是巫师之道 哎呀呀 你对我做了什么 波赛西惊恐地嘶吼一声 想要拼命调用大海之力 将自己送离这个诡异的地方 然而 她中了女巫的巫术 身体就像灌了签一样 非常沉重 每一动一下 都非常困难 想要逃离女巫的攻击范围 基本上不可能 杀你而已 叶峰嘴角微微一笑 右手一握 死灵武魂又变成了血色常见 她也暗暗准备着 如果女巫无法杀了波赛西 她不介意补一下刀 你 你该死 即便你能杀了我 又能如何 海神大人 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们犯下如此恶行 迟早都会遭天谴的 波赛西杰斯底里的大吼一声 然而 随后她眼角余光 看到周围海神岛的子民时 整个人却如同遭到了雷击一样 浑身都僵住了 然后又忍不住 瑟瑟发抖了起来 也不知道是因为愤怒 还是害怕 怎么可能 波赛西呼吸急错了起来 眼睛睁得大大的 只见目之所及之处 周围海神岛的子民 好像变成了木头人一样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 又仿佛空间都停止了一般 哎呀呀 波赛西心底一阵狂抓 她没想到 女巫的巫术居然那么厉害 将整个海岸线上的 海神岛子民都禁锢了 包括海神岛上 仅有的七位封号 斗罗七胜柱 也直接被女巫锁住了 这个结果很糟糕 海神岛上的反抗力量 都被锁住了 那就意味着 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反抗 一旦叶峰发动进攻的话 将会是一次 毫不费力的屠杀 叶峰可以轻松地摧毁海神岛 怎么会这样 难道海神岛的千年基业 就这样被毁于一旦了吗 波赛西无比绝望 然而在这个时候 女巫的巫术却不停 反而加快了嘴角的吟唱 一个一个巫术的字符 从口中发出 女巫已经吟唱了半分钟了 吟唱的时间越久 巫术就越强 很明显 女巫控制住波赛西之后 就准备释放出强大的必杀剂了 巫术 星剑 随着最后一个吟唱的英杰字符落下 女巫精心准备的必杀一击 终于完成 巫术星剑 是女巫从古老的巫师 洗得的最强大的巫术 能够将自己的法杖当成武器 化作一只星剑 向敌人攻击过去 星剑的意思并不是违星的产物 而是指专门攻击心脏的箭矢 寓意为 一击毙命 全杖化作一只新红色的血剑 血剑长三尺 箭头很尖 上面血红色的符纹在流转 箭体透露着一种邪恶 在半空中 划过一阵破空声 音爆不断响起 其中速度之快 转眼便智 波赛西看着在眼球中 不断放大的血剑 浑身肌肉猛然针尖一般刺痛 那股死亡的窒息感传来 让他有些呼吸困难 波赛西想要躲避 但是此时 他中了太多巫术了 浑身都被叠满了负面的buff 即便他已经用尽全力 躲避了 但是还是躲不过 这必杀的一击 要死了吗 海神岛都快被灭了 怎么海神神念都没有出现呢 我是被海神神念抛弃了吗 波赛西非常绝望 那暗淡的双眸 看向海神岛最后一眼 然后便缓缓闭上了眼睛 等待死亡的来临 如果我死了之后 海神岛应该会被毁灭了吧 毕竟 陷在海岸线上周围的人都被禁锢住了 有人说 人在死之前会回忆起自己的一生 好像走马灯一样 在脑海中划过 也有人说 人在死之前 会看到自己最爱的人 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看到唐晨 波赛西心念电传 然而 他所等待的死亡并没有到来 而是等来了一声爆喝 大胆 海神岛乃是我选择传承人之地 岂是你们这群肖小能够觊觎 随着这声暴怒的声音落下 波赛西惊讶地发现 自己身上的所有负面buff都被驱除了 体内的魂力也恢复了巅峰 就连刚刚被砍去的右手和右脚 都重新长了出来 不仅是如此 就连海岸线上其他子民的禁锢 也被解除了 刚刚是怎么回事 海神大人终于出现了吗 波赛西急忙张开了眼睛 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身影 原本悬着的心终于放心了 就像被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眼前十一个高达十余米的巨人 并不是海事的本体降临 而是海神残留在海神岛上的守护神念 相当于是海神的一道投影 巨人除了高一点之外 外貌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海神投影身穿一套白色 镶着金边的长袍 没心处有一道海神印记 头戴三叉圆环 面容古朴 且充满了威严 海神岛上其他子民 看到海神投影的出现 其中心情跟波赛西差不多 都觉得海神岛得救了 海神肯定会击退邪恶的 也不知道是谁先带头的 海神岛上的所有子民 都跟着跪了下去 匍匐在地 脸上满是真诚和信仰的目光 叶峰看到海神投影出现的时候 就知道事情大条了 海神留在传承之地上的神念 比想象中更加强大 海神投影刚刚出现时 那强大的能量扑面来 让其心灵都微微颤抖起来 那是一股死亡到窒息的味道 叶峰死灵五魂 都微微颤抖了起来 海神投影 真的给他一种无法战胜的感觉 但是精神仔细一感应 顿时又发现海神投影 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顶多就是半神级别修为而已 比波赛西强大一点 而且海神投影有一个很大 那是一个能量体 海神投影中 所蕴含的能量是有限的 如同无盐汽水 只要用完了 那就没有了 正在夜风沉没的时候 海神投影突然动手了 那巨大的能量体 往天空一桌 天空之中发生一阵阴暴 无数空间坍塌 一只巨大的手出现 天空中伴随着毁灭时光 这只是海神投影普通一击而已 所引起的威势 却比波赛西要强数倍 夜风脸色变得很难看 说句实话 如果不是他拥有不死之身 还真的不敢来海神投 无论是波赛西还是海神投影 现阶段他都没有办法打赢 虽然敌人很强 但是不代表他害怕了 夜风右手往虚空中一握 将血色长剑拿在手中 九个新红色的魂环 环绕其左右 星面移动 第六个新红色的魂环亮起 他第一次使用第六个魂技 之前的所有人都没有资格 让他动用第六个魂技 明知道打不赢海神投影 但是他还是要试一试 夜风右手往半空中一抛 新红色的极光照耀整个海神岛 我有一剑 四海八方沉浮 剑名血剑十三 血剑一试 一剑开天门 随着夜风的声音落下 那恐怖的剑气冲天起 直顶苍穹 那巨大又强大的能量还要左右 血色的长剑 如同注入了无边的能量 剑气纵横 海神岛上所有剑属性的五魂 以及铸造的利剑 忽然发生嗡一声轻响 无数剑体不断颤抖起来 剑乃武器至尊 而夜风的血色长剑 恍若剑中的天子 一剑批出 万剑沉浮 竟然产生了朝败之意 怎么回事 我的剑怎么不听使唤了 我的剑正在不断颤抖 我的剑正在膜拜 不对 不是膜拜 而是恐惧 我跟我的剑相通 可达人剑何一境界 我能感受到我的剑 向我表达的情绪 是恐惧而非膜拜 夜风使用的第六魂纪 到底是什么魂纪 令天下万剑的恐惧 这可不是一般的剑 而是蕴含了大道法则的剑 才能做到这一个地步 七胜柱七位封号斗罗 经不住往后退三公里 这剑气实在太强了 每靠近一步 就犹如万剑是星一样 灵魂都像被剖开 寻常人根本无法靠近战斗中央 这是什么怪物 这一剑我根本就受不了 天呀 同样都是封号斗罗 怎么差距那么大呢 我感觉都接不住夜风的一剑 海神投影看到夜风 竟然还妄想反抗 顿时勃然大怒 能量所显化的大手 如同上苍之手一样 猛然从上空压下 巨手如同山脉一样巨大 其中毁灭的能量环绕左右 区区蝼蚁 也想要和日月争辉 给我死吧 海神投影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恍若大道魔鹰 让人经不住颤抖以及沉浮 夜风更加无所顾忌 因为他拥有不死之身 无论怎么做死都不会死 他更加可以肆无忌惮 我有一剑 让四海八方沉浮 剑开天门 夜风不躲不避 全力在进攻上 血色长剑冲天起 迎着能量巨手刺去 天呀 夜风居然直接攻击 以暴制暴 一点都不准备躲闪 这是找死吗 我从来没有看到 那么胆大妄为的人 居然都不准备躲避 这是找死吗 咱们海神大人出手 居然不躲避 我看你是嫌坟墓太多了 你是我见过最勇的人 居然不躲避 死吧 别来祸害我们海神岛 真是找死 海神岛所有子民 包括七圣柱都觉得夜风死定了 毕竟哪有这样的 面对海神投影的攻击 连躲避都没有躲避 跟海神岛的子民不一样 月流离以及五魂殿 所带过来的猎杀小队 半点担忧都没有 看到这一幕甚至有点想笑 夜风拥有不死之身 在大陆中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 现在海神岛的人 居然还像小丑那样 觉得夜风必死无疑 难道你不知道吗 夜风是打不死的 就连我们的教皇比比东 都干不掉夜风 甚至人伤害都打不出来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吧 另外一边的波赛希 转过头看了月流离 以及五魂殿的猎杀小队眼 看到月流离 以及五魂殿中猎杀小队的反应 心中非常疑惑 你们的主子夜风 已经快要被海神投影打死了 你们一点都不担心的吗 波赛希敏锐地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五魂殿的人那么淡定 难道说夜风有什么制胜的办法 还是说有什么遗漏 但是现在海神攻击在即 他也没有办法阻止 而且他也想不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只能将心头的疑虑放下了 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向前方 等待着两人对战的结果来临 轰隆隆 一阵巨响传来 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 夜风的血色长剑 虽然看起来 威势不如海神投影的苍穹之手 但是却加带着锐利无匹的气势 两者微微一接触 血色长剑 就像是世界上最锋利之物 猛然动穿了那只苍穹之手 巨大的剑一冲天起 虽然没有鲜血流出 但是手掌硬生生被动穿 其中的威势更是射人心魂 海神岛上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是认为无敌的海神投影 竟然一招就被夜风冻穿了手掌 怎么看都像是海神投影处于劣势 就在这时 众人突然发现 虽然海神投影的巨手被冻穿了 但是依旧去世不减 以极快的速度 向夜风还有魂岛船拍去 作者好朋友写了一本书 绝对好看 暴虐唐三 沙法果断 非常好看的一本书 强烈推荐大家去看 月琉璃以及魂岛船上的猎杀小队 看到海神投影的能量巨手杀过来 脸上纷纷变色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 将魂力注入魂岛船 驱使魂岛船实力海神投影巨手的攻击范围 夜风也是脸色大变 他拥有不死之身 并不惧怕海神投影的攻击 但是他担心海神投影的巨手 攻击到后面的魂岛船 魂岛船可是他跨越无垠大海的根本 如果没了魂岛船 他们就只能被困在海神岛上 这可不是夜风想要的 在夜风眼里 海神岛只不过像是游戏里面的一个副本 将这个副本打通关了之后 始终都还是要返回五魂殿的 因为五魂殿是他出生的地方 也是他活着的根本 所以 夜风魂力一动 顶着一个巨大的护盾 挡在魂岛船前面 给魂岛船争取时间撤离 夜风死定了 海神投影出手 没有一个能够躲过去的 当初大海霸主 深海魔金王企图进攻海神岛 也是被海神投影这样打退的 一只手指就戳杀了海神海魔金王的一只眼睛 居然敢进攻海神岛 我看你有多少条命火 海神真的太好了 终于现身必有我海族 轰隆隆一阵巨响传来 能量巨手如同一泰山压顶 一般向夜风拍来 攻势非常强 其中血色长剑已经完全透过了能量巨手 继续向海神投影攻击去 在巨手的攻击下 能量护盾直接破碎 继续向夜风攻击过来 夜风截然不惧 注尽而立 抬头看着那恍若山脉一样巨大的能量巨手 他那天从天而起 巨大的剑翼 以及杀翼直冲苍穹 天地变色 血剑二世 一剑天来 随着夜风的声音落下 其手中的血色长剑瞬间消失了 如同顿入虚空 海神岛上所有殖民的剑类武器 和精精所制造的剑不断颤鸣 恐怖的力量从中流转 一些弱小的魂师 甚至控制不住手中的剑 手中的剑脱口而出 跟随着血色长剑 跟随着他们的王向海神投影攻击去 夜风在这一剑中 已经融入了冲天剑翼 剑中带杀 杀中带剑 以新玉剑 再加上再恐怖的死灵气息环绕之下 这一招一剑天来 变得更加强大 海神投影巨大的双眸 瞳孔微微一缩 许是也感受到这一招的厉害 只见天空之中 忽然出现一阵空间波澜 无尽的能量在天空中盘旋 忽然 一柄巨大的血剑从天空中劈出 犹如天门被打开了一样 直接朝着海神投影攻击去 这把血剑 完全是由杀翼和剑气组成的 带有强大的精神攻击效果 一旦攻击在人体内 能够杀人于无形 时间到了 快了 攻击瞬间而至 夜风被海神投影的能量巨手击中 如同汪洋大海中的一夜偏周 虽然周围是无尽的海啸 加上狂风暴雨 但是他却截然不动 巨手所过之处 空间毁灭 无尽音爆响起 许是一只蔑士之手 没有人能够从中活下来 夜风在这强大的能量攻击下 天赋技能伤害转移瞬间发动 将其身体上所受到的伤害 全部转移到自己的召唤物上面 在众人没有察觉的地方 一个骷髅战士 灵魂之火忽然炸开 原本无间不摧的骨头 如同风化一般 又如同流沙一般 软化化成飞灰 一个骷髅战士化成鸡粉 两个骷髅战士化成鸡粉 三个骷髅战士化成鸡粉 一直到十个骷髅战士化成鸡粉 大海之上掀起了无尽波澜 海啸席卷半个海神岛 七胜柱和波赛西 动用大海的能量 在海神岛旁边 建立一个巨大的能量防护罩 这才让海神岛幸免于难 要不然 整个海神岛都可能在这巨大的海啸攻击下 被毁去大半 然而 当众人以为 夜风肯定死定了的时候 抬起头向攻击中心看去 却看到了如此令人恐惧的一幕 夜风飘飘欲先 站在半空之上 手中拿着血色长剑 威风吹来 长发飘扬 别说是受伤了 就连身上的黑色长袍 都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许是感受到众人的目光 看过来 夜风心底非常得意 嘴角一勾 经不住露出一个玩味的笑容 真不是我装便 而是我的实力 根本不允许我低调 海神投影清尽全力的攻击 在我眼里啥也不是 只用十个召唤物 就能消除你攻击的所有伤害 海神投影你 根本不知道 你所面对的是 什么样的对手 七胜柱 波赛西和海神岛上所有子民 看到这一幕 身体瞬间定住了 如同空间瞬间凝固了一样 所有人都一动不动的 这怎么可能 咱们海神大人的攻击 将大海的消去了半边 无尽的海啸 几乎覆盖半个海神岛 这攻击 就算没有达到神级的攻击力 半神级别的攻击力 总算有吧 即便是这样 夜风依旧毫发无伤 夜风到底是什么怪物 我真的无法想象 到底是什么样的实力 才能够迎接海神大人的攻击 而毫发无伤 如果海神大人输了 我们海神岛怎么办 难道真的只有毁灭了吗 现在情况看来非常不乐观 海神大人竟然处于劣势 这是千百年来 从来没有有过的事情 天哪 快来看呀 咱们的海神大人 一只手臂被削去了 也不知道是谁说了这么一句 顿时所有人目光 都看向天空中那个海神投影 海神投影 是一个巨大的能量体 高达十余米 此时夜风昭一见天来 直接上海神投影劈去 因为体型过于巨大 根本无法躲开 冲天的剑意 直接朝着海神投影的肩膀劈下 海神投影的能量体 瞬间被削去了三分之一 手臂连同肩膀处被砍断 在天空中落下 在落地之前 化作青春的能量 消散在天地间 虽然为能量体 但是遭到了攻击 依旧会受伤 并且会削弱 刚刚夜风的攻击就太狠了 直接失去了海神投影的三分之一 后面能量体复原了 但是失去的能量 终究无法补回 能量体的体积缩小了三分之一 刚刚夜风的动作 完全激怒了海神投影 海神投影 自从出道以来 就一直在镇守海神岛 从来没有遭到过如此挑衅 即便是当初深海霸主 进攻海神岛的时候 也被他一招戳杀了一个眼睛 从此 海神岛在大海中的地位 再也无人撼动 海神岛 不但是自己的传承之地 更是整个大海的圣地 从来没有人敢挑战海神岛的威严 但是现在意外发生了 眼前这个渺小的人类 不但入侵海神岛 而且还打伤了自己 这让海神投影怒不可遏 势必要夜风付出代价 海神投影 两个鼻孔喘着粗气 就像暴走的巨人一样 能量体本是半透明状的 现在变成了淡红色 怎么说呢 就好像游戏中某种大boss 最后喝了狂暴药水一样 无论是攻击力 防御能力和反应速度 都快了好几倍 海神投影举起右手 往半空中一招 一股淡淡的玄妙气息 便从空间中扩散出来 如同天龙沟洞地火一般 好像跟海神殿中的某一样东西 产生了联系 空间中忽然出现一阵颤鸣 紧接着 众人便看到 海神殿上存放着的 神器海神三叉戟 集体不断颤抖起来 颤鸣音不断响起 海神三叉戟发出一道激光 跟海神投影身上蓝色的光芒 相互辉映 怎么回事 海神愤怒了吗 夜风死定了 海神居然愤怒了 连生气海神三叉戟都动用了 我在海神岛上生活了那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见过海神发怒了 更不要说海神拔出海神三叉戟 天佑我海神岛 有了海神大人的庇护 海神岛一定会平安无事 击退强敌的 无数海神岛的子民跪倒在地 目光更加狂热 像狂信徒一样 疯狂地对着海神大人祈祷 肉眼看不见的信仰之力 开始缓慢凝聚 像海神投影涌去 夜风抬起头 看了海神投影一眼 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心底一沉 海神投影这是要召唤神器吗 这可大事不妙啊 就算海神投影 没有召唤神器海神三叉戟 他都没有把握打败海神投影 如果让海神投影 再拿到海神三叉戟的话 自己就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了 虽然他有不死之身 并不用惧怕死亡 但是被海神投影攻击的时候 还是能够感觉到 一股窒息的痛感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他体内的魂力不多了 魂力可是魂尸的根本 虽然他是死灵魂尸 但是依旧非常依赖魂力 如果没了魂力 他就没有办法召唤驱使召唤物 此时叶峰已经萌生了退意 他不想再和海神投影纠缠 来日方长 没必要 今天就跟海神投影死客 先暂时战略性退去 等魂力恢复巅峰的时候 再过来跟海神投影周旋 或者说 先想办法将海神三叉戟搞到手 这样子 海神投影对自己的威胁 就会少很多 叶峰双脚一塌地面 身影旋转飞升而起 仅仅片刻就回到了魂岛船上 双脚踏在尖尸的甲板上 给他一股淡淡的安全感 哈哈 妈妈喊我回家吃饭了 老夫今天就先放过你海神岛 咱们来日方长 过两天再来面临海神岛 叶峰对着海神大方向 诡异的大吼一声 体内魂力成蹲成蹲的输出 顺着双脚流入魂岛船内 魂岛船得到了巨大的魂力加持 船体周围 诡异的符文亮起 魂岛核心运转到极致 瞬间如同飞翼般往前驱离 如同海神岛 是什么噩梦之地一样 快速驶离 其中速度极快 仅仅片刻便驶出了近十公里 而这个时候 海神头颖也拿到了海神三叉戟 海神三叉戟从海神殿中直接飞起来 凌空穿越而来 落在其手上 海神头颖轻轻一握 一股骨肉相连的感觉传来 海神三叉戟是它的神器 已经酝养了上万年 如同自己的手脚没有什么区别 运转起来如同壁式 海神头颖和海神三叉戟连接在一起 合二为一 一股更加强悍的气息传递出来 伪蓝色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海神岛 恐怖的神力是人心魂 波赛西和七圣柱看到这一幕 嘴角经不住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海神岛终于保住了 这实在太难了 看来叶峰也不是那么无敌吗 看到海神大人拿到了神器就逃走了 海神岛其他子民看到叶峰逃走 也都松了一口气 满脸崇拜地看着海神大人 心中信仰的气息变得更加强盛 每一位子民都跪倒在地 对着海神投影方向真诚地祈祷 信仰之力滚滚向海神投影凝聚而去 我就知道海神大人会逼有我海族 让我海族常回不朽的 海神大人终于击退叶峰了 海神大人万岁 海神大人永远是我们的神 刚刚我全程看到了海神大人显灵的过程 虽然过程略有波折 但是最终已经帮我们退敌护海神岛平安 这实在太困难了 难道就只有我留意到叶峰所说的话吗 叶峰只是说暂时退走 只是说战略性撤退 并没有说放弃进攻海神岛 咱们海神岛的危机还没有解除 楼上你是不是傻逼 咱们有海神大人在 你觉得叶峰能够逃走吗 海神大人肯定会直接追杀叶峰 将其砍于马下 用来祭天 要不然用谁来安慰咱们海神岛死去的灵魂 对海神大人一定会杀死叶峰的 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后患 海神岛上所有居民窃窃私语 目光狂热地看着海神大人 此刻 海神大人在海神岛上的信仰达到了顶点 威信举世无双 海神投影巨大的能量体 看到叶峰驾驶魂岛船快速离开 顿时皱了皱眉头 右手举起海神三叉戟 准备使出神迹 一去不返 将叶峰击杀 但是犹豫了片刻 又将手放下去了 一去不返是强大的神迹 也是一个远程攻击的强大手段 能够击杀敌人于千里之外的 但是同样也有一个巨大的缺点 那就是攻击的时候 需要将海神三叉戟投掷出去 一旦没有击杀敌人 将很难再无法回收海神三叉戟 很容易被敌人捡去 海神岛接受不了这一点 他对叶峰充满了忌惮 担心使用了神迹 一去不返之后 无法击杀叶峰 然后陪了夫人又折腰 就连手中的海神三叉戟 都被叶峰抢走 那就真是亏大了 看着叶峰驾驶魂岛船越来越远 此刻已经将近远离了海神岛的海域 在眼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小黑点 海神投影 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其实他比任何人都更想要击杀叶峰 因为叶峰的存在 已经威胁到了他的传承之地了 如果现在没有击杀叶峰的话 叶峰很快就会卷土重来 到时候海神岛就危险了 他只不过是一个能量体而已 能量并不是无穷无尽的 每一次唤醒以及战斗 都会消耗他大量神力 一旦神力消耗光了 他便会再次陷入沉睡 而且神力的恢复速度非常慢 少则用几十年 快则用几百年 所以说 海神投影能不及吗 他想要击杀叶峰 一劳永逸 以免消耗自己的神力 他心里很清楚 因为叶峰不是普通的封号斗罗 战斗力非常强悍 而且拥有不死之身 以及种种奇怪的特殊能力 这样 他即便为海神分身 都非常忌惮 但是 他也是实在没有办法 海神投影作为一具分身 跟智能程序差不多 只有在海神岛遇到的生死危机 他才能够觉醒 而且不能够离开海神岛 这一系列的限制 让他根本就动不了叶峰 如果本体在这里 就好了 海神投影跟神界的本体 也是不可以沟通的 两者就像独立的个体 如果神界的本体 不主动联系下界的分身的话 分身是无法将信息传递给本体的 海神岛其他子民 看到海神大人并没有追击 心中暗自着急 但是也没有说什么 因为不需要他们 教海神大人办事 波赛希和七圣柱 想要击杀叶峰 但是没有收到海神大人的指令 也只能作罢 如果没有海神大人的支援 他们可没有办法击杀叶峰 正在所有人都沉默的时候 海神投影忽然传来一阵威严的声音 这声音非常宏大 就像扎带了某种魔力一般 让人听了 经不住心生崇拜 波赛希你带领七圣柱来海神神殿 我有重要的指令要下达 好的 海神大人 波赛希微微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中忽然感到了一股不妙的感觉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错觉 海神大人也奈何不了叶峰 但是这个想法仅仅生了一秒 便被波赛希否定了 在他眼里 海神大人是无敌的 怎么可能打不赢叶峰呢 另外一边 叶峰站在海神岛的甲板上 看到海神投影没有追过来 连忙松了一口气 刚刚在战斗中 他的衣服已经产生多处破损 现在看起来跟乞丐差不多 衣衫蓝绿 有些狼狈 但是魂岛船上的所有猎杀小队 或者说是毁灭小队 都没有任何脸部肌肉抽动 甚至还对叶峰充满了崇拜 叶峰可是武魂殿的一尊战神 是能够跟海神投影般手腕的存在 他们又怎么会笑叶峰狼狈呢 相反 他们还觉得叶峰衣衫蓝绿的感觉非常帅气 是武魂殿最为可爱的人 此刻 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毁灭小队 都被叶峰的人格魅力所征服 觉得眼前这个男人 值得自己去追随一辈子 和这些粗汉子不一样 月流离则温柔 懂事多了 也非常体贴 月流离抬起头 看了叶峰一眼 随后从自己的房间中 拿出一套白色干净的衣服 向着叶峰走过来 满脸崇拜 就像一个小迷妹一样 叶峰哥哥 刚当你好厉害啊 居然能够砍掉海神投影三分之一的身体 我太崇拜你了 现在你的衣服脏了 就让你最亲爱的小助理 来帮你换衣服吧 我保证 将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月流离脸色有些红 手中拿着一条毛巾 笨拙地在叶峰身上擦拭着淤泥 虽然她也是一位未经人士的少女 但是却没有任何退缩 没有别的原因 只是因为对方叫做叶峰 叶峰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衣服一眼 这让她皱了皱眉头 她是一个非常注重自己形象的人 看到自己的衣服被海神撕碎 心中非常不高兴 暗自决定一定要报一件之仇 随后又转过头 看了一眼月流离 月流离脸色羞红 像假黛玉一般 皮肤有些粉色 看起来更加诱人 不知道为什么 叶峰听到月流离的话之后 并没有拒绝 而是笑着反问了一句 你可以吗 你是我的小助理 没必要干这些吓人的活 我可以让其他人来帮我 虽然叶峰表面上是这样说 其实她心里还是渴望月流离 能够帮自己的 毕竟一个娇滴滴的美女 跟其他仆人能够相比吗 我可以的 叶峰哥哥 我愿意伺候您 月流离咬了咬牙开口 虽然她此刻也羞的 想在地面上找一个洞钻进去 但是 一想到自己服务的对象是叶峰哥哥 心中就没有了其他想法 只要能够全心全意 为叶峰哥哥服务就行 那就行 叶峰微微点头 尽量扳起面孔 露出一副冷漠 以及巨人千里之外的模样 这样子 就没有人会发现她表情的不自在了 两人随后往房间里面走去 一个感情有些缺失 一个只是未经人事的少女 两人都娇羞无限 无论是动作 以及说话声音都充满了笨拙 但是 两人又没有说话 仿佛有一种不约而同的默契 其实叶峰也很清楚 她身上的杀气太重了 必须要带一个柔情似水的女生 在自己身边 这样子 才能阴阳调和 减弱自己的杀气 要不然当某一天 她抵挡不住杀气 堕入邪魂失之道 那可就麻烦了 她不害怕堕落 但是她害怕堕入邪魂失之道之后 会失去本我 变成一个只会杀戮的机器 到时候 连自己心爱的人都认不出来了 那就悔不当初了 她跟小雪都还没有结婚呢 叶峰哥哥 你这件衣服也有些破损了 换上这套白色的长袍 外加一件雕毛披风 会显得更加帅气 你觉得如何 月琉璃红着脸 说话声音有些结巴 目光却无比坚定 伺候着叶峰 如此甚好 琉璃你安排即可 叶峰犹豫了一会 淡淡地开口 月琉璃顿时变得大胆起来 根据自己心中的想法 开始装扮叶峰 不一会儿 叶峰的形象顿时大改 叶峰站在镜子前面 前方是一个椭圆形的梳妆镜 镜子很大 能够扔得全身 此刻 叶峰身体一条白色的长袍 外面是雕毛披风 看起来雍容华贵 不但次次报表 更是将他的国字脸的风格 衬托起来 高贵的外表之下 再加上邪魅的面孔 以及炯炯有神的眼睛 让叶峰看起来 就像一个真正的国民明星 不对 甚至比国民明星 更要帅气不少 身处斗罗大陆 即便叶峰没有做什么事情 身上的气质 都是被拉爆的 月琉璃给叶峰 换上了这套衣服 看起来煞是少了很多 多了一股文质彬彬的感觉 叶峰看了一眼 心中非常满意 月琉璃 还是挺懂装扮搭配的 如果自己穿上这套衣服 去见千韧雪的话 恐怕千韧雪 会被自己迷得不要不要的吧 站在叶峰沉默的时候 旁边的月琉璃 看到叶峰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脸色更红了 眼睛根本就离不开一点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叶峰帅气的面孔 黄若想要将叶峰吃下去一样 叶峰哥哥 你实在太好看了 月琉璃情不自禁地 送上赞美之语 因为房间中只剩下两个人 此刻两人对视了一眼 一股暧昧的气氛 瞬间蔓延开来 叶峰有些情感缺失 他不知道自己这么做的对不对 但是他并不讨厌这种感觉 心跳非常快 有一股触电的感觉 也不知道 这算不算是对不起千韧雪 叶峰不愿意去想这件事情 一切遵循 挤得本心即可 月琉璃四孤儿出生 小时候非常悲惨 所以将自己性格都隐藏起来 展现在那样 面前都是冷若冰山 巨人千里之外的冰山美女 现在 遇到自己心爱的人 才将自己小女儿心态展现出来 或者说 将自己原本的性格露出来 为人有些调皮 外加腹黑 少女风格很浓 现在 遇到自己崇拜的人 叶峰 心跳甚至超过了危险线 月琉璃也很喜欢这种感觉 但是她却不知道 这就是爱情 一个堕入勤网的女生 是不会意识到 自己已经喜欢上眼前的男人了 他们都是后知后觉的 琉璃 上次我听说 你被按摩邪神 虎灭了整条村子 但是又找不出具体原因 我觉得 有可能是另有引擎的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让我检查一下 你的身体 叶峰想了想 忽然开口 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 毕竟男女有别 可能是气氛到位了 这些话 就脱口出吧 月琉璃文言 身体僵了一下 脸颊上粉红如血 叶峰哥哥 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按摩邪神 虎吐了整条村子 跟我的身体 有什么关系 月琉璃疑惑不解 但是他也不愿意拒绝 叶峰哥哥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对叶峰哥哥 有一种莫名的信任 即便叶峰哥哥 对他做出更过分的事情 恐怕他也不会拒绝 好奇怪哦 我跟叶峰哥哥 明明什么关系都没有 怎么会产生 这种心态呢 当然可以 月琉璃轻轻点头 脸上娇羞无限 双手攥住袖子 目光中却有无比坚定 然后迈着款款的步伐 来到叶峰前方 两人之间的距离 不足三十厘米 即便隔着空间 也能受到对方身上的气息 月琉璃那白皙的皮肤 瞬间变得粉红起来 即便他的娇躯 已经微微颤抖起来 但是表面上 依旧努力在维持着平静 他很在叶峰哥哥 对自己的印象 不想让叶峰哥哥 觉得自己是那种女人 行吧 那你坐在蒲团上 伸出双手 和我的手掌相对 然后放松 用魂力自由流动 不要做任何抵挡 叶峰淡淡地开口 越到关键时刻 他就越冷静了下来 其实他真的没有 其他的想法 只是单纯地 给月琉璃检查一下身体而已 叶峰已经跟千任雪订婚了 而且感情缺失 轻易不会跟别的女人玩感情 可是身体可以吗 月琉璃很乖巧 微微点头之后 就伸出了自己仙仙玉手 跟叶峰哥哥 洗手相对 两者一触 触电一般的感觉传来 月琉璃浑身都颤抖了起来 条件反射般 就想将双手缩回去 但是后面又想到了什么 连忙将双手稳住了 叶峰的死灵魂力 缓缓流入月琉璃体内 对血液流离体内 进行了一番检查 世间万物皆有灵 暗魔邪神虎 不会无缘无故 灭了月琉璃的村子 其中肯定会有 不为人知的隐情 叶峰答应了帮月琉璃 调查此事 并且灭了暗魔邪神虎 他一直都将这件事情 记在心里 现在对月琉璃检查身体 而是担心月琉璃 拥有特殊的体质 或者说拥有不为人知的 古老血脉 或许这就是暗魔邪神 虎寂予的原因 但是他又没有证据 这只是他一个 虚无缥缈的猜测而已 其中概率甚至没有万分之一 不过概率这种事情 谁又说得准呢 薛定恶的猫 在你没有打开笼子之前 永远不知道 里面是活猫还是死猫 在你没有确定之前 可能事情不会发生 但是事情一旦发生了 那便是百分之一百的概率 魂力缓缓流动 先从月琉璃的血脉开始查起 然后开始检查月琉璃的体质 不过 让叶峰感到意外的是 他并没有任何发现 月琉璃的身体 再正常不过了 这让他有些苦恼 难道自己猜错了 无奈只好收回魂力 睁开双眸 正想让月琉璃清醒过来时 却忽然发现月琉璃身上 出现了一个奇特的事情 只见月琉璃身体 瞬间变成透明状 魂力正在经脉中高速运转 额头上冷汗直冒 仅仅瞬间 月琉璃的身体又是发生突变 原本透明状的身体 忽然变成血红色 身体就像发烧了一样 不对 应该说是自然 温度迅速飙升 人体内的正常温度 是在36和37度之间 叶峰伸出手 往月琉璃的额头上 轻轻碰了一下 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猛然像闪电一般 将双手缩回来 低下头一看 自己的双手 已经被烫得有些粉红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月琉璃体内的温度 怎么会不正常飙升 现在温度烫手 恐怕有上百度高温了吧 忽然间 叶峰身体有些害怕 他担心出了什么变故 是因为自己死灵魂力的原因吗 叶峰不敢再输入死灵气息 害怕事件再次恶化 连忙将自己最精纯的魂力 传输入月琉璃体内 帮助月琉璃压制体内的异常 这股最精纯的 魂力是没有属性的魂力 不会对月琉璃的身体 产生任何影响 叶峰哥哥 我很难受 忽然耳边传来月琉璃 泥泥泥一声 然后这个小姑娘 竟然做出了诡异的事情 竟然想要去趴叶峰白色的长袍 唉 叶峰打掉月琉璃的手 心头有些无奈 月琉璃 这是疯了吗 怎么感觉好像 堕入了某种情欲陷阱 叶峰因为担心月琉璃的安全 现在已经进入了 闲者模式 跟一个和尚 没有什么区别 他正全力排除 月琉璃体内的异常 哪里还有心思想着他 后面叶峰 做出了诸多努力 但是月琉璃 就像自然一样 体内的温度 非但没有降下来 反而变得更高了 现在月琉璃 就像一个火炉 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团火焰 灰飞烟灭 化成灰烬 叶峰实在没有办法了 连忙命令外面的毁灭小队 将几块巨大冰块运进来 将其叠在月琉璃旁边 用来物理降温 冰块非常巨大 每一块都磐石石一样 比一人还要大不少 四块冰块 将月琉璃包裹起来 月琉璃体内的异常 才缓缓得以缓解 但是冰块的融化速度非常快 恐怕只能坚持半小时的样子 就需要重新更换冰块了 叶峰一直坐在月琉璃旁边 守护着月琉璃 虽然他跟月琉璃飞轻飞故 但是不知道 为什么就是不想看到月琉璃出事 现在是进攻海神岛的关键时刻 内部突然出现了变故 如果被海神岛那边知道自己的异常 恐怕会大打不力 一想到这里 叶峰命令毁灭小队 驾驶魂岛船 迅速远离了海神岛 往大海深处驶去 如此情况经历了一天一夜 月琉璃体内的温度终于缓缓降下来了 原本血红色的皮肤也恢复了正常肤色 叶峰抬起头 看了月琉璃一眼 心头狂喜 虽然他不知道 昨天月琉璃生了什么 但是到现在危险 终于挺过去了 琉璃 你感觉怎么样 身体有没有什么异常 叶峰关切地问 懵懂之中 月琉璃意识重新回归身体 睫毛动了动 缓慢张开眼睛 目之所及之处 是叶峰帅气的面孔 脸上微微红了一下 然后又看到地面上 充满冰雪融化的水 顿时感到有些奇怪 叶峰哥哥 我感觉好极了 但是地面上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那么多水 叶峰听到月琉璃的话 忽然沉默了一下 难道说昨天体内的异常 月琉璃并不知道 或者说 丢失了这一段记忆 昨天你体内温度升高 江湖自然 我迫不得已 最好用冰块 帮你物理降温 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 啊 月琉璃眼睛睁得大大的 双眸看了看地面上残留的水迹 然后又转过头 去看了看叶峰 露出一股 难以置信的神色 我只记得 昨天叶峰哥哥说 要帮我检查身体 然后魂力进入我体内之后 我就感觉自己 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 随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样啊 叶峰看了月琉璃一眼 月琉璃所说的话 不像是作假 而且他也觉得 用琉璃是可信任的 但是 昨晚的一场 却是真真切切的存在 难道说月琉璃体内 还藏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秘密不成 你先别动 我再帮你检查一下 说着 叶峰便再次用魂力 侵入了月琉璃体内 只不过这一次 他没有再使用死灵魂力 而是使用那种 没有任何属性的魂力 魂力刚刚检查到 丹田位置 叶峰身体猛然僵住了 眼睛睁得大大的 浑身上下 充满了诧异 月琉璃敏锐地 察觉到叶峰的变化 心中忽然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难道说我的身体 发生了某些奇特的变化 叶峰哥哥 怎么样 是不是琉璃的身体 出现问题了 月琉璃歪着头 声音中充满了疑惑 以及担忧 没有问题 至于具体的 你自己用精神力查看一下 就知道了 叶峰笑了笑 没有直接回答月琉璃的话 反而神秘地卖了一个关子 啊 因为叶峰没有说话 这让月琉璃感到更奇怪了 连忙伸出精神力 对自己进行内视 然而下一秒 月琉璃也变得跟叶峰差不多 眼睛睁得大大的 满脸难以置信 浑浑浑 浑豆罗 我什么时候提升到 浑豆罗修位了 月琉璃的声音有些结巴 如同梦幻一般 令人感到非常不真实 因为他不止提升到了 魂斗罗修位 而且还晋升到 魂斗罗巅峰 直接跨越了几个大街 省了几十年的光阴 距离一招封号斗罗 只差一丝而已 叶峰同样也很疑惑 他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昨天他只是将一段 死灵魂力 注入月琉璃体内 然后月琉璃身体 就发生了异常 等再次恢复正常的时候 已经是 魂斗罗巅峰了 除了没有对应的魂环之外 是一个 货真价实的 魂斗罗巅峰 难道说月琉璃的魂力 跟我的死灵气息 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死灵气息 催化了月琉璃体内的魂力 让月琉璃的修为 得到飙升 还是说 月琉璃本身就具有 特殊体质 自己的死灵气息 将这种特殊体质启动了 还是说 两人的魂力气和 可以发展成五魂融合节 叶峰疑惑不解 刚才我帮你检查身体的时候 你体内的魂力 和我的死灵魂力 融合在一起 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 然后你就晋升到魂斗罗了 但是如果你问我 什么原因的话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叶峰沉默了一会 决定如实相告 月琉璃肯定拥有 特殊的体质 要不然不会突然突然 提升那么多修为的 月琉璃听了 叶峰的话之后 也没有想太多 反正能够晋升修为 就是好事情 为什么要寻根问底呢 月琉璃 有时候就是这么 没心没肺 管她呢 如果融合死灵魂力 能够让我升级的话 那我再多融合几次 是不是可以直接晋升到 风号斗罗了 忽然月琉璃 好像想到了什么事情一样 笑叶如烟 整个人 就像一朵玫瑰花一样 绽放着自己的美丽 唉 理论上是如此 但是因为融合死灵魂力 会让你的身体发生自然 这可是一件 非常冒险的事情 刚刚你都在鬼门关 走了一趟了 现在没有研究清楚 死灵魂力和你的特殊体质 所产生的作用的时候 我是不会再和你冒险了 叶峰摇了摇头 他是真的将月琉璃 当成自己的亲人 要不然 他可不会说出 如此掏心掏肺的话 行吧 月琉璃撅起嘴巴 虽然他很想晋升到 风号斗罗 但是也很清楚 叶峰在为他安全着想 能够有人关心 自己的安全 心里还是感到 挺温暖的 结束了之后 叶峰就离开了琉璃的房间 虽然他对这个小姑娘 有一股莫名的亲近感 但是他知道 这个亲近感是错误的 所以一直保持 两人之间的距离 而且他的情感 有些缺失 也根本看不出来 月琉璃这个小姑娘 对他有意思 他在魂岛船上 休息了三天 这三天时间 主要以休息为主 也没有什么 特殊的事情发生 哦 对了 他在大海中 寻找了几头十万年魂兽 将之猎杀了 给月琉璃当魂环 月琉璃吸收了 几头十万年魂环 有些死不自胜 但是却始终没有突破 最后一道关卡 没能踏入封号斗罗行列 这让叶峰和月琉璃 都有些遗憾 叶峰的实力 已经恢复巅峰 无论是经历魂力 还是召唤物 都已经是最强的状态 这次他准备 再去覆灭海神岛 因为忌惮 海神投影的实力 而且毁灭小队 也根本帮不上忙 所以叶峰 思考再三之后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他准备 孤身前往海神岛 一人灭海神岛 一个人坦荡荡 那就就意味着 他没有弱点 叶峰本身就具有不死之身 而且第六魂环 到第九魂环 都是神迹 就像法师中的静咒 威力巨大 那是真正底牌的存在 因为没有必要 所以叶峰 从来没有展示过 自己后面的神迹 但是现在的话 他准备让海神投影 尝一尝神迹的味道 真是希望海神岛 能够顶住 要不然将整个海神岛 都打沉了 那就不好玩了 叶峰哥哥 你确定了吗 真的一个人去 毁灭海神岛吗 月琉璃 穿着一套红色的长袍 看起来有些妖艳 金色雕毛 和大白腿上穿着黑丝 更是令人感到诱惑万千 自从月琉璃 跟在叶峰身边之后 身体的气质 也逐渐发生改变 刚开始她 就像是一个落魄的灰姑娘 但是现在 颇有一种女主的感觉 打扮起来 让人看得非常磅礴大气 嗯 叶峰微微点头 她没有跟月琉璃解释什么 身为裁决店的店主 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 她有权利独自做决定 那你可得注意安全 琉璃 永远在浑岛船上等你归来 不知道为什么 当月琉璃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脸色瞬间变得通红起来 一股娇羞从心底蔓延 好奇怪哦 自己为什么会说 如此暧昧的话呢 如此暧昧的话 不应该是叶峰的正牌女友说的吗 忽然间 月琉璃有些羡慕 听说千任雪是叶峰 已经订婚了的正牌女友 那千任雪可真是幸福 世界上两条腿的蛤蟆 很容易找 但是像叶峰这么优秀的男人 却一个也没有 但是月琉璃 也没有想过跟千任雪抢 因为她知道自己 只是一个落魄的灰姑娘而已 而且任雪是五魂殿的天使少主 无论身份还是地位 都根本无法和千任雪相提并论 放心吧 我比你想象中更强大 而且 我还有无数底牌藏着 海神投影 只是一道分身而已 根本无法奈何我 叶峰拍了拍胸脯 随后一步踏出 从魂岛船上落到大海中 双脚漂浮在大海上 魂力在脚掌中 提供一种福利 让她可以在大海中直立行走 其实 叶峰也可以直接飞过去 但是 直接飞过去的话 会被海神投影发现 危险系数会高很多 虽然叶峰不怕海神投影 但是她更愿意选择一种 更加安全的方式 叶峰压制体内的魂力 在大海中行走 速度不及不徐 就像是在散步一样 足足走了半天 她才来到 海神岛的海岸线上 举目望去 海岸线上已经草木皆兵 无数魂岛炮 以及各种各样的魂式军团 在巡逻 搞这么大阵势 再欢迎我吗 哈哈 我真是有面子 叶峰在心里自嘲一声 幸亏她独自前往 如果驾驶魂岛船的话 可能还没有靠近海神岛 就被魂岛炮攻击了 到时候损失就大了 因为叶峰的实力过于强大 除非直接遇到波赛西和七圣主 否则是没有人能够发现叶 得存在的 所以 叶峰如入无人之境 仅仅几个小时 就摸到了海神神殿 也许是因为海神岛正处于战争中 和海神分身已经清醒过来 叶峰进入海神岛的时候 并没有触发海神的考核 海神殿装修非常漂亮 十二根石柱拔地而起 作为地基 支撑其海神岛 让海神岛看起来就像悬浮在半空中一样 石柱和墙壁中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 其中很多都是大海深处的神秘生物 而且是人类从来没有见过的 显得非常宏伟壮观 叶峰来到海神殿周围 距离海神殿 还有一公里左右的时候 就停了下来 因为他不敢保证 如果自己继续向前的话 会不会被海神投影发现 叶峰匍匐在海神殿周围的阴影中 将精神力凝聚成一束细线 向海神岛里面探去 因为他是死灵魂师的原因 拥有非常强大的精神力 即便是极限斗罗 恐怕也没有他的精神力强 这也是叶峰的一大底牌之一 他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 暴露过自己的强大精神力 在精神力范围内 他能够清晰地看到 海神殿里面的情形 波赛西坐在海神殿中央 旁边有七块蒲团 或者说是立柱 象征着海神岛的七圣柱 波赛西面无表情 手持海神权杖 水蓝色的长裙不断飘舞 不怒而微 眼睛朝着七圣柱扫视了一眼之后 那没有夹带任何表情的声音 就传过来了 刚刚海神大人给我传来消息 叶峰已经潜入海神岛了 让我们商讨出一个应对的办法 大家都来说一说吧 咱们应该怎么样对付叶峰 七圣柱闻言 忽然间沉默一下 他们没有想到 叶峰的攻击竟然会来得那么快 而且已经潜入了海神岛 这该如何是好 不是说七圣柱看不起自己 而是他们都有自知之明 虽然他们为封号斗罗 但是封号斗罗也有强弱的 一旦他们对上叶峰 就只有被秒杀的份 七圣柱所有人脸上 都蒙上了一股阴霾 恐惧不自觉就扩散开来 叶峰听到波赛西的话 顿时皱了皱眉头 原本他以为自己潜入海神岛 已经做到了天衣无缝 没想到刚进来 就被海神投影发现了 这情况好像有些不妙 不过 既然海神投影发现自己了 那为什么没来杀自己呢 是没有逼圣的把握吗 还是说 海神投影只能模糊感觉到 他进入海神岛 而无法定位他准确的位置 叶峰不清楚 也想不通 决定先打探一下情报 再静观气垫 当然如果有办法将海神三叉戟偷过来 那就更好不过了 很快 波赛西和七圣柱之间的对话 就解开了叶峰心中的疑虑 海龙大人思考良久 然后抬起头看着波赛西 斗胆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大祭司 既然海神大人已经发现了叶峰 那么海神大人 为什么不直接灭了叶峰 一劳永逸 以绝后患呢 其他几位斗罗 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随着海龙斗罗的开口 他们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波赛西了 很显然 他们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波赛西 不瞒你们说 其实当初我对这个问题 也非常疑惑 我也问过海神大人 海神大人给我的答复是 虽然他能感应到 叶峰已经进入了海神岛 但是并没有那么多神念 扫描整个海神岛 所以并不知晓叶峰的具体位置 海神大人是想将神力省下来 用尽全力去对付叶峰 所以我们需要为海神大人 做好一些前提准备工作 比如说 找到叶峰的具体位置 并且对叶峰进行骚扰攻击 消耗叶峰的魂力 七圣柱终于明白了过来 感情是海神大人的能量不足了 没有办法用神念扫描整个海神岛 既然如此的话 那岂不是意味着 海神岛危险了 虽然这样想对海神大人非常不敬 但是这个就是事实 他们是海神岛上的守护者 自然知道 海神大人恢复能量的时间 需要多久 这只不过是区区三天时间 海神大人根本来不及恢复神力 这时候 旁边一位长得翘生生的 女斗罗的淡淡的声音传过来了 这便是海神岛七圣柱中 唯一的女封号斗罗 海女斗罗 大祭司 我觉得 咱们应该重点守护好海神殿 无论叶峰因为什么原因 偷偷潜入海神岛 但是 既然他还隐藏在暗中 就一定会有目的的 咱们只需要守住待兔即可 海望斗罗摇了摇头 他持有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 我们应该立刻全岛搜捕 尽早发现叶峰的存在 让海神大人去将叶峰击杀了 否则的话 叶峰每在海神岛上多待一秒 便会对海神岛造成多一份的威胁 咱们就有可能造成更多的海神岛子民死去 波赛西听了两人的回答之后 忽然沉默了下去 无论是海女斗罗还是海望斗罗 所提的这两个建议都并非没有道理的 一个建议是死守 守株待兔 一个建议是雷霆出击 迅速灭杀叶峰 减少海神岛损失 但是这两个建议都有相对应的优点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波赛西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然后发动投票 结果除了海女斗罗之外 其他六名斗罗都赞成海望斗罗的方案 那就是 全岛搜捕迅速灭杀叶峰 波赛西只好发动海神令 动用整个海神岛的力量 企图快速找出叶峰的踪迹 然而 他们不知道的是 刚才他们在海神岛上的会议内容 全都一字不落地落在了叶峰耳中 叶峰嘴角一勾 脑海中心思电转 顿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什么叫做灯下黑 这里就是灯下黑 波赛西已经发动海神令进行全岛搜捕 但是海神殿作为海神岛上最神圣最强大的核心 就是他们认为叶峰最不可能来的地方 因此 他们搜索的重点肯定不在海神殿 正所谓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如果我等他们全都去全岛搜捕的时候 然后偷偷将海神三叉戟抢抢到手了 那岂不是能够赢得先手 为自己灭海神岛又增加了一丝胜算 刚刚叶峰已经观察过了 海神投影上次召唤了海神三叉戟之后 并没有将海神三叉戟藏起来 而是又放回了海神殿的中央 换一句话来说 只要他的速度足够快 就能在海神投影还没反应过来前 将海神三叉戟抢走 虽然如果海神投影发现 叶峰抢走了海神三叉戟肯定会暴怒 但是没了海神三叉戟的海神投影 危险性大大降低 叶峰根本就不再惧怕对方了 叶峰如同化作一道黑影 藏在黑暗之中 平住呼吸 尽量降低自己的心率 以免被其他人发现 不过 幸运的是 叶峰所存在的角落 却始终都没有人来寻查 虽然偶尔有几拨魂式军团经过 但是因为这里是海神殿的原因 所以他们都没有仔细搜查 只是看了一眼便匆匆离开了 毕竟谁能想到叶峰居然藏在海神大人的眼皮底下呢 叶木降临 黑暗笼罩大地 神手不见五指 叶峰一直匍匐在角落中 静静地等待着时间过去 凌晨4点30分 正是人类睡得最深的时候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却忽然睁开眼睛 两只眼睛幽光闪闪 就如同幽灵一样 叶峰盯着海神殿中央位置 中央位置放着一个如同子舞盘一样的东西 或者说是日轨 日轨中央插着一柄神器 这便是号称十万零八千斤的海神三叉戟 一头是鱼叉状 另外一头是圆润的极柄 集体上带着神秘的符纹 符纹是浅蓝色的 恍若大海的力量一样 双眸金光一闪 双腿微微弯曲 将所有力量凝聚在腰部 然后猛然一蹬地面 身体便爆发出一股巨大的速度 往海神三叉戟冲去 其中速度之快 在身后拉出一连串的残影 然而 虽然叶峰的速度很快了 但是依旧惊醒了 正在海神殿中休养的海神投影 一个巨大的能量体忽然站起来 浅蓝色的双眸张开 看到也会正在迅速 往海神三叉戟冲刺的夜风 顿时好像想到了什么 变得怒不可遏 数子 而敢 你这是找死 巨大的声音 恍若天音一般 直接传遍了整个海神岛 正在外面进行全程搜捕的波赛西 七圣柱以及魂狮军团 听到海神投影的话之后 顿时感到大事不妙 明明他们已经很小心了 为什么还是被偷家了呢 尤其是波赛西 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海神殿肯定是出事了 要不然 海神大人不会如此愤怒的 全体听令 跟我返回海神殿 七圣柱和魂狮军团 微微点头 然后便无数身影 如同黑点一般 密密麻麻地向海神殿走去 另外一边 夜风速度非常快 现在已经将近靠近海神三叉戟了 虽然他知道 海神三叉戟是一笔神器 但是他有系统空间 系统是无物不可收的 只要他能够接触到海神三叉戟 就能将其收入系统空间中 到时候 海神投影愤怒 也没有办法了 五十米 四十米 三十米 二十米 夜风在距离海神三叉戟 还剩下二十米的时候 忽然浑身机灵 一股窒息的气息 从身后传来 让他全身肌肉炸响 针尖般刺痛传来 那是肌肉在不断预警 夜风脸色一变 但是他却没有停下来 心念一动 从召唤空间中 召唤出一百骷髅战士 第一个红色的魂环猛然亮起 九条远古古龙 从空间裂缝中 传来一阵阵龙吟 环绕整个海神殿 没错 夜风是准备用这些召唤物 当成自己的肉垫 有了这些肉垫的保护 他就能成功去到海神三叉戟前方 前方海神三叉戟 在不断颤抖 恍若下一秒 便会飞回海神投影身边 后方有海神投影在追击 可谓是前有追兵后有虎 夜风却截然不惧 因为他拥有伤害转移技能 将海神三叉戟抢走 那便是胜利 海神投影看到夜风 非但没有停下来 反而加快了速度 心底更加暴怒 双眸就像喷出火来一样 手中的攻击变得更快了 用能量换化成一柄锯锤 锯锤非常巨大 如同泰山压顶一般 夹带万军之力 直接向夜风扫去 这是海神投影 没有任何保留的权力一击 其中蕴含了非常恐怖的能量 其中战斗力 怕是已经超过了半神 达到了三级神境界 海神的神力 刚接触到骷髅战士 和远古古龙 瞬间就将骷髅战士 和远古古龙摧毁了 怎么说呢 就好像往召唤路中央 丢了一颗核弹 在巨大的能量冲击下 所有召唤物都化成机粉 虽然只是阻挡了一瞬间 但是这却是争分夺秒的时刻 夜风在这一段时刻中 已经跨越了20米的距离 出现在海神三叉戟旁边 右手一握 握不断颤抖 想要回到主人身边的 海神三叉戟机体上 夜风随即对这系统空间 轻念了一声 声音有些急迫 但是问题不大 系统作为自己的金手指 即便自己没有说话 系统也能感应到自己的想法 系统将海神三叉戟 收入系统空间 好的 如你所愿 随着系统冰冷的声音落下 顿时一股黑红色的神秘物体出现 这股神秘的雾 笼罩在海神三叉戟上 瞬间正在不断颤抖的海神三叉戟 就平静了下来 下一秒便直接消失在海神殿中 海神大人的神力又到了 巨大的能量攻击在夜风身体上 但是这除了给夜风 带来一定的心理影响之外 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他的所有伤害 都由自己的召唤物承担 在众人看不见的召唤空间中 一个骷髅战士灵魂之火 瞬间祭灭 坚固无比的骨架 也随之化成积粉 海神投影看到眼前这一幕 尤其是看到海神三叉戟消失了 顿时变得无比愤怒 海神三叉戟 是陪伴了他一辈子的神器 现在就这么在自己眼前 被夜风抢走了 这让他如何受得了 庶子 你竟然敢将海神三叉戟抢走了 赶紧还回来 那我还能饶你不死 夜风嘴角一阵嘲讽 然后双脚一番 在空中划过一道弧度 稳稳地站在旁边 其中一个七圣柱平台上 你说我会有那么啥吗 好不容易将海神三叉戟抢在手 还会还给你 真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小可爱 海神投影闻言 脸色顿时变得一阵轻一阵白了起来 胸脯气鼓鼓的 特么的 你才是小可爱 你全家都是小可爱 海神投影直接气炸了 他从来都没有受过如此屈辱 尤其是小可爱这三个字 让他完全受不了 作为一个征服了大海的神体 心中自然是非常骄傲的 现在被夜风这样屈辱 顿时有些发狂 也有些失去理智 你给我死 我海神在此起誓 必然要将你斩杀于马下 否则的话 我就不配作为海神 夜风嘴角一勾 这威胁毫无意义 本身就已经是生死之敌了 还在这里放狠话 只会显得你是小丑而已 你只是海神的一道分身而已 别蹭笛子上脸 你肯磨的 根本就代表不了海神 而且 你觉得没了海神三叉戟的 你还能杀了我吗 相反 我才能灭了你的海神岛 你 给我死 牙尖嘴里的小伙子 海神投影 怒不可遏 直接使用自己最强大的神技 海神的黄昏 海神的黄昏 是海神最为强大的技能 需要配合海神三叉戟使用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现在 因为海神三叉戟 被夜风抢走了 所以 海神投影 只能用自己的神力 变化成一个能量的三叉戟 以致来驱使海神的黄昏 但是战斗力却大打折扣 能量所化的武器 在天空中 瞬间打出黄金十三戟 一道黄色的海神能量 从天而起 直接向夜风杀去 因为夜风是独自潜入海神殿的 他没有带五魂殿的人 月琉璃也不在这里孤身一人 可以说是毫无弱点 他可以肆意地使用自己的神技 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见过我的第七魂记 是时候 让我的第七魂记面试了 而我的第七魂记是神技 你这个小可爱 说谎都不打草岛的 神技是只有神才能掌握的技能 你区区一个普通的封号斗罗 怎么可能掌握神技 这是我听过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海神投影 嘴角一勾 忍不住嘲讽了一声 现在下界最高修为 就是极限斗罗 根本就没有神技的概念 恐怕这个小可爱 都不知道 什么是神技吧 就在这里胡说一通 真是可笑至极 面对海神投影的质疑 叶峰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不擅长跟敌人打口水仗 更喜欢以事实来解决问题 体内魂力一动 第七个血红色的魂环 瞬间亮了起来 随着一股恐怖的死灵气息 蔓延的整个海神道 怎么说呢 这就像是有一种 恶鬼降临前的感觉 所有人身体 都会不自觉地 生起一股毛骨悚然 第七魂记 神技 死灵陨落 与此同时 波赛西和七圣柱 正在快速赶回海神殿 虽然他们的速度 已经快到了极致 甚至燃烧了潜能 速度破了纪录 但是他们依旧觉得 自己的速度太慢了 想要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海神岛是他们的家园 而他们家人 最核心的地方 就是海神殿 现在海神殿出现了变故 遭遇了敌人的入侵 他们心底自然非常担忧 甚至恐惧至极 海龙 斗罗满脸蒙上了阴霾 虽然现在距离海神殿 还剩下不到一千米 但是随着越来越 靠近海神殿 心中那股不妙的感觉 就越发强烈 大祭司 海神大人和海神殿 不会出现什么事吧 不会 海神大人 是至今最为强大的存在 虽然叶峰就像开挂一样 战斗力也非常诡异 但是也绝对不可能 战胜海神大人的 现在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 叶峰趁机将海神殿毁了 那么 我们的家园就没有了 波赛西皱着眉头 安慰着手下的七圣柱 虽然他心中 也有这股不好的预感 但是丝毫也不敢表现在脸上 作为一个领导者 在遭遇危机的时候 尤其是不能慌 要保持沉着冷静 带领海神岛迎击敌人 因为如果社会领导者 都表现出恐慌的话 那么自己的手下会更加恐慌 然后就无法领导手下的人了 这时候 海女斗罗也将头伸过来 附和了一声 是啊 我觉得 海神大人肯定会没事的 只是海神殿的话 波赛西摇了摇头 打断了他们的话 他们现在谁也别再说话了 尽快返回海神殿 将海神殿保护起来 我们务必要守护好自己的家园 好的 七圣柱 微微点头 双脚丝毫没有停留 速度甚至更快了几分 不断往海神殿掠去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波赛西和七圣柱的脚步忽然一致 满脸惊恐地看着前方的海神殿 一股毛骨悚然 从心底最深处升腾起来 如同恶鬼升起的前奏 没有任何源头 但是恐惧却从心中来 这是怎么回事 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恐惧 海神大人又放大招了吗 不对 就好像是极致邪恶的气息 难道是叶峰释放的技能吗 一想到这里 众人顿时面面相去了一眼 然后猛然又摇了摇头 这种能够影响如此大范围的技能 他们不认为叶峰能够释放出来 应该不可能吧 叶峰怎么会释放出如此强大的技能 会不会是只是徒有其表而已 表面上看似很吓人 其实战斗力弱过一逼 众人轻声地说了一句 随后声音便变得越来越弱了 因为他们也没信心说服自己 与现场恐怖的天地气息来算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技能 一旦这个技能释放出来 很有可能遭遇非常可怕的结果 然而 下一秒 他们便感到了一个令他们无比恐惧 却又终生难忘的场景 只见海神殿忽然被黑暗笼罩 无边的邪恶气息 从海神殿的缝隙中蔓延而出 覆盖在海神岛表面上 原本神圣的海神 就如同被黑暗侵蚀了一般 瞬间变得无比邪恶 然后海神殿轰然坍塌 不对 准确一点是往外翻 就好像海神殿里面 盘踞了一只巨大的怪兽哥斯拉 那只洪荒巨兽正在愤怒 暴走 身体不断膨胀 将海神岛撑开 让其瞬间从里往外炸开 变得四分五裂 然后 那只巨大的哥斯拉从里面走了出来 一个巨大而又恐怖的黑色虚影 注立在海神殿上空 这是虚影 还是鬼影 没有人知道 波赛西和七圣柱 满脸恐惧地看着前方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居然如此强大 顾不上心头的震惊 双腿一蹬在地面上 速度更快 往海神殿冲去 现在海神殿出事了 虽然他们知道很有可能 自己根本无能为力 但是海神殿是他们的家 无论能否帮上忙 他们都必须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当他们靠近了海神殿之后 才真正地看清了 眼前这个巨兽的真面目 那是一头高达数千米 双眸是新红色 浑身冒着邪恶气息的滔天巨兽 巨兽就立在海神殿上空 将海神殿都弄坍塌了 海神大人就在前方 海神大人的身躯 只不过是十几米高 在这个邪恶的巨兽脚下 而是一个巨大的黑影 叶峰无视了海神的攻击 反正无法对自己造成真正的伤害 心念一动 眼前的黑影顿时升天而去 无边的黑暗笼罩整个海神岛 黑影升腾到半空中 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巨球 直接向下方的海神岛砸去 这股力量非常强大 即便波赛西和七圣柱 没有在攻击的中央 那股死亡王的窒息感 依旧盘旋在他们灵魂之中 那就好像是死亡前的宣判 他们没法反抗 或者说反抗也没有任何作用 叶峰的第七个魂迹 已经动用了这世界上的死灵法则 其中攻击力之强 在斗罗大陆上 甚至没有任何敌手 海神投影 感受到上方恐惧的攻击 顿时亡魂接冒 无尽的恐惧 从心底升起 尤其是 当他看到叶峰攻击的对象 并不是自己 而是他脚下的海神岛 顿时更加发狂了 树子 你敢 有什么你可以冲着我来 你可别针对我的海神岛 海神投影怒吼一声 其中暴怒的声音 让人隔着屏幕 都能感觉到 海神投影的怒火 叶峰嘴角完美一笑 并没有理会海神投影的怒吼 我的目标就是毁灭海神岛 现在一步到位 不是挺好的吗 叶峰凌空而起 将自己的召唤物都收起来 然后飞到半空中 在巨大的能量球上方 猛然加大能量输出 背后的死灵武魂 耀眼到极致 巨大的能量球 恍若半个海神岛那么大 将大半个海神岛都覆盖了 郭赛希抬起头 看着上方恐怖的攻击动作 完全止住了 一时反抗的情绪都升不起来 七胜柱和其他海神岛子民 反应也差不多 无比的惊恐 这是什么技能 最可怕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我怎么感觉 叶峰使出来的黑色巨球 有大半个海神岛那么大 叶峰怎么可能使出 如此强大的神技呢 怎么办才好 也不知道 海神大人能不能顶得住 难道我这样死了吗 这巨大的攻击 肯定会将海神岛击沉的 我们该怎么办 海神岛可是我们的家园啊 随着黑色巨球越来越近 海神岛上所有子民都绝望了 一个接着一个匍匐在地 眼睛睁得大大的 脸上没有带着任何情绪 静静等待着死亡来临 怎么说呢 现在 他们就像是即将执行死刑的死刑犯 既然结果已经注定 也无法反抗 那么他们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静静等待死亡的来临 与此同时 你 可恶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海神投影 怒不可恶一声 然后燃烧自己体内的能量 使用出迄今为止 它最为强大的防御技能 神迹 海神盾 随着海神投影的声音落下 海神投影 顿时疯了似的 召唤大海的能量 让整个大海的大海之力 凝聚在自己身上 一道淡蓝色的海神神力 光幕升起来 这一道光幕 虽然看起来很薄 但是却使人们心中最后的希望 得到大海之力的加持 光幕速度非常快 仅仅一瞬间 就将海神岛全部包裹起来了 海神盾是半圆形的形状 闪耀着淡淡的黄光 或者说是海神之光 其实因为海神投影 失去了本命神器 海神三叉戟 这并不是海神盾的最强形态 海神盾的最强形态 是需要用海神三叉戟的 海神之星加持 我的神迹 又岂是你区区一个分身 能够抵挡的 简直是蝼蚁 也想跟日月争辉 叶峰看着海神投影 在做无谓的挣扎 心底经不住嘲讽一声 随着叶峰的声音落下 黑色巨球攻击瞬间而至 落在海神盾上 海神殿只不过 刚坚持了两秒 就瞬间倒塌 无尽的碎片画作 点点星光消失在天地间 黑色的巨球 静直向海神岛坠落 如同末日降临一般 虽然海神投影 想要拼尽全力 护住海神岛 但是在叶峰强大的神迹攻击下 真的抵挡得住吗 不管海神岛上的人 愿不愿意 攻击都会到来 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接受 该来的还是会来 叶峰的神迹 静直落在海神岛上 他那些露出一股 火星撞地球的巨响 其中声音震耳欲聋 几乎要将众人的耳膜震碎 紧接着 海神岛便不断颤动了起来 或者说是抖动 刚开始抖动不明显 但是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剧烈 橱柜中碗筷开始发出 咚咚咚咚响 紧接着 无数建筑物开始摇曳 好像十二级地震一样 大地震动 并且接连牵动周围的大海 引发剧烈的海啸 大地震加上海啸 原本这两样都是自然灾害 然而现在 却被叶峰的神迹施展出来 其中对海神岛的毁灭效果 不亚于刚才黑色巨球的攻击 黑色巨球 只是碾压一部分区域而已 而所引发的大地震和海啸 席卷了整个海神岛 末日将至 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 却浑然未决 直到死亡来临 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这便是弱者的悲哀 波赛西和七圣柱 已经是海神岛上的顶尖强者了 可是 即便是强者 又能如何 根本无可奈何 海神岛上无数生灵在这一刻死亡 去年海神岛也被黑色巨球 砸成了三公分 原本是七座城市连在一起的岛屿 现在忽然分裂成四半 中间有一条无尽的裂缝隔开 海神岛分成了东南西北四半 海神岛上所有魂师军团 以及平民百姓 都在大自然的伟力下 直接去见了如来佛祖 波赛西和七圣柱 以及其他那些姓女儿 凭借运气活了下来 但是他们身体却没有任何反应 双眸泛白 没有任何光芒 恍若已经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就在当前 他们目睹了海神岛灭亡 亦是目睹了自己家园灭亡 哀莫大于心死 自己的家园都没有了 他们完全没有再活下去的理由 曾经海神岛是他们的信仰 是战无不胜无敌的存在 现在是被一个普通的魂师大臣了 其中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 然而 海神投影看到叶峰将自己的传承之地毁了 身体根本就接受不了一点 直接就疯狂了 如同一条疯狗一样 追着叶峰不断攻击 虽然叶峰刚刚使用了神技 魂力已经消耗了一大半 但是依旧拥有一战之力 海神投影体内的神力也消耗得七七八八了 原本十多米高的能量体 现在已经变成正常人般大小 体积缩小了十倍不止 叶峰已经不再惧怕海神投影了 还是那一句话 现在的海神投影只不过是一具分身而已 只要本体不在这里 它便无惧 两人在半空中攻击你来我往 逐渐陷入了战斗末期 因为海神投影如同无根之源 一旦将体内的神力消耗了 便没有办法补充 现在已经处于劣势 战斗越来越力不从心 如果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失败是必然的事情 海神投影慢慢地冷静下来 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脑海中无数念头涌起 想要思考出破局之法 然而 却上天无门 入地无落 在叶峰强大的实力下 根本没有任何破局之法 海神岛唯有灭亡而已 海神投影 你还来不来 叶峰笑了笑 看着前方虚弱的海神投影 终于禁不住松了一口气 事情发展到现在 基本上已经成为定局了 海神岛的毁灭 已经成为必然事件 等等 我的系统是杀戮系统 如果将海神的一个分身杀掉 那我该会获得多少杀戮点呀 到时候 死灵武魂会不会再次升级 而我的魂力会不会升级 想着想着 叶峰就充满了期待 如果海神岛没用了的话 这将海神岛上所有人都杀了 包括波赛西和七圣主 这些都是他获取杀戮点的来源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海神投影好像忽然想通了一样 忽然停住手中的动作 整个人也变得垂头丧气了起来 刚刚他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现在他已经不是叶峰的对手了 而且他无法联系在神界的本体 换一句话来说 就是海神岛必然会灭亡了 继续跟叶峰战斗 除了会激怒叶峰 加快海神岛的灭亡之外 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到了现在 海神投影之道大势已去 想要海神岛没有彻底毁灭的话 现在只有唯一的一个办法 那就是给叶峰服个软 然后再给对方磕个头什么的 在许诺给叶峰无法拒绝的利益 或许这样 叶峰会放过他们海神岛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了 叶峰 我们能不能聊一聊 海神投影声音中带着一丝憋屈 但是又无可奈何 可以 叶峰也停下手中的攻击 站在战海神投影对面 两人相对而视 有一股针尖对麦芒的感觉 叶峰之所以停下攻击 是想看一下 海神投影到底想玩神妖花样 或者说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利益可以抢夺的 当然 他的初衷是不会改变的 覆灭海神岛 将五魂殿未来的敌人 消灭于萌芽之中 这时候 海神投影淡淡的声音传过来了 我说了 我认在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海神岛 叶峰嘴角露出一股玩味 并没有说话 眼睛一直盯着海神投影 给了他一个 只会一会不可言传的眼神 我本来就是为了毁灭海神岛来的 你还想让我放过海神岛 梦里什么都有 求求你 赶紧长眠吧 海神投影看到叶峰并没有说话 声音忽然变得有些杰斯底里 你怎么可以这样 现在你都将海神岛打成了一半 七座连在一起的城市 也分裂成了四块 海神岛已经不在 甚至连我的传承之地 海神神殿 也被你回去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难道你真的要将海神岛全部回去吗 他们可是上百万条人命啊 海神投影绝望的声音传过来 有些断断续续 语无伦次 那就跟我喝干 叶峰嘲讽地勾了勾嘴角 你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海神岛 原本海神投影想要骂娘的 但是后面又想到海神岛的生死存亡 就在叶峰的一念之间 然后连忙将心底的愤怒压下去 脸上也变得和颜悦色了起来 他 海神 波赛东 还是第一次受到如此屈辱 平时别人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 哪怕没有客客气气 那些人也已经死了 海神投影 纵横大海上千年 之前没有吃过的苦 现在全都吃了 之前没有吃过的委屈 现在全都吃了 关键是他还不能将心底的愤怒表现出来 而且还要像一条哈巴狗一样 摇头摆尾求饶 想让我放到海神岛 那也是未尝不可 但是 你必须要拿出令我心动的筹码 并且 为了你们海神岛以后 不会威胁到五魂殿的存在 你们海神岛上所有子民 永生永世 不能踏出海神岛半步 叶峰笑了笑开口 其实海神岛他是灭定的了 现在这样说的话 只不过是稳住海神投影 看看海神投影 还有什么筹码可以拿出来 他不会那么蠢 现在都胜券在握了 可以直接灭了海神岛 就绝对不会放虎归山 仁慈不长兵 长兵不仁慈 养虎不成终成患 斩草就要除根 只要能灭了海神岛 海神投影所拿出来的筹码 照样是我的 筹码 海神岛有什么筹码呢 海神投影文言 瞬间沉没了 根本没有什么筹码 海神岛作为海神的传承之地 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海神的传承了 或者说是海神神位 但是很明显 海神神位不能给叶峰 而且 就算他愿意将海神神位给叶峰 叶峰也不会要 像叶峰这种天之骄子 肯定早就有神明在看着的了 很有可能是传承死灵之神 或者说是召唤之神 还 跟叶峰的风格格格不入 也会根本不会接受的 除了海神神位之外 我还有什么筹码 海神投影忽然沉没了 脑海中不断思考 海神岛到底有什么东西 可以打动叶峰的 海神岛被打成四块 海神殿直接就成了一片废墟 海神三叉几神器 也被叶峰抢走了 就连海神岛的子民 都死得七七八八八了 如果想要用这些东西 来打动叶峰的话 很明显根本不可能 可是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 能打动叶峰呢 能够给叶峰带来什么筹码呢 叶峰抬起头 看了海神投影一眼 嘴角微微勾起来 露出一股玩味的笑容 是找不到筹码对吧 那我刚刚的魂迹 再次使用一次 将整个海神岛击沉了算了 反正我的目标 也是毁灭海神岛 海神投影文言 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了起来 将刚刚的魂迹 再使用一次 那海神岛 真的会沉没的 而海神岛一沉没 那就意味着 整个海神岛的生灵 全部灭绝 包括波赛西和七圣柱 同样是如此 海神岛是助力于 无尽的大海之中 如果没有了海神岛 这一片柱角之地 即便是封号斗罗 都没有办法横渡大海 更不要说 大海里面 有无穷无尽的海魂兽了 那些海魂兽和海神岛 可是死敌 一旦它们 落入大海中 那就注定会成为 海魂兽的口粮 不 叶峰大人 求求你了 求求你放过海神岛 海神投影一阵彷徨 原本无比比值的身体 忽然间被折弯了腰 猛然跪倒在叶峰面前 为了海神岛 能够保存火种 海神投影 什么都愿意做 其实也就这一道 分身愿意做而已 如果海神本体在这里 肯定不愿意做 因为本体比较自私自利 一切为了自己 但是分身就不一样 自从分身开始诞生那一刻 脑海中便被注入了一条指令 那就是 守护海神岛 所以 海神投影 才会这么这么坚定地守护海神岛的 筹码呢 我 我海神岛愿意 永生永生以你为奴 帮五魂殿猎杀魂兽 取魂还魂骨 我们海神岛的一切资源 都可以送给你动用 海神投影一集 顿时将脑海中能够想到的条件 都说了出来了 甚至永生永世给五魂殿为奴 这种大逆不到的话都说出来了 如果海神本体知道 恐怕会直接气死 只不过 海神投影有自己的想法 他就像电脑中固定的程序一样 最重要的事情守护海神岛 而且 海神投影没有觉得自己 做得有什么不对的 现在只是不过 为了保存海神岛的暂时之计 卧薪尝胆 三千月甲可吞无 现在暂时屈服 等到本体发现不对劲 一定会下来海神岛 为他们做主的 到时候 他们现在所受过的所有苦 都会百倍偿还回去 叶峰听见海神投影的话 眼睛睁大 感到颇为意外的 真牛啊 永生永世为奴 都说出来了 如果你的本体知道了 不知道会不会被气死 说实话 海神投影现在许诺的条件 对叶峰而言 根本没有任何诱惑力 他本人不缺魂环魂骨 五魂殿的人也不需要吧 海魂兽和陆地的魂兽 还是有区别的 五魂殿的魂尸 都是陆地的魂兽 如果吸收海魂环 那恐怕会水土不服 而且 五魂殿背靠星斗大森林 也根本不需要舍尽求远 去找海魂兽当魂环 叶峰下一个阶段的计划 就是强行一五魂殿立国 然后征服星斗大森林 让星斗大森林 变成自己的后花园 到时候 魂环 魂骨什么的 就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了 就这些吗 叶峰笑了笑又问 还有 还有 只要叶峰大人 你说的所有条件 我都答应你 海神投影实在想不到 还有什么筹码可以给叶峰了 无奈地说出这句话 希望能够求得一线生机 现在基本上已经将海神岛的价值炸光了 甚至连海神投影都没有什么价值了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唯有毁灭了 叶峰嘴角玩味地笑了笑 然后将头伸过去 对着海神投影招了招手 示意对方过来 海神投影看着叶峰的动作 还以为自己的话打动叶峰了 然后连滚带爬走过去 爬到叶峰脚下 颤颤巍巍地开口 叶峰大人 你是答应放过海神岛了吗 有什么吩咐吗 叶峰右手放在海神投影的后脑勺上 能清晰感觉到对方身体颤抖了一下 明显是对自己充满戒备的 但是因为想要保存海神岛 所以委屈求全 叶峰用力将海神投影的头摁过来 然后玩味的声音就响起来了 其实我有一个秘密想要告诉你 我更喜欢毁灭 因为毁灭能够让我变强 就你刚刚这个承诺 相对于毁灭来说 根本啥都不是 你 海神投影文言 脸色一变 心底忽然升起一股莫名的寒意 妈的 叶峰就是一个怪物 毁灭就能变强 那就没得谈了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拼命吧 正当海神投影想要拼命的时候 却忽然感到一股窒息感 转过头一看 叶峰的死灵武魂 居然出现在自己身后了 死灵武魂 圆轮忽然软化 变成一滩液体 或者说是一块布 流动性极强 刹那间 便依附在其身上 全包裹住 海神投影想要挣扎 但是 根本无济于事 因为现在海神投影 就只是一道简单的分身而已 而且 神力将近耗尽了 根本就奈何不了叶峰这个变态 叶峰大人 求求你了 放过我 放过海神岛 海神投影面露恐惧 拼命挣扎 却无济于事 不断发出声音求饶 叶峰却完全不管海神投影 反而加大了死灵之力 全力吸收海神投影 他成为死灵魂师那那么久了 还从来都没有杀死过神的分身呢 现在能够获得干掉神的分身 到底会获得什么奖励了 叶峰非常期待 与此同时 在大地震和海啸双重灾难的打击下 侥幸活过来的海神岛子民 听到海神大人的惨叫声 顿时身体猛然一击灵 全身上下冒起一股寒意 寒意刺骨 好像被人扔进了最冷的冰窖 又好像被人扔进了最冷的冰箱 似乎下一秒 便会被冻成一个冰棍 这是海神大人的惨叫声 海神大人也败了吗 那海神岛还有希望吗 如果希望的话 那么希望又在何方 海神大人不是战无不胜的吗 现在怎么会发出如此惨叫声 该不会是 该不会是海神大人被打败了吧 这很明显好吗 整个海神岛都被打成了四块 如果海神大人有能力的话 早就保护好我们了 也不至于现在生灵涂炭 大半个海神岛都被摧毁了 刚刚我好像还听到了海神大人的求饶声 好像什么 说海神岛永生永世 当武魂殿的奴仆 你给我闭嘴 咱们海神岛怎么可能做别人的奴仆呢 你已经背叛了信仰 迟早我会撕碎你 波赛西和七圣柱 跟海神岛上其他侥幸活下来的人不一样 他们知道更多的内幕 也听到了刚刚海神大人的求饶声 也听到了现在的惨叫声 他们顿时知道 海神大人很有可能已经被叶峰赶了 那么海神岛的命运也注定了 唯有毁灭而已 波赛西和七圣柱一想到这里 忽然好像全身力气都被抽光了 全部跌倒在地上 双眸没有任何亮光 好像在这一刻就丢了魂一样 与此同时 叶峰最后一道死灵气息输出 武魂悠悠发出邪恶的气息 由死灵武魂凝聚而成的那一块布 终于形成了合围 完全将海神的身体包裹住了 而海神投影的所有气息也在这一刻消失 包括生命体征都消失 曾经守护海神岛数百年的海神分身 在这一刻完全身亡 看着海神投影已死 叶峰嘴角如此一股得意 同时期待感爆棚 现在立马禁不住拉开系统面板 海神分身是他迄今为止 杀死最为强大的敌人 战斗力在半神和三级神之间 到底能够获得多少杀戮点了 真是令人期待啊 恭喜宿主杀死XXX 获得杀戮点100 恭喜宿主杀死XXX 获得杀戮点100 恭喜宿主杀死XXX 获得杀戮点2000 恭喜宿主杀死XXX 获得杀戮点2654 这些无疑是叶峰杀死海神岛上 其他子民所获得的杀戮点 但是这些都是小卡拉米 根本不值得叶峰在意 他在意的是最后击杀海神投影 能够给自己获得多少杀戮点 然后叶峰有些心急 直接就将系统提示的信息 直接拉到最后 终于看到击杀海神投影 所获得的杀戮点了 恭喜宿主杀死海神分身 获得杀戮点45万 卧槽 45万杀戮点 叶峰差点人都骂了 这个杀戮点可真是多啊 要知道 距离他下次升级死灵武魂 需要的杀戮点才50万而已 现在仅仅杀死一个海神分身 便能获得45万杀戮点 还差一点点 就达到了下一次死灵武魂升级的要求 这一份奖励可谓是非常丰厚 叶峰有些急迫 拉开系统面板 看看现在 他总共有多少杀戮点了 宿主 叶峰 武魂 死灵武魂 四级 世界上唯一一个死灵魂师 距离下次升级所需要的杀戮点5000万 杀戮点 499254 魂力 90级 魂环 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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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所拥有召唤物 骷髅战士 90级 数量8000个 天赋 伤害转移 全面增幅 杀气凝聚 咫尺天涯 尼玛 50万杀戮点 还差几百杀戮点才升级 这也太搞人心态了吧 叶峰心底一阵狂抓 然后将目光看向另一边目光空洞 绝望至极的波赛西和七圣柱 波赛西和七圣柱 都是封号斗罗 如果能够杀死他们 肯定能够满足下一次升级要求了 波赛西和七圣柱 感到叶峰不善的目光 心中早就预料到自己的下场了 要死了吗 虽然我们打不过你 但是即便是死 也必须从你身上啃下一口肉 波赛西和七圣柱 八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然后目光中变得浓浓的坚定 他们静悄悄地将武魂召唤出来 准备着自己的最强一击 等叶峰过来就跟叶峰拼命 现在海神大人已死 他们也即将步入后尘 此时能够做到的 就是拼命而已 然而 叶峰就像看透了他们的想法一样 根本就没有靠近波赛西和七圣柱的想法 虽然他不怕对方 但是不想弄脏自己的手 我是死灵魂师 拥有无尽的召唤物 为什么要自己动手呢 叶峰没有那么蠢 心面一动 剩余的七千多骷髅战士 全都召唤出来 一排排骷髅战士 如同国庆阅兵一样 横平竖直 排列整齐 分裂左右 落在海神岛地面上 秋风萧瑟 月黑风高 周围无尽邪恶涌现 真是杀人时刻 叶峰举起双手 从半空中 往下猛然一打下 那些骷髅战士 顿时好像收到了什么指令一样 瞬间 从整齐的方阵中 四散而开 他们对海神岛展开地毯式搜索 只要是活着的生物 都会被通通杀死 毁灭 那是真的毁灭 将海神岛彻底从地图中抹去 可不是说说而已 骷髅战士杀疯了 海神岛上的残民 根本无法反抗 基本上一股刀下去 就魂归故里了 至于波赛西和七圣柱 这八个封号斗罗难缠了一点 但是在无穷无尽的骷髅战士的攻击下 他们也只能损命当场 海龙斗罗死 海望斗罗死 海女斗罗死 七圣柱全死 最后一个死的人是波赛西 波赛西没有求饶 叶峰也没有放过波赛西 既然已经决定毁灭海神岛了 那就将海神岛毁灭到彻底 一点都不剩 将整个海神岛从地图上抹去 叶峰心念一动 骷髅战士手起刀落 直接将波赛西的头颅砍下 虽然说他知道波赛西这个女人 跟自己的爷爷千道流 有过一段孽缘 但是波赛西并不喜欢千道流 波赛西喜欢的只是唐晨而已 叶峰杀了波赛西 也算是斩断自己爷爷的情思 不只是女人才有恋爱脑 男的也会有恋爱脑 爷爷千道流 就是因为波赛西这个女人 才多次软弱 叶峰杀死了波赛西和气圣柱之后 系统中传来了悦尔的声音 他终于凑够了杀戮点 令他意外的是 除此之外 系统还弹出了一条冰冷的电子提示音 叶峰嘴角经不住露出了一个笑容 原来杀戮系统还有成交的呀 原本他以为杀戮系统 只能提供杀戮点的 但是现在看来 系统似乎还有其他方面的作用 而自己可以操作的空间也更大了 系统的提示音是这样的 恭喜宿主成功毁灭海神岛 触发毁灭之子成就 奖励神秘大礼包一份 宿主是否立刻打开神秘大礼包 是否 毁灭之子的成就吗 我毁灭了浩天宗 毁灭了蓝殿霸王龙家族 这些都没有获得杀戮成就 现在怎么只是毁灭了海神岛 便能够获得成就呢 难道是因为只有毁灭神的传承之地 才能获得成就的 还是说 需要毁灭的数量足够多才可以 叶峰想不明白 但是他觉得自己可以一一去尝试一下 既然毁灭了海神岛 能够触发成就 那么下一个神的传承之地 就是杀戮之都 如果我毁灭了杀戮之都 会不会再次触发成就呢 叶峰沉默了一会 顿时将脑海中的想法挥去 现在触发了毁灭之子的成就 已经算是意外之喜了 现在猜测这些事情也没有用 等以后一一验证便是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打开神秘大礼包 看看有什么恐怖的奖励 好的 宿主如你所愿 正在打开神秘大礼包中 神秘大礼包打开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神级魂和凝聚法 恭喜宿主获得金刚断体术 恭喜宿主获得气韵凝聚法 恭喜宿主获得天赋神通杀戮盛宴 恭喜宿主获得天赋神通神威 卧槽 听着系统的提示音 叶峰满脸惊讶 惊讶到都爆粗口了 真不愧是系统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礼包而已 居然拥有如此丰富的奖励 可真是令人意外啊 叶峰只是震惊了一会 就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开始盘点这次是获得的系统奖励 先来看第一项系统奖励 神级魂和凝聚法 单单从这个名字 叶峰就已经猜出了 这一项奖励的大概用途了 但是具体细节以及注意事项 还需要系统介绍 细节必须处理到位 如果细节没有处理到位的话 到时候乱练功法 走火入魔 就追悔莫及了 系统给我介绍一下 什么是神级魂和凝聚法 叶峰轻轻地问 报告诉主 神级魂和凝聚法 是一项凝聚魂和的功法 万年之后 人人都需要凝聚魂和 才能晋升封号斗罗 魂兽也需要凝聚魂和 可想而知 魂和对于一个魂师的重要性 拥有魂和之后 不但能够规范管理体内的魂力 而且魂力的压缩浓度 以及质量都会提升数倍 简单一点来说 一个拥有魂和的魂师 跟一个同级别没有魂和的魂师 相互战斗 拥有魂和的魂师 绝对能够轻松虐杀 没有魂和的魂师 系统奖励的神级魂和凝聚法 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魂和凝聚法 比 斗大森林地天 所拥有的阴阳双魂和凝聚法 更加强大 而且同样能够凝聚 两颗不一样的魂和 但是诉主需要注意一点 必须要找到一个 天地能量浓郁的地方 修炼神级魂和凝聚法 因为诉主在凝聚魂和的时候 需要吸收大量的天地能量 如果天地能量不足的话 很有可能导致凝聚魂和失败 听了系统的介绍之后 叶峰这才知道 原来神级魂和凝聚法那么牛逼 居然是世界上最牛逼的魂环凝聚法 比地天的阴阳双魂和还牛 这可真是赚到了呀 不过系统的介绍 也跟叶峰猜测差不多 这一项奖励叶峰非常满意 准备回到武魂殿之后 就找一个能量浓郁的地方 开始凝聚魂和 虽然他已经先一步晋升了封号斗罗 但是对凝聚魂和没有任何影响 盘点完第一项奖励之后 叶峰又将目光看向第二项奖励 系统给我介绍一下金刚断体术 这次系统没有在末集 直接就介绍了起来 金刚断体术是一门上古时期 遗留下来的断体功法 需要吸收阳光炼体 修炼到最后能够成就一方圣体 不死不灭 水果水火不清 刀枪不入 以肉身成圣 同时防御能力强大 与同级别无敌 只要宿主能够修炼到大乘境界 即便是站着让同级别的敌人打 同级别的敌人也破不了宿主的防御 这更加是一个好东西 真是好东西啊 叶峰看到系统提示音 经不住笑了笑 他作为死灵魂师 一人即天灾 最欠缺的就是自身的防御能力 虽然他拥有伤害转移技能 但是如果能够再次提升自身的能力的话 那肯定是非常不错的 自己防御能力高 所受到的伤害就会减少 所受到的伤害减少 那转移给自己召唤物的伤害就会减少 就这样子 叶峰才能做到真正的不死 左手叠满buff肉身不朽 身体不死 右手掌控万一死灵召唤物 敢问这个世界上还有谁 系统需要修炼多久 才能达到金刚断体术大乘境界 紧接着 叶峰又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虽然金刚断体术非常强大 但是如果修炼时间需要很久的话 对于自己来说 同样是非常积累 因为有杀戮系统的原因 叶峰的实力 每一天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功法虽然好 但是需要跟得上自己的晋级速度才行 要不然就拖自己后腿了 寻常人修炼的话 恐怕要十来年 但是宿主不一样 宿主天赋异禀 而且可以动用整个五魂殿的天才地宝 这是宿主最大的优势 根据系统保守估算 如果宿主全力修炼金刚断体术的话 大概到半年到一年时间 并能修炼到大乘境界 半年到一年吗 时间还算可以 叶峰顿时决定修炼金刚断体术了 只要能够将金刚断体术修炼成功 为自己增添一张底牌 在以后面对神界的威胁时 拥有更多的优势 这算是盘点完第二项奖励了 后面还有三项奖励 分别是气域凝聚法 杀戮圣燕和神威 叶峰更加期待了起来 虽然说这些都是修炼功法 但是如果能将这些修炼功法变现的话 绝对能够让他的战斗力都提升数倍 系统分别介绍一下气域凝聚法 杀戮圣燕和神威 叶峰迫不及待地开口 现在他有些急躁 已经那等不及一项一项介绍了 气域凝聚法 简称凝聚气域的办法 又被称为自创神威必修的功法 修炼了气域凝聚法之后 能够凝聚信仰 到时候成神之后 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杀戮圣燕 是一种类似狂暴的功法 宿主连击所击杀的敌人越多 战斗力就会越强 简称越杀越强 神威 可以理解为一种威压 宿主具备神威之后 可以威慑所有等级 比宿主弱的敌人 心念一动 所有人臣服匍匐在地 不诈而屈人之兵 叶峰看完这三项奖励之后 顿时满意地点点头 系统奖励的功法 还是可以的 这三项都可以大幅度提高他的战斗力 盘点完系统的奖励之后 叶峰转过头看了一眼 现在骷髅战士还在海参岛上 不断寻找杀戮剩下的海参岛子民 恐怕一时半刻杀不完 而且 月琉璃也还没有将魂岛船开回来 叶峰现在倒不着急离开 犹豫了一会 趁现在时间还充裕 干脆先修炼一下 本来他是想修炼神池魂和凝聚法的 但是现在 海参岛不是自己的地盘 有可能遭遇未知的攻击 而且能量也不够浓郁 他不准备在这里凝聚魂和 所以 先行修炼金刚断体术 能够提升一点防御能力 就提升一点防御能力 叶峰飞到半空中 面朝高空中的烈日 根据功法的提示运行体内的魂力 刚开始体内有一股炙热的烧伤感 但是很快就适应了起来 迎着烈日 修炼根本没有任何障碍 同时 他也将信号传递给月琉璃了 让月琉璃 尽快将魂岛船开回来 带领毁灭小队在海参岛上 收拾残局 海参岛作为一个 拥有七座小型城市的岛屿 所拥有的资源是相当庞大的 而且作为人类移居之地 他可不会放过这个地方 叶峰脑海中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要么就将海参岛重新建设 打造成一个世外桃源 或者说是一个清修之地 要么就将海参岛打造成一座监狱 所有跟五魂殿敌对 或者说五魂殿的敌人 都被流放在海参岛上 让他们在海参岛上开发资源 挖矿卖 炸光他们所有剩余价值 海参岛就是他们最后的买骨之地 当然这只是他的初步想法 至于最后结果如何 还得看比比东的意见 比比东作为五魂殿的教皇 是明面上最高权力的掌权者 在还没有罢免比比东教皇之位时 还是得听从比比东的意见的 现在在海参岛上还有空修炼 但是回到五魂殿之后 就未必有这个时间了 既要筹备以五魂殿立国的事情 又要准备开发星斗大森林 还要准备毁灭杀戮之都 这一切都有的忙了 叶峰觉得自己为了五魂殿 也算是操碎了心 叶峰在半空中不断修炼 不知不觉间陷入了一种明雾之中 天地陷入了一片空灵 太阳高照 炽热的太阳之火 和天气之间游离的能量 不断往叶峰体内凝聚 叶峰体内也发生了一股 旋直又旋的变化 太阳能量在体内不断游走 流淌到四肢百孩 最终注入每一个细胞之中 细胞得到新的能量输入之后 开始撕裂 洗了之后又诞生一股全新的能量 这一股全新的能量 开始修复体内的细胞 并且让体内的细胞蜕变 这是一种比基因突变和基因变异 更为猛烈的蜕变 或者说直接去化成一种全新的细胞 这种全新的细胞 跟原来的细胞差异非常大 不但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 而且还可以存储魂力在里面 如果宿主需要用到能量的时候 这种全新的细胞 能够爆发出非常强大的能量 使宿主的战斗力翻倍 这是一种真正的蜕变 叶峰所有细胞跃却着 不断迎着太阳欢呼 如同鲸鱼吸水一般 贪婪地吸收着太阳的能量 因为吸收的速度过于恐怖 叶峰周围已经形成了一股能量漩涡 将海神岛周围的能量都吸收过来 叶峰身体金光闪闪 照耀天地 恍若一轮烈日一般 散发出一股神圣而又强大的压迫感 从远处看来 就像是一尊真正的佛佛陀 原本按照正常情况 叶峰的修炼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 但是无意中 他观看大海潮起潮落 产生了顿悟 顿悟是修行中的一种状态 寓意为瞬间明悟 从而使修行境界实现跨越性提高 月琉璃收到叶峰的传讯之后 就驾驶魂岛船迅速靠近了海神岛 刚靠近海神岛的时候 顿时看到天空中盘膝而坐的佛陀 佛陀浑身冒着金光 恍若烈日一般 让人难以靠近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叶峰哥哥呢 月琉璃目光在海神岛上转了一圈 最终还是将目光停留在眼前的佛陀上面 因为他能感觉到上面漂浮着那个人 就是自己的叶峰哥哥 虽然他跟叶峰哥哥 没有叶峰哥哥跟千任雪之间的灵犀感应 但是有些时候女生的直觉是很准的 琉璃大人 叶峰大人不见了 我们怎么办 毁灭小队的队长走到月琉璃面前 恭敬地拱了拱手 因为刚才他带领手下的毁灭小队 在海神岛周围观察过了 周围体现叶峰大人的召唤物 无尽的骷髅战士 却不见叶峰大人 其实他们原本是比比东派过来监视叶峰的钉子 但是现在他们全都被叶峰的强大实力 以及人格魅力征服了 现在是真的想要跟随叶峰大人 也是真的替叶峰大人担心 刚刚他们可是 见识过海神投影的真正实力的 即便是大供奉千道流亲自出马 也未必能够将海神投影拿下 现在叶峰消失了 他们心中有所担心很正常 什么叫做叶峰大人不见了 眼前这个就是叶峰大人 下次你说话小心点 我的叶峰哥哥永远是最厉害的 怎么可能不见呢 月琉璃声音一拢 虽然在叶峰面前 她是一个乖巧的女孩 但是面对不熟悉的人 她又冷酷至极 甚至达到了冰山的程度 尤其是他们还说自己的叶峰哥哥 月琉璃第一个就受不了了 不好意思 我说错话了 下次绝对不会再犯 毁灭小队队长震了一下 然后抬起头 看着漂浮在半空中的佛陀 顿时真诚的道歉 他早就化身为叶峰的铁杆粉丝了 仔细一想 便知道自己所说的话中的不妥 现在你关心叶峰心切 所以这次就不跟你计较 麻烦你下次说话的时候 把自己的脑袋再说出来 以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月琉璃依旧冰冷冷地开口 她知道眼前毁灭小队的成员 都是比比东所派过来的 叶峰哥哥跟比比东上来就不合 正所谓是爱屋即屋 爱屋恨屋 因为叶峰哥哥不喜欢比比东 所以月琉璃自然也不喜欢比比东 包括比比东所派过来的人一样不喜欢 所以她不会给毁灭小队什么好脸色 毁灭小队微微点头 随之众人便沉默了下来 满脸恭敬地站在原地 等待叶峰修炼结束 而此时 叶峰正在顿悟的状态中 对周围的一切都陷入了极低的感知中 甚至没有发现月琉璃和毁灭小队的到来 虽然她的感知大大降低 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取叶峰的性命的话 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一旦叶峰感受到了危险 便会触发身体的自动保护机制 自动从顿悟中清醒过来 虽然叶峰还在修炼 但是她的召唤物却没有停下来 召唤物依旧在执行着叶峰最终的指令 叶峰周围巡逻搜寻着一切活着的生物 一旦在海神岛上发现活着的生物 一律杀无射 斩草除根 灭其九族 这是叶峰给骷髅战士最后的指令 转眼间半天时间过去了 但是叶峰却没有嘶吼 从动物状态中清醒过来的迹象 反而周围充满了恐怖的能量 越来越多能量汇聚在叶峰头顶上 现在已经不局限于太阳之火的能量了 这两大海中的海洋之力 以及空间中游离的水属性能量 全都汇聚过来 叶峰头顶上呈现出一个龙卷风般的形状 无尽的能量被吸取过来 周围都形成了真空 或者说是一种没有任何魔力的状态 叶峰的气息也在缓缓攀升 刚开始月流离和毁灭小队等人 还能够直视叶峰的身体 但是现在完全不能够直视叶峰的身体了 因为现在叶峰浑身冒着金光 这股金光越来越强大 如同一轮浩瀚的烈日一般 仅仅注视一眼 便会这烧起眼睛 让其争不开双眸 这真的是佛陀吗 怎么会有伤害人的佛陀 月流离在心里喃喃一生 双眸充满是崇拜 叶峰哥哥变得越来越强了 那真的是太好了 只有叶峰哥哥变得越强 便越有机会帮我杀死按摩鞋神虎 为我小时候的村子报仇 然而 毁灭小队的成员 内心被震惊得不行了 他们大多数都是魂斗罗修为 虽然没有晋升到风号斗罗 但是在五魂殿的秘密培养之下 战斗力非常强大 如果战斗起来的话 可以当成半个风号斗罗来使用 但是现在的话 他们甚至连说话都不敢了 叶峰给他们的压迫赶石 再太强了 仿佛只要叶峰手指一动 他们便会命损当场 这是源自上位 强者最深处所带来的血脉压制 叶峰大人也太强了吧 叶峰大人似乎比比比东教皇更强 不用似乎了 本身就比比比东教皇更强 我听说叶峰跟比比东教皇有点不和睦 而现在叶峰又那么强大 看来等我们返回武魂殿之后 恐怕会被比比东折磨了 毕竟谁能够想到叶峰不但没有死在海神岛 反而将海神岛毁灭了呢 完美完成了任务 你是不是傻 正所谓半君如半虎 如果你觉得这个君不是老虎的话 何必不换一个君来陪伴呢 我准备等叶峰大人从顿物中清醒过来之后 我就宣誓效忠叶峰大人 永远为叶峰大人效力卖命 你 我也准备效忠叶峰大人 我们都一起吧 听说叶峰大人所在的裁决殿 可是武魂殿中现在最暴力的部门了 加入裁决殿只有好处 没有任何坏处 嗯 就这么决定了 就在他们震惊的时候 叶峰这边的队伍也快进入了尾声 叶峰身体进入了最后的蜕变阶段 每一个细胞都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每一块肌肉 每一块骨骼 甚至每一块内脏都得到非常恐怖的强化 心脏强劲地跳动 带着全新的力量流遍四肢百骸 随后又融合在他的死灵魂力中 气息越发强盛 天空中的佛陀气息压迫到极致 哦 天空中忽然发起一阵颤鸣 周围的空间不断颤动 恐怖的气息席卷整个海神岛 如果波赛西和七圣柱 他们还在的话 感受到叶峰如今所散发的恐惧气息 恐怕会更加绝望 叶峰体内滚烫的鲜血流淌了一遍之后 然后猛然注入心脏中运行周天 他的双眸忽然张开 两道金色的光芒 急射而出 他在对面的海神岛地面上 在地面上留下两道深不可见底的洞口 令人奇怪的是 当叶峰双眸中金色的光芒散去 里面竟然是新红色的眼珠子 那个血红色的眼珠子 充满邪恶冰冷的气息 但是是没有带着任何不合邪感 仔细一看 叶峰就像是一个佛陀 和邪恶的死灵结合体 身上带着恶魔一般的妖艳感 随着叶峰周围的金光散去 周围空间瞬间变成一片黑暗 叶峰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常年与黑暗相伴 阳光都避其身体而过 叶峰大人 恭喜叶峰大人 修为尽生 叶峰大人 恭喜叶峰大人 修为尽生 叶峰大人 恭喜叶峰大人 修为尽生 毁灭小队的人看到 叶峰这一幕 顿时全都跪倒在地 神圣地对着叶峰朝拜 神情虔诚 一股看不见的信仰之力 缓缓诞生 然后汇聚在叶峰身体上 但是因为叶峰还没有修炼 气欲凝聚法 所以对这淡淡的信仰之力 浑然未觉 信仰之力又被称为 成神必备的能量 如果你是寻找神位 继承神位的 或许信仰之力的作用 不是那么强大 但是如果是收集信仰 自创神位的话 信仰之力 就是未来成神的根基 叶峰低下头 看了月流离和毁灭小队一人 如同神灵在巡视一般 给他们的感觉充满压迫感 他们全都匍匐在地 一动不敢动的 然而 这时候叶峰却没有管他们 而是直接收回了目光 检验起刚才自己的修炼成果了起来 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刚才原本他只是想简单修炼一下的 没想到 却触发普通魂师 一辈子都难以遇到的顿武 让他的金刚断体术 瞬间达到了成境界 根据系统的介绍 金刚断体术修炼到大成 那就说明自己的身体强度 已经提高到一个非人的程度 跟神器差不多 拥有非常强大的防御能力 同级别强者 根本破不了自己的防御 真是太好了 我居然修炼到金刚断体术的大成了 既然如此的话 就让我来检验一下 金刚断体术的防御能力 到底有多变态 叶峰在心里喃喃一声 随后目光又在毁灭小队 和月流离身上转了一圈 他们的实力低下 都不是封号斗罗强者 既然检测不出 自己金刚体的防御能力 那该怎么检验 我的身体防御能力呢 叶峰皱了皱眉头 现在他在海神岛上 要去哪里找同级别的 封号斗罗来检验一下呢 对了 或许不需要封号斗罗 也能够检验出 我身体的防御能力 叶峰心念一动 第一个魂环瞬间亮起 天空中响起一阵 嘹亮的龙吟 一条长达上百米的 远古古龙便呼啸在天空中 在天空中盘旋张牙舞爪 看起来颇为恐怖 但是就是这么一条 上古凶物 却对叶峰非常恭敬 在半空中盘旋了一圈 然后就匍匐在 叶峰身前 以示臣服 古龙 你用你最锋利的利爪 刺一下我的手臂 叶峰淡淡地开口 远古古龙是五爪龙爪 如同世界上最锋利的利刃一般 寒光闪闪 可断经猎石 其中攻击力早就超过了 普通的封号斗罗 如果单论魂力的话 可能达到了94至95级的境界 比超级斗罗略微低一点 叶峰也正好是普通的 封号斗罗境界 用这些软骨古龙 来检验身体的防御能力 最适合不过了 远古古龙本来是亡灵生物 只是被叶峰召唤而来 他们的智力一般般 甚至还不会说话 只会简单地执行召唤主的命令 随着叶峰的声音落下 这条远古龙没有任何犹豫 抬起那个可以断经猎石的龙爪 用最锋利的地方 对着叶峰的手臂抓去 月琉璃看到这一幕 忽然皱了皱眉头 满脸担忧 对着叶峰轻呼一声 叶峰哥哥 不要 不要伤害自己 然而 叶峰就像没有听到月琉璃的声音一样 任由远古古龙的龙爪 刺在自己手臂上 月琉璃担忧地闭上了眼睛 不然看到叶峰哥哥受伤的样子 然而 他担忧的事情始终都没有发生 远古古龙的龙爪 直接攻击在叶峰的手臂上 原本无坚不摧的龙爪 在这一刻 却遭到了挫折 龙爪攻击在叶峰的手臂上 就像攻击在这世界上最坚固的金鲜上一样 除了发出一阵金属颤鸣声和火花之外 甚至连一丝痕迹都没有办法留下 修炼了金刚断体术之后 身体防御能力 尽恐不如斯 叶峰满意地点点头 现在足以证明 普通的封号斗罗 连破自己的防御都做不到 换一句话来说 就算是叶峰站着让他们打 他们都打不动自己 这实在太牛逼了 金刚断体术 无疑是自己现在最有用的功法了 配合天赋神通伤害转移 简直无敌 片刻之后 月琉璃睁开眼睛 有些担忧地 看向叶峰哥哥的手臂 结果看到叶峰哥哥的手臂 完好无损 整个人瞬间跃却了起来 叶峰哥哥 你没事实在太好了 刚才你在做什么啊 怎么用龙爪刺向自己 那实在太可怕了 没事的 刚刚让你担心了 我只不过是试验一下 我身体的防御能力 叶峰淡淡地开口 哦 那叶峰哥哥 你的肉身 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强大了 居然能够扛住 十万年魂兽的攻击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月琉璃好像想到了什么 吐了吐舌头 有些俏皮 灵动的双眸非常羡慕 叶峰甘笑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从半空中 轻轻翻了个筋斗 落在月琉璃身前 筋不住 伸出手轻轻摸了摸琉璃的额头 她对月琉璃的情感很特殊的 表面上是自己的甘妹妹 但是好像又扎带了些许 特殊情感在里面 叶峰也搞不清楚 自己对月琉璃是什么感觉 不过 我的未婚妻是千刃雪 我可不会做出 对不起千刃雪的事情 海神岛已经名存实亡 所有圣灵都毁灭了 岛屿也被打碎了 比比东交给自己的任务 已经完美完成 现在是时候 收获自己胜利的果实的时候了 现在海神岛已经是叶峰的战利品 除非海神的本体下戒 否则的话 没有什么人能够动摇 他在海神岛的地位 便是海神本体 什么时候下戒呢 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 就像在头顶悬浮了一柄大宝剑一样 谁也不知道 这柄大宝剑什么时候到来 叶峰能够做的 就是尽量提高自己的实力 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正所谓是 明知道明天会有危险 那就不过了吗 不可能的 活在当下 过好每一天 将每一天过得充实 不负光阴不负清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之道 叶峰沉默了一会 在思考该怎么样处置海神岛 目前他有三个方案 第一个是将海神岛 当成五魂殿的殖民地 第二个是将海神岛 当成罪犯的监狱 第三个是将海神岛 当成自己信仰之地 在海神岛上发展信仰 为自己未来成神 立定根基 脑海中思绪不断闪过 念头一个一个涌现 叶峰将这些念头 全部思考一遍 权衡利弊 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 最后一个选择 无疑是最适合自己 现在叶峰的一个小目标 就是成神了 只有登神之后 五魂殿有了神明的庇护 才会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五魂殿才会成为 世界上真正的不朽势力 镇压万古的存在 琉璃 如果我想在海神岛上 发展自己的信仰 你觉得 应该怎么做才会比较好呢 虽然叶峰脑海中 已经有了大概的想法 但是三人行必有我誓言 和月流离进行讨论 能够将自己的想法互补 从而形成一个 更加合理的解决方案 月流离文言 诧异了一下 目光转过头看着叶峰 难道说 叶峰哥哥准备登神呢 只有准备登神 才需要发展信仰 不过 月流离也只是沉默了一会 并没有多说 因为他知道 叶峰哥哥并不喜欢那种寻根问底的女人 什么东西 都需要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话 也没几个男人会喜欢 懂进退 知名耻 这才是两个人相处最合适之道 月流离沉默了一会 顿时开始思考 如果将海神岛变成信仰之地 该怎么样传播信仰才合适 月流离将之当成自己的事情来考虑 思考得非常认真 没有半点马虎 片刻之后 月流离思绪一定 顿时缓缓地开口 叶峰哥哥 我觉得 如果你想在海神岛上发展信仰的话 首先就得发展人口 只有人口越多 所产生的信仰才会越多 但是现在海神岛已经被批成了四半 原本海神残党全部死光 如果想要继续发展信仰的话 只能将人口移民过来 移民 叶峰微微点头 月流离所想的内容跟他想的差不多 只有只有移民过来才能发展人口 要不然 海神岛上只有一座孤岛 如何发展信仰呢 现在天斗帝国和兴罗帝国 以及五大王国之间国泰民安 表面上非常平静 实际上已经暗流涌动 如果发展人口的话 叶峰不介意再推他们一把 或者说点一把火 让这场战争彻底蔓延 然后自己再以救世主的模样出现 肯定有很多流离失所的人口 愿意接受自己的庇护 交出自己信仰的 战争是乱世 但是也算是乱世才有机会 叶峰已经决定了 一回到五魂殿 就推动五魂殿力国 让这场战火蔓延变成个斗罗大陆 世界大一统并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需要铁鱼血的洗礼 需要战争来锤炼 需要无数仙烈 付出鲜血 战争会很惨烈 但是未来会很美好 五魂殿一旦一统世界之后 便能够大刀阔斧的改革 让世界上再也没有贫穷 没有贵族和平民主义 所有人都能吃得起面包和牛奶 过上富足的生活 所有平民都有觉醒魂师的机会 人人生来平等 只要没有忤逆五魂殿 五魂殿便能护你们周全 恐怕连月流离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提到了一个人口 叶峰便想到了战争和杀戮 在强者为尊的世界里不适合懦弱 以杀纸杀方能将世界 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月流离抬起头 看了叶峰哥哥一眼 见叶峰哥哥没有说话 随后又缓缓地补充了一句 最好就建立一座 如同海神殿一样的建筑 成为海神岛中的标志 到时候那些移民过来的人 便可以迅速建立信仰 嗯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海神岛也应该改名了 叶峰淡淡地开口 叶峰哥哥考虑得甚有道理 海神岛的海神投影 已经被杀掉了 现在叶峰哥哥猜想海神岛之主 确实应该改一个名字了 只是应该叫什么名字好呢 月流离歪着头 脑海中不断思考 学校两个小酒窝 一动一动地 显得煞是可爱 至于旁边毁灭小队的人 他们全都恭敬地站在原地 但是却不敢发表任何意见 因为叶峰根本没有问他们 而且 他们也根本没有资格发表意见 叶峰沉默了一会 忽然脑海中 回忆起前世中的一部电影的名字 名字叫做骷髅岛 里面堪比原始森林 生存着无数金刚和蜥蜴 可谓是人类的境地 这个名字无疑是非常霸气的 虽然海神岛上没有金刚海蜥蜴 但是骷髅岛这个名字 还是挺适合自己的 要不就叫做骷髅岛如何 骷髅岛 月流离歪着头 继续思考 片刻之后才缓缓地吐了一句 骷髅岛这个名字 好像杀气有点重 不过倒和叶峰哥哥挺般配的 嗯 那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名字就叫做骷髅岛 至于移民事项 等我回到五魂店再做打算 叶峰当场拍板决定下来 好的 一切都叶峰哥哥 叶峰哥哥是裁决店的店主 一切都是叶峰哥哥说了算 月流离点头 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叶峰沉默了一会 随后好像想到了什么 忽然转过头 看向毁灭小队 嘴角露出一股温和的笑容 你们是返回五魂店 还是留在骷髅岛上 继续为我做事 毁灭小队队长听了叶峰的话 没有任何犹豫 我等愿意替叶峰大人在骷髅岛上办事 替叶峰大人发展信仰 如此甚好 既然你们愿意跟着我 那我叶峰自然不会亏待你们 你们替我在骷髅岛上发展 就是骷髅岛上的元老了 以后等骷髅岛发展起来 你们就是核心人物 毁灭小队队长文言非常高兴 嘴巴都快裂到耳朵处了 那可是一座岛的元老啊 类似一座城的城主 如果他们继续跟着比比东的话 可能一辈子都是毁灭小队的成员 无法坐到管理岗的位置 更不要说像现在这样成为 葫芦岛的元老了 这可是一飞冲天 我等一定为叶峰大人马首是瞻 努力发展信仰 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叶峰微微点头 随后伸出手 轻轻拍了拍毁灭小队队长的肩膀 毁灭小队队长是一位操汉子 脸色黑漆漆的 有点像非洲黑一样 黑色是人类健康的肤色 身材却高大威猛 恐无有力 再加上身上穿的铠甲 给人一股消杀的气息 虽然他已经达到了 魂斗罗巅峰修为 但是被叶峰这样随手一拍 还是痛得呲牙咧嘴的 脸色微微扭曲 但是嘴角却带着满脸笑容 叶峰大人竟然拍我肩膀 那是器重我的表现 我可不能丢脸了 男子汉大丈夫 就这么一点痛算得了什么 时光荏荏 转眼间一周时间过去了 叶峰没有着急返回武魂殿 而是在骷髅岛上 巩固了自身修为 顺便在上面安排相关的 发展信仰工作 他将这一群毁灭小队 当成苦力来用 骷髅岛上该拆除的拆除 该重建的重建 虽然毁灭小队都是操汉子 并不是手巧的工匠 无法制造出 像海神殿那样的传奇建筑 但是做一些打地基 以及灾难后的清理工作 还是可以的 等到时候叶峰 从大陆上派来了建筑师和工匠 就可以直接在骷髅岛上动工了 魂斗罗原本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受人尊敬的存在 甚至可以开宗立派建立学院 但是他们在叶峰手里 却只配做苦力等工作 恐怕说出去都没人相信吧 但是毁灭小队所有成员 脸上却没有任何抱怨 反而一副高兴的样子 好像做苦力 是他们最喜欢的工作 这实在太魔幻了 即便说出去 恐怕也没有人相信吧 叶峰吩咐好所有事情之后 就跟月琉璃回到了魂岛船上 驱使魂岛船缓慢 远离了骷髅岛 纵使有万般不舍 但是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 生活不止有骷髅岛 还有诗和远方 武魂殿那边 还有一大堆事情要他处理 除了要以武魂殿立国 和征服星斗大森林之外 叶峰冥冥之中 还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自己距离 和千任雪成婚不久了 以自己爷爷千道流的尿性 事情一急不一缓 现在千任雪和自己 手头上都没有重要的任务了 正好将婚礼完结了 这便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叶峰不急 也不想那么快成婚 但是不想辜负了千道流顿期待 而且也不想辜负了千任雪的期望 他想要给千任雪一个名分 他驾驶魂岛船来海神岛的时候 好像时间需要比较久 但是回去的时候 时间却好像很快 仅仅半天的样子 叶峰和月琉璃就回到了武魂城周围 只不过 他们没有停靠在武魂殿的专属码头 而是在一个偏僻的海边 便靠岸停了上去 他们从魂岛船上下来之后 又吩咐了一个手下 将魂岛船驶离这一片海域 月琉璃穿着一套白色的裙子 站在叶峰旁边 微风吹来 长发飘飘 乃是一个倾国倾城的绝色美女 月琉璃柳 眉微微带起来 对刚才叶峰哥哥的所作所为 感到疑惑不解 思考了一会 顿时直接开口问 叶峰哥哥 咱们为什么不在武魂殿的码头停靠呢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们从海神岛回来了 叶峰嘴角一勾 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 脑海中陷入了沉思 比比东啊 恐怕你根本就想不到 如果不但完成了任务 而且还从海神的船程之地回来了 你该不会做什么小动作吧 武魂殿可是我的家 如果你敢在我家里 搞什么小动作的话 我必然容不得你 你教皇之位也该到头了 叶峰之所以隐藏自己回来的信息 甚至派人枪魂倒船 都驶离这一片海域 那就是不想比比东收到 自己已经回来的消息 甚至叶峰还要放出一些假消息 约要使一个人灭亡 必须先使其疯狂 如果比比东安安安心心地做教皇 不搞什么小动作的 哗 叶峰不会动他 甚至于任何阴谋诡计都没用 但是如果比比东 还是像之前那样犯傻的话 叶峰不会再有任何仁慈 既然你心不在武魂殿 那就请你退位吧 如果你不退的话 那就死 这一次 不会有任何人就得了你 是不想让教皇比比东 知道你回来了吗 月琉璃抬起头 看了叶峰一眼 好像瞬间明白了什么 是的 才决店做一个审判部门 外绞杀强敌 内抓内鬼 肃清一切 才决店在武魂殿的位置 实在太重要了 威慑的一切消消 但是因为我的存在 武魂殿内很多人都伪装了起来 不敢做出有损武魂殿利益的事情来 但是现在我不在这里了 他们还能坐得住吗 只有将自己隐藏起来 才能看得清他们的真面目 叶峰沉默了一会 缓缓地开口 这 叶峰哥哥 你这不是钓鱼执法吗 月琉璃抬起头看了叶峰一眼 有些诧异 哎 我在哪里试钓鱼执法 只要比比东 问心无愧 一心只为武魂殿 无论我做什么 都不会对比比东 造成任何影响 这只能算是对比比东的一场考验 叶峰笑了笑开口 考验吗 我觉得 就是钓鱼执法 月琉璃吐了吐舌头 双眸中露出一丝狡猾 在心里默念一句 当然 他并没有将这句话说出来 这时候 叶峰淡淡的声音传过来了 你这个臭丫头 从哪里学来钓鱼执法这个词的 还不是叶峰哥哥你教的 平时 你经常在我耳边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语 日子久了 终究会唠叨两句 叶峰 这个我倒想反问你一句 你这些奇奇怪怪的话语 是从哪里学来的 哎 哎哎 叶峰干咳一声 含糊地糊弄过去 对于这件事情 他并不想解释 也完全解释不了 难道我会告诉你 我是穿越者这件事情吗 穿越者是叶峰最大的秘密 叶峰不准备告诉任何人 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也不会说 随着时间推移 叶峰和月琉璃返回五魂城之后 他们并没有去五魂店 反而在旁边的一家酒店住了下来 五魂店人多眼杂 会增加自己暴露的风险 叶峰准备先在酒店里面打听一下消息 再做下一步决定 酒店是一家普通的酒店 在五魂场中并不知名 但是装饰的还颇为漂亮的 也在一个三偏僻之地 叶峰之所以选择在这家偏僻的酒店入住 是因为这家偏僻的酒店比较偏僻 不容易引起人发现 比比东发现自己归来的可能性 就会进一步降低 酒店的服务员 是一位穿着标准工装的中年 衣服是浅蓝色的 如果非要形容的话 就跟建国时期的中山装差不多 脸上一直挂着一个招牌式笑容 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 服务员看到叶峰和月琉璃走了过来 那松叠的眼睛忽然露出金光 从原本昏昏入睡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陪着笑脸走到叶峰面前 两位客人 请问是用餐还是住店 既用餐也住店 叶峰淡淡地开口 随后好像想到了什么 又补充了一句 先给我开两个上等的客房 然后再将你们酒店上 最丰盛的菜品送过来 价格不是问题 说完之后 叶峰随手一抛 便从空间混倒器中 拿出几枚金魂币 抛在酒店的服务台上 在天斗帝国内金魂币的 购买能力非常强 普通人一年都赚不了一个金魂币 叶峰给几个金魂币酒店 已经是超级土豪了 因为这家不出名的酒店里面 住宿费和用餐费 都是以银魂币算的 金魂币比银魂币高一级 叶峰随手扔出几个金魂币 已经妥妥是土豪了 服务员陪着笑脸 从服务台上捡起新魂币 他明白 今天自己酒店里面 是来了两位土豪 只要将对方伺候好了 绝对能够赚到 自己一年都赚不了的收入 服务员对这两位客人 也越发认真了起来 服务员抬起头看了 跟在叶峰旁边的月流里一眼 内心顿时惊艳了一把 怎么会有如此漂亮的女人 但是他很清楚 自己低贱的地位 并不敢多看 仅仅看了一眼 就收回了目光 但是服务员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转过头 对着叶峰 露出了一个我懂的笑容 叶峰这个土豪 带着一个极品美女来酒店 不用想都是为了睡那个女人 既然如此的话 自己可不能不懂事 得罪了自己的客人 两位客人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本酒店的客房爆满 现在只剩下一间房了 不如你们两个将就一下 就住一间房如何 就委屈两位客人一下 但是房间绝对足够宽敞 而且菜品也绝对丰富 我们酒店会努力使你们满意的 服务员一脸遗憾地开口 其实 酒店里面并不是没有其他空余的房间 只是服务员为了成全叶峰和月流离 殊不知 服务员好心办坏事 猜错了叶峰跟月流离之间的关系 叶峰旁边的月流离 听了服务员的话之后 原本白皙的脸蛋瞬间红到了脖子根 原本波澜不惊的面孔上 泛起一丝波澜 心跳也开始加速了起来 武魂酒店里面只剩下一间客房了 怎么办 难道要跟叶峰哥哥住同一间房间吗 此刻 月流离心乱如麻 心中记想拒绝 但是又感到有一股莫名的期待 眼睛有些羞难 完全不敢看向叶峰 就像是一个带出格的闺女 一副叶峰说了算的样子 其实在月流离心中 他也不知道自己对叶峰是什么感觉 叶峰从武魂学院将他拉出来 进入裁决店 然后又对他进行一系列的培养 再加上这一段时间和叶峰的朝夕相处 月流离对叶峰已经产生了一股特殊的情愫 只是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罢了 而且 月流离心中有些自卑 老觉得自己配不上叶峰哥哥 就更加没有将心中那股特殊的情绪放在心上 但是如果叶峰哥哥 要跟自己睡同一间房的话 月流离是不会拒绝的 叶峰转过头看了流离一眼 见月流离没有说话 脸色滚烫 就像发烧了一样 还以为月流离接受不了这件事情 连忙皱了皱眉头 声音中有些微怒 你们酒店确定是只有一间房了吗 服务员闻言顿时头皮发麻 因为刚刚叶峰所说的话 给他一股气息的感觉 很明显眼前这两位是强大的魂师 一旦惹怒了对方 恐怕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但是服务员要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没有错的 难得带女的来酒店开房 不都是做那样的事情吗 现在只不过是女的矫情一把 男的假装正经 只要自己坚持帮他们一把 成人之美 恐怕自己还会得到小飞打赏呢 服务员陪着笑脸 硬着头皮开口 这位客人我非常确定 现在我们只剩下最后一间房了 如果两位客人想要住店的话 只能挤一挤了 叶峰闻言又皱了皱眉头 不是说他不愿意跟月流离在一起 而是他担心月流离拒绝 而且心中有一丝愧疚感 不愿意对不起千人学 顿时他已经产生了换一家酒店的想法 既然酒店里面没有房间了 那我也不是非要在酒店里面住房不可 正当叶峰想要开口拒绝的时候 旁边的服务员略带着笑意的声音又传过来了 这位客人 最近在五魂城里面住房 非常火爆 恐怕其他酒店也是爆满状态 服务员淡淡地开口 决定再推一把 这对矫情的男女 我实在是一个好人 今天又做了一件成人之美的事情 如果以后这对男女结婚的话 我算不算是没人 服务员在心中胡思乱想着 叶峰又皱了皱眉头 现在这种情况是他始终没有料到的 一时间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总不能现在跑回五魂店吧 这时候 叶峰忽然赶到自己的衣袖 被人戳了戳 转过头一看 原来是满脸娇羞的月琉璃 叶峰哥哥 要不我们就挤一挤一张方范了 月琉璃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鬼使神差 说出这一句话 但是说完这句话之后 自己羞愧得无地自容 恨不得在地上找一个洞钻进去 这实在太羞人了 不是说女生都要矜持吗 月琉璃啊 月琉璃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现在好了 叶峰哥哥肯定觉得你是一个随便的女人 叶峰闻言 原本万年不变的面孔 现在忽然变得红润起来 怎么说呢 看起来就像是害羞了 但是既然因为琉璃都主动开口了 叶峰也只能同意了 现在只能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调查清楚 比比东是否还适合当五魂店的教皇 如果不适合的话 那就只能坏人了 毕竟 他准备筹备五魂店立国的事情 比比东作为可是重要人物 半点马虎不得 那行吧 就开一间房 叶峰点头同意 好的 这位客人 这是你的房卡和钥匙 在酒店的502房 服务员点头哈腰地 将房卡和钥匙递过去 好 叶峰微微点头 拿着房卡和钥匙就完 502房都去了 酒店是旋转步梯 装修一般 脚步踏在步梯上面 传来咯吱咯吱的声响 月琉璃跟在叶峰后面 双手传着衣袖 许是有些害羞 一路上非常沉默 连一句话都没有说 两人进入酒店套房之后 就瞬间沉默了起来 孤单寡女共处一室 一股暧昧的气氛蔓延开来 幸亏服务员及时将晚饭送了进来 这时他们才缓解了尴尬的气氛 两人坐在桌子上 相互撑桌脚 自顾自地吃起饭来 酒店的套房空间很大 有一个餐厅和一个饭厅 还有一个大房间 当然在这个时候 谁也没有提起房间的事情 两个人好像有一种不约而同的默契 叶峰已经传送给自己 最亲近的裁爵使了 这个裁爵使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绝对是可信任之人 他要通过这个裁爵使了解五魂店的近况 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他必须要先了解比比东的近况 才能够钓鱼执法 不对 才能够行使裁爵店的审判权力 那位裁爵使的速度非常快 叶峰都还没吃完饭 裁爵使就已经暗自来到酒店中了 那是一位浑身穿着裁爵套装的男子 男子身材短小惊悍 鼠目寸光 但是对叶峰却非常恭敬 来到叶峰面前 跟直接跟进的跪了下去 拜见店主大人 不要客气 先给我介绍一下五魂店的近况吧 叶峰一边吃饭一边开口 手中还拿着一个大鸡腿 说话声音也断断续续的 报告店主 因为店主不在五魂店中 比比东开始大量弹劾店主的亲信 蚕食裁爵店的力量 因为供奉店不管是 现在教皇店正在将所有权力都收在手中 企图拥兵自立 根据小道传言 比比东已经派人去天斗帝国了 准备让千任雪退位 将天斗帝国收入教皇店手中 裁决使粗略地将近段时间 五魂店所发生的事情 一一说了出来 叶峰听了之后 顿时皱了皱眉头 连饭都没有心情吃了 比比东啊 你真的是好手段 你以为我真的死在了海神岛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所派的毁灭小队 明面上是帮我铲除海神岛上的人 其实你所派的毁灭小队 是为了毁灭我 在关键时刻给我补刀 让我无法再回到五魂店 即便是这样 我也忍了 因为毁灭小队根本对自己造不成任何威胁 而且现在毁灭小队 已经变身为自己的信徒了 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 居然想要拥兵自立 将五魂店改名姓比比 并且还想基于千任雪的五魂帝国女帝之位 这已经触及我的底线了 叶峰沉默了一下 正是在心里决定 这次自己回来 必须要用比比东退位了 如果再用比比东当教皇的话 可能五魂店会出大事的 还有其他事情吗 将近段时间 我们店发生的事情全部说出来 好的 店主 紧接着 财爵使便将近段时间 比比东所做的事情 以及五魂店所发生的事情 全都一五一时说了出来 叶峰沉默了两久 顿时招了招手 那位财爵使顿时有些明误 脚步一动 走在叶峰身前将耳朵附了过去 你回到五魂店之后 召集几位亲信 对外传播消息 就说 我已经死在海山岛上了 叶峰面无表情地开口 他已经决定让比比东退位了 但是单单依靠刚才财爵使所说的那些事情 并不足以让比比东退位 所以他让比比东再疯狂一把 想要让人灭亡 必须先让其疯狂 只要听到了 自己已经死在海山岛上 比比东没了掣肘 肯定会露出自己的野心 乃至于触犯五魂店最高的法律 到时候 比比东想不退位都不行了 这些便是叶峰的计划 好的 店主大人 我现在就秘密派人去做 财爵使恭敬地开口 说完之后便离开了 财爵使离开之后 叶峰和月琉璃 两人之间的气氛 就差一点干柴烈火了 叶峰和月琉璃 两人脸色都红红的 有点不知所措 毕竟房间只有一个 床也只有一张 更令人尴尬的是 浴室上那一块玻璃 似乎是半透明状的 叶峰倒没有觉得有什么 毕竟他情感有些缺失 月琉璃却羞愧地想死 这是什么酒店 怎么装饰都那么奇怪 当他们推开门进入房间的时候 脸蛋更是直接发烫了起来 那里还有手铐脚铐什么的 中央是一张古老缠木 所做的椭圆形大床 床中央上用鲜红色的玫瑰 摆成一个大大的新字 这一看就是情侣套奸啊 气氛越发变得暧昧 就连叶峰这个情感缺失的男人 那刻被水泥冰封的心 都开始缓慢跳动了起来 而且跳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刚刚答应服务员说开一间房 看来就是一个错误 你先去洗澡吧 晚上我在客厅上对付一碗就行了 这这 这是透明的 我我我 我怎么洗澡啊 月琉璃伸出 先先御手指着前方半透明状的玻璃 虽然玻璃不是完全透明 但是却有一股朦胧的感觉 这种感觉给人更加诱惑 我保证我不看 叶峰背过身 膝盖在地 闭上眼睛 开始缓缓研究 神机魂和凝聚法了起来 他在海神岛上 已经将金刚断体术 修炼到大成了 现在静静缓慢 倒不如先将魂合凝聚出来 魂合是一种先进的修炼理念 类似金丹修饰的金丹 类似园音修饰的原因 拥有魂合的魂师的强大 是毋庸置疑的 万年之后 无法凝聚魂合的魂师 甚至不配晋升封号斗罗 但是现在的话 或许只有星斗大森林里面的凶兽 才拥有魂合吧 月琉璃看到叶峰呆呆的样子 顿时没有感到那么紧张了 特么这就是一个木头 根本不会做那种狼虎之事 看着叶峰闭上眼睛 盘膝在地的样子 原本他想要斗一斗叶峰的 但是最后还是不敢 因为他担心叶峰走火入魔 M 就是走火入魔 非常恐怖的 如果不理解的话 还有一个成语是这么说的 只要你不玩火 就不会擦枪走火 月琉璃觉得自己 还是真实一点 恪守女生的本分好一点 与此同时 时间在人们指针溜走 叶峰和月琉璃期间 孤男寡女同处了一夜 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他们实在太矜持了 但是在武魂殿中 却变得暗流涌动了起来 比比东手持权杖 站在教皇殿上 身穿教皇套装 全仗住在地上 不怒而威 比比东前方 站着两大长老 分别是举斗罗和鬼斗罗 举斗罗和鬼斗罗 匍匐在地 神情尊敬 心里却有一股淡淡的恐惧 比比东已经不在世之前 那个令人尊敬的教皇了 而是一个自私自利 为达自己的目的 不择手段的老女人 说句实话 如果不是迫于教皇的压力 在武魂殿中 可没有几个人 喜欢比比东的 而且 他们还听说 比比东准备逼千刃血 交出天斗帝国国王之位 这怎么敢呢 千刃血是天使少主 亦是比比东的亲生女儿 即便是老虎那么凶猛 也不吃气儿子 比比东作为人的母亲 却怎么做得出 如此心狠手辣的事情 橘斗罗和古斗罗 也不是没有想过令责民主 但是最后 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 都放弃了 比比东作为一个 心狠手辣的女人 是不会放他们离开的 除非他们不怕死亡 就在这时 比比东冷冷的声音 响彻整个教皇殿 我让你们暗中 调查叶峰的事情 调查得怎么样了 报告教皇 我已经发动武魂城 所有出海的力量 去搜寻叶峰的消息 但是依旧没有 叶峰的任何消息 请教皇恕罪 橘斗罗匍匐在地 跪倒在前方 身体已经经不住 颤抖了起来 他很清楚 比比东的手段 如果自己没有 完成任务的话 下场恐怕不会太好 鬼斗罗也跟着匍匐 附和一声 或许叶峰 已经死在海神岛了吧 毕竟海神岛 是神的传承之地 即便叶峰再强 也不可能斗得过 神级强者 废物 真是一群废物 我花那么多力量 资源培养你们 你们就连一个 普通的调查任务 都无法完成 比比东勃然大怒 声音恍若惊雷 在大殿中环绕 右手猛然往前一柱 手中的拳杖 猛然向橘斗罗 和鬼斗罗扫过去 橘斗罗和鬼斗罗 不敢反抗 任由拳杖攻击 在自己身上 一口鲜血吐出 猛然到飞出去 比比东之所以 已如此愤怒 因为 他要确切知道 叶峰是否还活着的消息 因为这是 关道接下来的计划 也是是关道 他在武魂殿 建立无上权威的计划 比比东身体周围 邪恶气息环绕 各种恐怖在汇聚 七宗罪欲望蔓延出来 许是每时每刻 都在勾引人堕落 气势非常强大 仔细一感应的话 甚至比供奉殿的 大供奉千道流 更要强大不少 这一段时间 比比东还差最后一步 就完成了罗刹九口 体内的攻击力 已经翻上了好几番 如果在面上叶峰的话 他有信心击败对方 当然 这也只是击败而已 而不是击杀 叶峰的是大陆上 唯一的死灵魂狮 实力非常诡异 根本不是那么容易杀的 教皇大人请恕罪 我们真的尽力了 但是真的没有叶峰的消息 我们派出的 所有去海神岛探索的队伍 都好像被一只 无形的手抹去了一样 杳无音讯 谁也不知道 海神岛到底发生了什么 废物 给我滚 比比东怒吼一声 实在不想见到这两个废物 如果不是在接下来的计划中 他需要用到驱斗罗 和鬼斗罗的力量 恐怕现在 就将他们两个废物赶了 正在这时 外面忽然传来 一名红衣主教焦急的声音 声音环绕在教皇殿中 爆 比比东听到红衣主教的话 经不住皱了皱眉头 现在 他正火上眉头 心中的怒火无处发现 竟然这个红衣主教敢闯进来 你是怎么敢的 怕是吃了豹子胆吧 比比东声音冷了下去 一个红衣主教 可不是驱斗罗和鬼斗罗 这些核心人物 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他可不会惯着对方 驱斗罗和鬼斗罗相互对视一眼 顿时知道 如果这个红衣主教 没说出点有用的信息的话 很有可能走不出教皇殿了 毕竟 现在的教皇大人 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但是老菊花居心不忍 毕竟 这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顿时决定帮这位红衣主教一马 至于红衣主教 还能不能活着 就看他的造化了 何事如此慌慌张张的 成何体统 驱斗罗怒斥一声 是啊 教皇大人在此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请直接说出来 教皇大人会替你做主的 鬼斗罗也同样淡淡地补充一句 红衣主教似乎感觉到 周围的气氛有些诡异 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 没有在墨迹什么 而是直接跪倒在地上 神情恐惧 诚惶惶惶惶惶 报告教皇 我从一条归来的海船的船长中 得到了叶峰大人的气息 随着红衣主教的声音落下 所有人的目光 顿时凝聚在红衣主教身上 尤其是比比东 瞳孔直接缩了一下 脸上充满期待 又有些忐忑 手中的权杖都经不住颤抖起来 比比东做梦都想要叶峰死 也不知道 这次借刀杀人 有没有除掉叶峰 速速到来 直接告诉我 叶峰死了没有 比比东杰斯底里的开口 这也是 他唯一在乎的问问题 叶峰是否还活着 直接影响到他 接下来的所有计划 自从玉小刚死了之后 比比东这张叶峰 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了 叶峰居然敢当着自己的面 杀了玉小刚 他是绝对不会放过叶峰的 比比东愤怒的声音扑面而来 传入红衣主教的耳中 红衣主教双腿 都开始直接打战 我好像没有做错什么吧 现在的教皇很可怕啊 报告教皇大人 根据可靠的消息 叶峰去到海神岛之后 直接用骷髅战士封锁了海神岛 要求毁灭海神岛 这触动了海神岛的底线 海神岛大祭司波赛西 带领七圣柱迎接叶峰 最后的结果 却不敌叶峰 后面是海神大人降下分身 动用神器海神三叉戟 才将叶峰击杀的 听完红衣主教的话 比比东忽然放声大笑 就像疯了一般 在教皇殿中手舞足蹈 加上疯言疯语 哈哈 叶峰你终于死了 死得好啊 小刚 你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安息了 你看到了吗 叶峰已经死了 橘斗罗和鬼斗罗 看了比比东一眼 忽然又转过头来 两人相互对视一眼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心中忽然感到 有一股大祸临头的感觉 虽然刚开始 他们反对裁决殿的成立 但是现在的话 已经逐渐接纳了裁决殿的存在 权力达到巅峰时 确实需要监管 如果没有裁决殿的智肘 教皇殿一直独大 就会出现一言堂这种事情 当然并不是说一言堂不好 而是如果一言堂的教皇出现问题 那么 整个武魂殿就会出现大问题 就比如说现在 比比东教皇 现在身体周围环绕着邪恶气息 恍若失控了一样 叶峰也不在这里 他们根本制走不了比比东 敢怒而不敢言 不知道为什么 橘斗罗和鬼斗罗 此时忽然觉得 叶峰的存在也挺好的 忽然 比比东笑声停止了下来 目光锐利地看着那位红衣主教 声音冷了下去 你确定叶峰是死了吗 我确定 404号海船上 所有成员都能作证 如果教皇大人不相信的话 可以亲自去问一问他们 红衣主教淡淡地开口 说话之后又补充了一句 况且 就算给我 你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欺骗教皇大人你啊 比比东顿了一下 心念一声 好像也是如此 哼 梁你也不敢 紧接着 比比东又吩咐人 将404艘海船的所有人员 都叫了进来 一一确定一遍 得到的结论都是令人一致 那就是 叶峰已经死了 比比东确认了这个消息之后 嘴角顿时又疯癫地大笑一声 随后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 既然叶峰已经死了 那么在整个我们店 还有谁能够阻挡我的步伐 叶峰你不是很牛吗 甚至还战棍我 连我都敢打 不过我的反对 城里才决定 现在你终于死了吧 既然你死了 那么才决定也应该收入 我囊中了 月官 老鬼 听令 橘斗罗和鬼斗罗文言 顿时匍匐在地 对着比比东恭敬地拱了拱手 教皇 陈在 这时候比比东淡淡的声音传过来了 立刻召集长老店的人 跟我一起去裁决店 橘斗罗文言 脸色一变 原本匍匐在地的身躯 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声音有些忐忑地说了一句 教皇 你这是 想要干什么 比比东从教皇店台阶上走下来 双眸中带着淡淡的笑意 似乎表情非常得意 想要干什么 呵呵 当然是将裁决店的权利 收归教皇店了 裁决店店主已死 但是裁决店不可一日无主 所以 理应由我暂时担任裁决店的店主 这 橘斗罗和鬼斗罗文言 脸色瞬间就变了 表面上比比东所说的话 没有任何问题 但实际上 始终关系凶着呢 裁决店是叶峰一手建立的 里面的所有人 都是只听叶峰的 而没有比比东这个教皇 再加上供奉店 也站在裁决店的背后 如果比比东 强行收缴裁决店的权利 那恐怕会引发武魂店的内战 到时候事情 就会变得更加麻烦了 教皇 你不怕供奉店那边发怒吗 橘斗罗有些欲言又止 既想要明说 又担心触怒比比东 不知该从何说起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叶峰的钓鱼执法 杀招已至 你却浑然不觉 供奉店那群老家伙 我忍他们好久了 如果他们敢跳出来的话 正好和他们一起清算 比比东冷冷地开口 声音中没有夹带 邪恶气息环绕在身体周围 再加上他什么时候 换上了黑色的教皇服装 看起来已经妖艳到极致 恍若日后 那个罗刹神比比东 已经提前回来了 这 橘斗罗和鬼斗罗文言 脸上有些苦涩 武魂店是千家的 比比东此举是谋反 虽然他们也觉得 比比东的做法有些不妥 但是也因此沉默了一下去 因为现在的情况 根本由不得他们做主 既然跟了教皇 现在也没有退路了 只能跟着比比东 一路走到黑 随后 比比东就召集了长老店的长老 以及魂师军团的亲信 一同前往裁决店发难 现在叶峰死了 终于有机会将裁决店的权力 收缴归教皇店了 但是比比东没有想到的是 他前脚刚刚往裁决店走去 教皇店中一位守卫 顿时消失了 往武魂酒店那边走去 那位守卫名字叫肖战 乃是裁决店 安排在比比东周围的一个钉子 用来打探比比东的动机的 肖战听到比比东要吞并裁决店 心头顿时慌了 他是裁决店一手提拔起来的 可以说 没有裁决店就没有他今天 肖战是绝对不允许裁决店出事的 叶峰听到肖战的汇报之后 嘴边得意地笑了笑 比比东 你终于露出马脚了吗 即便是你不来 我也要来 想要吞噬我的裁决店 那我就让你彻底退位 至于比比东退位之后 到底让谁来当教皇 叶峰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武魂殿是千家的 理应由千家的后人继承教皇之位 比如说千任雪就很合适 千任雪作为天使少主 继承武魂殿的教皇 名正言又顺 当然他知道 如果自己想当武魂殿的教皇 也是唾手可得 无论是供奉殿教皇殿 还是长老殿 都没有一个人能忤逆自己的意志 他拥有绝对的实力 实力便能决定一切 不过 他对教皇之位没有任何兴趣 现在所做这一切 都只不过是为了武魂殿罢了 如果武魂殿能够平稳发展 传承千秋万代 他压根就不想管这些破事 如果他也基于教皇之位 那么他跟比比东又有什么区别 叶峰现在的想法是 自己退归幕后 扶持千韧雪上尉 自己做女帝背后的女人 吃个软饭不香吗 琉璃 跟我走 我倒要看看 比比东是不是吃了豹子胆 居然敢吞并我的裁决殿 好的 叶峰哥哥 月琉璃乖巧地点头 随后跟在叶峰身后 大摇大摆地往裁决殿走去 他对比比东 乃至于武魂殿都没有任何感情 反倒对叶峰哥哥非常感激 此生愿跟你一起走到最后 不负叶峰不负亲 自从他决定加入裁决殿之后 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 这辈子注定跟叶峰纠缠不清了 叶峰回到武魂殿之后 没有着急去裁决殿 而是转了一个弯 跟着月琉璃来到了供奉殿 供奉殿七大供奉 是武魂殿战力的天花板 而且自己的爷爷是千道流 在罢免比比东之前 肯定要供奉殿在场的 他是裁决殿的殿主 秉公执法 法律高于一切 内监督武魂殿 外出敌人 并不是所谓的暴徒 他让比比东退位可以 但是必须要符合程序 叶峰和月琉璃连妹 走进了供奉殿 目光往里面看去 供奉殿内只有两大供奉在 分别是二供奉金鳄 和五供奉光灵 金鳄是百岁斗罗 九十八级巅峰 烈是暮年 虽为年迈 老祭福利 不坠青云之至 烈是暮年 壮心不已 光灵是一个老顽童 走出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只要心智不老 年龄便不长 两大供奉看到叶峰回来了 嘴角经不住 露出一股淡淡的笑意 虽然说叶峰是一个后生 但是却深得他们的喜爱 金鳄和光灵都没有儿子 他们早就将叶峰 当成自己儿子来看待了 而且叶峰如此优秀 就连他们也没有把握 能够吻胜叶峰 叶峰虽然年轻 但是实力不俗 如果单以实力来论的话 叶峰足以当供奉殿 最年轻的供奉 跟他们同辈 叶峰 你从海神岛回来了 金鳄嘴角露出一温和的笑容 嗯 叶峰随口应了一句 目光在供奉殿转了一圈 没有看到自己爷爷千道流 正想要问千道流的消息 金鳄淡淡的声音又传过来了 叶峰 跟在你旁边这位女娃娃是谁 金鳄笑了笑 虽然声音不经意 但是言外之意却很明显 金鳄一生中最疼爱的人 就是千任雪 叶峰和千任雪都订婚了 现在身边还带着一位女娃娃 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他相信叶峰 但是年轻人之间走火的事情还少吗 干柴终究会点燃烈火 净水流台仙得月 万一叶峰喜欢上这个女娃娃呢 金鳄是看着小雪长大的 自然会替小雪担忧 面对金鳄的问话 叶峰浑然不觉 但是旁边的月琉璃 似乎感受到了金鳄的言外之意 脸上顿时有些难以为情了 好像自己就是那个小三一样 金鳄爷爷 他叫月琉璃 是裁决店新招收的助理 目前在替我工作 办事非常干净利落 而且背景绝对没问题 可堪重用 叶峰不明所以地开口 这时 站在叶峰旁边的月琉璃 听了叶峰的话之后 顿时更加不好意思了 叶峰没有听懂 但是不代表 他也能装作没有听懂 连忙开口解释 二供奉 五供奉 原本我只是武魂学院的一名学员 承蒙叶峰大人厚爱 将我招收尽才决店 但是 我跟叶峰大人 只是上下级关系 请两位供奉 要误会 金鳄和光临闻言 经不住发出一阵嗨嗨 干笑声传遍全场 脸上有些尴尬 但是他们都一把年纪了 这一点尴尬 算得了什么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为了小雪的幸福 我多问几句怎么了 叶峰闻言 这才后知后觉的醒悟过来 原来就是 担心我对不起小雪啊 但是在这个时候 叶峰也没有解释 因为这些事情越描越黑 越解释 就越容易误会 有一句成语是这样说的 解释就是掩饰 而且 刚才月琉璃也说得很清楚了 至于自己对月琉璃的看法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只是将月琉璃 当成妹妹来看待罢了 两位供奉意识到尴尬 也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结 叶峰 你来供奉店看我们吗 还是说有其他事情 叶峰没有任何机会 直接开门见山 我是来汇报在海神岛 执行任务的情况 以及关于比比东的事情的 金鳄和光临闻言 瞬间愣了一下 脸色有些难看 好像大祸临头的样子 叶峰又要搞事情吗 真是一波未停 一波又生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心中忽然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五魂殿应该马上就要大乱了 金鳄和光临都是五魂殿的供奉 虽然不闻事事 但是对于叶峰这个后生 还是非常了解的 哦 大哥在天使神殿 恐怕你要等一会了 金鳄的声音还没有说完 外面就传来了千道流大笑的声音 听说有人在找我 众人抬起头看去 只见千道流穿着一套金色的铠甲 神情硕硕地走了进来 周围神圣气息环绕 双眸炯炯有神 如同一个百战老将军 千道流速度很快 一会儿就来到了供奉殿中 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座上 见过大哥 金鳄和光临一口同声地开口 爷爷好 叶峰笑了笑 大大大 大供奉好 月流离看到五魂殿最高站立 身体经不住颤抖了起来 声音都有些打啰嗦 怎么说呢 这就好像一个平民百姓 见到了至高国王 除了有一丝居树之外 心里也有一丝畏惧 月流离常年都在五魂学院学习 见过最大的人物 就是五魂学院的院长 现在突然让他见到五魂殿的守护神 有这种表现也略感正常 千道流目光在叶峰身上停留了一会 然后又转过头 将目光看向月流离 此时月流离穿着一套大方得体的晚服 是一件纯白色的连衣裙 虽然身材没有很惹火 但是却将身体的曲线完美勾勒出来了 此刻月流离看起来就像一只高傲的天鹅 天鹅不知道什么是美 但是却时常会引人注目 乃至于移不开目光 千道流知道这类型越看越耐看的女人 是多么勾引男人 即便是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 恐怕也会为其倾心 所以他的第一反应跟金鹅的差不多 都是担心叶峰被月流离拐跑了 那么自己的孙女呢 该怎么办呢 他不是说他接受不了一夫多妻 但是谁不想自己的未来女婿 独宠自己的孙女呢 叶峰你也来了 你旁边这位是 有了刚才金鹅的经验 叶峰也是瞬间就明白了 自己爷爷的言外之意 千道流爷爷 月流离是我的手下 我已经有了千人血了 不会再贪心了 叶峰淡淡地开口 在他心里只想解释清楚这件事情 然后尽快去比比比东退位 但是这句话落在月流离心中 却忽然变了样 那个小姑娘 脸上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股失落 果然叶峰哥哥 只是将我当成普通的助理吗 对我一点想法都没有 情不知从何而起 却莫名觉得非常难过 月流离也知道自己跟叶峰哥哥的地位悬殊 甚至配不起叶峰哥哥 自己就不应该对叶峰哥哥 有特殊的想法 但是听到叶峰哥哥亲口说出来 心中还是哽咽 倒难以呼吸 月流离目光黯淡 原本他觉得叶峰哥哥对自己的偏爱 或许也有特殊的想法 现在的话 算了吧 我就不自作多情了 不对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叶峰哥哥 我怎么会喜欢叶峰哥哥呢 毕竟叶峰哥哥都有未婚妻了 谁会做那该死的第三者呢 月流离不着痕迹地伸出手 不经意间将眼角的水雾擦去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那就好 叶峰呀 爷爷不干涉你什么 你是一个成年人了 而且马上就要跟小雪结婚了 我相信你会处理好其中的关系的 光灵这个老顽童忽然将头伸过来 笑了笑 现在千任雪成为了天斗帝国的女帝 叶峰也从海神岛执行任务回来了 不如就让他们择日成婚 我们这群老家伙 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你们后辈成家立业 再抱一个娃娃 牵到刘文言 目光赞许地看了光灵一眼 这他妈是神助攻啊 原本他就在想着该怎么提这件事 没想到光灵居然说了出来了 如此甚好 我觉得下个月初一 这个日子就非常不错 好家伙 成婚的日子都选好了 还不是说蓄谋已久 就算你说不是蓄谋已久 也不会有人相信啊 叶峰倒不介意跟千任雪结婚 毕竟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早一点晚一点根本没有区别 他都可以坦然接受 但是现在的话 明显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罢免比比东教皇之位 爷爷 我跟千任雪成婚的事情 可以以后再说 但是现在还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必须马上去办 叶峰摆了摆手 直接打断了千道流和光灵的对话 这两位都是忘孙女成婚的老家伙 如果再给他们这样聊下去 恐怕会错过比比东上演的一场好戏 千道流皱了皱眉 虽然感到有些不悦 但是也没有说什么 谁叫叶峰是自己收养的孩子的 而且还是自己孙女的未婚夫 还有什么事情吗 那么着急 难道比你的终身大事还重要吗 叶峰竟然从自己爷爷口中 听出了一丝自嘲 不过这也是非常无奈的事情 此生已经许武魂殿 一心只为武魂殿 只能将千任雪的终身大事 往后压一压了 不是有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吗 此生已许国 恐难已许清 不好意思 叶峰不知道如何辩解 干脆就不辩解了 直接站在千道流前方 目光坚定 看起来就像是一头酱牛 无论怎么样 都拉不回来的那种 唉 罢了 你说吧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事情 居然让你如此伤心 叶峰顿了一声 然后拍了拍手掌 跟着自己去海神岛 执行任务的毁灭小队 一个队员走了进来 这个队员 名字叫做何天 何天身穿铠甲 外表看起来 跟古代冲锋陷阵的士兵 差不多 脸色坚毅 何天元本是比比东的手下 他的任务是 跟着叶峰去到海神岛 找到机会 给叶峰致命一击 让叶峰永远无法从海神岛回来 但是现在的话 他已经被叶峰折服了 早就另责民主 或者说 已经背叛了比比东 何天之所以出现在供奉殿上 就是替叶峰指证比比东的 叶峰 眼前这个人是谁 你带这个人进来 是何意 千道流皱了皱眉头问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中忽然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仿佛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 该不会是叶峰又搞事情吧 老师让我给他擦屁股 叶峰没有回答千道流的话 直接转过头 将目光看向何天 淡淡地开口 你给大供奉介绍一下吧 好的 叶峰大人 何天微微点头 随后转过头 目光看了千道流一眼 顿时缩了回去 他只是一个小人物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人物 心底自然有些紧张 但是一想到自己是为了叶峰 有叶峰大人在自己身边 心中顿时没有那么紧张了 大供奉 你好 我的名字叫做何天 原本是比比东的手下 但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 叶峰手下 我跟你说明一下 海神岛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是这样的 比比东曾下令 让裁决店的电长叶峰大人 去剿灭海神岛 明面上是一个挑不出任何毛病任务 其实这是公报私仇 明知道 海神岛是海神的传承之地 里面有海神所留下来的力量 比比东居然让叶峰带人去送死 除此之外 比比东还派出了一支毁灭小队 明面上是帮助叶峰消灭海神岛 其实只是找机会让叶峰 在海神岛中永远无法返回来 我就是毁灭小队的成员之一 这件事情我可以作证 何天说到这里 声音猛然停顿了一下 眼睛看了看千道刘 随后又转过去 将目光看向叶峰 见两人都没有说什么 心中连忙松了一口气 他站出来出来做污点证人 本来就是一件吃力而不讨好的事情 随时有可能被其中一方的人推出去 但是他已经新跟了民主 又不得不站出来 这时候 叶峰淡淡的声音传过来了 爷爷 比比东 这是意图杀害同门 按照五魂殿的法律 该如何宣判 或者说该怎么惩罚 千道刘文言 皱了皱眉头 说实话 他喜欢这种感觉 现在五魂殿不是很稳定吗 比比东和叶峰两人 怎么老是搞事情呢 难道真的要将五魂殿 搞到四分五裂才满意吗 千道刘沉默了一会 虽然他知道 这件事情是比比东做的不对 但是他并不准备深究 而是准备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行 我知道了 我会亲自找比比东问责的 千道刘准备 主动将这个任务揽过来 因为如果让叶峰动手的话 可能又会不知轻重了 上一次 叶峰都直接战棍教皇 让五魂殿颜面尽失 千道刘准备亲自处理这件事情 这样子就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了 当然 比比东居然意图 杀害自己收养的孩子 这绝对是不可饶恕的 他也会给比比东一个深刻的教训 当然这偷偷的教训 并不准备公开审判比比东 因为这样会影响五魂殿的稳定 呵呵 叶峰文言 嘴角经不住冷笑一声 爷爷 我真的很不喜欢你 居然那么懦弱 那爷爷 除此之外 你可知道比比东准备逼千刃雪 交出天斗帝国女帝之位 是我一手将千刃雪 扶持到女帝的位置的 有什么资格逼千刃雪 什么 千道刘净呼一声 比比东居然准备对小雪动手 小雪可是千家唯一的血脉 亦是他得守护一辈子的存在 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欺负 比比东此举是触及了千道刘的底线 爷爷 你没有听错 我们裁决殿已经掌握了 比比东犯罪的证据 如果你死心的话 我可以将这些证据都呈现出来给你 而且当事人千刃雪 也可以为我作证的 比比东 原本我是不想动你的 但是 你真的想死吗 千道刘在心里冷哼一声 声音中没有夹带任何表情 现在可是真的有些愤怒了 叶峰抬起头 目光看了千道刘一眼 心底顿时得意地笑了笑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只要自己爷爷千道刘不再懦弱 那么就距离比比东灭亡不远了 爷爷 虽然我知道你喜欢武魂殿稳定 但是一味维护比比东 可不能换取武魂殿的稳定 相反还有可能导致武魂殿灭亡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武魂殿法律该如何 那咱们就该如何 千道刘文言沉默 不可否认 叶峰说的不是毫无道理 但是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去动比比东 毕竟 千道刘的懦弱是出了名的 当初自己的儿子被比比东吞噬掉 女儿被比比东欺负 都能忍耐下来的 这一点算什么 大不了 再忍耐一下呗 这时候 叶峰知道 是给千道刘致命一击的时候到了 如果最后一击都没有 让千道刘下定决心 去罢免比比东 那就说明 或许千道刘也没救了 爷爷 如果比比东 不但想要千任雪的女帝之位 还想要吞并武魂殿 让整个武魂殿不再兴迁 你又该如何 这 比比东只是代管武魂殿而已 应该不敢吧 千道刘皱了皱眉 自然是废除比比东的 如果比比东 如此不是大体 要来何用 千道刘丹丹的开口 叶峰所说的话 实在太令气愤怒了 武魂殿是姓千 不是姓比比 比比东 只是代管而已 怎么敢吞并 主人的位置 既然如此 那么请爷爷记住 刚才自己说的话 然后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看一场好戏 叶峰听到千道刘 终于不再软弱 心底露出一股淡淡的笑容 他要的就是这种结果 千道刘皱了皱眉 随后微微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如果比比东 真的暗中吞并武魂殿 企图让武魂殿改姓 他真的接受不了 也不会再袒护比比东 金额听到这个消息 也甚是惊讶 甚至有些愤怒 他跟千道刘情同手足 跟千任教皇也感情颇深 跟千任雪是爷孙关系 他没有后人 早就将千任雪视如己出 看着千任雪一天一天长大 甚是高兴 虽然千任雪远在天斗 但是作为武魂殿的天使少主 永远都是天使少主 他也只认可 千任雪为武魂殿的继承人 以后千任雪可是要重长武魂殿的 现在比比东这个外人 越做越过分了 他也看不下去了 叶峰 你放心 如果比比东 真的做得如此过分 金额爷爷也会替你做主的 你的金额爷爷是老了 但不是死了 只要我们还在一天 这个武魂殿就不可能改信 金额义愤填膺的开口 这时 光灵供奉将投身过来 那个老顽童的身形 也气得浑身发抖 我将信息传递 给武魂殿的其他兄弟 让其他兄弟 也一起去看看 武魂殿 我只认天使少主一个 叶峰文言也不再废话 直接领头 带着几位供奉 一起前往裁决殿 他已经吩咐裁决殿的 108位裁决使了 如果比比东 来回收裁决殿的权利 他们将宁死不屈 反抗到底 到时候 如果比比东 以为自己死了 就可以拿捏裁决殿 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 比比东 就是过于恋爱脑 然后不断犯错 将自己搞磨了 玉小刚是开端 但是却不是中端 走不出自己的执着 在哪里都是牢笼 放过别人 也是放过自己 为什么非要为了自己 不择手段呢 一心为了武魂殿不好吗 末日将至 你却还沉溺在 吞并裁决殿的快乐中 浑然未觉 与此同时 比比东 带领厂老殿的人 以及自己的亲信 来到了裁决殿门前 比比东 站在前方 手中拿着权杖 身穿黑色的服装 周围邪恶的气息环绕 再次来到裁决殿 他决定 将自己所受到的折磨 全部拿回来 抬起头一看 前方是高耸入云的裁决塔 裁决殿是 智肘焦黄殿的势力部门 也是他最痛恨的部门 好在现在的话 叶峰死了 这一切也该结束了 裁决殿收归教黄殿 是势不可挡的事情 比比东升后 跟着两位狗腿子 其中之一是橘斗罗 另外一个是鬼斗罗 再往后的话 就是长老殿的长老 浑尸军团 一大群人马 将裁决殿包围了 夜幕降临 灯火通明 各种火把 以及光明照耀整个裁决塔 怎么说呢 这一幕就有点像古代 抄家灭族的样子 比比东在裁决塔面前 等了一会 就像是及时已到的样子 对着身后的橘斗 和鬼斗罗微微点头 橘斗罗和鬼斗罗 相互对视一眼 虽然心中万般无奈 但是也只能跟着比比东 一路走到黑了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橘斗罗往前踏一步 距离裁决殿不足十米 将魂力凝聚在喉咙上 然后对着裁决塔大吼一声 教皇令道 裁决殿听令 裁决殿里面的裁决使 早就发现外面的人了 但是并没有出来 因为他们都是叶峰的手下 除了叶峰之外 根本没有人能够调动他们 其中一位裁决使 名字叫江定兴 是叶峰的新妇 而且最早一批加入裁决殿的 可以说是元老也不为过 同时也深得叶峰信任 在裁决殿中拥有非常高的威信 江定兴推开裁决塔的大门 来到橘斗罗面前 其身后还带着几十位裁决使 虽然这些裁决使得修为不高 但是在查案办公的时候 绝对是一把好手 战斗力也颇为不俗 局长老 鬼长老 我们裁决殿只对叶峰大人负责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 请对我们店主讲 江定兴不卑不坑 委婉地谢绝了橘斗罗的教皇令 随后又接着开口 而且 裁决殿作为武魂殿的合法机构 你们带那么多人来 将裁决殿包围了 这是什么意思 橘斗罗嘴角一笑 声音中带着坚定且强硬的声音 也只是听命行事而已 站在身后的比比东 听到橘斗罗和鬼斗罗的话 经不住皱了皱眉头 然后往前走一步 橘斗罗和鬼斗罗那么懦弱的吗 叶峰已经死了 说话都还有保留 有必要吗 直接态度强硬 不服就死 横推了裁决殿就行了 比比东对于杀死自己爱人的裁决殿 没有半点好感 恨不得现在就灭了整个裁决殿 现在他得到了罗刹神的大部分传承 根本就不用惧怕裁决殿了 乃至于供奉殿的大供奉清灵 也奈何他不得 比比东手持权杖 对着前方高呼 教皇令在此 众才绝使听令 因材决殿殿主 叶峰已死 但是材决殿不可一日无主 所以将材决殿收归教皇殿 你们可以选择臣服 或者 不臣服也可以 说到这里 比比东声音易冷 身体周围的邪恶气息不断涌动 背后甚至浮现出长着两只脚的虚翼 看起来距离堕入黑暗 成为日后那个罗刹神不远了 紧接着 目光在江定心他们身上转了一圈 声音阴冷而不加带任何表情 如有不臣服的 那也由不得你们了 如果你们不臣服的话 一律将之当成叛徒处理 叛徒两个字声音尤其大 而且非常刺耳 呵呵 将自己人当成叛徒 恐怕也就只有比比东一个人敢说出口了 江定心听了比比东的话 脸色微微一变 然后又猛然摇了摇头 神情满是坚定 不可能 叶峰店主是绝对不可能出事的 你可不要乱说 要不然的话 我可以告你诈骗的 其他裁决使跟江定心的反应差不多 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 第二反应也是不相信 叶峰是他们的主子 这一段日子早就将他们折服了 他们对叶峰都是坚信不疑的 根本是不可能出事 这便是叶峰的人格魅力 虽然裁决店是五魂店最后才成立的部门 但是其中的凝聚性却一点都不低 叶峰就像是一个桥梁 将整个裁决店的人联系在一起了 让他们凝成一股成一支无坚不摧的力量 让裁决店成为真正强大的势力 当然在裁决店中像那种高层 或者说是叶峰真正的亲信 是知道消息的 知道一定的内幕 知道叶峰还没有死 但是除此之外 那些中低端的裁决使都是不知道的 即便他们不知道 脸上也是对叶峰充满了信任 这让叶峰心底非常感动 平时真的没有白栽陪他们 只要裁决的能够团结一致 裁决店才能够真正的站起来 裁决店虽然一战成名 但是在武魂店中 已经有很多人不服裁决店的 所以他们呢 总会跟裁决店畅反调 不服从叶峰的管理 这就让裁决店的工作非常难以为继 有了这一群可爱的人 叶峰顿时觉得 这一切也没有什么了 成立裁决店作为自己的班底 这个决定实在是太正确了 千道流和金鳄 光灵 以及其他供奉 也暗中来到裁决店附近了 他们跟叶峰一样 隐藏在暗中暂时没有露面 只是在暗中看戏 他们要想看看 比比东的野心 看看比比东 是否像叶峰所说的那样 想要吞并武魂店 将武魂店的改姓 改姓比比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实在太大逆不道了 比比东只是代管武魂店而已 武魂店的真正当家作主的人 还是姓千 这一点是他们 这一群供奉的底线 而且 他们都将千任雪 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来看待 再加上现在千任雪 已经贵为天斗帝国的女帝 其中所取得的成就 他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千道流和金鳄 更加将千任雪 当成天使少主来看待 迟早都是要将武魂店 交回给千任雪管理的 如果比比东想要吞噬武魂店 那相当于动了他们的底线 他们根本接受不了一点 千道流看到比比东 以叶峰以死了为借口 逼迫才决电臣服教皇殿 强行收脚才决电的权力 这让他禁不住皱了皱眉头 脸上有些不愉快了起来 比比东可真是吃了豹子胆 叶峰死了 谁说的 现在叶峰不是在我身边 好好地站着吗 看来叶峰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比比东跟之前的确是不一样的人 而且裁决店是他们供奉店 亲自审批通过的部门 手中的权力是跟教皇殿 乃至于供奉店的权力都是一致的 现在比比东没有通过供奉店 甚至连问都没有问 这是对供奉店的大打不敬 早知道如此 当初我就不应该放过你的 当初比比东将自己的儿子千寻吉吞噬了 其实当初千道流早就发现蛛丝马迹了 但是因为自己的软弱 没有选择对比比东动手 看来自己真的错了 一个将自己丈夫吞噬了 然后又装作无视人一样 站在武魂殿中享受着武魂殿的权力 这到底是什么心结 这时候站在旁边的金鳄 百岁老豆罗将头抬过来 脸上皱了皱眉头 虽然他不是光明审批的使者 但是依旧在比比东身上 看到了一丝恐怖的邪恶气息 这股邪恶气息让他非常厌恶 大哥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 比比东身上带有一股非常浓郁的邪恶气息 光临闻言猛然将头伸过来 就像一个老顽童一样 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 我也感觉到了 我 光灵 很不喜欢这种气息 千道流作为天使神的大祭司 自然也能感觉到比比东身上的邪恶气息的 并且会比任何人都更加敏感 因为他作为天使神的大祭司 心中只有正义 脸上只有公正 守护苍生 拯救苍生 这便是天使存在的意义 亦是天使神殿的教义 千道流作为天使神的大祭司 自然延转身教 之所以刚才他没有发现 比比东身上所携带的邪恶气息 只是刚刚他全都把注意力 集中在看戏上面了 根本没有往这一块去想 也没有往这一块去感应 现在听到了惊恶的话 千道流暗自感应了一下 顿时脸色大变 其实根本不用精神力感应 只要站在比比东一定距离内 瞬间就能够感应出来了 这股邪恶气息 恍若来自地狱的恶魔 又像在每时每刻 都蛊惑人堕落的邪恶之神 这是 这是 罗刹神 千道流脸色大变 因为他是大祭司 所知道的神界秘密 比下界的人多很多 他知道罗刹神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罗刹神 是一代天使神的对立面的神奇 是天使神的反面 俗称黑暗神奇 罗刹神掌管天下邪念 掌控制邪之力 与怨念杀戮 掌控这世间的一切邪恶 也代表这世间的一切负面情绪 怎么说呢 这就是一个 以杀戮为主 玩弄人心 蛊惑人类堕落的邪恶之神 在成神之时 都不知道 需要犯下多少邪恶 恐怕所杀戮的人 而且正好是天使神的死对头 千道流平时不问世事 而且之前比比东的邪恶不显 千道流根本就没有发现 比比东在暗中继承罗刹神 否则的话 根本不会让比比东活到现在 比比东真的太过分了 居然继承了罗刹神的神位 M 按照这个气息来说 即便比比东 还没有继承罗刹神的神位 也距离继承罗刹神的神位不远了 背后已经隐隐约约 有罗刹神的影子了 千道流皱了皱眉 决定这一次 自己不再软弱 一定要站出来 将自己的软弱收起来 不只是为了自己之前 犯下的错误埋单 更是因为千刃血 他不忍心 千刃血被比比东 一步一步蚕食 然后失去天使少主的位置 就在这时 叶峰和千道流等供奉 抬起头 目光向裁决电方向看去 虽然现在 他们已经有了心中的答案 但是依旧不着急动手 就好像 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股 约定成熟的约定 现在默认在钓鱼执法 想办法再看戏 此时 比比东在原地等了很久 都没有看到 才决电的人出来投降 经不住皱了皱眉头 脸上的邪恶气息涌动 头顶上那对邪恶的 罗刹神的邪恶脚 都变成了恐怖的恶鬼 不断弯曲起来 让人看了耸人听闻 很好 在武魂殿中 还真从来没有人 敢不听教皇号令的 你们这是 吃了豹子胆啊 既然如此的话 你那么就给我 统统去死罢了 反正都是一群 不听话的叛徒 即便你们死了 也不会有任何人 给你伸冤 我再给你们 最后一次机会 是否愿意臣服于我 否则的话 那你就给我死吧 我数三个数 如果三个数之后 还没有看到你们的臣服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比比东声音非常冷 心底非常愤怒 其实在他原本的预想中 才决电的人知道 叶峰已经死了之后 应该会乖乖地投降的 万万没有想到 居然没有投降 而且还是 还如此灵患不灵 原本他呢 想要一个完整的裁决电的 一个完全听命于 教皇殿的裁决电 就这样子 他手中的权力 才会达到真正的巅峰 将裁决电掌控在手里之后 甚至能够将供奉电都废除了 其中的权力 不可谓是不大 但是如果裁决电都反抗的话 那就只能将他们都杀了 然后再重新另立裁决电 裁决电听闻了比比东的话 现在所有裁决史 都心乱如麻 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是其中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那就是 他们只是叶峰的人 一生为主 终生为主 绝对不可能背叛自己的主子 生死相随 这是他们现在最后的意志 怎么办 难道我们叶峰大人真的出事了吗 教皇怎么吃了豹子胆 居然赶来我们这里 收脚裁决电 不可能 我们的主人是绝对不会出事了的 你可不要瞎猜 对 你们就不要瞎猜了 我们的主人肯定会没事的 现在还是先想想 该怎么处理好眼前的危机 叶峰大人 临走之前 去海神岛执行任务之前 将裁决电交给我们打理 我们就一定要将裁决电打理得好好的 不可能让比比东 吞并掉我们的裁决电 对 跟比比东拼了 决一死战 江定兴 回到裁决史中央 现在是他跟叶峰走的最近 也是他对叶峰最为了解 所以现在他站出来了之后 在裁决史中威信很高 很多人都愿意听从江定兴的声音 大家安静一下 不要被比比东的激将法 激将到了 一切听从我的命令行事 江定兴是知道这个内幕的人 自然对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慌 而且他知道 叶峰就在暗中看着 叶峰的目的 是为了废除比比东 自己这边一定要配合自己的主人呢 将这件事情半漂亮了起来 好的 我们都听你的 众裁决是一口同声的开口 江定兴没有莽撞 而是又不比不亢地走出裁决店 跟比比东摇摇相对 那温和又坚硬有力的声音 就猛然传过来了 教皇大人 请你注意你的言辞 我们不是不听教皇令 而是我们叶峰大人不在这里 我们只是听叶峰大人的 你的教皇令要给叶峰大人说 而且 你的教皇令有通过供奉店的审批吗 裁决店作为教皇店的评级的部门 原则上来说 你也是没有权利单独向我们下达命令的 你 牙尖嘴利的家伙 可是你的牙尖嘴利却拯救不了你 三二一 李比东一阵恼怒 猛然举起手 直接开始倒数 倒数到一的时候 他高举的右手猛然往下打下 很明显 他是准备强行吞并裁决店了 江定兴在这个时候 很明显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根本就丝毫不送 直接就组织其裁决塔内 剩余的裁决室 组织其反抗来了 家人们 有人想要入侵我们的家园 我们应该怎么办 反击 反击反击 反击 保护裁决店 等待叶峰大人归来 裁决室高声大呼 声音铺天盖地 将整个裁决塔都略微震动起来了 一份填膺 这一份强大团结的力量 绝对可以他们凝成一股绳子 变成一个无坚不摧的利剑 橘斗罗和鬼斗罗都召唤出武魂 冲锋到最前方 橘斗罗的武魂是仙草其荣通天菊 鬼斗罗的武魂是鬼魅 他们最先一排的是封号斗罗 九个魂环闪耀在旁边 给人一股非常强大的感觉 与之相比 才决定这边的力量就显得有些单薄 因为才决定成立的力量上短 根本就没有什么中间力量 也没有什么可以挑起大量的力量 现在最高只不过是八环魂斗罗而已 封号斗罗跟魂斗罗拆了一个大剑 根本不是用人数可以弥补的 世界上流行这么一种做法 那就是封号斗罗之下 皆为蝼蚁 封号斗罗已经产生质变了 根本上不是其他魂石可以比拟的 虽然现在战斗还没有开始 但是似乎战斗还没有开始 结果就已经注定了 比比东所带来的力量 根本不是裁决殿的人可以抵挡的 叶峰看到自己一手成立的裁决殿 如此拥护自己心底 自然非常欣慰 正当他想要站出去 将自己的手下保护起来的时候 旁边的千道流却忍不住 比比东 你这是在干嘛 是想死吗 大胆 比比东 你这是在干嘛 是想死吗 千道流怒不可遏的声音 急传来在整个裁决殿流转 动若奔雷 不远处 橘斗罗和鬼斗罗 听到千道流的声音 正在进攻的身形猛然一顿 身形有些不好受 他们最怕的人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比比东 第二个就是千道流 哎 似乎不对 他们第一害怕的 应该是叶峰 橘斗罗和鬼斗罗相互对视一眼 双眸中露出恐惧 大供奉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该不会是兴师问罪的吧 情况非常不妙啊 哎 我们怎么会上了比比东的贼船呢 强行收脚才决电 这本来就不对的 程序也不合理 现在千道流来了 比比东作为教皇 修为强大 未必害怕大供奉 但是他们只是一个小小的长老 根本没有什么权利 可以说 是中间人 最为难的也是中间人了 左右不是人 受苦受难的都是中间人 橘斗罗和鬼斗罗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静静等待事情的结束 比比东和千道流之间的博弈 可不是他们可以参与的 比比东听到身后的声音 脸色也是变了变 但是还不至于慌 如果是之前的话 比比东肯定会慌的 毕竟他打不过千道流 但是现在的话 比比东已经得到大部分罗刹神传承了 虽然实力还没到神级 但是距离神级已经不远了 大供奉 不 给你面子 你才叫做大供奉 不给你面子的话 你就是千道流 跟死鬼千寻级一样的千道流 将你吞噬掉 跟千寻级做伴 大供奉 你怎么来了 比比东冷笑一声 转过头 往声音来源看过去 大供奉千道流 和其余六大供奉赫然站立在原地 他还特意往周围观察了一番 没有看到叶峰在 这才暗自松了一口气 在比比东心里 叶峰比千道流更加可怕 他也更怕叶峰 殊不知 在比比东看过来的时候 叶峰已经先一步往旁边躲过去了 现在不是他出场的真正时刻 等到叶峰真的出场 那就应该是一锤定音 搞定最后的大局了 我怎么来了 真是可笑 你居然问我怎么来了 你怎么不问问 你自己在做什么 千道流冷冷地反问 心中早就怒不可遏 比比东真的是反了天了 居然敢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 哦 我呀 我自然是在履行教皇的职责 裁决店店主已死 但是裁决店不可一日无主 虽然我作为教皇 现在已经日理万机 但是依旧苦心故意 抽出时间来接管裁决店 这都是我应得的义务 比比东淡淡的声音传过来 三言两语间 便将自己描绘成正义的一方 为五魂店呕心沥血的一方 千道流文言 顿时变得更加愤怒了 这是什么 这是变本加厉 见到自己这位裁决长老 都都没有迷途之反 呵呵 你这么说 我还要谢谢你吗 谢谢就不用了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比比东更是直接厚颜无耻 将这句话接了过来 根本没有觉得任何不对的地方 你 你特么的 真是冠冕堂皇 这种事情亏你说得出口 你自己在做什么 你自己心知肚明 如果你再不停下的话 你这个教皇就不要当了 大供奉 我不认为 我做的有什么不对的 教皇殿本身就是五魂殿的权力至高 我劝你们供奉殿不要管过界了 要不然的话 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虽然现在教皇殿和供奉殿还是相安无事 但是不代表着 我们一直都会相安无事 比比东背后的触角涌动 罗刹神虚影不断晃动 邪恶气息逐渐涌现 这一句话已经带着威胁了 基本上可以说是公开撕破脸皮了 教皇殿和供奉殿的宣战正式开始了 如果叶峰在的话 比比东可不敢那么大胆 一个死灵魂师 一人及天灾 其中所有的能力实在太诡异了 虽然现在比比东已经快要完成罗刹九考了 但是对叶峰还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仿佛就是源自灵魂最深处的恐惧一样 比比东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准备造反吗 千道流冷冷反问 嘴角都气得直打啰嗦 然而千道流的话都还没有说完 就直接被比比东粗暴地打断了 好了 老家伙 你给我闭嘴 我给你脸了 可千万不要在我还攻击你的时候 挑衅我的底线 否则的话 我可不再客气了 我想你应该不会忘记你的儿子是怎么死的吧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千道流牙冠都快被咬碎了 比比东居然那么大胆 丝毫都不将他放在眼里 这简直找死 哼 牙尖嘴利的家伙 我不跟你成口舌之变 我 千道流 武魂殿大供奉 兼裁爵长老 代表供奉殿宣告 罢免武魂殿比比东教皇之位 随着千道流的声音落下 其余几个供奉朗声的声音随之传过来 声援大供奉千道流 金额 我同意罢免比比东教皇之位 光灵 我也同意 祥龙 我也同意 同意罢免比比东教皇之位 同意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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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同意 同意罢免比比东教皇之位 七大供奉的声音 环绕左右 四散而开 震撤四周 四周的武魂殿子弟 脸色顿时变得非常精彩了 七大供奉 罢免武魂殿教皇 这可真是活久见了 他们活了无数年 甚至见证了武魂殿的兴衰 但是却从来没有见过 供奉殿居然会罢免教皇的 比比东的做法 实在太过分了 要不然 也不会犯下众目 现在供奉殿七大供奉 已经投票通过 比比东当教皇的日子 也算是到头了 很难说 刚刚比比东教皇 可是很硬气的 估计不会那么轻易 交出教皇之位 哎 也是 这可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 估计待会这里 会爆发一场大战 咱们还是躲远一点好 比比东听到千道流的话之后 没有任何感到不对的地方 自己这么对千道流 千道流不罢免 自己才不对呢 不过 你觉得我现在还怕你吗 老家伙 你可真是嫌自己活得太久了 比比东心头猛然一发狠 那恐怖的能量 邪恶力量瞬间扩散开来 左边是死亡猪黄 右边是弑魂猪黄 两大猪黄环绕左右 邪恶气息 恍若实质一般 令人感到畏惧 那没有加带任何表情 冷酷至极的声音 似乎从九幽传来一样 让人心底生寒 老家伙 你非要给脸标脸对吧 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就送你上楼好了 给你机会在五魂殿养老 你非不愿意 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就和你那个死去的儿子相伴吧 比比东说完之后 不给人任何反应的机会 率先出手 死亡猪黄瞬间出手 如同两把螳螂刀一样 静止向千道流攻击过去 你找死 千道流冷哼一声 背后浮现出六一天使 手提一柄天使剑 瞬间向比比东冲过去 速度快若闪电 企图以天使五魂的空中力量制胜 以速度制胜 现在可是在众目睽睽的情况下 千道流作为大供奉 必须要一招制胜 以最快的速度取得胜利 要不然 大供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很有可能遭到挑衅 很可惜 因为千道流低估了比比东的实力 现在比比东 可是得到罗刹神的大部分传承 已经不再是 当初那个弱小的教皇了 而是罗刹神 或者说即将是罗刹神 虽然千道流的速度很快 但是比比东的死亡镰刀的速度明显更快 仅仅瞬间 便直接来到千道流面前了 可以说 是贴脸开打 千道流无奈 只能停住攻击的趋势 转成防御了 天使剑往手中一横在前方 画出一道十字 那恐怖的能量瞬间扩散出去 这可是99级极限斗罗的权力攻击 哄 一声巨响传来 千道流双猛猛然一缩 一股恐怖的气息瞬间扩散开来 周围空间诞生了一股阴暴 恐怖的力量在四周环绕 以两者攻击处为中心 瞬间向四周扩散开来 这一股冲击波非常恐怖 竟然将周围所有民房建筑物摧毁了 怎么说呢 这就像是一个核弹爆炸的场景 这个核弹爆炸开之后 冲击波将四周房屋摧毁 唯独有一座建筑例外 那便是裁掘塔 当初叶峰建立裁掘塔的时候 就用最坚固最好的材料建造 并且加入了无数混导科技和符文 单单这一点冲击波 还真的奈何裁掘塔不得 攻击过后 千道流握着天使剑的双手 赫然瑟瑟发抖了起来 仔细一看 右手虎口出裂开 鲜血从中缓缓滴落 颤抖不已 怎么可能 千道流善善一声 脸露恐惧 比比东何时变得如此强大 刚刚他已经用尽全力了 依旧没办法在战斗中取得优势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自己会输 得出这一个恐怖的结论 千道流心都凉了 难怪比比东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吞并才决定 原来是有肆无恐 千道流活了大半辈子 对自己的实力 以及对对方的实力 都能判断得非常清楚 那就是 自己不是比比东的对手了 既然如此的话 武魂殿内 谁还是比比东的对手 难道说 武魂殿真的要改姓了吗 从此以后姓比比 不再姓千 但是这样的话 何处安放此生的肉身 这对小雪 是否也太不公平了 老家伙 感觉到了吧 这便是我的罗刹力量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了 不知道你是否有一次后悔 你好好安心 在供奉殿养老不好吗 非要出来多管闲事 现在好了吧 命都要丢了 比比东声音中充满了得意 刚刚他忽然产生了一个 更加大胆的想法 那便是干脆将供奉殿也吞并了 将供奉殿吞并了 愿意臣服自己的供奉 可活 不愿意臣服自己的供奉 那就全杀了 比比东已经做好了 将七大供奉全杀了的准备 毕竟七大供奉情同手足 想要让他们臣服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反正都出手了 何不将供奉殿一起吞噬了呢 将供奉殿裁掘掘 收入囊中 一同武魂殿 这才是真正的权力巅峰 到时候 武要天下 将所有不服自己的人全杀了 千道流文言 身体僵了一下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虽然他不知道 比比东说的是否有道理 但是比比东有实力 在这个世界 强者为尊 比比东有实力 那便可以为所欲为 他根本阻止不了比比东 就在千道流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叶峰忽然从隐藏中站出来 来到千道流身边 轻轻拍了拍千道流的肩膀 爷爷 别怕 有我在 比比东翻不起什么风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叶峰的话 千道流赫然感到心安了不少 说实话 千道流也不知道叶峰的真正实力 但是叶峰这个孩子 从小做事就非常稳重 根本不用让人任何担忧 而且完成了很多人 连想都不敢想的奇迹 叶峰 有把握吗 对面的比比东很强 千道流有些担忧的开口 当然 别说是比比东了 就算是海神分身 我都杀过 叶峰转过头 对着自己爷爷员呲牙一笑 这次爷爷终于不再软弱了 这让他感到非常欣慰 只要爷爷不软弱 整个武魂殿就有救 那就好 我们爷孙联手 将比比东拿下 咱们武魂殿只能姓千 而不是比比 千道流伸出拳头 往叶峰的肩膀上垂一下 这是一个社交礼仪 代表团结合作的意思 但是千道流却感到 自己像是一拳打在石头上一样 拳头隐隐作痛 那么 叶峰这个孩子 身体怎么那么坚硬 真是一点都不简单啊 爷爷 不用你出手了 对付比比东 我一人足矣 叶峰摇了摇头 拒绝了千道流的好意 他心里很清楚 现在的比比东 已经算是半个罗刹神了 自己的爷爷 根本帮不上自己什么忙 而且他也不想 让自己的爷爷出事 你一个人可以吗 现在的比比东 可不是之前那个比比东 实力滔天 非常邪恶 千道流皱了皱眉 比比东得到罗刹神的传承 现在早就经非西比了 就连他也未必是对方的对手 他有些担忧叶峰 叶峰担心爷爷的安全 爷爷又何曾没有担心叶峰的安全 虽然说 叶峰是千道流捡来的孩子 但是早就已经将其视为挤出了 没问题的 叶峰谈笑丰盛地开口 随后好像想到了什么东西 往前走一步 又淡淡地开口 爷爷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 我的真正实力吗 现在我就给你看一下 我的真正实力 叶峰脚步一顿 那强悍的气息随之爆发出来 虽然现在他只是一名封号斗罗 但是爆发出的气息 一点都不弱 甚至比身为极限斗罗的千道流 更加强无数倍 周围的魂师军团 五魂殿执法者 以及吃瓜听众 眼睛睁得大大的 满脸难以置信 叶峰怎么那么强 比身为极限斗罗的千道流还强 这怎么可能 原本他们以为 千道流是五魂殿地表最强占领 无人能及 结果叶峰爆发出来的气息 似乎比千道流更强 这真是令人吃惊 听了叶峰的话 千道流没有在说什么 而是微微地点头 选择相信叶峰 虽然叶峰是他收养的孩子 但是一起经历过了十几载 也算是知根知底 知道叶峰的脾性 这个孩子平时不显山 却闻得很 根本不用让人怎么担心 虽然千道流为九十九级极限斗罗 也在很努力看清叶峰的实力 但是叶峰的实力却像深渊一样 无论怎么也看不透 你越想靠近 越觉得已经看清叶峰的实力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看到的 只不过是叶峰的冰山一角而已 就像一个谜团一样 剪不断 理还乱 千道流听到叶峰跃跃欲试的样子 决定相信对方 而且他也想知道叶峰的真正实力 孩子 这蕴含了浓烈的亲情 另一边 比比东正准备斩杀千道流 以暴力推动武魂殿 让武魂殿匍匐在自己脚下 整个武魂殿都只能有一个声音 那就是他比比东的 可是 心中甚至还开始畅想未来了 当武魂殿只剩下一个声音之后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将叶峰以及天使一脉的人 全部斩杀殆尽 斩草除根 以免春风吹又生 然后第二件事情 就是为玉小刚平反 玉小刚死得太冤了 他得为自己的爱人招雪 第三件事呢 当然是鞭尸 千寻吉给他带来的伤害 永远无法忘记 不将千寻吉拿出来鞭尸的话 自己的良心也过意不去 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将武魂殿改名 武魂殿是千家取的名字 当自己执张武魂殿之后 那就得姓比比了 到时候名字肯定得改 就叫做比比殿什么的 让武魂殿随着千家的灭亡 而烟消云散 然而 当比比东正得意洋洋的时候 忽然眼角于光 看到那个最不愿意看到的人出现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他 这个人 亦是比比东最不愿意看到的 比比东不怕千道流 不怕整个供奉殿 唯独害怕叶峰 原因也很简单 那就是 叶峰就像一个深渊一样 让人永远看不出 叶峰的底在哪里 叶峰 是我出现幻觉了吗 叶峰应该死在海神岛上才对啊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比比东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伸出手擦了擦眼睛 眼前那个熟悉的身影 还在 脸色经不住露出一丝慌乱 这是什么情况 他都瞄准了时机 看到叶峰死在了海神岛 这才来找菜决定的麻烦的 叶峰不是死了吗 怎么一个死了的人 忽然复活了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比比东忽然有一种感觉 好像自己上当受骗了 或者说中了某种阴谋诡计 虽然叶峰的出现 让比比东非常慌乱 但是很快 他就强制自己冷静下来 只不过是一个叶峰而已 又不是生活过不了了 现在已经攻在悬上 不得不发了 即便叶峰出现 比比东也必须将 各计划推行下去了 否则的话 整个五魂殿都不会放过他 不成功则成人 开工没有回头剑 要么就征服五魂殿 让五魂殿 只剩下我比比东的声音 要么我比比东 就直接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比比东到现在了 将现在的局势 看得非常清楚 唯一诈一 虽然他还差最后一步 就能成为罗刹神了 并不是他最强的时候 但是现在迎来不及了 就在比比东沉默的时候 叶峰忽然往前飞过来 没有任何借力 好像就那样在半空中平移过来 看起来好像是恐怖片中的恶鬼移动方式一样 叶峰站在比比东前方一百米 停下脚步 和比比东摇摇相对 虽然两人没有说话 但是两者的恐怖气息 就已经在半空中碰撞了 在周围围观的弱小魂尸 承受不住这种威压 感到好像心灵都窒息了一样 随后便主动退后了十公里 这种级别的战斗 不是一般人想看 就能看的 这时候 叶峰淡淡的声音传过来了 声音中平平无奇 但是却带着一丝审判的味道 他身为裁决店的店主 虽然身居高位的时间不长 但是却培养出了那种不怒而微的威严 比比东 五魂店的法律高于一切 现在你的做法已经触犯了法律 我作为裁决店的裁决 就是专门处理你这种叛徒的 我劝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现在回头也还来得及 放下屠刀 我们五魂店给你养老 放下执着 才能做出自己的牢笼 同时也放过你自己 叶峰身为裁决 说话方式极具威严 怎么说呢 那有点像法院的审判长的声音 说话态度强硬 一锤定音 废话少讲 我知道你早就想我死了 呵呵 就是你放出假消息 让我露出马脚吧 比比东冷笑一声 现在脑海中忽然带着一丝明雾 那就是 这一切都是叶峰所做的局 自己居然还天真的跳了下去 搞到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收场了 比比东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那就是 身正不怕影子嫌 只要你站得正 行得正 一心只为武魂殿 没有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然后阴谋诡计 都奈何不了你 你依旧是那个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教皇 甚至裁决殿和供奉殿 都得为你服务 但是现在的话 你堕落了 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你有今天 也只是就由自取而已 怨不得谁 叶峰没有直接承认 但是也跟直接承认 没有什么区别了 他已经明着告诉比比东了 只要他问心无愧 那便无惧钓鱼执法 比比东闻言 身体一抖 周围的邪恶气息无尽涌现 心中愤怒难泻 悲愤难耐 但是又无可奈何 现在这种情况 多说无用 只能战斗了 背后的罗刹虚影浮现 恍若实质一般 邪恶气息翻滚了一周之后 比比东露出了自己的真正形态 全身穿着罗刹神的神装 看起来就像一个 堕落在异界的恶魔 比比东站立在原地 心念一动 一套紫色的神装突然出现 像铠甲一样覆盖全身 让比比东 看起来像是一个全能的战神 再加上手中拿着一柄 浑身散发着邪恶气息的魔帘 让比比东看起来 和真的罗刹神 没有什么区别了 除了修为 没有达到真正的罗刹神级别之外 神装这些都丝毫不差了 比比东周围 顿时浮现出九个魂环 这些魂环 竟然是跟叶峰的一样 都是新红色的 甚至最后一个魂环 还是紫金色的 叶峰 现在咱们之间 也应该做一个了断了 比比东冷哼一声 手中的罗刹魔帘瞬间挥出 这可是神器 所过之处 空间寂灭 毁灭和邪恶交织 神迹 幽名罗刹 这是比比东传承罗刹神的神迹 攻击力非常强大 自带邪恶和制邪的杀意 威力甚至可达半神 乃至于三级神的境界 神迹一出 比比东手中巨大的镰刀 悄然落下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天空之中 忽然出现了一道紫色的极光 极光在半空中 伴随着紫色极光绿洞 席卷而下 凝聚长一柄 长达数百米长的紫刃 紫刃恍若要将天地 都劈成两半一样 静止向叶峰落下 叶峰感觉到 比比东这一招非常强大 甚至远超自己 所见过的所有技能 如果他没有伤害 转移天赋的话 恐怕在比比东 这一次恐怖的攻击下 都未必能够活下来 但是叶峰是死灵魂师 面对比比东的恐怖攻击 根本就截然无惧 反正我的召唤物多 即便是真正的神灵 想要杀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叶峰根本就没有躲闪 因为根本没有必要 他害怕的是控制类型技能 比比东的强弓类技能 自己可真是没有怕过 叶峰生腾起背后恐怖的死灵魂魂 凝聚成一柄权杖 对着前方摇摇一指 嘴角弥漫着灿烂的笑意 比比东 你还在灵完不灵吗 你根本就对力量一无所知 或者说是对死灵魂师一无所知 叶峰说完了这一句话 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而是手持权杖 浑身一动不动的45度角 仰望天空 逼格十足 他知道自己接下来 跟比比东肯定有一场恶战 而且根本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拿下对方的 虽然叶峰能够击败海神分身 但是那有一定的侥幸在里面 比比东作为一个或者的魂师 而且得到了罗刹传承 可不是那么轻易能够撼动的 所以 叶峰在和比比东对战的时候 改变了策略 准备迂回前进 采用心理战术 先从心理上压倒比比比东 以达到不诈屈人之兵的效果 是一阵羞怒 恨不得直接跺脚 这是什么情况 特么的 你真以为 你是不死之身对吧 比比东皱了皱眉头 他不认为叶峰 拥有真正的不死之身 在大自然法则之下 根本没有任何人 能够做到真正的不死 叶峰的 只不过是障眼法罢了 而且现在自己的攻击力 已经可以堪称三级神 早就和之前不同日而遇了 正所谓是 一力破万法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即便你拥有真正的不死之身 也能将你磨灭 我对力量一无所知 呵呵 是你对力量一无所知吧 比比东反问的嘲讽一句 三级神在下界 都是无敌的存在 与人间无敌 他不相信 叶峰能够抵挡得住 然而 叶峰在这个时候 却没有说话 反而嘴角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 一副随你的样子 这让比比东心底更加羞怒 叶峰这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给点反应 因为叶峰没有反应 这让比比东感到 好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一样 那种用不上力的感觉 让人非常不好受 很快 比比东的神技 就攻击在叶峰身上了 叶峰依旧是原来那副动作 站着不动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很明显 直面比比东的神技攻击 卧槽 教皇的攻击太强了吧 我身为封号斗罗 都感到刹那间灵活之火悸灭 这攻击已经超出了人类极限 难道说达到了恐怖的神技攻击 何止 教皇这攻击 简直像是 要将五魂城劈成两半 根本不是人力可以抵挡的 叶峰死定了 你说他找招惹谁不好 那不是找死吗 还得是教皇啊 教皇战胜了叶峰 叶峰肯定死定了 到时候 五魂殿会迎来一次大洗牌 我们已经要站好队 慎言慎行 可惜了 叶峰那么年轻 居然要被比比东斩杀了 是啊 我挺喜欢叶峰的 可惜得罪了教皇大人 要不然也算是一代天骄 众人窃窃私语 就连千道流 看到叶峰如此拖打 竟然硬刚神级攻击的时候 心头更是禁不住抽了起来 这可是神级攻击啊 即便叶峰拥有不死之身 也不是这样子玩的 是不是作死吗 千道流自问 就连自己也接不下这个攻击 攻击速度奇快 窒息一般的死亡环绕 一直在脑海中盘旋 千道流知道 如果是自己直面这个攻击的话 恐怕根本就顶不住 下一秒 就会驾河西去 但是到了现在 即便心理担忧也没有办法 只能选择相信叶峰了 结果却令人大相径庭 大多数人都以为叶峰必死无疑了 也有少部分人认为 叶峰即便不死 也会身受重伤 可是万万没有想过 叶峰竟然毫发无伤 比比东攻击过去 叶峰依旧屹立在原地 甚至连脚步都不曾移动 发型也没成乱分毫 仿佛比比东那恐怖的力量 攻击在棉花上面一样 根本对叶峰无法造成任何影响 这 这怎么可能 我明明感觉到 教皇的攻击毁天灭地了 即便是封号斗罗 也只能瞬间生死的结果 万万没想到 叶峰居然毫发无伤 是我眼花了吗 不是你眼花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叶峰怎么会那么强大 我也很吃惊 但是这就是事实 咱们无论是谁也无法否认 会不会是障眼法 其实不止五魂殿的 其他人难以置信 就连千道流也非常难以置信 他没想到叶峰 居然强大到如此地步了 竟然能够硬刚半个 罗刹神的攻击 这简直出乎他意料 叶峰啊叶峰 你真的太令我吃惊了 明明你只是一个 普通的封号斗罗修为 魂力等级不高 但是战斗力 以及诡异程度 却可怕得过分 就连神级强者 都无法奈何你 死灵魂师这个职业 有那么强大吗 比比东看到自己的攻击无效 顿时人都骂了 虽然说他早就知道 叶峰非常诡异 不但拥有恐怖的召唤物 而且还拥有恐怖的技能 尤其是那个类似 不死之身的技能 更是非常难缠 但是比比东同样没想到 自己使用了神技 都奈何不了叶峰的 这 这怎么可能 比比东根本就接受不了 要知道 这可是神技啊 神技是罗刹神传承的技能 攻击力爆表 达到了半神和三级神之间 按道理来说 在人间 应该与人间无敌了 就这样 被叶峰挥挥手挡住 这真的很搞人心态 比比东眼睛睁得大大的 一直看到叶峰 叶峰在这个时候 也恰好转过身看过来 跟比比东四目相对 顿时火花涌现 两者针锋对脉盲 但是如果细心观察的人 就会发现比比东的目光柔和了一些 没有之前那么锋芒毕露了 很明显 刚刚叶峰应接他的神技 将他的心态搞没了 自信心没有刚才那么强了 叶峰嘴角一勾 对着比比东露出一股玩味的笑容 嘴角夸张的外翻 一直到脖子处 看起来就像一个小丑的笑容差不多的 除了玩味之外 更多的是 还有一股嘲讽 比比东啊 刚刚我都说了 你对我的力量 根本一无所知 现在你怕了吗 就你这点力量 根本奈何我不得 除非罗刹神清灵 至于你的话 真的差远了 可恶 比比东听了叶峰的声音 胸脯被气得一股一股的 特么的 真的是欺人太甚 还嘲讽起我来了 我就不相信你是真正的不死 以比东脸色变幻 周围的邪恶气息 涌动得更厉害了 背后罗刹虚影 恍若实质一般 头上那对邪恶的弯角 更加明显了起来 原本娇柔可爱的脸蛋 现在也被邪恶气息侵染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黑暗暴君一样 就连脸上都带着恐怖的蝌蚪流动 我就不相信你是真的不死 哼 吃我一招 比比东大吼一声 天空就像被污染了一样 变得漆黑如墨 邪恶气息涌动 污碎的罗刹地狱深处 亮起一道妖艳的红光 在天空中 汇聚出一道邪恶的纹路 魔纹像蝌蚪一样抖动 然后汇聚于魔纹法印处 如果仔细看的话 就可以看出来 这些邪恶的法印 都是由人类的双眸构成的 新红色的双眸 神态各异 恍若一个真正的众生态一样 无论是哪一个恶鬼 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形态 众生相汇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无穷的巨大的法印 里面如同封印着恶鬼一样 不断挣扎沉沦 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力量 却令人毛骨悚然 怎么说呢 如果说 刚才比比东的第一招攻击 是使用罗刹魔帘攻击的物理攻击 那么 这一招就是魔法攻击 既然物理攻击 无法对叶峰造成伤害 那么就试试魔法攻击 这似乎也非常合理 叶峰具有物理攻击免疫 但是不代表魔法攻击也免疫 比比东使用这一招为 灾恶骤灭 同样是罗刹神传承的技能 能够生硬硬将敌人 拖入灾恶的诅咒中 磨去生命的痕迹 叶峰看到比比东 又再次攻击过来 而且还是使用魔法攻击 嘴角同样勾起来 充满了嘲讽 比比东啊 你真是不到黄河星不死 今天我就让你看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力量 你觉得 你的魔法攻击有用吗 呵呵 叶峰展开双手 对着灾恶骤灭拥抱过去 脸上没有半点恐惧 甚至连表情都没有任何变化 比比东的想法不错 想要用魔法攻击灭杀我 可惜你根本不知道 我所拥有的技能是伤害转移 根本不是什么物理免疫 任凭你再怎么攻击都没有用 我直接就能将伤害转移出去了 最多就是消耗一只骷髅战士而已 现在我的召唤物 单单骷髅战士都有七八千个 相当于数千条命 拥有那么多命 你还想要杀死我 门都没有 嗯 这就相当于打游戏 让你一条命通关 或许很难 但是如果你拥有无数条命 无数次是错的机会 那通关这个游戏 或许就会变得非常简单了起来 叶峰的计划也很简单 直接跟比比东对战的话 恐怕自己占不到什么便宜 所以 他准备先动用心理战术 先将比比东的心理打垮再说 现在就是使用心理战术 不战而屈人之兵 哼 你不用胡我 有没有用 待会就知道了 比比东体内魂力一动 加速输出魂力 那恐怖的魔纹印记 速度更加快一倍 向叶峰攻击过去 罢了 随便你吧 叶峰张开双手 双脚往前走去 直接主动奔向攻击过来的魔纹印记 因为有了刚才那件事情 现在所有人都不敢小看叶峰 虽然这次比比东的攻击更强 但是却没有人再说叶峰必死了 叶峰这个人太神秘了 而且主动求死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没实力的人 能够完成的 也许叶峰这边有什么底牌 不用惧怕比比东 众人目光一直看在叶峰身上 很快就看到了一个 令他们终生难忘的一幕 叶峰在半空中闲停性不走 比比东攻击的技能灾厄骤灭 透体而过 却波澜都不曾起分好 仿佛叶峰在另外一个维度一样 根本攻击不到叶峰 或者说对叶峰造不成任何伤害 这 叶峰到底是什么情况 该不会是真正的不死吗 怎么会有毫发无伤 我就看不懂了 怎么会有打不死的人存在呢 千道流和比比东都直接猛了 叶峰此举已经刷新了他们对魂师的认识 叶峰那么强大 恍若不死 这真的是一个魂师能够做到的吗 千道流还好一点 毕竟叶峰是他收养的孩子 孩子越强 他这个做爷爷的自然就越高兴 但是比比东就不行了 比东脸上已经变成了恍若蜂魔的样子 眼睛睁得大大 嘴巴张成了菱形 这真的是不死 物理攻击无效 魔法攻击也无效 这怎么可能 叶峰到底是一个什么怪物 居然无论怎么攻击都无用 比比东有些杰斯底里 如果叶峰真的是不死的 那么自己再怎么挣扎都没用 所有这一切的计划 都会因为叶峰而彻底失败 比比东压根就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怎么可能是不死的吗 绝对不可能 也绝对不是不死的 就是不死的 比比东杰斯底里 在心里喃喃自语 就连说话声音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然后他便像疯了似的 将罗刹神传承的技能 一股脑子向叶峰丢了过去 罗刹领域 幽名罗刹 炼狱鬼手 比比东疯狂了 但是疯狂中又带着些许理智 前面三个攻击重叠在一起 作为一个前奏攻击 最后一个攻击才是真正的杀招 比比东将最后一个炼狱鬼手 作为最后的杀招 而且是隐藏在前面三个技能里面的 一不小心就会中了比比东的阴招 但凡是一个普通的魂师 都有可能中了比比东的阴招 但是可惜比比东的对手是叶峰 叶峰是一个死灵魂师 拥有伤害转移的天赋技能 只要召唤物不死绝 他便不会死 无论比比东再怎么出杀招 都不可能杀死叶峰 除非比比东出控制类型的技能 才会让叶峰有一次忌惮 但是比比东或者说是罗刹神 根本就不擅长控制 那自然对叶峰造不成任何威胁了 叶峰依旧站在原地 双手双脚都不曾移动分毫 任由那攻击攻击在自己身上 万般攻击从身过 滴血不伤 比比东的一堆攻击过后 叶峰依旧站在原地 嘴角的笑意 恍若在嘲讽比比东一样 就像再看像一个小丑一样 直接看着比比东 比比东看到叶峰的目光 瞬间破防了 麻的 真的是不死 这可怎么哇 比比东传承了罗刹神的记忆 对神界的人类神也诸多了解 很多神灵都拥有起死回生 生死人肉白骨的能力 但是却从来没有听过哪一个神灵 能够拥有真正的不死的 从理论上来讲 真正的不死是不存在的 即便是神灵也有被杀的可能 但是叶峰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杀不死 比比东心太崩了 因为叶峰的不死 直接导致他在武魂殿中的所有计划 都一败涂地 比比东啊 现在你看到我们之前实力的差距了吧 我就站在这里让你打 你还来不来 叶峰这句话 就像压垮比比东心里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比比东心底一阵狂抓 顿时顾不上什么了 就好像一个失去自我意识的黑暗罗刹一样 对着叶峰疯狂地攻击起来 攻击没有任何战法 就像一个流氓打架一样 叶峰也没有理会比比东 比比东要疯狂 就让他再疯狂一会吧 毕竟留给比比东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只要比比东疯狂了这一次之后 心底防线彻底崩溃 就算做不到不诈而屈人之兵 也能大大的削弱比比东的攻击能力 这就是叶峰的计划 同时 叶峰心念一动 两千骷髅战士瞬间召唤出来 骷髅战士陈列在地 分裂四周 横平树直 排列成一个方阵 看起来就像正在列队的士兵 给人一股非常强大的压迫感 他召唤出这些骷髅战士 并不是为了和比比东战斗 而是直接倾剿教皇殿 现在比比东企图谋反 企图将武魂殿改名姓比比 已经彻底犯了众目 武魂殿将容不下比比东 既然已经确定比比东不适合当教皇 那自然得将比比东的所有爪牙控制起来 然后再重立新的教皇 叶峰的时间是宝贵的 现在和比比东的战斗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搞定 但是并不意味着什么东西 都等到战斗结束之后才去做 叶峰心念一动 对着骷髅战士下达指令 让他们去控制教皇殿的亲信 为后面倾剿教皇殿做准备 然后将目光看向前方的比比东 然后将目光看向前方的比比东 现在比比东倒心已破 攻击力大大降低 已经很难阻起 有效地进攻了 叶峰心里知道 现在是时候终结比比东了 比比东相当于一个尾罗刹神 如果能够杀死比比东的话 能够给我的杀戮点肯定够多吧 身为杀神 叶峰知道自己不该带有任何仁慈 该杀的就杀 只有杀的越多 自己才会变得越强 比比东 你还来不来 如果你现在束手就擒的话 我或许还能给你一条生路 还有人给你养老 但是如果你再执迷不悟的话 那结果你是知道的 叶峰说到这里 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要摧毁 比比东的自信心 他已经重重复复 将类似的话 都说了好几遍了 自己都有点不耐烦了 然而 比比东像是陷入了某种疯狂 以及难以置信中 根本没有理会叶峰所说的话 一个一个魂技 就往叶峰身上扔 似乎没有将叶峰干掉 恃不罢休的样子 这让叶峰皱了皱眉头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死吧 叶峰没有再废话 直接动手了 第一魂环亮起 九条远古古龙照耀其中 龙飞凤舞 张牙舞爪 第二魂环亮起 死亡射线闪耀 恐怖的死灵气息 向比比东逼去 那恐怖的技能 速度远超光速 看到极命重 第三魂环亮起 远古巫妖 从无垠的地狱中出现 然后一个 戴着邪恶帽子的女巫出现 女巫手持权杖 嘴角时常挂着一丝 邪恶的笑意 各种异空间的巫术 向比比东攻击过去 第四魂环亮起 一声声死神的叹息响起 让人悲伤从心中来 那股恐怖 而又令人绝望的死灵气息 仿佛下一秒 便会带人进入一个特殊的空间中 让人自觉死亡 也未可知 随着死神的叹息响起 比比东身上 就好像被套上了 种种负面buff一样 战斗力更是直线下降 第五魂环亮起 死灵杀戮起 恐怖的领域 以及加成力量席卷 让叶峰的身影 看起来更加高大了起来 从远处观摩过来 如同一个远古复活的巨魔 第六魂技 血剑十三 第六魂技 是叶峰专属的超级神技 配合死灵五魂幻化的血剑使用 其中战斗力 能够达到半神 或者三级神境界 当初叶峰在海神岛上 一招的恐怖 随着叶峰的六个魂环 相继亮起 所有人脸色都变了 不对 不只是人类的脸色变了 就连天也变了 那恐怖的死灵气息 席卷天地 漆黑如墨 如同天地都被污染了一样 但是诡异的是 在这漆黑如墨的空间中 却还带着一丝妖艳的红光 这一股红光 就是叶峰的死灵五魂 意识所幻化成的血色常见 其中千道流的反应最为剧烈 因为他是天使神殿的大祭司 是最接近神的人 对于叶峰刚刚打出的六个魂迹 深深的恐惧不已 他知道 绝对不能让叶峰的第六个魂迹 落在五魂殿中 不对 甚至不能让叶峰的第六魂迹 落在五魂城中 否则的话 整个五魂城都会被打碎的 五魂城可是五魂殿的根基 如果因为叶峰一个失手 被打碎了 那就真的是罪过了 叶峰 注意脚下 你的脚下 可是生你养你的五魂城 你可千万要收住手啊 千万别将五魂城打碎了 千道流对着叶峰大吼 随后也不管叶峰是否已经听到 然后就直接对着身后的六大供奉 七七大吼一声 二帝 三帝 四帝 五帝 六帝 咱们也很长时间没有联手了吧 咱们现在也是时候联手一次了 七大供奉联手 在五魂城周围建立一个护盾 务必要抵挡住叶峰的第六魂迹 要不然五魂城威仪 惊恶 光灵 六大供奉 文言 抬起头 看了一眼叶峰爆发出来的恐怖神迹 窒息感瞬间从心底升起 仿佛只看一眼 便会灵魂寂灭一样 但是他们并没有退缩 而是直接微微点头 随后和千道流分开 各自按照六个方位战力 全部召唤出各自的五魂 相互组合在一起 支撑起一个无间不摧的能量防护罩 能量防护罩成淡蓝色 半圆球形将叶峰和比比东笼罩在里面 虽然他们也知道 他们六人所形成的能量防护罩 根本就不足以抵挡住叶峰和比比东 这个级别的攻击 但是他们总得为五魂城做些什么 大哥 我没有想过 有朝一日 我们七兄弟联手战死沙场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 现在我们七兄弟联手 居然是为了叶峰那个孩子擦屁股 而且还是为了防止叶峰的攻击 毁了五魂城 真是讽刺啊 千道流嘴角抽动了一下 许是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终究什么都没有说 他们现在已经尽力了 五魂城能不能保住 还得看叶峰 五魂殿内 其他长老 红衣主教 魂师军团 听到供奉殿的号召 全都自发将自己的魂力 输入到能量防护罩里面 虽然一个人的力量很小 但是一百个人的力量很大 一千个人的力量很大 一万个人的力量无穷大 所有魂师将魂力 输入到能量防护罩里面 让能量防护罩的厚度 直接提升了一倍 根据保守估计 现在这个能量防护罩 应该能够抵挡半神级别的攻击了 但是他们依旧觉得还不够 感受到千道流爷爷的动作 叶峰忽然转过头 将眼睛看了千道流爷爷一眼 给了对方一个宽心的眼神 五魂城是叶峰的家 他怎么会将五魂城回去呢 神迹 血剑十三 我有一剑四海八方沉浮 当四海雨内乾坤 血剑一试 一剑开天门 斩 一股恐怖的剑意 瞬间在五魂城上空凝聚 无尽的死灵气息环绕左右 血色长剑顿时从空间中顿出 如同剑开天门一样 像比比东横劈过去 那恐怖的威势 席卷四周 无敌的能量左右环绕 脚下的土地 是生他养他的五魂城 叶峰自然不会将五魂城毁了 所以 剑开天门的时候 他将原本从上往下横劈的血色长剑 改成直接横劈 横劈对五魂城伤害相对较少 最多 就是直接将一些建筑 以及高处的地面铲平了而已 但是千道留他们 却丝毫不敢大意 因为那恐怖的剑意席卷四周 死灵气息加带着毁灭力量宣泄左右 虽然周围不是攻击的中心 但是依旧有强悍的冲击波袭来 如果没有这个能量防护罩 魂力输入能量防护罩 咱们必须要保护好五魂殿 千道留对着周围的人大吼 随着时间推移 也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防护系列 防护罩得到魂力注入 也变得越来越坚固 比比东面对 叶峰恐怖的大招连击 瞬间清醒了不少 双眸从疯狂中变得清明 个人一直从混沌中缓慢回归 看到叶峰六个魂环启动 恐怖的能量席卷而来 顿时亡魂接冒 比比东来不及恐慌 慌忙之间便直接使出自己的 一道毁灭性神技 毁灭之杖 毁灭之杖又称为神之屏障 是恐怖的神技 能够使出一道屏障 封锁自身周围的空间 隔绝周围的攻击 这一道技能原本是能够抵挡 一级神左右的攻击的 但是因为使用者是比比东 比比东尚未获得罗刹神的全部传承 所使用的毁灭之杖 只能抵挡三级神左右的攻击 叶峰的血色长剑 如同横向劈开了天门一样 瞬间将天门打开 顿入虚空 等到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在比比东身前了 虽然比比东的毁灭之杖很强 但是在远古古龙 女巫 死亡射线 死神的叹息 各种前奏的攻击下 该屏障已经摇摇欲坠了 或者说是千疮百孔 满目苍蝇 第六神技 剑十三 剑开天门 就像是压倒最后一根稻草一样 刚刚攻击到神之屏障上面 瞬间好像满附和了一样 能量防护罩周围的符纹 变成了红色 亮光闪耀到极致 下一秒便直接如同蛛丝网一样 从攻击点向周围扩散开来 能量防护罩也变得摇摇欲坠 咔嚓 随着一阵清脆的声音响起 那恐怖的能量 竟然击穿了神之屏障 恐怖的剑意 如同活过来了一样 又如同一条黑暗巨龙 正张牙舞爪地 向比比东攻击过去 比比东根本躲避不及 那被罗刹神侵蚀的身体 变色长剑带着冲天的剑意 凌空横踢过去 啊 比比东发出一阵惨叫 然后便看到自己惊恐的一幕 腰部以下的位置 直接被人拦腰折断 身体被断成了两截 但是却两者断裂处 却诡异地没有任何鲜血流出 这是因为比比东的不死之身 在起作用 比比东的不死之身 跟叶峰的伤害转移 有一区同妙之处 叶峰的伤害转移 是将自身受到的任何伤害 都转嫁给召唤物 从而实现不死 比比东的不死之身 是利用自身的魂迹 即便身体被打碎了 只要魂力没有耗尽 依旧可以恢复过来 比比东作为一个最后的大boss 还是底牌 以及自身的实力 还是非常强的 啊 比比东又发出一阵惨叫 因为他感觉到 两截身体断裂处 附带着恐怖的剑意 以及死灵气息 在阻止他的不死之身的愈合作用 怎么说呢 剑意和死灵 象征着毁灭 而比比东的不死之身 象征着心生 毁灭和心生的力量 在伤口断裂处胶着 相互讨伐 展开厮杀 一边在毁灭 一边在心生 叶峰的神迹 可不是开玩笑的 比比东虽然强 但是不死之身 却不是真正的不死 叶峰的死灵武魂 所携带的死灵气息 就是专门克制 比比东这种不死之身的 而且还带着毁灭建议 你比比东能够抵挡多少下 比比东挣扎了一会 最终心生战胜了毁灭 两截断裂的身体 瞬间愈合了起来 重新链接在一起 比比东恍若 重新重生了一次 经不住拍了拍胸脯 松了一口气 现在心底 都还感到非常后怕 叶峰的攻击太可怕了 刚刚有那么一瞬间 他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即便有不死之身 也没有任何作用的那种 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他可再也没有任何把握 能够再接住一次叶峰的剑十三 现在比比东已经很虚弱了 脸色苍白 体内的魂力消耗大半 最重要的是 刚刚身体断裂处 并没有完全恢复 如果仔细看的话 还是能够从中看到 些许裂缝在里面的 那是因为 叶峰的剑意和死灵力量 在阻止比比东的身体愈合 就在比比东惊魂未定 心跳都还没有恢复正常的时候 叶峰嘴角那略带着玩味的声音 又传过来了 不错 居然能够接住我的一道神迹攻击 你足以自傲了 但是如此套餐 给你再来一次 你又会如何 叶峰说完之后 完全没有给比比东任何准备的时间 身体周围六个星红色的魂环齐齐亮起 既然已经决定了 比比东是敌人 那么死亡就是他最后的归宿 别 比比东一 朕彷徨 但是叶峰丝毫不给他求饶的机会 六大魂技直接碾压过来 天空中有九条远古古龙对着比比东撕咬 地面上有女巫无数无数加持 那死灵射线的骚扰 体内还有死神的叹息在封印修为 比比东一阵绝望 叶峰怎么会有那么多魂力 六大魂技启动 恐怖的绝杀气息席卷过来 尤其是最后一招剑开天门构成绝杀 比比东想要躲避 但是女巫施展出来的迟缓和禁锢 让她的躲避变得根本就没有可能 神之屏障 根本没有作用 跟第一次的结果差不多 在比比东一声绝望的惨叫中 比比东被红色长剑正面击中 身体直接断成了两截 啊 比比东恐怖的尖叫声 传遍整个五魂城 声音很尖锐 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怎么说呢 这一股尖叫 就像是直达心灵的 让人隔着无尽的空间 都能感受到比比东的痛苦 身体硬生生被人砍成了两截 其中的痛苦根本不足以为人道也 天呀 教皇 教皇 教皇大人他 他怎么又被砍成两半了 不好了 教皇大人有危险 叶峰怎么那么厉害 我感觉教皇大人完全不是叶峰的对手 叶峰只需要轻轻动一下手指 便将教皇大人打成了两半 你有所不知了 当初在魂师大赛的时候 叶峰也是仗着自己有不死之身 硬刚比比东教皇的 现在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看来教皇要死了 死了活该 反正我是站在五魂殿这一边的 教皇吞并裁决殿 企图将五魂殿改姓比比 这可是我们接受不了的 千道流看到比比东又被打成了两半 脸上眉头顿时微微舒展 叶峰的实力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 真是后生可畏啊 但是下一秒 千道流和其余六大供奉 顿时脸色大变 感受到自己凝聚起来的能量防护罩 猛然受到剧烈的撞击 能量防护罩光芒大胜 下一秒便超过了负荷 然后轰然碎裂 所有人猛然吐出一口鲜血 不过 叶峰的剑开天门是横批过去的 对五魂城的地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只是将五魂城内比较高的建筑扫平了 在五魂殿中 就属于教皇殿的建筑最高的 上面还雕刻着一个天使神像 那是五魂殿的标志 但是此刻 五魂殿这个标志 都被叶峰的神迹扫平了 看起来令人望而生畏 虽然裁决殿的裁决塔 甚至比教皇殿的高楼要高 但是裁决殿的位置 是处于五魂城和星斗大森林交界处 所以并没有受到 这一次神迹攻击的波及 比比东就像是众人推墙倒一样 没几个人再站在其身边的 大部分人都站在供奉殿和裁决殿这边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句成语 那就是 圣者为王 败者为寇 耗不住你的脉 就不当兽医 与此同时 比比东断成两截的身体 将所有魂力都用在不死之身上面 让其缓慢恢复过来 在毁灭中心生 但是这一次比比东 明显没有显得那么从容 因为叶峰的死灵魂力和毁灭剑意 一直都在 环绕在比比东周围 阻止着其恢复 比比东恢复得很艰难 其实这个时候 叶峰想要直接将比比东干掉的 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说的吗 趁你病要你的命 但是叶峰后面尝试了一下 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攻击到 已经激活了不死之身的比比东 叶峰只能作罢 等待比比东恢复过来 再将比比东杀一次 反正能量是守恒的 每当比比东身体破碎一次 即便能够再次恢复过来 身体上的某些东西 也肯定是无法返还的 比如说 魂力 叶峰现在已经不再惧怕比比东了 他静静在原地等待着 其实心里已经在盘算着 杀死比比东之后 自己能够获得多少杀戮点 又能得到多少奖励了 他的系统是杀戮系统 只有杀戮才能变强 随着时间推移 比比东终于缓慢恢复过来了 脸色苍白如指 连一点血色都没有 脚步虚浮 刚刚恢复身体 已经动用了比比东全部的魂力 现在体内都被榨干了 甚至 一个普通的封号斗罗 都能杀死比比东 到了现在 比比东终于知道 什么是害怕了 恐慌的情绪从心底蔓延开来 眼睛在旁边转了一圈 终于看到叶峰的身影时 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 然后猛然走到叶峰面前 对着叶峰跪了下去 此刻 比比东真的怕了 很多人说 自己不怕死 能够为了心中的道义现身 可是还没真正到了那一刻 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当那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 你是否还有那个勇气 应勇就义呢 活着不义 但是想要让一个活着的人 主动去赴死 那就更加是地狱一般的难度 比比东经历过生死危机之后 现在真的怕了 他不想死 想要活着 叶峰大人 我投降 愿意将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给你 求求你放过我吧 比比东说完之后 猛然将额头重重砸在地上 给叶峰磕了一个 此刻 他真的后悔了 为什么要跟叶峰做对呢 好好当我的教皇不好吗 现在可好了 不但教皇之位 被我做没了 而且 性命都有可能丢失了 叶峰走到比比东身前 手中抬起血色长剑 架在比比东的脖子上 嘴角露出一股淡淡的笑意 比比东 你现在才求饶 似乎晚了一点 比比东感受到脖子传来的剑锋 剑锋之力 甚至将他的脖子都划破了 但是他却丝毫不敢动 因为比比东知道 反抗没有任何意义 反而会激怒叶峰 真心求饶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求求你了 放过我吧 我为了武魂殿兢兢业业几十年 就算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看在我曾经为武魂殿 流过血的份上 你就放过我吧 我保证余生会安分守己的 比比东声音中 带着一丝哭腔 比比东身为教皇 一人之上 万人之下 受万人敬仰 恍若人间帝皇 此刻 却向英雄驰木 壮志难愁 连颇老矣 尚能犯否 在生与死面前 求饶又算得了什么 卧薪尝胆 月甲三千可吞吾 只有活下来 才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叶峰没有理会比比东 在杀神面前 只要确定是敌人 便不会再留守 比比东是死定了 但是 他想考验一下千道流 刚刚自己的爷爷 是否还像之前那么软弱 连忙转过头 对着千道流爷爷笑了笑问 爷爷 你说 该如何处置比比东 千道流文言 沉默了一下 他又何曾不知 叶峰在考验自己 但是现在经历了那么多 他早就看透了 有些东西仁慈不得 该肃清 还是得肃清 该肃清 还是得肃清 要不然的话 五魂殿会出大问题的 千道流顿了一下 脸色有些苦涩 好像做出这个决定很艰难一样 脸上充满了挣扎 但是最后 还是决定站起来了 叶峰 五魂殿法律高于一切 没有教皇 供奉 长老之分 这也是成立裁决殿的初衷 规矩不可废 法律不可废 该怎么处置比比东 就怎么处置比比东 你作为财决殿的店主 你肯定会比爷爷 更能做出公平公正的决定 千道流这句话 说得很清楚了 该怎么处置比比东 就怎么处置比比东 五魂殿法律高于一切 财决殿拥有审判的权利 比比东听见千道流的声音 心底顿时凉了半截 似乎自己的命运 已经不可改变 但是比比东 还想再挣扎一下 大供奉 不 公公 我可是你的儿媳妇啊 求求你跟叶峰说一下 饶我一命 以后 我保证安分守己 或者你想让我怎么样也行 现在我只想要活着 比比东皆私底里 低声的求饶 一点也没有了 曾经教皇的风范 现在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落魄的野鸡 千道流转过头 恍若没有听见比比东的话一样 现在才叫我公公吗 是不是晚了一点 当初你将我儿子吞噬的时候 可是一点情面都没有讲 大道无情 强权需要监管 既然你不适合当教皇 那就给我下来吧 或许死亡是你最后的归宿 刚刚千道流的反应 叶峰非常欣慰 自己爷爷终于不再软弱了 软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反而会让敌人更加变本加厉 只有杀戮才能让敌人恐惧 叶峰顿了一下 那充满威严的声音 猛然传出去了 他放开嗓子 才绝电店主的审判的声音 猛然传遍了整个武魂殿 因为加持了魂力 声音就像红旅大钟一样 清晰传进每一个人的心底 大道震动 寂静无声 叶峰的魔音 如同在众人灵魂响起 比比东 企图吞噬天使少主女帝之位 企图吞噬财绝殿 企图颠覆武魂殿 证据确凿 天子犯法如同庶民同罪 而无教皇之分 我 财绝殿 殿主 按照武魂殿法律 决定罢免比比东教皇之位 并且处死比比东 叶峰的声音 如同审判的声音一样 精精欲言 言出随法 一锤定音 武魂殿周围所有长老和魂师军团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叶峰居然敢处死比比东 那可真是千古以来 从未有过 他们现在终于看明白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武魂殿中 并非教皇最大 而是法律大于天 所有人都得遵守法律 哪怕是教皇 也没有信念的地方 以后得好好学习一下 武魂殿的新制度了 要不然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 再触犯武魂法律 那就真的是欲哭无泪了 比比东真的被处死了吗 我怎么感觉梦幻一般的感觉 昨天比比东 还是武魂殿的强权首脑 现在就直接被处死了 那有什么办法 比比东自己作死 是他先背叛了武魂殿的 原本好好的教皇不作 非要在武魂殿中 玩什么权力斗争 是啊 教皇死有余辜 当初就为了玉小刚 那个外人要死要活的 都不理朝政 现在更是想要吞并武魂殿 这不是找死吗 别说是叶峰了 就算是我都觉得 比比东该死了 武魂殿是大陆上最恐怖的势力 以清除世界上邪魂尸 守护世界和平为己任的 你看现在比比东像什么样子 堕落黑暗 满身邪恶 妥妥的邪魂尸 单单从这一方面说 比比东就不再适合当教皇 众人窃窃私语 如同抢倒众人推 现在所有人都对比比东 进行口诛笔伐 叶峰看到武魂殿中 其他人的反应 顿时满意地笑了笑 现在言论还算正常 都是偏向于自己这一边了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也该送比比东上路了 比比东看到叶峰铁了心 要杀自己 顿时变得杰斯底里了起来 或者说是疯狂 叶峰 你好狠啊 既然你不准备放过我 那我即便死 也会从你身上 咬下一块肉 比比东恶狠狠地开口 身体邪恶气息不断涌动 许是能量汇聚 身体就像气球一样 缓慢膨胀起来 一股危险的气息 环绕四周 叶峰看到这一幕 顿时皱了皱眉头 自爆 叶峰拥有伤害转移技能 自然不怕自爆了 但是武魂殿的其他人 估计承受不住 一个准神的自爆 到时候武魂殿都会毁于一旦 比比东啊 你真是天真了一点 在你全盛的时期 我都不怕你 现在还会怕你这个残花败流 想要自爆 经过我的允许了吗 我告诉你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连自爆都不可以的 叶峰转过头 看着自己召唤出来那只女巫 女巫本体是远古巫妖 拥有特殊的修炼体系巫术 而且是神秘体系 拥有班山泄岭之能 神鬼莫测 如果她猜得没错的话 女巫能够打断比比东的自爆 随着叶峰转过头来 女巫好像感应到了什么一样 脸上露出一个人性化的笑容 主人 是需要打断比比东的自爆吗 哎 叶峰文言 沉默了一下 现在召唤物都那么智能了吗 居然能够猜测出自己的想法 该不会是成精了吧 叶峰顿了一下 觉得自己不能将这个女巫 当成召唤物来看待 而是应该当成是自己的同伴来看待 因为女巫的智商实在太高了 是的 你能做到吗 叶峰笑了笑 当然可以 打断这种低级别的自爆 简直不要太容易 女巫回答 那麻烦你了 主人 不要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女巫轻声一句 手中的权杖猛然高举 然后对着比比东摇摇一指 嘴里念叨着神秘的巫术 巫术 封禁 女巫施展的巫术 跟斗罗的修炼体系不一样 里面充满了神秘 如果不是熟悉巫术修炼体系的人 根本连抵挡都做不到 比比东就是斗罗上面的土著 连什么是巫师都不知道 更不要说抵挡了 女巫身体爆发出一道淡淡的光圈 光圈速度跟光速无差 看到极为命中 仅仅一瞬间 便扩散到比比东身上了 原本正在自爆的比比东 被巫术攻击了之后 瞬间感觉好像 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 原本正在充能 即将自爆的身体 猛然干扁了下去 体内的魂力 全部停滞了 怎么说呢 就像是即将爆炸的炸弹 但是到最后一个时刻 炸弹的引线 却赫然被人弄断了 炸弹没有被点燃 根本就无法爆炸 女巫的巫术 封禁的不只是比比东体内的魂力 就连她的动作也受到了影响 行动迟缓 乃至于根本就移动不了 其实比比东作为半个罗刹神 是没有那么容易被巫术封禁的 但是现在一身实力实不存其久 实力以及意志力都大为下降 所以才会那么容易 被女巫的巫术控制住的 比比东感受到身体被封住了 原本就绝望的心 现在变得更加绝望了 可恶 就连我自爆都做不到吗 比比东内心一阵狂抓 她作为武魂殿最高的教皇 生前是非常体面的 现在即便计划失败了 也想要好好的体面走 现在已经落幕 自爆乃是她最后的体面 可是 现在最后的体面都没有了 叶峰 让我体面一点走可以吗 比比东冷冷地问 现在她就像一个完命过后的赌徒 反正都赌输了 一无所有了 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球的了 只想要体面地离开 可惜 叶峰压根就不理比比东 自己种下的恶果 该自己承受 裁决殿的法律高于一切 在法律面前 比比东连死的权利都是没有的 必须要接受裁决的审判 我 裁决殿殿主 叶峰 处死比比东 叶峰大吼一声 手中的血色长剑猛然滑落 剑锋很锋利 刚刚落到脖子处 脖子便被砍断成两截了 跟一刀两断没有什么区别 白刀子 近红刀子出 那个被邪恶侵蚀的头颅 被砍下 猛然滚落在裁决殿下方的广场中 此刻 比比东身死 因为体内的魂力已经耗尽 比比东的不死之身 无法再起作用 现在死了就是死了 鲜血喷洒长空 头颅在地面上不断滚动 一股悲凉的气氛蔓延左右 所有人心头都有一股说不出的悲意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 吐死狐悲 教皇真的死了 死了就死了 这是比比东旧由自取 如果他安安心心当教皇 一心只为五魂殿 才决定根本就不会动比比东 死得好 我早就看出比比东不对劲了 难道你们就只关注比比东生死 相反我更加关注 比比东死了之后 谁来当五魂殿的教皇 正所谓 国不可一日无主 五魂殿不可一日无教皇 废除旧教皇之后 新的教皇必须当立了 楼上你也别看看 自己是一个什么角色 一个连红衣主教都不是的小喽啰 有什么资格 议论谁当选新一代教皇的事情 楼上撒抛尿醒醒吧 我猜测 应该是天使少主当五魂殿的教皇 毕竟 五魂殿本身就是天使少主的 虽然现在天使少主 在天斗帝国当女帝 但是并不影响天使少主当教皇 我也觉得 是天使少主当新的教皇 天使少主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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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斗罗和鬼斗罗 这些亲近比比东的人 现在看到比比东生死 心头同样没有太多的感触 反而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没错 就是松一口气 现在的比比东 已经不再是当初 那个受人爱戴的比比东了 身披邪恶 堕落黑暗 为求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虽然橘斗罗和鬼斗罗 每天都伴随比比东左右 但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实他们每天心里都在害怕 自己什么时候 会被喜怒无常的比比东杀死 正所谓 半军如同半虎 他们曾经想过 放下执着 走出自己的牢笼 放过自己 但是比比东可不会放过他们 现在比比东死了 他们反倒松了一口气 千道流和其他供奉 也是同样松了一口气 虽然他们老了 但是并不是死了 有些东西 看得比任何人都透彻 只是他们没有说出来吧 与此同时 叶峰在杀死比比东的同时 脑海中瞬间响起系统悦耳的提示音 虽然系统的声音有些冰冷 没有加带任何温度 但是在叶峰耳中 却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动听的音乐 因为一旦系统的声音响起 那便意味着自己的奖励到账了 恭喜宿主杀死比比东 获得50万杀戮点 看到这个提示音 叶峰猛然震了一下 这可真是一个好东西 赚大发了 杀死比比东所获得的杀戮点 居然比杀死海神分身所获得的杀戮点更多 叶峰激动了一会 随之冷静了下来 虽然杀戮点是好 但是要转换为自己的实力才有用 因此 他又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面板 宿主 叶峰毁灭之子称号 五魂 死灵五魂 五级 世界上唯一一个死灵魂师 距离下次升级所需要的杀戮点一亿 杀戮点 624722 魂力 90级 魂骨 驱干魂骨 百万年深海魔精王驱干魂骨 魂魂 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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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所拥有召唤物 骷髅战士 90级 数量1万个 天赋 伤害转移 全面增幅 杀气凝聚 咫尺天涯 杀戮盛宴 神威 所拥有的功法 神级魂和凝聚法 金刚断体术 气韵凝聚法 叶峰看着在眼球中浮现出来的光幕 光幕中的个人属性面板 强大到爆炸 唯一可惜的是 距离下一次死灵武魂升级 还需要很长一段距离 不过 杀死比比东奖励的50万杀戮点 也是非常可观了 叶峰只需要再收集40万杀戮点 就可以再次升级了 而且 叶峰有一种预感 如果他的死灵武魂再次提升一级 那自己的战斗力就会直接翻倍 直接硬钢三级神都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可惜 现在比比东死了 现场中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杀戮了 毕竟 叶峰总不能连自己人都杀吧 那样和邪魔外道有什么区别 虽然叶峰是一个杀神 但是他也不是什么人都杀的 他有自己的底线 叶峰顿了一下 顿时从系统空间中退出来 双眸恢复了清明 以后再慢慢转杀戮点吧 无论是杀戮之都 还是星斗大森林核心圈 都是转杀戮点的好地方 现在得先处理好武魂殿 这些琐碎的事情 等等 叶峰嘴角触动了一下 决定将这个烂摊子 交给自己爷爷 自己爷爷千道流 可是武魂殿的大供奉 威信很强的 直接让千道流爷爷 给自己擦屁股就行 我管那么多干嘛 原本叶峰还准备 自己处理这件事的 但是转念一想 猛然做起了甩手掌柜 爷爷 我有些卷了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你吧 让你来处理大局 我也放心 叶峰说完这句话之后 就猛然腾空而起 往半空中飞去 返回了自己的寝宫 叶峰 爷爷 千道流扎了扎嘴 正想说 全程交给叶峰处理的 结果叶峰却跑了 好家伙 你这是打定主意 让我这个爷爷 帮你擦屁股是吧 真是一个小滑头 千道流无奈 只能接过叶峰的烂摊子 先是安抚现场中的魂师 诉说比比东的罪名 并且说 武魂殿近日会另立心地叫黄 然后又给其他魂师军团 安排了任务 让他们去帮忙救灾 以及收缴叫黄殿的事情 其实叶峰已经提前派人 去控制叫黄殿 比比东的亲信了 所以这一部分 倒不用太大的功夫 仅仅半小时 武魂殿就在大功夫的安排下 恢复了运转 当然 武魂城的守卫力量 也翻了一倍 虽然说 武魂殿作为世界上 最恐怖的势力 正常来说 是不会有什么人来找死的 但是现在正在动乱之际 难免会有一些 不怕死的暴徒 加强武魂城的守卫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 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叶峰离开了之后 有一股邪恶的气息 忽然涌现 这股邪恶的气息 夹带着浓浓的邪恶气息 这股邪恶的气息 来到比比东的尸体上方 盘旋了一下 随后猛然消失了 如果叶峰在这里的话 他肯定能够看出来 这是真正的罗刹神本尊来临了 并且将比比东的灵魂收走了 可惜 叶峰不在这里了 其余的人除了千道流之外 根本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 至于千道流 虽然千道流发现了不对劲 隐隐约约察觉到了一股邪恶气息 但是仔细一感应 又没有发现什么 他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叶峰 殊不知 正是千道流又一次懦弱的表现 让日后五魂殿陷入一股恐怖的生死危机中 千道流处理好这件事情之后 顿时又在筹备设立新教皇的事项 他已经派人去天斗帝国 将千任雪叫回来了 等千任雪回到五魂殿 将召开史上第一个供奉殿和裁决殿的联合会议 至于长老殿 不好意思啊 他们还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 尤其是长老殿中有很多人都是比比东的亲信 千道流也不想他们参与太多五魂殿的决策 三天过后 五魂殿乃至于五魂城都一片宁静 除了比比东生死之日 五魂城有些许暴乱之外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国泰民安 所有人安居乐业 家庭幸福 仿佛三天前那一场动乱 没有影响到五魂城分毫一样 这也是千道流处理得当的原因 此时 叶峰正坐在裁决塔顶层 面对着出生的太阳 搬运体内的魂力不断地修炼金刚断体术 金刚断体术是治刚治阳的炼体功法 最好就是吸收出生的太阳的能量修炼 最终金刚不坏 化身佛陀 他盘膝修炼了半小时 只有些许进步 比起上次顿悟来说 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因此 叶峰也在万分期待 第二次顿悟的来临 可是 又好像差了灵门一脚一样 无论怎么样 他都无法再进入那股顿悟的状态 叶峰无奈 而且现在太阳已经升高了 阳光火辣辣的 继续修炼的难度比较大 他干脆就直接停了下来 然后开始研究起 神级魂和凝聚法了 金刚断体术增加防御 魂和凝聚法增加综合实力 气韵凝聚法 未成神做准备 这三项功法都不能落下 尤其是魂和凝聚法 叶峰觉得 现在首要的事情 就是先凝聚魂和 不知道为什么 他冥冥之中有一种感觉 早点凝聚魂和会对以后 修为增长有好处 他这几天都在研究魂和凝聚法 基本上都能够将这一篇功法 倒着背过来了 但是他最终都没下定决心 凝聚魂和 因为凝聚魂和 是有一定的成功率的 第一次凝聚魂和的成功率最高 如果一次凝聚失败之后 后面再次凝聚魂和的可能性 都会大大降低 在原著中 极北之地 有一个生灵叫做雪地 乃是极北三大天王之一 当初他凝聚魂和 就凝聚失败了 然后导致无法再次凝聚魂和 自身的战斗力比同级别的魂兽的战斗力要低 有了这个例子在前面 叶峰肯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之后 才开始凝聚魂和的 正在叶峰沉瑜研究的时候 背后忽然传来一阵香风 叶峰先是皱了皱眉 然后嘴角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他对来人实在太熟悉了 甚至每一块骨骼 每一块肌肉都熟悉 气味也熟悉 已经能做到文位时任的地步 来人便是他的未婚妻千人雪 不过 叶峰依旧和小时候那样装作没有发现 正从自己身后 捏手捏脚走过来的千人雪 就好像捉迷藏一样 两个人相互猜测 来人是谁 这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果不其然 下一秒 千人雪就走到叶峰身后 伸出那鲜鲜玉手 猛然捂住了叶峰的眼睛 然后也能够魂力盖住声带 发出一阵特殊的声音 叶峰哥哥 你猜猜我是谁 还用猜吗 自然是我的小雪了 叶峰笑了笑 你你 你怎么知道的 千人雪反问一声 他自认为自己这一次 已经做到天衣无缝了 你刚刚都叫我叶峰哥哥了 而且只有 你会和我做五眼猜猜的游戏 哼哼 不跟你玩了 你都不配合一下我 千人雪撅起嘴巴 转过头 看向另一边 当然他并没有真正的生气 只是想叶峰哥哥 能够安慰一下自己罢了 可惜 叶峰天生就有些感情缺失 根本就没有察觉到 千人雪的小心思 他就像一块木头一样 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原地 既不说话 也不知道在干嘛 但是那个小心肝 却经不住快速跳动了起来 哼哼 看着叶峰如此不解风情 千人雪撅起嘴巴 叶峰哥哥还真是一块木头 不知道为什么 天天都那么不解风情 我真的想咬死你 叶峰文言 双眸更加迷茫了 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 也不知道哪里惹怒了千人雪了 随后犹豫了很久 然后就将自己的右手伸了过去 放在千人雪前方 莫 轻点咬 要不然我会痛的 看着叶峰可爱的样子 千人雪有些欲哭无泪 那么的 我发现叶峰哥哥不但不懂浪漫 而且跟对方说话 就像是秀才遇见兵一样 特别费劲 哼哼 算了 本小姐大发慈悲 不跟你计较 叶峰顿了一下 依旧不知道怎么说话 其实她平时并不是那么少话的 只是现在 遇到自己心爱的人 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片刻之后 叶峰憋了很久 才憋出这么一句话 刚回来吗 嗯 刚回来 我就来找你了 你有没有感到一丝感动 千人雪呲哑一笑 有一点 但是 咱们还是先说正事吧 想必你回来之前 咱们爷爷有跟你说清楚了吧 北明不擅长跟千人雪极限拉扯 直接就切入正题 只有在说正事的时候 她才能看到一丝从容 嗯 有说了 你杀死了比比东 让我回来商业 谁来继承新一代教皇的 千人雪说到这里 显然情绪有些不高 声音也低落了很多 她从小就没有爸爸 比比东 就是她的生母 虽然生母也不爱她 但是毕竟也是她的生母 现在生母都死了 任谁都会觉得情绪低落 父母在时 人生还有来处 父母不在之后 人生就只剩下归途 叶峰文言也愣了一下 她没有想到 千人雪居然如此坦然 你就不问问 我为什么杀比比东 我相信叶峰哥哥 作为五魂殿的裁决 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人的 虽然你不问 但是我却不能不说 其实 你知道吗 比比东除了想要吞并五魂殿之外 更是杀害你父亲的凶手 叶峰淡淡地开口 千寻姬已经死了很久了 虽然叶峰没有任何 想为千寻姬招雪的意思 但是有些事情 必须要跟千人雪解释清楚 要不然 两人之间一旦产生了隔阂 爱情的长跑之路 就很容易走到尽头 什么 千人雪惊呼一声 空间就像凝固了一样 双眸难以置信地看着叶峰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不是被唐浩杀死的吗 千人雪一直以来 都接受了这个观点 那就是 自己的爸爸 就是被唐浩杀死的 现在叶峰哥哥突然告诉说 这是比比东杀死的 千人雪一时间 有些接受不了 叶峰转过头 看着千人雪难受的样子 心底有些心痛 但是最终还是狠着心 将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 虽然这对于千人雪来说 有些残忍 但是 这些都是千人雪 必须经历的事情 真相不应该被隐藏 看着千人雪沉默了下去 叶峰接着又开口 当初你爸爸千寻姬 是被唐浩重伤没错 但是千寻姬可是教皇 亦是顶尖的封号斗罗 而且武魂殿中 亦有无数天才地宝 怎么可能就这样陨落呢 后面经过我的调查 发现千寻即止死 是另有隐情的 那就是被比比东吞噬而亡的 这才是 你爸爸的真正死因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 但是这个就是真相 而且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去问千道刘爷爷 他是当年唯一知道真相的人 原本叶峰还以为 千人雪会接受不了的 想要继续安慰一会的 没想到千人雪下一句话 竟然让他诧异了 叶峰哥哥 我相信你 哦 你就一点都不怀疑 比比东可是你的生母 叶峰反问一句 没有 虽然比比东是我的生母 但是自从我出生以来 就好像没有这个母亲一样 不但感受不到比比东的宠爱 反而感受到了比比东的杀意 生而不养 对我没有半分宠爱 根本算不上是 我的母亲 现在听说比比东 还杀了我的爸爸 顿时我更加恨比比东了 千人雪说着说着 声音中忽然带着一丝哽咽 眼泪挂在眼眶中不断打滚 许是下一秒就会留下来一样 你能看开就好 不过 小雪 你也不用害怕 因为你还有我 叶峰说着 心头一动 也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的保护欲忽然爆棚 旋即张开双手 对着千人雪的胶躯 就抱了上去 他能清晰感觉到 千人雪胶躯颤抖了一下 但是终究没有反对自己 叶峰就直接大胆地 搂住千人雪了 两人就这样静静地抱着 谁也没有说话 气氛非常暧昧 叶峰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女人 但是有时候一个怀抱 却胜过千言万语的安慰 M 片刻之后 叶峰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许是惊虫上脑 竟然经不住 直接就亲了下去 两人的嘴巴 轻轻触碰了一下 顿时两人都经不住 身体颤抖了一下 怎么说呢 两人表面上看起来不在乎 大大咧咧的 但其实上都是一个出歌 啥都不懂的那种 除了接吻之外 身体被垫的僵直 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就像两根木头一样 麻木在原地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动作 两久之后 纯分 叶峰经不住低下头 看向怀中的家人 不知道为什么 千任雪似乎变得更加漂亮了 身体皮肤白里透红 像急了一个熟透的苹果 再加上嫩滑如牛奶一般 简直是人间极品 世间罕见 叶峰经不住 看呆了 怎么之前好像没有看到 千任雪这么漂亮 难道说 是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 叶峰哥哥 你看什么 千任雪红着脸 心中有些羞难 第一次被男生亲 算是初吻 什么 你说上次也亲过了 那不算 千任雪百般害羞 但是依旧鼓起勇气 假装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该死的瓶颈 自然是在看我的小雪啊 叶峰笑了笑 条件反射 将自己的真实目的说了出来 但是说完了之后 却又忽然感到有些不太妥当 但是又没有想到什么补救措施 索性就不管了 啊 千任雪猛了一下 内心忽然一阵高兴 自己的叶峰哥哥 可是开窍了 之前从来不会说 看小雪的 还是说 千任雪越想 脸色就变得越红 现在红的就像滴血一样 额头上经不住流出了汗水 叶峰转过头 看着千任雪 见千任雪一直没有说话 还以为自己 刚才说话不当 吓到对方了 小雪 其实我只是看一眼 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然而 叶峰还没说完 就被千任雪打断了 不 小雪是叶峰哥哥的人 叶峰哥哥 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我不会介意的 千任雪霜露出两个小酒窝 目光动人 寒情默默 一直看在叶峰身上 一步开目光 仿佛这一刻时间停止 一直到永远 叶峰沉默 隔着空间都能闻到 千任雪身边散发的 求偶气息 即便他再傻 在这个时候 也知道千任雪在想什么了 他知道 如果这时候接着清小雪 乃至于再进一步 小雪都不会介意的 不过 叶峰不愿意这样做 世界上最完美的事物 是需要等待的 他想要在最美的时刻 再给小雪最珍贵的承诺 而不是稀里糊涂 就要了小雪 人生路何其漫长 不争潮息 只为永恒在一起 这时候 千任雪忽然靠过来 嘴角些许热浪传递过来 小雪 这辈子都是叶峰哥哥的 也只属于叶峰哥哥的 叶峰沉默了一下 一时间不知道 该怎么做了 这时候 门外忽然传了一声 玩世不恭的声音 将空间的氛围 破坏得一干二净 叶峰 千任雪 你们在里面吗 大供奉 让你们过去参加 裁决殿和供奉殿的 联合会议 叶峰僵了一下 脸色有些红 光临供奉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光临跟他爷爷一辈的 也是他的长辈 这种事情 被长辈撞到 自然非常不好 千任雪的表情 跟叶峰差不多 都是非常不自然 而且还有些难以为情 尤其是 他还是一个女孩子 就更加害羞了 叶峰哥哥 光临爷爷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 叶峰回答 那我们怎么办 千任雪红着脸问 直接说吧 咱们已经订婚了 也没有什么好估计的 叶峰想了想 好吧 那你说 嗯 外面的光临 听见里面的窃窃私语 嘴角露出一股得意的笑容 M 还有一丝唯老不尊 叶峰 千任雪 你们在里面吗 叶峰顿了一下 在 我们马上就去 随着叶峰的声音落下 外面的光临就缓慢地消失了 毕竟做这种事情 很容易被打 而且 如果叶峰发狂的话 整个五魂殿 可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挡得住 叶峰和千任雪 见光临离开了 然后各自在各自的房间里面 换上一套比较正式的衣服 其实是五魂殿中最高级别的会议了 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召开这个会议 两者的声音 就可以代表整个五魂殿 阵蔽一呼 不但能改变世界的格局 可能还会改变整个历史的进程 因为五魂殿出现了叶峰这个怪物 让五魂殿这个恐怖的势力 已经有了一统天下的风向 片刻 叶峰穿上一套 黑色的长袍 全身覆盖在长袍之内 看起来有些神秘 而千任雪 则穿上了一套金色的长裙 长裙从肩膀一直垂在地上 金光闪闪 净显圣洁 其眉心带着天使印记 印记也是金色的 和金色的长裙相互辉映 看起来更加神圣 叶峰哥哥 千任雪走上前 很自然地搂住叶峰哥哥的手 叶峰身材高大 千任雪比其低一个头 但是两者看起来却非常和谐 就像天生一对一样 走吧 爷爷 他们应该等极了 嗯 千任雪点头 这次召开的联合会议 在供奉殿的天使殿举行 乃由供奉殿的大供奉 亲自举行 叶峰和千任雪 来到天使殿的时候 发现七大供奉已经到齐了 全都在等自己和千任雪 这让他有些不好意思 天使殿周围装饰都是金色的 金碧辉煌 充满神圣 最上方雕刻着一个天使神像 天使神像手持天使圣剑 双眸炯炯有神 栩栩如生 武魂殿历代以来都是姓千 千道流选择在天使殿 召开联合会议 不但是对这次会议的重视 更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 天使神像在最里面 中间是一张金色的长桌 七大供奉分成两列坐下 叶峰和千任雪 坐在最前方的位置 也就是千道流和金鳄两位的旁边 千道流目光往四周巡视一圈 先是在几大供奉上看了一眼 然后目光停留在叶峰和千任雪身上 今天的会议是清定新的教皇 然后将武魂殿的势力全新洗牌 他们供奉殿一直以来都不问世事的 而且他们也老了 未来就得看年轻人的了 千道流如乐如嘴巴 那充满威严的声音便传过来了 虽然说这次会议是裁决殿和供奉殿的联合会议 但是外面还是允许长老殿 和其他权力核心机构旁听的 比如说 长老殿里面的长老 可以在天使殿外面旁听 但是却不能参与决策 也就是讲 只有旁听权 而没有话语权 各位供奉 裁决殿殿长 天使少主 前段时间出现了一些事情 导致比比东不再合适当教皇 所以现在 我们必须要新选出一个教皇 千道流的声音刚落 周围的供奉便传来一阵窃窃私语 大哥 这个还用说吗 新的教皇肯定非小雪莫属啊 是啊 天使少主 本来就是武魂的未来继承人 如果不是因为当年小雪年纪还小 而且比比东又正好接管了武魂殿 武魂殿教皇之位早就是小雪的了 我也支持小雪当新的教皇 小雪在天斗帝国潜伏了几十年 其中日夜苦读 在皇室学习治国之道 现在更是直接征服了天斗 成为了天斗女皇 其中 实力和手腕都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所以讲 无论是从身份上面来说 还是说自身实力上面来说 千任雪都是合适的 这时候 七大供奉中 唯一一个供奉 也被称为老顽童光灵 忽然冷不丁地说了一句 因为他持有不同的意见 难道你们就没有考虑过叶峰吗 光灵说完这句话之后 抬起头 看了千道流一眼 看到千道流没有明显的说话声 连忙继续将心里的话说出来 叶峰是大哥收养的孩子 从小就在武魂殿成长 无论是性格 可以说是诸位供奉一起调教成长起来了 叶峰跟诸位供奉也非常亲 其他人不敢说 但是在我这里 叶峰就像我的亲儿子一样 我觉得叶峰也可以当教皇之位 光灵的声音不停 见没有人打断自己的话 那淡淡的声音又继续传过来了 纵观武魂殿这几年的发展 都跟叶峰脱离不了关系 叶峰拥有非常强大的功绩 先从魂师大赛开始说 在魂师大赛上面 抓拿武魂殿的敌人唐浩 然后灭浩天宗 蓝殿霸王龙家族 粉碎新罗帝国的阴谋 粉碎比比东的阴谋 武魂殿所发生的每一件大事情之前 都跟叶峰有说不清的关系 甚至可以说 都是叶峰一个人对武魂殿所做出的功绩 因此 我觉得叶峰也是可以当武魂殿教皇的 随着光灵的声音落下 整个天使殿中忽然沉默了下去 因为他们知道光灵所说的都是事实 叶峰对武魂殿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 而且叶峰一心只为武魂殿 所作所为都被众人看在眼里 如果没有叶峰 武魂殿肯定没有如今的威势 千道流听了光灵的话 瞳孔缩了缩 但是没有说什么 而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下方 静静地倾听下方的意见 他作为一个半截入土的老家伙 亦是最后的拍板者 不能这么草率做决定 在会议中 有不同的意见 也是好事情 因为可以给他一些新的想法 让他在教皇的决策中 做出更加完美的决策 惊恶 虽然叶峰对武魂殿所做出的功绩不可磨灭 但是小雪是天使少主 按照辈分顺位来说 都是小雪当任新一代教皇的 祥摩 是啊 如果天使少主都没有继承教皇之位的话 那恐怕难以服众 雄狮 是啊 我也觉得千任雪应该继承教皇之位 虽然说 我也同样觉得 叶峰也适合当教皇之位 但是明显小雪更适合一些 千军 我觉得谁当教皇都无所谓 无论是叶峰 还是千任雪 只要他们都是真心为了武魂殿就行了 秦渊 咱们还是不要乱猜测了 不如咱们问问当事人的意见如何 是啊 这时 几大供奉才恍然大悟 他们几个在这里讨论 根本没有太大的意义 新一代教皇之位 已经确定了 如果不是叶峰 就是千任雪 而且 他们两个还是未婚夫妻 他们在这里讨论再多 恐怕都没有当事人的意见来得重要 万一他们两个人有其中一个人 放弃当教皇呢 千道流微微点头 然后转过头 看向叶峰和千任雪 目光非常温和 叶峰 小雪 你们都是 我看着长大的人 其中叶峰杀性比较强 但是小雪却比较谦和 两者的性格是互补的 以后你们一是夫妻 可以相互互补 刚刚你们也听见了 众供奉说 听听你们的意见 你们说说看 对教皇之位 有什么看法 面对千道流看过来的目光 叶峰没有什么犹豫 将心中早就有了的决断说了说出来 各位供奉爷爷 承蒙看得起我叶峰 但是在教皇之位上 我觉得 小雪更合适 我这个人杀气太重了 不适合掌权 由小雪当教皇 正好合适 而且 按照五魂殿的规矩 本身就是小雪是教皇 咱们 就将教皇之位 还给小雪吧 叶峰淡笑风轻的开口 说句实话 他真的对教皇之位 没什么兴趣 他作为死灵魂师 一人即天灾 可凭借一人之力 敌一国 再高的权力 在他的手中 都显得不重要 倒不如 提高自身的实力来得重要 只要自身的实力提高上来了 那照样跟自身掌权是一样的 没有人愿意得罪一个绝世强者 而且 这位掌权的人 还是自己的未婚妻千任雪 那还用考虑吗 千任雪掌权 跟自己掌权 有什么区别 安安心心的 当教皇背后的女人不好吗 叶峰早就将这一切 想得非常透彻 另一边 千任雪自然也听到了叶峰哥哥的话 他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叶峰哥哥了 叶峰哥哥 一生与黑暗为伴 追求的只是那永恒的修为 对于权力争斗这些东西 根本没有半点兴趣 如果不是因为武魂殿有危险 叶峰甚至都不会从 星斗大森林里面走出来 叶峰哥哥 是一个大道至上的人物 对这种世俗的东西 根本没有兴趣 千任雪没有说什么 而是非常乖巧地 接过教皇之位 既然叶峰哥哥不喜欢当教皇 那我就来当教皇好了 等我当了教皇之后 就守护叶峰哥哥 谁敢欺负叶峰哥哥的话 我就灭其九族 千任雪想着想着 忽然身体周围露出一个利器 原本天使一脉是以守护为己任的 但是因为他有了自己的爱人之后 这一份守护已经变质了 千任雪不想再守护这个世界 而是想要守护自己的爱人 只要自己在乎的东西还在 那这个世界毁灭了 又何妨 或许正是叶峰所说的一句话 我已经身披黑暗 堕落永坚 那我就跟着叶峰哥哥堕落好了 爷爷 既然叶峰哥哥不愿意当教皇 那就让我来当教皇好了 千任雪看着千道流 以及其余的供奉 满脸认真的开口 随着千任雪的声音落下 五魂殿教皇之位的归属 也算是尘埃落定 千任雪作为天使少主 只不过是继承原本属于 自己的教皇之位而已 根本没有任何争议 相反 如果是叶峰想要上位的话 恐怕还会有比较大的争议 千道流收回目光 眼睛在众人身上巡视了一圈 那充满威严的声音便传过来了 叶峰放弃当教皇 那么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 就由千任雪 来出任五魂殿新一代教皇 今儿 我没有意见 小雪当教皇乃是应得的 光临 我也没有意见 清约 一切听从大哥的 其他供奉 我们也没有任何意见 千道流满异地点点头 见众人都没有意见 顿时直接拍板 好了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千任雪当新一任教皇 接替比比东的位置 叶峰的位置不变 依旧是裁决店店长 负责监管五魂店 在裁决店中 没有教皇 供奉 长老之分 哪怕是我 只要我犯了错误 才决店都有权力处罚 咱们五魂店法律高于一切 说到这里 千道流如了如嘴 然后又继续开口 明天举办 新教皇交接仪式 到时候 由长老店主办 我们这群老家伙 参与见证一下就行了 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我们这群半截入土的老家伙 应该又陷入闭关清修了 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加油 财决店和供奉店的联合会议 就这样结束了 没有任何人有意见 也没有任何人反对 供奉店退营也是应有之意 本来供奉店就是一心修炼 不问世事的 教皇店是由长老店扶持的 第二天 教皇的登基仪式如约进行 是由长老店主办的 长老店一时清教皇的一派 掌管外面的事情 即使长老店负责的 全天下各个势力都派人参加了 叶峰作为裁决店的店长 自然也是参加了 只不过 他主要负责安保工作 但是现在五魂店如日中天 根本就没有什么人 敢来五魂店捣乱 他这个安保队长 显得没有什么作用 很快 千任雪就成功 当了五魂店的教皇 当然一是天斗帝国的女帝 教皇和 帝的权力结合在一起 让千任雪手中的权力 高到了极致了 天底下没有哪一个势力 敢不尊重五魂店的 随后千任雪便在叶峰的建议下 开始整合五魂店和天斗帝国的实力 对五魂店内进行变革 更重要的是 加快速度 渗透五大王国 大大的推进了 以五魂店立国的进程 或者说 虽然现在还没有以五魂店立国 但是已经跟立国差不多了 天斗帝国已经归顺了五魂店 成为五魂店的第一个附属势力 新罗帝国在旁边瑟瑟发抖 这件事情结束了之后 叶峰终于闲下来了 无论是对外 还是对内 都出现了一股难地的平静 五魂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安稳状态中 三天后 叶峰盘西在裁决塔的塔顶修炼 自从千任雪当了教皇之后 他便每天都在这里修炼金刚断体术 以及思考如何凝聚出魂核 其实他体内的魂力早就超过了九十级 但是因为还没有凝聚出魂核 所以他一直在压制修为 并没有选择晋升 因为冥冥之中 有一个声音告诉他 在九十级这个位置 凝聚出魂核是最好的 不但最简单 而且还对后续的修为晋升 有数不尽的好处 片刻 叶峰猛然睁开眼睛 金刚断体术已经陷入了某一种瓶颈 想要再进一步的话 可没有那么容易了 倒不如先将金刚断体术放一放 先着重修炼神级魂核凝聚法和气域凝聚法 世间万法都是相通的 一法通万法通 金刚断体术陷入了瓶颈 可以先修炼其他功法 以他删之欲 拱我删之石 慢慢地就能水到去成的进步了 而且经过了那么多天的准备 叶峰也有把握踏出那一步了 他不止要凝聚魂核 而且还要凝聚史无前例的双魂核 叶峰从裁掘塔塔顶走下来 准备去星斗大森林里面 找一个合适的风水宝地 里面要拥有足够多的能量 这样才能让其凝聚出双魂核 叶峰刚刚回到裁掘殿顶层 猛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千刃雪头戴皇冠 手持象征着教皇的权杖 全身龙袍加身 金碧辉煌 看起来颇有一种人间帝皇的压迫感 这种破人的神圣和绝美的容颜配合在一起 让人经不住产生一股想要亵渎的感觉 叶峰一时间竟然看呆了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小雪 现在的千刃雪绝美 叶峰看了又看 千刃雪金色的教皇服 皇冠上面镶嵌满了红蓝金三色宝石 白皙的皮肤 完美的容颜 天使和教皇结合的美感 这让叶峰怦然心动 小雪 你怎么来了 叶峰声音中有些急促 叶峰哥哥 我可是你的未婚妻啊 怎么就不能来 千刃雪柳眉一束 嘴巴觉得高高的 嘴角露出一股似笑非笑的笑容 其看起来就像人间帝王动怒一样 偏偏这个人间帝王却美到极点 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你既然天斗帝国的女帝 亦是五魂殿的教皇 不是应该很忙才对吗 怎么会来找我 叶峰说完之后 恨不得直接给自己一巴掌 怎么说话的 这样说话 小雪能开心才对呢 真不知道为什么 情伤怎么那么低呢 好在千刃雪早已习惯了叶峰的情感缺失 根本没有生气 你是我的叶峰哥哥 我想什么时候找你 就什么时候找你 难道还得找你报备不成 那倒不是 叶峰笑了笑 看到这个小姑娘没有真的生气 那心里就好受多了 忽然 他发现千刃雪向自己逼近了一步 那迷人的清香忽然传过来 叶峰猛然深深呼吸一口 可真特么的香 自从上次和千刃雪亲亲了之后 总感觉自己的生命里 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 眼睛一直盯着千刃雪 气氛瞬间变得暧昧了起来 千刃雪的脸蛋很白皙 白里透红 鲜红欲滴 精致的锁骨 耳垂也是白里透红的 就像世界上最完美的水晶品一样 让人经不住 想要捏一把 下方是完美的像天使一般的脖子 脖子修长 且圆润 再加上上面带着淡淡的红韵 看起来颇为诱人的 红唇红得像火一样 里面些许热浪喷涌而出 里面还带着强悍的女子清香 这让叶峰心神大动 虽然他情感有些不完整 经常领悟不到别人的意思 但是一旦确定了情感 却会比正常人更加猛烈 现在叶峰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他想要轻轻千韧雪 恰巧 千韧雪亦是如此 你懂我的图谋不轨 我懂你的老色批心态 两人都没有说话 然后各自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一步 猛然一口亲过去 两个人便抱着拥抱在一起了 M 时光犹如白为过境 时过境迁 物是人非 一看是一人 再看一是一人 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两人终于纯分 脸色都是红红的 心跳快到快要窒息 那股青春的糜烂 再加上荷尔蒙的作怪 让人类身体 吐出一股特殊的兴奋 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 想要抱着对方继续拥吻 好在两人开车的技术还不错 能够在关键时刻杀住车 最完美的事物 永远是值得等待的事物 叶峰看着躺在自己怀中的家人 心中微微得意 前世无数人求而不得的女神千韧雪 现在就躺在自己的怀中 乖巧地叫自己夫君 虽然说她情感比较缺失 但是却依旧感到非常爽 小雪 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叶峰想了想 什么事情 千韧雪愣了一下 抬起头 看向自己的男人 不知道为什么 心跳却越来越快了 叶峰 我要去星斗大森林一趟 千韧雪 你知道的 我才刚回来武魂殿 然后你就非得走吗 叶峰沉默了一会 必须走 因为我要去凝聚魂河 武魂城的俗气太重了 而且能量不够 根本没有办法凝聚出魂河 千韧雪文言 也是瞬间沉默了 行吧 你什么时候回来 叶峰脑海中 瞬间按照自己的行程考虑一番 他这次星斗大森林之行 计划是这样的 第一步 先找到一个风水宝地 将自己的魂河凝聚出来 大幅度提升自己的战斗力 第二步 就是继续杀戮 他的系统是杀戮系统 只有杀戮才能变强 因此 只能委屈委屈 星斗大森林里面的魂兽了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星斗大森林里面 除了大名二名之外 还有一群隐世不出的魂兽 那群隐世的魂兽 生活在星斗大森林最深处 周围无数古术 充满迷阵和独障 寻常人类和魂兽 就算站在门前 也不得门而入 那个地方就叫做何兴圈 何兴圈生活着六大凶兽 其中明面上是以黑龙王帝天为首 但是暗地里 是以银龙王为首的 黑龙王帝天战斗力堪比半神 比人类极限斗罗还强 至于那条银龙王 银龙王古月娜 在全盛时期 可是神王巅峰修为 但是现在被人类神打成重伤 狗在核心圈生命之湖养伤 顺便躲避人类神的追杀 在原著中 古月娜可是要在生命之湖 疗伤一万年才能够破关出的 现在的修为能胜多少 叶峰也不知道 但是他估计 应该跟三级神的实力差不多 因为古月娜忌惮旦被神界发现 不能动用体内的神力 实际的战斗力 可能比三级神更弱一点 叶峰的计划 是将里面的魂兽 全都横扫一遍 要不然 等到万年之后 这些可都是 气运之子霍宇浩的机缘 到时候 可能威胁到五魂殿的存在 至于第三步 没有第三步 或者说第三步 是返回五魂殿 继续推动立国 一统天下 如果想要完成这些目标的话 叶峰评估了一下时间 估计最少也要一个月 我可能要去一个月时间 叶峰照直说了 他知道千任雪 是一个懂事的女孩 直接告诉对方就行 没必要遮遮掩掩掩的 对方也会体谅自己的 那好吧 你要记得 你的未婚妻 在五魂殿等你归来 我 千任雪 此生 非你不嫁 也不知道为什么 千任雪忽然鼓起勇气 将隐藏在心中 良久的一句话 说了出来 声音中很自然 没有任何造作 但是却能从中 听出一股坚毅 叶峰心头柔软触动 感动不已 眼睛充满泪花 他知道千任雪 是一个很倔强的女孩 说出来的话 就肯定做得到的 非我不嫁吗 那我也非你不娶 叶峰走过去 紧紧抱住千任雪 虽然他没有给千任雪 任何承诺 但是这个坚实的怀抱 却胜过千言万语 给足了千任雪安全感 两人又在继续 轻轻握握握了一会之后 叶峰便和千任雪分开了 千任雪返回教皇殿 继续执掌武魂殿 以及当天斗的女帝 而叶峰则踏上了 去星斗大森林的道路 裁掘塔本身 就是环绕着星斗大森林 和武魂城建设 两者都相互比邻 他从裁掘塔 之后才算是真正的 踏入了乌云的空间 星斗大森林 横跨大半个大陆 将两大帝国和五大王国 都贯穿其中 乃是当今世界上 第一大魂兽森林 叶峰踏入星斗大森林之后 并没有感到任何陌生感 因为他第一次 修为爆发性晋升 就是在这里晋升的 这对他来说 有一股特殊的情愫 尤其是当初那间 陪伴了他几年的小木屋 更是感情深厚 可是 现在一切都误是人非了 叶峰也不再准备 沉溺在过去中 而是展望未来 准备一步一个脚印 缓慢地完成自己的计划 星斗大森林 作为第一魂兽森林 除了拥有 无穷无尽的魂兽种族之外 更有许许多多的昆虫 毒虫 以及一些黑暗类型的异兽 正是这些东西加起来 让星斗大森林 变得危机四伏 即便是封号斗罗 也不敢在里面久待 但是 叶峰进入星斗大大森林之后 却没有任何小心翼翼 而是如同回家了一样 在星斗大森林中 如鱼得水 直奔星斗大森林 核心圈走去 虽然他不懂路去核心圈 但是他有的是时间 可以在星斗内环一直杀 他就不相信 将星斗大森林都杀穿了 核心圈那群隐藏的凶兽 还能无动于衷 一想到这里 叶峰顿时有些后悔 如果当初问大明二明 核心圈的具体入口就好了 那么现在自己能够省事不少 但是现在大明二明 已经成为了千刃血的魂环 后悔一无济于事 既然为杀神 就没有必要唯唯诺诺的 在星斗大森林 杀个天翻地覆就是了 仅仅三天时间 叶峰就来到了星斗大森林那环 依旧是当初大明二明盘踞的位置 他准备从现在开始杀戮 一直杀到核心圈那一群凶兽露面 虽然这样做有些残忍 而且会大肆破坏星斗的环境 让很多魂兽灭绝 但是叶峰却不在乎 魂兽一族灭绝了 又何妨 魂兽本身就是供人类使用的资源 即便灭绝了 人类也还有其他办法 发展魂岛科技 发展魂灵 传灵塔 可以代替魂兽一族的存在的东西 实在太多了 人类屹立在斗罗无穷岁月 靠的不是这些魂兽 而是脑海中的智慧 叶峰站在峰顶之上 低下头往下面看 忽然皱了皱眉头 因为原本大明二明盘踞的地方 居然被三头魂兽占据了 占据了大明二明的位置吧 现实中也是如此 看来命运中明明有注定 虽然自己的诞生 让斗罗的剧情大幅度改变 但是自然法则还是会修正的 会更加偏向于原著中的时间线 和剧情发展 千军以皇这三兄弟真的倒霉 居然撞在自己枪口上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先从千军以皇开始杀起吧 叶峰右手一握 血红色的死灵武魂 从背后缓缓升起 然后又凝聚成一柄血色长剑 随后右脚一蹬地面 玄疾从数千米高的山峰静直跳下去 往千军以皇三兄给杀去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他也看清楚千军以皇的真正相貌了 身体大小三米左右 体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角质层 亦或者是领甲 然后组成一套无坚不摧的甲铐 下方是六只强大有力的长腿 头上六只副眼也散发着强大的副光 看起来就像是人面魔珠的副眼一样 那股幽光令人不寒而栗 千军以皇是吞噬以后 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也算是三只命苦的魂兽 叶峰可不会管你可不可怜 因为他是杀神 在他眼里只有毁灭 千军以皇只有六七万年的样子 三兄弟联手 再加上种族的天赋加成 可能能够勉强拥有十万年魂兽的战斗力 但是在叶峰面前 这简直是一个小儿科 或者说是蝼蚁而已 只需要轻轻一捏 便能够捏死的存在 杀鸡将至 但是千军以皇却浑然不觉 他们看到叶峰从半空中坠落 还以为是自己的食物来临了 因为叶峰是封号斗罗 身上的肉质都经过强化 富含能量 再加上金刚断体术的作用 身体如同变成了一个绝世宝药 只要能够将叶峰吞噬了 就能够大幅度提升修为 听说过唐僧肉吗 现在叶峰的肉 就跟唐僧肉差不多 千军以皇三兄弟 天生喜欢吞噬 现在看到这块唐僧肉落下 哪里还能忍得住 他们能预感到 如果吞噬了叶峰 自己的修为能够大幅度增长 甚至突破传说中的十万年魂兽 也不是不可能 因此 三兄弟疯了 他们呈三角位置站立 对叶峰展开猎杀 叶峰还没有落在地面上 千军以皇三兄弟 便从口中喷出一条巨大的绳子 或者说是千军以皇特有的分泌物 由分泌物组成一条无坚不摧 能承受千军距离的绳索 千军以皇三兄弟呈三角之势 两个钳子夹住绳索的一端 齐齐发力 三根绳索瞬间拉直 看样子 他们是想趁着叶峰 还没有落地之前 就将其三马分尸 千军以皇的计划很好 即便一般的封号 逗罗着了他们的道 也只能被三马分尸的结果 可惜 他们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对手是什么东西 千军以皇默绿色的身体 开始发生强化 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绳索绷紧到极致 都没有将叶峰拖动分毫 更不要说三马分尸了 千军以皇的力量确实很强 有数万斤距离 可惜在叶峰这个拥有伤害 转移技能的怪胎来说 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即便千军以皇 拥有再强大的力量 也不可能拉得动 拥有伤害转移技能的怪胎 叶峰根本都不需要使用力量 从绳索上面传过来的撕裂感 就直接转移到召唤物上面了 而且这种不是致命的伤害 它还可以平摊到每一个召唤物上面 这样子 千军以皇对叶峰 乃至于对叶峰的召唤物 都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千军以皇看到眼前的猎物 竟然毫发无伤 原本战红的身体 猛然僵了一下 似乎感觉到 眼前这个猎物的不好惹 竟然萌生了一股退意 很可惜 他们超越的是一尊杀神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的那种 其实真怪不得叶峰 要怪就怪这个系统 系统本为杀戮系统 只有杀戮才能变强 叶峰也没有办法 只是遵循系统指令办事 你们攻击完了吗 现在应该到我了 叶峰冷笑一声 嘴角一勾 手中的血色长剑 猛然高举 然后一剑斩落 血色掌 在半空中滑动一道圆弧 围绕着身体周围转了一圈 那三条 由千军以皇分秘物 凝聚而成的绳索 瞬间被暴力砍断 千军以皇失去平衡 分别向后面倒去 叶峰抓住机会 趁他并拿他命 右脚一蹬地面 整个人腾空而起 然后手中的血色长剑 顿时将千军以皇斩去 千军以皇主要天赋 都长在了力量上面 他们拥有无尽的力量 就像是一个力量暴徒 但是在法术上面 却缺乏天赋 基本上除了暴力 还是暴力 跟叶峰这种死灵魂师 来战斗 无疑是非常吃亏的 叶峰根本没有动用魂技 只是凭借自己强大的速度 以及那无穷无尽的毁灭气息 顿时让千军以皇 失去了招架的能力 一剑斩出 万般计灭 千军以皇 直接就被砍下去了 一刀两断 不对 准确一点来说 是一刀六断 因为叶峰的血色常见 就像火影的忍者一样 瞬间一道寒光闪过 在周围划过一道圆弧 圆弧成半圆形 将千军以皇三兄弟 都攻击中了 速度快若闪电 千军以皇三兄弟 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身体就直接被切成了两半 只剩下半截身体 以及那三根仪腿 在地面上不断挣扎 运行速度越来越慢 缓慢地失去生命体征 千军以皇三兄弟 乃是六到七万年修为魂兽 三兄弟联合在一起 联手能够比肩十万年魂兽 原本可以以人类为食 将人类当成猎物 吞噬人类封号斗罗成长 净化成十万年魂兽 可是令他们到死也想不到 再一次的贪吃中 竟然被人类一箭秒杀了 甚至连惨叫都做不到 这是何等的悲剧 不过 千军以皇死后所产生的魂环 叶峰也没有半点浪费 直接呼唤出系统 让系统回收千军以皇所产生的魂环 虽然这个魂环很弱小 连十万年魂兽都不是 但是蚊子再小也是肉 叶峰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千千军以皇的一切都重新废物利用 结果只是换取了些许杀戮点而已 也算好过没有 紧接着 叶峰就开始了在星斗大森林的扫荡进城 只要遇到活着的生物 全都杀无赦 随着时间推移 叶峰在星斗大森林内 也算是少有名气了起来 周围的魂兽看到叶峰出没 全都开始躲藏了起来 叶峰看到那些逃跑的魂兽 也没有追击 因为他没有这个时间 出现在他面前的都根本杀不完 地狱犬一族灭 翡翠白鸽一族灭 清渊一族灭 敏捷后鸟灭 叶峰在星斗大森林内不断扫荡 已经有无数种族灭绝在他手里 但是星斗大森林核心圈却丝毫没有动静 仿佛外面的魂兽死活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这让叶峰皱了皱眉头 心底有些烦躁 他是来星斗大森林里面找核心圈的凶兽的 至于其他魂兽 只能算是天头 根本不是叶峰的目标 只有核心圈那些生活了几十万年的凶兽 才能让叶峰产生足够多的杀戮点 只有杀戮点的数量足够多 才能够让叶峰死灵五魂升级 这就是他的终极计划 但是林叶峰感到无奈的是 他都在星斗大森林里面肆虐了很久 将无数魂兽种族消灭了 核心圈还是丝毫都没有要出事的样子 叶峰也尝试寻找核心圈的存在 但是因为不知道具体位置 而且核心圈内拥有无数毒杖以及迷阵 这让他根本不得门入 叶峰只能选择继续在星斗大森林里面肆虐 身体周围环绕着一千多名骷髅战士 每一名骷髅战士都是封号斗罗修为 手中拿着一柄血红色的骨刀分裂左右 排兵裂阵 对着星斗大森林不断展开杀戮 麻的 如果再这样杀戮下去的话 整个星斗大森林都快要被我杀穿了 核心圈内拥凶兽可真是能忍的 叶峰忽然来到一个不满麒麟怪石险峻的山峰上 下面是高耸入云的无边古树 封顶射尸一处横平 或者说是地面平台 他可以在这里任意休息 突然 周围传来一道黑暗 瞬间将他笼罩下去 怎么说呢 刚刚上一秒天空中还晴空万里 烈日高照 但是下一秒 太阳所照耀出来的阳光就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 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 无边的黑暗笼罩大地 叶峰手持血色长剑 除了手中血色长剑传出来耀眼的红色之外 周围的一切漆黑如墨 伸手不见无止 怎么回事啊 叶峰皱了皱眉头 脑海中灵光一闪 顿时想起来了 我该不会是走进了按摩邪神虎的领地吧 叶峰仅仅考虑了一秒 就知道自己猜测没错 只有按摩邪神虎 才会拥有光明黑暗等六大属性 现在屏蔽光明 展现黑暗的手段 分明就是按摩邪神虎的领域 又来了一头送死的魂兽吗 叶峰嘴角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按摩邪神虎是六万年左右的魂兽 但是由于其特殊性 其中攻击力直追十万年魂兽 甚至比十万年魂兽更加强 这也是星斗大森林里面 唯一一头比较特殊的魂兽 据说是邪魔外遇的邪神转世 那头小老虎吗 叶峰甘笑一声 其实他颇为欣赏按摩邪神虎的 因为他是死灵魂狮 是属于黑暗阵形的一方 按摩邪神虎也算是黑暗阵形的一方 天生就有一股清静感 如果不是月流离的原因 他还真想给按摩邪神虎一个机会 让按摩邪神虎 在星斗大森林里面继续成长 看看能够成长到何种程度 但是 现在的话 就很可惜了 虽然月流离不在这里 但是他却始终没有忘记过 答应月流离的事情 月流离的故乡 就是被按摩邪神虎屠杀了的 冤有头 债有主 虽然不知道 当初按摩邪神虎 为什么出现在人类的世界 而且还将月流离的村子都灭了 但是仇恨算是结下了 按摩邪神虎 无法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 我叶峰说的 小老虎 我知道是你隐藏在周围空间中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主动走出来吧 或许这样我能够让你受得体面一些 叶峰冷冷地开口 既然遇到了按摩邪神虎 那就顺带将按摩邪神虎捕捉回去 到时候要搓圆 还是捏扁 任凭月流离说了算 真相终会水落石出 当初按摩邪神虎 为什么要屠杀月流离的村子 也必须有一个交代 周围非常寂静 仿佛没人一般 只有沙沙的风声传来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但是叶峰知道 按摩邪神虎就在这里 其实他的精神力非常变态 早已经达到了飞人的地步 就在刚才微风吹过来的一瞬间 他已经隐约察觉到 按摩邪神虎的准确位置了 按摩邪神虎很聪明 遇到自己未知的猎物 就隐藏在暗中 利用光明和黑暗骚扰猎物 如果发现 自己可以干掉猎物的话 就果断出来 利用自己强大的力量 将猎物吞噬了 但是如果发现 自己不是猎物的对手的话 按摩邪神虎 就会利用自己的空间属性 远顿而逃走 寻找全新的猎物 叶峰将精神力凝聚成一条条细线 然后由这些细线 所组成一张组网 这张组网 往周围空间不断扫描 瞬间发现了 按摩邪神虎的存在 嗯 而且还是很清晰地看到 怎么说呢 因为精神力过于强大 观看按摩邪神虎 就像拿了放大镜在观看一样 按摩邪神虎身上的每一条毛发 都非常清晰 按摩邪神虎藏在下方一个山谷里面 身长六七米 四条腿 就像四根柱子一样 非常强壮 这是一个吨位非常强大的庞然大物 按摩邪神虎浑身黑白相间 身上的毛发如同针尖一般竖起来 每一根都坚硬如铁 不亚于真正的神兵力气 由这些无数发毛 构成按摩邪神虎外面的甲铐 拥有非常不俗的防御能力 最为明显的是 额头处刻有一个大大的王字 老虎本身就是森林之王 按摩邪神虎更是老虎中特殊的存在 额头中的王字 就像是特殊的符文一样 上面有六大属性的能量在流转 迸发出一股非常强悍的气息 背后有一条三至五米长的邪神钩 或者说是按摩邪神虎的尾巴 外号称邪神钩 这是按摩邪神虎的武器 当初按摩邪神虎 就是利用背后的邪神钩 杀入了无数比自己强大的魂兽 按摩邪神虎在星斗大森林内 非常不讨喜 因为他的天赋是吞噬变强 可以说是无数魂兽的仇敌存在 当初有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存在 威慑着按摩邪神虎 要不然按摩邪神虎会更加嚣张 现在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被自己捕捉了 星斗大森林就被按摩邪神虎霸占了 不出现吗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就直接发你出来好了 叶峰在心里冷哼一声 心念一动 突然派出一只一百人队伍的骷髅战士 往按摩邪神虎隐藏的山谷包围过去 按摩邪神虎看到自己的猎物 竟然还敢反抗 顿时怒不可遏 心念一动 风属性能量猛然驱动 周围风元素凝聚成无数锋刃 夹在空间和黑暗中 如同最阴险的冷剑 最可怕的暗器 一个不小心 即便是超级斗罗或者极限斗罗 都会阴沟里翻船 但是这些风 认在叶峰眼里 就是小弟弟 他甚至都没有使用伤害转移天赋 单单凭借自己修炼的精神 就可以抵挡住了 金刚断体术 能够让炼体 让身体和皮肤发生变化 变得刀枪不入 恍若神器一般 挡住按摩邪神虎的锋刃 不在话下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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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阵碰撞的声音传过来 如同击打在世界上最坚硬的金睛上面一样 根本伤不得分毫 甚至连痕迹都没有留下 按摩邪神虎 看到叶峰毫发无伤的样子 顿时头皮发麻 眼睛睁得大大的 连额头上的王字都僵住了 在按摩邪神虎的虎声中 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此灵异的事件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手 竟然面对攻击 毫发无伤 甚至连破防都做不到 按摩邪神虎现在哪里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碰上硬茬子了 不着痕迹之间 动用空间之力 想要借助空间属性的掩护下逃走 然而 按摩邪神虎完全低估了叶峰 又或者说 根本不知道自己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对手 想要逃跑 是根本不可能的 只见叶峰九个星红色的魂环 瞬间亮起两个 天空中忽然传来一阵阵龙笑 九条远古古龙张牙舞爪 向按摩邪神虎厮杀而去 地面上 拥有神秘巫术的女巫 正在鸣唱巫术咒语 按摩邪神虎根本没有机会逃跑 就被九条远古古龙拖了回来 然后女巫施展万古囚牢 直接将按摩邪神虎困住 叶峰将按摩邪神虎 丢入自己的召唤空间中 这件事情就算是完美结束 现在首要的还是杀戮 引起核心圈的震动 让那群活了几十万年的凶兽出世 至于按摩邪神虎 等叶峰回到武魂殿之后 再让月流离发落 慢慢跟按摩邪神虎清算就行了 与此同时 经过叶峰的无数杀戮 星斗大森林最神秘的地方 真正的核心圈终于被惊动了 因为叶峰的杀戮 星斗大森林真正的核心圈 终于被惊动了 星斗大森林核心圈 周围充满了无尽迷藏 毒阵 迷阵 普通魂兽和人类根本无法进入 而且从外表看来 平平无奇 就跟真正的森林没有区别 如果没有人带路的话 单从外面是 找不到核心圈真正的位置的 但是没有人知道 就在这一片森林里面 隐藏着星斗大森林真正的秘密 有六头生活了数万年的凶兽 盘踞在里面 那是真正魂兽一族的力量 不但有黑龙王帝天 而且魂兽 共主古月娜也在里面 只是根本不为人知而已 核心圈内部内有乾坤 里面有几座巨大洞符 分别对应核心圈内六大凶兽 六大凶兽的洞符 环绕着中间生命之湖而建设 分居四周 其中最大最豪华的凶兽洞符 要属黑龙王帝天的洞符了 黑龙王帝天的洞符 不但是六大洞符中最大的 而且最靠近魂兽共主的生命之湖 黑龙王帝天 是魂兽共主古月娜的守护者 这时 一位穿着紫色灵甲的少女走了进来 这位少女非常角色 或者说并不能算是少女了 而是一个少妇 身材修长 风鱼多汁 大长腿圆润笔直 肩膀处露出修长的脖子 和两个玫瑰花一般的酒窝 一头黑色的长发 从肩膀处一直垂到腰部 一阵微风吹来 长发飘飘 一股杏仁的香气扩散开来 这便是星斗大森林里面的浑兽紫姬 此时乃是巨大的凶兽 本体乃为地狱魔龙 修为非常强大 因为是地狱魔龙的原因 龙性本营 所以 紫姬的长相非常妖艳 眼睛也是深紫色的 唇瓣也是亮紫色的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得到的魔女一样 但是如今紫姬的胸脯 却一股一股的 原本紫色的眼睛 也微微露着凶光 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那素质的紫色眼眉 微微竖起来 看起来 这头活了几十万年的凶兽 有些愤怒 也不知道 是谁惹怒了 这头真正的凶兽 紫姬直奔黑龙王地天的府邸 或者说是洞府 用几根青盆大树 环绕起来组成的洞府 虽然没有人类所建的房子那么漂亮 但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地天的洞府里面 该有的东西都有 而且地天 作为近八十万年的凶兽 平日生活非常简单 他要做的 只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不断修炼 增强自己修为 重振复兴魂兽一族 第二件事情 就是守护古约纳 地天一复一日 重复地做着这两件事情 基本上跟外界断开了连接 除非外界星斗大森林 发生了巨大改变 星斗大森林 才会有些许耳目 来禀告核心圈 紫姬走到地天面前 地天从修炼中 慢慢睁开了眼睛 两只眼睛的眼珠子中 像极了火影世界中的血轮眼 两块黑色的勾玉 在里面轮转 无尽的毁灭力量散发出来 让人非常可怕 紫姬 到底何事如此 忙忙躁躁的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做事情要稳重 地天皱了皱眉头 微微有些不悦 其实这个时候 他已经对紫姬有好感了 要不然脾气不会那么温和 在万年之后 这条地狱魔龙 可是地天的老婆 紫姬胸脯一鼓一鼓的 声音有些微微喘 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 瘦神 但是不好了 星斗大森林 星斗大森林 因为过于紧张 或者说刚才走进来的时候 还没喘过气 紫姬说话声音 还有些结巴 看着紫姬慌张的样子 地天本能地觉得情况不妙 难道说 人类弓打过来了 不可能吧 不是有泰坦巨猿 和青天牛猫 在外面守着吗 在整个人类中 应该没有多少个人 能够打得过泰坦巨猿 和天青牛猫 不用慌 天塌下来 有高个子顶着 我们核心圈六大凶兽 足以横扫 整个天下的全部失灵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你慢慢给我倒来 地天喃喃地开口 声音还算平静 作为一个上位者 该有的沉着冷静 品质还是有的 而且地天所说的话 也非虚 和青圈有六大凶兽 地天本身的修为 可以比尖极限斗罗 甚至比极限斗罗更强 达到了恐怖的半神境界 整个人类中 只有三位极限斗罗而已 而且分隔各个地域 唐晨已经疯了 消失不见 波赛西驻守海神岛 现在就只剩下千道流 这一位极限斗罗了 如果地天连核心斗大 人类发动一波兽潮的话 真的没有哪一个势力 能够抵挡得住 现在可是斗一 连封号斗罗 都非常罕见的存在 并不是万年之后 封号斗罗遍地走 如果星斗大森林 核心圈出世的话 那还真是人类的末日 不过 地天不刀万不得已的时候 是不会选择出世的 因为它的主要任务 是守护魂兽 共主古约纳 古约纳是天下魂兽共主 可号令整个魂兽一族 但是却被神界的人类神所伤 现在盘踞在核心圈 生命之壶下面的银龙殿疗伤 神界的人类神 每时每刻都用神念扫描下界 一旦发现古约纳的存在 以那些人类神的凶狠程度 是绝对不会顾及 神界和下界的守约 什么人类神不能下界 那是不存在的 人是活的 规则是死的 核心圈不轻易出手 因为他们在等待魂兽共主 恢复神王巅峰思维 带领魂兽一族走向复兴 子继闻言拍了拍胸脯 闭上眼睛 深呼吸了几口气 这才让自己的心情平凡了不少 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兽神 是这样的 根据我们核心圈 在星斗大森林外面的耳目来报 星斗大森林外面 来了一尊杀神 看到魂兽就杀 帝天文言 身体僵了一下 虽然知道 事情不会有那么简单 但是他也没有过于重视 只是一尊杀神而已 一个人类 一个人类 能够对星斗大森林造成破坏 非常有限 即便对方是封号斗罗 相对于星斗大森林 无穷无尽的魂兽来说 就算站着让他来杀 他又能够杀多少个 单单是一个人类杀神 可不足以让核心圈出世 单单是一个人类杀神 可不足以让核心圈出世 现在 他的主要任务 还是守护古约纳 守护星斗大森林最大的秘密 一旦让神界知道 星斗大森林最大的秘密 那就麻烦了 哦 那我们星斗大森林的损失如何 如果损失不大的话 你就直接让泰坦巨猿 和青天牛莽出手处理就行了 地天淡淡地开口 紫棘微微摇头 兽神根本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虽然外面只是一个人类杀人 在屠杀星斗大森林的魂兽 但是这一个人类 一人可敌一国 现在星斗大森林 过半数的魂兽 都被屠杀清光了 原本紫棘听到手下来报时 也有些不相信的 但是后面他亲自出去查看了 顿时被外面的景象 吓得心惊肉跳的 星斗大森林那环 已经满目疮痍 到处都破破烂烂 无数魂兽一族的尸体 横尸遍野 血流成河 所见之处 已经再也没有一只活着的魂兽了 而且这样的杀戮还在继续 随后紫棘又开始联系星斗大森林 明面上的两位霸主 泰坦巨猿和青天牛莽 到这时候他才发现 原来泰坦巨猿和青天牛莽 早就被人类活捉了 星斗大森林发生了巨变 而且这种巨变 还是足以让魂兽一族灭族的巨变 紫棘觉得 就真的完蛋了 别说复兴了 恐怕还会被灭族 地天看着紫棘惊恐的样子 连忙又问 还有什么问题吗 难道说 那位眼泪杀神那么强大的泰坦巨猿 和青天牛莽都搞不定 紫棘平复了一下心情 尽量让自己语气平缓 说话也用一种尽量温柔的语气开口 以免兽神听了勃然大怒 兽神大人 情况比我们想象中还严重 现在星斗大森林里面 活着的魂兽已经不足一半了 而且泰坦巨猿和青天牛莽 早就被那个人类活抓了 生死不知 什么 地天文言猛然暴怒 怒火从心头直冲脑门 双眸变成了赤红色 背后的那对黑角都微微颤抖着 虽然地天穿着黑色的铠甲 但是透过铠甲 依旧能看到地天微微颤抖的身体 地天是真的愤怒了 如果紫棘所说的是真的话 那个人类已经触及了 星斗大森林的底线 触及了魂兽一族的底线 那可是要灭族的 谁也无法再淡定 地天是如此 哪怕是魂兽共主 古月娜亦是如此 紫棘看到地天难以置信的样子 连忙又将刚才所说的意思 重复了一遍 寿神大人 我所说的都是真的 那个人类杀神实在太可怕了 根本没有任何魂兽 是他的对手 而且我亲自出去查看过 外面已经血流成河了 内环的一半魂兽 都死于非命 你所说的是真的 地天冷冷地问 身体周围覆盖上一层厚厚的毁灭力量 这一层毁灭力量 盘旋在四周 周围的空间开始无边寂灭 作为一个半神级别的凶兽 一旦发怒 可不是那么轻松的 血流成河只是小意思 一旦发动兽巢的话 整个人类都会生灵涂炭 报告寿神大人 我所说的千真万确 绝无半点假话 紫棘点头 此时地天真的愤怒了 那么 你是真的想要魂兽一族灭绝吗 他没有问紫棘那个人类杀神 是如何做到的 因为紫棘是他的手下 他相信自己的手下 是绝对不会骗自己的 那么 事情就肯定是真的了 这时 一位浑身肌肉 体表披着发毛 如同一个巨大的棕熊 半兽化的人类走了进来 这个便是核心圈内 另外一头凶兽 熊军 熊军在十大凶兽排行第六 本体为暗金孔爪熊 星斗大森林的王者之一 超强的强攻实力 一双巨爪 甚至能够撕裂空间 有着破坏王 和毁灭者之称 脾气非常暴躁 刚才他只是想来找地天 了解一下浑兽一族修行的事情 在无意中 听到碧姬跟地天所汇报的事情 那么的 人类你这是找死吗 虽然敢灭 如此之多浑兽一族的族人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熊军跟地天一样 充满滔天怒火 恨不得马上就给死去的族人报仇 兽神大人 我愿意亲自去灭杀那位人类杀神 请你给我为浑兽一族族人报仇的机会 熊军如同惊雷一般的声音 在地天的洞府中响起 其中声音之大 将周围无数古术都震动地沙沙作响 紫姬的耳膜不断震动 好像要聋了一般 可想而知 熊军到底有多愤怒 紫姬看到熊军出马了 心底也热血沸腾 想要为自己族人报仇 他是亲眼看过 星斗大森林外面的族人 血流长河的场景的 那触目惊心 根本不忍之事 此仇不报 枉为浑兽一族的成员 兽王大人 我也愿意为浑兽一族报仇 让我和熊军 一起去灭了那会人类 为了浑兽一族报仇 紫姬义愤填膺的开口 虽然他是女的 但是心中依旧不缺乏热血 地天文言 沉默了一下 仇是肯定要报的 核心圈也肯定无法再次饮事 必定要出事 但是他是肯定不能动的 因为他要守护浑兽共主古悦纳 除此之外 应该都去报仇 因为能够以一人之力灭过半 浑兽族人的人类 绝对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如果不动用权力的话 万一阴沟里翻船 那就不好了 准了 但是不能你们两个前往 你们必须叫上咱们的兄弟 万妖王 赤王 地天淡淡地开口 星斗大森林 共有六头凶兽 他派出了紫姬 雄军 万妖王 赤王 这应该够用了 他和碧姬就在核心圈守家 好的 我们必定完成任务 为死去的族人报仇 紫姬和雄军 异口同声地开口 他们也没有想到 兽神那么重视 居然派出了四大凶兽 那么那个人类 通天之能 都插翅难逃 紫姬和雄军 从地天的洞府出来之后 就马不停蹄地 赶去万妖王 和赤王的洞府 邀请他们 一起去星斗大森林内还 朱杀那只可恨的人类 另外一边 叶峰正在核心圈内 展开杀戮 因为屡次没有惊动核心圈 他变得越来越狠了 干脆没有再隐藏实力 直接召唤出 三千个骷髅战士 骷髅战士在星斗大森林内列阵 一字排开 向星斗大森林里面横扫 而 叶峰呢 叶峰则直接躺平了 让四个骷髅战士 用木材制造成一架 简陋的轿子 四个骷髅战士 抬着他在星斗大森林里面走 显得非常诧异 叶峰坐在轿子上 轿子是有几块方木 中间一个软垫构成的 双腿盘膝在软垫上 叶峰一边寻找能量浓郁的地方 另一边又在缓慢地尝试 修炼气韵凝聚法 不知道 是不是没有掌握精髓的原因 他修炼了气韵修炼法好几天了 却一直不得门而入 其实在这段时间内 叶峰也不是没有收获 杀戮点刷刷刷的 呈直线上升 星斗大森林里的魂兽 都是以一族一族为单位灭绝的 他的金刚断体术 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增长 魂力也增长了很多 但是因为没有凝聚魂核的原因 所以他一直都在压制修为 所以表面上 看起来他还是 刚入封号斗罗的样子 没有任何惊声 但是可以料想的是 一旦让他凝聚了魂核 体内的魂力 肯定会呈爆发性增长 不止晋升一两级那么简单 很有可能 直接晋升四五级 甚至五六级 他这一段时间压集 所造成的底蕴 可不会那么简单 叶峰继续往前走 忽然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脸上猛然一僵 似乎前方存在一个 非常浓郁的山谷 如果自己精神力 没有感应错的话 这个山谷 应该足够自己凝聚魂核 因为山谷里面的能量 实在太多了 多到恍若实质一般 叶峰心底非常激动 脚步经不住 加快了几步 像一道风一样 迅速向自己 感应到的地方追去 幸亏这个地方距离不远 叶峰走了几分钟就到了 他走在一座山峰的峰顶上 往下面的悬崖峭壁眺望 那是一个椭圆形的山谷 四面环山 山峰高耸入云 上面呈现春夏秋冬四季变幻 因为是在峰顶的原因 叶峰就像是踏在云层中 脚下是云雾翻滚的云海 在阳光照耀下显示七彩般光芒 如同彩虹一样美丽 这奇观很漂亮 叶峰静不住 多看了两眼 玄幻世界的奇观 风景 果然磅礴大气 是那么炫慕 那么震撼人心 但是 叶峰的关注点 却不在这里 而是在云海之下 恍若实质一般的能量 叶峰深呼吸一口气 忽然感觉到 无数能量顺着鼻孔 钻进了丹田 体内的魂力瞬间暴动起来 流速加快 只是吸了一口气 体内的修为却增加了少许 正所谓是吸一口神清气爽 叶峰有些沉迷 在能量浓郁的风水宝地 就像毒品一样让人沉迷 如果不是因为 叶峰拥有杀戮系统 只要无限杀戮 就能变强 他还真想在这座 无名山谷里面隐居 吸收里面的能量修炼 在如此能量浓郁的宝地 修炼速度增加也不多 大概就是增加十来倍的样子 别人修炼十年 我修炼一年就可以了 而已 叶峰在心里诽谤一声 然后将骷髅战士全都收回来 魂力凝聚在双脚上 然后纵身一跃 身体就快速往下降 无边的云层往下坠落 他原本下方黑点一般的山谷景物 在眼球中放大 然后逐渐清晰了起来 下方像是盆地 因为能量过于浓郁 下方长着无数低矮植物 嗯 不对 应该说是特殊植物 简称仙草 叶峰忽然沉默了一下 看向下方散发着荧光 浑身散发能量的特殊植物 脑海中心四电传 这该不会是冰火两叶吧 冰火两叶 好像不在星斗大森林吧 在猎魂森林 那么现在这个山谷 是类似于冰火两叶的地方 应该是了 叶峰忽然激动了起来 在星斗大森林内 惊陷无名山谷 关键是这个无名山谷 不但能量浓郁 而且还充满了仙草 这真是好东西啊 虽然这些仙草 很大可能对叶峰无用 但是只要采摘回去 绝对是五魂殿中 一大战略物质 仙草的作用 比起魂石来 只高不少 魂石只能提高魂力 仙草不但能提高魂力 而且还能提高天赋 可想而知 仙草的作用有多大 叶峰落到山谷中 阵阵迷人的清香传来 特殊的仙草能量左右盘旋 就在刚刚那叉内间 它的修为又提升了少许 虽然提升的不多 但是也能提升了一天的修为 眼前的仙草猪廊满目 水晶龙血餐 启罗玉京香 圣魂草 血色天鹅吻 像丝段长虹 各种各样的仙草都有 有些仙草 是冰火两眼里面有的 有些仙草 是冰火两眼里面没有的 可以说 在这座山谷里面 所拥有的仙草数量 以及种类 都比冰火两眼更多 叶峰沉默了一下 看着前方密密麻麻的仙草 忽然心中 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能不能 直接将这个无名山谷 搬进自己的召唤空间 如果将这个无名山谷 搬进了召唤空间 那就相当于自己 有了一个可移动的无名山谷 想要多少仙草 就有多少仙草 相当于一个 仙草批量生产线 说干就干 他不是一个犹豫的人 直接对着脑海中的系统 磨练一声 问 系统 我可不可以 将这些仙草 移植到召唤空间 不一会儿 系统冰冷的声音 就传过来了 当然可以 召唤空间 相当于一个 相对静止的空间 如果宿主想要 将仙草放进去的话 是不会有任何损坏的 但是因为里面 没有仙草生长的环境 亦没有外界 那么浓郁的能量 将仙草 移植进召唤空间 会遏制仙草的生长 导致枯萎死亡 我擦 叶峰皱了皱眉 这系统成精了 前面说了可以移植 后面又说了 移植会导致枯萎死亡 仔细一想 好像又没有毛病 可以移植吗 可以移植 只不过会枯萎死亡 这系统真皮 变成熊大了 还是光头强 叶峰在心里诽谤一声 顿时觉了这个想法 然后一株一株的 采摘仙草 不管是否对自己有用 只要是 已经成熟的仙草 全都将其采摘下来 其中仙草之多 他一共采摘了半小时 才将里面成熟的仙草 采摘完毕 叶峰转过头 精神力往周围 打量了一会 走到一片空队上面 盘膝坐了下来 他准备在这里 凝聚出双魂盒了 心念一动 刚刚收起来的骷髅战士 再次列队而出 排列左右 叶峰对他们下达了一个命令 如果有敌人靠近的话 全都格杀勿论 如果遇到强大的魂兽 或者魂尸 就直接摇晃其身体 叫醒他 让他可以应对 及时到来的危机 叶峰站定 然后盘膝在地 双手放在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 这个姿势 并不是像和尚那种五指年花 而是很随意的那种 怎么舒服怎么来 魂和凝聚法 说实话 他已经研究了魂和凝聚法 开始修炼 感觉开始了无数次修炼一样 非常熟悉的 先将魂力搬运到丹田处 用魂力凝聚出一个圆形的模块 然后勾引外部的天地能量进来 筑成一个全新的魂和 这便是凝聚魂和的第一步 叶峰按部就班的开始修炼 将第一步做得尽善尽美 然而第一步就将其难住了 凝聚魂何必追行 讲究的是 极致魂力运用技巧 如果对魂力应用 没有倒入微的地步的话 是没有办法凝聚出魂和追行的 叶峰失败了无数次之后 终于在丹田位置 凝聚出一个锥形 魂和必在旁边 但是还不够稳固 接下来 就到了凝聚魂和第二步 将吸收外面的能量进来 然后稳固锥形 最后才将体内的所有力 都搬运到魂和里面 进行压缩 那就算是搞定了一个非常恐怖的魂和 叶峰后面的凝聚魂和过程非常顺利 因为死灵武魂 是进化了数次的超神级武魂 对外部能量的勾引速度 是非常强的 怎么说呢 有点像鲸鱼吸水 又有点像一个龙巨峰 从上面看来 叶峰头顶上凝聚了一个大型的龙卷峰 龙卷峰上面全都是天地能量 天地能量恍若星辰坠落一样 直接照射在叶峰身上 然后凝聚在气魂和中 一部分能量用来巩固魂和 另一部分能量用来压缩体内的魂力 压缩的过程亦是最重要的过程 原本魂力是气体的 但是经过压缩了之后 就会变成液体 乃至于固态 成为真正的力量之源 叶峰在非常努力地压缩体内的魂力 压缩了一遍又一遍 魂力先是变成了液体 然后变成了固体 当魂力变成固体之后 就相当于完成了真正的蜕变 魂和就修饰的金丹差不多 也跟异兽的内丹差不多 半小时之后 叶峰成功凝聚出了第一个魂和 魂和是血红色的 犹如拳头般大小 静静地躺在自己的丹田中 虽然魂和不大 但是里面却蕴含了叶峰的所有能量 其中意义非常重要 体内的魂力以及战斗力的变化情况 心面移动 魂力浮现在手中 手中的魂力稠密 蕴含的能量也比原本高了三分之一 里面充满邪恶和毁灭气息 叶峰看到这里 心中就大概有了结论 凝聚出第一颗魂和之后 就相当于将自身的战斗力提高了三分之一 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叶峰还算是挺满意的 不过 虽然第一魂和已经凝聚成功了 但是叶峰却没有丝毫放松 因为他所图甚大 作为大陆上唯一一个死灵魂师 只凝聚一个魂和就满足了吗 不 地天都有阴阳双魂和 我凭什么一个魂和就满足了 叶峰的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至少凝聚两个魂和 第一个魂和就是魂力魂和 刚刚凝聚出来那个 第二个魂和就是精神力魂和 这个想法很大胆 精神力是独立于魂力修炼体系的 并且存在于脑海的石海中 因为大脑是人类最神秘之处 从来没有人能够真正研究明白 什么叫做真正的大脑 叶峰准备在石海处 凝聚出独特的精神力魂和 无疑是非常大胆的 并且非常危险 因为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造成脑死亡 但是如果能够将精神力魂和凝聚成功的话 那绝对能够成倍成倍提升自己的战斗力的 试想想 别人连魂和都没有 你就有两个魂和 而且还是完全不同修炼体系的魂和 叶峰猜测 如果将精神魂和凝聚成功的话 很有可能让自己诞生一种全新的修炼体系 或者说全新的力量 这种力量跟魂力的唯物不一样 这种由精神力所构成的能量偏向于违心 怎么说呢 如果非要形容的话 恐怕就有点像万磁王的磁力吧 有点像凤凰女的念动力吧 有点像吞噬星空的精神念诗 叶峰猜测就是如此 说做就做 叶峰也没有任何犹豫 凝聚双魂和事早就已经决定了的事情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 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如果遇到什么事情都唯唯诺诺的 根本就办不成什么事情 叶峰到心肩如磐石 一心为了变强而复努力付出一切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唉 算了吧 还是为了五魂殿一统天下 而变强吧 第二颗魂和的凝聚过程非常顺利 叶峰只是凝聚了几次就成功了 历史上第一颗精神魂和就此诞生 叶峰非常激动 虽然他还没有开始体验精神魂和的力量 但是现在已经感受到一种类似空眼的东西 空眼比透视眼更加强大 跟上帝视觉差不多 又好像有一双眼球浮现在半空中 将方圆石里的景物都净收眼底 人类眼睛视在前面的 最大的视觉就是180度 然而 有了这股特殊的能力之后 视觉就变成了360度 叶峰沉默了一下 顿时决定将这种全视觉能力称为空眼 叶峰将这种全视觉能力称为空眼 空眼这种能力相当于开了上帝视觉 将方圆三公里的风吹草动都净收眼底 当然 这种上帝视觉也不是无时无刻都打开的 正常情况下 叶峰的是正常的视觉 只有其主动使用空眼的时候 才会将方圆几公里的景物净收眼底的 这样可以防止用眼过度 以及用脑过度 每时每刻都收集信息的话 对大脑来说 影响很大的 叶峰仅仅试验了一会 就将空眼关闭了 研究起第二魂和精神魂合来 精神魂合里面 全放的全都是精神力 叶峰将精神力压缩了无数次 精神力已经产生了一股特殊的变异 这种变异很奇怪 好像诞生了一股全新的能量 但是 这股全新的能量 却又没有产生太大的质变 简单一点来说 那就是精神力 再加上操控现实的能力 精神力能够微弱地影响现实了 叶峰尝试了一下 这种全新的能量很弱 最多只能影响到 方圆一百米左右的现实 而且在极限一百米的位置 只能够提起一只钢笔左右的能量 显得有些鸡肋 通过试验 叶峰发现 这种类似念动力的东西 也并非那么无用 因为随着距离越近 这股影响现实的力量 就变得越强 怎么说呢 如果说在一百米的位置上 只能拿起一只普通的钢笔 在五十米的位置 就能够用精神力 提起一个大西瓜 在十米的位置 就能够用精神力 提起一个成年人 在一米左右的位置 甚至能够提起千斤巨物 这就有点像立场 以自己为中心 距离自己越近 就其中的力量就越强 虽然说 现在一米的位置 才只有一千斤的力量 对封号斗罗 根本够不成任何威胁 但是叶峰相信 这种力量会继续成长的 现在只有千斤的力量 通过修炼之后呢 万斤力量 百万斤力量 甚至千万斤力量 也不是不可能 况且 即便它凝聚出第二魂合之后 只有空眼这一项技能 也稳赚不赔了 叶峰沉默了一会 将这种全新的力量 叫做念动力 念动力的修炼体系 和魂力的修炼体系 完全不一样的 它也不用担心冲突什么的 两个魂合 在其体内不断旋转 随着叶峰不再压制体内的修为 刹那间 魂力开始节节攀升 九十级 九十一级 九十二级 九十三级 九十四级 九十五级 叶峰竟然连升五级 达到了超级斗罗的层次 强大的力量宣泄左右 死灵气息漆黑如墨 将周围的一切都沾染了起来 无比恐怖 恐怖的气息 如同冲击波一样 一浪接着一浪 向周围冲击而去 山间漏网之鱼 魂兽 感受到这股恐怖的气息 顿时经不住直接匍匐在地 满脸恐惧 他们能够感觉到 这股气息非常邪恶 而且非常强大 许是再动一下 生命之火就会寂灭了一样 叶峰对外界的变化浑然未觉 沉浸在晋升的喜悦中 嘴角不自觉露出笑容 因为他晋升修为的话 可不是一个人晋升修为 而是全部召唤物都跟着晋升修为 原本他的骷髅战士 全都是九十级的 但是现在全都随着叶峰的晋级而晋级了 也就是说现在所有骷髅战士都变成了九十五级 叶峰可是有一万个骷髅战士的 一万个骷髅战士全部都晋升了超级斗罗 这是什么概念 别说现在还是斗一时代了 就算现在是万年之后的斗二 都可以凭借着一万个骷髅战士直接横推了 强 简直是强妈了 叶峰强忍着心中的激动 然后将这些骷髅战士都收回去 后面想了想 又放出了一百骷髅战士隐藏在山谷中 镇守这座山谷 这座无名谷不但蕴含了大量的能量 而且有仙草的幼苗在里面 可是一个战略性物质的基地 它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的 有了这一百个骷髅战士镇守无名山谷 等这些仙草成熟了之后再采摘下来 那岂不是快灾 叶峰搞定这一切之后 将魂力附在双脚上 然后直接腾空而起 往山峰上面飞去 刚刚已经完成了一个小目标 有了双魂河 他的杀戮速度就变得更快了 叶峰来到上面之后 第一时间坐回自己的轿子上 让这些骷髅战士拖着自己 继续往周围杀戮 但是这次 他并没有召唤出太多的骷髅战士 因为周围的魂兽已经很少了 倒不是他心中怜悯 而是觉得现在杀得差不多了 核心圈肯定也被惊动了 接下来 他需要做的就是等了 只要等核心圈过来 再次展开杀戮 将自己的死灵武魂再推进一次升级 然后一统大路攻打神剑 与此同时 万妖王 赤王 雄军 紫击四人 飞在天空中 在天空中不断盘旋 开始寻找杀害 魂兽一族的凶手了起来 因为星斗大森林内环挺大的 他们一时间没有找到叶峰 但是看到下方血流成河的星斗大森林 顿时所有人都沉默了 只见星斗大森林中 无数古树倒塌 无尽的生态环境被破坏 如果就是这样 也就算了 他们几大凶兽 都不会这么愤怒的 关键是 下方还横视遍野 无数断壁残垣留在原地 他们已经无法认出 死去的是什么浑兽种族了 只知道 死了 一切都死了 全都死光了 地面上无数浑兽异族的尸体 渗出鲜血 鲜血汇聚在一起 先是凝聚成小溪 然后小溪汇聚成河流 河流汇聚成一条喷流不息的血海 血海泻红色 在阳光的照耀下 恍若这天地都染成了血红色 可谓是 狮山血海 特么的 这什么鬼 万妖王 赤王 雄军 紫基 看着下方的景象 他们几个操汉子眼睛中 都挂上了泪珠 哦 对了 还有一个女汉子 紫基已经泪流成河了 这些都是他们浑兽一族的族人 现在基本上可以说 被杀戮殆尽 这是何等的仇恨 人类必须死 核心圈必须出世 不但要杀了那个人类凶手 而且要让这个人类付出代价 人类啊 你是怎么敢的 莫非你是真的以为 我们浑兽一族 没有人了不行 既然如此的话 等我们回去核心圈之后 就将这件事情 禀告浑兽共主 人类全都杀了 发动兽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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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真正的灭族之战 万妖王 赤王 雄军 紫基 四人无边愤怒 无尽地滔天杀气 人类的麻烦恐怕要降临了 可是 人类有叶峰这个死灵魂师在 真的会怕你们的兽巢吗 嘿嘿 就在叶峰准备再次开始攻击的时候 一道飓风传来 叶峰猛然察觉到一股危险 然后迅速后退几步 前方烟尘滚滚 忽然多了四道陌生的气息 这四股陌生的气息非常强悍 甚至让叶峰都感到了一股危险 当然也只是感到危险而已 叶峰作为唯一的死灵魂师 拥有伤害转移技能 无论敌人再强 都是死不了的 片刻 尘埃落地 如同拨开云雾一样 前方出现了四个恐怖的人影 为首的是万妖王 妖眼魔术 排行第五 乃为最强大的植物系浑兽 综合能力非常强 非常难缠 总修为达到了53万年 万妖王当初是一株弱小的植物 后面吞噬了一株仙灵草 才逐渐变得强大 即便是帝天都 万妖王都非常忌惮 万妖王浑身碧绿 看起来就像是一棵巨大的古树一样 外表是巨大的树皮 树皮犹如灵甲一样 刀削一般构成外表的铠甲 看起来已经有些年代感了 虽然万妖王已经可以变成人了 但是许是习惯的原因 依旧保留着部分树妖的特征 无数只条 恍若手臂一样 在周围晃来晃去 遮住了阳光 万妖王左手边是雄军 右手边是赤王 边沿站着紫机 雄军排行第六 乃是四十八万年凶兽 雄军就是一个暴徒 身材魁梧 浑身铺满暗金色的发毛 手臂巨大 且其长 作为暗金孔爪熊 主要武器就是双手 俗称熊爪 能够轻易撕裂空间 它的属性是极致之精 无尽不摧的极致之精 或许雄军的综合实力 没有万妖王强 但是单单论单体伤害的话 恐怕万妖王都不敢错其风 雄军双手已经摆出来了 或者说是雄掌 那恐怖的金属性能量在周围流转 空间都些许震荡 裂纹不断 万妖王的右手边是赤王 赤王身材更加魁梧 甚至比雄军更加雄壮 外形有点像一头狮子 但是却不止一个头颅 三个一模一样的头颅 生根在脖子上 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头颅 代表着一条生命 赤王的每一个头颅 直径都查过半米 恐怖的两颗门牙 就像手臂一样粗壮 赤王 在十大凶兽中排名第八 本体为三头赤魔袄 拥有部分真龙血脉 在攻击力方面 可以说是绝对炸裂的 同时 他一是锐兽三眼惊妮的贴身保镖 但是现在星斗大森林出现了异动 所以他被抽掉出来 攻击这个入侵星斗大森林的人类 他的修为仅仅30万年而已 站在最边缘的是紫机 紫机浑身紫色 相貌非常绝色 身穿铠甲 乃是不为多得的地狱魔龙 但是因为 在这几头凶兽中 修为是最底下的 所以 他很自觉地站在最边缘 在这几头凶兽中 最为强大的 就是万妖王了 作为连帝天都恐惧地存在 很自然就当了 这几头凶兽的临时头领 万妖王是树妖 生命力非常万千 综合性战力非常强 基本上可以说 是不死的存在 帝天为了对付叶峰 将核心圈六大凶兽中 其中四个都抽掉出来了 可想而知 他对叶峰的重视 万妖王落在叶峰前方 巨大的树干中央 露出一只墨绿色的眼睛 这只眼睛非常巨大 看起来就像一张桌子般大小 外貌非常滑稽 怎么说呢 玩过英雄联盟吗 就跟里面的大树英雄有点像 但是却要更加强大 和雄伟 万妖王目光注视了叶峰一眼 双眸中有些轻视 这个人类 只不过是区区95级魂力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吧 兽王让我们四大凶兽一起出手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虽然眼前这个人类 周围带着上百个亡灵生物 并且这些亡灵生物 亦是95级的 但是也仅此而已 万妖王一个人 已经可以对战99级极限斗罗了 结果 就这 就这 看不起谁呢 这对手也太弱了吧 魂师的等级修为中 魂斗罗前面的修为 相邻每一个级魂力之间都差别不大 80级魂胜和89级魂胜 其实差距不大的 越级杀敌也有大有人在 但是一旦晋升90级之后 也就是晋升封号斗罗之后 那么这一切都变了 每一个魂力等级之间的实力差距都天差万别 甚至可能战斗力直接翻倍 92级封号斗罗 是绝对可以碾压90级封号斗罗的 正是因为如此 万妖王才有些轻视 现在的夜风才95级而已 万妖王自己 加上种族优势 可以队长99级极限斗罗 甚至战斗55开 99级和95级 这其中差距绝对是红 根本不是客观条件可以弥补的 甚至万妖王有点想咒骂泰坦巨猿和青天牛猫 这是干嘛吃的 两头十万年守门魂兽 居然连一个95级斗罗都打不赢 特么的 你打不赢就算了 还被人活抓了 连给核心圈报信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什么 特么的 这是魂兽一族的耻辱啊 万妖王在心里诽谤一声 但是心底对夜风却非常重视 在心里 可以怎么轻视都行 但是在战术上 必须重视对方 博兔上用权力 更何况 对方是魂兽一族的死敌 在历史中 因为轻视对手 而阴沟里翻船的 大有人在 万妖王活了那么多万年 不可能连这个写的教训都不懂的 熊俊 赤王两人的心理想法也差不多 相互对视了一眼之后 猛然起起转过头 看向夜风 只有子几这条傻龙 是没有轻视夜风的 无论是心里上 还是战术上 因为盛名之下无虚事 夜风能够屠杀魂兽一族 如此之多的族人 肯定有自己过人之处的 只是 现在他只是最弱小的存在 也不好对着血脉 比自己强的凶兽 指手画脚 他只能等候自己的族人 先一步对夜风发难 有万妖王 雄军 赤王 这三头凶兽在 肯定可以将夜风斩于马下吧 万妖王双眸屁腻 邪恶的树眼 盯着夜风 那愤怒至极的声音 瞬间传过来了 是你杀了我的无数族人 夜风嘴角笑了笑 即便面对前方这石头凶兽 依旧是谈笑风生的感觉 心中没有任何畏惧 甚至还有些兴奋 这些可都是我的经验包 如果能够将这些凶兽都杀了 那不知道能够获得多少杀戮点 黑龙王帝天怎么没有来 还有那头傻傻的翡翠天鹅 还有魂兽共主呢 想着想着 夜风甚至还有些失落 以及失望 六头凶兽只来了四头 而且魂兽共主都没有出现 是不是太看不起我了 如果全部一起出现就好了 不过 转念一想 这四头凶兽都出现了 另外几个也逃跑不了 只要有人带路 进入核心圈就行 今天 我 夜风 就杀穿整个核心圈 是我杀的 请问你们有何指教 夜风玩事不恭地笑了笑 果真是你 你杀了我们那么多族人 万死难辞其咎 说吧 你想怎么死 或者说 你们人类想要怎么死 万妖王杀气沸腾 恍若实质一般扑面而来 无尽的树枝树枝摇曳 沙沙作响 魂力无尽搬运 仿佛下一秒就发出恐怖的攻击一样 雄军伸出那双 可以撕裂空间的雄掌 右脚蹬在地面上 腰部弯曲 恍若弹射起步一样 赤王三个头颅盯着夜风 每一个头颅展现出不同的属性 强大暴力神秘 且无法匹敌 子击双手异化成龙爪 灵甲覆盖全身 恐怖的魂力环绕左右 一旦双方开打 他就能第一时间 化成地狱魔龙本体 人类和凶兽的 一场盛大的战斗 就此拉开帷幕 哦 夜风讥讽一声 然后摇了摇头 不是我想怎么死 是你们要怎么死 万妖王闻言 心头俱正 更加愤怒了 这个人类真是大胆 难道什么话敢说 什么话不敢说 都不知道吗 你还想杀我们 有何不可 夜风嘴角勾起笑容 背后的死灵武魂 缓缓升起来 在他眼里 这些凶兽都是死人了 没有必要跟这些死人 说那么多话 在杀神面前 只有两个结果 要么就是毁灭 要么就是杀戮 结果就是 无限杀戮就能变强 真是大言不惭 给我死吧 万妖王心念一动 率先发动攻击 极致之木发动 万千之条 如同手臂一样不断挥动 夹带着万军的力量 以及无尽的魂力 向夜风攻击过去 这个是万妖王的 独有魂技 万千之条 因为有无数的树枝一起攻击 而且这些树枝 在魂力的加持下 都变得无坚不摧 基本不可摧毁 所以这个技能非常难缠 熊军两个熊掌 直接往前推出 异化的手掌开始变长 变大 熊掌锁过之处 天崩地裂 空间破碎 四天爪 恐怖如斯 赤王三个头颅中 喷出地狱之火 向夜风席卷而来 子击变化成地狱魔龙本体 上百米的身躯 横在半空中 龙焰从口中吐出 夜风看着四大凶兽 齐齐出手 双眸中有些轻面 虽然说在魂力等级这一块 他还不如这四个凶兽 但是单论战斗力的话 这几个凶兽 只不过是小朋友罢了 尤其是当他清扫了 海神岛之后 更是自信心爆棚 波赛西都被自己灭了 海神分身也被自己灭了 就连海神岛都被劈成了十块 如此勇猛 还用惧怕区区四头凶兽 雕虫小界 如果是地天清零 或者说魂兽共主清零的话 或许我还会忌惮三分 但是你们的话 在我眼里 只不过是蝼蚁而已 夜风喃喃一声 三千骷髅战士瞬间出现 猎阵在前方 然后分割战场 三千骷髅战士将赤王 雄军 紫基的攻击都接住了 无尽的骨刀高高扬起 带着恐怖的毁灭气息 向他们逼去 逼得他们无法插手 万妖王和夜风的战场 一千骷髅战士对战赤王 一千骷髅战士对战雄军 一千骷髅战士对战紫基 赤王 雄军 紫基三人被分割了战场之后 顿时有些头皮发麻 麻的 这是什么情况 不就是只有百来个骷髅战士吗 现在怎么变成了三千骷髅战士了 这是想要让我死啊 赤王 雄军 紫基 看着蜂拥而来 却又多如蚂蚁一般的骷髅战士 顿时禁不住头皮发麻 正常来说 他们是不用惧怕九十五级的封号斗罗的 可是 那么的 现在一人对一千个九十五级的封号斗罗啊 听说过 你多咬死相吗 就算这些骷髅战士 站着让他们杀 他们都需要杀好 一会才能杀掉 现在他们根本毫无胜算可言 赤王 雄军 紫基三人 心头禁不住颤抖了起来 些许寒意 从心底升起来 现在他们终于明白了 当初泰坦巨猿和青天牛莽 为什么会被活抓 还有仅仅叶峰一人 怎么可以屠杀尽三分之一的魂兽一族族人 麻的 有如此之多的召唤物 对星斗大森林来说 简直是灾难性的 直接横推过去都行 此刻 他们心中竟产生了一种逃跑的想法 但是骷髅战士的攻击又到了 那血红色的骨刀 就像灌了签一样 里面带有恐怖的毁灭能量 一刀劈出 恍若劈开了天地 他们只能先面对骷髅战士的攻击 最后一个战斗圈 只剩下叶峰跟万妖王 两人一对一单挑 至于刚刚他们的攻击 叶峰自然是不躲不避了 那几头凶兽自以为很强的魂技 落在他身上 却连一点伤害都没有打出 他依旧带着笑意 短发飘扬 站着原地 气势拿捏得非常到位 不对 准确一点来说 不是没有打出伤害 而是打出的伤害 都被转移到骷髅战士上面了 所以 叶峰才会毫发无伤的 万妖王看到叶峰毫发无伤 顿时傻了 这是什么情况 即便防御再高 也抵挡不住四大凶兽的联手攻击吧 连防御都破不了 有没有搞错 不过 幸亏他的万千之条 是属于半攻击和半控制类技能 虽然叶峰没有受伤 但是万千之条已经缠在其身上了 或者说是将对方绑住了 控制住了也好 接下来就得任由我蹂躏了 万妖王不敢大意 心中也带有一股紧张的压迫感 因为其他的三头凶兽 已经被骷髅战士包围了 每再拖延一分的话 危险就多一分 他必须要尽快解决战斗 然后拯救另外上头凶兽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受伤 但是也到此为止了 你能挡得住物理攻击 但是你能挡得住我的毒液攻击吗 万妖王冷哼一声 他的本体是妖眼魔术 有两样看家本领 第一是强大的生命力 恍若不死 妖眼麻痹 毒液侵蚀 万妖王连续使用了两个魂技 都是针对夜风物理攻击无用的 化学攻击 万妖王巨大的树干 瞬间张开 露出那个巨大的墨绿色眼熟 眼熟放着绿光 绿光照耀在夜风身上 会产生一股麻痹的感觉 让人行动迟缓 再加上恐怖的毒液侵蚀 能够轻易让一个人化成一滩血水 但是万妖王却小看了对手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 夜风看到恐怖的毒液 往自己身上洒过来 脸色微微一变 虽然他有伤害转移技能 不会真正受到伤害 但是他怕弄脏了自己的衣服 眉头深深皱起来 右手一握 血色长剑出现在手中 猛然往前一劈 血色长剑夹带着死灵气息 无边的邪恶涌现 所过之处 万妖王所幻化出来的所有枝条 一根一根被砍断 凌空落下 上面竟然喷涌出墨绿色的毒液 但是夜风早就做好了准备 双脚一蹬地面 身影左冲右凸 躲避落下的毒液 其中速度之快 周围拖起了一连串的幻影 肉眼根本看不清其速度 夜风控制得非常好 在这一连串的操作下 身上竟然没有沾上任何毒液 万花丛中过片 也不沾身 夜风重新站定时 脸上依旧是那个淡淡的笑脸 短发飘飘 恍若发型都没有乱分毫一样 气质拿捏得更加到位了 什么叫做大佬 这就是大佬 攻击我可以 但是不能弄脏我 刚刚已经让你一招了 礼尚往来 吃我一招 夜风嘴角微微一笑 然后第一个新红色魂环亮起 那是他常用的第一个魂迹 远古古龙 虽然远古古龙是他的第一魂迹 但是却是最常用的 所建立的功劳也是最多的 随着夜风的魂迹亮起 天空之中忽然传来一阵阵寥亮的龙鸣 银银银 原本晴空万里 忽然变得乌云密布 无尽的能量从中升起 万妖王脸色一变 感受到那股骇人的气息 经不住抬起头 往上空看去 天空之中波纹亮起 像鱼纹一样扩散开 像是开天门一样 立起一块巨大的门户 随着九天遮天蔽日的古龙 从门户中出现 邪恶 强大 神秘 只是九条十万年的古龙吗 如果只是九条古龙的话 万妖王并没有太过害怕 因为他足以碾压上空的古龙 相反他主要的经历 还是面对夜风的攻击 夜风免疫物理攻击 毒液攻击又无效 种种诡异现象 让万妖王头皮发麻 人类怎么会有免疫攻击的人存在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是真正的免疫 正在万妖王心念念的时候 天空之中 乌云又变 阵阵龙银传出 声音幽远神秘 恍若里面还隐藏着无上的恐怖 果不其然 下一秒 云层被驱散开 无数古龙张牙舞爪 遮住了阳光 特么 这哪里是九条古龙 看到上方密密麻麻的样子 恐怕有数百条吧 万妖王开始了真正的头皮发麻 三千骷髅战士分割三大凶兽攻击战场 再加上数百条古龙对付自己 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叶峰 而且看叶峰轻松的样子 恐怕还远远不是其极限 麻的 人类何时出现了这种妖念 没等万妖王想太多 一百多条古龙便张牙舞爪攻击过来了 万妖王被逼迎战 都有手下的召唤物战斗了 叶峰乐地清闲了起来 跳上旁边一块石头上 嘴角吊着一条狗尾草 牙齿轻轻一角 那股甘甜苦涩的味道便占据了整个味蕾 目光看着前方的三个战斗圈 看到非常恰意 他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死灵魂师的真正真谛 死灵魂师本质是一个召唤类魂师 根本就不用自己上场的 拥有无穷无尽的召唤物 一人即天灾 召唤师不适合在前端的战斗 反而适合在后面看戏 不过 好像我的个体战斗力也不弱呀 难道是我的技能数点歪了 叶峰观看着前方的战局 雄军 士王 子姬 这三人的战斗圈 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的了 一千名骷髅战士 将他们打得晕头转向 至于万妖王的战斗圈 嗯 不得不承认 万妖王挺强的 那么多 古龙都拿不下万妖王 万妖王的生命力太顽强了 古龙所造成的伤害 不用一会 就痊愈了 叶峰皱了皱眉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 身边一个新红色的魂环 猛然又亮起 远古巫妖 拥有无限巫术的女巫 加入战斗圈 巫术负面buff的削弱 套在万妖王身上 很快 万妖王便处于下风了 群凹 单挑 万妖王单挑一群 万妖王裂开了 女巫的巫术 让她无限削弱 天空中的古龙 不断对万妖王攻击 其中恐怖的能量 不断出击 万妖王很快就伤痕累累了 如果不是因为 她有强大的生命力 恐怕此刻她早就死了 但是现在逐渐落入颓势 即便她作为万妖王 是最强的植物 无论恢复能力 还是生命力 都是举世无双的 但是现在 还是被按在地上摩擦 摩擦起电吗 卧槽 万妖王刚刚将 十几条古龙击退 后方又来了 十几条古龙 古龙直接开始顶她的后面 菊花 死 明明只是普通的战斗 怎么却变成了 这么刺激的场面 万妖王看着眼前这一幕 知道大势已去 单单他们这一点实力 根本打不过叶峰 尤其眼角余光 还看到叶峰正躺在石块上 一边哼着歌 一边叼着狗尾草 无比惬意 这让万妖王更加狂抓 你确定你这是尊重我 尊重你的对手 万妖王在心里喃喃一声 那知道大势已去 所以也不准备再练战 他都活了几十万年了 对于战场上的形势 看得很清楚 如果继续纠缠下去的话 恐怕四大凶兽 都会直接被蚂蚁啃死 实在太可怕了 吼吼 万妖王狂吼一声 将周围的鼓龙全都震开 然后满脸凝重的大吼 熊军 赤王 紫姬 不要练战 咱们撤退 熊军双熊掌打出 将周围的空间打爆 逼退数百骷髅战士 但是骷髅战士 根本不惧怕死亡 右脚一蹬地面 手持血红色的鼓刀 猛然又冲上来了 怎么说呢 就像蝗虫一般 根本杀不完 根本就杀不完啊 熊军听到万妖王 说撤退的口号 连忙松了一口气 如果再不撤退的话 他的熊掌 恐怕都被拍废了 虽然熊掌可以断金猎石 撕碎空间 但是顶不住别人多啊 面对无穷无尽的骷髅战士 该怎么搞 赤王更惨了一点 三个狗头 被打爆了两个 可以说 已经是身受重伤了 其实他早就向万妖王求援了 但是万妖王都自身难保 根本就顾不上他 要不然 他也不至于爆了两个狗头了 万妖王 帮忙拉我一把 要不然我无法撤退了 赤王仅剩最后一个狗头 没有竖起来吧 如果赤王被打成土狗那样 摇头摆尾 那就天大的笑话了 子鸡情况就更加惨烈了一些 地狱魔龙横在半空中 只是那条魔龙 就像被分尸了一样 全身无数刀痕 怎么说呢 如果非要形容的话 那就是分猪肉一样 那种骨肉分离的感觉 真是令人望而生畏 这条傻龙能够活到 现在已经非常不错了 万妖王 雄军 赤王 子鸡 四大凶兽 相互对视一 顿时制定了撤退计划 叶峰的眼中 闪烁着冷漠的光芒 他不再等待 而是直接展开了攻击 一道道奇异的符纹 从他的身体中散发出来 环绕着远古巫妖的力量 形成一片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场 这场力量场 笼罩着整个战场 万妖王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身体开始变得迟缓 生命力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在叶峰的掌控下 战场上的局势 开始逐渐向他倾斜 与此同时 叶峰的身体开始 散发出一股强大的黑暗能量 仿佛是死灵之主 降临凡间 他的眼神凝视着万妖王 透露出一种不可战胜的气势 万妖王感受到了 来自叶峰身上的恐怖压力 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绝境 他拼尽全力 试图挣脱叶峰施展出来的力量 但一切都显得徒劳无功 最终 在叶峰无情的攻击下 万妖王终于倒在了战场上 他的身躯化为一片枯萎的树木 化为尘埃消散在空气中 叶峰站在战场上 身上笼罩着一层黑暗的气息 他的眼中闪烁着冷酷的光芒 他不畏惧任何挑战 只要有人敢与他对抗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彻底击败 战斗结束了 星斗大森林中的生灵们 无不为叶峰的强大震撼 他们知道 一个新的霸主已经诞生 他将统治这片土地 主宰一切命运 叶峰没有停留 他继续前行 寻找着更大的挑战 和更强大的力量 他知道 只有不断成长 在星斗大森林中 叶峰的传说已经开始传播 人们为他的勇气和实力而赞叹 他的名字将永远被铭记在这片土地上 成为永恒的传奇 在星斗大森林中 叶峰的声名迅速传遍各个角落 他的传奇故事成为了人们口中的谈资 激励着无数年轻的舞者和魂师 梦想着能够像叶峰一样成为强大的存在 然而 就在叶峰的名字在星斗大森林中传播时 他却没有停下脚步 他的目标并不仅仅局限于这片土地 他渴望挑战更广阔的天空 追求更高的境界 于是 叶峰踏上了漫长的旅途 穿越无尽的大陆 探索着未知的领域 他遇到了无数的挑战和艰难 但他从未放弃过 每一次挫折都成为了他成长的催化剂 让他变得更加坚强和不可战胜 在星斗大森林的深处 随着万妖王等凶兽匆忙逃跑 一种压抑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战场 叶峰站在那里 感受着胜利带来的短暂宁静 心中却充满了疑惑和挑战 他知道 这场胜利只是暂时的 星斗大森林中隐藏着更多强大的对手 而且 魂兽共主和其他更加强大的存在 仍未现身 叶峰深吸一口气 收起了心中的杂念 他知道 现在最重要的是处理眼前的局势 整理战场 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 在他的指挥下 三千骷髅战士停止了对万妖王等凶兽的追击 重新聚集在叶峰身边 整齐地排成阵势 守护着他的四周 叶峰环顾四周 目光落在被战斗摧毁的树木和地面上 他心中明白 这场战斗给星斗大森林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恐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往日的宁静 在他的命令下 一部分骷髅战士开始清理战场 修复受损的环境 另一部分则负责寻找受伤的同伴 进行救治和治疗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星斗大森林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未来的挑战将会更加艰难 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气息 突然出现在叶峰的感知范围内 他眉头微皱 抬头望向远方 一道身影正在迅速接近 很快 那道身影来到了叶峰的面前 正是一位身穿黑袍的神秘男子 他的眼睛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透露出一股无与伦比的气势 叶峰 你做得很不错 神秘男子的声音冷漠而嘶哑 不过 这只是个开始 叶峰警惕地注视着面前的神秘男子 他能感受到对方身上散发出的强大气息 这是一位实力强大的存在 绝对不容小觑 你是谁 为何要来找我 叶峰的声音凭劲坚定 他没有展现出丝毫畏惧之色 神秘男子微微一笑 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我是黑龙王帝天 来与你一决胜负 叶峰凝视着面前的黑龙王帝天 他能感受到对方身上散发出的强大气息 这是一位实力非凡的存在 绝对不容小觑 黑龙王帝天 你来找我 到底有何目的 叶峰的声音中透露着冷静和警惕 黑龙王帝天微微一笑 眼中的寒光更加明显 我来找你 是因为你已经成为了星斗大森林中的焦点 你的存在 已经引起了整个森林的震动 叶峰默然片刻 随即轻轻点头 我明白 我对星斗大森林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 我并没有来这里寻求与你等凶兽的对抗 黑龙王帝天眼中闪过一丝亚异 他没有想到 叶峰会如此坦然 你并不寻求与我们对抗 那你来到星斗大森林的目的是什么 叶峰微微一笑 我来到这里 是为了寻找答案 探索更深层次的秘密 我并不是来与任何生灵为敌的 黑龙王帝天沉阴片刻 目光中闪过一丝思索 你所追寻的答案 或许与我们有关 你若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 或许我可以与你一同探索星斗大森林的奥秘 叶峰微微一愣 他没有想到 黑龙王帝天会有此提议 但是 他也明白 对方的目的并非单纯 我愿意与你一同探索 但是 如果我们的目标相悖 我也不会退缩 叶峰语气坚定 眼中闪过一抹坚毅 黑龙王帝天微微点头 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好 让我们一同踏上星斗大森林的征程 但是 切记 这片森林的秘密深不可测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叶峰心中明了 与黑龙王帝天的交锋 只是一个开始 星斗大森林中 隐藏着更多未知的危险与秘密 他必须保持警惕 帝天默契地朝着森林深处前进 他们的身影在茂密的树林间穿梭 时而遇到凶兽的阻挡 时而遭遇森林中的奇异现象 这片森林中的能量波动异常活跃 似乎蕴藏着无尽的秘密 叶峰的声音 充满了好奇与探索的欲望 黑龙王帝天点了点头 他的眼中透露出一丝沉思 星斗大森林的确不同反响 其中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和神秘 我们需要小心应对 否则很可能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 叶峰心中一动 他回想起来此行的目的 他来到星斗大森林并不只是为了探索 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目的 黑龙王帝天 你是否知道这片森林中隐藏着的秘密 叶峰的目光锐利 透露出一丝探求的意味 黑龙王帝天沉阴片刻 他的眼神变得深邃起来 星斗大森林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地方 其中蕴含着无尽的力量与秘密 据传言 这片森林是诸天万界的交汇之地 连接着无数次元空间 叶峰听到这番话 心中一动 他从黑龙王帝天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一丝线索 或许这片森林与他探寻的答案有着密切的联系 诸天万界的交汇之地 难怪这里如此不同凡响 叶峰的眼中闪烁着光芒 他的内心充满了期待和探求 黑龙王帝天微微点头 他也感受到了叶峰的疑问和渴望 我们必须小心前行 探索星斗大森林的秘密 也许答案就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 两人的心中都涌动着无尽的好奇和探求 他们继续前行 踏上了一段充满挑战和未知的征程 在这片星斗大森林中 隐藏着无尽的奥秘 等待着他们去揭开 黑龙王帝天带着叶峰越过浓密的树林 他们脚下的土地变得越发古老神秘 仿佛蕴藏着无尽的历史和力量 叶峰 我们即将抵达星斗大森林的核心圈 那里是这片森林最神秘的所在 我们要小心行事 随时准备迎接可能的挑战和危险 帝天的声音沉稳而有力 透露出一种严肃与警觉 叶峰紧随其后 目光中闪烁着一丝兴奋和期待 他早就对这片星斗大森林的核心充满了好奇 这里隐藏的秘密必定不凡 黑龙王帝天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无论是什么样的挑战 我都会勇敢面对 叶峰的声音坚定而自信 他的内心充满了对未知的探索 和对自己实力的信心 帝天微微点头 对叶峰的态度感到满意 他知道 这位年轻人不仅拥有着强大的实力 更有着勇敢和探索的勇气 随着一步步的靠近 他们终于来到了星斗大森林的核心圈 在这里 神秘的能量波动更加浓郁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神秘气息 叶峰环顾四周 眼中闪烁着好奇和惊奇之色 他发现 这片核心圈中的景象与外界截然不同 充满了奇幻与神秘的色彩 这里果然不同凡响 看来我们来对了地方 叶峰的声音充满了兴奋和好奇 他渴望一探究竟 探索这片神秘之地的秘密 帝天的目光也投向四周 他的眼神深邃而沉静 似乎在探寻着 这片核心圈中的一切秘密和奥妙 叶峰 我们要小心行事 这里的一切都可能 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危险和挑战 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 帝天的声音庄严而严肃 他知道 在这片核心圈中 可能存在着无法想象的危险 叶峰点了点头 他对帝天的话深信不疑 他们早已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无论前方会遇到什么 他们都会勇敢面对 不畏艰险 不惧危险 随着他们深入核心圈 周围的景象变得越发神秘 古老的树木高耸入云 环绕着一股神秘的能量 树林中弥漫着一种古老而浓郁的气息 仿佛在树说着千百年来的故事和传说 帝天 这里的能量波动 似乎比我之前感受过的还要强大 叶峰的声音透露出一丝惊叹 他感受到了 这片核心圈中蕴藏的庞大能量 让人不禁心生敬畏 帝天的眼中闪过一丝沉思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感受着周围蕴含的能量波动 这里的确不同凡响 叶峰 这里的确是星斗大森林的核心 蕴含着无尽的能量和秘密 我们要小心行事 随时准备面对可能的挑战和考验 帝天的声音庄重而严肃 他知道这片核心圈中 可能隐藏着无数的危险和谜团 需要小心应对 叶峰点了点头 他全神贯注地感受着周围的气息 时刻保持着警惕 突然 一道耀眼的光芒从前方闪现而出 照耀着周围的一切 如同一道指引引领着他们前行 看来我们已经走到了正确的方向 前方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答案所在 叶峰的声音中透露着一丝兴奋和期待 他知道前方可能隐藏着许多 他想要探索的秘密和谜团 帝天点了点头 他的眼中也闪过一丝兴奋 他们的探索之旅即将达到新的高度 叶峰 我们继续前行 但要小心谨慎 保持警惕 帝天的声音充满了鼓励和信心 他知道只有共同努力 才能解开这片核心圈的谜团 叶峰深吸一口气 他们踏入前方的光芒 渐渐地感受到周围空气中的变化 气息变得更加浓厚 充满了一种神秘的能量 仿佛整个空间都在向他们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和传说 叶峰明视前方 心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他渴望探索这片神秘的核心圈 解开其中的谜团和秘密 每一步的脚印都是向着未知的冒险 迈出的勇敢之举 帝天默默地跟随在叶峰身后 他的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探索欲望 他知道 这次的旅程将是一次充满挑战和奇迹的探索之旅 他们穿过一片古老的树林 每一棵树木都流露着岁月的沧桑和厚重 在树木的间隙中 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奇异的生物 他们在这片神秘的环境中自由地穿行 散发着一种神秘而威严的气息 帝天 你觉得我们能在这片核心圈中找到答案吗 叶峰的声音充满了对未知的好奇 他期待着找到关于自己身世和命运的答案 帝天凝视着前方 眼中流露出一丝深沉的思索 叶峰 我相信在这片核心圈中 会有许多的秘密和谜团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我们要保持警惕 以免陷入可能的危险之中 但我相信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一定能找到答案的线索 叶峰微微一笑 感受着帝天的鼓励和信心 心中更加坚定了前行的决心 是的 我们一定能够找到答案 解开这片神秘核心圈的秘密 两人在谈话中继续前行 在前行的路上 叶峰和帝天的目光不时扫过周围 寻找着可能的线索和目标 突然间 他们来到一片广阔的空地 空地中央处立着 一座巍峨的古老宫殿 宫殿的顶端 刻有精美的符纹 散发着淡淡的神秘光芒 叶峰眼中闪过一丝惊艳 因为他在宫殿门前 看到了一位绝色美女 她拥有着高贵的气质 和令人心动的容颜 仿佛是降临人间的精灵 他恶懦多姿 眉目间流露着一种高贵与神秘的气息 让人不由自主地为之倾倒 地天也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 他知道 眼前的女子 必然是这片核心圈中的重要人物 也许她就是古月娜 魂兽一族的魂兽公主 古月娜缓缓转身 目光如电 扫视着来者 她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警惕和神秘 他知道 眼前的这两位人类不同寻常 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奇特的气息 让她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你们是谁 来此何事 古月娜的声音 如清泉流淌 带着一丝冷漠和警惕 叶峰微微一笑 她知道这个时候 必须要展现出自己的诚意和坦诚 我是叶峰 这位是地天 我们是来自外界的旅行者 前来探索这片神秘的核心圈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答案和线索 地天的声音也充满了诚意和敬意 她知道 在这样的场合 必须要保持谦恭和礼貌 古月娜魂兽公主 我们对你的到来充满了敬意 我们并没有恶意 只是希望能够在这片核心圈中 探寻一些奇迹和秘密 也许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共同探索这片未知的领域 古月娜听完两人的话语 眉头微微一皱 她知道 眼前的这两位人类并非寻常之辈 他们身上散发着一股强大而神秘的气息 让她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她深吸一口气 心中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好奇 既然你们是诚心探索这片核心圈的 我愿意带领你们前往更深处的领域 也许在那里 你们能够找到 你们寻求的答案和线索 叶峰和帝天对古月娜的提议感到欣喜